东汉黄巢,江南巡抚台,林府 二月的天还有着凉意 加之数日的连绵细雨显得到处都阴沉沉的 令人提不起精神 林清婉窝在软榻上盯着手中的克斯小老虎 有些正正出神 门外传来响动 林清婉连忙将小老虎收进背中 抬头望了过去 怎的今日这般老实 一名高贵名利的妇人笑淫淫地走了进来 阿母 林清婉忙下榻行礼 妇人笑笑 从身后婆子手中接过食盒 阿母亲自下厨给你做的桃酥糕 快来尝尝 有劳阿母 林清婉规规矩举道谢 上前接过妇人手中高点小口小口吃了起来 妇人细细看了她一瞬 挥手命屋中吓人退下 林清婉面色不变 口中的桃酥糕却有些发苦 瞬间没了胃口 待屋中人散干净 妇人才叹了口气 拉过她的手道 婉姐儿 今日你姑母带你表哥上门 你称病不见 可是心有怨对 女儿不敢 林清婉垂下眼帘 声音清淡 妇人道 没什么不敢的 这事儿放在任何一个女子身上一心中憋闷 你是阿母的心头肉 今儿就咱们母女二人 你便实话告知阿母 你心里究竟是怎么个想法 林清婉心头苦笑 身处这规矩严苛的世家大族之中 她作为一个连闺门都出不得的女子 有怎样想法重要吗 一切但凭双亲做主 妇人又是一叹 与众心肠道 阿母知你心气高 一时难以接受 心中不痛快 墨哥这是做得确实难看 可世家的公子 有一两痛房在正常不过 何况这是她也是受人蒙蔽 你姑母亲自上门邪 墨哥而赔不是 都是世家殷亲 阿母也不好为难太过 林清婉沉默不语 静静听着王氏后话 阿母也是女人 自然清楚你心中酸楚 这事儿就跟吞了只苍蝇 是死是活都恶心 如今你姑母也已处置了那个东西 咱们若揪着不放 就难免显得咱林氏女度量狭隘 女儿明白 林清婉淡淡应声 林神两世 莲姻是必行之举 身为后宅毫无话语权的女子 除了接受 她又能如何 哪怕她的未婚夫 于她的吉吉礼上 缺席与旁的女子翻云覆雨 她依旧无力反抗 只因她是世家之女 她享受了林家十六年的锦衣玉石 就得为林氏付出 这次你表哥请业到了你祖父祖母那 你祖父亲自开了口 阿母也只得轻轻放下 不过你大可放心 若她再有下次 阿母定不再饶她 是 林清婉淡淡应声 瞧不出什么情绪 王师又开导几句 才无奈离去 屋中恢复安静 林清婉从背中拿出那只小老虎 眸中有淡淡不喜 丫鬟宁香站在一侧 既心疼又生气 小姐 您别难过 夫人今日已经狠狠训过表少爷了 姑奶奶也再三保证 不会再有下次 有没有下次重要吗 反正都要接受 就算如今没有 那以后呢 成婚后还不是一样岔子言红 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 女子生存实在艰难 除了顺势而为 她又能如何 拿去烧了吧 林清婉将小老虎递给宁香吩咐道 小姐 这是您最喜欢的东西 而且还是表少爷送的 小姐一直视若珍宝 林清婉却不再开口 依靠在软榻上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温润清朗的少年 曾经 他是真的接受 并且动心了的 他一直规避这个问题不敢直面 在各大世家公子中 他也的确洁身自好 从无不妥之处 可他是沈家长子 是未来的沈氏家主 即便身边百花齐放 在世人眼中 也是理所应当 他不能急 不能度 不能多言 否则就是灵氏整个家族礼教之过 所以无力改变 他却可以把守住自己的心 只做好灵氏之女 在房中一连窝了数日 除却每日被家中夫子尔提面命 负得礼教之外 林清婉除了席子就是看书 女子书籍多不过论语 女界一类 实令人心烦 每番看书中内容 林清婉总会错眉诗神 他知晓 古代对女子束缚颇多 却不曾想尽磕磕到如此地步 小姐 宁香叩门进来 手中拿着一个檀木小和 为难道 表少爷又送东西来了 如今人就等在外门 林清婉眉眼不抬 我与他虽有婚约 可私下平凡受礼 却与礼不合 你便告诉他 让他往后不必再来 宁香无奈叹口气 只得捧着小和再次送回 外门处 清竹如玉的俊义男子 副手而立 一袭紫金文绣华服 贵气逼人 腰术玉带 宽肩窄腰 挺拔修长 智眉宇透出的阴郁深邃 令人知晓 他心情很差 表少爷 宁香扶身行礼 面露难色 男子一眼看到丫鬟手中小和 琉璃般的眸子 又按了几分 薄唇紧敏 宁香转述过林清婉原话 才道 表少爷 小姐这些日子心情不好 不若您过段日子再来 沈默接过宁香递还的小和 没有言语 心知所谓余理不合 不过是他不想 与自己多做纠缠的借口 他好不容易撬开他的心 如今却是满盘啰嗦 宁香心下微叹 扶身后离去 沈默依旧正正 立在外门前不曾离去 跟随而来的小厮石木道 公子 想是表小姐还在生气 不若您等他气消了再来 日日来 日日吃闭门羹 绕世石木 也有些替自家公子不愤 公子身为沈家少主 放眼四大世家 哪家爷们如公子这般洁身自好 此次也是那不长眼的下了药 公子夫人都以亲自来陪不试 真不知表小姐还在气什么 便是表小姐嫡亲大哥 林氏长子 不也是后院姬妾无数 本就是稀松平常之事 表小姐未免太过小题大做 心胸狭隘 沈默从下属口中 听出淡淡不屑 侧头警告地瞥太眼 方转身离去 第二章 私家宴会 消息送到各房 林老爷子得知后面色不喜 晚间王氏去请安 不出所料地 被林老夫人敲打了一番 不外乎觉得 王氏惯坏了林青晚 小小年纪便骄纵善度 失了世家女之气度 王氏心中不悦 可面对婆母训斥 又不得顶撞 亦是憋屈异常 身为女人 她如何不懂女儿心中不快 可出自世家 嫁作侍妇 命运却不由矣 夫人 老夫人未免也太偏心了些 这事本就是表少爷不对在前 怎还成了 咱们三姐的不是了 除了寿安堂 王氏身边丫鬟小生埋怨道 却立即被一年卖磨磨制止 还不闭嘴 老夫人也是你能智慧的 说什么魂话呢 丫鬟立即缩了缩脖子 信信地住了嘴 她本是看 王氏面色不渝 想着讨好一二 却不想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王氏看了小丫鬟一眼 但道 李秋即日起将为二等 不得再入内伺候 那嬷嬷因事 小丫鬟却是脸都白了 亦不敢求饶 回到翠玉院 王氏将屋中 吓人遣退 止于她的奶嬷嬷李氏 面色才阴沉下来 李嬷嬷心下难受 依旧劝道 夫人 老奴知您不好受 可哪家贵女不是 打那时候过来的 您心疼三姐儿 可三姐儿是临时长房嫡女 这是她的责任 当年您出嫁时 不是一样步履艰难 便是平头百姓 日子好过些的 也有一切 何况世家的爷们 嬷嬷 你说的我都明白 可明白是一回事 真发生在自家女儿身上 还是难免心疼 婉姐儿自幼通透 眼见着她如此消沉 我这当娘的 如何能无动于衷 王氏眼中含泪 老爷子 老夫人一心只想着家族利益 怎会管我玩解 心里怎个光景 李嬷嬷是看着 林青丸长大的 心里也是心疼的 可也得极力劝着 好在表少爷 也不是个魂的 这么多年 身边也算干净 比起柳家的 不知好了多少 这次也是被那个 不要脸的钻了空子 有了这次教训 想是往后会当心的 王氏轻轻一哼 若非如此 哪怕公婆撑着 我也非得 将这婚事退了不可 李嬷�笑笑 夫人说的是 王氏虽非出自四大世家 可母家也是圣经旺族 圣经贵咒不知凡己 大多沾亲待故 即便是世家之一的灵氏 也是要顾及一二的 不知是有意无意 寿安堂发生的事 第二日清晨 就传到了林青丸耳中 林青丸哪能不知 这是他祖母 给予自己的警告 心下忽然有些酸楚 世家亲情淡薄 哪怕血清 也难抵家族荣誉 世家嫡女 不过看似风光无限 眉眼染上淡淡冷霜 正出神着便见宁香撩了朱连进来 身后还跟着李嬷嬷 林青丸面上不显 直到嬷嬷大清早过来 可是有要事 李嬷嬷上前一步见李后笑道 前几日府上收到请帖 四家老太君明日大寿 夫人让老奴告知小姐一声 明日一同前去 沈柳思林 为东汉皇朝四大世家 林家在世家中实力最末 却与沈四两家皆有殷亲 如今四家二夫人 正是林青丸二房堂姐 指其夫婿身体不安 姐妹二人已三年未见 东汉皇朝有男子咒无故不处私事 女子无故不亏中门之礼 是已 若吴王是陪同 她是出不得门的 替我谢过阿母 林青丸知晓 这是母亲怕自己犯轴 憋坏了身子 才想着带她出府转转 字不好扶了阿母好意 李嬷嬷走后 宁香便忙着给林青丸 准备明日要穿的衣裙首饰 林青丸看了几眼 大多都太过鲜艳 方开口道 挑几件肃静的 裙摆上戴着花纹即可 大姐夫如今身子越发不好 旁人不在意 咱们却是不好太过张扬 宁香这才想到大姑奶奶 道一句小姐思虑周全 第三章 怀扬王世子 第二日 林府门前 王氏看着从府中 走出的亲历少女眸待惊艳 笑得温和慈爱 见过阿母 林青丸上前见礼 一身月白色长裙 袖口与领口处 袖着大朵玉兰 腰间一块剔透白玉压着裙摆 行走间一带穷居 亲似扶烟 竟显世家风范 王氏扶起爱女点了点头 素雅又不寡淡 清华亦不失名念 很好 林青丸笑笑 母女二人一同上了马车 往私家宅院行去 细雨虽停 天空却依旧不满阴霾 马车中 王氏有意开解 母女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马车却猛然颠簸 还好林青丸眼疾手快抓住车厢 母女二人才不致摔出车外 晚姐儿 可伤着了 王氏握着林青丸小手 看着他迅速红肿起来的手背 很是心疼 林青丸摇了摇头 王氏刚想问责 车外传来整齐华一的马蹄声 听声音仿似人数不少 王氏脸色顿时严肃下来 竟然是军队 林青丸也听出了门道 立即吩咐车夫道 靠边让路 车夫此时也回过神来 立即往边上躲去 马蹄声逼近 随后缓缓停下 林青丸心中一沉 连忙从车厢中翻出围漫 给二人带上 四爷 人不见了 车外响起粗雅男子声音 随即是清冷低沉的男声响起 封锁这里 一间间民房仔细搜查 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随后 是马蹄声分散成包围之声 林青丸小脸清凉 私家本距离林家只隔了几道街 是以他与王氏并未待府中侍卫 如今看样子 却是染了麻烦 正想着 窗外响起兵士陈鹤声 下车 接受查验 放肆 我们乃林氏嫡系 马车起事等能闯荡 王氏出声呵斥 东汉皇朝男女大方言明 女眷马车 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军中男儿查探 那士兵显然冷了一瞬 说话恭敬了不少 敢问夫人说的 可是世家林氏 正是 我乃林氏敌防长袭 邪女往私府喝寿 这 士兵犹豫一瞬 劳夫人等待片刻 容我禀报一二 说完转身离去 王氏常常松了口气 世家虽是大 可对上朝廷中是下沉 更何况近几年来 心地多有意打压士卒 别怕 有阿母在 王氏拍了拍 林氢婉小手安慰道 林氢婉回窝了下 心如止水 不笑片刻 先前士兵再次折回 夫人见谅 时事此次任务在身 四爷吩咐 不可放过一处可疑 还请您邪令爱下车配合 王氏面色微白 正想发火 却被林氢婉奔住了胳膊 清凉如水的声音缓缓响起 本小姐一想配合各位差事 可世家颜面亦不可随意丢弃 若你们当真要查 还请平退左右 让四爷亲自来查 女子生罗外面瞬间安静下来 连那士兵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半赏没有回忆 林氢婉心中也有些忐忑 光听这些人口中所言 他便知这位四爷只怕身份其高 若他亲自查 也算给林家留下颜面 可就怕 思绪还未落下 车外再次传来那道 低沉且毫无波澜的男生 搜 当真是丝毫不留情面 林氢婉面色白了白 不等他再说什么 先前的士兵已领命欲撩起车帘 王氏连忙将他挡在身后 周世子 在下竟不知 您何时到了江南 不曾相迎 当真失礼 清朗雌性的男生突然响起 林氢婉身子僵了僵 同时松了口气 是墨哥 王氏惊喜道 林氢婉没有说话 听着二人对话的同时 脑海中搜索着关于周世子这个人的信息 淮阳王世子 周牧 当今圣上亲职 得受重用 手掌圣经黑甲位 可谓权倾朝野 十岁秋为高中 十七岁平定边境 文武双全 世人皆称 淮阳王世子 玉至金像 貌比攀安 有金氏之才 却清冷如脚月 高不可攀 沈少主这是要妨碍本世子公务 男子清凉的嗓音 拉回了林氢婉的思绪 他扯唇一笑 传言的确不虚 不尽人情到这份上 该说他古板还是迂腐 两大世家开口 竟还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认他是攀安 还是左思都一样 不讨人喜欢 周世子言中了 沈默无意阻拦世子公务 只不过车内做的事 在下未婚妻子 众目睽睽之下 若如此被士兵搜查 时于他名声有碍 还望世子体恤一二 沈默嗓音清凉 亦不露丝毫聚涩 周目声音却久久不曾响起 林青婉新知 若按外界传闻那般 这人怕不会留情面 咬了咬牙 再次接口道 周世子乃大雅君子 想是不会为难 臣女一介若女子 东汉皇朝女子 声明与命相齐 周世子应不会逝世凌人 逼迫于臣女 林青婉话落 外界顿时安静异常 连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楚 林青婉意识紧张不已 呵 林小姐好剔透的心思 良久 男子才冷冷地吐出这一句话 大雅君子 逝世凌人 若他不应 岂不就成了逼迫贵女 毁人清明的恶徒小人 林青婉长呼了一口气 回到 世子过奖 声音软软糯糯 令人挑不出半点不适 男子低沉地喝了一声 随即有马蹄声走来 林青婉捏紧袖帕 几倍僵直 就在他以为对方要聊起车帘时 男子清凉声音再次响起 吩咐士兵让路 林青婉一正 马车 却已快速行驶起来 王氏拍了拍胸口 还好 还好 好在墨哥及时出现 你反应快 不然今日才真是面子里子都没了 这淮阳王世子果然轻傲 竟真丝毫不将四大世家放在眼中 林青婉没有说话 心中正奇怪着 便听马车外有马蹄声跟进 沈默关心问道 三表妹 舅母 你们可好 林青婉抿抿嘴 别过头没有说话 王氏微叹一声 盲接口道 无碍 你可也是去私家的 正是 近几日江南泼不太平 侄儿护送你一起 王氏应了声好 扭头看了女儿一眼 心下叹息 第四章宴会 婉姐通透聪慧 可就是一根筋 太过执拗 世家娶妻 讲究便要贤淑古金 不及不度 比起往后 现在不过冰山一角 她就已难以接受 往后可怎么是好 看来有机会 她还要多提点提点才行 在东汉皇朝 哪怕普通官幻 也万没有只取一切的道理 何况他们四大世家 哪怕她姑母 再疼她 也定不会委屈了自己儿子 致沈家门面于不顾 惹人笑话 而林家也不会允许 有一个极度诚信 缺离少交的外嫁女 郑辰撕着 马车已停在了私府门前 李嬷嬷 宁香赶过来接自家主子 林清婉扶着宁香手臂下车 连眼神都不曾给身边那人 只规规矩矩跟在王室身后 沈默眼神不离林清婉 温润的眸底划过黯然 紫巾紧袍穿在她的身上 更显雍容华贵 君子如蓝 迎来不少路过贵女偷看 放眼江南乃至整个东汉 她的才华容貌都算佼佼 亦是除淮阳世子外 最受贵女追捧之人 隔着围漫 虽看不清少女神色 可却能感受到 她不同往常的疏远与冷淡 沈默薄唇微敏 大门外人来人往 她终是没有多言 舅母 侄儿先去外院 带龟府时再来送您 王室点头 好 你去吧 沈默微微汗手 又看了眼林清婉 方转身离去 男子背影挺拔如松 透过沙连模模糊糊映入眼帘 林清婉手中帕子钻得很紧 毛子是掩不住的痛色 若他们不曾出身世家 若他们在未来相遇相识 该有多好 这种想法不过一瞬 林清婉勾唇苦笑了下 若是真情 怎能容忍旁人插足 若非真情 她依旧是她 我依旧是我 现在与未来又有何区别 若她当真属于这个时代 不曾有那些记忆 也许她真的会接受 她也一直小心谨慎 努力融入这个时代中去 可刻在骨子里的原则 终究无法打破 迈进私府大门 立即有婆子丫鬟上前引路 迎接他们的 正是私家二奶奶 林清姨的奶婆子 夫人 三小姐 二少奶奶从早起就开始念叨 算是将你们判来了 王氏嗓音温和 关心问道 你家少奶奶最近可好 听闻前些日子 明杰染了风寒 如今可好些了 明杰正是林清姨的独女 因四二公子身子孱弱 子嗣上也颇为艰难 赵嬷嬷脸色明显暗了一瞬 又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 失了一态 只是抢笑道 夫人放心 四小姐还好 只一句还好 便没了下文 王氏与林清婉都听出了不对 可如今正身处私家 明杰又是私府小姐 王氏作为伯母 亦不好阅祖带袍 走进内院 私家主母身边的丫鬟 也已候在那里 林夫人 可算等到您了 我家夫人让奴婢 请您过去景春堂叙旧呢 世家之中 男外女内 精卫分明 王氏与林清婉 也已摘下为满 王氏对那丫鬟笑笑 难为她那么忙 还想着我 说完扭头看向林清婉 语气不明道 婉姐儿 你也有些日子没见你长姐了 刚好经碰上 你们姐妹俩也叙叙话 林清婉抬眸 对上王氏暗含深意的眸子 汗手映下 是 母亲 私夫人身边的丫鬟 闻言神色微致 冷烈的目光 瞥向赵嬷嬷 赵嬷嬷嬷压下心头感激 只规规矩矩 站在林清婉身后 王氏余光瞥了眼那丫鬟 嗓音亦如往常温和 咱们走吧 目送王氏离开 赵嬷嬷才带着林清婉 往林清姨所住的宜亲阁走去 一路人多眼杂 林清婉只略略问及 四家二公子身体状况 有关林清姨与明解之事 却是一字未提 绕过甲山 一路往西走了 大约一刻钟的时间才到 林清婉醋眉看着 这偏僻萧条的 不成样子的小院 有些失神 四家二公子 虽身患有疾 可也是这儿八经的嫡子 怎救之落魄至此 赵嬷嬷似乎看出了 林清婉的心思 低声道 夫人说此处幽静 空气清新 有利于二公子养病 林清婉眼下眸子 淡淡应了一声 走了进去 她走得极慢 仔细打量着院中 摆设花草 一圈下来 倒没看出什么不妥 虽地处偏僻 可这院子 倒还算雅致轻贵 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 甚至可说奢华 林清婉停在一株玉兰花前 白色的花盐不染鲜尘 犹如冬日的冰雪 纯净透彻 这品种倒是难得 可是从东边寻来的 赵嬷嬷愣了一瞬 看着那株玉兰良久才道 应 是吧 林清婉侧头看了赵嬷嬷一眼 没有说话 她喜玉兰 院中满愿玉兰 却都不及这一株珍贵 游记的前年 那人倒是曾寻到过 一株一样的送她 可惜不过半年便败了 再看眼前这株倒开的正盛 林清婉压下眸中一样 抬不往正房走去 走至门前 赵嬷嬷哑声提醒道 二奶奶 三小姐来看您了 三妹妹 一道惊喜的柔声响起 随即是忍不住的低咳 快 快请三妹妹进来 林清婉推开房门进去 浓浓的草药味扑面而来 令人一时难以喘气 忍不住低咳几声 嬷嬷 快将门窗打开 别寻找了三妹妹 赵嬷嬷连忙麻利地去推窗子 阴暗的屋子 顿时亮堂了不少 林清婉顺着药味 散发的方向看去 却是一个小火炉 上面正温着汤药 哦 这些日子 明解身子不太爽力 我给她熬的 林清婉闻言 转头看向了床榻上 略显局促的女子 有一瞬的恍惚 眼前人一脸的憔悴 脸色蜡黄 眉眼间是话不去的忧愁与恍然 与当年林府中 与她一同品名直气的温婉少女 天壤之别 第五章林清怡 林清怡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 招招手笑道 几年不见 可是不识的大姐姐了 快来坐 压下心头酸涩 清婉伸出手握上女子的手 笑道 小时候大姐姐可是最疼清婉 清婉怎会忘记 林清怡脸颊红了红 小时候你是最顽劣的 可是没少折腾我 如今也是 大姑娘了 越发像大伯母了 曾经的王室 也是圣经一等一的美人 林清怡这是在夸她好看 林清婉羞涩涩地笑了笑 随口问道 明姐儿呢 怎地不在姐姐这 林清怡束手明显僵了一瞬 才道 早起喝了药 应是回去睡下了 明姐儿分院了 林清婉很是惊讶 才四岁上下的孩子 因醉事离不开母亲的时候 林清怡脸色苍白 半天没有说话 倒是赵嬷嬷在旁磨起了泪 突然开口道 三小姐 求您帮帮我家小姐吧 住口 不等林清婉有所反应 林清怡一声怒喝 银白的面色 因动物潮红起来 随即止不住地低渴 林清婉连忙给她俯着后背 手指不留痕迹地摸上她的脉搏 半晌 林清怡心绪逐渐平复下来 林清婉也翘无声息地收回了声 牟底闪过一丝震惊 出 出去 林清怡指着赵嬷嬷祈祷 赵嬷嬷满脸泪水 小姐 您别动怒 小心身子 老奴出去 老奴这就出去 赵嬷嬷哭着退下 林清婉有心想问 可看着林清怡那潮红难看的脸色 终究不曾说什么 想了想 方道 大姐姐 过几日就是银表妹生辰了 你陪我一起去可好 银表妹正是沈末的亲妹妹沈盈 林清婉本是不打算去的 可如今 而女情长中不敌姐妹血清重要 若是能拉大姐姐一把 她倒也没什么不能受的 林清怡有些犹豫 大姐姐 你也知道的 我实在不想去 可祖父祖母定是不会答应 你便陪我一起吧 这倒是林清婉的心里话 只不过 若她真不想去 谁也不能强迫了她 林清怡闻言心头一软 无奈叹了口气 拉着林清婉的手道 你自幼便心气高 有主意 可我们出生世家 终有太多的不得已 她虽不曾出府 可那件事闹得满江南都沸沸扬扬 她自也是听说了的 心底担忧这个妹妹 可除了那些世家理归 她亦不知该如何劝解 在家从父 出嫁从父 扶死从子 大姐姐 我们何时能从自己一回 林清婉慢悠悠的问话 让林清怡震愣起来 心底有一丝气浪缓缓声疼 逐渐叫嚣翻滚 又慢慢沉寂 小姐 前约宴会要开始了 恰巧宁香在外提醒 林清婉站起身道 那妹妹就先走了 您表妹生辰 那日我来接你 林清怡冷冷点头 好 回那院的路上 林清婉再三思索 方对宁香道 你挑个时间去趟前院 看能不能见到 沈公子 若碰见了便告诉她一声 我有事寻她 宁香正了正 面色带了一丝喜色 忙点头答应 林清婉看到 也不多做解释 依如今情形来看 私家主母对大姐姐 定是多有瑕疵 她想带大姐姐出府 还得有姑母亲下的帖子才行 若要姑母亲自下帖 沈银生辰必要大半 她一百个不愿见她 可若越过她找谁 又都不太合适 且不说如此要求 着实施礼 只越过未婚夫不用 却求到婆家门上 便是谁都会知晓 她心中还在怄气 难免又遭人画饼 被他人品头论足 连累林府声誉 心头涌上无力 林清婉有种 说不上来的压抑 如今世道 女子连出趟门 竟都如此艰难 走进宴客厅 有分量的几位夫人 都还未到 只几位小姐 三五成群 聚作一处闲聊娇笑 林清婉挑了一个 不起眼的位置坐下 却听到了有关自己的八卦 沈家少主何等风资 若非她进水楼台仙得月 沈夫人又是她亲姑姑 如何能轮到她家 就是 便是我父亲不过江南小关 我却也从小便习的女贱 伦宇 身为世家女 如此度量狭隘善度 简直丢尽了林家的脸 也不知林家怎么教的女儿 如今沈少主不过宠幸一二痛房 她便如此甩脸色 对未婚夫使气 她日若嫁入沈家 还不极度诚信 霸占沈少主 搅乱沈家后宅 这一罢不霸占 也不是她说的算的 都说沈少主宠她 可还不是一样 上了别的女子的床风流快火 她就是气得上吊 也管不住沈少主烈焰的心 说话的女子声音懒散 话中满是不屑孤傲 林清婉顺着声音望去 正是私家嫡女 爱慕沈默多年的斯文晴 就是 简直给咱们女子丢人 一个贵女 竟和几个下贱婢子 争风吃醋 毫无大家之风 要我说 还是思姐姐您大气 若是您能嫁给沈少主 该有多好 沈家作为世家之首 自然有无数官宦家族 巴巴望着 他们之前百般讨好林清婉 判的不就是 他日能嫁入沈家 得一席之地 可如今见林清婉 竟连一个通房都不容 他们自是不再抱有希望 转投了斯文晴 凝香气的脸色发紫 想出声喝纸 却被林清婉拦下 林清婉冷沉的目光 看着那几位小姐 似笑非笑的声音响起 各位小姐一句一个礼教 女界 那又可曾学过 何为女子妻出 圣人将口舌 排在七出第四 妒忌第六 可见本小姐时不如 各位小姐缺离少教 口多言 为其离清也 哪怕各位小姐往后嫁作人妇 被休想必 也定在清婉之前 厅中顿时一片安静 众人纷纷扭头看来 尤其是方才那几个多嘴的小姐 小脸都白了 神色尴尬 他们虽讨好斯文晴 却也不曾想得罪了林清婉 四大世家 哪个都不是他们能得罪起的 他什么时候来的 一个紫衣姑娘 咬着唇问一旁的小伙伴 那姑娘白着脸摇摇头 示意他也不知道 斯文晴虽不惧林家 可因林清婉的话 终究有几分忌惮 如今好不容易 沈哥哥与之间人有了嫌隙 正是他的好机会 若真传出他长舌之名 怕是大大不妙 压了又压 斯文晴方挤出一个难看的笑 乔林妹妹说的 不过是小姐妹闲聊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是想着多日不见思姐姐 赶着来给你叙叙话 倒是不曾想 姐姐竟在忙着编排我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毕竟还是在私府的地界上 林清婉便不嫌不淡地对了回去 世家贵女吵架 自不像世锦女子一般 撕破脸蹦跳对骂 大都免里藏针 软刀子杀人 斯文晴文言脸色僵硬 眸底闪过一丝脑恨 郑玉回嘴 却有人先他一步开了口 许久不见林丫头 这些年可是长进不少 瞧着小嘴多利 这道看似夸赞 实则贬低的话响起 众位小姐纷纷仓皇起身见礼 见过斯夫人 门外几名贵夫人信不走来 为首的正是斯家主母 保养得意的瓜子脸含笑 细长的眼角上挑 却竟是锋利 林清婉眉头微醋 作为婉辈她若是开口争论 难免被人诟病 还不等她想出对策 另一道张扬女生吃到 斯夫人过讲 我家婉姐的确讨人喜欢 我喜欢的就是她的聪慧 林清婉心头微色 抬眼看去 说话的正是她的姑母 沈家主母 林九娘 王氏冲她笑笑 让她安心 几位夫人落座 斯夫人的脸色很是难看 却秉持着基本待客之道 林氏却不讲那么多 看向斯文秦笑道 副教有四 言居其一 这句话 斯小姐夫子可曾教过你 斯文秦脸色雪白 知之无无 不知该如何应答 更重要的是 沈夫人是沈默的母亲 如今尽当种下她脸面 心中不禁有些后悔 早就知道这位会来 她怎么就混起来 去招惹林清婉呢 管理偌大一个沈家 林九娘自是有几分气势在的 在江南 亦可谓说一不二 她冷眼瞧着斯文秦 便惊得一众贵女 静若寒蝉 沈夫人说笑了 不过女儿家小打小闹 不至于咱们插手 欧可方才斯夫人 可不是这般做的 林九娘冷冷一哼 丝毫不留情面 作为四大世家之首 她可谓能横着走 当她的面讽刺她娘家人 当真当她林九娘 是摆设不成 斯夫人面色难看 心底再多不悦 也只得压下去 虽说斯家底蕴不差 可子弟却都资质平庸 前景是远不如沈家的 林九娘又是个硬茬子 脾气臭得像狗 若真闹开 他们斯家定是吃亏的一方 怕老爷也会斥责她 心中一番较量 斯夫人很快扯了一抹笑 沈夫人说的是 的确是我的不是了 女儿家吵闹 不该饶了咱们才是 意思是女儿家小打小闹 若影响了她们和气 便是林九娘小气了 林氏哼了哼 毕竟是四老太君寿宴 不好真搅了人家的局 只端起丫鬟递来的茶斩 抿了一口 没再揪着不放 斯夫人松了口气 隐晦地警告了女儿一眼 心底也有些自责 是她想差了 不论林氏心中如何不满林青婉 可她终究是林家女 林家小姐再不好 也不会容忍旁人诋毁 第六章假山相会 听众安静下来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一直隔岸关火的几位贵夫人 见战火熄了 才纷纷出来打圆场 斯夫人 经老太君寿臣 怎地迟迟不见老太君露面呢 斯夫人瞥了眼身旁说话的妇人 心里堵着一口气 语气自然声音 老妇人近几日身子不爽力 容易困倦 若李妇人想见她老人家 我可让丫鬟带你过去 李妇人一言 有些善善 既是老太君身子不适 那我自不好打扰 斯夫人轻轻一哼 方才读一个两个装聋作哑 这会儿倒是装得清净 王氏从始至中都未曾开口 只冷眼看着自家姑子发火 有了李妇人前车之见 谁都不在自讨没趣 纷纷垂头喝茶 更是气得斯夫人脸色涨红 夫人 老太君到了 门外传来通报声打破了僵局 随即一个老嬷嬷 搀扶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父亲来 正是斯家老太君 众位夫人小姐 纷纷起身见礼 劳各位抽空 来参加老神寿宴 斯老太君眉目慈祥 脸上挂着盈盈笑意 眼底是久违上位者的锐利与锋芒 令人不敢因他年迈而小觑 斯夫人有些尴尬 虽笑道 媳妇正说 您经些日子困倦 还当您还在歇着呢 斯老太君坐在上位 闻言笑道 是歇了会儿 这不是既挂着各位夫人 才赶着来看看 斯老太君话落 立即有夫人开口奉承 林青晚听的乏味 垂头摆弄着腰间玉佩 女眷席虽不向男眷那边备有烈酒 却也有适合女子饮用的果子酒 林青晚心中烦闷 便多饮了几杯 席面进行到一半 斯老太君撑不住提前退席 林青晚眯眉眸 看着听中央衣媚翻飞的幽灵正在出神 宁香悄无声息 移步至她的身后 小姐 表少爷在拱门出的假山后 林青晚迷离的眸子逐渐清明 看了眼上座正推杯换斩的王氏几人 不着痕迹的起身离去 走至假山处不远 林青晚猝眉停下脚步 虽说东汉男女大方严谨 可她与沈默中有婚约再深 也不算太过语举 可这地方挑的 却是有些不妥 朗朗倾天下 有小丝丫鬟在侧 只要循规蹈矩 即便被人撞见也无伤大雅 可若在山洞里 可就说不清了 表哥心思清澈 形势稳妥 异罪君子不过 怎会选这个地方见面 心底存了怀疑 林青晚偏头问道 宁香 你可曾亲眼见到表哥 并将我的话转述于他 宁香摇摇头 表少爷在外院 奴婢进不去 是表少爷身边的石墓转述的 石墓是沈默的贴身之人 醉事忠心不过 林青晚心神松弛下来 带着疑问走了过去 不过刚行至假山后 便听山洞里有声音传出 林青晚脚步顿住 面色有瞬间的苍白 沈公子 我是真的心疑你 我知你心中有林家妹妹 我亦不曾想过破坏 只要你与我一席之地便渴 是斯文晴的声音 林青晚攥着紧趴的指尖发白 静静听着 心口如被人狠狠抓了一把 揪心地难受 四小姐 恕沈默辜负小姐一片心意 沈默心中只表妹一人 正妻之位 亦非他不可 男子温良的声音 透着浅浅淡漠 林青晚闻言扯了扯唇 笑得苦涩又悲凉 斯文晴急急声音响起 我知晓 我不曾想过与他争正妻之位 测试也是可以的 沈公子 你乃沈家少主 难不成你当真能守着他一人不成 沈默声音久久不曾响起 斯文晴又道 放眼四大世家 沈公子才华谋略都乃翘楚 难道你心中没有红胡 不想沈家再进一步 林家虽位列四大世家 可与你帮助着实有限 文晴不与他争抢 斯家亦可助你一臂之力 你也能如愿娶他 岂不两全其美 沈默沉默半赏 方道 大丈夫顶天余地 所思所谋 都当自身努力 不该利用女子谋划 那你可能抵住家族压力 一生只守他一人 即便你答应 沈家宗族可会应孕 如今你身边不过有一二痛房 他便如此极度仇恨 他日你们成婚 日子又该如何过 沈公子 你想往上走 便注定身边相伴之人无数 反正早晚都是要娶 何不断了他的心思 总好过日后你二人心有卧欲 沈府鸡飞狗跳 林青婉红唇紧敏 神色恍然 心底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节节锻炼 让他惊醒 让他证然 小姐 他太过分了 宁香气得喘气 就要闯进去 却被林青婉制止 后面的话 他已没了听下去的性质 转身出了假衫 后在外面 宁香担忧地看着自家小姐 纵使小姐神色沉静 可他依旧能感受到 他身上散发的浓浓凄凉 不同于以往的难过 那是从骨子里透出的淡漠与凉薄 微微叹了口气 只怕小姐与表少爷之间又远了一步 宁香看着面无表情的林青婉 心头涌上一个强烈的感觉 也许不是一步 而是鸿湖 永远都无法相通 林青婉竭力控制住心底的情绪 尽可能不让自己失态 即便输了 他也得挺直几辆 他林青婉一身傲骨 绝不弯折 一炷香后 身后终于有了动静 随之是斯文秦惊讶且慌乱的声音响起 林 林妹妹 你 你怎么在这 林青婉淡淡淡回身 看着心心作态的斯文秦 牟底仿佛有巨浪翻滚 不过转瞬即逝 浅浅一笑 刚到不久 斯文秦小心地去了眼随之走出的男子 脸上逝时闪过惊慌难堪 随之笑笑 忙急不离去 沈默身子僵在原地 温雅清朗的面色有些发白 袖中 手紧紧攥起 眸子深邃地 盯着面色清淡的少女 有丝丝惊惶惶 青婉 何时来的 你希望我何时来的 林青婉直直盯着男子 本该酌心痛楚 此时却出奇的平静 哪怕对着这人 竟也生不出任何波澜 沈默面上有一瞬的挣扎 随即抿唇笑笑 如他们一贯相处一般 柔声问道 此时出来 可是寻我有事 最后一丝西纪被打破 林青婉眼下眸中神色 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是有些事寻表哥帮忙 过几日迎表妹生辰宴 我想带上大姐姐一起 表哥吗 沈默有些正然 看着少女微垂的长洁 光洁银白的侧脸有些恍惚 一切好像 又回到了五年前 那些柔软温情轻然倒塌 不复存在 心底有一处光影 正逐渐熄灭 让她产生一种 前所未有的慌张与不安 清 婉 她不由自主上前一步 那人却惊慌退后 林青婉看着有些失态的沈默 眉心微醋 心如止水 表哥可是有哪里不适 回过神来的沈默摇了摇头 恢复了往日君子之风 汉手道 你放心 我会让母亲身边嬷嬷 亲自来下帖子的 如此就麻烦表哥了 表哥请便 林青婉扶了扶身 毫不犹疑地转身离去 沈默站在原地 直到林青婉身影消失 脸色才陡然沉下 石木心之主子动了怒 只乖乖上前跪下 请爷息怒 属下认罚 砰的一声 沈默毫不留情地一脚 将石木踹翻在地 声音前所未有的阴冷 石木 你好大的胆子 石木压下口中心田 又连忙跪直身子 属下怀思 任也处罚 可属下不悔 也胸怀乾坤 才华卓绝 他日必有作为 属下不能让表小姐误了您 爷 若非老爷帮衬 林家如何能挤进四大世家 如今您又许表小姐正妻之位 已然人至一尽 林家 攀着爷站稳脚跟 表小姐还如此 善度 给您脸色瞧 总之 属下心里不服 石木扭过头 一脸坚毅 哪怕爷打死他 他也不悔今日之举 他就是想要表小姐看清形势 认清自己的地位 省得连累爷 跟着被人嘲笑诟病 况且这也是那位的意思 可这些话 他却是不敢说的 他身之爷的脾性 若他真敢出口 也怕会真的出了他 沈默静静看着石木 眉间是前所未有的灵力 回府去竹书那领罚 是死是活 便看你命数吧 话若转身离去 石木浑身都凉透了 却也只强撑着 磕头应事 林清婉没有回言会听 而让宁香告知了王氏一声 提前回了马车上 宁香看着面色清凉 倦怠无神的小姐 有些心疼 小姐 您别难过 方才表少爷不是都拒绝斯小姐了 可见他心中是有您的 林清婉窝在车厢一角 没有言语 宁香又道 若小姐心中不痛快 奴婢便再去寻表少爷 让您问得清楚 不必 林清婉和上眸子 有些答案不一定非要说出口 沉默也是答案的一种 他又何必自讨苦吃 而他允他私下见面 已然答案明确 你看这会儿 我想休息一下 是 宁香从香笼中拿出绒毯 给林清婉盖上 小心地退出了车厢 第七章死心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王氏便也离析出来 见林清婉正昏睡着 并未让打扰 只让李嬷嬷通知沈默一声 先行回了府 马车微微晃动 林清婉立即发觉醒了过来 看到王氏有些震愣 阿母 您怎么这么快便出来了 王氏微微叹息 阿母听宁香说 你有些不是 心里不放心你 现在可好些了 林清婉汗手 让阿母担心了 女儿还好 没事就好 王氏拍了拍她的手 没有再问 回到林府 王氏壮若无疑问道 你今日可是去见你表哥了 林清婉身子微僵 大方承认道 是 又是一声轻叹 王氏拉起女儿的手 往淬愿走去 前些日子 你祖母派人送了些 圣经流行的稀罕物来 你去挑挑可有喜欢的 林清婉乖巧的英好 心知阿母是有话同她说 左不过那些负得伦理 心里逆微的紧 不过说起来 她倒也称得上一身反骨 那些四叔女界 她听了十六年 也愣是 没能将她扭过来 可见 她有多叛逆 去到翠苑 王氏先是让李嬷嬷端了东西进来 让林清婉挑选 林清婉心里存着事 只兴致缺缺的随意点了几个 让宁香收下 王氏看了眼有些无奈 吩咐宁香道 将那块琉璃镜 与鸾精拆一起装好 给你家小姐带回去 宁香忙硬下 林清婉神色淡淡 没什么反应 这般小事 她一向听话 让收下就收下 那是你大表哥 特意从西域小贩那买来送你的 在圣经 也是极罕见的务实 倒是老大表哥 总记挂着女儿 林清婉腼腆一笑 这位大表哥 是她舅舅长子 虽素未谋面 却时常会捎带东西 给她 王家子嗣不疯 小自辈的 更是值你一个女孩 她得了好东西 自是都给你的 提起娘家 王氏眼角眉梢都带着怀念 自嫁来江南 她已记不得 有多少年没回去过了 以往每逢年节 倒还能回京看看 自近几年新帝临朝 对世家多有打压 便不曾再回去过了 好了 不说这些 你今日可见到你大姐姐了 她可还好 林清婉闽纯 略有犹疑 大姐姐她 不太好 王氏笑笑 丝毫不见意外之色 可是司夫人又为难她了 您怎么知道 林清婉面有惊讶 随即又道 大姐姐倒是不曾说 司夫人对她如何 只看起来精神很差 林清婉挑挑拣拣说了些 又道 大姐姐院子有一株白玉兰 与前些年表哥 送的那株品种相似 王氏侧头看了她一眼 有些似笑非笑 你想说什么 林清婉面色微红 白玉兰品种稀有 在江南这边极为罕见 亦难以存活 大姐姐那株 却是开的正盛 女儿怀疑 大姐姐院里的东西 是司家特意赶在寿宴之前 挪去糊弄咱们的 王氏汗手 你怀疑的不差 为何 林清婉下意识问出口 又名嘴垂下了头 妇人计价 致孝于救孤 救孤者 尊你于天地 这句话自他们十二岁那年 夫子便每日而提面命 天地如何做 都是对的 不喜欢你 亦不需要任何缘由 若今日大姐姐实话告知 声明传出去 即便司夫人得个刻薄名声 大姐姐亦会被指宪婆母于不义 难道咱们就任由大姐姐 自生自灭 二伯父 二伯母呢 他们可知大姐姐日子艰难 林清婉绕不死心问道 王氏笑笑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四二公子的孱弱 是打娘胎里带来的 你二伯父 二伯母 还不是依旧将你大姐姐嫁了过去 虽未直面回答 林清婉却是懂的 从大姐姐出嫁那日 因已是被二伯舍弃了的 他们不在意 大姐姐究竟是死是活 只要能牢牢抓住利益 便行 你二伯父与咱们不同 你爹爹是林氏家主 有偌大一个林家继承 而你二伯父 想在林家站稳脚跟 二伯有一席之地 便得有让宗族认可他的本事 私家最大的底蕴 就是生意 而你二伯父掌管的 也是林家的生意 林氏有说不清的老爷 公子 若他不行 自有其他人顶上 若二伯没了价值 你祖父一会毫不犹豫地舍弃 届时 除雀温饱 二伯便什么都不是了 王氏第一次将士族中的这些弯弯绕 讲与林清婉婷 你大姐姐如此 作为林氏嫡女的你 更逃不脱 你的婚事 不仅仅是你爹店 阿母所能做主 更由你祖父 祖母 甚至宗族盯着 阿母能做的 便是在范围内 给你挑选最好的人家 沈家老太爷 老太君去得早 如今的沈家内宅 皆由你姑母做主 你又是他的嫡亲侄女 自不会搓磨你 阿母这些年冷眼瞧着 他对你倒也是 有几分真心在的 他日婚后 只要你肯花费几分心思 又由你姑母护着 日子自不会难过哪去的 林清婉只默默听着 不言不语 昔日烦闷 如今心里倒是平静 只除了对这个时代 身为女子 而心生悲凉罢了 王氏瞧了眼 垂头百弄玉佩的人 便知他 未曾将自己的话听进去 无奈一叹 伸手握住了林清婉的手 又示意李默默 宁香退下 待房中指他母女二人时 王氏才悠悠道 身为女子 阿母亦能理解你的心情 可生在这个时代 命运皆不由我们女子做主 我们只能尽力让自己好过 不深陷自爱自怜中取 世家娶妻 要的是端庄大气的主母 可匡扶夫婿 那条后宅 至于那些个情情爱爱 则是妾氏的立足之本 世家爷们要风花雪月 找妾氏即可 可若正妻 则只以贤淑为要 你自幼便得夫子教导四叔 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世家妇 而墨哥要的 便是这般的妻子 他心怀抱负 兼有重责 情爱于他来说 皆可有可无 若你当真无法接受 便不要将他当作你的夫婿 只当他是个搭伙的 平日只需 做做功夫即可 只要无心 任由他左搂右抱 也扰不得你 林青婉恶然抬头 似乎不信这样话的 竟由王氏口中所出 王氏淡淡一笑 眼底一透出几次悲凉 阿母也是 打那时候过来的 年少时 一心只想红暗相装 可后来挨得狠了 便也慢慢懂了 林青婉听的心中 颇不是滋味 一时尽不知 这偌大林府中 尚还存几分真情 阿母带爹爹 可谓无微不至 是林府中少有的恩爱 可那里竟是这般 王氏唇角勾起一丝嘲讽 即便是现在 你爹爹还以为我全心全意 爱惨了他 可其实如何 只有我自己心中清楚 所以晚点啊 你要学会放过自己 你折腾的自己欲欲寡欢 除了得个善度之名 给他咽气 什么都改变不了 林青婉神色恍惚 端着茶杯的手 隐隐颤抖 豁然开朗的同时 那曾欲动的少女心 也在渐渐入灭 化为死灰 是啊 若真无力改变 那便做一个合格的林家女 世家父 也算偿还了林家这16年的荣宠 林家养他前半生金娇玉贵 沈家养他后半生衣食无忧 他这一生也算顺遂 王氏抚摸着女儿的发丝 毛子里满是心疼 阿母当初有多盼望你的将士 如今就有多难过 为何没将你生做男子 林青婉垂眸眼下怅然 阿母别这般说 这世上本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林家给了女儿荣华富贵 女儿以礼报之 也是理所应当 这般尊荣 也是无数女子求之不来的 你能如此想也好 至少心中的不甘能少些 不愿天尤人 日子才能过得去 王氏面带愁思 直到林青婉离去 依旧没有动弹 李嬷嬷进来 低声道 夫人 老爷回来了 像是吃醉了酒 去了后头粮食呢 脸下神色 王氏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冷淡道 吩咐李春做碗醒酒汤送去 是 李嬷嬷声离去 却听王氏嗓音悠悠响起 四滴难自语 心若死透了 总能做到的 第八章泥潭 回原路上 林青婉心中 记挂着林青怡的事 面上就有些心不在焉 迎面便撞上了 去王氏那的林轩逸 他的二哥 林轩逸今年刚直若冠 却是一个老夫子模样 满肚子的圣贤书 开口就是知乎折也 林青婉听他说话 就脑袋大 二哥 林青婉扶身一礼 半年后就是秋围了 哥哥今日怎的舍得出房了 林轩逸面色清俊 满身的书卷气 再端方不过的君子 他汉手回礼笑道 祖父来了信 让我提前启程去往圣经 想带我先行拜访下汉林院红儒 我来与母亲商议下 该被什么礼方不施礼 哥哥说的 可是楚阳大儒 正是 妹妹也知道他 林轩逸眼睛亮晶晶的 他静慕他已久 如今得知 能得那位指点 自是高兴不已 林青婉笑笑 楚阳大儒学贯古今 学士渊博 来我东汉顶梁 恭喜哥哥了 林轩逸脸色有些发红 抑制不住的高兴 那二哥就快些去吧 也好早些准备 林青婉让开路 林轩逸点头欲走 可刚走两步 却又忽然停了下来 林轩逸不解看他 林轩逸回过头 古板的脸略显局促 妹妹 你别将外界那些魂话放在心上 若你不想嫁 咱们便不嫁 二哥哥养着你 林轩逸愣住 半赏道 我也许的确会呵斥 可你是我的亲妹妹 我只帮亲不帮你 看着男子那张越发战红的脸 林轩逸心中很暖 谢谢二哥 林轩逸点头 转身离去 二公子戴小姐真好 宁香道 林轩逸笑笑 二哥一心只有功名圣贤书 能说出这样的话 的确令人感动 转念想到大哥哥 林轩逸笑意淡了几分 王氏逸二子一女 长子林轩锦 自出生起 便以家主的规格得祖父亲手叫头 若是他 定不会这般 而是会训斥 或是大局开解 所受的观念不同 责任不同 林轩逸此时突然明白 沈默与大哥哥 自幼所学 便是一样的东西 每走一步都要细细筹谋 每一个选择都会权衡利弊 选择他 不是因为他是他 而是因为他的身份 也许有几分情意在 可更多却是各取所需 无论沈家还是林家 皆是如此 可惜 他的二哥太单纯了 他此时无比希望他能一举高中 不为别的 只是不想这般清澈干净的二哥 有朝一日会变成二叔那般模样 为了地位 牺牲轻女 回到庭院 另一名大丫鬟宁乐 正端着婆罗 坐在院中配线 瞧见小姐回来 立即惊喜上前 小姐 奴婢配出凤尾 用得绣线了 林轩婉垂眸看了眼 丫鬟手中线团 神色淡淡 别说了 宁香一个劲地摇头示意 宁乐也觉察出了不对 手中线团紧了紧 有些小心翼翼 只听林轩婉道 以后这些活交给府上绣娘即可 不必亲力亲为 宁乐呆了呆 小姐不是要亲手绣喜帕吗 如今就差一个凤尾了 不绣了 通通送去绣娘呢 嗓音不中 更没有任何赌气的成分 平静的 犹如在说今天的天色很好一般 宁乐值得应下 带林轩婉进屋 才拉了宁香问 小姐这是怎么了 怎的去了一趟私府就变了 哪怕上次表少爷 做出那般伤小姐心的事 小姐都没说出这样的话 宁香摇头 你只管按小姐说的做便是 其他的莫多问 打发了宁乐 宁香连忙进屋 小姐 宁中午多饮了几杯果子酒 奴婢让宁霜给你熬碗节酒汤吧 省得明日头疼 提到宁霜 林轩婉猛然想到什么 不必了 你让宁霜过来一趟 我有事寻她 宁霜也是林轩婉的大丫鬟之一 不过却是从大街上捡来的 她的祖父 曾是江南有名的大夫 后来不知为何医死了人 于牢中暴毙 只留了一个小孙女被人报复 质子无辜 林轩婉便将她带回了林府 虚于 一个轻衣小姑娘挑了帘子进来 淡淡药香弥漫鼻尖 小姐 您寻我 林轩婉点头 说起来这丫头也算她的小师傅 事宁她到跟前来 林轩婉低声道 宁霜 我问你 若一个人迈向虚福 身患顽疾 前内脏受损严重 可还有救 这 宁霜醋紧眉 面带担忧 小姐 您可是有哪里不是 不是我 是我大姐姐 林轩婉靠在软榻上 眸光清凉 今日我见她觉得她脸色白的奇怪 偷偷把了她的脉 要想知道能不能救 奴婢要亲自见过大小姐把锅卖材质 若不太严重 应是可以调理好的 宁霜不多问 只老老实实答道 林轩婉点头 可以 过几日沈家小姐生辰 你陪我一起 宁霜印下 面上有几份游仪 林轩婉看她一眼 有话直言 小姐 大小姐身处后宅 内脏受损 只能是常年 遭人殴打所致 林轩婉神色皱冷 抬眸看向宁霜 宁霜抿明嘴又道 内伤一般只有身怀功夫的男子 与人交手受伤 才会伤及脏腑 我知道 你去忙吧 不要将今日之事 告知任何人知晓 是 宁霜硬声退下 联想到屋中炖着的汤药 以及那偏僻的一脚 林轩婉浑身冰凉 若真如此 大姐姐这五年来 该是如何度过的 二房可全都知晓 想着不禁嘲讽一笑 若他日 他如大姐姐一般 身陷淋雨 比起沈家这棵大树 想必林府也会装聋作哑 正因自己身陷泥潭 才更想将他拉出来 是救他 亦是救自己 小姐 门外再次响起宁霜声音 林轩婉暗了暗 眉心有些疲惫 进来 瞧见宁霜手中捧着四层香食的盒子 一脸为难 林轩婉凭眉 宁霜明嘴开口 小姐 表少爷在老太爷书房里 东西是老夫人身边的龙月送来的 奴婢不敢拒绝 林轩婉看着那方盒子 神色不变 收入香楼 即便祖母不替他撑腰 他也不会再将东西退回去 惹人口舌 稚气只会让旁人看他笑话 而他 说不定还能得个痴情名声 宁霜长松了一口气 也不问小姐可否打开一看 直接就给锁进了香楼 龙月还说 夫人与小姐提前离席 令表少爷心中甚是挂念 让问您安好 好 宁霜扶身 退出去回话 第九章 被罚 带打发走了龙月 宁霜折回预言又指道 小姐 龙月说 大姑奶奶也回来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 仿佛跟您与表少爷婚事有关 大姑奶奶正是她的姑母 林九娘 不必理会 林轩婉认真地挽着手中落子 不一会儿 一个兰花形状的落子 便悦然指尖 起身解下杀杖上 童心结患上 林轩婉道 再商量也翻不出花来 随他们怎么折腾去 若是能退掉 便再好不过 可惜他知晓 那绝不可能 不过龙月这份情却是好的 你抽个 空给他送几个金螺子 宁香应下 夺揽了三日 今日却是不好在缺课 林轩婉一早打扮妥当 往女学堂去 说是学堂 其实就他一个学生 之所以地界宽敞 也是方便赵夫子 好教导他言行罢了 行莫回头 雨莫先纯 坐莫洞悉 立莫摇群 喜莫大笑 怒莫高声 赵夫子古板的声音响起 林轩婉双手交叠 做得端正 满脸认真 这段话是赵夫子 每节课都必要重复的 他已听了无数遍 以前有做的不端正的地方 还会被他手中戒指抽打 赵夫子是圣经外祖母 给他寻的教养夫子 各个方面 甚至比旁的夫子 都要苛刻许多 不过他才华也的确了得 除却那些令人压抑的女卑之论 林轩婉还是颇敬重他的 记得他初初学识 对这些言论很是不屑 身为女子 若连站握 笑哭都要被如此禁致 那岂不成了木偶 毫无生气 他敷衍 却遭受了赵夫子 更为严厉的教导 后来他方知晓 想在这个朝代生存下去 这便是女子的立身之法 与众不同 只会被舍弃 被取代 被抹杀 赵夫子轻抚一群 端坐在林轩婉对面 脸上的浅笑极其自然 这副表情林轩婉 看了不知多少年 他们口中的体面 小姐可还记得 何谓女子四行 林轩婉垂下头 一约复德 二约复炎 三约复戎 四约复工 那小姐前几日之行 可觉有错 赵夫子定定地 看着林轩婉问道 便知逃不过 林轩婉大放汗手 有 我错在哪 学生不该对外人使气 损了林府颜面 有副夫子教导 林轩婉说得坦然 赵夫子却是素了脸色 只是如此 看着少女低垂的眉眼 赵夫子心底轻声一叹 他这个学生形式有度 脑子聪慧 可就是一根筋 太过执拗 且认准的是不懂变通 林轩婉不语 赵夫子又道 我听着这话 却是与赌气无异 沈家公子与你自幼定亲 如何是外人 你分明是心中不服 林轩婉不着痕迹地撇了撇嘴 肩膀却是重重挨了一下 他连忙端正容颜 心底却是无语的紧 不许这样 不许那样 难不成连我心中服不服都管 嘴上却是力极服软 学生不敢 学生没有不服 何必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呢 赵夫子看他神色淡淡 便知他在敷衍 好气又好笑 一句外人 他便已知他心中想法 不过也并未多劝 直到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也许离经叛道 但只要不牵连家族 不累及自身 便是可行 这世上被舆论世俗压死的女子 不知反己 若你能找到令自己舒适的生存之法 更好 林轩婉惊讶抬眸 对上的却是赵夫子 一张冷沉的脸 抿抿嘴 林轩婉再次垂头听讯 嫡妻善度 同乱家之贼无益 这两日 你不必再来 将内讯抄上三遍 两日后交与我 三遍 林轩婉心底哀嚎 还是急得体的行李应下 赵夫子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有淡淡心疼 对身后丫鬟道 你去烫寿安堂 禀告老夫人 我也按他说的做了 只是三小姐心思坚韧 能听尽几分我便不知了 丫鬟硬生离去 回到院子的林轩婉 神色有些寡淡 抄写三遍 怕是这两日 都要挑登几笔份书了 想到赵夫子前后话的差别 林轩婉勾唇笑笑 虽受世俗禁锢 可身边人的心疼与理解 也让他被感温暖 林轩 教我受罚之事宣扬出绝 让寿安堂那边知晓 赵夫子是外祖母派来的人 总是不好 让他难做 接连两日不曾迈出房门 直到第二日深夜才抄写完毕 一日一早 林轩婉便带着内讯去学堂 交与赵夫子 略略翻了翻 赵夫子满意点头 不错 于光瞥见少女中指的于清 正于开口 门外却是突然响起一道女声 赵夫子 三小姐 隆岳行过礼后才说出来意 老夫人请三小姐过去一趟 林轩婉还未开口 赵夫子道 寄你祖母找你 便快去吧 林轩婉扶身后 随着隆岳出了学堂 宁香心思活络 笑嘻嘻问道 隆岳姐姐 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老你追到了学堂来 隆岳不着痕迹地看了眼林轩婉 笑道 是旁知的一位小姐到了 她父母接不在了 老夫人接到了府上抚养 想让咱三小姐多代代 林轩婉面色不变 心底却有些发冷 哪怕心中知晓 可梁博至此 总是让人心寒 老三小姐稍等片刻 奴婢去禀告一声 林轩婉点头后再连外 隐约听到屋中欢声笑语 陌生的少女娇柔声传入耳畔 林轩婉唇脚微扬 神色淡淡 若在前几日 她或许会难过 会心痛 会难以接受 可如今却是心如止水 想到前几日 姑母与她道府的事情 林轩婉突然想知道 这件事是否与她有关 这可是她的意思 是想让自己认清现实 还是给她警告 让她不要心存妄想 三小姐 老夫人请你进去 正垂眸思索着 笼月挑帘出来道 第十章 姐妹 连起神色 林轩婉挂上得体浅笑进去 屋中一派祥和 空气中散发着淡淡安神香气 林老夫人端坐上位 膝下正柜坐着一位轻衣少女 正认真的给她暗揉着膝盖 软牙头好手法 被你按了这会儿 全身都轻松不少 老夫人夸奖 若你喜欢 孙女每日都给您按 祖辞孙孝 道显得林轻婉 这个正儿八经的孙女 有些多余 祖母 林轻婉屈膝行礼换道 林老夫人这才睁开眼睛看来 一双老眼隐含暗盲 锐利中夹杂着淡淡不悦 梁九方淡淡恩了一声 此时那轻衣少女 也极有眼色地站了起来 与兰见过三小姐 林轻婉眉梢微调 不着痕迹地瞟了少女一眼 不同于世家女的温婉贤淑 亦不同于小官女的小家碧玉 而是从内到外 都透着一股柔软 鲜腰细的 仿佛轻翼便能折断 连声音都柔得 犹如二月春风 与兰妹妹好 林轻婉回了一礼 面色无波 如此自容 的确有被姑母高看一眼的资格 于林家 一个无父无母的姑女 亦最好拿捏不过 林老夫人懒散地靠在玫瑰榻上 一双老眼 却一直盯着林轻婉的神色 见她并无任何不满 眸中不悦才淡了些 这是你四爷家的孙女 她父母去得早 就留了她一个 也是你姑母心软 不忍心她无依无靠 便将她送了来 林老夫人说得随意 话中意思却透露颇多 林轻婉微笑汗手 只点头称是 宇兰是个懂事有分寸的 往后便让她跟在你身侧吧 将来你们姐们二人 也好有个照应 是 林轻婉依旧应下 不多问 也不使气 这倒让林老夫人皱起了眉 她说得如此明显 难道这丫头听不懂 再细细看去 少女眉间清明 神色冷淡 分明还是那个聪慧通透的丫头 林老夫人心中有四不忍 毕竟是血亲孙女 只是比起林家将来 这四不忍便显得 太过微不足道 林老夫人压下不适 吩咐隆岳 将宇兰小姐的东西 搬去三小姐院的后厢房 再拨两个小丫花 好声伺候着 隆岳应声俱伴 轻衣少女面色却白了一瞬 身子有煞事僵硬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浮身谢恩 林轻婉没什么反应 对林老夫人这打一巴掌 又给一个甜早的行为 很是逆味 既要抬举 却连院子都不肯给 让像丫鬟一样住在厢房 是存了新体点她 也是在警告那姑娘 别动不该有的心思 林轻婉顿觉无味的景 看着这个嫡亲的祖母 只觉悲凉 都说皇家无情 可面对利益取舍之时 她的至亲同样凉薄 林轻婉从始至终 不曾露出半丝不悦 不论林老夫人怎么说 都点头硬下 令林老夫人挑不出错 就在林轻婉领着人 准备走时 林老夫人突然叫住了她 面色缓和道 前几日 你姑母来时 带了一套羊之玉头面 祖母待不合适 道应趁你肤色 待会让隆岳给你送去 谢祖母 恭敬有加 清敬不足 林轻婉自然知道 是林九娘的意思 给一刀子 又来送药 这母女俩形势 倒是如出一辙 林老夫人心下叹息 白手令她们退下 屋中安静下来 随时嬷嬷拿起软枕 放在林老夫人身后 让她靠下 玉香 我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她毕竟是我的亲孙女 老夫人都是为了林家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玉嬷嬷宽慰道 林老夫人一声长叹 咱们能再次与沈家联姻 多亏了九娘 我也不能让她难做 这世家的爷们 三妻四妾乃是寻常 谁家愿意娶一个善度的主母 搅乱家宅 只希望经过雨嬷一事 她能转过弯来变好 玉嬷嬷笑着点头 三小姐自幼聪慧 自然明白 雨嬷小姐的事 也是姑奶奶的意思 你也是不得已 三小姐会明白的 但愿吧 林老夫人合上了眼眸 无论如何 这门亲事绝不能丢 林家门风里叫 亦不能折 回到亭语院 林清婉看着低眉顺眼的少女 沉默半上 直言道 您知晓 姑母与祖母 接你来林府所为何事吧 雨嬷知晓 三小姐放心 雨嬷定竭力助您 绝不敢有别的心思 林雨嬷忙跪下沉默 脸颊上不自觉飞上红云 第十一章薄情 林清婉眸色暗沉 只那般看着她 心中顿顿的疼 果然 任何情感 都非一朝一夕所能割舍 哪怕她表现得再无畏 也掩不住心底沉痛 迟迟不见上方人回应 林雨嬷束手微钻 有些紧张 你可是 林清婉张口想问 话却引在了舌尖 眸中闪过一丝讽刺 你起来吧 宁香 宋雨嬷小姐去后厢房 待人都退下 林清婉跌坐在软榻上 面色苍白 那双如水秋眸 空荡无神 她本想问那姑娘 可是见过了她 可光看她那 脸颊薄肩春色 便已知答案 她呆坐在软榻上 直到外面响起脚步声 她才猛然察觉 自己的眼睛不知何时 竟已模糊不清 连忙抹了泪 小姐 宁香患得小心翼翼 林清婉吹着头 嗡了一声 带着嘶嘶鼻音 宁香是她最贴身 不过之人 自然察觉到了她的情绪 眼眶瞬间红了 小姐 您别难过 前几日 农月曾提醒过她 可她如何也没猜到 老夫人与姑奶奶 商量的 尽是这个 林清婉摇摇头 眼泪啪哒啪哒落下 若是外人 她也许不会这般难受 可来自于至亲之人的刀子 总让她疼得难以承受 小姐 宁香上前抱住自家小姐 眼泪汪汪 小姐 您别憋坏了自己 老夫人太过分了 您还没嫁呢 怎能就送了本家的姑娘做被窃 他们太欺负人 奴婢这便将她打出去 宁香气红了脸 转身要去赶林雨兰 却被林清婉喝止 难不成你想让整个江南 都看你家小姐笑话不成 宁香自然清楚厉害 不过是一时忍不住 替自家小姐不愤 林清婉擦擦眼角 语气冷了几分 咱们既收了 就得大大方方 大度豁达 让他们挑不出错来 姑母本就是在借着那姑娘 敲打于她 给沈墨找回颜面 赌旁人口舌 若她再做出不妥之事 不光是林府 就连她阿姆 不要连带被人戳几样 不过 一个妾室 又不是指她一个 日后家花也花无数 说不得让你打都打不过来 小姐 您还说笑 宁香气的跺脚 好了 咱们都别气了 气死了才是让他们高兴 林清婉勉强扯了一抹笑 仿佛刚才痛得 撕心裂肺的人不是她 她心中清楚 哪怕没有那些事情 林雨兰的存在 也是必然的 沈墨身策 注定不会指她一人 若她那的旁家 有权势的姑娘 林家 为了绑紧这艘大船 势必会在本家中 挑选人故宠 林清婉突然想起了斯文晴 若林家知晓 斯文晴有意给沈墨做妾 他们不知是何反应 估计会先送林雨兰 过去博宠吧 脑中天马行空想着 林清婉突然勾起了一丝浅笑 看冷了宁香 小姐 怎的又笑了 好生照看着后面那位 不远不进殿城 林清婉交代道 本家的人 脸面还是要给的 可也不能给得太过 若养了野心 总是她的麻烦 受安堂的事 自然瞒不过 执掌中愧的王氏 得知林老夫人 让林雨兰跟去了庭语院 王氏气地 砸碎了好几方茶盏 夫人 老夫人这意思 不是再明显不过了 再抬决 她在咱三姐面前 也不过就是个丫鬟 不值当您生气 王氏气得胸口直起伏 便是个鼻子 还不是要整日 在婉姐面前晃悠 老夫人分明是 故意给婉姐添堵 赵嬷嬷威精 连忙去扯王氏的袖子 又将屋中下人 统统赶了出去 才道 我的夫人 您切莫口无遮拦 老夫人如今虽不长家 可余威还是在的 指不定哪个去多了嘴 您又要担得恶毒名胜 为人儿媳 本就是天下是 最难相处的关系 光看东汉皇朝 对归得女子归制 便知对儿媳要求 有多苛刻 王氏心中愤闷 可还是不曾再说什么 出嫁女行事不端 连累的还有她的母族 嬷嬷 我知此事厉害 我也一直在 极力规劝玩解 可就算要人心思 也总要有个时间吧 老夫人与小姑子如此做 实在太过薄情 第十二章波斯猫 夫人说的是 或许经过这事 三小姐能突然想明白呢 若不经历 如何能轻易断了念想 便是夫人 您当年 不也是瘦得多了 心才渐渐冷的 王氏威智 点点头 你说得也对 可瞧着她受这罪 为娘的 总归心中不忍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心死是何等感觉 需要度过怎样的日夜折磨 方能冷情冷心 再无波澜 可这气总归是要出的 我绝不能让我的女儿 在我眼皮子底下 被人欺负 王氏眼中闪过绿色 低声交代了赵嬷嬷几句 转眼几日过去 林青晚依旧每日去学堂 看书 闲暇练练字 秀秀花 也算惬意 后侧厢房那位也算安分 除了起初那日过来道谢之后 亦极少出门 这日午后 林青晚正准备小气 便见宁乐挑了帘子进来 身后跟着一位面生的丫鬟 奴婢羽乏见过三小姐 林青晚询问 看向宁乐 宁乐脸上挂着布鱼 暗暗瞪了丫鬟眼才到 她是表少爷院里的 说是奉了表少爷话 有事见小姐 宁乐友好的冲宁乐笑笑 却收到了对方回忆的白眼 宁乐是个直信子 从宁乡口中知道了 表少爷所作所为 就一直不满 又加之林雨兰的入住 更让她心头火起 虽不能对她主子翻白眼 可翻一个下人 还是可以的 语法有思尴尬 面色却不见任何不悦 连忙从袖中掏出一方指法 恭敬递给林青晚 结果打开 刚敬有力的邢凯映入眼帘 林青晚略略扫过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大姐姐重病 离上次见面不过七八日 怎会如此突然 究竟是大姐姐病了 还是私夫人为 挡帖子找的借口 猛然想到宁霜说的话 林青晚面色微紧 难不成大姐姐诱 不过瞬间 林青晚脑中白转千回 思虑颇多 此时语法又世事开口 公子还让奴婢转告三小姐一声 请三小姐放心 她已派人暗查过 四二夫人因事无碍 她会再想办法的 林青晚 心中飘过无数白眼 林青晚还是秉着贵女风范 微微汗手 替我谢过你家公子 羽伐腼腆笑笑 三小姐不必客气 都是公子该做的 撇开对那人的倦怠 指着丫鬟储变不惊的态度 倒颇让她赞赏 再看依旧瞪着眼 怒目而视的宁乐 林青晚很是无奈 喵 门外突然传来猫儿声音声 林青晚正了正 乃来的猫叫 刚起身 便听羽伐笑道 是我家公子 让奴婢带来给三小姐的 公子再三吩咐 怕您不喜 让奴婢先问过三小姐再带进来 宁乐撇撇嘴 滴滴地哼了哼 以示不满 羽伐面色不显 依旧笑得恭敬 听着门外那柔柔的猫儿叫声 绕视任何女子都无法抵抗 林青晚闭闭嘴 拿进来看看 羽伐连忙硬生去拿 只见不大的篮子里 侧握着一只毛发 有黑发亮的小猫儿 一双眼睛蓝如宝石 滴溜溜地看着她 身下垫着颈段 巴掌般大小 喵儿 小黑猫蹭了蹭颈段 对林青晚又叫了一声 伸出小爪子 想去够她 林青晚心里软软地 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小黑猫立即将小脑袋 放在了林青晚手心里 软乎乎的小身子 煞食可爱 蹭得她掌心酥样 见林青晚露出笑意 羽伐忙接口道 这是公子特意寻朋友 从西边带回的波斯猫 品种极其难得 很通人性 性情也温顺 波斯猫又称贵族猫 哪怕在圣经 能养得起人家也不多 第十三章拒绝 羽伐是在告诉林青晚 沈默为了这只妈 费了不少功夫 林青晚闻言面色淡了几分 缓缓收回手 拒绝的话还未出口 竹帘随即被人挑起 林雨伦若柳扶风般走了进来 三姐姐 听闻您素洗桃苏膏 我特意做了一线 您看合不合您胃口 说着便将食盒打开 林青晚有些惊讶 她的突然到访 还不曾说什么 只听女子又压的一声 故作不知地看着羽伐道 这位丫鬟看着好生眼生 不是三姐姐这里的吧 扭头局促地看着林青晚 三姐姐 我是不是 是不是打扰您正事了 林青晚没有接话 谋色冷了几分 她本还以为她是个安分的 不曾想 这就沉不住气了 她是神府大公子的丫鬟 林青晚淡淡开口 林雨伦柔媚的容颜 立即羞怯起来 垂头站在一侧 任谁都能看出几分意味 林青晚回身坐在软榻上 瞧不出什么情绪 倒是宁乐 这会儿都快气炸了 恶狠狠地弯了羽伐一眼 羽伐 怪不得三小姐会这般恼火 夫人选的这人 着实太过 不说如今事情尚未有定论 只说正妻还未入门 小妾便巴巴地往上凑 任谁不赌得慌 羽伐手中还提着竹篮 此时亦不知该如何开口 只觉脸骚得火烧火燎 林雨伦垂头站着 心中小鹿乱撞 瞥见羽伐手中竹篮 眸光骤亮 好漂亮的猫 林雨伦上前轻轻抚摸黑猫的毛发 那猫却是惊了一下 刺出了尖牙 吓得她忙收回了手 回头看向林清婉 却见她正小口抿着杯中茶 脸色清淡没什么表情 心中生起一丝喜色 张嬷嬷竟真的没骗她 三小姐如今正处于封肩上 被沈家厌弃 不仅不会因她愉悦不满 说不定还会帮她 驳得沈公子的心 好替她自己说好话 她也正好能趁这个机会 好好与沈公子联络联络感情 他日进府 也好有一席之地 思及此 她又大胆了几分 问宇伐 这猫可是沈公子的 宇伐脸色僵硬 正是 是我家公子 特意寻来送三小姐的 她故意说得直白 若是旁人宇伐早就对了 可林宇伦毕竟是夫人选的人 不好下自家的脸面 原来如此 林宇伦脸上适时展现失落 委屈地逗弄着猫 这方座太令宇伐颇为无语 这样的人若真敬了沈家 只怕也是祸家之源 林清婉此时也冷淡开口 我性子懒散 不耐养这些东西 帮我谢过 你家公子好意 带回去吧 宇伐脸色发白 三小姐 波斯毛很乖的 她不会饶您的 不必了 林清婉拒绝得干脆 前脚给她当头一棒 后脚又送几颗甜枣 当她林清婉是什么人 宇伐提着竹篮 有些不知所措 想再劝 可触及少女冷沉的俏脸 心中有些惧异 林宇伦在旁小声道 既是三姐姐不要 可否送于我养 我瞧着实在欢喜得紧 嗓音颇有几分小心翼翼 她虽被人蛊惑 来试探林清婉 可脑子还不算太蠢 直到自己处境 林清婉不言 又不是她的东西 人家送谁与她合肝 宇伐手中竹篮一紧 拒绝不是 答应一不试 公子早有交代 务必让三小姐收下 可人不肯要 她总不能硬塞 正前后为难着 林宇伦便以身手接过了竹篮 我只姑娘为难 不若你先放我这养着 若省公子要 你随时来取便是 宇伐 嘴角抽了抽 宇伐颇有些无语 自家公子何人 怎可能应一个 而在问她要回来 她这与明强何意 也好 宇伐扶了扶身 只得回去如实禀报 临走前 宇伐深深看眼林清婉 只觉她对自家公子的冷淡 并非是稚气 林清婉见他们谈妥了 但道 宇伦 帮我送宇伐姑娘吗 林宇伦有些不高兴 林清婉让她干丫鬟的活 不过转瞬想到 能派来林府的 必定是她身边亲近之人 便起了几分心思 应声去送 待人都离去 宇伦忍不住道 小姐 宇伐 您怎能让她去送与伐 她指不定挖空心思想露脸呢 不禁禀报硬闯 一点规矩都没有 小姐在纵着她 她日还不起咱们头上去 林清婉自然知道林宇伦心思 但声道 我自有我的用意 你让宇伤不必拘着她 想干什么 就让她干什么 她一直都以为 她是个聪明且安分的 但若是心思太过活络 她便不能容她 并非是在意沈默 只是往后日子还长 她总不能整日花费心思在这上 小姐 宁乐瞪圆了眼 林清婉抬眸 宁乐 做事要沉得住气 你是我的人 行事已代表我的脸面与教养 你今日 瞪她哼 她可能让她少块肉 除了被人诟病我叫人不言 可起得了丝毫作用 宁乐面色白了白 垂下头部吭声 奴婢给小姐丢人了 可下次你 还是会犯 林清婉无奈道 回去好好琢磨 怎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虽不要求 你像宁香一样 可他日出了府 总是要能独当一面 沈家规矩 只会比林家更严苛 若他们性子鲁莽易怒 只会是她的麻烦 第十四章 林雨兰的心思 听闻林雨兰 一直将人送到了外门处才离开 听闻林雨兰 如真似宝地 提着竹篮回了院子 别提都开怀 世家大族从没有秘密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林雨兰还澄清在 在旁人的厌线目光中 丝毫没察觉出什么不对 张嬷嬷 多亏了你提点 否则她也不敢有这胆量 林雨兰一下下 抚摸着波斯猫的毛发 眸中满是欣喜 自父母离去 她步步谨慎 从不敢于举 林九娘的出现 是上天赐她的出路 她一定要紧紧抓住 雨兰小姐客气了 老奴既然 被派到您身边 自然事事为您着想 张嬷嬷立在一旁 垂眼瞧着喜不自胜的少女 眸中划过淡淡嘲讽 一个孤女 怎会懂世家中的弯弯绕 想摁死 实在一如反掌 林雨兰给波斯猫盖上颈端 让丫鬟带下去 卫视方起身 看向张嬷嬷 嬷嬷 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 你说三小姐会不会记恨我 小姐想哪去了 三小姐如今正水深火热着 若你真能得了表少爷 另眼相看 也是帮了她 三小姐不是个过河拆桥的 小姐还怕她日 没有一席之地 这话真真说进了 林雨兰心坎里 她无父无母 无家事可依 唯一可拿出手的 也就是这张脸 可女子容颜易老 若无依仗 怎在世家立足 沈家何等门帝 最不缺的 就是颜色鲜艳的女子 若能得林青婉相护 再博得她一二戎宠 日子才能好过 林雨兰想得很好 两边都想得了好 可世上哪有两全其美之事 此事过后 林雨兰便不再闭门不出 整日抱着波斯猫来回晃悠 因为 她听下人说 沈家嫡女要举办生辰宴 她想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再碰上沈府的人 看能否求来一张帖子 想到那伟岸清俊的男人 林雨兰就 脑袋发晕 纵使知道不妥 可还是控制不住 好在三小姐的人 也并未制止她的行为 让她心中松懈不少 更加确定了张嬷嬷的话 可惜一连逛了好几日 却连沈府人的面都没见上 张嬷嬷冷眼瞧着她蹦打 心中暗赤她轻见 可还是提醒她 小姐 您这样总归不是法子 上次三小姐回了沈公子好意 说不得沈公子正恼恨着 怎还会派人来 林雨兰早已急出了汗 明日就是生辰宴 难道她 真没机会见她了 嬷嬷可有办法帮我 林雨兰并急乱投医 本不抱有希望 却听张嬷嬷扶她耳边低难几句 眼睛顿时亮了 嬷嬷 这能行吗 会不会 会不会有些愉悦 张嬷嬷 如今您与三小姐是互惠互利 谈何愉悦 嬷嬷说的是 我这边去 林雨兰立即起身 往林青婉的院中走去 张嬷嬷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唇角扯了扯 出了门去 立即有洒扫的小丫鬟 快步上前 回去禀告一声 是成了 另一边 正在屋中刺绣的林青婉 看到林雨兰时 神色颇有几分古怪 宁香垂头接过她手中刺绣 唇角透着几分得意 她还是第一次 从小姐手中迎迎子 看着林雨兰的目光 自和善不守 雨兰小姐寻我家小姐 可是有诗 林雨兰支支吾吾 不知怎么开口 颇有几分难为情 她总觉得 有哪里不对 可又实在说不上来 林青婉淡淡看着她 也不催促 我 想问问 明日神府生辰宴 三姐姐 可否带上我 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 我会尽力帮三姐姐的 帮我什么 林青婉缓声问道 第十五章 高看她了 林雨兰张红了脸 我 我了半天 也没能说出话来 心中有些恼恨 林青婉的故意为难 宁香接口道 雨兰小姐 神府宴会 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去的 须得沈家倾下的帖子猜成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宁香的话 无意已触动了林雨兰 卑微可怜的自尊心 泪水哗啦落下 我知道我不如三小姐尊贵 可我也是这儿八经的林家人 怎就成了丫鬟口中的什么人 这话是对着林青婉说着 意思便是说 林青婉瞧不上她 纵容下人坐见她 林青婉面色淡了下来 有几分沉浪 宁香气道 雨兰小姐 有帖子才能上门 这本 就是世家贵族的规矩 你上门 要求我家小姐带你一起 本就是强人所强 虽为旁知 可我也是林家的小姐 何故你一个丫鬟教训 林雨兰也来了气 近日来丫鬟婆子的追捧 让她有些忘我 更认为林青婉此时 正是需要她的时候 如今为难 不过是想敲打她而已 既是互惠互利 她自也不用太过卑微小心 让一个丫鬟欺负到头上 宁香都快惊呆了 怒气转为无语 她是怎么短短时间内 蠢成这副模样的 林雨兰见宁香发愣 只以为被自己威慑住了 冷冷哼了哼 转而看向林青婉 面上挂上讨好 三姐姐 您便带我一起吧 若实在不成 我扮作丫鬟伺候你也行 林青婉盯着她 嘴角鸣起 第一次觉得自己看走了眼 终究是她太高看她了 行 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得到林青婉的回话 张嬷嬷又说对了 三小姐果然想靠自己 笼络沈公子 心中不禁有些吃笑 怕是她不来 这位也会想法子带她去的 自己亲自上门 还得了一顿牌头 不愧是林府教养长大的嫡女 真是会装 似及此 林雨兰又不屑地瞥了宁香一眼 才告退出去 宁香瞠目结舌 小姐 她娘是不是忘给她生脑子了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 林青婉面色尴尬 还不等她言语 宁香小手已经伸到了跟前 小姐 您说了 奴婢就说 她肯定会上门求小姐的 林青婉无奈 自己去装匣子拿 起初看 这姑娘也是个沉稳之分寸的 可最近这一系列行为 着实惊得她不轻 宁香喜滋滋地将金螺子踹进怀里 这可是她第一次从小姐手中迎东西 今晚可是有的热闹了 宁香笑道 想到祖母那张范青的脸 林青婉心底就舒畅 被自己挑中的人打了耳光 不知该有多憋屈 被他们强卫的气 终于舒缓了些 林青婉面色不露分毫 交代宁香道 让咱们院里的人都惊醒些 别沾了咱们会起 小姐放心 老夫人绝怪醉不到小姐头上 林青婉汉手不再理会 接着三不相的刺绣 认真忙活起来 林雨兰却是不知自己 已闯了大祸 昂首挺胸地回了住处 张嬷嬷 又让你说对了 三小姐果真答应 带我一起去了 张嬷嬷耸着眉眼 文言头都不抬 声音透着几分敷衍 沈公子连波斯猫都给了您 可见心中是有您的 三小姐想缓和二人关系 挽回名声 自要带上您的 第十六章一群 嬷嬷说的是 林雨兰满脸喜意 束手抚着万间玉琢两酒 才依依不舍地退下 递给了张嬷嬷 这些日子多亏了嬷嬷提点 她模仿着林青婉的模样 脸上是高高在上 张嬷嬷看着那劣质浑浊的玉石 眸中闪过嫌弃 还是伸手接过 老奴谢雨兰小姐 林雨兰眸中闪过肉疼 一时舍不得松手 还是张嬷嬷询问看她 才回过神来 脸色有些善善 张嬷嬷收进怀里 心下冷斥 不是小姐的命 偏生小姐的病 笼共上下没几两银子 还学着贵人打赏 林雨兰又看了眼张嬷嬷 方玉琢的胸口 才依依不舍地收回了目光道 嬷嬷 明日宴会 想必各家贵女都会参加 我却连见像样的衣裙都没有 林雨兰欲言又止地看着张嬷嬷 张嬷嬷 她就说 这位怎么这么大方舍得拔毛了 原是在这等着呢 即便是给你找来凤袍 你也去不了啊 张嬷嬷心里嘀咕着 面上还是认真想了想 道 老奴倒是与绣房的一个婆子 有几分交情 不若老奴去寻她 借见三小姐的旧衣服 她不要的衣服 我如何能穿 林雨兰面色有些难看 张嬷嬷垂下眉眼 三小姐的衣物都是上等的客丝锦筹 大多也只穿过一两次 都还心着呢 林雨兰手中帕子绞成了绳 面色有些扭曲 她亲近身家都得不到的衣裙 林清婉竟能随意丢弃 心中的不平达到了顶点 张嬷嬷冷眼瞧着 心中冷笑 人哪 永远是这山攀着那山高 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 那嬷嬷 可否让秀娘略微改改花样 林雨兰难为情问道 她可不想被林清婉认出来 若是她曾穿出去过 让沈公子看出来 岂不是丢人死了 心中不禁埋怨起了 林老夫人与林九娘 连件像样衣服都不给她做 却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成 那些衣服本就是绣坊改过后 做了别的用处 老奴这就去问问 带张嬷嬷走后 林雨兰将带来的那几件衣服 都翻了翻 昔日瞧着最好的一件衣裙 却也只比林府丫鬟的衣服 强了一只半点 林雨兰愤地将衣裙塞进衣柜里 心中更加坚定了 要尽沈家的决心 明日是她最好的机会 她定要得了沈公子欢心 最好能被沈公子留下 她也不必在这林府寄人篱下了 翠玉院里 张嬷嬷手中举着玉镯 恭敬地立在下手 王氏端着白玉斩抿了一口 方道 即使给你了 你便收着吧 谢夫人 张嬷嬷将玉镯收进袖中 夫人 老奴告诉她 去绣坊给寻见三小姐的旧衣服穿 您看 哪怕是主子不要的 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穿的 张嬷嬷小心问道 王氏只见敲了敲茶盏 交代道 玩紧急急时 绣坊不是做了件急急服吗 给她穿 张嬷嬷心中一动 连忙硬下 夫人放心 老奴今晚便能完成任务 王氏点点头 让张嬷嬷退下 一个小女娃 我本是不想难为她太过 可惜她心气太高 也太坦烂了些 王氏放下茶盏 揉揉额脚 赵嬷嬷连忙上前替她按 夫人不必愧疚 您也是帮了她 那位姑娘心思活络 耳根子浅 不过被人挑唆 几句就忘了姓慎名慎 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嫁进沈家的 他日不光给咱三姐添堵 若她再被别人叫唆 坑害咱三姐 才是大大不妙 王氏汉手 你说的不差 如今不过得了一点好 便飘得忘乎所以 若他日真得了宠还了得 又想到林老夫人 王氏面色舒缓了几分 哼笑道 他们自己选的人 如今却生了这般心思 我倒要看看 我那小姑子 如何给我交代 还有我那好婆母 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知该如何弃呢 第十七章 被赶 晚间 林清婉正忧虑着林清姨的事 宁香一脸古怪地走了进来 小姐 后头那位不知怎爹 弄来了宁极基石的衣裙 正满院子晃悠呢 林清婉眨眨眨眼 急急服 那不是被泼了茶水 扔掉了吗 宁香点头 的确扔掉了 好像她又从绣坊给要回来了 林清婉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 转瞬想到明日宴会 林清婉额脚跳了跳 这人形势总能出其不意 虽知晓她会折腾 可也不曾想过她会如此急迫自己跳进火炉里 即便是不要的衣裙 绣坊也不会随意给了旁人才对 她可是 话说了一半 林清婉突然止住 想到这些日子的反常 她眸子渐渐清明 算了 不必理会 将此事放到一旁 林清婉再次琢磨起了明日宴会 而林雨兰则在张嬷嬷的怂恿下 正恶不可知地翩翩起舞呢 殊不知麻烦即将临头 林雨兰小心地抚摸着身上滑符 再三确认道 嬷嬷 你确定绣坊已经改过了 旁人认不出来 张嬷嬷笑道 应是认不出来的 听那婆子说 这花纹样式都改过了的 林雨兰这方满意 并未注意到 有小丫鬟敲摸地跑了出去 王室得到消息 在屋中摔碎了好多茶盏 泪眼盈盈地去了寿安堂 林老夫人还不知怎么回事呢 看着突然闯进的王室 谋中有思不悦 你是当家主母 这副模样成何体统 王室伤心地 看着林老夫人 流着泪到母亲 我知你素来不惜碗简 可她是您的亲孙女啊 您怎么让外人如此坐见她 林老夫人被说得 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胡说什么呢 我如何不惜碗简了 又什么时候让人坐见她了 王室一张脸气得通红 眼泪扑速速落下 却不吭声 林老夫人还未曾见过 喜气成这样 究竟怎么一回事 竟让你跑来质问你的婆母 见林老夫人动了气 赵嬷嬷忙跪下 一五一时交代 老夫人 我家夫人也是心疼三姐儿 那 那宇鸾小姐 也着实太不像话了些 赵嬷嬷竹捣豆子 一般将林宇鸾近日的 所作所为说了出来 三姐儿知晓 老夫人抬举宇鸾小姐 处处谦让 可她也太狂妄了些 那沈家的丫鬟刚上门 她便巴巴地凑上去 还抢了沈公子 送三姐儿的波斯猫 整日在三姐儿眼前晃悠 如今更过分 不仅对三姐儿的大丫鬟叫嚣 还威胁三姐儿 带她去参宴 今日更是不得了 竟还穿上了三姐儿的吉吉服 简直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啊 林老夫人面色丈红 随即转轻 她扭头看向身旁嬷嬷 目带询问 嬷嬷有一半上 微微点头 虽和她所知有些出入 可大体不差 去 将她给老神带过来 林老夫人声音都猝了不守 自己的孙女 在眼皮底下 被自己寻的小妾欺负了 简直是奇耻大辱 她的确喜欢林雨兰 可她却也只是个 用来顾宠的玩意 如何能与林家嫡女相提并论 林老夫人 谋中闪过狠利 不知趣的人 她从不会手下留情 王氏垂着头 不时抽气两声 已是她的委屈和不甘 林老夫人面色由怒火 转为尴尬 给孙女徐被小妾 本没什么 可让人欺辱到嫡亲孙女头上 便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林雨兰被带来时 还穿着那套基服 一脸茫然 林老夫人却在看到她的衣裙时 怒火中烧 连沈问的心思都没了 拉下脸道 将雨兰小姐的东西收拾好 立即送她回林氏老家 林雨兰都呆了 哦 老夫人 雨兰犯了什么错 您为何要赶雨兰走 眼见富贵日子来了 却被人拦腰斩断 她如何能接受 起身跑向林老夫人 却立即被身侧摩摩拦住 雨兰小姐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你禁府那日 老奴就曾提点过您 要紧急自己的本分 切莫生了妄想 林府最容不得的 就是野心贪婪之人 林雨兰辩解道 我记得的 我 林雨兰伸手去拉那磨磨的袖子 一朵用金线袖的玉兰花 映入眼帘 她棱住了 星辰入了谷底 一时想不起 自己是何时蒙了心 竟丢了这泼天的富贵 送她出去 林老夫人喝道 立即有婆子上前 将林雨兰拉扯了出去 一个旁之 竟妄想越过三小姐 还明目张胆地勾搭沈公子 截胡送三小姐的东西 真是蠢得可以 王氏冷眼瞧着林雨兰被拖走 扶身谢过林老夫人做主 扭头就走 林老夫人面色善善 想说什么人却已走远了 她并未像以往一样发怒 只觉得有些难堪 从我库里 寻着贵重些的头面 送去三丫头那 回想林雨兰的所作所为 林老夫人只觉得极其的难为情 第十八章不太平 收安堂这边刚完事 王氏便派人 知会了林清晚 事已 隆岳到时便刚巧碰上了 哀伤难过的林清晚 自是好一番宽慰 隆岳姑娘不必客气 我没事的 林清晚红着眼摇摇头 翘脸染了几分伤感 令人好不垂怜 隆岳心下叹息 如此神仙般的人 老夫人怎舍得呀 将东西放下 隆岳又说了几句好话 才无奈离去 刚走不过斩茶功夫 王氏施施然进来 看到桌上要人眼的首饰头面 冷声哼了哼 这会儿倒是来显她辞了 林清晚笑 林雨兰毕竟是她请进来的 如今却得了这般下场 若祖母不出面安抚我 岂不要遭人诟病 做见亲孙女 林老林老了 怎能再当得恶名 林清晚扶着王氏坐下 王氏迟到 既做了就得担着 怕人骂她 有本事 别做那烟杂事 林清晚面色微僵 不由亚以她娘的大胆 王氏看出她一样 哼笑道 婆媳本就是天敌 不过都碍于律法人人束缚 做做样子 彼此过得去罢了 以往她从未有过对公婆任何不敬之举 哪怕背地里 最多也只是埋怨几句 可这次 着实让她恼火到了极点 林清晚亲手到了杯茶递给王氏 不都是母亲一手促成 祖母都没呕的 您还气什么 那也是他们活该 若非他们逼人太甚 我何至于此 王氏眸中闪过厌恶 也是这次我方看出来 你那姑母也不是省油的灯 看似豪爽利落 殊不知心中弯绕多着呢 往后你也要多加提防才行 阿母放心 若我不愿 谁也欺负不了我去 好好好 王氏将杯中茶 饮尽放在桌上 拉住了林清晚的手问道 你当真要插手你大姐姐的事 尽我所能 林清晚回道 王氏微叹 我知你心软 可就怕你好心帮了她 二房那边倒打一耙 阿母放心 女儿有分寸的 我不会将林家牵扯进来的 林清晚当然知晓 私家这门亲家于二房来说 意味着什么 林家比起私家门地 终究差了些 她自不会不自量力 为了帮大姐姐惹祸上身 得罪了私家 王氏见她眉眼清明 方放下心来 近些日子 江南颇不太平 明日宴会 多带些侍卫护身 宴会结束 切勿在外逗留 林清晚极少见到 王氏如此郑重模样 联想到上次的军队 有疑问道 可是江南出了什么大事 王氏汉手 能惊动朝廷 亲派王侯追查 却是了不得的大事 只是那淮阳王世子 油言不尽 谁也打听不出 究竟是出了何事 你一介女子 万事要小心为上 四大世家都查不出的大事 林清晚颇有几分讶异 这淮阳王世子 的确有几分本事 阿母放心 我知晓得 王氏又嘱咐了几句 才起身离去 一日清晨 林清晚记挂着去接林清仪 一早便起身梳妆打扮 宁乐娶过玉兰香露 抹在林清晚秀发上 屋中顿时香气扑鼻 清新淡雅 这是林清晚最喜欢的味道 宁霜 为她特别调制而成 香气不浓 行走间似有若无 却能沁人心脾 令人身心舒畅 小姐生得娇俏 肤色也白 奴婢给您碗个飞仙剂吧 定能惊艳全场 让瞎了眼的表少爷 瞧瞧她家小姐多美 宁乐心里嘀咕着 嘴上却是万万不敢说的 第十九章 索然无味 林清晚看着 镜中容色俏丽的少女 面色沉静 咱们是做客的 不可越过了主家风头 重归重 巨蟹变城 如今她正直风口上 若在宣宾夺主 那些贵女 是要做 她那个表妹沈盈佑 素来与她不对付 麻烦还是能少则少 宁乐撇撇嘴 小姐每次都让着表小姐 也不见得 贪念您好 收敛着先 想到那炮胀般的少女 林清晚也颇有几分头疼 也许是 她们二人磁场不合 那丫头只要见到 她就霹里啪啦崩个没完 不过一个孩子 我还能真与她计较不成 林清晚笑笑 沈盈性子虽急 却从未真正做过什么害人之事 也就一张嘴厉害些 最近出了这么多事 表小姐肯定又要埋太小姐了 宁乐闷闷地嘟囔道 却被宁向一个冷眼制止 撅着嘴不在吭声 乖乖地给林清晚挽起了发 在林清晚的要求下 直挽了一个简约的随云记 并肩几根白玉簪点缀 高雅中透着青柜 搭配一袭水清色云纹长裙 犹如不食烟火的仙子 清晨脱俗 宁乐谋中一满经验 都说三分看长相 七分靠装扮 奴婢乔小姐 是九分看长相 一分靠装扮才对 就你嘴甜 林清晚笑称他一句 方代宁香出了门 马车早已等在了府门外 光侍卫就十余个 林清晚看着阵仗颇有些好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出多远的门呢 宁香扶着林清晚上了马车 又吩咐车夫 先绕去私府门前 一行人才出发动了起来 林清晚心中记挂着事 一路沉默着 并未注意到 安静的有些出奇的街道 沈默只说 会想办法让林清一餐宴 却并未有直言片语传来 事已 他心中也颇为没底 不知究竟能不能接到林清一 小姐 到私府了 车夫在外小声提醒 牧壁去敲门 宁香转身跳下马车 林清晚撩起车帘一脚 见四家大门紧闭 心中沉了沉 不过虚于于 宁香一脸古怪的折回 如何 可是大姐姐病吗 宁香摇头 不是 里面的人得知 小姐来接大姑奶奶 说四二爷已经陪着 大姑奶奶出发了 四二公子也去了 林清晚很惊讶 传言四二公子 缠绵病态多年 就连当年接亲 也是兄长所替 如今竟能出府参宴 压下心头怪异 林清晚吩咐道 既如此 咱们也快走吧 马车再次行驶起来 等到审府时 宾客都已到了大半 门外车水马龙 每家都或多或少 带了几名侍卫 林清晚略略扫过 想着江南当真 是有大事要发生了 我以为林小姐 今日不会来的 一道亲力女生 从身后船来 透着几分嘲讽 林清晚不回身 也知晓是谁 不嫌不淡道 斯小姐都能 厚着脸皮追来 我作为这儿八经的表姐 自然要来的 二人声音都不大 可却都是江南贵族中的焦点 谁不知四文晴心目沈默 谁不知林清晚与沈默 这对未婚夫妻生了嫌隙 二人一出现 立即成为看点 四文晴面色青红交加 有些不自然 他当然知道 林清晚是在讽刺 他那日假山 对沈默示爱遭惧之事 四文晴大步走到林清晚身前 圆圆的眼睛满是怒气 你敢说出去 就死定了 他虽爱慕沈默 可女子刚长 四家脸面不可丢 四会外男本就薄逆 他万不能当个轻浮自荐之名 林清晚淡淡而笑 反问道 四小姐说的是哪一桩 清晚着实听不懂 你 四文晴气得咬牙 此时四周女眷也都正望着他 他指的又咽了回去 冷着脸道 什么也没有 你听拆了 真不知道要耳朵干什么用的 塞了驴毛一样 说完狠狠地甩着衣袖走了 林清晚也不在意 缓不往里走去 却见前方那人 又猛然停住了脚步 回头恶狠狠地瞪着他 四文晴长相随他父亲 眉眼阴朗 称不上多美 中等滋容 此时他凶神恶煞地看着林清晚 满头的朱翠昂起 如打鸣的骄傲攻击 我今日参宴 是沈公子身边 押换轻送的帖子 林清晚笑 哦 还有什么事吗 没能从林清晚脸上看出痛苦 四文晴咬得牙龈生疼 装装装 装死你 装不死也迟早憋死你 他最看不惯的 就是林清晚那副云淡风轻 仿佛不将任何事情 放入眼中的模样 让他觉得自己既卑劣又恶毒 虽恨恨走着 四文晴脚步却不快 直到听到 身后传来林清晚咒他先死的声音 才脚步轻快地离去 都是凡间人 装什么不染先尘 林清晚早已习惯四文晴这般 反正这么些年 因为沈默的存在 四文晴就从没消停过 踏进神府 林清晚先去拜见了林九娘 不同于上次的冷淡 林九娘拉着她 很是亲密和善 林清晚知道 她是在为林雨兰的事情心中窘迫 嘘寒问暖一番 林九娘果然迟疑开口 晚点 姑母听说 那雨兰丫头 做了许多不得体的事 你可别往心里去 是你祖母和姑母识人不亲 让你受欺负了 姑母说的哪的话 清晚怎敢记恨长辈 林清晚去了屈膝 语气平淡 撇开前些日子的波折 林九娘还是极喜欢这个侄女的 聪慧之理 进退有度 形势意识滴水不落 最适合做当家主母 林九娘轻叹一声 世家大族盘根错节 牵连太多 姑母也是不得已 等他日 你有了孩子会明白的 林清晚笑笑 规规矩矩站着 并不接话 四家小姐还在外面等着呢 你们一起去迎解尔纳 一路有个照应 林九娘壮若无意说道 余光却紧紧盯着林清晚 林清晚心下微色 他还奇怪 林九娘这般轻傲之人 怎会突然说这些 原来竟是动了斯文晴的心思 是 林清晚面色淡淡 眸中闪过疲累 这春红柳绿 岔子烟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真能做到如阿母说的那般 毫不在意吗 可行尸走漏的一生 又有何意义呢 心中颇为索然无畏 他曾妄已托付终身的好夫婿 当真是不放过任何与沈家有利之事啊 第二十章 一分不值 林九娘身边嬷� 老嬷嬷将她送出院外 斯文晴正领着丫鬟后在哪 眉宇间不见刻薄 只欲温婉嫌淑 二位小姐慢走 老嬷嬷屈身行礼 面上带笑 眼底满是精明 林清晚神色清淡 斯文晴回忆一笑 客气道 嬷嬷回吧 我与林小姐作伴便成 老嬷嬷汗手 直到二人身影消失 才转身回了院子 斯文晴紧挨着林清晚走着 直到绕过长廊 完全遮住了二人身影 才冷冷一吃 迅速拉开了二人距离 那日我祖母寿宴上 沈夫人那般护着你 今日涉及沈家利益 还不是轻易便接纳了我 真不知你究竟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得意了 林清晚侧头 瞥了眼趾高气昂的女人 急不雅观地翻了翻白眼 你明知沈家为何接纳你 却依旧舔着脸往里钻 又有何得意的 斯文晴面色一僵 如被踩了尾巴的猫般 气恨道 我乐意 你有哪只眼睛看见我得意了 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林清晚说完 加快脚步 拉开与斯文晴的距离 实在不耐在听她乱飞 斯文晴却不依不饶 快步追上 即便沈墨是因为利益取我又如何 那就说明我对她有用 只要有用 她就不能轻易舍弃我 总好过某人如破妈不一样 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丢掉 林清晚猛然指住脚步 眸色沉暗地盯着堵在身前的少女 斯文晴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神色的林清晚 那一瞬间 她竟在她身上 感觉到了如沈墨身上一般的压迫 你 你这般看着我做什么 我说的本就是事实 你是她嫡妻又如何 她心中有你又怎样 还不是被她一次又一次舍掉 你们还能剩几分勤 生在世家 本就是相互利用 相互扶持 我才不像你那么二百五 一心男情女爱 你就是脑子有病 世家只有永远的利益 勤奋在权力欲望面前 一文钱都不值 斯文晴说完 转身便走 脚步极快 不过转眼便没了踪影 林清晚立在原地 久久没有动弹 唇脚扯起 是对自己浓浓的讽刺 连斯文晴都明白的道理 她却将自己困在其中十余年 为两族联姻 沈墨定了她 为了思家财力 沈墨又许了斯文晴 将来沈府后院 亦会塞满各种各样的女人 相互制衡 可怜她起初 竟为一个通房与她志气 如今想起 实在可笑至极 正如斯文晴所言 只要思家不倒 沈家便永远有她一席之地 往年她还曾笑她愚昧 为一个不爱她的男子上蹿下跳 殊不知 她才是最清醒的一个 甘愿为妾 并非她自甘堕落 也不一定是她爱沈墨多深 谁又怎知 不是斯家为保四大世家之位的 不得以为之 是斯家的退而求其次 她为斯家嫁于沈墨 沈墨为斯家钱财取她 二人虽相互利用 却也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喂 你想什么呢 我的礼物呢 直到一个白皙御手 伸到眼前晃着 林清婉这才发觉自己 不知何时已到了沈淫院中 第二十一章 矛盾的沈淫 怎么 你莫不是被打击傻了 沈淫小脸娇俏 斜眼瞥着林清婉 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瞧你那丢了魂的死样 往日挤兑我 是不是一套一套的 今日怎地成了聚嘴的胡萝 林清婉堪堪回神 抬眼便对上了沈淫嫌弃的表情 招招手让宁香将礼物呈上来 今日是你生辰 我不与你一般见识 沈淫撇撇嘴 冷冷一哼 你也就欺负欺负我 蠢的猪一样 沈淫嘴上不依不饶着 还是利落地接过锦盒打开 气怒的眸子顿时亮了起来 小脸露出欢喜 身旁几位小姐 见此都忙凑上前 沈淫却啪哒一声 将锦盒合上 不给旁人看 算你有心 嘴上如此说 脸上的喜色却难以抑制 众位小姐虽好奇 也都识趣地没有多问 沈家作为江南之首 但凡有几分 交情的小姐都来了 阴阴艳艳挤满了沈淫的阁楼 你能在那做什么 处着当门什么 沈淫让身边丫鬟收好锦盒 回身见林清婉 依旧站在屏风处没动 不满的赤道 林清婉着实被空气中 各种各样的脂粉 气熏的脑袋发晕 听见沈淫叫她 只得硬着头皮进去 林小姐心气高 连个通房壁子都容不下 兴许是不想 与咱们这些俗人坐在一处吧 说话的是 斯文秦身旁的蓝衣少女 不过将男普通家族的嫡女 与斯文秦交情甚度 原本她是不敢与林清婉为难的 可如今斯文秦眼瞅着攀上沈家 沈淫又素不喜林清婉 这方大着胆子开口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既然知道自己俗还不麻溜出去 还坐着惹人闲 说话的是沈淫 一双眸子 冷冰冰地盯着蓝衣少女 与斯文秦 面色极其不善 蓝衣少女一致 脸色瞬间白了 怎么也没想到 沈淫竟会给林清婉出头 沈小姐 我也是好心 沈公子枝兰玉树般的人 怎好因林小姐被人谈论诟病 沈淫冷冷一哼 目光冷利道 够不够病 那也是我沈家的家事 与你何干 你这么大方 不知给陈家公子 背了多少通房小妾 我可听闻你家树妹 与陈家公子关系匪浅 你们是打算姐妹一起嫁吗 那倒也是美事一桩 陈家公子正是蓝衣少女 刚订婚不久的夫婿 陈家也算士族 陈家公子却是出了名的风流成性 蓝衣少女脸色忽轻固白 眼中已有泪意 沈淫是她万得罪不起的 可被如此羞辱 她一决十分难堪 斯文晴暗骂蓝衣少女没脑子 只得开口笑道 淫妹妹别和她一般见识了 她就是性子直了些 没什么恶意 沈淫冷冷一哼 若说对林青婉是嫌弃 那对斯文晴便是厌恶了 可终究碍于哥哥情面 不曾让斯文晴下不来台 屋中气氛有些尴尬 林青婉面色无蓝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斯文晴面色也称不上好看 此时她方看出 沈淫竟是在袒护林青婉 心中不禁奇怪 他们二人不是向来最不合的吗 有了前车之鉴 谁都不敢找不痛快 半个时辰 在众位小姐及其友好谦逊的闲聊中度过 将近五时 林九娘身旁嬷嬷来请 各位小姐 宴席已经摆好 还请各位一步内院 斯文晴领着蓝衣少女 率先起身离去 沈淫低声哼了哼 路过林青婉时瞪了她一眼 我当废 活该欺负死你 第二十二章 突生变故 林青婉垂着头在想事情 一时没反应过来 沈淫却以为 她是伤心到了极致 人都走远了 却又退了回来 冷着脸低声道 斯文晴的事还未定下 哥哥并未正视阴郁 你好生与她通通气 此事也并非没有回转余地 林青婉冷冷抬头 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沈淫见着她那淡然模样 心中气得不行 装装装 我看你究竟装到什么时候 等她针入了门 你可别哭鼻子 说完便气横横地走了 林青婉眨眨眼 颇有些无奈 不装男不成 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成 可即便是吊死 她也未必能阻止 不知是谁的安排 竟将林青婉与斯文晴 安排在了一处 两人共坐一张桌子 中间隔得老远 林青婉只觉自己像猴一样 被旁人指点观看 她也不理会 一一扫过在座小姐 找寻着林青衣的身影 她已嫁为人妇 应是一直在姑母院中 可她去拜见时 却并未见到她踪影 不免有些担忧 正疑虑着 便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向她走来 正是沈默身边的语法 语法躬身行了一礼 附在林青婉耳边说了几句 林青婉面色方舒缓下来 微微点了点头 语法去膝退下 林青婉转过头 却差点撞上斯文晴额头 没稍微调 你离我这么近做什么 斯文晴脸上尴尬一闪而逝 竖起的耳朵收回 直了直身子 这是我们两人的桌子 我爱坐哪坐啊 林青婉懒地理会她 垂头端起茶盏 可茶水还未入口 便听门外传来巨大响声 熟悉的整齐滑衣的脚步声 缓缓逼近 惊得她险些将杯子打翻 小姐们纷纷起身往外张望 沈莹率先起身往拱门走去 却被林青婉拽住 不要去 沈莹目录疑惑 便见母亲贴身嬷嬷 神色匆匆赶来 嬷嬷 外面发生了何事 老嬷嬷脸色沉重 小姐 您带众位小姐暂且避开 公子有些事情要处理 什么是非要现在处理不可 我还有这么多客人在呢 沈莹眉头紧锁 还欲再问 却被林青婉制止 别问了 咱们先避开再说 沈莹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林青婉拉着 去了她的阁楼 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你为何不让我问 沈莹甩开林青婉的手 有些不悦 林青婉瞥她一眼 道 是朝廷的黑甲位 你如果想去看热闹 我也不拦你 你 你胡说什么 黑甲位怎么可能会来我家 沈莹脸都白了 她虽远在江南 可也是听说过黑甲位的 只有犯了重罪的府邸 才会有黑甲位上门 黑甲位一旦出动 不会留一丝活口 沈莹浑身都颤抖起来 唇色发白 是被林青婉硬拉回去的 你不必担心 若是真有什么事 早就直接拿下了 不会有摸摸过来通知的 沈莹眼眶发红 问林青婉 真的吗 你没骗我 林青婉摇头 没有 不过 你现在最重要的 应是安抚这些小姐 稳住局势 别给你哥哥添乱 女子胆子小 如今发生这般变故 早就都吓得六神无主了 纷纷询问沈莹 究竟发生了何事 沈莹虽心也慌 但也得勉强撑住宽慰他们 斯文晴绕到林青婉身旁 低声问道 你方才和沈莹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知道 外面发生了何事 林青婉偏了偏头 忽而一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第23章 黑甲未搜查 斯文晴气得跺脚 冷冷一横 不告诉我 我就自己去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话若转身欲走 却听林青婉悠悠的声音传来 想死的话尽管去 斯文晴脚步立即止住 回头看向林青婉 你 你糊弄谁呢 这可是神府 谁敢动我 林青婉眉眼不抬 丝毫不理会她 气得斯文晴只咬牙 心底确真的有些发怂 林青婉虽讨厌 可却从不会妄言 物理小姐们叽叽喳喳 询问着沈盈 林青婉找了个 安静靠窗的位置坐下 洁白的窗纸映照下 是几道模糊不清的修长身影 有说话声传来 却听不清内容 沈盈阁楼门前 几道修长如竹的身影 立在那里 仿佛正在对峙 沈默一袭紫巾锦袍 玉冠高树 清俊的容颜沉冷肃木 挡在黑衣男子身前 堵住阁楼门口 周世子 神父你 都已搜查过了 阁楼里 都是江南未出阁的官宦小姐 绝不会有你要找的人 不搜 本世子如何知道有没有 毕竟 人是在你神府门前消失的 黑衣男子覆手而立 清觉的容颜 无一丝表情 只淡淡立在那 便给一种无形的压迫 出口的话冰冷而无情 怀阳王世子 这道熟悉的声音 让林青婉心中威震 我沈家多年来都谨守本分 从不涉及朝廷政事 怎会偷藏逆贼 周世子 并非在下阻拦公务 而是江南有身份的小姐 都在阁楼中 我沈家邀他们前来 如何能让他们 在我沈家丢了清明 沈默的话 并未激起周牧任何情绪 沈公子 忠诚不是靠嘴说的 沈家是否真如你所言一般 淡薄明智 你心中很清楚 本世子提醒你一句 圣经瞬息万变 沈公子还是安生些好 可别压错保 上错了船 得不偿失 沈默面色微沉 心中惊骇 不等他开口 周牧冰冷声音 已然吩咐下去 一盏茶后 搜阁楼 一盏茶 给了阁楼小姐们 足够地应对时间 黑甲卫统领一挥手 带着一队人闯了进去 浩大的声音 引起了众位小姐的注意 纷纷探头往外看 见到统一服饰的戴刀 黑甲卫都吓得尖叫连连 沈莹早已慌得六神无主 拉着林清婉的手 一个劲地问怎么办 在下奉命搜茶清饭 给小姐们一盏茶的时间准备 一盏茶后 在下便带人进去了 围首的黑甲卫高声提醒道 斯文青也慌了神 拼命地往沈莹 林清婉身边紧 怎么办 你们快想想办法 我还要嫁人呢 万不能让这群粗鲁男人 误了我名声啊 你要嫁人 我们都不嫁人当孤子不成 想不出办法 就闭上你的嘴 沈莹急红了眼 扭头对斯文青吼道 屋中乱得不成样子 滴滴的屋叶声缓缓响起 林清婉想的却是 这次周末倒还算有人性 比起上次在大街上君子许多 也许是因为整个江南贵族小姐 都在这的缘故 别急 江南所有贵族小姐都在 我们一起 又是配合朝廷公务 不会有事的 林清婉安慰着身旁几位小姐 沈莹也道 就是 名声扫地也有 本小姐陪你们一起 大家一起丢人 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他们这些人家闭紧了口 就不会有事 如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不怕谁出卖谁 沈莹 你房里可有违慢 林清婉问道 所有人目光都看向沈莹 若遮住面 倒也不算失疑 违慢是规格女子必备的东西 只是如今人数众多 几个素来与沈莹交好的小姐 立即上前眼巴巴地望着 沈莹也不废话 立即吩咐身旁丫鬟去取 有事有 不过也就三四个 听到这话 众位小姐也不围着沈莹了 昔日讨好凤城通通变了嘴脸 丫鬟刚拿着违慢 绕过屏风出来 便被一抢空 难得的是 斯文晴竟站着没动 沈莹瞥她一眼 你不怕嫁不出去了 斯文晴回怼 嫁不出去就赖你家 反正是在你家出的事 你哥哥理应负责 你是属狗的吗 皮这么黏 沈莹翻了翻白眼 抢到维慢的几位小姐立即戴上 双手紧紧护住 生怕被旁人抢去 林清婉再次开口 没有维慢就用面纱 再不行就扯了连杖 只要遮住脸就成 除了起初抢维慢的几位小姐 剩余十几位都尚算镇定 守着礼仪并未有不得体之举 此时听到林清婉的话 纷纷吩咐自家丫鬟去帮忙 一时间 屋中只剩刺啦刺啦声 奇怪的声响 让外面的男人都有些正愣 沈莫被周末的人看着 不许他说话 以免给屋中人传递消息 时间到 搜 门外传来男人的高喊声 阁楼门被哐当一声踹开 几十名黑甲卫瞬间冲了进来 因杀仗不够 沈莹与林清婉并未遮面 沈莹下的脸都白了 正在原地 被林清婉快速扯过背过身去 小姐们色缩在一角 常年交养内宅的他们 何时见过这等阵仗 黑甲卫都是上阵杀过人的 气势自然伶俐 见几名男人提着刀靠近 一名胆小的小姐 立即吓昏了过去 林清婉紧紧攥着沈莹的手 心中也很是紧张 身后传来杂乱的分曹声 那些人找得很仔细 连衣柜香笼都没有放过 四爷 没有 还是那道粗雅的男生顶抱着 嗯 男子低沉地应了一声 随即稳健有力的脚步声响起 林清婉不曾转身 却能感受到 那人掠过自己几倍的冰冷目光 燕儿 清婉 你们没事吧 沈莫第一时间走过去 将二人挡在自己身后 感受到男子清凉的气息 林清婉几倍威将没有言语 沈莹哽咽道 没 没事 惊到各位小姐了 你们可以走了 周沐依依扫过屋中众人 让开门口道 听到她的话 早就坚持不住的小姐们 纷纷在自家丫鬟的搀扶下 飞快地跑了出去 不过一会儿 人便走了得干净 周沐一直盯着地面 见那些小姐剑步如飞 并无不妥 眉头微微皱起 半晌后 方若无其事收回视线 沈公子 好自为之 周沐忧尘的目光 撇过墙角的林清婉与沈莹 一挥手 雾中脚步声响起 须鱼归于平静 林清婉松了口气 沈莹早下软了腿 瘫倒在她身上 别怕 没事了 沈莫安慰了二人几句 也匆匆离开 林清婉看着沈莫离开的背影 眸中沉暗 她能清楚感受到 方才周沐化落实 沈莫一瞬间的情绪变化 似金黄似英语 她究竟想做什么 第24章回复 安抚好沈莹 林九娘身旁嬷嬷匆匆而来 身后跟着王室身边的赵嬷嬷 见二人无视 纷纷松了口气 小姐 您没事吧 赵嬷嬷上前问道 老爷仔细打量着林清婉 见少女脸色虽白 衣裙却整洁干净 心底道一句 佛祖保佑 林清婉摇头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听侍卫说 这边出了事 夫人不放心 让二公子与奴婢来接您 林清婉汉手 如今沈府正乱着 她留着的确不合适 告别了沈莹 随着林九娘的嬷嬷出了阁楼 如今外面正乱着 未免冲撞了表小姐 便让马车后在了后门 嬷嬷嘴上解释道 一路将几人送到后门处 林轩义正站在门口急得来回踱步 远远见林清婉走来 忙赢了上去 妹妹 你没事吧 可有伤着 二哥放心 我没事 林清婉摇摇头 门外的车帘随之被挑起 露出一张病容娇弱的脸 夫人眉眼忧虑 看到林清婉十方放下心来 三妹妹 林清婉寻声望去 面色微喜 大姐姐 你也在 二弟将我接出来的 你可还好 姐妹二人相对儿坐 林清姨关心问道 还好 听语乏说 你一直都在表哥那里 你没事吧 林清姨摇头 道了句没事 林清婉却从中看出了几分忧愁 壮若无意问道 二姐夫呢 怎地没和你一起 她 她与表弟在一处 应是要等会回去 林清姨声音很小 透着思思慌乱 林清婉明显察觉出 她的欲言又止 不过也并未多问 马车缓缓行驶起来 绕过了后门拐入长街 熟悉的女子娇柔嗓音 传入耳中 林清婉挑起帘子看去 沈府门前停着几辆马车 沈默正与一轻袍男子寒暄 斯文晴立在她身侧 神色温柔 端庄得体地陪她送客 纵使早有心理准备 林清婉还是猝不及防地心肩一痛 抓着车帘的指尖有些发白 林清姨也看到了那一幕 心疼地看着林清婉 三妹妹 林清婉刷的一声放下车帘 面色沉静 我没事 一路无话 马车停在私府门前 林清姨身子微颤 迟一两酒 却不敢下车 直到林轩义在外提醒 林清姨才到 三妹妹 时间还早 我想回府看看 林清婉抬眸看她 想到宁霜的猜想 立即点头 好 那就回府待会儿 沈府人多眼杂 她本就担心给林清姨带来麻烦 就让宁霜等在了马车里 若是回到林府 枕脉倒是方便许多 马车再次行驶起来 两刻钟后终于回到了林府 大姐姐 你可要先去看看二伯母 见林清姨 一直随着她往大房走 林清婉开口问道 林清姨面色微僵 眼底划过浓浓痛楚 随即化为仇恨消失不见 不了 她硬是不想见到我的 她想要的女儿 是富贵体面的私家二夫人 并非如今 这个落魄满身病态的林清姨 林清婉微致 从小到大 这还是她第一次 从这个大姐姐身上 感受到怨恨 记忆中的她 一直都是温婉且支礼的 原来她心里也是怪她们的 第二十五章 姐妹叙旧 姐妹二人刚进内院 便见一夫人匆匆而来 脸色焦急担忧 晚姐儿 你没事吧 林清婉快步上前扶住王室 阿母别慌 而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可吓死阿母了 这好端端的 怎就碰上了这事呢 王室拉着林清婉左右来回的丑 见真的没事才放下心来 不称 过几日 我得去庙里给你求个平安福 最近真是诸事不顺 林清婉依旧称吼 很是乖巧 王室心神松懈下来 这才注意到 一旁站着的林清婉有些讶异 大丫头 你何时回来的 林清婉眼下谋中艳羡 屈膝行礼 见过大伯母 侄女是与三妹妹一起回来的 于扬有些事忙 二弟便先将我接了出来 于扬正是四二公子的婊子 好 既如此 你们姐妹就好好叙叙话 我让丫鬟备了安神汤 待会儿你们记得喝 王室嘱咐几句 知晓他们有丝话聊 便回了翠玉院 我都不记得 有多少年不曾来你院里了 如今一眨眼 我都出隔五年了 像做梦一样 似是回忆 又似是感伤 林清姨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院子 心底说不上来的压抑 声音飘渺如烟雾 那时你还小 却整日闷在房里 安静地让大伯母发愁 便找了我来陪你玩 你不爱说话 我性情内向 起初的时候 我们每日都坐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 想起那些往事 林清姨脸上浮现极某真切笑意 她幼时的温暖与美好 都留在了大房 她常常会想 若她们是亲姐妹 若她也出自大房 哪怕是树出都好 林清婉笑笑 后来我们也极少说话 你喜欢看书 我喜欢下棋 我们经常待在一起 一日都不和对方说一句话 只专注自己的事情 对 林清姨点头笑意恍惚 又后来我们渐渐熟悉 你喜欢桃酥膏 大伯母不让你吃那么多甜食 你便托二弟帮你摘了桃花 偷摸的自己做 险些烧了厨房 可是连累了庭语院 所有丫鬟都挨了法 林清婉神色闪过一瞬尴尬 便是如今 我的厨艺也是 进步的厨房的 记得那日 阿母狠了心要罚我 大姐姐可是哭成了 累人给我求情 林清姨无嘴一笑 是啊 事后还被你嘲笑 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嫌我埋太来着 想想又是多美好 最大的烦心事 也不过是夫子的唠叨 和抄不完的女界 立不完的规矩 那时她盼着长大 盼望离开二房 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不曾想 却是从一个小火炉里 跳进另一个火坑 立在满院玉兰花中 林清姨深吸了口气 三妹妹 我们煮茶喝吧 如我未出阁时 品名直起 如何 那就还百院中吧 今月天气不错 林清婉吩咐宁香摆了香案 姐妹二人香顿做 你最喜欢雪后的冷煤烘干 配了雪水煮开 可惜这个季节没有 林清姨将茶叶 放在小炉上摊开 空气中顿时飘起了浓香 林清婉拿帕子 垫了茶饼提起 一杯热茶 那大姐姐可还记得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茶 第26章 张氏 林清一摊茶叶的手顿住 眉间献出一抹沉思 她好像从未有过 最喜欢的东西 就连未出阁前 常饮用的甘草茶 也是她包地气如碧履 才轮到她的 细细算来 她这半生 好像从未做过自己 林清婉抿着杯中茶 也不扰她思绪 看着满院玉兰 心中同样深重 彼时他们相段做 谈论刺绣文学 虽各有心事 可却依旧能侃侃而谈 如今他们同样相段做 却相对无言 心中的大石 压得他们难以喘息 经过今日一事 我那小姑子 怕是与沈默八九不离时了 林清一突然眉头莫尾地 说了一句 林清婉侧头看她 眸中含笑 笑意不达眼底 我知道 淮阳王世子的话 她沉思两久 才明白一二 皇帝虽出登基 可却已是中年 膝下二位皇子 早已暗中争锋 圣上有意打压士族 沈默想保全神府 并且再进一步 只能驳从龙之功 私家的钱财可计大用 我也是今日才知道 她竟有如此野心 青梅竹马十数年 她竟从未看透她的心思 林清一滴滴一探 意不知该如何相劝 他们姐妹二人 都是被强行拉下 泥潭的无辜女子 哪怕再不甘 也无法脱离家族 掌控自己的命运 大姐姐 我身边有个丫鬟通其皇之术 你可愿让她瞧瞧 林清婉也不再拐弯抹角 她一直想帮这个大姐姐 可今日四二公子之事 也让她看出了点别的意味 便把主动权交予了她自己 我不问二姐夫与沈默 究竟有什么交易 只明姐 毕竟是你独女 即便你不在了 二伯母也未必不会 攀扯上明姐博取利益 林清一面色瞬间惨白 没想到她只提醒了一句 便被林清婉看了个通彻 我 大姐姐 我不知你究竟经历了什么 可我想 若你真死了 明姐怕会成为第二个你 你的解脱 不过是转移给了你的女儿而已 林清一险些拿不稳手中悲战 连嘴唇都在微微颤抖 她一直拖着病体不肯看 的确是不想继续遭受折磨 也知晓没了她挡着 她那无人疼爱的明姐 会活得艰难 可她实在坚持不下去 三妹妹 你真的很聪明 林清一哀哀一叹 若我有一个大伯母那般的母亲 也许我 还能搏一搏生机 可如今 不过是苟延残喘 正因为看不到希望 所以才想早早去死 不被母家压榨 不被婆家欺辱 可我同样无法摆脱怜姻的命运 林清一接过林清一手中木勺 将快糊了的茶饼翻了翻 阿母待我极好 可却无法左右家族安排 我与你一样 依旧是一场豪赌 只如今看来 我的夫婿 也未必好到哪去 可我总不能因此就绝了气 不活不适 你连死的勇气都有 为何还怕活着 林清一心肩颤动 久久没有说话 林清一也不再开口 姐妹二人躺在摇椅静静地品着茶 苦味夹杂着淡淡唇香 正如这无法掌控的人生 待姑奶奶 前门递了信来 姑爷来接您了 院外的小丫鬟 打破了二人的宁静 林清一身子陡然僵住 将牙齿都在打着颤 感受到她的异样 林清碗垂头装作不知 私家的水源比她想象得要深 她所能帮不过寥寥 关键还要她自己立得住才行 没良心的东西 回来都不知去看看你亲娘 真是白痒你这么大了 调笑的声音夹杂着思思怒意传来 二房张氏带着身边嬷嬷款步进来 林清一正准备告辞林清碗出府 此时见到张氏 脸色顿时冷了几分 透着疏离 母亲 二婶 姐妹二人屈膝行礼 张氏友好的扶起林清碗 转身看向林清一 脸上虽挂着笑 眸底却竟是阴沉与不满 伸出食指 戳了戳林清一的额头 不应不扬道 怎么 嫁进了私家这豪门 就不想认你这亲娘了 回府来 竟连二房的院子都不进 若不是渝阳来接你 我连自己女儿回了娘家都不知道 脱了母亲的福 女儿才得以 嫁入私家这么好的人家 如此大恩 女儿怎么敢忘 林清一忍住心底的气 咬着牙道 张氏脸色一变 眸中闪过一丝修脑 更多的却是阴沉 私家的确是好人家 若你能抓得住渝阳的心 日子只会过得更好 那倒是怪她没本事了 林清一扯起一抹嘲讽 不屑再与张氏多言 回身看向林清碗 若有机会 我派人接你过府平民 林清碗知晓 她话中一死 笑着点头答应 张氏冲林清碗笑笑 母亲二人相邪离去 你方才是什么意思 接三姐去私府 你是还嫌自己不够丢人 让大房也知道 咱们二房的龌龊 看咱们的笑话吗 刚出了大房拱门 张氏便沉了脸 恼恨得训斥到 母亲不是说 是我自己没本事 抓不住夫婿的心 才过成如今的样子 既如此 丢人也是我一人丢 关二房什么事 林清碗早已习惯了 张氏的态度 不冷不热地回答 张氏一夜 我说的本就是实话 我将你生得娇美 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段有身段 你却连夫婿的心都拢不住 挨打怪的了谁 但凡你有点用 我与你爹 又何至于在林家步步为奸 连累你兄弟 也遭人白眼 张氏不停地抱怨着 气得林清碗胸口声疼 我没用 我没有你们 还整日扒着我不放 但凡你们有用 那畜生 又怎敢对我动则打骂 你 发火的林清碗惊了一跳 随即怒火中烧 抬手狠狠地掐了她一把 丧良心的东西 你敢忤逆你娘 林清碗忍住手臂的钻心疼痛 冷冷地盯着张氏 声音冰寒 我在丧良心 也知道虎毒不食子 你若再敢动手 别怪我不客气 思雨阳对我再不好 我也是她明媚正娶的妻子 你若是想二房 连如今这点立足的东西都断了 大可以继续 林清碗话若大步离去 比起外面那个疯子 她更讨厌张氏 以生养之名的勒索 张氏愣了愣 这么多年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尖锐的林清碗 死丫头 发得哪门子疯 不满的嘟囔 丸又连忙追了上去 毕竟财神爷还在外面呢 第27章护主 四家马车正候在门口 思雨阳一袭蓝色滑符 靠在车厢旁 五官端正 阳光映在她的身上 显得她面色更加苍白 满脸病容 却难掩她周身奢华贵气 嗨嗨 林清碑踏出府门 看到的便是她扶着车壁低颗不止 手心的帕子钻成一团 多么君子端方的皮囊 谁能想到 竟掩着一颗扭曲英质的心 夫君 眼下所有情绪 林清碑如木偶一般 上前行礼 四余阳猛然扭过头 白皙的面庞抖动了几下 眸中晦暗翻滚 林清碑惊的仓皇 后退一步 唇角微微发抖 夫 夫君 身后传来脚步声 似于阳眸中音质散去 染上温和 拱手一礼 岳母大人 张氏不着痕迹地挟了林清碑一眼 一脸笑容地虚浮起似于阳 你身子不好 不用这么多礼 只要有那份心就够了 这话说得直白 林清碑难看得别开脸 面上火烧火燎 犹如被人生生地撕下了脸皮 听说 你今日也去了神府 没出什么事吧 张氏观心问道 岳母放心 小婿没事 就是有些事办住了 也没能顾上清碑 让她受惊了 四玉阳愧疚地看向林清碑 哎哟 她皮糙若厚的 能有什么事 也就是你惯着她 刚才还有我降嘴呢 脾气臭得要死 也得亏是嫁给了你 不与她一般见识 张氏横了林清碑一眼 白眼狼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若非她周旋 她如何能嫁进私家作长房席 四玉阳笑着推拒 林清碑从始至终都不曾开口 张氏的话 如一把把尖刀插得她 浑身鲜血淋漓 心中痴笑 能过上如此暗无天日的日子 她怕还要感谢她才是 时辰不早了 若母亲无事 我们便走了 林清碑不耐看她谄媚四玉阳 直言问道 张氏面上尴尬 僵着脸笑道 你这丫头 着什么急呢 不着痕迹地弯了林清碑一眼 扭过脸 看向四玉阳 面色为难 岳母可是有什么难处 四玉阳急给面子的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张氏搓了搓手 林清碑也忘了过来 好奇究竟是什么害人之事 竟让他母亲羞于出口 是这样的 你弟弟他也不小了 整日游手好闲的没事做 我这不是听说 鱼阳你弹拢了一个大户 你看能不能 能不能带你弟弟长长见识 张氏有些忐忑 毕竟他可是听说 这单生意非同小可 户主是个有钱又有权的 若他们真能从中搭上线 岂不就能大赚一笔 然后再慢慢渗透到林府生意中 有了这等人脉 怎还怕地位不稳 林清一面上浮现冷笑 他的娘家还真是无力不徒 母亲既然知道是大户 又怎好意思开口 毕竟私家的生意 鱼阳也不全然做得了主 他那弟弟说是 游手好闲都抬举了他 自己没盯点本事 还整日眼高手低 只会吹牛虎砍 溜机斗狗 将他带进去 无疑是自找麻烦 若有什么不好 还要遭他们埋怨 他是一百个不愿意 与林轩峰有牵扯 你这死丫头 鱼阳都没说话呢 何时轮到你插嘴了 张氏脸都气紫了 狠狠地弯着林轻仪 面色扭曲难看极了 若非碍于四鱼阳在场 他怕事都想扑上去 撕打他一顿 林轻仪心底一片悲凉 恨意到达了顶点 他的母亲只知道他的儿子 只知道利益 一而再再而三利用他索取 却从未想过 他要如何在私家立足 哼 你怎么不干脆 让私家把银子也分你一半算了 林轻仪挺直己被怒道 如此厚颜无耻之话 张氏竟真说得出口 你 绕是张氏脸皮在后 此时也撑不住了 他举起手就要挥过去 却被人猛然喝住 岳母 四鱼阳一声力喝 换回了张氏的理智 他善善地收回了手 一回头却看到了一张 阴冷很立的脸 吓得他险些跌倒在地 四鱼阳垂下眼睫 再次抬眼时 依旧一片温和 我们是一家人 理应互帮互助 岳母放心 我自会帮衬就地的 真的 你答应了 方才的恐慌一扫而光 张氏激动得眼睛惊亮 四鱼阳点头 那位护主 后日正好有一批货物 需要运往南边 你让就地准备一番 与商队同行 负责这次运输 先与护主打个照面 啊 压货呀 张氏面色有思不满 这可是个遭罪的活 整日风刮日晒的 她的娇儿 如何能吃这种苦 林轻仪都快气笑了 冷眼瞧着张氏 他们不该开口要 应该坐家中 等着老天爷拉给他们吃才对 四鱼阳面色如常 不见丝毫不悦 悦母 那位护主不是一般人 您若想与她搭上线合作 至少得让她先相信你才成 这批货物对她意义重大 只要不出意外安全送到 定会有所收获 张氏依旧有些迟疑 这送也成 就是 鱼阳你看 这毕竟 是你就地跑的这一趟 这利润 思雨阳某中闪过不耐 这批货并非私家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的 我也只是刚搭上线而已 便是让就地去 也得我舍了情义去说才行 感情说了半天 原来这护主不是私家的 张氏脸色顿时淡了下来 撇着嘴小声道 思雨阳也不生气 岳母可考虑一二 明日再回复不迟 轻衣 咱们走吧 她伸出首扶上林轻仪 二人上了马车 只于张氏一人还在原地 张氏脸上浮现恼恨 感情她站着赔了半赏 都是白扯 眼睁睁地看着马车走远 气得她低声咒骂 第28章 思雨阳 转瞬想想 对方又是连私家都想搭搭风的大户 心底又活络起来 快步回府 寻二老爷商议去了 马车中 林轻仪自上车 就缩在了马车一脚 细看能发现 她的指尖在微微发抖 唇色也白得厉害 过来 思雨阳伸出手 面容阴沉可步 如叙事待发的野兽 满是狠力 林轻仪身子一颤 心知这人又发了疯 却不知是哪里得罪了她 我知晓我母亲要求过分 你若不高兴 可以不用理会的 成亲五年 她虽对她暴虐 可对她的母家向来宽容 几乎有求必应 也正因此 才养旧了张氏的海 喂 她只以为她 是对今日事不满 方大着胆子说道 思雨阳声音更冷了几分 透着不耐 我说 让你过来 林轻仪又是一颤 攥着帕子的手骨结发白 她深知这人的疯狂 哑着声道 如今是在马车上 还有仆人在外面 还请夫君给我留下一丝体面 话音刚落 只听刺拉一声 肩膀一凉 那人竟生生撕裂了她的衣裙 巨大的冲力 让她栽进了对方的怀里 无比熟悉的药味弥漫鼻尖 随即脖梗传来窒息般的疼痛 思雨阳捏住她的喉骨 迫使她抬头看着她 男人的脸白得激进透明 眸子却心红很绝 谁准你回的灵府 嗯 是 是风童说你有事要忙 让我先 先回府去 闻 闻情又与沈默在一起 马车 马车不够 我便先成了二弟的马车 林轻仪的声音断断续续 破碎得不成样子 空气的缺失 让她面色潮红 思雨阳闻言并未有丝毫松动 眸子反而更沉 手下越发用力 那要是没遇上林辅马车 你是不是也随别的男人走了 林轻仪拼命摇头 不 她可以打她 可以骂她 却无法接受 她羞辱她 她的名价还小 她还想她嫁得好人家 怎能允许思雨阳 胡乱攀咬她情欲 脑海中突然浮现中林轻婉的话 她连死都不怕 为何没勇气活着 为何不敢反抗 她伸手去掰思雨阳的手 另一只手翘无声息地伸进袖中 摸到那冰冰凉凉的雾时 她顾不得手心的钻心痛意 猛然刺向了男人的手臂 吃得一声 思雨阳吃痛松手 不可置信地看着手臂上的尖刀 本就苍白的面色更白了几分 眸底暗沉翻滚 鲜血滴答滴答落在车厢里 分不清是二人谁的血 刀刃几乎嵌在林轻怡的手心里 可她此刻感觉不到痛 心底是从未有过的畅快 眸中昔日的温婉 此时转为不顾一切的疯狂 她做好了准备 被思雨阳毒打 甚至是死 你找死 思雨阳抬起一脚 揣在了她的胸口 一张脸很利无比 林轻怡重重摔在车板上 后腰撞上了车厢 发出咔嚓声响 疼得她面色雪白 额头顿时一出冷汗 车厢里的动静 惊动了外面的下人 思雨阳的侍卫风铜出声询问 二公子 您怎么了 可是哪里不舒服 无碍 思雨阳的声音沉沉响起 阻止了风铜撩开车帘 车厢中传出女子的痛苦低音声 林轻怡的丫鬟 眼眶顿时红了 二公子又打二奶奶了 她想进去救她家二奶奶 却被风铜拦住 林轻怡呆地坐在车板上 看着满手的鲜血忘了反应 耳边传来男人的巨壳声 才猛然往后退去 思雨阳脸色白得厉害 整个人都阴沉沉地谋杀亲夫 你是活腻了 想被思家族亲弄死吗 她将手臂上插着的刀刃拔下 捡起方才撕裂的碎部 将手臂紧紧缠住 此时也已到了思府门口 吩咐风铜将马车停在后门 林轻怡依旧蜷缩在车厢一脚没动 还不滚下来 思雨阳站在车旁 整个人如置身黑暗的恶魔 透着病态的飞红 见林轻怡依旧不动 她眉梢高高挑起 迟笑道 你是想明姐看到你这副样子吗 风铜 去江小姐 不要 林轻怡猛然抬头 别 别让明姐知道 我下去 我这就下去 腰上的疼痛让她直不起背 每一步都如刀割般疼 可以想到明姐那张天真可爱的小脸 她忍着疼 一步步往府内走去 消息很快送到思夫人院里 气得她太阳穴直跳 不省心的东西 每日的折腾 传出去思家还要不要脸了 她这儿子自幼孱弱 她心疼她 难免浇灌了些 却不曾想尽养成了 这副喜怒不定的性子 听说二奶奶浑身都是血 连走路都是身边人掺着的 她身边的老嬷嬷叹息道 文言司夫人有些不悦 瞥了那嬷嬷一眼 那也是她自己没本事 活该 身为女人 连自己的爷们都哄不住 我娶她回来何用 给杨哥添堵不成 老嬷嬷 心知自己说错了话 立即跪了下来 夫人说的是 是老奴说差了 府上人无人不同情二奶奶 可二公子是夫人的心头肉 是私家真正的掌舵人 谁敢为你多言 她今日也是一时心软 乱了方寸 行了 司夫人摆了摆手 一脸烦躁 你过去盯着险 别闹得太过 弄出了人命 二公子身子不好 也让她当心着险 别因为那东西伤了身 老嬷嬷退下 司夫人一叹 还好娶的是临府二房女 给些好处便能打发了 若是 但凡换了别家士族掌房敌女 怕是早就与他们拼命了 第29章黑球 府门外的事儿 自然被不少丫鬟小厮看到 宁香一五一十饼 给林青婉后叹息道 大姑奶奶也是可怜 二夫人这般形势 竟是丝毫不顾及 大姑奶奶处境 传到私夫人里 只怕大姑奶奶 少不得一顿排头 对亲生女儿凉薄至此 实属罕见 林青婉摇了摇头 此刻她方能理解 林青姨的压抑 明白她的那句苟言残喘 喵 主仆二人正说着话 一个脏兮兮的黑猫 突然跳了出来 吓了林青婉一跳 宁香连忙上前驱赶 哪来的畜生 喵 黑猫卧在林青婉不远处 身上沾满了草屑 身上散发着隐隐的嗖臭味 任宁香拿石子砸她 都一动不动 她好像受伤了 林青婉看着那黑猫 暗淡无光的眼睛 只觉得熟悉 起身走了过去 小姐当心 野猫性自恋 素来凶残 别伤了您 宁香开口提醒 林青婉却已蹲下身 俯伤了黑猫的脑袋 她不是野猫 宁香也已到了跟前 看着那只神情奄奄的黑猫 面色逐渐难看起来 小姐 您别管她 奴婢这边将她扔出去 怪就怪她家主子不是个东西 连累她也不招待见 宁香伸手想抱起波斯猫扔出去 却被林青婉阻止 一个猫而已 怎至于怪罪到她的身上 小家伙身上脏得不成样子 后腿处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正往外伸着血 整只猫都颓飞得不成样子 看来林玉卵走后 你受了不少委屈啊 那也是她活该 没脱身对地方 找了个复兴汉当主子 宁香站在一旁瞪眼 沈默寄给了林玉卵 便不再是她的主子 林青婉抓了抓猫的脑袋 引来黑猫一声轻盈 喵 黑猫抬着小脑袋 不停地蹭着林青婉的掌心 眼珠一动不动地瞧着她 水灵灵地仿佛透着哀求 宁香气得咬牙 小畜生 你倒挺会装可怜 好了 林青婉好笑地看了宁香一眼 去将宁霜找来给她上些药 往后便留在庭语院吧 是 宁香又狠狠弯了黑猫一眼 才不情不愿地去寻宁霜 转眼半月过去 黑甲卫的出现 让江南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死寂 各大世家人人自危 都怕行差踏错 大祸临头 而在此等大事的穿插下 还夹杂着一件风流运势 沈家公子沈默 与四家二公子 常与酒楼茶馆相聚 一同出入的 还有四家嫡女斯文晴 事情几乎摆在了明面上 甚至有人开始怀疑 林府嫡女 是否还能做文婶家主母之位 再次听到 婆子在庭语院外碎嘴 林清婉依旧装聋 她抱着黑球 正为她逃酥高吃 小家伙吃得开心 尾巴摇个不停 小畜生 宁露嘀嘀骂道 恶狠狠地瞪着黑球 吃吃吃 跟你那前主子一样的讨厌 黑球身子颤了颤 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宁乐 趴在林清婉怀里 不敢动了 你吓唬她做什么 林清婉无奈地撑了宁乐一眼 这几个丫鬟 没一个带见黑球的 整日横挑鼻子竖挑眼 吓得黑球 整日黏着她不肯动 小姐 你让奴婢瞧瞧 她是公是母 宁乐说着 就抓起了黑球 吓得黑球 双腿直蹬 拼命地 想往林清婉怀里钻 林清婉无奈 你看她是公是母做甚 若是母的就算了 若是公的 奴婢便淹了她 省得处处留情 宁乐边说 边去扒黑球的屁股 吓得黑球尖叫连连 她似乎听懂了宁乐话一般 毛都炸了起来 身着去抓宁乐的脸 趁宁乐躲闪的空挡 连忙逃回了林清婉的怀里 喵巫叫声乌业哀怨 她紧紧地 扒着林清婉的衣袖 小身子瑟瑟发抖 宁乐反应过来 气得掐腰怒骂 死东西 你还会声东击西了 小姐 她肯定是个公的 奴婢一定要淹了她 省得她祸害其他母猫 淡了几分 耳边风不管用 她的好祖母终于坐不住了 三小姐 老太太请您过去一趟 第三十章林老夫人的威胁 烧安堂 林老夫人双目微闭 脸色阴沉 小丫鬟跪在地上给她捶着腿 屋中安神香气浓郁的有些刺鼻 孙女拜见祖母 林清婉规矩行礼 却迟迟不听上美人回应 过了好半场 林老夫人才微微睁眼 瞥向下手捶手安静的少女 鼻中发出一声冷哼 若是老身不请你来 你是不是还要一直装聋作哑下去 林清婉故作疑惑 孙女不明白祖母意思 祖母找孙女来可是有什么要事 面对一脸茫然的少女 林老夫人脸色再次阴沉下来 她明里暗里派了那么多人说嘴 她便不信这丫头不明白她的意思 可她硬要杠着脸装聋 为了林家将来 她只能舍了老脸直言 你倒是真做得住 瞧着小脸都圆润了几分 林清婉眨眨眨眼 自动将林老夫人的讽刺归于夸奖 谢祖母夸赞 孙女吃得好 睡得好 的确胖了些 林老夫人面皮抽搐 眸中闪过蜜色 虚欲化为平静 前些日子 思家送了消息来 你大姐姐又病了 林清婉心底咯噔一下 抬眸 看向林老夫人并未言语 她不信她不知小气中隐情 只不知如今告知她又是何意 林老夫人手中转动着佛珠 眼皮微微下脸 看着林清婉 你也不必担心 她的病也并非什么大病 可大可小 只可怜了她的女儿跟着遭罪 小小年纪 竟被吓得吃傻起来 林清婉心中一片冰凉 思家虽有钱 可若林家肯替大姐姐撑腰 大姐姐也不至于日子艰难至此 思家也会顾及一二 这便是林老夫人口中的可大可小 她是在借大姐姐之事敲打自己 将来自己出嫁 还是要依仗林家 若无林家 便是她的子女都要受到苛待 林清婉嘴角勾起一抹讽刺 大姐姐也正应 不能为林府带来助力 林府才从来不管她死活 任由二房将她吃肉饮血 连骨髓都榨个干净 见林清婉脸色几遍 林老夫人便知她明白了她的警告 转而又道 不过你与你大姐姐不同 你父亲是林氏家主 你代表的是林府的体面 只要将来互帮互助 自然能过得顺遂 所有的前提都是互帮互助 是她能给林氏带来利益的情况下 林氏才会给你体面 若她无法嫁进沈家 便一切都做不得数 林清婉明白 她话中意思 只垂头殷世 林老夫人这方满意 祖母一直都知道 你是个聪慧的 你阿母疼你 可她虽是林府主母 却还有族亲盯着 你是个孝顺的 莫让她难做 若真丢了沈家这门婚 便是王室都难免受到牵连 林清婉袖中玉手钻紧 满心的愤怒压抑无处可发 当初嫌她善度的是她 如今她放手 又怕她抓不住沈墨的心 被私家抢了婚事 无法给林府带来利益 威胁她去争抢 当真是厚颜无耻 可有件事 她说的没错 身为女子 无论是她还是王室 都只能依附家族而活 林老夫人在用王室的地位威胁她 虽祖母之位不会丢 可有十权与架空的祖母 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沈墨虽与她定了亲 可若私家真的与沈家有大用 家族利益之前 一旦沈家族亲施压 沈墨舍弃了她 林九娘一见内宅妇人 根本毫无话语权 第31章时局 祖母放心 孙女知晓该如何做 见林青婉态度尚算诚恳 林老夫人脸色缓和了不少 最近江南部太平 若要出门就多带几个侍卫在身边 家族利益面前 真是脸都不要了 孙女明白 谢祖母关心 直到少女身影消失 林老夫人脸色才淡了下来 看向了一侧屏风 你倒是撇得干净 坏人都让你老娘荡了 屏风后走出一名中年男人 脸上有些善善的 他拱手长衣到底 是儿子不孝 讨扰母亲一把年纪跟着操心 我倒是没什么 就怕你这女儿 没那么好说话 林家主神色自若 黑眸幽暗 婉姐儿对玉娘感情深厚 便是为着玉娘着想 也会动几分心思的 玉娘正是她的妻子 王氏 林老夫人眉头微皱 莫根当真与斯嘉那姑娘 走得很近 竟让你都着急起来 若真是儿女情长 儿子也不会这般忧虑 哦 林老夫人眉梢微条 难不成还有别的隐情不成 林家主由一半赏才到 二皇子来了江南 你说什么 林老夫人惊得险些摔了茶展 二皇子 他怎会来江南 林家主摇了摇头 具体情况我并不知晓 只如今知晓 外甥与二皇子暗中多次碰面 陪同的还有斯嘉二公子 林老夫人这方明白 自古以来 夺权人脉金钱缺一不可 斯嘉底蕴身后 你是怕墨根舍弃了咱们林家 林家主汉手 柳家至少有宫中闲贫扶持 咱们林家却是毫无依仗 若沈家当真舍弃了咱们 届时上面打压 只怕咱们林家手当其冲 自古以来 从龙之功都不是那般好搏的 若是输了 咱们林氏只怕尸骨无存啊 作为深宅妇人 林老夫人还是更希望 林氏一族能平安稳定 只要人在 就可慢慢筹谋 沈家 谋得实在太大 林家主却不认同 母亲 你可知 皇上为何打压士族 林老夫人醋梅 四大世家中林家 根基最浅 最大的官 也不过薄了个府台而已 与令三家相比 根本毫无可比性 他也不明白 究竟哪里挨着了宫里 神流两家早在江南扎根多年 虽说看似低调 默默无名 可族中子弟 早已遍布江南各地 关系攀根错节 无异于江南一带的 土皇第三个字 林家主并未出口 但林老夫人却是明白 脸色白得厉害 且思家受祖上蒙英 财力不可小觑 放眼江南乃至圣经 都可称一句巨负 可钱太多 也并非好事 若真碰上动乱 思家若倒戈 虽不知动摇荆棘命脉 却也够上面喝一壶的 林家主越说 林老夫人脸色就越白 这位新皇 当年还是太子时 可没少吃士族的亏 自然心有不顺 咱们林府虽远够不上 遭那位忌惮 可却位列世家之中 柳家有贤贫 已是皇上进臣 只要没有过分动作 皇上不会动他们 沈家与思家若不投靠民主 也只能等着被那位逐渐瓦解 甚至连根基都难保 林那外甥是个有野心的 不甘沈家百年基业被毁 想搏一搏 若我们林府上不了他们的船 就只能等死 林老夫人听完 嘴唇都在发抖 怪不得他这儿子 一向最是重规矩骨板不过 今日竟会逼迫自己女儿那般 咱们林氏全是不够 财力不显 比起思家确实处于劣势 只需要墨哥 林家主也有些颓然 身为男人 利用女儿实令他不耻 可该做的他都做的 为了林氏一族性命 他只能委屈女儿一搏 少年儿郎 正是热血肆意的年岁 尚对儿女情长 心怀激昂 第32章 童心结 林清婉自是不知道 他们那些弯弯绕 林老夫人威逼恐吓 她也可以阳奉阴违 为了耳根子清静 她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回了庭语院 便让宁香将上次 从连账上取下的童心结 拿了出来 找个精巧些的盒子装好 送去神府交给沈公子 宁香正住 小姐 这童心结是一对的 另一只本就在沈公子那 还是当初您亲手编的 这样做 怕是不妥吧 老夫人是让小姐收拢表少爷 可不是让小姐 您和表少爷决裂啊 童心结 寓意恩爱情深 永结童心 祖母让我亲近表哥 送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宁香名嘴 外表看似的确没什么问题 可旁人不知道 他们却是知道这对童心结 可称的尚是二人定情之物 如今小姐退回 便是要同表少爷断情的意思 与老夫人交代 背道而驰 小姐 若表少爷她真的 真退婚吗 林亲晚淡淡接口道 那样更好 我不妨碍她步步高升 她也不妨碍我令你良人 岂不美哉 宁香叹气 知晓主子心意已绝 只得捧着盒子出府 庭院这边刚有动作 受安堂就收到了消息 看来三丫头对墨哥 还是有几分心思的 这半月怕是一直强撑着呢 你也可以放心了 林家主闻言汉手 这方放下心中大石 林老夫人看她一眼 悠悠道 老大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船一旦上了 想再下来可就难了 二皇子在朝中生名不鲜 又无母家帮衬 只怕胜算不大 皇帝成年皇子一共三位 大皇子为皇后嫡子 呼声最高 二皇子则是民间所出 生母早逝 自幼不得蝗虫 养在宫外 也是近几年才步入朝堂 三皇子生母书平 出自武将世家 这怎么看 二皇子都处于劣势 令两位皇子 才是最有机会继承大统的 林家主眉头微皱 此事我与父亲早已商议过 二皇子的确是微 可其他两位皇子 母族势力过于强盛 咱们想混出名堂 有一席之地实在艰难 倒不如搏一搏二 皇子 况且 沈家根基身后 大姐夫不是个没成算的 他看中二皇子 自然有他的理由 咱们又不是直接与二皇子联姻 只要巴紧了沈家这棵树变成 至于是胜是败 反正我们林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便是博书了 也只能说 咱们林氏一族气数进了 林老夫人听得难受 摆了摆手 罢了罢了 如今这林氏早已交到你的手中 也是你老林家的家业 你与你父亲做主便成 老身便不管了 有了林老夫人的帮忙 林家主便也放心不守 安心去忙别的事 林清晚这边只是无奈之举 他自己也要想办法 尽快挤进沈司两家 与二皇子的队伍才成 寿安堂一直守着外门的消息 不曾想 宁香直到夜幕危暗 才匆匆回府 让林老夫人忧心的是 送出的盒子 竟有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 林清晚瞥了眼景和神色清冷 没有言语 宁香一五一时交代 奴婢去使表少爷并不在府中 奴婢记着小姐吩咐 一直等到掌灯 才等到表少爷回府 看了眼林清晚 宁香有些吞吐 他与斯文勤在一起 林清晚问的没什么情绪 宁香忙道 不止表少爷与斯小姐两人 四家二公子也在的 奴婢将东西交给了表少爷 刚开始 表少爷还挺高兴的 打开看过之后就沉了脸 将东西扔给奴婢后 就一言不发地回府了 宁香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至少说明表少爷心里 是记挂着小姐的 就是被斯家小姐嘲讽了几句 有些影响心情 拿去烧了吧 林清晚吩咐 宁香张张嘴 还烧啊 小姐 那只客丝小老虎 您都已经烧了 若连童心结也烧了 他日嫁过去 表少爷问起 您要怎么交代 交代什么 他叉紫烟红开了一堆 何时给过他一句交代 他知晓 他心怀乾坤 兼有责任 可又不愿放他自由 便太过贪心了 宁香当然是怕表少爷心有怨对 对小姐不好 可看着小姐那无所谓的态度 也知道多说无意 动静闹大些 让外面的人听见 林清晚又吩咐一句 他让他亲近沈默 他做了 可人家不领情 不肯搭理 他就不关他的事了 宁香点头 端了火盆到院中边烧边骂 直到听到院外 传来脚步声才停下 你是说三丫头给墨哥送了童心结 墨哥没收 又给退回来了 林老夫人面色阴沉问下手的小丫鬟 小丫鬟有些害怕 正是 奴婢亲耳听到宁香姐姐埋怨柿子来着 三小姐很生气 将东西都给烧了 林老夫人心底惊涛骇浪 指尖都有些发抖 墨哥这是何意 当真要舍弃了他外嫁不成 身旁老嬷嬷 白手让小丫鬟退下 开口劝慰道 老夫人别急 兴许 只是年轻人一时闹别扭 前些日子瞧了三小姐 脸色心里不痛快 等几日气消了便过去了 林老夫人抬手打断了老嬷嬷的话 她不知事情严重性 自己却是知晓的 颤抖着手端起杯盏喝了一口 才又吩咐道 你去趟外院 看家主在不在府里 若再就把这事儿 领给她知晓 老嬷嬷看林老夫人如此正重 也不敢多问盲领命去办 林老夫人心中忐忑 想了想又道 龙月 去将我库房里 那套红宝石叠戏 双花流金头面 取来给三小姐送去 第三十三章 林府大难 双安堂能得到的消息 自然也瞒不过掌管中愧的王室 龙月端着手势到庭语院时 正好碰上了脸色阴沉的王室 龙月有些尴尬 端着托盘的手 都有些发颤 夫人 三小姐 王室见到龙月手中的东西 脸色更沉了几分 这时还嫌她的碗颈不够丢人 压着让出府 去寻审莫不成 母亲倒是疼碗颈 瞧着手势 可是她老人家压箱底的东西呢 夫人好眼力 这套头面 的确是老夫人当年的嫁妆 是宫里工匠亲手打造的 老夫人都舍不得带的 龙月竭力端着笑脸 说着好话 王室却冷冷一哼 老母亲抬爱 碗颈却是不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 她年纪小 担不起这么重的头面 龙月姑娘还是带回去吧 王室说得委婉 龙月却是白了脸 没人比她清楚老夫人意思 夫人这是拒绝 让三小姐寻表少爷说何 暗逢老夫人 让三小姐担上 负得不休之名 三小姐 龙月为难地 看向林清婉 王室攥紧了林清婉的手 示意她拒绝 林清婉轻叹 却吩咐宁香 将东西接了下来 龙月瞬间如释重负 忙不迭行礼离开 王姐儿 你可知道 你祖母送你头面 是什么意思 王室甩开女儿的手气道 女儿知晓 东汉规矩严苛 若她当真 遂了祖母意思出府寻沈末 被有心人得知 只怕她声名尽悔 既知道你为何答应 你今年刚过吉吉 便是沈家真的不成 还可说别的人家 可若你名声没了 便没有退路了 王室气得胸口起伏 出身圣经光患的她 如何也无法接受 林老夫人此举 这与勾引合意 分明就是在遭见她的婉戒 林清婉名嘴叹息 阿母 事到如今 你认为 我们可还有换人的可能 王室簇眉 只听女儿又道 祖母虽看重沈家 可还没到舍弃林府脸面 让嫡女去扶小坐地 可如今她突然着急起来 不惜拼上 脸面让女儿同沈默清静 是为何 不管为何 我绝不能容忍 让你去低声下气 遭人耻笑 王室气恨坐下咬着牙道 王室的袒护 让林清婉心中温暖 却还是温声劝道 阿母 外界的事你也听说了 祖母这般做 只怕是咱们林府有什么大难了 否则她老人家 也不会做这等事的 林老夫人也是出身大家 平日最看重规矩不过 王室心中引有猜测 可要委屈她的宝贝女儿 她还是一百个不乐意 父亲是林氏家主 还有大哥 咱们即便帮不上忙 也不能袖手旁观 否则林府若真有万一 咱们岂不成了林氏的罪人 母亲也知道沈默秉心 而女情常在她眼里 不过是换取家族利益的筹码 若她当真要舍弃林家 即便女儿去说 也是无用的 但祖母记开了口 若我什么都不做 届时林府真有万一 族亲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我 女儿尽力而为 至于能不能成便怪罪不到咱们身上了 经林青婉一再劝道 王室无奈可也知道 女儿所说有理 但心里还是愚怒未消 冷笑道 我看咱们林府 真是越发不成气候了 竟然到了要卖女儿的地步 这是气数将近之兆啊 若非气数将近 林老夫人想必也不会孤注一掷吧 王室安慰道 晚点 便是没了林府 实在不成 咱们还可投靠你外祖 你也不必委屈求全 只做做表面功夫便成 王室的话 正是林青婉的意思 阿母不用担心我 我有分寸的 反倒是大哥那边 你要多多上心才是 那是他们老林家的事 若是保不住祖宗基业 也是他们林家人没本事 话虽如此说 可王室还是隐含担忧 他不担心林家家业如何 只盼他的儿郎能保住性命 第34章出府 林青婉心知 若什么都不做 只怕受安堂那边 不会善罢甘休 一日清晨早早便禀了 王室出府 二哥 府门外 林青婉惊讶地看着 守在马车旁的青年男子 转瞬明白 应是王室的意思 林轩义疼惜地笑了笑 阿母 让我陪你出府游玩 你想去哪里 老阿母担忧我 不过二哥哥 如今正是备考的重要时刻 怎能耽误你功课 我带上允风去就行 允风是他幼时 从大街上捡来的 后来一直留在外院做侍卫 功夫也是不差 他一人出门多有不便 早早便让宁香通知了允风随行 林轩义果断摇头 不称 阿母再三嘱咐 让我保护好你的 你想去哪 二哥带你去 知晓自家二哥就是个拗脾气 林青婉值得点头答应 四处逛逛吧 好久没出府了 兄妹二人上了马车 车夫正是允风 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 皮肤有黑 双目有神 一脸精明 主子 咱们去哪 林轩义又问林轩义 二哥 可有想要去的地方 没有 我都行的 看妹妹想去哪玩 林轩义满眼宠爱 丝毫没有因 王氏扰她功课 让她陪妹妹玩 心生不快 林青婉却有些不好意思 哥哥考功名 本该是重中之重才是 如今竟要陪我瞎胡闹 你别这样说 林轩义神色微暗 你不怪我与大哥已是万幸 是我们没用 让你受委屈了 王氏虽只略略提及 可作为世家之子的林轩义 还是听懂了 她愤怒 不耻祖母行为 可长者义 不可违逆 妹妹不必管那么多 林家如何皆是命数 即便倒了 也是我们这些男儿无用 林青婉看着神色清冷的二哥哥 心底不知识和滋味 不曾想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二哥 竟由此担当 二哥都说了是完 我又有什么好委屈的 林青婉安慰笑笑 想了想到 那我们先去书哥转转吧 然后去最先楼吃饭 书楼 林轩义眼睛亮了亮 东汉女子虽不讲究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但除四书外 还是极少女子 会看其他书籍 妹妹想买什么说 林青婉 我想买几本游记 史书 整日闲得无聊 也好打发打发时间 我以为妹妹会去珠宝斋 烟雨房这些地方呢 她还特地带上了所有的私房钱 林青婉笑笑 这些地方可都是圣经最有名的首饰 脂粉铺子 陪女人逛街 可是最麻烦的 二哥不怕烦吗 林轩义促促眉 妹妹不同于寻常女子 应该不会麻烦的 林青婉有些哑然 不知自家二哥对自己 哪来这么大评价 兄妹二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着 谁都不提林老夫人让办的正事 马车晃晃悠悠 半个时辰后 停在了百岳书楼门口 时间上早 书楼里并没有什么人 只有小二趴在柜台上打着瞌睡 连林青婉兄妹进去都没有发觉 有林轩义陪同 又有允风随行 林青婉并没有带为慢 兄妹二人在书架中闲逛着 靠里侧的角落里 有滴滴念书声响起 第35章书楼 声音不大 音是刻意压低的 还带着沙哑 林青婉仔细听了听 好像是在读周易 书楼里常会有买不起书的穷苦人家 来这里耕读 林轩义开口解释道 与他们这种人家不算什么 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家中想供一个读书人 是非常吃力的 也许几代人的努力 也不一定能供得起 是农工商 读书人最是金贵 光是笔墨宣旨 就足够他们日子拮据了 林青婉点头 哪个时代都有身处 底层拼命挣扎的人 难得的是 他们心智坚毅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林轩义的建议下 他选了两本游记 三本奇文 他翻开 大致看了一下 都是一个叫化阳的人所书 里面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以及东汉周遭的风土人情 自从降生在这个朝代 他一直都困于规格 刚好能消遣消遣时间 了解一下这片大陆 这些可够 林轩义问道 林青婉汉手 刚准备说 他们结账走吧 身后就传来了不耐烦的贺骂声 喂 叨叨叨叨一早上了 我说你有完没完了 要是真穷的接不开锅 就别做这富贵梦 连饭都吃不起 还想着读书呢 赶紧滚 竟耽误老子睡觉 殿小二睡眼惺忪 一脸恼火地 瞪着缩在角落里的 捧着书的男子 男子头垂得很低 从脸红到了脖子根 对 对不起 我小点生意 一定不打扰到你了 殿小二 别那么多废话 赶紧走 以后都别再来了 生来就是那穷酸命 就别白日做梦了 殿小二的话 让那男子羞愧地 不敢抬头 但手中的书 依旧捧得稳稳地 透着几分小心翼翼 林轩一眉头紧锁 想上前开口 却被林青婉拦住 她以为妹妹 不想让她管闲事 素着脸 带了几分教训的语气 妹妹 既开设书楼 只要不损坏 藏书便虚功学子 随便翻阅 这是皇上定下的规矩 这小二代谢活计 还出言侮辱 本就不对 咱们不能袖手旁观 哥哥如何确定 圣上看重财学 对寒门子弟更是宽容 下发了不少 对他们有利的政令 可所谓寒门 最差也是落魄的大族 平民百姓 依旧望尘莫及 那男子身上衣服 是最下等的棉麻 绕世如此 还补满了 大大小小的补丁 捧书的手上 满是疤痕 看样子应是动伤 这样的人 怕是连温饱都是问题 林轩一皱没看了那男子一眼 见他缩在角落里 被殿小二数落的一文不值 脸色很是阴沉 即便不是学子 可他有一颗求学之心 亦不该被如此羞辱 学识不分贵贱 可这个朝代本就是三六九等 从来就没有公平 见林轩一上前 林轻碗轻叹一声 指得跟上 住手 林轩一抬手握住殿小二 拉扯那男子的手臂 冷冷地甩开 殿小二被林轩一推得一个裂前 刚想大骂 下一瞬 看到二人穿着打扮 立即将花咽了回去 这位公子 可是有什么事 殿小二态度 180度大转弯 气得林轩一俊脸发红 朝廷早有政令 只要不损坏书籍 学子可在书楼随意翻阅 你这是做什么 想强行赶人 一听这话殿小二 脸色不好看了 公子 这是我的书楼 我想让谁来 不想让谁来 都是我的自由 您何必夺管闲事 林轩一脸色阴沉 开设书楼 本该是清雅之地 怎可如此识惠 你这是不将朝廷政令 放在眼里 林轩完嘴角抽了抽 人家开设书楼 本就是赚银子 不是会搞慈善不成 他这二个 只要一碰到圣贤书 脑子变傻了 这位公子 的确是我不对 您别生气 见二人吵了起来 那男子 慌忙站了起来劝道 求学若可 你何错之有 若换了别家公子 他可还敢出言侮辱 动手拉扯 既为东汉子民 就得服从朝廷的规矩 林轩一昂着头道 那殿小二文言 冷冷一笑 目入嘲讽 我是生意人 自是无力不起走 既然这位公子 这么良善大方 不妨便将他 接你家中去整日待着 从早到晚三年 我便信你是个血性的 三年 林轩一瞬间哑火 扭头看向那男子 男子低低地垂着头 满是羞愧 多谢公子仗义之言 这位老板 并非您所看到那般不堪 他 对在下已算宽容 是我 是我家里太穷 给人家添了麻烦 男子紧紧地攥着衣角 身子隐隐发抖 林轩晚看出他的难堪 忙拉过 林轩一笑道 不好意思啊 我家哥哥性情中人 读书读得有些呆板了 你莫要与他计较 殿小二 看林轩晚满脸歉意 冷冷哼了哼 不知全貌 不予置评 他在我这待了三年 连个馒头都吃不起 我不让他死磕有什么错 书读得再好 人饿死了 有个屁用 林轩一 脸色清白交加 林轩晚点头乘势 叫了宁香副帐 便赶紧拉着林轩一走了 人有志气是好的 可正如 那小二所言 人都快饿死了 书读 再好有什么用 他妹妹跟着我丢人了 走出很远 林轩一才娜娜说道 林轻 婉笑笑 哥哥心思瞪进 仗义直言 有什么好丢人的 可 林轩一刚张口 却被林轩晚打断 哥哥觉得难为情 是因为你也觉得 那男子所谓不对 是不是 林轩一点头 那小二容他三年 已算良善之人 读书名里平天下 可他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只整日最新圣贤书 给旁人带来麻烦 分不清主次 我不认同他的做法 并非穷苦人 不配时文断字 而是对于一个 连肚子都胃不饱的人说 太奢侈 太不现实 第36章偶遇 说完又狐一看向自家妹妹 妹妹起初拦着我 莫不是早就知晓 林轩晚摇头 没有 猜的 不过能有此见解 说明二哥心中 也并非只有圣贤书 荣会变通 往后方能做个好官 造福百姓 否则空有一腔才学 行事却太过感性 不考虑实际 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林轩毅被夸得面色潮红 谁教你的 一套套的 竟连哥哥都教训上了 林轩晚鸣嘴笑笑 兄妹二人走在大街上 不时有人匆忙而过位 生计奔波着 林轩晚极少有这般 空闲的时间逛街 对什么都新鲜 糖葫芦 酸甜可口的糖葫芦咧 这位姑娘若喜欢 便让你家郎君给你买一个 我这糖葫芦 可是这条街上最甜的了 包你吃完还想吃 林轩晚脚步顿住 笑意将在了嘴角 直直地盯着买糖葫芦的那对男女 男的清俊 女的娇美 因是那小贩的话 令那女子有些羞怯 小脸红彤彤地 咬着下唇 正偷瞄身侧的紫袍男子 林轩毅随着她的视线看去 脸上顿时生起怒火 双拳钻地发青 沈默 她竟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 与私家小姐成双入队 妹妹别生气 哥哥这边去教训她 林轩毅怒气冲冲地 要过去收拾沈默 却被林轩毅拦住 妹妹 她如此负你 难不成你 对她放不下 林轩毅摇头 哥哥 别忘了咱们出来的原因 即便不做 咱们也不能在此时与她起了冲突 我们大方担不起这个责任 林轩毅是陪她出来的 若真与沈默发生了不愉快 祖母肯定不会放过二哥 就连祖父怕也会责罚二哥的 为那人 不值当 林轩毅却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 她如此不将你 不将林府放在眼里 祖母竟然还想着 让你向她低声下气 我林府难不成 当真以落败致辞 林轩毅收回目光 与其平静 哥哥若去了 才是将妹妹架在火上 被旁人耻笑说嘴 连林府都要遭人唾弃嘲讽 未婚夫跟别的女子亲近暧昧 不哭不闹 不愿对不质问 是她给予自己的体面与尊重 难道就放任她 如此嚣张光天化日之下 打你的脸 林轩毅瞪着眼睛 林家示威 无法与沈家抗衡 林轩毅看得通透 更懂得审时多事 哥哥 我不想与她在大街上起冲突 这只会让旁人笑我无能 笑咱们林府陌落 虽的确如此 可我们却不能不给自己留体面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她都不屑像泼妇一般 挽回维护一段感情 她的自尊心不允许 何必让两人都难堪 林轩毅文言不再言语 这方察觉自己方才的话有些重 亲眼看到沈默与思家小姐亲近 妹妹心中肯定比她还不好受 却依旧能冷静地分析利弊 以前沈默找通房 外界都道妹妹不大度 有失女子负得 可思文晴身份不同 已算是故意给林府难堪 可外界还是笑妹妹 又笑妹妹无能 拢不住未婚妇的心 这世道 当真是可笑至极 前方的二人早已相邪离去 他们兄妹二人 却还留在原地 神色难堪 林轩毅 妹妹 我知道有一家糕点铺子的桃酥糕很好吃 我带你去买 连起神色 林轩毅点头答应 林轩毅刻意避开沈默思文晴离开的方向 往隔壁街上的芙蓉糕点铺走去 二人谁都不再提及方才的事 热闹分杂的长街 逐渐淹没了方才的不快 第37章柳风亭 芙蓉糕点铺 是江南最有名的糕点铺子 所有的糕点 都是采用的最新鲜的花蕊 味道清香鲜甜 听说连和面底水都是清晨花上的沉露 他家的桃酥糕 是林轩毅的最爱 就是生意太好 想吃药早排队才行 林轩毅他们到时 铺子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二哥哥 要不算了吧 人太多了 林轩毅摇头表示不想吃了 林轩毅却很是执拗 没关系 时辰还早 二哥 去排队给你买 你在马车上等会儿就成 在林轩毅的眼中 林轩毅还是又是那个贪吃的小丫头 他希望买来他最喜欢的桃酥糕 能冲淡他心里的不快 就像小时候那样 宁香 看好你家小姐 不等林轩毅再拒绝 林轩毅已经走进人群排起了队 门口有两条长凳 林轩毅干脆坐了下来的 如今已经四月 天气虽不算热 但也有些闷躁 这条街上都是吃食 除了芙蓉糕点铺门口 其他门店并没什么人 林轩毅百无聊赖地看着街道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油纸包 耳边响起一道轻挑梦梦的男生 哟 这是哪家美人 坐着伤春悲秋呢 莫不是见未婚夫 都快跟人滚床上了 心里难过吧 林轩毅头都不抬 张口回怼 至少我有未婚夫 也好过柳公子没人要 上门说清 都被人家避如蛇仙 柳峰婷扎了扎嘴 面色有丝受伤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你这女子 怎么光出我痛楚 暗红色锦袍映入眼帘 男子生了一双多情的桃花眼 皮肤白皙如女子 此时眉稍微挑着 道不尽的风流多情 宁香上前一步 挡在林轩晚身前 柳公子 你往后站站 让旁人看到 我家小姐与你说话 对小姐名声不好 柳峰婷不满地 瞥了宁香一眼 抬手将东西 扔进了宁香怀里 你这丫头 真是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也是臭狗屎吗 沾都不能沾 宁香嘟闹 可您名声比狗屎都臭 柳峰婷气得咬牙 一段时间不见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白夏也救了你 宁香文言 也觉得自己 有些狼心狗肺 可是关小姐名节 她绝不能退让 宁香 让开吧 二哥也在这 没关系的 林轩晚轻声开口 宁香回头看到 悲悲地看着这里 才放下心退开 唉 要不要我帮你出出气 柳峰婷一脸嫌弃地问道 再说一遍 我不叫啊 请你换我林小姐 亦或者林姑娘 三年前 她随王室上山礼佛 宁香被她派去山顶 桃花林里折花 不曾想 却被几个壮汉给迷晕 幸好这人出手相救 她也送了礼 道了谢 可这人竟像狗皮膏药一般 粘上了 甩都甩不掉 柳峰婷双手还胸 桃花眼似笑非笑 风情流转 咱们都这么熟了 叫什么林小姐 林姑娘 多生分 不如我便换你亲吻吧 林亲吻语气平静 兰飞眷属 墨语通明 柳公子这时还嫌我名声不够差 想给招我抹黑线 好让世人都笑话唾弃我吗 柳峰婷眸子一闪 黯然转瞬即逝 随即笑笑 开个玩笑而已 不至于吧 第38章同行 林亲吻没有说话 宁香嘟囔道 这玩笑岂是能乱开的 柳公子您一生无名不在意 我家小姐可还是要嫁人的 黑死丫头 今晚上我就让人迷晕了 你给卖了 柳峰婷凶巴巴的恐吓 宁香忙往自家小姐身后躲了躲 柳家公子放浪不羁 最是混账不过 他是真的有些怕的 哥哥 你不是给我买桃酥糕的吗 怎么又和人逗起来了 轻亮嗓音响起 一个身穿葱绿色衣裙的少女走了过来 柳峰婷有丝尴尬 回头看着少女 不是让你在马车上等吗 怎么下来了 看哥哥迟事不回去 我担心 你又干什么丢人事 便出来看看 少女眉眼清正 不同于江南女子的柔媚 反而透着股阴气 母亲 让我看好了你 断不能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 胡作非为 柳峰婷脸都清了 什么叫我又干丢人事 我是你兄长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没规见 见柳峰婷脸色难看 当真不高兴了 柳江云正了正 不仅有些委屈 她平时经常这样说啊 她这是发哪门子疯 柳峰婷都快气死了 这边被人家丫鬟堆完 又被自家妹子给看不起了 她有那么差劲吗 眼见少女皱着小脸 委屈巴巴的即将要哭出来 林清婉给宁香使了个眼色 宁香走过去 将柳峰婷给的油纸包 递给少女的丫鬟 又道 柳姑娘误会了 今日我家公子陪小姐出府玩 刚巧碰上柳公子 柳公子想着给我家公子打个招呼 便在这待了会儿 柳江云吸了吸鼻子 这才看向林清婉 她年纪小些 并没有见过林清婉 你是 林清婉起身汗手 林家三女 林清婉 柳江云有些惊讶 却还不忘回了一礼 你就是林清婉 我刚才还碰见你未婚夫 陪着私家的那个 在珠宝斋买首饰呢 林清婉唇脚微抽 不知该说这柳家小姐 直率还是没脑子 这话 她竟不知该如何解 柳峰婷脸都黑了 瞎说什么呢 你会不会说话 柳江云这才反应过来 一不小心 竟将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小脸有些尴尬 对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林清婉摇摇头 没关系 你说的本就是事实 江南百姓都看到了 没什么不能说的了 柳江云善善一笑 这才想起她的陶苏膏 大大的眼睛瞪着柳峰婷 有些水雾 我的陶苏膏呢 给我 我大人有大量 就不计较 你方才凶我了 柳峰婷脸皮火热 偷看了林清婉一眼 没好气到 没有 喂狗了 林小姐不是送你一包了吗 还问我要 柳江云这才想起 丫鬟手中的油纸包 有几分不好意思 林小姐 芙蓉糕点铺的陶苏膏 很难买的 我怎能好意思要你的 说完吩咐丫鬟还给林香 柳小姐不必客气 我家哥哥还在排队买呢 这包就送给柳小姐吧 林清婉笑道 反正本来就是你家的 她还正愁 怎么还回去呢 借花献佛 刚刚好 想着瞥了眼不靠谱的柳峰婷 给妹妹买的糕点 竟转手就给了旁人 那怎么好意思 柳江云红着脸道 那就多谢林姐姐了 不如我们今日一起玩吧 我有我哥哥陪着 你也有你哥哥陪着 多好 这就林姐姐了 林清婉对柳江云的自来熟 有些惊讶 还没想出怎么拒绝 一旁的柳峰婷 连忙接了口 江云说的是 不如咱们四个结伴同行 有我和二公子护着 你们可以随便逛 林清婉明白她的意思 有二哥在 与她名声不会有爱 可她并不想与柳家的人 有什么牵扯 正犹豫着 林轩逸也已买好了 桃苏膏过来 她是认识柳峰婷的 见三人正说着话 妹妹一脸难色 忙走过来 挡在林清婉身前 拱手道 柳公子 这要巧 你也带妹妹出府玩 柳峰婷收起浪荡 规规举举环礼 正是 林二公子 好久不见了 二人向征信的寒暄几句 柳江云扶了扶身道 我刚才正邀请林姐姐 与我们一起玩呢 林家哥哥若不介意 我们同行一起可好 林轩逸被柳江云这一句 林家哥哥叫得面红耳赤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我都行 听我家妹妹的 那就太好了 柳江云走过去 拉起林轩婉的手 林姐姐 我们一起玩吧 刚好我想买些首饰 你帮我参谋参谋 嘴上说着 林轩婉已经被她拉着走了 柳峰婷面色不显 眸中心心点点 看得出她心情很好 招呼林轩逸道 林二公子 咱们也走吧 林轩逸这才反应过来什么 想到柳峰婷恶名在外的名声 心里别提多后悔了 妹妹本就因沈默被人笑话 这要是再跟着浪荡子扯上关系 可怎么行 柳峰婷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 放荡不羁的脸上 有了几分正色 林兄 局势未明朗之前 多个朋友多条路 总好过一棵树上吊死不适 沈家虽是大 可若当真靠不住 投靠柳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至少能暂时保住林家门庭不落 各样心思快速辗转心头 林轩逸很快做出了决定 有自己跟着 只要不让这浪荡子靠近妹妹就是了 柳兄 请 二人相视一笑 往前方两位姑娘离去的方向走去 林轩逸对柳峰婷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都说柳家公子溜猫斗狗 吃喝嫖赌 样样都沾 无乐不作 如今看来也并非全如外界传言 第39章 唐葫芦 二位姑娘走在前面走走婷婷 不一会儿 后面的二位就大包小包提了一堆 柳峰婷 则则则 果然天下女人一个样 这往日走两步都要歇几歇 如今逛起街来是丝毫不搅软 林轩逸拎着东西 却无一丝埋怨 我家妹妹极少出府 自然要多买些 主要是她开心变成 柳江云听到林轩逸的话 一张嘴嚼的老高 你瞧瞧林家哥哥 对林姐姐多好 你整日花天酒地 就偶尔陪我出来一回还埋怨 去去去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花天酒地了 柳峰婷心里后悔死 带着丫头出门了 她的形象都被她给遭见没了 是不是胡说江南百姓谁不知道 林姐姐与林家哥哥又不是外人 哪个不知道你什么德行 装什么大尾巴郎 柳江云可谓丝毫不给自家哥哥留面子 小嘴一张就对的柳峰婷直翻白眼 柳峰婷脸色一沉 俊俏的容颜都能凝出水来 再给我胡言乱语 从今往后你都别想再出府 柳江云小嘴一撇 回头就要顶回去 却被自己哥哥阴沉的面色 吓得又咽了回去 开个玩笑而已 你至于吗 她性子直率 柳夫人又疼她 难免骄纵了些 面对大哥也是嘻嘻哈哈 什么都说从没把门的 可那是鉴于自家哥哥乐呵的时候 若是哥哥真动了气 整日刘府都是要抖上三抖的 林姐姐 那边有卖糖葫芦的 可甜了 我请你吃 柳江云压下心底寒意 忙拉着林青丸往卖糖葫芦的小贩那跑去 柳江云 老大爷 糖葫芦怎么卖的 三文钱一串 姑娘随便挑 卖糖葫芦的老者 正是方才沈默买给斯文琴的那家 林青丸站着不动 看柳江云挑选 林姐姐 林姐姐 耳边传来轻唤 林青丸猛然回神 见柳江云正疑惑地看着她 林姐姐 你怎么了 我都叫你好几声了 哦 不好意思 刚才在想事情 有些走神 怎么了吗 柳江云也不在意 大咧咧道 我想问你 吃哪种水果的 有山楂 有葡萄 也有桃子的 你要哪个 我都行 不挑嘴 柳江云 那行 那我就一样拿一个 四种口味 咱们四个刚刚好 林青丸点点头 吩咐宁香给钱 却被柳江云拦住 都说了我请 怎能让你掏钱 说完示意她的丫鬟父长 自己则拉着林青丸回去 柳峰亭与林轩亦 一直站在街的对面 看着他们 柳峰亭脸上的布鱼 慢慢散去 林轩亦则 有些担忧地看着林青丸 见她神色如常 并无不快 心底不禁没有松快 反而更加沉重 她的妹妹 太懂事 太压抑自己 林家哥哥 你要哪个 柳江云将四串糖葫芦 举到林轩亦面前 让她挑 林 轩亦被她一口一个 林家哥哥 叫得脸红心跳 伯根都红透了 我都行 你们先挑 柳江云 林家哥哥就是君子 比我哥哥强多了 小时候 他总抢我东西吃 说完还偷瞄了 眼旁边的柳峰亭 见她正眸色轻忧地 望着某处 并未注意自己 才偷偷松了口气 林青丸也被柳江云 这又耸又爱玩的性子 给逗乐了 嘴角上扬 心情好了不少 林轩亦被夸得面红耳赤 不自在地随手 接过一串 道了句谢谢 柳江云礼貌地 说了句不客气 转头小脸一皱 三根糖葫芦 直接对到柳峰亭的脸上 你要哪个 回过神的柳峰亭 见几人都看着自己 忙收回了目光 嘴角的柔软笑意 都未来得及眼去 你和林小姐先挑 我吃哪个都成 柳江云猛然一拍脑袋 对啊 我忘了 应该先让林姐姐挑的 林姐姐 你想吃哪个口味的 林青丸随意拿了一串 就这个吧 多谢柳小姐了 我叫你林姐姐 你应该换我柳妹妹 柳江云认真地对林青丸道 这也太自来熟了吧 林青丸有丝尴尬 可看着少女期待的目光 还是名嘴换了句 柳妹妹 哎 这就对了吗 柳江云看着手中 剩下的两串糖葫芦 全都咬了一口 最终将山楂的 递给了柳峰亭 这个太酸了 你吃这个吧 柳峰亭看着 被咬了一口的糖葫芦 眉头皱了松 松了皱 隐隐透着嫌弃 你自己吃吧 我不吃 那就谢谢哥哥了 柳江云立即将手伸了回来 一左一右地吃了起来 柳小姐性子开朗直率 很讨喜 林轩亦笑着赞道 只有自小无忧无虑 亲人疼爱 才能养出这样的性子吧 她的妹妹 若也能如此开朗 该有多好 她闹腾得紧 没少让家里头疼 柳峰亭随口说道 嘴角透着一丝宠溺 林姐姐 我们去珠宝斋逛逛吧 听说他们新到了一批货 都是十下星期的款式 去晚了 该都被那些小姐抢走了 珠宝斋是江南最大的首饰铺子 听说工匠都是请的 曾经宫廷里 给娘娘们打造首饰的师傅 款式都是独一无二的 用料也都是上成 当然 价格也是出奇的高 江南但凡有些身份的 妇人与小姐 都是她家的常客 她家每六个月 都会推出一个新品 不说价值连成 也非常人所能承受 所以 但凡能买到她家新品的小姐 都足够她们炫耀很久了 林轩婉却有些犹豫 她没忘记在芙蓉糕点铺时 柳江云说沈默与斯文晴在珠宝斋 她并不想和他们遇上 让自己难堪 柳江云见林轩婉不说话 也猛然想了起来 连忙解释道 对不起啊 林姐姐 我方才忘记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不是故意的 这样吧 我让身边丫鬟跑一趟 要是他们还在呢 咱们就不去了 说完不等林轩婉说话 便让丫鬟去探路了 第四十章相看 其实我也不喜欢斯文晴 真搞不懂沈默怎么会看上她的 之前有媒婆还想把她说给我哥哥来着 我哥哥死活都不同意 都跟我母亲翻脸了 柳江云小嘴里装满了糖葫芦 说话都有些含糊不清的 林轩婉却很是讶异 你哥哥和斯文晴相看过 柳江云点头 将糖葫芦咽了下去才说道 其实也不算是相看吧 好像是斯嘉 有意想与我家结亲 托了福尹的夫人来叹话 我哥哥不同意 被我母亲拒了 林轩婉笑着点头 心底沉思起来 斯文晴喜欢什么的事 江南几乎无人不知 斯嘉怎会想着与柳家结亲 还有柳风亭的浪荡名声 怎么看怎么像有什么目的 她壮若无疑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我倒是不曾听说过 柳江云就前不久吧 估计也就两三个月以前 这事儿毕竟是官司文晴清玉 虽然她并无清玉可言 可咱们也不能不到的 我母亲夏令封了口 毕竟被拒了婚 斯嘉自然也不会自己拿出来说 你不知道也正常 林轩婉敷衍笑笑 原来如此 两三月之前 好像正是她及激励前后 她不认为斯文晴会看上柳风亭 那么就是斯嘉宗族的意思了 先是柳家 现在又缠上了沈家 难不成斯嘉 是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想找人救命 林轩婉摇摇头 也许是她想多了 斯嘉虽有钱 可并无权势 没有权就代表着形势不变 多有掣肘 他们想保住基业 想找个有权的结盟也是正常 毕竟除开沈家 柳家权势也不差 正想着 先前被派去珠宝斋探路的小丫鬟 也回来了 小姐 沈公子与斯小姐不在呢 门外也没有二辅的马车 柳江云面色一喜 太好了 那我们这就过去吧 听说昨日新品上新 我要求了母亲好久才放我出来的 林轩婉点头答应 只要不遇上那两个糟心的 她去哪都一样 如今时间还早 她肯定是不能这么早回府的 柳江云拉起林轩婉 往繁华街道走去 听说这次的新品 是那位大师精心打造了三年多的 很是漂亮华丽 我得看看 有没有他们吹嘘的那么好 要真那么好看 我非得撒泼打滚 让哥哥丢买了不可 林轩婉也对这珠宝斋 有了一丝好奇 能请到宫廷里的工匠 想必应不是繁品 不过珠宝斋盘更 江南已久 以前也不乏有人闹事 想强买抢卖 可也都没讨得好 她也听沈默说起过一次 珠宝斋东家很不简单 应是来自圣经 可惜连她都查不出底细 这怕是要柳公子大出血了 林轩婉笑着搭话 活该 柳江云冷冷一哼 悄悄回头看了一眼 又拉着林轩婉 压低声音道 林姐姐不知道 我家哥哥可是我家最有钱的 不过他的钱都用来养青楼花魁和戏子了 对我都没那么大方 这次我一定要狠狠地宰他一回 好不容易逮着这么好的机会 也就是 这次有你家哥哥宰 不然他怕是又早跑去找他的心肝宝贝了 才不会陪着我逛街呢 林轩婉回头看了眼柳峰婷 恰好对上男子含笑的桃花眼 见他看过来 还渐兮兮地眨了眨眼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柳峰婷生了一副好容貌 不同于沈默的亲贵 是那种望一眼便能让女子心神激荡的感觉 风流多情又多惊 你这样说他 不怕他听见罚你吗 柳江云撇撇嘴 我小点声 他听不见的 林轩婉哑然 这兄妹俩真是一对活宝 第41章新品 你又说我什么呢 我听不见 身后突然想起柳峰婷音侧侧的声音 吓了柳江云一跳 连林轩婉都有些讶异 隔了这么远 这人竟真能听见 柳江云神色尴尬 没 没说什么 就是和林姐姐说说女儿家的悄悄话 搁得听差了 柳峰婷眯眼看着柳江云 脸上近视威胁 管好你的嘴 再敢胡说八道 抹黑我的名声 当心我会去收拾你 就你那臭不可闻的名声 还用得着我抹黑 柳江云撇嘴顶了一句 拉着林轩婉就往前奔去 嘿 有本事你别跑 身后传来柳峰婷咬牙的声音 柳江云小声嘟囔 不跑等着被你修理吗 我又不是傻子 林轩婉被她拉着在街上狂奔 很是无奈 这丫头当真将又耸又爱玩 演绎到极致啊 怕老虎偏偏还总喜欢摸摸她的毛 两刻钟的路程 硬是被柳江云缩短到了一刻钟 珠宝斩门口有电小二银刻 看到柳江云眼睛都亮了 连忙走了过来 柳小姐来了 您可是来得巧了 昨个店里来了好多心挺 经个才刚摆上 您快里边请 店小二眼神热切很是殷勤 林轩婉没稍微调 这是消费了多少银子 才得到珠宝斩如此待遇啊 柳江云缓了缓有些紊乱的气息 招手让店小二过来 低声问 私家那货在不在这 店小二明显僵了下 随即笑问 柳小姐问的可是私小姐 对 就那厚脸皮 她走了没 柳江云扭头瞅了几眼 并没有看到沈思两家的马车 又回头看店小二 不巧 私小姐与沈公子刚走不久 也就半个时辰左右 您来得晚了 听到店小二的话 柳江云束手一摆 巧巧巧 怎么不巧 我就是看她走了我才来的 要不我才不惜和她遇上呢 店小二扯着笑点头 不敢说话 私家可是他们的大主顾 在江南也算有些脸面的 柳家可以不将私家放在眼里 她这个打工的 可是不敢得罪的 那柳小姐和这位姑娘里面请吧 这位是林家小姐 柳江云介绍完 林清婉清楚感受到了 店小二惊讶探究的目光 还透着几分八卦 林清婉真觉得 柳江云简直就是猪队友 真不知道她多那一嘴干啥 今日怕是又要出名了 不用猜都能想到 明日江南会流传怎样的传言 好看吗 柳风亭走上前挡在林清婉面前 一双桃花眼冷沉地盯着店小二 店小二下的一个机灵 连忙赔不适 柳公子 林小姐 对不住 小的一时走了神 您别见怪 实在对不住 林清婉 没关系 八卦之心人人皆有 没什么好生气的 若是真计较 她就是气死也计较不过来 店小二连连道谢 这次很是规矩 垂着头赶忙将几人迎了进去 店中掌柜的正在看账策 应是临近五十 店里并没什么人 店小二将几人引到柜台前 谄媚地问柳江云 不知柳小姐想选什么样的首饰 小的给您取来 让您挑挑 柳江云 我要看你家的新品 听说那位大师打造了三年才完成 特别华丽漂亮 我就是来看看 是不是真像你们说的那般 柳江云画落 店小二神色明显将了片刻 为难地 看向柜台后的中年男子 林清婉从满目琳琅中收回视线也看了过去 那掌柜的年纪不大 也就三十上下的样子 一双眼睛却很是精明 此时也一脸男色地走了过来 柳小姐 真是对不住 新品已经卖了 您来晚了 柳江云皱着眉头 怎么可能 金哥刚上架就没了 新品并非几百两几千两能买到的 放眼江南有这十里也没几家 想着便瞪了瞪眼 是不是私家那厚脸皮买走了 掌柜的笑着摇头 没有 私家小姐没要 是另一位贵客买走了 已经付过定金了 贵客 柳江云挑眉 这江南除了四大世家 哪户人家还能有这十里 几万两的首饰 说买就买 掌柜的 小的就是个做生意的 客馆给银子我卖东西 并不知晓是哪家的公子 哦 柳江云点头 满脸遗憾 他紧赶慢赶 求了母亲好久才出了府 竟连新品的样式都没见着 怎么想怎么不舒服 掌柜的方才说 那户主刚付过定金 那头面应该还在店里吧 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 柳江云虽娇瞒瞒 却也并非不讲理之人 听闻被人买走了 实在架不住心中好奇 便与其商量地问道 这 掌柜的有些犹豫 不着痕迹地 往二楼瞟了一眼 方点头答应下来 行 那两位小姐稍等片刻 在下这边去取 柳江云笑着道谢 那就麻烦掌柜的了 林清婉对那新品没什么兴趣 目光大致扫着柜台中的首饰 不得不说 珠宝斋的做工 的确比其他地方 精致小巧得多 款式也都是时下最新颖的 有喜欢的吗 柳风亭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身边 用指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低声问道 林清婉眉眼不抬 女儿家自然都喜欢金银珠宝 柳风亭忍着笑 别的小姐喜欢的是首饰 我听着你的话 喜欢的倒是这些金银 怎么都透着童秀为 林清婉抬眸 瞥了眼笑的一脸欠扁的男子 嘴一脚抽了抽 不爱童秀 你吃康燕菜长大的不成 我这叫时尚 柳风亭点头 那你干脆不要带首饰 直接带金元宝 岂不是更时尚 滚 林清婉觉得自己 引以为傲的自制力与好修养 只要碰上这人 便要土崩瓦解 林轩义想着给妹妹挑件首饰 一回头才发现 不知何时柳风亭 站在了妹妹旁边 连忙过去横在二人中间 妹妹 你有没有喜欢的 二哥送你 第四十二章护主 柳风亭也不在意 自觉地往旁边退了退 林清婉收回视线摇头 多谢二哥 不过阿母与祖母前些日子 又送了我不少头面 都还没带过呢 不用再买了 那是阿母与祖母送的 二哥还不曾给你买过东西 你挑一件喜欢的 二哥给你买 林轩义坚持 非要林清婉选一件才行 一旁的柳江云 笑着凑了过来 酸溜溜道 哥哥 你看林家哥哥怎么当哥哥的 哪像你 银钱都用来养别人了 连个头面都吝啬丢满 柳风亭笑眯眯地看着他 柳江云 你今日不挨揍 是不是浑身不舒服 既然我那么吝啬 那等回府 你把首饰匣子里 我给你买的东西 统统还回来好了 柳风亭虽然在笑 桃花眼却渗出丝丝冷意 作为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柳江云自然知道 自家哥哥是真的动气了 连忙闭上嘴善善一笑 我开个玩笑 哥哥最疼我了 最大方了 等会我与林姐姐一起挑几件 哥哥也送妹妹几件 柳风亭冷哼一声 毛子闪了闪 没再言语 这时 掌柜的也捧着一个四方锦盒走了过来 光看那锦盒 便是上好的紫檀木材质 上面镶嵌着大颗的红宝石 一眼便知价值不菲 是上好的杨之白玉所制 连花纹都是大师一笔一笔亲手雕刻的 掌柜的边说边将锦盒打开 露出了里面晶莹剔透的白玉石头面 柳江云眼睛都亮了 不可抑制地惊呼出声 好漂亮呀 一整套的头面 有发官 有玉簪 不摇 还有一对精巧的耳坠 吸引林清婉的 不是玉石的珍贵 而是上面雕刻的玉兰 栩栩如生 连花蕊都雕刻得极其逼真 仿佛活过来一般 柳江云取出一只玉簪 前后摸索观看 喜欢得不得了 拿着玉簪在林清婉头上比划着 这套头面着实漂亮 不过却不称我 倒更符合林姐姐清水芙蓉的容貌 与清冷高贵的气质 林清婉笑着拿下她的手 咱们看看就成 这套头面已经被别人买下了 若让护主知道 咱们是带她的东西 人家会不高兴的 柳江云多了嘟嘴 一脸遗憾地将玉簪放回了原位 早知道我就不吃糖葫芦了 咱们早一点来 说不定就能买到了 掌柜的小心翼翼地 将白玉头面说好笑道 这套虽然被人预定了 但咱们店里还有别的款式 也是白玉打造的 款式都不错 不过有啥说啥 这料子肯定是比不上这一套的 林清婉眸中也闪过遗憾 那沾上雕刻的兰花 她是十分喜欢的 可惜了 柳风亭一直注意着她 此时开口问道 你们可还能定做一款相同呢 钱不是问题 掌柜的摇头 柳公子 想做一款与这款一模一样的 最少怕也得三五年才成 光是雕刻 这些玉兰就是个费功夫的活计 那位大师做的东西 从来不做同款 咱们小店做不得主啊 柳风亭也听说过珠宝斋的规矩 听掌柜的如此说 也有些可惜 好不容易她喜欢 那掌柜的可否帮忙问问 我愿意多出五成的银子 看那位护主是否愿意让给我 林清婉压抑地看向柳风亭 她虽不知晓 这套头面值多少银子 不过却也知道 肯定价格不菲 她出口就多出五成 真是财大气粗 败家子啊 柳江云也挣了挣 忙拉拉拉哥哥的衣袖 哥哥 算了吧 咱们不要了 哥哥虽然有钱 可这套头面少则 也得万两以上 再多出五成 不值得 柳风亭不看柳江云 目光流连在身侧少女的身上 银子而已 买得开心 她并不在意 掌柜的很是犹豫 面色为难 这怕事不成的 那位护主肯定不会答应的 开玩笑 那人怎么可能会因为钱转让 便是答应拿出来给这几位看 就已经超乎她的想象了 柳风亭却不想放弃 这样吧 你帮我问问 只要她答应 银子随她开口 掌柜的冷汗都快下来了 可柳家她也不能轻易得罪 想着那位既然答应 拿出来给这几人看 说不定有别的意思 自己去问问 应该没事吧 左右权衡 掌柜的又往上看了几眼 才汗手道 那几位先稍等片刻 荣再下去问问 柳风亭 林青丸几人 也随她的目光往二楼看去 却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看到 柳风亭眸子一闪 染上暗沉 被珠宝斩如此忌惮 看来那位护主有些来头啊 她从近来到现在 竟都没感觉到楼上有人 林青丸只觉得有些麻烦 想开口劝柳风亭算了 那掌柜的 却已经上了楼 雅间里 茶香鸟鸟 一袭身着暗黑色紧袍的年轻男子 副手立在窗口处 背影修长如竹 玉观高树 光是背影 便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令人不敢在她面前造刺 这里位置极佳 刚好能看到下面发生的情况 林家 低沉暗哑的声音 透着嘶嘶玩味 正是林家嫡女 先前在大街上那位 还有在沈家后院那次 她也在 周木回身 看向说话的手下 她不是与沈家定了亲 怎会与柳家又牵扯到了一起 这 林霄有些犹疑 许是见沈墨与思家小姐纠缠在一起 一生气 便急不择时了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吗 周木凉凉地瞥了眼手下 想到柳峰婷刚才看过来的那一眼 嘴角微微上扬起来 有些事不可只看表面 柳峰婷也未必向外界所言那般不堪 林霄拱手应事 周木 沈墨带着思家那位 可是又去了最先楼 林霄点头 凌晨送过来的消息 二皇子也在那 还有思家二公子 周木一声冷痴 他们这些日子倒是热闹 只不知究竟有几分能耐 林霄垂着头不敢再接话 第43章收网 说话间 雅间的门被敲响 掌柜的小心翼翼的声音响起 四爷 柳家公子想高价买那套头面 您看 等了半晌 屋中并没有回应 掌柜的心中有了数 告了句罪退了下去 如今 江南正值非常时刻 四大世家风向不明 柳家在其中更是显眼 没有主子的意思 他自不敢轻易得罪 如今倒是心里有了成算 周木立在窗口处 神情淡漠地看着楼下的两男两女 嘴角扬起一丝讽刺 沈家与林家定了亲 却勾搭上了私家 柳家公子风流成性 却对林家女友情 这四大世家 可真是热闹 林霄文言也往下看去 怎么也瞧不出 柳家公子有喜欢林家小姐的意思 主子 这柳家公子女人数不胜数 说不定对林家小姐 只是烈焰的心思 属下倒是瞧不出柳家公子 对林家小姐有那意思 真正的喜欢 应该是藏不住的 看眼神就能看出来 就像延昌郡主看您一样 温柔似水 林霄话落 只感觉浑身冷嗖嗖的 一扭头才发现 自家主子正阴侧侧地看着自己 神色冰冷 不由打了个哆嗦 连忙娜娜地垂下了头 周牧收回视线 再次往下看去 少女手中正拿着一根白玉三十袋 小脸娇俏中透着清冷 外表倒符合江南女子的柔美 只是 周牧视线往下移 落在了少女那张红唇上 目光淡了几分 脑海中想起那日大街上 这少女凌厉的口齿 一套一套地说辞 梁九 周牧收回目光 神情淡漠 虚伪造作的女人 从来都不讨人欢喜 尤其像那女子一般 表里不一的 更讨人厌 凌峰那边可传来消息了 凌霄正色道 队伍前日已经出发了 凌峰暗中带人查探过 确定是火气一类 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草药 周牧眸色沉了几分 又问 武叔那边可派人接应吗 凌霄 还不曾 武王这次很谨慎 并未有任何动作 主子 咱们可要收网 瘦 男子清冷声音吐口 先找到是谁给他提供的东西 才是当务之急 如今时局刚定 不适宜与他正面对上 只要断了他的补给 他就撑不了多久 凌霄汉手应下 心中痴笑 如今朝局已定 竟真有那不怕死敢支持武王 与皇上作对 真是活腻歪了 又想到什么 凌霄试探问道 凌晨要回京一趟 可要将那套头面 给延昌郡主带回去 凌霄 你最近好像很闲 要不你往南边去一趟 探探武术虚实 看看他究竟练了多少精兵 周末声音冰冷 吓得凌霄一个机灵 如今武王正式封魔的时候 他一个人 不是平白给人送人头的吗 凌霄摸了摸鼻子 善善一笑 不敢再吭声 若是凌霄在 肯定又要耻笑他一通 堂堂七尺男 比那市井富人还八卦 连主子的事都敢打探 就在这时 楼下突然想起一道 轻量嚣张的女声 打破了凌霄的尴尬 他忙探头探脑往下看 女子一脸傲涩 刚迈进珠宝斋 便吩咐掌柜的道 掌柜的 那套新品头面本小姐要了 给我装起来吧 第44章 唇枪舌剑 本来听到掌柜的说 那户主不卖 柳风亭还很失望 林清婉不想节外生枝 便拉着柳江云 挑选柜台里的首饰 二人正讨论着 哪个更漂亮 却被这道突然想起的女声打断 林清婉握玉簪的手僵住 面色有些发白 神色难堪 面前突然有暗影将她罩住 是她二哥挡在了她的身前 大厅气氛一时有些静默 谁都没有说话 柳风亭站在一旁 嘴角微微勾起 一双漂亮的桃花眼中 却透出丝丝阴冷 柳江云一时一脸的讽刺不屑 二表哥 两久 沈默声音的声音响起 林轩义面色阴沉 沈公子客气了 这句二表哥在下愧不敢当 林轩义冷冷地瞥了眼思文晴 拉着沈默衣袍的手 眸中一出浓浓嘲讽 不管有何目的 沈默既然与斯文晴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亲密 便是在打妹妹的脸 打林府的脸 可笑祖母竟还想着让妹妹低声下气 与她亲近 殊不知是送上门给人遭见 她饱读诗书 能说出口最难听的话 也只是如此 对斯文晴 她一个大男人也不好批判 话落便不在搭理二人 沈默面色阴沉 眸底满是晦暗 袖中的手骨结发白 她如何也不曾想到 竟会在这里碰到她 柳峰婷呵呵一笑 沈公子 这才几日不见 就又搭上一个 沈公子好福气啊 柳江云撇嘴小声骂道 臭不要脸 沈默从进门视线 就定在林轩一身后的那抹蓝衣上 此时听到柳峰婷的嘲讽 她方缓缓连起神色 对上了男子似笑非笑的眼神 眸色冰冷 柳公子客气了 若论福气 这江南 怕是没人能比得上你 柳峰婷 那倒是 不过爷万花丛中过 未婚妻也虽风流 可也知道什么非君子所为 沈默脸色沉得滴水 柳峰婷的话是赤裸裸的讽刺 可她却无心与她计较 偏头看向了那抹蓝色 从始至终 她还不曾给予她一个眼神 哪怕只言片语 斯文琴倒是先忍不住柳江云的讽刺目光 先开了口 柳小姐 我好像并未得罪过你 你呲牙咧嘴的 是什么意思 豁然被点到的柳江云愣了片刻 随即翻了的白眼 旁人骂你 你听不到 本小姐撇撇嘴 你倒是看得清楚 怎么 你莫不是觉得 本小姐好欺负不成 斯文琴气的脸色发青 你胡说什么 谁敢骂我 柳江云瞪眼 谁胡说了 这江南谁不知道你毫无教养 丢人现眼的跟着 有婚约的男人垫地跑 你女的都学狗肚子里了不成 人家正妻在这坐着呢 你算什么东西 像你这种巴巴 网上贴的女人 连个妾都算不上 你得意什么 斯文琴眼眶瞬间红了 柳江云 说话是要负责的 你敢污蔑我 我斯家不会放过你的 柳江云拍拍胸口 哎呦 我好怕呀 你赶紧去 你要是不去就是孬肿 只要你斯家有脸去闹 我柳家就敢接着 够了 沈默一声冷喝 打断了二人的唇枪舌剑 斯文琴眼睛里水珠打着转 柳江云则是一脸讽刺 柳公子 柳小姐身为女子 如此般弄是非长蛇他人之事 怕事不妥 这话不可谓不中 开口便给柳江云扣上了四得之一的长蛇 真传了出去 还有哪家敢聘柳江云为妻 柳峰廷面色冰冷 沈默 身为男子如此抨击一名弱女子 也不觉得失了你沈家少主的身份 沈默面色如常 语气平静 正因我身为沈家少主 才更不能允许有人当着我的面 羞辱我的人 柳小姐莫以为有人撑腰 就可以胡作非为 这江南可不是你柳家一方独大 说话之前还是要掂量掂量自己的精良 沈默神情淡漠 目光轻忧地盯着柳峰廷 隐含警告 那是男人才有的强烈战有欲 柳峰廷眸光冰冷 此时方明白了 沈默如此小题大做的 针对是为何 他冷冷一笑 沈公子 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心里清楚 就算他日 你将他困于神府 可失去的东西也永远不可能找回来 沈默谋色瞬间暗淡 薄唇抿得很紧 那就不劳柳公子 费心了 有那空 还是多管教管教社妹比较好 柳江云脸都白了 沈默这是要铁了心 要给斯文秦出头了 柳峰廷面色也很是难看 父亲再三交代 如今不可与沈家起了冲突 可被人羞辱至此 他如何能忍 楼上看戏的林霄 看着下面的情形直咧嘴 主子 这沈家如今是公然与斯家站在一处了 当着自己未婚妻的面 维护别的女人 还给林小姐朋友难堪 看来这沈默 当真对林家小姐 没什么感情啊 闭嘴 周牧被锅造得不耐 冷冷瞪了林霄一眼 垂头看着楼下 默不吭声的小姑娘 不曾想那小姑娘 却突然抬头看来 眸中水雾阴晕 脸上是还未眼下的痛楚与酸涩 似乎还夹杂着浓浓的嘲讽 二人眼神不期而遇 林清婉脸上的难过瞬间僵住 随即化为愕然 眼角还挂着晶莹 呆了片刻 才反应过来迅速垂下了头 呵 周牧发出一声低笑 口是心非的女人 装得那般潇洒随意 好似魂不在意 竟是在偷偷地哭 她随意地靠在窗口 目光肆无忌惮起来 如此难堪 她该怎么收场呢 周牧眸中满是欣慰 林清婉连起情绪 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 那道不加掩饰的打量 心底砰砰直跳 有了沈默的撑腰 耳边斯文晴不依不饶的声音响起 柳江云 你如我在先 我斯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柳江云气得眼都红了 神情却有些无措 透着思思慌乱 斯家她柳家自然是不怕的 可如今沈默已公然承认 斯文晴是她的人 两大世家问责 便不是她柳家可以随意得罪的了 闯了这么大的祸 父亲肯定会教训自己的 斯小姐想 如何不善罢甘休 寂静的大厅 突然响起林清婉的声音 冷冷清清 听不出什么情绪 第四十五章道歉 妹妹 林轩一担忧地叫了她一声 被林清婉摇头制止 她缓缓起身走至沈默 斯文晴面前 娇俏的容颜平静如水 斯文晴面色发红 即使她在厚脸皮 在郑主面前 也难免有些难堪 富有长舌 唯利之皆 富人不荡言而言 必为霍乱之皆 默哥哥说的 本就是事实 刘小姐如我在先 我斯家讨回公道 有何不可 林清婉看着斯文晴 眸中透出嘶嘶讽刺 语气也中了几分 斯小姐张口富得 可曾学过 和为体柔顺 率真洁 服三从之训 自己立身不正 还怪他人戳你几量不成 最后这句话 林清婉是对着沈默说的 沈公子 敢问柳家小姐所言 哪句冤枉了你们 你我婚约未除 你如此行径 可将我这个未婚妻 放在了眼中 她的话平静地 犹如一汪死水 但莫且冰冷 直直地盯着沈默 仿佛想看透 这个男人心底的阴暗 青梅竹马十数年 她做了她十几年的未婚妻 本还以为是两相欢喜 沈默神色 从阴沉到慌张 再也没有 与柳枫婷对上时的 淡定与从容 清婉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万千解释 只化为这一句 如今正直非常时期 她不能说得太多 斯文晴更不能在她眼前有事 说不失望是假的 即使闹到这般地步 这人都还坚持地 护着斯文晴 林清婉只觉得 她逼着他们 便是不想让自己成为笑话 被旁人耻笑谈论 如今 还是将自己的尊严与骄傲 都踩进了泥里 她退后一步 抬眸对上沈默复杂的眸子 轻轻一笑 沈公子 柳小姐是我的朋友 方才不过是一时不愤 替我仗义之言 既然得罪了沈公子的人 我替她 向沈公子道歉 不知沈公子可否高抬贵手 放过我的朋友 沈默眸色煞石沉暗 少女眼神前所未有的冰冷疏离 不是志气 没有埋怨 就好像 他们真的只是陌生人 她的心顿时跌落谷底 面色逐渐苍白 浑身散发着阴郁与森冷 吓得斯文晴指尖发抖 莫 莫哥哥 她小心翼翼地 拉了拉沈默的衣袖 沈默眼中涌上无尽厌恶 可还是努力压了下来 她闭了闭眼 在睁眼时 眸中恢复平静 秦婉 无论时局如何 都无人能取代你的位置 这件事无庸置疑 她扫过林轩义与柳风亭 最后定格在林清婉的身上 这是她对她的承诺 让林家放心 亦是对柳风亭的警告 柳风亭脸上依旧挂着笑 看不出什么情绪 好似看不懂沈默那一眼的威胁 林清婉正了正 看到斯文晴那怨恨极度的目光 轻笑着摇头 那我是不是该 谢谢你抬爱 如此有情有义 还给我留一席之地 沈默垂谋不言 在江南她说一不二 步步算计筹谋 可唯有这人 无论她如何做 她都不敢有任何情绪 都做不到真正与她生气 十几年的相处 她了解她的骄傲 怕她不顾一切与她决裂 怕她孤注一致逃离 文晴 给柳家小姐道歉 沈默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响起 斯文晴眼眸争大 莫哥哥 明明是她先羞辱我的 沈默声音又沉了几分 道歉 林清婉窥然不动 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她本该得意的 自己三言两语 便让沈默改变主意 给斯文晴难堪 可她心里 如何都高兴不起来 反倒无比的沉闷 方才的 心上交 现在便不值钱了 若他们成婚 说不定他日 她也会成为现在的斯文晴 为她取月旁的女人 而低声下气 不过斯文晴也是咎由自取 她退以吉人 却不会心软 柳江云挺直几倍 高高在上地 携泥着斯文晴 斯文晴面色几变 脸颊火热 前所未有的羞辱 可想到家里的嘱托 在看身边这伟案清贵的男人 终是舍不得扭头走人 对 不起 第四十六章警告 声音细如文银 斯文晴恨的咬牙 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柳江云冷冷一哼 刚才叫嚣得多厉害 怎么 这回棉花堵嗓子了 哼哼唧唧的 你 斯文晴气的脸都扭曲了 柳江云 你别太过分 若不是林清婉出来横插一杠 她才不会怕她 想到林清婉 斯文晴更气了 真是心肝肺哪哪都疼 她为沈默全心全意 不惜毁了明杰 甘愿为妾 可竟还不抵林清婉寥聊聊数语 她心底恨得不行 不过转瞬想到什么 又平衡不守 愿她在的沈默的心又如何 没了林家 沈默怎么可能还娶她做正气 想到不久即将发生的事 斯文晴瞬间释然了 看着林清婉的眼神 透着怜悯与自傲 林清婉却不懈搭理她 更不想与他们再多费口舌 江云 咱们走 她招呼柳江云就要离开 一刻都不想多待 柳江云点点头 冷哼了斯文晴几声 忙跟上走了 沈默立在原地 看着那人冷淡地从自己身侧离去 没有丝毫留恋与不舍 没有对斯文晴的嫉妒 也没有她携手旁人的痛楚 有如小时候一般 清冷地仿佛任何人都 无法激起她的情绪 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退避三射 好似恨不得离她越远越好 沈默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袖中的手钻的发白 却只能极力安慰自己 一切都还在她的掌控之中 再等等 她便能将她迎进沈府 他们还有无数个日夜 她还能慢慢挽回她的心 他们的感情 林清晚与柳江云走了 林轩义与柳风亭正欲抬脚跟上 却被沈默出声拦住 二表哥 如今江南正值多时之秋 无事还是不要让表妹出府的好 只要她安好 我所答应的便不会食言 让外祖母尽管放心 沈默的话是对林府的警告 亦是安抚 林轩义面色一阵难堪 脚掌在妹妹身上 她若想出府完 我自会保护她的安全 不劳你费心 至于其他的 你大可去寻祖母亲自说 林轩义化落一甩衣袖走了 沈默也不在意 因为她知道 为了林家 林轩义也定会传达她的意思 回过身 又看向柳风亭 眸光冰冷 柳公子 柳家虽有后盾 可毕竟鞭长莫及 不该你的 还是不要急于为好 柳风亭面色同样冷沉 对上沈默威胁的眼神突然笑了 沈公子 自古以来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我柳家虽不抵沈家势打 可如今这紧要关头 沈公子敢轻举妄动吗 这世上从没有该不该 也没有先来后到 觊觎了 本公子有胆承认 更有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柳风亭化落转身走得潇洒 丝毫不在意 身后沈默阴沉无比的目光 现在动不了 不代表以后都动不了 柳公子身为柳家下一任家主 可别因小事大 清幽的声音缓缓传出 柳风亭几倍微僵 脚步有一瞬的迟疑 片刻后一言不发离去 莫 莫哥哥 斯文晴虽听不懂 他们二人之间的暗讽 但却能清楚地感受到 身旁男人的情绪 比脂肪才更加阴郁沉暗 沈默回身看向斯文晴 那一眼冰冷至极 吓得斯文晴陡然退后一步 浑身都轻颤起来 莫哥哥 你 你怎么了 沈默长呼了一口气 狠狠地闭上眼睛又睁开 恢复了昔日温和 不是要买东西吗 去吧 你哥哥还在最先楼等着呢 别让贵客着急 斯文晴咽了咽口水 身体的冷意缓缓退去 点了点头 也许沈默 只是被林青婉气到了 斯文晴这般安慰着自己 走向柜台 看向了一直默默看戏的掌柜的 掌柜的这才想起 这未来者的真正原因 看了眼面色冷沉的沈默 面色白了白 四小姐 沈公子 真是对不住 方才林家小姐与柳家公子 都看上了这款新品 柳家公子更是多出了五成的价格 可 可这款新品早就被人预定了 那人不肯出让 再下也没办法 斯文晴闻言眸光一闪 扭头看了眼沈默又问掌柜的 你是说 方才林小姐看上了 柳公子多出五成的价格 但 那位护主不肯卖 掌柜的点点头 丝毫没察觉出 斯文晴这话 有什么不对 可屋中气压却陡然降了几度 沈默猛然回头盯着掌柜的 眸子暗潮涌动 仿佛蕴藏着狂风暴雨 冷如冬日寒雪 斯文晴嘴角压不住的得意 却垂头洋装失落 既如此 那便算了 莫哥哥 咱们也走吧 沈默脸眸 遮住眸底讥讽 这点小心思 也敢在他面前卖弄 文晴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别让我再看到你耍这些小聪明 尤其是对他 话若转身就走 丝毫不顾身后呆愣原地的斯文晴 被戳穿心思的他气得直跺脚 又羞又骚 我说的本就是事实 凭什么教训我 只许他们羞辱我 我说他们一句都不成 凭什么 多闹完又不得不挂上委屈的眼泪 追了出去 莫哥哥 你误会了 你听我解释 哈哈哈哈 大厅人走了个干净 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大笑 周木冷冷瞥了凌霄一眼 后者立即捂住嘴指了声 第47章 斯文晴的幺蛾子 凌霄摸摸鼻子 善善道 主子 这凌家小姐也是真够憋屈的 有个这样贪心的未婚夫 还两边都想站了好 憋屈 周木呼得一笑 你以为他跟你一样蠢 凌家如此被动之下 沈家是绝不可得罪的 他这招以退为进 可是杀得沈末愧疚难当 斯家捧头垢面 周木站在窗外 看着空空荡荡的大厅 眸色清幽 身后突然有细微动静 随着暗沉声音响起 四爷 最先楼那边 四二公子与沈公子 以及斯家小姐还在 二皇子已经走了 周木 可探听到他们谈话内容 暗沉声音又低了几分 二皇子的暗卫 在九楼各处守着 属下不敢靠得太近 会尽快筹备银子 周木闻言皱了皱眉 半晌摆了摆手 知道了 屋中再次归于平静 林霄拿着一封密信进来 神色有些凝重 主子 林峰送回来的消息 您看看 周木结果打开 清冷的俊颜又冷了几分 林家 只怕他们没这胆子吧 林清婉与柳江云出了珠宝斋 允风正守在不远处 二人便先行上了马车 我 我 二人同时开口 又同时看向对方 随后鸣嘴一笑 林清婉道 你先说吧 柳江云垂下头 有些局措 对不起 是我给你惹麻烦了 害得你丢脸 还要向那负心汉道歉 林清婉摇头 别这么说 你是为我伸张正义 否则也不会被他们为难 况且 即便没有你的仗义直言 今日我与斯文晴也无法善了 与其等着斯家倒打一耙 倒不如我先下手为强 若他无所为 明日江南便人人皆知 林家怕了斯家 或是他如何多多逼人 如何心胸狭隘不大度 总归都是他的错 倒不如姿态放低血 脏水反手泼回去 自己落个惨兮兮 哪哪都好交代 柳江云虽性子急 可也是出身世家 自幼兽世家熏陶 一说便什么都明白了 可还是坚持到 不管怎么说 今日总归是我给你惹了麻烦 连累你收拾烂摊子 实在对不住 我从小就爱闯祸 可又总是没本事收场 林清婉眨眨眼 心想这丫头倒是挺时尚 可还是安慰到 你行事精畏分明 爱恨都写在了脸上 挺好 柳江云嘟嘟嘴 胆手撑着下巴 好吗 我母亲说我这是没脑子 还说要是嫁了人 只怕是被人啃得骨头渣子 都不胜 她娘也挺时尚 林清婉笑笑没再说话 神情有些奄奄 毕竟青梅竹马十数年 放下也非一朝一夕 何况二人依旧身负婚约 此时外面正好想起 林轩一担心的询问声 妹妹 你如何 二哥不用担心 我没事 林清婉打着精神 撩开连杖 柳峰婷也正站在不远处看着她 神情说不清什么意味 林清婉迎上她的视线 一时微微一笑 柳峰婷眸子微闪 仿佛不敢与之对视般 迅速垂下眼 不敢再看 林清婉眨眨眨眼 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 逛了一上午 不如咱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林轩一忙点头 好 你不是说 想去最仙楼吗 咱们去那吧 林清婉点头 又询问柳江云的意见 柳江云点头 我都行 最仙楼的烧恶不错 林姐姐不常出府 的确可以去尝尝 行 那就最仙楼吧 林轩一点头称好 最仙楼就在隔壁不远 便让允峰先行驾马过去 自己与柳峰婷随后就到 柳峰婷看着马车离去的方向 想到身边人送来的消息 有些欲言又止 柳兄 可是有什么问题 林轩一醋眉问道 两久 柳峰婷尝出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没什么 咱们走吧 林清婉靠在车厢上 没什么精神 若非有柳家兄妹在 他想必会找个安静的地方 静静待上一会儿 可如今却是不得不应对 主子 到最仙楼了 允峰在外低声提醒道 说话有些吞吐 林清婉醋眉 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不对 车外有片刻沉默 允峰才诱到 小胡同里 好像停着沈家与私家的马车 林清婉眉头都快皱到了一起 他今日怕是没看皇帝 怎地诸事不顺 哪哪都能碰到那两人 正准备吩咐允峰换一家 耳边已经响起 店小二殷勤的询问声 客观可是爱用饭的 楼上有不少 雅间都空着呢 四大世家 都有各家的族会标记 最仙楼作为江南最有名的酒楼 怎可能看不出林家的马车 林清婉眉梢轻条 不知这店小二 是故意还是真的傻 让开 我家主子并未说过 要在这里用饭 允峰拦住店小二 眉峰冷裂 习武之人身上自带沉塑 店小二许事被允峰吓到了 说话有些结巴起来 客观 小的只是问问 没别的意思 既然林小姐不进来 那小的这边走 这边走 店小二嘴上说着 缓缓往后退去 目光不经意 扫过前面私服马车 随即收回视线 林清婉都快气笑了 话说到这份上 他再不下来 岂不是成了缩头乌龟 未婚夫与新上人共同吃饭 他到了门口 却连门都不敢进 是他怕了斯文晴 还是林府怕了私家 允峰定个雅间 林清婉出声吩咐允峰 他倒要看看 斯文晴又打的什么主意 林姐姐 柳江云有些担忧地 拉住了林清婉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店小二 明显是斯文晴放着手你的 最先楼作为江南第一酒楼 若他们在外用饭 肯定首选这里 斯文晴怕是早就 派人在这等着了 林清婉笑笑 别担心 他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的 顶多就是恶心恶心我 除开他的野心 他还算了解沈默 他对斯文晴的忍耐 应是与斯家瑜 他的利益挂钩 经过珠宝斩一闹 不知沈默 还能忍受他多久 林清婉眸光清幽 借此探探虚实 也无不可 林清婉与柳江云刚下马车 柳峰婷与林轩义也到了 林轩义一眼 便看到了沈思两家的马车 面色瞬间阴沉下来 妹妹 咱们换一家 不在这吃 林清婉摇摇头 还没说话 柳江云就竹筒倒豆子般 林家哥哥长 林家哥哥短的 给复述了一遍 林轩义脸色沉得低水 斯家好歹 身为世家之一 怎就交出了 如此不知廉耻的女儿 柳江云也道 就是 真没见过厚脸皮厚成这样的 林清婉 他都不嫌丢人 咱们字也是不怕的 你说是不是 二哥 林轩义对上 自家妹妹含笑的眼睛 便知晓他的打算 无奈轻叹一声 二哥都听你的 柳风亭默默看着 神色有些复杂 似乎带了一丝黯然 正正发呆 哥哥 柳江云伸出小手 在他面前晃了晃 你发什么呆呢 赶紧进去啊 柳风亭回过神 这方发现 门外就仅剩下 他们兄妹二人 第48章 承治小二 殿小二一路将林清婉兄妹 迎进了二楼最里侧的雅间 林轩义虽是读书人 可出身世家 还是有几分气势在的 灵力的目光 盯得店小二浑身不自在 隐隐有些发出 刚将林清婉 林轩义带进雅间 便忙要退下 客官 您看要吃点什么 小的这就下去传菜 说话间 脑袋深深低着 不敢抬头与二人对视 林轩义没说话 作为底层群众 的确生存不易 可若心思不正 算计到他的头上 那就别怪他收拾他了 林轩义沉着脸道 最先楼作为江南最大的酒楼 难不成就是如此对待客人的 来了半赏 连茶水都没人上 店小二这会儿 倒是显得恭敬 小的忙晕头了 客官稍等 小的这就去给您上茶 话落如林大赦般 扭头就跑 却又刚好撞上进门的柳峰婷 再次被弹进屋里 蹲坐在了地上 柳峰婷垂头看了眼 衣袍上留下的油渍 漂亮的桃花眼中 寒意森森 冷冷地看着店小二 这件衣袍 可是上等赎紧所致 沾不得水 也近日第一次穿 就被你给弄上了脏东西 说吧 你打算怎么赔 柳峰婷似笑非笑地 进屋坐了下来 店小二也是使得他的 顿时下的冷汗 都掉下来了 柳公子 小的 小的不是故意的 柳公子恕罪 柳公子大人大量 饶了小的吧 店小二趴在地上 慌张求饶 他一年的月银 也不过三十两银子 连这些公子哥的 一顿饭钱都不够 哪有银子去赔他的衣服 就是卖了 他都不够 林青丸几人静静坐着 谁都不接话 柳峰婷悠闲地靠在椅子上 看着店小二拼命的磕头 无动于衷 直到店小二磕的筋疲力尽 额头亲子的抬眸偷去他 才呼得一笑 冰冷开口 你方才应该挣了 私家不少银子吧 都拿出来赔啊 再加上你多年的积蓄 老婆本 还有你老娘的棺材本 再不行就卖姐姐 卖妹妹 小爷我好说话 来者不拒 柳峰婷笑得风流又多情 提及他姐姐 妹妹时 桃花眼中更是金光翼翼 就像见了老鼠的猫一般 哥 哥哥 柳江云偷偷碰了碰他的手臂 小声道 哥哥 姐姐妹妹就算了 父亲若知道了可不得了 肯定要重罚你的 柳峰婷瞥了眼吓傻的店小二 第二郎当道 罚就罚了 我风流又不是一日两日了 玩玩而已 过几日就丢了 又不取禁门 不会怎么着的 再者说 又不是小爷我抢抢名女 分明是人家送上门还债的 这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说是不是 柳峰婷冲地上的店小二 抬了抬下巴 笑得一脸无辜 店小二人都傻了 江南谁不知晓 这柳家公子是什么德行 可恰巧他家中 还真有一个正直逃离的妹妹 想到要送妹妹还债给他遭见 店小二浑身都凉 了 他爹娘还不得 给他拼命不可 店小二细行到柳峰婷脚下 又开始拼命地磕头 柳公子 晓得知错了 晓得再不敢算计林小姐了 是四小姐命令晓得这么做的 小的只是一个平头百姓 如何敢与四家拗脾气 您高抬贵手 绕过小的吧 柳峰婷静静坐着 把玩着腰间的剔透玉佩 并不大理小二 店小二见他无动于衷 眼中意上绝望 江南都知道 柳家虽低调 可除了沈家 也是没人敢惹的 四家更不可能 因为他一个卑贱平民 得罪柳家 他颓然地跪在地上 将身上所有银钱都掏了出来 柳公子 这些是四小姐给的 剩下的都是小的的私房钱 我家里还有些 都给您 您就行行好 放过小的 这条贱命吧 店小二额头隐隐渗出血丝 林青婉这方抬头 看向他手里捧着的银子 眉头不惊一跳 他就值一两银子 林青婉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斯文琴也是够小气的 果真越有钱的越口搜 想了想 他对店小二说道 他不杀博人 博人却因他而死 这责任 他总是逃不脱的 你说是不是 小二 店小二茫然抬头 看向林青婉 眼珠转了转 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神情还有些犹豫 这 柳家他惹不起 可斯家若想弄死他 也是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见他迟迟不动 柳峰婷冷冷一吃 林小姐心善 指了你一条明路 可看你这样子 倒像是难以决定 不若我现在便派人 将你姐姐妹妹抓过来 陪小爷几晚 小爷保证 不再跟你计较 店小二脸色煞白 瞬间有了决定 柳公子宁说 要赔多少银子 小的这就去准备 柳峰婷一笑 抬手弹了弹一袍上 不存在的灰 一万两银子 我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 若送不来 我就让人去你家抓人 店小二听到 这一万两银子都傻了 可后面柳峰婷的话 又让他瞬间打了个冷战 欠债还钱 柳家要真抓了他妹妹 他便是告到衙门 也是不占理的 更何况 府衙也不敢断柳家的案子 说不得还得打他几个板子了事 左右权衡之下 店小二重重磕了个头忙爬了起来 柳公子宁等着 小的这就去找四家要银子 第四十九章威胁 店小二忙不停跑了 柳峰婷又出门 吩咐了身边小四镇上 林清婉没说话 林轩义倒是先起身拱手道谢 柳兄 多谢了 还让你搭上了名誉 柳峰婷摆摆手 我哪来的名誉可言 江南谁不住我浪荡子一个 做这事 也是再争长不过 不然也唬不住那小四 林清婉道 还是要谢谢你的 今日抓人家姐妹抵债的话传出去 只怕你的名声 要更加臭不可闻了 这般混账的话 也就他柳峰婷说出来 才会有人性 普通世家大族 可是最爱惜羽毛不过 谁也不会给自己瞄着黑头 柳峰婷臭不臭的 我倒是不在意 不过我家老父亲的一顿 打是免不了的 你若真觉得过意不去 就全当欠我一个人情 林清婉哑然 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这边几人聊得兴起 店小二那边 却是水深火热 从林清婉哑间离开 他就直奔酒楼外 停着的那辆马车 马车上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车夫守在那 车夫见店小二 一脸慌张地过来 脸上有些不耐 钱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还跟过来做什么 店小二陪着笑 小哥 能不能麻烦你通传一声 小的有些事 想见见斯小姐 车夫眉毛一束 你算什么东西 我家小姐也是 你想见就能见的 赶紧给老子滚 若让林家的看见你在这 有你好果子吃 店小二闻眼脸上的产妹淡了些 林家已经知道 我是斯小姐的人了 柳家公子设计 让我赔他一万两银子 劳烦你转到斯小姐一声 若他不肯见我 我就只有 将他让我做的事吆喝出去了 车夫脸上一喊 你说什么 柳家公子 让你赔一万两银子 究竟怎么回事 林家知道 他家小姐在背后搞鬼是必然的 店小二本来就是出去顶包的 可却不曾想到 柳家也参合进去了 车夫根本不将 店小二的威胁放在眼中 可柳家却横插一脚 那就不一样了 店小二还以为是自己的威胁起了作用 忙将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 末了还道 我这可都是因为替斯小姐办事 才被针对的 你们可不能不管我 车夫冷冷一笑 你自己撞到人 还弄脏了柳公子的衣服 关我家小姐什么事 滚滚滚 一万两银子 想屁吃呢 店小二文言慌了 如果不是因着这事 柳公子也不会为难我 怎么就跟你们没关系了 我不管 斯小姐若是不管我 我就在酒楼让让开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算计林家小姐 车夫眼睛一眯 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你敢威胁我家小姐 怎么 你是活不耐烦了 想死吗 店小二脸色煞白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 可想到柳峰婷的话 心里又有了几分底气 与其连累家人 将积蓄全搭进去 还不如不要命地和私家杠上 好歹能保全了妹妹 反正如何都是死 既然你们不仁意 过河拆桥 就别怪我豁出去 第五十张审司交易 店小二咬牙说完 扭头就要往酒楼里跑 车夫惊了一下 忙挡住了他的去路 脸色阴沉的可怕 你且先等等 我家小姐正与沈公子吃饭 等吃完饭 我再替你禀告 店小二摇头 不行 柳公子只给了我半个时辰的时间 若半个时辰 我拿不过去一万两银子 我就完了 半个时辰 车夫瞪了瞪眼 就是我家小姐在 也不可能半个时辰内 给你弄一万两银子 这是一万两 不是一百两 一千两 店小二 那我不管 柳公子若弄死我 你家小姐也别想好过 车夫面色瞬间阴沉下来 眼眸透出丝丝寒意 你怕柳公子 就不怕 我现在就杀了你 店小二脸一紧 连忙往后退去 紧张得冷汗都快下来了 我这也是没办法 对你家小姐说 这一万两银子不算什么 可对我来说 就是杀了 我也还不起啊 况且 就算你杀了我也是没用的 柳公子的小丝 就在不远处看着 你只要动手 他马上就会宣扬开 到时候 就算我什么都不说 斯小姐也别想脱离干系 车夫脸色一变 袖中匕首迅速收回 扭头往四周看去 果然看见九楼门口处 有一个小四大半的男人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撑 我这就去通知我家小姐 你给我等着 车夫恶狠狠地对小二说完 扭头进了九楼 二楼另一侧的雅间里 斯文琴正提着茶壶 给沈默侦查 斯二公子坐在二人对面 脸色有些苍白 沈默醋眉看了斯文琴一眼 这些事都有吓人做 你不必忙活 斯文琴面色一白 挤出笑道 你和哥哥商量要事 让他们进来总归不妥 我来就可以的 他知道 方才在珠宝斋时 惹了沈默不快 这会儿端着笑脸 表现得温婉又懂事 心中虽还是有些不愤 可想起自己的布置 心中又好受了不愁 斯二公子脸色有些阴沉 斯文琴的阴晴 无异于自贬身份 连带斯家也敌人一等 他瞪了斯文琴一眼 右转看向沈默道 如今 我们事情也都已谈拢 你准备何时娶我妹妹进府 沈默端悲斩的手顿住 眸中闪过不悦 斯文琴则是面色一喜 紧张地看向沈默 沈默 文琴是测试 正妻未曾入门 测试进门不合礼数 等我们事情定下 二皇子回京后 我会先向林家下聘 待清晚入门一月后 再向文琴下聘 斯文琴脸色煞白 面上很是难堪 他虽嫁她为妾 可他好歹也是私家嫡女 比起林家也是不差的 愤怒与嫡度让他的脸有些扭曲 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泪眼朦胧地看着沈默 斯二公子脸色也同样不好 可还是比他多了几分沉稳 并未表现出什么 沈兄 我妹妹是私家嫡女 虽答应给你做测试 可也非见歉 沈默放下悲斩 没什么情绪道 测试虽不是见歉 可在正妻面前终究是吓人 我沈家也是规矩人家 正妻不入门 怎可那测试 没得让人戳我沈默几两 说我宠妾灭妻 要说斯文秦方才还能忍 这会儿听到沈默如此直白的话 则是立即忍不住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不一会儿就梨花带雨起来 默哥哥 你说 我是吓人 先前他以为只要私家不抖 沈默就不会对他如何 只要他嫁进沈家 再有哥哥帮忙 他也定然能渐渐 笼获他的心 可今日 他听他左一句吓人 右一句纳妾才知 在他心中 自己竟然这般下贱 沈默抬眸看见他满脸泪痕 与其平静道 按东汉律法 的确如此 斯文秦身子一晃 险些坐不住跌到地上 斯二公子也是面沉如水 可他是男子 自然明白 后宅不宁乃货家之源 更重要的是 沈默对林家那位 怕是有心 沈兄 你说的没错 可 我妹妹是我私家的嫡女 本来是愚人为妾 已是辱没了我私家门妹 可没办法 从小到大 她一心只想嫁给你 我私家的要求也不多 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我的意思是 希望沈甫可以正妻之理 引她进门 也算全了我私家脸面 斯二公子话说的委婉 可话里话外 却不难听出威胁之意 沈默神情平静异常 直接了当道 司兄 私家与沈家有大用 可同样 沈家与你私家 也是唯一的出路 不是吗 妾始终是妾 以正妻之理不合规矩 便是我答应 沈家族亲也不会答应 说不定还要好好考虑 考虑与私家的结盟 毕竟钱 不止你私家一家有 我言尽于此 嫁与不嫁 还是你与社妹做主 你们好生商量 明日给我答复即可 沈默说完 干脆利落地起身走人 连余光都没给斯文晴一个 气得他乌夜出声 翘脸通红 二哥哥 斯文晴起身 哭着看向斯鱼羊 斯鱼羊面色也很难看 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本就苍白的脸 又白了几分 他冷冷地看着 上气不接下气的斯文晴 哭什么哭 哭就能让他喜欢上你 没用的东西 二哥哥 斯文晴不可置信地 看着这个 一向沉默寡言的二哥 你还怪我 分明是他在 羞辱咱们私家 你就不会他天天麻烦 二皇子不是要银子吗 你不要给他 让沈默着急 他没办法了 自然会 闭嘴 斯鱼羊脸上呈现绿色 眸中一闪而过的 阴冷下的斯文晴 瞬间指了声 想起林青衣身上的伤 他不敢再多说一句 生怕自家二哥发疯 连他都打 你给我老实些 管好你那张嘴 若是在胡说八道 等不到沈默娶你 你就已经被人弄死了 况且 沈默所言并没错 你既答应 嫁于他为妾 就得知道做妾的规矩 斯文晴哭道 我是答应做妾 可我没想到 一辈子只做个小妾啊 若我以正气之理进门 或者比那奸人先进门都可以 可若我在他之后 一顶小轿抬进去 我这辈子 都不可能扶正的 斯鱼羊眉头紧簇 嘴角浮现一抹阴狠 你不用担心 林家撑不到那时候的 没了林家这个壳子 沈默就算想娶林家女 沈氏族亲 也不会让他做争气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沉的住气 不要与沈默再起争执 哪怕他不喜欢你 也万不能让他讨厌了你 斯文晴 二哥说的 可是真的 你没骗我 斯文晴还是有些不相信 这话他半月前 就听斯鱼羊说过了 可林家现在都还是好好的 斯鱼羊面色闪过不耐 若非需要斯文晴 成为两家利益的纽带 他怎会跟他废话 简直蠢得不能再蠢 他正欲开口安抚 雅间的门 却被人猛然推开 近来的是斯文晴的丫鬟 小丫鬟一脸的慌张 小姐 不好了 那边出事了 还让沈公子撞上了 斯文晴本还些迷糊 又看到小丫鬟 往前面戳的手指 脸立即白了 出 出了何事 沈默不是走了吗 怎么撞上了 小丫鬟垂头 小心翼翼到 是店小二那边出了意外 他逼迫李大来寻小姐 不然就要嚷嚷出去 李大假装答应 想着将人引出去 然后做掉 不曾想 却刚好被沈公子碰上 店小二也被沈公子身边的石墓给救下了 小丫鬟说得不清不楚 斯文晴都听猛了 思虞羊却明白了几分 眯眼看向斯文晴 谋色很利 你做了什么 斯文晴慌得不行 我 我没做什么 就是先前在珠宝斋时 吃了林青晚的亏 吩咐店小二将他骗进酒楼 想着教训教训他的 斯文晴眼神躲闪 心虚的不行 思虞羊气的低壳不止 直觉知道 怕不只是教训那般简单 咬牙骂了句蠢货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看看 等着那人将你全卖了不成 思虞羊边壳边起身往外走 第五十一章 沈默取舍 九楼外停马车的小胡同里 沈默面色阴沉地盯着跪在地上的车夫 你是自己说 还是让我的人动手逼你说 车夫被石墨摁在地上 脸上却满是坚毅 我方才说的都是实话 这个小二惹怒了柳家公子 却想找我家小姐敲诈银子 我不过教训教训他而已 再者说 我也是私府的下人 就算处置 也该由我家小姐 公子处置才是 沈默脸色一沉 拾目手下一个用力 咔嚓一声 折断了车夫手腕 注意你的态度 便是你家公子在这 杀你 也不过抬抬手的事 沈默不理会疼得 痛呼出声的车夫 扭头看向一旁下的 瑟瑟发抖的店小二 店小二忙趴在地上说道 沈公子 不是这样的 是斯小姐给了我银子 让我守在酒楼门口 若是看到林小姐来 务必请她进去 小的一时财迷心窍 才会答应 后来被林小姐和柳公子识破 小的不小心 又撞脏了柳公子的衣服 柳公子存了新收拾小的 开口就让小的赔一万两银子 小的上奶弄这么多钱 才想着来找斯小姐 小的这无望之灾 本来就是因斯小姐而起 柳公子也说了 只要赔了银子就一了白了 也不再为难小的 不曾想 这车夫竟想暗害了小的 还好碰到沈公子宁出来 不然小的真就没命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车夫瞪着眼 愤怒地看着店小二 他就说 方才柳家的小厮 怎么回了酒楼 饶是他对店小二下手 也一直不曾出现 原来是他们合伙算计自己 沈墨脸色沉的滴水 眸中近视冷冽 不曾想斯文晴那么大胆 竟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对他不利 店小二也距离力争 我才没有胡说 分明是斯小姐蛇蝎心肠 怕我真将他供出来 才想杀人灭口 店小二虽身份低 可脑子却很灵 斯家草菅人命 即便告到县衙 衙门也不敢循斯家晦气 到最后 还是自己吃亏 还不如扒紧了沈公子 不求讨回公道 至少能保住性命 想着 他连忙吸行到沈墨脚下 沈公子 我所言句句属实 柳公子的小厮也是知道的 您看 他就在那 还是柳公子让他看着小的 找斯小姐赔银子的 在不远处 看到了柳家的下人 那人进不闪不闭 直直看着这边 还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沈墨皱眉收回视线 瞥了那车夫一眼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简直喘到家了 这件事的发酵 肯定有柳风亭的设计 可这车夫沉不住气 杀人灭口是真 斯文晴算计清完也是真 这时 斯文晴与斯鱼阳也前后到了 斯文晴躲在斯鱼阳身后 不敢上前 离得老远 他都能感受到 沈墨身上冰冻三尺的寒气 斯鱼阳路上 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 心中脑恨 斯文晴无脑 却还得出面收拾烂摊子 沈兄 都是家中惯坏了文晴 才让他如此任性 他就是心里气不过 想着给林小姐天天赌 并没想做什么坏事 车夫的事 也是他擅作主张 方才我们都在雅间 文晴连房门都没出过 对此肯定是不知情 这你也是知道的 他的确有些小性子 可也非恶毒之人 你宽宽心 别与他一般计较 斯鱼阳姿态放得低 倒是不曾否认 直接了当承认了 斯文晴的小动作 气得斯文晴脸色发青 二哥 斯文晴在后面 拉了拉斯鱼阳衣袖 却被斯鱼阳一把甩开 警告得瞪他一眼 闭嘴 还不向沈兄道歉 斯鱼阳压了又压 才将心中狂躁勉强压下 若非在外面 他肯定一巴掌抽过去了 简直蠢得无可救药 事已至此 多说已无意 明眼人谁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多做纠缠 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 他了解自己妹妹那副德行 后面肯定还准备了 对付林家女的东西 若沈默真要计较 才是得不偿失 还不如利落认下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沈默回身 看向斯鱼阳 眸光轻裂 不过停留片刻 又越过斯鱼阳 看向斯文晴 我告诉过你 不许再动不敢有的小心思 你是将我的话荡耳旁风 或者是说 斯家不想与我沈家合作 斯小姐也不打算再嫁入沈府了 斯文晴面色煞白 慌忙摇头 不是 我没有 我 他看了眼思鱼阳 忙道 我只是与林妹妹开个玩笑而已 无伤大雅的 不曾想到是激怒了刘公子 要替林妹妹出头 一万两银子而已 我赔就是了 沈默见他到了这个接骨眼上 还不忘在自己面前上眼药 暗风柳风亭与林青瓦二人关系不正当 脸色更冷了几分 袖中的手骨节清白 可斯家如今不可放弃 权衡利弊之下 他长呼了一口气 冷冷地看向斯鱼阳 四二公子 舍妹家教不言 成婚之前还望多家管教才行 还有 测试之位我看就算了 若斯家同意 便以贵妾进门 若不愿意 你我两家交情便到此为止 斯鱼阳谋中狠力骤声 二人无声对视 风烟暗起 斯文晴再次哭了起来 贵妾也是妾 连沟侧夫人都称不上 只能算是个姨娘 沈默竟然因此 就要让她做妾 斯鱼阳被她哭得心烦意乱 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戾气 回手一巴掌 抽在了斯文晴脸上 还不给我闭嘴 斯文晴都被这一巴掌给打猛了 她冷冷地看着一脸 利色斯鱼阳 倒嘴的质问 又给咽了回去 好 我硬了 斯鱼阳狠狠地闭了闭眼 张口答应 她必须要上这条船 否则那件事 一旦东窗事发 整个私家都要玩完 斯文晴听到她硬下 眼泪顿时流得更凶了 可却不敢开口争论 沈默似乎早就料到结果 神色并未有什么变化 只抬眸撇了严柳家的下人 又看向了二楼的雅间 眸底闪过一丝溃涩 最终一言不发地上马车离去 斯文晴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冲到车夫身前夺过匕首 就要捅向殿小二 住手 四玉阳立身喝止 你是嫌不够丢人 还是连妾都不想当 想去神府当通房 斯文晴手一颤 回头恶狠狠道 不过一个卑贱吓人 难道我堂堂私家嫡女 连个小二都杀不得 若不是她出卖我 又怎会闹到沈默跟前 四玉阳都快被她蠢笑了 在沈默眼皮底下搞动作 你还有脸怪别人 若你想今日事情闹大 尽管杀了她 然后等着柳林两家找上门来 你声名尽毁 斯文晴手中匕首啪哒掉在地上 气得嘴唇都直哆嗦 四玉阳沉遮脸招呼身边小丝 给店小二拿了一万两银子 直到店小二逃命般地离去 才又看向斯文晴道 不管你都做了什么 即刻吩咐人去处理干净 下次再犯准 再多的银子也保不住你 柳峰亭的小丝 此时也已回了二楼雅间 将小胡同里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叙述完 又将银票放在了桌子上才退下 屋中一时很是静默 谁都没有开口 林轩一脸色铁青 扮赏后 他怒不可恶地扫落面前碗筷 沈默 斯文晴如此害你 他竟还袒护他 就这么轻飘飘放过 林轩婉面色沉静 瞧不出什么情绪 斯嘉于他有大用 便是我死在他面前 他也未必会放弃斯嘉 心知肚明的事 有什么好气的 第五十二章银票 他话说的随意 仿佛真的不放在心上 柳峰亭皱眉开口 即便你不在意 可往后你始终要嫁过去 斯文晴不是个安分的 若他再出什么幺蛾子 沈默又爱于斯嘉偏向他 你的日子要怎么过 你心里还是有个章程的好 柳峰亭的话 让雅间其余三人 再次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 柳江云也忍不住道 林姐姐 正如我哥哥所言 你势单力薄 若他们二人连起手来宠妾灭妻 你岂不会很危险 要不然 你回去如实告知林伯母 这婚事若是能退还事 尽量退掉的好 放心吧 我心中有数 多谢你们关心 林轻婉扯扯嘴角 勉强笑了笑 若退婚真有那么简单 她也不会挨到如今了 有些事 无论她表现得如何不在意 可心底终究还是难受的 还是怨对的 还有对自己未来 无法掌控的无力感 林轩义脸色沉暗 有始至终都没有开口 心中有自责 有愧疚 亦有愤怒 柳峰亭与柳江云的话 可谓一刀见血 女子嫁人 所能依靠的是 夫家的人品 还有那丁点宠爱 可若妹妹都没有 日子该如何过下去 这桩婚事 又与火坑合意 林轩义面色越发苍白 林轩乱仿佛看出了她的心思 安慰地拉了拉她的衣袖 二哥放心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直 况且还有阿母在 她那么疼我 不会看着我遭罪的 快吃饭吧 林轩义看着妹妹 略显勉强的笑颜 心中更加的憋门 柳峰亭适时放下筷子 起身对林轩义道 林兄 我有些事想与你聊聊 可否能一步 林轩义有些疑惑 却也立即起身 当然可以 柳兄请 柳峰亭汉手 看向林轩义与柳江云道 你们先吃 不必等我们 说完二人一前一后出了雅间 林轩义看着二人背影有些疑惑 柳江云倒是不以为意 大大咧咧咧道 林姐姐不必管他们 咱们吃咱们得就成 他们还老说 咱们女人麻烦 其实他们男人更麻烦 说句话还要藏着野长 林轩义笑笑 只得暂且压下心底繁杂 与柳江云有一搭没一搭 边吃边聊着 直到二人吃过了饭 外面说悄悄话的两人还没有回来 柳江云等得有些着急 命身边丫鬟去寻 才将二人请了回来 你们说的话 怎么用那么长时间 我们等的黄花菜都凉了 柳江云一脸的不满 柳峰亭 谁让你们等我们了 你们该吃吃你们的 管我们做什么 柳峰亭率先进门 林轩买抬眸看去 二人目光相视片刻 那人便慌张一开了眼 脸上随即泛起可疑的飞红 柳峰亭还会脸红 林轩买了抹 不着痕迹地收回了视线 林轩义从外面回来 便一直有些心不在焉 甚至还有些坐立不安 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林轩买看时辰差不多了 主动开口道 时间不早了 我与哥哥该回府了 你们可还有别的安排 柳江云期待地看向柳峰亭 柳峰亭忽略柳江云祈求的目光 说道 没什么安排 今日出府 就是陪江云出府转转 等会我们也回府 林轩买点头 那行 那我们一起走吧 林轩义一直心事重重 柳峰亭先他一步截了账 等在了酒楼门口 林家的马车早已等在那 柳江云还有些依依不舍 林姐姐 等下次你在有空出府 晚一定记得给我第一张帖子 咱们还一起 行 下次再 出门我还叫上你 林轩买说完 便在宁乡的搀扶下上了马车 柳峰亭与林轩义 站在酒楼门口 不知正说着什么 林轩买透过车帘能隐隐看到 自家二哥的宁重与为难 林轩义正色道 柳兄 你的话 我会原封不动转告家中长辈 至于结果 也是由家中长辈做主 柳峰亭汉手 婚姻大事 众之甚之 的确要家中长辈商议之后方能定论 我等柳兄的结果就是 行 那我们先行告辞 林轩义拱拱手 回身上了马车 林轩买也撩起车帘向柳江云告辞 柳峰亭正站在车外 将一张银票塞进了车厢 林轩买接过一看 正是店小二赔偿的那一万两 不等他开口 柳峰亭先道 这银票本就是斯文晴补偿给你的 你收下做私房钱用 除却长辈贴补 规格女子开销 仅靠府上宫中月营 比起男子要结局许多 若想买件衬心首饰 都得积攒上许久 林轩买摇头拒绝 这是你依附的赔偿 与我无关的 你还是收回去吧 林轩买将银票又递了回去 总觉得柳峰亭今日有些怪怪的 就连他的二哥也有些异样 竟然都曾不开口阻止 第53章林老夫人的心思 柳峰亭站着不动 漂亮的桃花眼中隐含倾笑 那件衣服不值钱 是我故意骗那店小二给你出气的 柳峰亭说的义正言辞 丝毫没有做坏事的不好意思 林轩买有些好笑 那也是你的劳动成果 你替我出气 我还没谢你 怎能再收你的银子 你还是赶紧拿回去吧 银票放在车厢上 谁都不愿拿 柳峰亭贪贪手 那可不行 我可是如是都跟你说了 你是我敲诈的知情人 以防你出卖我 这银子你必须收下 你收了赃款 咱俩谁都撇不清关系了 我放心 柳峰亭说完 不等林轩买有所反应 便拉着柳江云上了自家的马车 林轩买无奈有好笑 只得暂且将银票收起来 想着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还回去 或则折成东西送柳江云 两家马车一东一西离去 回府马车上 林轩义比去世安静了不少 整个人都有些阴沉沉的 不时皱眉思索着什么 林轩买心头不痛快 也没心情询问什么 也知道即便他问了 自家二哥也未必会告诉他 干脆闷闷地窝在一角 欣赏着过路的风景 刚走不远 天空逐渐阴沉下来 不过片刻便下起了小雨 夹杂着阵阵冷风灌入车厢 到府门口时 林轩买已动得手脚冰凉 府门口 王室身旁的李嬷嬷正候在门口 手中拿着披风略显焦急 身后还有受安堂的农月 林轩买刚下车 李嬷嬷就以快步迎上 麻利地给他披上了披风 小姐您可算回来了 夫人都派人问过好多遍了 也不知怎么就忽然变了天 夫人就怕您冻着 林轩买拢了拢身上披风 才觉得冷意散了些 倒是让阿母担心了 林轩义随之下车 李嬷嬷匆匆见李 二公子 林轩义点点头 又看向林轩买 妹妹 我还有些事寻大哥 就不送你回去了 哥哥去忙吧 不必管我 林轩买直觉 二哥所谓的事 因与柳峰庭有关 不过不该他操的心 他从来都不过问 林轩义点头 吩咐了李嬷嬷 送林轩买回庭语院 便匆匆进服 往外院而去 三小姐 您可算回来了 林轩买刚上台阶 隆岳立即上前端着笑脸道 怎么看都透着几分小心翼翼 李嬷嬷暗中捏了捏她的手 无声摇头 林轩买明白李嬷嬷的意思 心底轻叹一声 受安堂的人 只怕比李嬷嬷后在这都早 他若阳装不知 难免有些说不过去 况且 就算躲过今日还有明日 他总不能一直闭着 李嬷嬷 你先回翠院吧 我先去受安堂见过祖母 等会儿再去寻阿母 小姐 李嬷嬷有些焦急 眼中隐含担忧 可隆岳就在一旁站着 他也不能说出 不让小姐过去的话 小姐 夫人很担心你 早命人给你熬好了姜汤 不如你先喝了姜汤 再去见老夫人 老夫人年纪大了 也省得万一给老夫人带了寒气 李嬷嬷不着痕迹地 给林青婉使着眼色 希望她赶紧答应 不用想她也知道 老夫人安的是什么心 李嬷嬷知道 王室今日安排 不过是让二公子 陪着糊弄糊弄罢了 这才不想林青婉一人过去 生怕让老夫人察觉出什么 为难小姐 林青婉拍了拍李嬷嬷的手 安抚的笑了笑 放心吧 嬷嬷 我就过去做做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她自己能应对的 就不想麻烦阿母 府上本就已经够她操心了 怎好这点小事 也让她挂念 隆岳打心眼里 是极喜欢这位三小姐的 身为掌房嫡女 没有其他主子的高高在上 对她们这些下人 也素来温和 所以有必要时 她也乐意透露几句 李嬷嬷放心 老夫人就是想跟三小姐说说话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你若是这会儿不忙 也可以随我去唠唠话 歇着等会儿 李嬷嬷自是立即答应 吩咐宁香去翠院回话 便随林青婉去了寿安堂 寿安堂里 林老夫人似睡非睡地 靠在软枕上 林青婉站了半晌 也没听到上面人有所回应 不禁皱了皱眉 难不成她已经听说了什么 转瞬又压下这个想法 应该不会 她让允风再三注意 也并未察觉到 有人跟踪 便是派人去查 也不会这么快才对 思绪分转 林青婉随即连起了情绪 规规矩矩地垂头 站在下手 又过了一会儿 林老夫人才微微睁开眼睛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少女的反应 见她恭敬垂手立着 并无慌张不安 心中才满意了些许 听说 你今日出府了 怎的这么晚才回来 话音略带责备 仿佛在教训不懂事贪玩的孩子 林青婉垂头眼下嘴角讽刺 淡淡道 孙女贪玩 的确回来得晚了些 请祖母恕罪 林老夫人恩了一声 看林青婉并未表现出什么不满才又道 你是规格女子 如今也已急急 不好在外抛头露面 往后要安分着些 祖母教训的是 林青婉不卑不亢回道 林老夫人看着她的眼神 隐隐透出期待 林青婉却扬作不知 只老老实实站着 她问一句 自己答一句 旁的一句都不多言 几个回合下来 林老夫人不禁焦急起来 林青婉干脆低着头不看她 气得林老夫人脸色发青 逼着自己出府的是她 如今倒是一推三六五 装得轻高无比 将一切不合规矩之举 都推到了自己身上 林青婉心中冷笑 想知道结果 她偏偏不说 林老夫人旁敲侧击又问了几句 都被林青婉避重就轻地躲了过去 依旧什么都没问出来 林老夫人面色阴沉 冷冷地盯着下手的少女 这个孙女足够聪明 可正因太过聪明 才不好拿捏 这也是她一直不喜 欢她的原因 府上有位聪明通透的嫡长女 对林府来说本应是好事 可若她的聪明 不能为林氏所用 反之成了林氏的祸端便不好了 这么些年 她也摸出了这个孙女几分脾性 她对林府没什么感情 更没有大家族中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觉悟 不过好在她对王室 还是很在意的 人只要有软肋就成 往后林府只要有王室在 即便她嫁出去了想拿捏她 还是易如反掌 第五十四章 兄弟反目 祖孙二人正沉默着 隆岳一脸焦急地进来 老夫人 前院出事了 林青婉与林老夫人 同时抬眸看了过去 隆岳对二人扶了扶身 二公子回府 去寻大公子说话 二人在书房待了许久 后来不知为何竟吵了起来 二公子还打了大公子一拳 胡闹 林老夫人浑浊的眼中蹦出灵力 狠狠地拍在暗机上 他们可是亲兄弟 竟动起手了 像什么样子 你可打听 是为着什么 林老夫人隐晦地看了林青婉一眼 问着隆岳 林青婉此时思绪正乱着 直觉知道 二哥发火因是与自己有关 这会儿也顾不上与林老夫人周旋 隆岳不着痕迹地看了眼三小姐 摇头道 大夫人已经赶过去处理了 具体原因奴婢并不知晓 隆岳的小动作 让林青婉确定了心中猜测 不免也有些焦急 大哥是个重规矩的 只怕二哥这次定要被重罚 祖母 孙女有些放心不下 想过去看看 就不陪祖母了 林老夫人顿了片刻没有答话 反问道 听说你二哥今日陪你出了府 你们可是 发生了什么事 林青婉垂头 回祖母 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哦 当真 林老夫人显然有些不幸 眯眼看着林青婉 目光满是审事 祖母不幸 可问二哥哥 林青婉表现得恭敬 可出口的话 却不那么温婉 林老夫人面色淡了几分 那就不必了 你也去看看吧 你是他们的亲妹妹 去劝着先 别让他们兄弟生分了 是 林青婉扶了扶身 脚步匆忙地走了 林老夫人看着她的背影 眸光深思 半晌后吩咐隆岳 你也去盯着先 问问究竟为着什么 竟让他们亲兄弟起了争执 隆岳也应声出去 林老夫人抬了抬手 一直守在一侧 漠不作声的老嬷嬷 连忙上前扶起她 林老夫人悠悠一叹 好在她是个重情的 我冷眼瞧着 她对二郎倒是真情实义的 老嬷嬷低声笑道 毕竟是兄妹血亲 三小姐自然是亲的 是吗 那可不一定 林老夫人冷冷一哼 你瞧着她 对老身这亲祖母 可有半点温情 这 老嬷嬷有些哑然 三小姐 从小就与老夫人不甚亲近 对一切事物都淡淡的 除了大夫人外 仿佛没什么能激起她的情绪 便是老夫人几次三番 与她为难 她也能不着痕迹的话解 并让人挑不出错来 半上 老嬷嬷甘笑道 三小姐 是个有主意的 性子也是爱憎分明 恰巧 老身就是她憎的那个 林老夫人声音冷然 老嬷嬷却是身子一抖 盲攻身告罪 老夫人恕罪 是老奴胡言乱语 说错了话 起来吧 咱们相伴多年 没什么是不能说的 况且你说的本就是事实 林老夫人摆了摆手 老身是半截身子 快入土的人 不在乎她是真心还是假意 只要能为林氏付出 带来利益便可 况且 别说是 老身这个外祖母 就是她亲爹 和大郎 你瞧着她 又有几分真情 她是个冷心的 别人对她十分厚 她能回忆八分就不错了 她爹与大郎身父 林辅重责 对人对势 难免注重大局 可对她也是 有几分真心的 可她是如何做的 那几分真心 对她来说屁都不是 只要旁人对她的真心 掺杂了其他 她就会毫不犹豫地 将人隔绝在外 便是她亲爹 亲大哥 也不过是得她表面 恭敬而已 要说这林家 真正得她真心的 以往就一个王室 现在又多一个二郎 林老夫人哼笑着说完 摇了摇头 这些话 她也是第一次 如此直白地说出口 老嬷嬷恭敬地垂着头 直嬷嬷听着 一声都不敢接 正因林老夫人明白 林清婉的性子 才怕她嫁进了沈家后 不顾及母家 可如今沈默身边 又多了一个私家 王后就不单是 林家需要林清婉了 她想在沈家站稳脚跟 也得依靠林家 互惠互利 这样的关系 才能长久 林老夫人也正因此 才放心不守 第55章处罚 小姐 邵安堂门口 李嬷嬷撑着油伞 快步迎上 脸上带着担忧 林清婉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转而问道 龙月说二哥 与大哥起了争执 可知道怎么回事 李嬷嬷给她撑着伞 主仆几人迅速往外院行去 老奴一直守在这 也是听龙月说了一嘴 具体的并不知晓 林清婉点点头 心底担忧 脚步就又快了几分 虽有李嬷嬷打着伞 可这会儿的雨势不小 到外院时 她几乎失了半个身子 王世老远瞧见她 连忙迎了上来 这会儿雨下这么大 你过来做什么 在外面已经冻了一遭了 要是再染了风寒 又得病上一场 林清婉 我没事的 方才在祖母那听说 二哥与大哥起了冲突 实在不放心 便过来看看 林清婉小脸有些苍白 却难掩担忧之色 提起那两个儿子 王氏脸色也沉了沉 那两个混账东西 等会儿我就收拾他们 伸手去拉林清婉的手 准备进去 触到的却满是水渍 王氏连忙伸手去摸她的衣服 却是湿了大半 李嬷嬷 不是让你拿了披风和油伞吗 怎地衣服全湿了 王氏面色有些阴沉 李嬷嬷忙 公身请罪 却被林清婉接过话头 阿母别生气 是我着急过来 将披风忘在了祖母那 又不好过去拿 便先过来了 李嬷嬷一路都顾着我 奈何与事太大 这才临湿了险 不碍事的 咱们还是先进去看看 哥哥他们吧 那怎么行 王氏一脸的疼惜 将自己身上的披风 取下给林清婉披上 这才拉着女儿进了书房 书房里 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 管家刘忠 一脸冷汗地站在中间 阻挡住怒目而视的兄弟二人 林轩井身着墨青色华服 向来克制 喜怒不形于色的他 此时脸色铁青地 瞪着坐在地上的林轩义 他的右脸高高肿起 有一大片淤青 嘴角破了 往外伸着血丝 被身边小丝扶着 林轩义倒是完好无损 脸上身上并无伤势 就是衣袍与头发略有些凌乱 脸上还挂着不正常的潮红 头微微垂着闷不吭声 王氏看到二人 这副德行 顿时气的胸口只起伏 你们俩真是好样的 一个未来家主 一个即将下场 竟然在家中动起手来 也真不嫌丢人 兄弟俩谁都不说话 林轩井回身 坐回了书案后 一张脸沉的滴水 屋中下人急 时去地退了下去 直到房中 只剩他们母子四人 林轩乙才上前 扶起地上的林轩义 轻声问 二哥 你没事吧 林轩义摇摇头 没有说话 林轩乙见他 除了右手有些红肿 其他并无不妥 才放下心来 不仅有些富匪 他这二哥 看似文弱 不曾想发起火来 竟有这魄力 连素来不苟言笑的 大哥都敢打 王氏拉过一把椅子 坐了下来 冷着脸问 说说吧 究竟为着什么 若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然来 你们就都给我跪祠堂去 林轩紧冷冷地 看了眼对面的林轩义 长呼了一口气 却是什么都没说 林轩乙 却能从他这声呼气 中听出他的愤怒与无力 甚至还有些伤感 林轩婉抬眸看去 正好对上大哥 看向他的目光 那目光很复杂 有疼惜 有无奈 有愧疚 可也不过虚于 快地让他几乎以为 自己看错了 也是 大哥受父亲 与祖父亲手较斗 在他的眼里 亲情不过是淡薄道 可以为林家 谋取利益的手段 谁都中不过家族前程 又怎会对他有那种情绪 林轩婉淡淡 收回目光 脸上没什么情绪 比起方才对林轩义的 紧张差的 不是一心半点 连王氏都有些尴尬 只得亲自开口关心道 锦哥 你伤得如何 可叫了辅医过来看 林轩婉摇头 没有 皮外伤而已 不用请辅医过来 小了不过是兄弟之间的口角 可若大了 祖父与父亲难免会插手 届时林轩义 对兄长动手 就难免被重罚 林轩婉 也是在为林轩义遮掩 王氏对此很是欣慰 转头严厉地看向林轩义 义哥 你怎么说 林轩义低着头不说话 任王氏如何问 就是不说一个字 气得王氏咬牙 你要反天不成 竟敢跑来你兄长真闹事 还敢对你兄长动手 儿子认罚 别无二话 你 王氏气得胸口疼 指着林轩义扮上 说不出话来 你若不给你兄长的交代 我马上命人 将你父亲请来 家法处置你 林轩义依旧不为所动 母亲只管去请辩士 儿子不认为自己错了 也无话可说 林轩义一脸的坚毅 噎得王氏张口无言 两边都是亲儿子 他总不舍得 真的请了人来教训他 井哥 你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兄弟感情向来不错 怎就突然动起手来了 林轩义也沉着脸不说话 浑身寒气逼人 王氏气得猛然起身 好好好 你们都不说是吧 非要等着你们父亲 过问是不是 行 我这就命人去请 李摩摩 王氏话音刚落 林轩义却突然起身制止 母亲 是我与二弟观点不合 发生了争执 没什么大事 我们自己解决便可 林轩婉台谋 看向这位大哥 有些惊讶 他与他虽微至亲 可也不过是 见面点点头的交情而已 记忆中 他为人严苛 注重礼教家族 暗往常 二哥犯如此大错 他应是重罚才对 今日却是在变相求情 不过 既然二人谁都不开口 又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王氏自然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行 你们祖母 那可是已经知道了消息 你们俩想怎么解决 王氏提醒了大儿子一句 又坐了下来 林轩婉看了眼林轩义 又不着痕迹地扫过林青婉 才到 二弟行事无状 便让他去祠堂柜上三日 不予饭时 紧跟 王氏有些心疼 这处罚说重不重 可不给吃饭 就有些遭罪了 林轩婉谋底 划过黯然 淡淡问道 母亲觉得不合适 王氏清楚感受到了大儿子的不快 也知道自己 有些偏心太过了 若让老爷子和大爷处置 肯定比这要重得多 立即不再多言 一哥 还不谢谢你大哥 林轩义抿着唇看着林轩婉 脸上还带着不服 你不愧是他 一手教导出来的 的确与他们如出一辙 不过 就算你替我求情 我也还是那句话 我鄙视你的行为 林轩姐 我看不起你 林轩义说完 扭头就走 冲进了大雨里 林青婉都呆了 二哥 一直是文雅且温和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他 如此尖利 而面对的人 还是他们的嫡亲大哥 回想他最后的一番话 林青婉心中 也琢磨出了几分未来 扶了扶身道 阿母 大哥 我去看他二哥 话若转身离去 片刻都不多留 王氏正了正 看着女儿追出去的身影 心中 不禁有些心疼大儿子 若非身为长子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担当 他也不会变成 今日这副冷心冷情的模样 井哥 你别放在心上 一哥那边 母亲会好生叫到他的 林轩紧眸中 闪过不可察觉的 失落与苦涩 虚于化为平静 无碍 我这边 还有些事要处理 就不留母亲了 王氏微微点头 起身走了出去 不过片刻 屋中人散了得干净 至于他一人 还坐在书案后 无人问津 林轩紧无力地往后倒去 坚毅的脸上 神色复杂 半嗓男男出声 我也不想的 他用力地闭了闭眼睛 心中有私庆幸 庆幸二弟不曾 当面驳斥他 不曾将他的阴暗 与无情宣于众人前 外院走廊上 兄妹二人并肩行 林轻晚问 二哥今日 可是为了我 才与大哥哥起的争执 第五十六章大哥 林轩一顿了片刻方答 是也不是 按理说 除开父母 我们三人 本该是这世上最亲之人 可 可大哥所思所想 介于你想的不同 你寻大哥 本是想寻一助力 帮你说服父亲与祖父 让我退婚 可却不曾想到 大哥与父亲 祖父所言相同 林轻晚话落 停住脚步 看向自家二哥 你对他失望 更气愤 他对兄妹的无情 才大打出手 是不是 林轩一苦笑 母亲常夸你聪慧 比我拎得轻 看得透 我本还以为是他偏爱你 今日方知 他所言不虚 林轻晚笑笑 二哥 你我与大哥 虽一母同胞 可从小 所学所受观念不同 看人对事 也都有自己的章程 若我猜得不错 大哥定 是将林家处境 以及江南局势 都细细讲与你听了 总之结果 就是沈家婚事 不可丢 婚事不能退 而你所言 只以我的幸福 为出发点 让大哥为我考虑 不能跳进沈家 那个火坑 而大哥的意思呢 就是我一人 幸福怎抵得上 林家全族的未来 这是我 作为嫡长女的使命 她的话 激起你的怒火 也破灭了 你对大哥的敬重 对吧 林轩一沉默不语 半赏方道 你竟是什么都知道 以往祖母他们都说 你冷情 殊不知你 才是这府里 看得最透彻之人 若非今日 我怕还沉浸在圣贤书中 兄妹二人继续往前走去 我们小的时候 几乎一个月 也未必能见父亲一面 我与大哥常常能看见 母亲偷偷地哭 后来大了 就更加无法理解 父亲的一些行为 母亲说他也是身不由矣 可我与大哥 还是很讨厌他 所以 我一直以为大哥 会有所不同 即便他从小 在祖父身边长大 我也认为他不会成为 与祖父 父亲一般的人 林轩一说的隐晦 林轩婉 却是明白他的意思 他对外如父亲一样 逢场作戏 权衡利弊 可他是亲大哥 对自己亲人 我总是给予理解 想来是因为那些人 都不是我所在意的 林轩一勾起一抹讽刺的笑 又道 对内 我一直觉得 他与父亲是不一样的 也许是我一夜障目 直到今日听到他的话 我仿佛又见到了十年前的父亲 姑姑被迫出嫁那些十日 说是失望透顶 不如说 我是弃自己 自欺自骗这么多年 被他猛然揭露 而怒不可遏 也许是太过难受 林轩一竹捅倒豆子一般 将自己心中的想法 尽数说语了林轩晚听 此时兄妹二人 也已到了祠堂门口 大雨依旧没有停歇的意思 林轩一收敛起情绪 今日天冷 你又折腾了那么久 祠堂里阴冷 你就不要陪我进去了 赶紧回去吧 林轩晚点过头 还是劝道 二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要走 他的前路 坎坷决定了他的性格与取舍 大哥并非不疼我 只是他有他的责任 有他必须要守护的东西 那是他身为长子的义务 除却那些 他依然会护着你我 林轩一垂着头部说话 林轩晚知道他明白 可也许就是气不过 就是无法接受 二哥你生下来就不需背负那些 只要你读好书 他日就有出路 哪怕你什么都不做 也是可以一事无忧 因为只要林家不倒 我们就有依仗 可大哥 却是林氏一族所有人的依仗 若他的位置换你我来做 谁都不一定有他做得更好 林轩一有些正愣 突然问道 那什么呢 他与大哥是一样的人 你真能接受并且理解 林轩晚抿了名嘴 我能理解 却不能接受 比如他对大哥 他能理解他的不义 明白他的处境 可他却不会与他亲近 他知道人格有志 可却不想与他们那种人有所交集 二哥 这件事 父亲与祖父肯定会过问的 你最后的那些话 不只是说大哥 也是在说父亲与祖父 他们掌权惯了 你不可再顶撞 以免吃亏 我知道分寸 你放心好了 快回去吧 当心真染了变 林轩一再三驱赶 林轩晚这才点头回去 第五十七章 二房出事了 挺愉愿 宁霜也熬好了 姜汤温在炉上 宁乐也在沐浴间 备好了热水 林轩晚一回去 几个丫鬟就迅速忙活了起来 林轩晚将身子泡在热水中 这才觉得 身上有了几分暖气 不再冰凉透骨 宁霜往浴汤中 加入了一些驱寒的草药 整间房都充斥着淡淡的苦味 小姐 赶紧把姜汤趁热喝了 林轩晚闻着那又苦又辣的姜汤 整张小脸都皱到了一起 浴汤里不是佳药了吗 宁霜道 您回来时 衣服湿了大半 风寒是肯定的了 如今双管齐下 您还能少遭些罪 宁霜最是了解她的身体 林轩晚闻言 指得不情不愿地 接过姜汤喝下 满嘴的辛辣 让她皱紧了眉 还好有宁香 及时送上的蜜饯能压压 想到池塘中的人 林轩晚回头 又吩咐宁霜道 宁霜 你再熬一碗姜汤 里面加些驱寒的草药 药量重一些 待会送去词堂 宁霜道 小姐 大公子不让二少爷吃东西 咱们送得进去吗 不让吃东西 总不能连药都不让喝 林轩晚在宁霜的要求下 泡了足足小半个时辰 才起身出来 饶是如此 还是喷嚏不止 鼻子发堵 她揉了揉有些发烫的小脸 将整个身子都埋进了被褥里 心里隐隐替二哥担忧 她最后的那些话 何止是鄙视大哥 那是连带父亲与祖父 都给看不起了 若是消息传开 父亲指定是要问责 可事情毕竟是因自己而起 她亦不能袖手旁观 正在此时 王氏竟顶着大雨过来看她了 王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待身上寒气退了些 这才往床边走去 瞧你小脸有些潮红 可是不舒服了 有些冷 不过不碍事 宁霜给我熬了药 已经喝下了 林轩晚往里挪了挪 问道 阿母可是想问 关于二哥的事 王氏戳了戳他的额头 就你聪明 王氏笑得勉强 半赏才道 你二哥不是个冲动的 我想着问问你 他这次出去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林轩晚垂下眼皮 将今日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 末了才道 二哥是因为我才去找大哥的 终究是我的错 让他们生了闲心 这怎能怪得了你 王氏声音冰冷 一双美目中 尽是怒火 往日我瞧着沈莫带你不错 本以为再如何 以后他也会偏疼你几分 不曾想他与你父亲 竟是同一类人 亲人 子女 爱人 什么都抵不过他们心中抱负 抵不过他们的家族利益 林轩晚垂头不语 王氏气怒难消 如今私家的还未进门 若是进了门 那斯文晴又不是个安分的 沈莫还处处偏着他 你的日子要如何过 现在他方明白 二儿子为何发那么大的火 井哥虽是他亲 他也疼他 可比起一根鱼丸井 终究差了一些 他也承认自己偏心 只因大儿子身上 有他父亲的狠觉 那是他最不喜的 此时 宁霜也熬好了药 告知过林轩晚 便送去了祠堂 看门的 都是大儿子的人 王氏 怕那些人不放行 又轻派了李嬷嬷同行 屋中一时有些寂静 王氏 让林轩晚睡会儿 刚起身准备离去 便见拢月衣服滴水 满脸焦急地挑了帘子进来 夫人 不好了 二房出事了 老夫人 让您赶紧过去一趟 第58章奇句 二房出事 王氏与林轩晚对视一眼 面色淡了几分 可是二爷又出了什么幺蛾子 可那也是他们夫妻俩的事 叫我过去又能如何 二房夫妻闹事 不是一日两日了 每个月总要闹上那么几次 他先前也曾劝过 不过人家不领情 反倒嫌他多管闲事 王氏自然不乐意再管 自己又不是闲的没事做 非要去讨人闲 隆岳见夫人又坐回了踏边 急得脸都红了 不是的 夫人 不是二爷与二夫人不痛快 是三少爷 一听说是林轩风 王氏更不乐意多事了 一个世家子 却整日无所事事 吃喝嫖赌 也是样样都沾 隆岳见夫人 一副事不关己 不想多理的模样 只得不顾及林轩晚在场 直言道 夫人 三少爷这次出了大事 前些日子 二夫人给三少爷 寻了个压货的活迹 可货物刚送出江南 便被人查了 如今三少爷已经被黑甲卫收监 老太爷 大爷 大公子 如今都在老夫人呢 就等着您过去商量对策呢 被黑甲卫收监 王氏惊得猛然站了起来 竟然能惊动黑甲卫 林轩风 这是闯了多大的火 阿摩 还是赶紧过去看看吧 王氏看了眼床上的林轩晚 平复下心情点点头 行 那我过去瞧瞧 你再睡会儿 记得让宁霜 再给熬碗姜汤喝下 王氏起身欲走 龙月吞吞吐吐道 夫人 三小姐 老夫人特意吩咐 要三小姐一同过去 王氏皱了皱眉 回头看向林轩晚 立即明白了老夫人的用意 三小姐身子不舒服 我去旧城 左右不过是过去听听 想对策救人 还有老太爷和大爷在呢 意思是 即便让林轩晚去 也帮不上什么忙 龙月一脸为难 夫人 老夫人特意交代过的 请三小姐务必到场 行 那你等会儿吧 我换上衣服 随你们一起去 龙月感激地扶了扶身 谢三小姐 那您先梳洗 奴婢去外面吼着 龙月带上房门退了出去 王氏面色不快 晚点 你祖母那边有母亲单着 你何必要跑这一趟 如今听这势头 林轩疯闯的货肯定不小 你祖母请你过去 八成是想让你寻沈莫帮忙 林轻晚 我心中有数的 母亲放心好了 毕竟祖母派了人请 不去总归不好 能出动黑甲卫动手 必然不是小事 即便是沈家 也未必能摆平 况且 黑甲卫不同于普通军队 沈家也不一定敢趟着浑水 行吧 那你跟在我身边 若是他当真提及 你尽管拒了 况且还有你祖父 父亲在场 他们总不能和了脸皮 不要为难你 王氏脸色不渝 对林老夫人 这厚脸皮的举动 尤为不满 阿母不必担心 我心中有数 一刻钟后 寿安堂 刚踏进院子 正方便传出了 张氏痛心疾首的哀吼 我可怜的风儿 他何时遭过这种罪啊 老爷 父亲 你们快想办法救救他 林二爷脸色发青 厉声呵斥 张氏闭嘴 吵吵嚷嚷做什么 哭人就能回来不成 没看到父亲和大哥 已经在想办法了吗 他每日都在后悔 当初娶了张氏这蠢妇 毫无大家之风 整日就只盯着 眼前那点迎头小力 和他巴掌大的后院 三天二头的一闹腾 令人烦不胜烦 王氏带着林青婉进门 给林老爷子 林老夫人行过礼 又一一打过招呼后 就坐了下来 默默看着张氏哭闹 我的风儿那么小 他吓坏了怎么办 你这当爹的 是一点都不心疼 还能坐得住 张氏叙叙叨叨的埋怨着 屋中几人神色严肃 谁都不想理会他 林二爷被他拽着衣袖 扰得心烦 气恼道 还不是你非要蹭私家的便宜 不然风哥怎么会遭难 你怪我 张氏手指着自己 眼睛睁大 二爷 当初可是你眼红那块肥肉 想握张底牌 再三催促 我去寻大女婿的 是你不肯丢了脸皮 端着岳父的架子 非要我第三下四的去磨 如今出事了 你竟然来怪我 当初思雨洋答应风哥压祸时 你可不是这态度 怎地这会儿就翻脸不认人了 林二爷说一句 张氏有十句等着他 气得林二爷气恨不已 拳头都攥成了青色 阴冷地瞪着张氏咬牙道 你给我闭嘴 林清婉嘴角抽了抽 二叔也算精明能干 不然也不可能在生意场上迎来送往 可奈何取了个蠢才妻子 他在对面都能感受到他的绝望与怒火 不过这比起大姐姐所受的 十分之一都没有 王氏握着林清婉的手 脸上带着淡淡不屑 二房卖女牟利在座的都心知肚明 可张氏还非得亲手撕了自家的遮羞布 真是鱼不可及 闭嘴 上手响起一声怒喝 林老太爷一双老眼 凌厉地瞥向张氏 久违上位者的威严气势显露出来 张氏身子一抖 瞬间就指了声 若是老夫人 他兴许还敢混不吝地顶上一两句 可对上公公 他是一声都不敢吭的 第59章 汽车宝帅 你们是夫妻 不是仇人 除了是不知想办法解决 不嫌丢人 林老太爷怒声训斥二人 张氏气不过小声嘟囔着 那也不能怪我呀 说不得二爷巴不得风歌出事 好给他像一娘的儿子腾弟呢 林二爷脸都清了 张氏 你在口无遮拦 胡言乱语 就给我滚出去 宠妾灭妻 扶持树子构陷笛子 张氏开口 就给林二爷冠上了顶大帽子 按照律法 可是要坐牢的呀 他再好色 也不会做出这等自毁一身的事来 也就张氏没脑子 什么都敢胡烈烈 公公婆婆也脸色阴沉地盯着自己 顿时缩起了尾巴 不知声望 林老夫人气得眉心 突突直跳 林老爷子身为公公 也不屑与张氏夫人计较 转头看向了大儿子 老大 这是你怎么看 林家大爷神色凝重 若是寻常衙门扣押 倒不是大事 可黑甲未隶属怀阳王世子 怀阳王世子周末身份金贵 又是个尤盐不尽的主 全是在圣经 也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咱们根本无从下手 除非能找到证据证明 这批货与封根无关 否则咱们只能听之认之 林老太也点头 你说得不错 即便咱们能将手伸进去 只怕也没那本事收回来 说不得还会引火烧身 儿子正是此意 张氏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再傻也听出来了 顿时又止不住嚎了起来 大哥 你的意思是不管封根了 那怎么行啊 他可是你的亲侄子 你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话中指责意味明显 林大爷面色阴沉 知道张氏是个什么脾性 干脆不予理会 王氏冷声接口 二弟妹这话说的 好似是大爷不愿就封根似的 鸡压人的 可是朝廷黑甲位 不是衙门那几个墙头草官兵 你有能耐自己去求淮阳王氏子 可别拉上 我们大房找死 大嫂 话不是这么说的 父亲将林家交给了大哥 大哥就是林氏一族的族长 保护族中子弟 是他的职责所在 什么叫我拉上你们大房找死 张氏瞪着眼睛 一脸的不服气 凭什么得好处是他们 药武扬威的也是他们 自己家屁都没沾着 到世上竟还推脱责任 王氏被张氏的脑回路 气得不行 保护族中子弟 可也耐不住 你们自己作死 能惊动黑甲位亲自拿人 王侯将相来了 也未必保得住你们 你 张氏背对的语色 说不过王氏 就又将火力对准了林家大爷 大哥 难不成你 真的不管你亲侄子了 黑甲位手段残忍 你就当真看着风格 去死不成 林家大爷眉头紧皱 对张氏的虎脚蛮缠 很是恼火 可他是个男人 张氏又是弟妹 身份尴尬 他也不好呵斥 你够了 林二爷忍不住再次吼道 抓人的是黑甲位 咱们连峰哥 为什么被抓都不知道 你让大哥怎么救人 还是你以为 咱们林家有和黑甲位 抗衡的资本 如果你自认为有那本事 你现在大可去救人 你一个大老爷们不去救 让我一个夫人去 张氏瞪圆了眼 林峰瞧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眼见又要撒泼 林老爷子眼皮跳了跳 再次出声制止 张氏 你若想听 就老老实实地坐着 若不想听 现在就给我出去 林老爷子发了火 张氏值得不情不愿地坐了下来 脸上奶不服气 恶狠狠地瞪了眼林二爷 丰富 林二爷一甩衣袖 不再搭理他 这时 一直默不作声的林轩锦开口了 祖父 正如二叔所说 咱们目前须得知道 三弟被抓的原因 只有这样才能规划怎么救人 林老爷子点头 问林二爷 送消息回来的小丝 都怎么说的 只说是那批货出了问题 人都被黑甲衣扣下了 其他什么都没说 林二爷也很是无奈 他已经问过很多次了 那小丝知道的消息 也就这些 林老爷子听完 脸上凝重了几分 若只是普通的违规 应该不至于黑甲衣出手 也不会如此隐秘 要知道 在这之前 他们可并未听到任何风声 林轩锦咒没道 祖父 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未保不测 最好以备万一 你的意思是 林家大爷脸色闪过震惊 别的不说 单说黑甲衣出洞 便不会是小事 若牵连太广 咱们只能 林轩锦不着痕迹地 看了林轩锦一眼才到 汽车宝帅 射掉林轩锋保全林家 当然 我想的是最糟糕的情况 若事情不大 人该救还是得救的 林轩锦着头 洋装不知林轩锦看来的视线 林老爷子汗手 锦根说得不错 如今最重要的 还是先要查清始末 贸然插手 若姿势体大 林家也难以脱身 林二爷虽心里不舒服 可也知道 侄子与父亲所言非虚 只得点头答应 张氏被教训了一两次 倒是老实了不少 不知是听不懂 还是不敢吭声 这会儿倒是很安静 即便是查 也只能从咱们自己入手 黑甲位是想都不用想的 林家大爷有意无意地 撇向张氏 可又不想与那泼妇交涉 只得看向王氏 王氏嘴角一抽 几个男人的视线 都落在自己身子 只得忍着烦闷开口 二弟妹 当初你和大姑爷谈这批货时 你们都怎么说的 你原原本本讲一遍 也让父亲 大爷都听听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张氏醋了醋眉 好像是有些羞于出口 面带难色 你不说 大家怎么帮忙救风根 王氏冷着脸道 不用想也知道 张氏肯定发挥了 厚脸皮的功效 朝思于羊魔来的 林青晚想的却是 二婶志 还知道难为情 说明还是有点羞耻心的 内情估计得比听说的 还要不堪谢 听到要就风根 张氏才咬着牙 低声叙述起来 一番话说完 屋中众人神色各异 林二爷脸轻得发紫 虽是他受益张氏去做的 可真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 还是骚得老脸通红 林老爷子沉声问 所以 那批货并不是私家的 张氏缩着身子点点头 那你可知货是谁的 你见过那人没有 张氏摇头 林青晚看着祖父 越发铁青的脸 唇角抽搐 这二婶 真是想便宜想疯了 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敢让风根去压货 林老夫人狠狠地拍案喝道 张氏小声道 于扬说是 他的一个朋友 本来他是打算 派自己人去压的 我想着 私家都往上扒 肯定是个大货 所以就将一个大好的机会 死皮赖脸地磨了过来 不曾想 却是自己跳进了坑里 林青晚默默摇头 有些便宜 可不是那么好占的 林二爷也一脸震惊 你为何不曾给我说过 你也没问过我啊 况且也是你 让我去搭这条线的 我想着 若真搭上 说不得 咱们能比过 私家也不一定 他也是豁出脸皮 才从私鱼羊手里要过来的 林二爷狠狠地闭了闭眼 连赤马张氏都没了力气 第六十章 拉私家下水 屋中一时沉默了下来 张氏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见谁都不开口 有些慌了 父亲 这怎么说 也是私鱼羊的朋友 风根也是从他们手中接手的 私家里应负责的 人家强迫你了 还是人家打上门 非给你不可 林老爷子沉声反问道 那是你死皮赖脸要来的 如今出了事 你还想拉人家下水 你当私家那么好欺负的 张氏撇撇嘴 可那也不能罪责 全让风根一人懒娃 也是肆于羊他 识人不清 单则也是理所应当的 要我说 咱们就告诉那什么世子 那批货都是私家的 跟咱们风根一点关系都没有 林青婉沉下眸子 不知张氏说这话时 心中可曾有一刻想起过大姐姐 还有他那年仅四岁的外甥女 一直沉默的他 突然开了口 二婶 不说先前这差事 你是怎么求来的 只说如今事情尚未明朗 你便想尽办法 让大姐夫牵扯进来 可曾想过 私家会如何对大姐姐 她该如何在私家立足 什么叫如何立足 她自己不争气 不得人家欢喜 就算没我她也立不了足 再者说 一个丫头骗子而已 怎么能抵得过我风根金贵 张氏对王氏发怵 对林青婉可是丝毫不客气 一个小丫头而已 她全然不放在眼里 说出的话更是不忌讳 林青婉面色阴沉 你的意思是 只要三哥能少受些罪 大姐姐为她牺牲也是应该 是吗 张氏翻翻白眼 那是自然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老了可是要指望儿子的 要她能干什么 既然泼出去了 二婶做什么 还时不时趴大姐姐身上吸几口血 吃几口肉 你那么嫌弃她 往二房扒拉好处的时候 怎么不嫌弃 你疼你的香火孝子 侄女心中都清楚 可你不能一边榨干了大姐姐 一边又埋怨 她哪奶都不行 别人都还没说什么 你倒是拼了命的 把自己女儿往腻里踩 二婶这样处事 未免令人心寒 你对自己亲生女儿都能如此 传了出去 他日谁还敢跟我们林家生意合作 你说是不是 二叔 林青婉一口气说完 扭头看向脸色难看的林二爷 话都让侄女说完了 我能说什么 不过你祖父 父亲都在 我们是在商议大事 你母亲带你来 已是不妥 言外之意 就是没你插嘴的份 二弟这话该问母亲 婉姐可是还带着病的 若非母亲质疑让婉姐过来的 我是不会让她 来听你们二房的事的 王氏拉着林青婉 不客气道 张氏这会儿方回过神来 一张脸气的酱子 张口就要回怼 却被林老夫人拍案喝止 都给我闭嘴 家里的事情 还会商量出结果 你们自己人倒先吵嚷起来了 像什么样子 张氏不服气道 母亲 那也不能怪我吧 你瞧瞧婉姐说的都是什么话 我可是她亲二婶 有她这么埋态长辈的吗 林老夫人老脸一肃 冷沉地看着张氏 她指的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 婉姐 祖母知道你是好心 可她毕竟是你二婶 要注意些分寸 林青婉有些讶异 她还以为祖母会训斥她 抬眸对上林老夫人慈祥的双目 她心里一突 总觉得有什么阴谋 祖母教训的是 孙女知晓了 林老夫人点头 眸光闪了闪 林老爷子则对二婶失望到了极点 如今还不知事态究竟如何 他们就慌着忙着 要将殷亲给拉下水 但凡这样做了 都是彻底将私家给得罪死了 结亲也成了结仇 林青婉虽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可也是明白这个道理 就张氏还蠢地 真以为拉下私鱼羊 就能替林轩锋顶罪 林轩锦倒是不委婉 直接说道 二婶 如今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怎么找到那批货的主人 查清楚那批货究竟装了什么 又是往哪运的 拉下私鱼羊 对咱们没有半点好处 若事情小 咱们多他们从中周旋 要好处理得多 若事情大 不过是多一个人送死而已 三弟一样逃不掉罪责 毕竟亲自压货的是他 当然 若你执意拉私家下水 且不说你有没有证据和那本事 却是真真切切得罪了私家 殷亲也成了仇人 别说帮忙 他们不踩咱们一脚 都是仁义 林家大爷与林老爷子不约而同的点头 张氏听完脸色煞白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怎么就成仇人了 王氏嘲讽道 那本来是人家的货 你死气白赖的懒了过来 初老师又赖回了人家身上 哥你身上 你不跳脚大骂 都是我看走了眼 张氏眼泪又开始了 林亲晚暗叹了口气 果然自己人微言轻 乔阿母说的多难听 张氏连坑都不敢坑 林轩井 当然 咱们虽不能攀扯私家 可正常询问一下 还是可以的 林老爷子点头 你说的对 想摸清底细 还是得从大丫头家的下手 不过你二叔 二婶是不能去的 以免节外生枝 求助便为了问责 就不好收场了 至少如今 还不适合私家翻脸的时候 想了想 林老爷子看向了王氏 我记得三丫头和大丫头 感情素来不错 就让三丫头和景哥 他两走一趟吧 王氏有些不乐意 尤其是看到 张氏望过来那张狠狠的脸时 父亲 二弟妹看样子 并不想我们插手 景哥是长子 他跑是理所理当 儿媳不敢说什么 可婉姐还带着病呢 没理由受罪跑一趟 还得咔二弟妹的脸色不适 张氏文言更气了 父亲 大嫂不愿让婉姐去就算了 儿媳自己跑一趟就是 没了他们 还办不成事了不成 你给我闭嘴 林老爷子都气死了 扭头又瞪了眼 漠不作声的林老夫人 当初他就看不上张氏 若非林老夫人执意 他们林家也不会去这么个蠢妇 林老夫人遭受了无妄之灾 自然也气不打一出来 老二 还不将他给我拉走 第六十一章张氏 林二爷只觉丢人丢到家了 狠狠地瞪着张氏 愣着干什么 难不成还等着让下人来拽你 还不走 张氏还有些不服气 可屋中没一个人搭理他 有的也只是上手那两位的怒目相向 指得不情不愿地起身 走就走 用得着感人 好歹我也是二夫人 反正父亲 母亲偏心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府中上下谁不知晓 就你还巴巴地听他们的 殊不知 人家有没有将你当亲儿子看 张氏走着 还不忘嘟囔着 在林二爷面前上眼药 更是气得林老夫人 林老爷子直喘粗气 蠢妇 林老爷子举起手边茶盏制了出去 雌气碎裂声 吓得张氏险些跳起来 再不敢胡言乱语 一溜淹没了踪影 林青婉勾了勾唇 挑拨离间 挑到当事人面前 他这二神也是神人 就是怂了点 王氏垂头轻抚着林青婉的手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林老爷子缓了缓 心里气顺了些 才又看向王氏道 就给斯嘉下张帖子 就说去看大丫头的 声音带着不容置疑 王氏心中冷哼 也就欺负自己顾忌体面 方才怎么不命令张氏那魂不吝呢 行吧 就是委屈我的碗简了 带着病还要 贴二房收拾烂摊子 问题是 人家还不一定领情 就是别遭了罪 又被你二神挤兑 那可图什么呀 王氏腾息地看着林青婉 林青婉无声笑笑 知晓自家阿母不愤 可身为主母 又不好顶撞了祖父 祖母才话里有话的埋怨 阿母放心 女儿若是受了挤兑 就寻祖母撑腰 祖母定会护着女儿的 您说是不是 祖母 林老夫人呵呵一笑 那是自然 你二婶是个魂的 你别理她 要是她在说什么不中听的 你就告知祖母 祖母教训她 林青婉点头应下 王氏一脸的不高兴 却也没再说什么 拉了林青婉起身道 婉姐还不舒服着 我就不陪父亲 母亲了 而其先走了 林老爷子摆摆手 走吧 记得让府衣过去看看 多谢祖父关系 林青婉扶身硬下 母女二人快不出去 一出寿安堂 王氏的脸就阴沉下来 气得帕子都攥成了一团 整日出不敬的幺蛾子 让咱们给他们擦屁股就算了 还让你并着受他们连累 瞧瞧你二婶 那副德行 好似咱们多了一管似的 林青婉 到底都是一家人 咱们总不能真不管他们死活不是 二婶混账 咱们总不能随他一起混账 王氏哼了哼 往身后梁婷看了一眼 声音又大了几分 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还整日的瞎蹦打 屁本是没有 就长了张不饶人的嘴 什么东西 林青婉忍着笑 差不多了 阿母 快走吧 吃 若不是你不舒服 带着病 我非骂他一个中头不可 拎不清的虎玩意 是是是 您骂也骂了 咱们大人有大量 别给他虚导了 快走吧 并非林青婉好心 而是他此时真的有些撑不住了 折腾了一天没停 此时只觉得脑袋嗡嗡的 看东西都宠你 二人身影渐渐远去 梁婷后躲着的张士气的眼泪都出来了 指甲都折断了几根 我混账 你们才混账 你们全家都混账 一家子猴子精 走一步算三步 谁乐意让你们管 若不是老东西偏心 我才不稀罕搭理你们 张士嘴里恨恨骂着 许事不解气 又踹起了岩石 可他忘记了 自己是抱着柱子藏在后头的 他身后是一米高的草丛 这一踹 惯例带着他往后栽去 小丫鬟吓得脸都白了 二夫人 可他这小身板 又不敢上前接 只得眼睁睁看着张士 挥舞着手脚撂倒在地 疼得呲牙咧嘴直哀忧 二夫人 您没事吧 小丫鬟这才慌忙上前去扶张士 啪 得一声脆响 小丫鬟耳朵嗡嗡作响 又连火辣辣的疼 剑婢子 你方才躲得倒挺快啊 你是不是跟王氏一样 也看不起我 是不是 张士将气都撒在了小丫鬟身上 拧在小丫鬟腰间的手丝毫不留情 疼得小丫鬟冷汗森森 脸色煞白 二夫人 奴婢没有 奴婢真的没有 哼 最好没有 否则我就将你卖窑子脸 张士收回了手 许是摔伤了腰 他疼得难以挪动 愣着干什么 还不扶我回去 小丫鬟连忙应声 抹了把眼泪 搀扶起张士 张士挺着脊背不敢动 嘴上倒是不停 他恶狠狠地看了眼 灵青婉母女离开的方向 咬牙道 谁乐意你们管 自以为是的东西 没你们 我还做不成是不成 用个小丫头骗子 来多管闲事 哎呦呦 死丫头 你能不能轻扁 你故意报复我是不是 张士抬手 在小丫鬟手臂上 狠狠地凝了一把 小丫鬟垂头掩住 眸中恨意 小心翼翼答道 奴婢不敢 挺羽怨 王氏陪林青婉 回到挺羽怨 嘱咐他 好好休息后 就离开了 林青婉 浑浑噩噩地 躺在床榻上 问正在给他 把麦的凝霜 要送进去没有 大哥的人为难你没 送进去了 奴婢亲眼看着 二公子喝下的 奴婢过去时 大公子的人 正在隔壁房吃饭 想是有意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就行 这几日大哥会很忙 想是顾忌不上二个 你每日 被些简单的吃食送过去 尽量避开手门的人 别让他们难做 奴婢晓得 宁霜收回手 小姐的确不出奴婢所料 已经染了风寒 不过好在不中 吃几日药 在房中呜呜呜 别陷了疯 宁霜转身去血药方 林青婉悠悠一探 不出门怕事不成的 明日我要去趟私服 你要量下重险 至少能撑过明日不严重就成 宁霜手下一顿 想劝可也知道作用不大 值得点头硬下 吃过药 天色已经暗沉 林青婉连饭都没吃 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觉到天明 第六十二章 造访私服 一日清晨 林青婉收拾妥当出门 却在府门外 意外遇到了她的父亲 林家大爷 父亲 林青婉扶身行礼 起来吧 今日天冷 你还病着 怎么也不多 穿件衣服 林大爷少见地关心 让林青婉有些错愕 毕竟是去做客的 若是裹得太严实 让人家看出 病容总是不太妥当 好在女儿出门时喝过药了 父亲放心 嗯 林大爷对这个嫡女 一直是十分满意且骄傲的 你自小就聪慧 办事也细致周到 去到私府后 好生与你大姐姐谈谈 咱们与私家虽是殷亲 可如今牵连到沈家 一切就说不定了 你心中也有个数 林青婉心中微精 面上却不显露分毫 女儿晓得 行 神府与私府不同路 那为父就不等你们了 林大爷上了马车离去 恭送父亲 林青婉扶身一礼 直到马车走远才起身 面露深思 正想着方才父亲的话 一时间没注意 身后有人到了跟前 想什么呢 林轩景的声音突然响起 透着几分关心 林青婉抿抿嘴 行李换了句 大哥 神色比起面对林轩一时 疏离许多 甚至透着防备 林轩景淡淡应声 眼下谋中情绪 外面冷 先上车吧 马车里 兄妹二人一左一右 谁都不说话 气氛不免有些尴尬 不像亲人 倒像是不熟悉的陌生人 想到父亲最后的话 林青婉率先开了口 方才我在府门外遇到了父亲 他去了神府 嗯 昨日母亲一同给沈家下了帖子 黑甲位出手事关重大 咱们林家能力有限 父亲去寻表弟和姑父商量对策 其实就是求人罢了 林青婉心中清楚 又道 父亲话里话外嘱咐我 去到司府多加小心 怕此事与司家有关 林轩景神色如常 没什么变化 问林青婉 那你怎么看 林青婉 大姐姐在司家并无地位 言 所以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林轩景点头 也可能是你挡了他们的路 迫不及 待想将咱们林家踢出去 林青婉自然也想到了 神色有几分正重 若真如此 只怕三哥的事情不小 可黑甲位的首领是淮阳王世子 都说此人是个有谋略的 他会甘愿被司家利用 就算做个替罪羔羊 总是跑不掉的 若司家早有准备 只怕咱们碰到硬查了 如今就看父亲那边 沈家是怎么个态度了 林轩景面色少见的 成出忧色 人家怕是早千方百计想下手了 二婶刚好给了人家机会 死皮赖脸地送上门去 林青婉无奈地闭上眼睛 希望只是咱们多想 纵使知道可能不大 两个钟后 马车晃晃悠悠 停在司府门前 林青婉放一下车 林青姨的奶嬷嬷 就满脸笑意地迎了上去 三小姐 大公子 我家二奶奶等候一早上了 快请 林青婉点头 对身侧的林轩景解释道 这位是大姐姐身边的嬷嬷 上次来参宴时 就是她来接的 林轩景点点头 一路打量着司府的布局景色 直到走进外院许久 都不见有男眷来迎 林轩景面上不变 心中却是有几分思量 林青婉也微微醋眉 虽说他们是来看大姐姐的 可还有大哥哥这个男眷在 司与阳作为妹夫 他们也已提前下了帖子 就算不露面 也该派个人来才对 这番行为 是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还是别有深意 兄妹两对视眼 面色凝重了几分 奶嬷嬷也很是尴尬 一路左右张望着 脚步都慢了几分 前几日二爷身子有些不适 想是还没起身 林轩婉笑笑没接话 且不说 如今已是四时 但是昨日最先楼碰面 司与阳也不像是 躺床上起不来的样子 不过她也知晓 大姐姐日子不好过 自然不会下嬷嬷的脸面 司与阳不将她的娘家人 放在眼中也是正常 更何况 还是如今两家 有利益冲突之时 只是若见不到司与阳 事情便有些难办了 三人各怀心思往前走着 右侧方迎面走出了几个丫鬟 手中端着点心茶水一泪 边走边笑着闲聊 咱们小姐总算是苦尽干来了 你瞧沈公子多心疼咱小姐 得知小姐病了 又是送东西 又亲自来探望的 就是 咱们小姐长得美 沈公子挂念小姐也是正常 男人吗 不都这样 郎才女貌 你刚刚瞧见没 我可是看见沈公子 含情默默地注视着 咱们小姐呢 温柔地都快滴出水来了 行了 就你平嘴 小姐还等着清烛茶好生 招待沈公子呢 快走吧 几人壮若无人般 聊着斯文琴 与沈默如何的男友琴 妾有意 情深绵长 奶嬷嬷气的脸都轻了 可却不敢吭声 毕竟在私服 根本没他们主仆说话的份 林清婉听着那些丫鬟 议论纷纷从身侧走过 面色平静如水 倒是林轩景有些忍不住气 脸色少见的阴沉 沈默在私服 她问前方带路的奶嬷嬷 奶嬷嬷顿了片刻 才道 昨日大小姐染了风寒 听说是来探病的 她话说得委婉 就怕三小姐心中不痛快 可大小姐如此行径 分明就是故意打林家的脸 羞辱三小姐的 林清婉自然知道 是斯文秦的手段 说无动于衷也不太可能 只不过失望越多 对沈默的感情就越发淡薄 或许已经谈不上感情 只是对她这个人失望 父亲昨日便已下了帖子 要去沈府 她竟跑来私府花钱月下 探望家人 可见利益在前 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外甲 在她眼中都算不得什么 内院良庭里 斯文秦含羞待怯地站在沈默身边 浑身的脂粉气熏的沈默 皱眉不止 你哥哥不是寻我有钥匙吗 他人呢 哥哥在忙 等会儿就过来了 斯文秦往沈默身上靠了靠 头小心翼翼地挨到了男子手臂上 昨日你回去得早 后来可是下了好大的雨 回来时又吹了风 害我头疼了一晚上 既然头疼 就回去好好歇着吧 我等你哥哥忙完再来 沈默起身便要离开 唉 斯文秦连忙伸手拉住他的衣袖 好不容易来了 你就不能陪陪我再走 昨日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你就别生气了 沈默皱眉看向脸上 铺了厚厚枝粉的斯文秦 应是唇上也擦了粉 脸色看起来的确苍白 有气无力的模样 倒是睁眼出了几分病容 不过看惯了这些伎俩的沈默 怎会不知小斯文秦的小心思 脸色有些阴沉 你不用向我道歉 只要往后安分些 别动不该有的 心思就成 斯文秦哽了哽 什么叫不该有的 他堂堂私家嫡女 想做他的正妻有何不对 不过面上却是不显露分毫 我知道的 你就别气了 快坐 我已经派人去请二哥了 我还让人备了茶水点心来 咱们在这等会儿就成 沈默皱着眉 面上带着显而易见的不渝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思玉阳将他请来 却至今不曾露面 怎么都不像他的作风 第六十三章未识 不过 想到自己同样有事问他 便也压下不快坐了下来 这时 有丫鬟送上了点心与茶水 为首的丫鬟不着痕迹 冲斯文秦点点头 斯文秦瞬间满脸带笑 起身亲自给沈默到了杯茶 莫哥哥 你坐下稍等片刻 我二哥马上就到 沈默默不吭声地接过茶盏 清俊的容颜 透着丝丝阴郁 连带凉亭气压都低了几分 斯文秦不时地扶着额头 一副强撑着不倒的模样 只是被茶水湿润过的红唇 相比他铺了厚厚脂粉的苍白面色 令人一眼 就能看出他的伪装 莫哥哥 这个点心不错 你尝尝 斯文秦摆了半天的姿势 见那人都不理会 只无动于衷地抿着茶 便有些忍不住了 起身拿起一块糕点 递到了沈默口边 不必了 沈默侧头推锯 他的眉头微微皱着 被斯文秦身上浓烈的脂粉香气 熏得胃里翻滚 嗨嗨 不远处传来吓人的低咳声 斯文秦咬咬牙 忙唤了离得最近的一盘糕点 又去喂沈默 莫哥哥 这桃酥糕 可是我让丫鬟一早去排队 在芙蓉糕店铺买的 他家的东西可难买了 你就尝一口吧 沈默面色有瞬间僵硬 桃花的淡淡香气 冲散了些许脂粉气 萦绕在鼻尖 熟悉的他心肩发颤 连同那脂粉气 也变成了浅浅玉兰香 往常有空时 他常会让人去 买上几份送去灵府 直到后来 这种习惯也一直没停下来 只是那人却再也不曾收过 不知不觉中 那桃酥糕的酥香 软腻在口中展开 沈默蹴了醋眉 声音低难四飘渺 太甜了 甜吗 斯文琴的声音响起 就这沈默咬过的位置 又咬了一小口 眉头醋了起来 的确太甜了 有些发腻 不吃了 我为你尝尝其他的 桃酥糕被他随手扔在石桌上 沈默面色瞬间阴沉无比 豁然起身站了起来 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那双丘眸正直直望着自己 昔日的温情与清柔 只于一览无疑的平静 清冷又淡漠 清晚 斯文琴也看得过去 知道方才的一幕 已经都被那人看见了 脸上净显得意 你不是厉害吗 那我就往你心口上扎刀子 比起心痛 他的那点银子 又能算得了什么 可惜 他信心满满的 等着看林清晚痛苦 哀伤 可等了半天 那人只微微皱了下眉 平静的目光中 透出几分轻视与不屑 是对他的 斯文琴愣住了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不伤心 以前一个通房 他都闹了好久 如今亲眼见到他 给沈默喂食 怎么会不难过 此时 沈默已经先行走出了凉亭 他走近 那人皱眉退后 脸上一闪而过的厌烦 真切无比 让沈默知晓 他并非赌气 而是单纯地讨厌他 大表哥 沈默谋中情绪翻滚 最后归于沉寂 拱手一礼 林轩景面色如常还了一礼 意愿不如以往清净 打扰表弟与斯小姐了 我与妹妹来瞧瞧大姐姐 先行一步 告辞 乃嬷嬷这才反应过来 心底骂着斯文晴不知廉耻 连忙上前带路 沈默薄唇紧敏 袖中 手紧钻成拳 直到那人离去 看不到踪影 才淡淡收回视线 眼下眸中情绪 莫 莫哥哥 你 斯文晴咽了咽口水 小心翼翼地开口 却在男子猛然回头 用无比阴质沉冷的目光盯着他时 吓得立即闭了嘴 斯文晴从未见过这副神色的沈默 冷得如同冬日寒雪 甚至比之那更加冰冷无情 那眼中的戾气似乎想将他碎尸万段 莫哥哥 你 你 斯文晴吓得连连后退 绊到讹卵时候摔到地上 他都感受不到疼痛 沈默用尽全身力气 才压住心底暴虐 他狠狠地闭上眼睛又睁开 袖中手松松紧紧紧 最终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 这边发生的一切 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思余杨纳 此时 他正待在书房里 逗弄着窗户上挂着的一只鹦鹉 听完下手的禀报 他气得面色铁青 眸中尽是狠利 蠢货 他抬手将鸟龙挥到地上 惊得鹦鹉扑扔着翅膀 叫个不停 许事由不解气 他上前重重一脚 将鸟龙踢到墙面上又摔下来 不过片刻 那鹦鹉便在发不出任何声音 回禀的下人 尽管早已见惯了这样的场景 可还是吓得跪在地上 身子瑟瑟发抖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将林轩锦迎进来 等着人家 出去宣扬咱们私家的丑事不成 林家三小姐不是也来了吗 让刘嬷嬷去夫人那好声伺候着 再派人将沈公子请回来 好生赔罪 是 下人连滚带爬跑得飞快 屋中就剩了四鱼杨一人 他一脚踹翻了椅子 两酒才压下怒火 他本是想以身体不适 两林家兄妹一会儿 在于交谈中 以林府上门质问为由发火 将自己的嫌疑摘出去 不曾想 斯文琴竟会提前一步 做这等伤风败俗之事 斯家虽无实权 可毕竟也是世家 也是要脸面的 斯文琴如此行径 同勾兰妓院的女子何意 还是当着林府的面 一盘好奇被打乱 他此时气得恨不能掐死斯文琴 第六十四章深渊 内院路上 林青晚落后林轩景半步 兄妹二人一路无话 前面就是我家二奶奶住的院子了 又走了一会儿 奶嬷嬷指着前面一个荒芜的院子 回身说道 林青晚是来过的 并没什么表情 林轩景面色则称不上好看 眉头紧紧皱着 奶嬷嬷有些尴尬 想开口解释一二 就听见前方响起了小四的招呼声 嬷嬷嬷嬷 稍等片刻 奶嬷嬷见到小四神情一松 脸上带了笑 对林轩景道 大公子 这位是我家二爷身边的人 想是来迎您的 林轩景是男眷 即便进了一清阁 也是待在外间 无法见林青仪 又没有男眷陪客 显得有意怠慢 林轩景微微汗手 并未有什么表情 也不看那着急忙慌来的小四 气氛有些僵持 奶嬷嬷张了张嘴 始终没开口说什么 小四只得舔着一张笑脸开口 林公子 我家二爷昨个见了风 身子有些不舒服 也是刚刚得知您已经到了 让奴才赶紧请您过去呢 态度恭敬诚恳 林轩景与其平静道 没关系 既然不舒服 就好好躺着休养休养吧 我就不过去打扰了 说完往怡情阁走 小四慌忙上前拦住 林公子 林公子 不打扰 不打扰的 我家公子在书房一等候多时了 沈家公子也请过去了 就等您了 林轩景眉头皱起 眸中划过讥讽 私家三代经商 我还以为早丢了世家的风骨 原来也是知道羞耻的 小四脸色变了变 不过也没敢吭声说什么 林公子 请吧 林轩景不理会小四 回头对林轩晚说 去陪大姐姐吧 我过去坐会儿 是 林轩晚复生后 带着奶嬷嬷进了院子 林轩晚一眼扫过院中情景 眉头微微蹙了起来 奶嬷嬷在一旁有些无措 脸上尴尬难堪 院内的萧条 比至外面还要荒芜几分 遍地的落叶 杂草 扑就了整个地面 上次的名贵盆栽 白玉兰花 竟是一盆都不见了 林轩晚扯了扯唇 私家如今竟是脸面功夫 都不愿意做了 哟 这位就是林三小姐吧 老奴有礼了 阴阳怪气的声音 从正方传出 林轩晚抬眼望去 只见门帘遮挡下 有一个略显圆润的身子 正遥遥望着自己 虽隔着门帘 看不清她的神色 林轩晚也能猜到 她脸上的轻视与嘲讽 刘 刘嬷嬷 奶嬷嬷脸色煞白 声音都有些颤抖起来 林轩晚淡淡收回视线 仿佛没听到一般 不发一言 是三妹妹到了吗 屋内传出 林轩仪轻柔的询问声 是 门口刘嬷嬷不冷不热地 应了一声 扭着身子将门帘挑起 三小姐 进来吧 这话说的倒像是施舍 林轩晚脸色一冷 瞥向刘嬷嬷 你是大姐姐的人 痴至三小姐说笑了 奴才可不是二奶奶的人 刘嬷嬷趾高气扬 奴才是夫人身边的 被二爷派来伺候三小姐的 和二奶奶的 林轩晚笑笑 原来是伺候人的 我还以为大姐夫 派你来当主子呢 我就说嘛 刘嬷嬷人老猪黄的 大姐夫口味也不会这般重啊 屋中一时无比安静 刘嬷嬷脸色清白交加 随即转绿 竟一时找不出反驳的话来 直到人已经进屋坐下 才坑坑吃吃道 林三小姐 您好歹也是规格贵女 说话怎地如此 如此不知分寸 憋了半天 刘嬷嬷就只骂出了这一句 怎么说都是错 若是闹大了 传出去 尽管自己是无辜的 也非得被夫人和二爷包了皮不可 不知分寸 林轩晚挑眉 是我不知分寸 还是刘嬷嬷做事不知分寸 一个奴才 比主子还要指高气昂 以止气势 不知道的 将你当成了主子 也是正常吧 林三小姐好立的一张嘴 刘嬷嬷咬着牙 怪不得连未婚夫都不待见你 最后这句话 刘嬷嬷说的声音不大 却足够屋中几人听见 林轻婉没什么反应 林轻仪倒是气红了脸 你胡说八道什么 老奴胡说什么了 哪句话是胡说了 刘嬷嬷瞬间又来了底气 老奴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不中听 可耐不住自己没本事 刘嬷嬷瞥了眼林轻婉 话里话外尽是讽刺 林轻仪气出了眼泪 红唇都咬出了血丝 可她性子温婉 怎么会是刘嬷嬷这个泼皮的对手 实话的确不中听 林轻婉轻笑道 你家小姐倒是有一声哄人的好本事 光天化日之下 与男子旁若无人的喂食 品名 不知私妇人知道与否 要不要 我去告知一声 想来是需要的 刘嬷嬷如此多舍 我若不还回去 岂不是我林府失礼 林轻婉起身就欲往外走 刘嬷嬷面色惊变 不曾想林轻婉说去就去 连忙挡在了门前 刘嬷嬷这是做什么 想软禁我不成 我是林府的小姐 不是你私家的 我可以告你的 林轻婉面色皱冷 阴沉的目光盯得刘嬷嬷有些发虚 林轻仪是个软性子 不曾想到 她的妹妹竟如此不好对付 心中一时 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 滚出去 林轻婉眸光一立 刘嬷嬷面上无光 可也知晓自己的精良 再僵持下去也是吃亏 只得冷哼一声 甩了门帘出去 是我没用 让你受委屈了 床上的林轻仪满脸愧色 娘家妹妹来探望 却遭到如此对待 归根究底 都是她这个姐姐没用 但凡她立得起来 下人又怎敢欺辱她的娘家人 不怪姐姐 林轻婉抿唇道 应该是我连累了姐姐才是 刘嬷嬷是私夫人身边的人 敢如此对待客人 定是得了私夫人受益 来替斯文晴出气的 你就别安慰我了 不怕你笑话 我在私府 连个有些脸面的婆子都不如 就是姨娘小妾不高兴 都能踩上一脚 林轻一说得随意 却让一旁的奶嬷嬷红了眼 林轻婉坐在床头握住她的手 一时无言 婚姻不幸 可身为女子 却连止损的能力都没有 只得被那些丑恶嘴脸慢慢搓磨 逐渐地面目全非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坠入深渊 无力改变 何其可悲 第六十五章 绝望 林轻婉垂着眉眼 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仿佛煞时间被绝望与恐惧填满 冷意从脚底蔓延至身心 透过林轻仪 她好像看到了自己听天由命的一声 她突然无比地惊怕 若身处逆境的是她 面对这一眼望到头的绝望 她或许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好了 不说了 每次见你都要哭一场 怪难为情的 林轻仪擦擦眼泪 换了副笑脸问道 昨日接到伯母的帖子 我心里就七上八下的 可是府中出了什么事 宣景不是也来了吗 他人呢 大哥哥被大姐夫的人叫走了 林轻婉有几分欲言又止 戴姐姐 咱们是亲姐妹 你有什么话不能直说的 可是真出了事 对上林轻仪焦急的目光 林轻婉突然有些不忍起来 夫君与娘家 本该是女子一生最重要的亲人 可他们与大姐姐来说 却与魔鬼无异 如今还 的确出了事 二审前些日子 不是问大姐夫给三哥要了个差事 那批货出问题了 林轻婉声音很低 听到这话 林轻仪脸上的急色反倒退了些 我早料到了 风哥压根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 作为狄亲姐姐 也许这样说不合适 可事实说明 她除了吃喝玩乐 几乎一无是处 也就你二婶将她当个宝 可谁让她是个男孩呢 林轻仪苦笑起来 又道 当初我阻止她参与进来 被她骂白眼狼 如今出了事寻我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也算给他们的教训吧 就是怕要赔不少银子 你二婶出了血 又要骂上我一段时日了 这次怕没有那么简单了 林轻婉叹了口气 林轻仪脸色变了变 就听林轻婉接着说道 若只是丢了货还好说 赔银子就是了 可据说是货物出了问题 三哥已经被黑甲位积压了 目前还没有半点风声透出来 林轻仪听完说不出话 整个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他自然是听说过黑甲位的 被黑甲位积压 重则可是要丢命的 终究是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哪怕在恨其不争 又怎能看着他死而不心痛 没那本事偏偏飞懒那瓷气活 如今竟是将人都给搭进去了 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林轻一抱膝盖抽气起来 竟是绝望 他不明白自己 为何会走到今日这一步 为何就这么命苦 小姐 你要当心身子 还有明解需要您照顾呢 奶嬷嬷跪在地上哭着劝道 大姐姐 林轻往红着眼斧上女子的背 轻轻顺着 你别难过 祖父和父亲 大哥都在想办法了 一定会将三哥救出来的 林轻一从抽烟转为失声痛哭 仿佛倾注了所有痛苦 与对生活的不甘 哭得声音沙哑 面色苍白 随即低渴不止 大姐姐 林轻往忙给他顺着背 你缓缓情绪 我和大哥哥来 就是了解事情的 我能待的时间不多 咱们还要想办法解决呢 三 三妹妹 林轻一攥着领口 咳得面色潮红 随即吐出了一口鲜血 指尖冰冷 林轻往大惊 连忙去扶她 奶嬷嬷哭着 从地上爬起来 别慌 我没事 林轻一有气无力地摇摇头 嘴角挂着抹仙红 让人看着 就心生不忍 知晓三妹妹 最是清楚她的身体状况 也不多做解释 只吩咐了奶嬷嬷下去熬药 你与轩景过来 可是想打听那护主的情况 是 林轻一轻叹一声 生意场上的事 她极少与我提起 我只偶尔偷听她提过一嘴 那护主好像来自圣经 其他就不知晓了 圣经 大姐夫远在江南 怎会与圣经的人相识 林轻婉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那就不知道了 林轻一苦笑道 我与她甚少有平心静气地说过话 对她的朋友 更支支甚少 林轻婉本也没想 从林轻一口中得到什么消息 想到父亲的嘱咐 由于片刻还是提醒道 斯文情与沈默的事情 已经算是定下了 是测试 不过依斯文情的脾性 应是不会甘心于妾的 也许私家 大姐姐 你心中有个章程 护好明解 多加小心 你是怀疑 林轻一震惊道 是家中的疑虑 你当心些总没错 行 我知晓了 林轻一顿了片刻又道 三妹妹 你帮我带句话 让他们放心 我会尽力查探清楚的 林轻婉促起了眉 大姐姐 此事有家中 长辈应对 你不要轻举妄动 冲耳不闻才能安全 否则连同明解都会有危险 我知晓你担心我 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啊 林轻一苦笑起来 若真有个万一 他们怕是非找我拼命不可 虽然我并未参与 可这批货 毕竟是通过思余扬的 他们怕是 已经将这笔账记到了我的身上 林轻婉沉默不语 想到 在受安堂时张氏的话 他心中生起愤怒 可又不忍对大姐姐名言 无论是哪种感情 只要与你来说是负担 是痛苦 便都可以远离 你放心好了 我有分寸的 他虽混账 却不会对我死守 林轻一垂头说道 脸上甚至带了几分轻松 他也不知自己哪来的自信 但自从上次 他本以为他会大怒 会狠狠地打他 亦或者折磨他 可他都没有 林轻婉看着林轻仪 一颗心直往下沉 他竟有那么一瞬觉得 大姐姐对思余扬 竟是有感情的 有怨恨 有绝望 还有思思依恋 与上次他们见面时 他痛骂他畜生毫不相同 林轻婉手心不满细汉 不敢再往下声响 小姐 大公子派人来请 门外凝香的声音 扰断了林轻婉的思绪 这么夸 林轻婉面上不显 心中却是知晓 大哥哥那边 怕也是无功而返 林轻怡下床相送 低声道 有什么事情 我会让嬷嬷送信回去的 林轻婉回过神点点头 安全为主 家中有祖父他们 你也不必太过忧心 好 林轻怡一直将林轻婉送出院外 刘嬷嬷正邪靠在门内 一脸嘲讽地看着 第66章相聚 门外 林轩锦 沈默 思余扬正在交谈 林轻婉微汗手 算是打过了招呼 回头看向门内的刘嬷嬷 刘嬷嬷站着不动 是不准备送客吗 她一开口 几人的目光都望了过来 尤其是一直注意着她的沈默 怎么了 沈默走过去 刚好看到刘嬷嬷嬷嬷的目光 正瞪着林轻婉 她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林轻婉与四鱼阳对视一眼 也走了过去 那刘嬷嬷早已脸了神色 垂头恭敬地走了出来 自然要送三小姐的 哼 林轻婉冷笑一声 那倒是我的姓氏 老刘主子亲自相送了 林轻婉一听 就知发生了什么 眉头微微皱着 四鱼阳眸光微闪 一脸莫名地问 怎么回事 没什么 刘嬷嬷忙接口解释 却被林轻怡接过了话头 犹犹豫豫地 将前龙后脉说了一遍 刘嬷嬷脸色清白 怎么也想不到 林家姐妹会整这出 眸中闪过愤恨 四鱼阳听完眸中涌上阴沉 一个两个的蠢货 没一个能拎得起来的 不过稍稍一想 也知是谁的手臂 宰相门前七品官 刘嬷嬷的确有傲气的资本 不过我大姐姐 怎么也是 你家二爷的嫡妻 不知你究竟是 看不上我大姐姐 还是不将你家二爷放在眼中 林轻婉问的轻柔 隐晦地看了眼丝鱼阳 微微摇头 脸上带有失望 本玉开口的沈墨指了声 眼中染上星点笑意 好久不曾见过这般的她了 还是那么的 不饶人 林轻婉配合的撇向司鱼阳 仿佛有些欲言又止 终于道 鱼阳 你可是身子有什么不好 司鱼阳袖中手钻成了青色 她掠过忐忑不安的林轻仪 目光定格在刘嬷嬷身上 就地说笑了 我身的还好 那就行 林轻婉长呼了口气 仿佛真像是担心而已 刘嬷嬷下的双腿都有些发软 她虽是夫人的人 可也是最清楚 二公子是个什么脾性的 若被二公子发了难 只怕夫人也不敢求情 她此时无比后悔 答应了大小姐 刁难林家三小姐 司鱼阳身子孱弱 自幼最讨厌的 就是下人的亲事 虽然她知道 这是林家兄妹的计策 可她还是怒不可遏 来人 将刘嬷嬷拖下去 账则二十 发卖出府 立即有两个小司上前 将不断求饶的刘嬷嬷 给拽了下去 林轻婉眉梢微调 侧头对上了自家兄长的目光 同样的深沉幽暗 司夫人身边的人说卖就卖 可见四鱼阳在四家的地位不一般呢 林轻一握了握林轻婉的手 脸上透出丝丝轻快 虽粉细微 可林轻婉还是察觉到了 无声轻叹 大姐姐该不是以为 四鱼阳是为了她才处置刘嬷嬷的吧 这种要命的扭曲情感 当真令人费解 让你们看笑话了 四鱼阳笑着说道 今日时辰不早了 各位用过饭带走吧 我让小司去最先楼定了雅间 沈兄 就地 可赏脸一叙 沈默没有开口 目光落在了林轻婉的身上 清俊的眉宇 透出丝丝期待 林轻婉由于片刻 答应下来 那就讨扰四兄 让你破费了 都是一家人 哪里的话 那咱们走吧 林轻婉点头 几人正准备走 沈默突然开口 大表姐 左右你待在府中也无事 不如便一起吧 刚与林轻婉告辞 准备回去的林轻一愣住 片刻后摇头拒绝 算了吧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就成 成婚五年 他从不曾出府玩过 他自然是想去的 可目光触及四鱼羊 那一丝期待 转为了黯然 沈默笑笑 我们也只是闲聊 你陪清婉一起 也省得他一人不自在 沈默还是第一次 主动开口邀人 而且是两次 林轻婉也看出了他的意思 开口帮腔道 是啊 大姐 也没外人 一起吧 林轻婉微微敏唇 没有开口 四鱼羊 既然沈兄和旧弟都开口了 你就别推辞了 回去换套衣服 我在这等你 四鱼羊做足了功夫 至少表面看起来温柔体贴 林轻婉有几分不自在 只得答应下来 行 那我先去换套衣服 出四府的路上 林轻婉不想与那人太近 可沈默总是落后半步走在他身侧 几次都没甩掉 他也懒得再动心思 结果就是 等他出府时 三辆马车就剩一辆 最前面的林府马车 已经走远了 四府马车坐着四鱼羊夫妇 他总不能挤进去 最后只剩沈府的马车 以及他与沈默二人 心底轻叹一声 不愧是祖父教育出的人 他的大哥 当真是处处以林嘉丽一为上 亲妹妹说卖就卖 可即便知道 大哥是故意的 他总不能徒步去最先楼 他此刻无比想念斯文秦 那年秦斗初开始 他从未想过 与这人也会有两看相艳的这日 清晚 沈默低沉开口 他们都走远了 咱们快些跟上马 林轻婉不看身侧男子 物字上了马车 那就好被吹散在风里 沈默自苦地笑了笑 马车里 林轻婉从上车就闭上了眼睛 假装小气 车帘晃动 熟悉又陌生的清烈香气 钻入鼻尖 那人落坐在对面 他睫毛轻颤一下 只坐不知 马车缓缓行驶 车厢安静地落针可闻 只是对面落在他身上 那炙热不佳掩饰的目光 让林轻婉倍感不适 林轻婉突然睁开眼睛 隐隐秋眸清冷淡漠 平静地犹如一潭死水 第67章 赠簪 沈默威正 心间被女子眸底的 淡然冰冷卓地生疼 清烦 你我接触自世家 有很多是非我所愿 但却情非得已 我知道 林轻婉轻声接口 与二哥交谈中 他就曾说过 他理解 但却无法接受 我 沈默想再解释 可又不知如何开口 又该怎么解释 说来说去 都只有一句身不由己 对上少女淡然的神色 他知道 无论他说什么 他都不会带她如初 倒不如什么都不说 等我手中是忙完 便去向舅舅提亲 我们尽快完婚 他们还有无数个日夜 他总能撬开他的心 让二人一如往常 林轻婉睫毛颤了颤 依旧没有开口 沈默苦笑了下 从怀中掏出一个 白不包裹的东西 层层打开 赫然是一根 剔透的白玉簪 玉簪上雕刻着玉兰花纹 从玉石到做工 都是极品 阳光透过车帘 落在玉簪上 更显清透纯净 林轻婉默默看着 娇俏的小脸有些发白 连带指尖都微微发颤 从身到心都充满抗拒 沈默说 这根玉簪 本该在你急急时就送你的 后来一直没有机会 清婉 我知你心有抵御 可我对你之心 从始至终都不曾变过 无论时局如何发展 都不会有人 能越过你在我心中位置 沈默 从前你我是两情相悦 如今你我是身不由己 你我自幼相识 你该明白我的 林轻婉抬眼 对上男子莫谋 一句一字说的果决坚定 沈默闻言不语 握着玉簪的手指 有些轻颤 两久 他轻轻笑起来 这根玉簪 是珠宝斩的大师亲手所致 与那款新品异曲同工 第一次见到图样时 我便猜到你会喜欢 果然 我们还算心有灵犀 沈默将玉簪拿起 抬手玉插入少女记中 若君与我赠玉簪 我便为君婉长发 结发于君之 想要以终老 就在沈默将玉簪插入 她发际的那一刻 林青婉突然侧头躲了过去 气氛意识有些静默 沈默的手将在半空 口中苦涩的厉害 眸中有痛苦一闪而过 连同薄唇都有些发白 林青婉垂着眼不说话 急急之前 她无数次期待她赠她玉簪 晚发定情 可今时今日 早已物是人非 迟来之物 不成欢喜 止于压抑 没关系 若是不想带 就先收着 等我们成婚那日再带 沈默尖色的笑笑 将玉簪包好 放在了林青婉手中 婚后的日日夜夜 她都可替她晚发 她不能太着急 她不能以强硬的手段 逼迫她 那样只会激起她的反抗 两败俱伤 手中的玉簪冰冰凉凉 可林青婉 却仿佛拿着烫手山芋一般 浑 深得不自在 又不知该如何打沈默的话 好在没等多久 马车终于停了下来 林青婉立即起身走了出去 沈默看着她迫不及待远离的模样 心又狠狠沉了沉 也许她不该再等 不能等到二人关系降至冰点 最先楼门口 还是先前的那名店小二 看到林青婉下车时 脸都白了 磕磕巴巴地说不出话 你别怕 我不找你麻烦 你带我去私家定的雅间就成 此时沈默也走了过来 店小二一头的冷汗 忙到 在二楼东面 林小姐 沈公子请 店小二战战兢兢地 将二人带到雅间门口 扭头跑得飞快 雅间脸 那三人早已落座 只留了两个相邻的位置 给林青婉与沈默二人 林青姨坐在四鱼阳身侧 不着痕迹地 冲她眨了眨眼 林青婉回忆一笑 她这大姐姐 性子 真是越发单纯了 难道她不清楚 如今私家与林家的关系 还特意 安排她与沈默同坐 这不是当着夫家的面 胳膊肘往外拐吗 不过四鱼阳倒是没什么反应 略带苍白的面容 依旧笑得和煦 并无任何不满 四鱼阳作为东家 开口问道 就地 沈兄 今日好不容易聚聚 不如喝上几杯 沈默看向林轩景 我都渴 林轩景也点头 那是自然 就是于阳你的酒量 怕是不行 我赔几杯就成 你和沈兄尽兴就渴 四鱼阳命人送来了酒 几个男子推杯换斩起来 四鱼阳道 就地 三就地的是你放心 等回去我就让人去 那位护主住的地方寻人 我一定会尽力救出三就地的 那就多谢于阳了 林轩景直杯一饮而尽 都是一家人 说谢就见外了 林轩晚默默看着 平常如何表里不一 坐到酒桌上都能称兄道弟 沈默倒是没喝几杯 席间几次给林轩晚加菜 三人从林轩丰的事 谈论到荆州雨灾 再到圣经时局 朝堂帮派 林轩晚听出了很多信息 比如 皇帝初登基不久 朝廷国库空虚 赈灾事宜一拖再拖 比如三位皇子已暗中争锋 都想利用这次赈灾机会 在朝中大放一彩 可怎奈囊中羞涩 以至于无人敢接 几个钟后 思虞羊投降 不行 不行 我喝不了了 再继续就要轻易付我回去了 你们继续吧 沈默道和没事人一样 除了事实谈论几句 其他时间都在关注身旁的人 一共也就喝了三五杯 她的动作落在林轩景眼里 令她的愧疚减轻了不手 林轩仪满脸宽慰 很是高兴 思虞羊神色不显 林轩景 今日就到这吧 时事家中还有事情等着处理 等有机会 咱们再聚 思虞羊点头答应 不管心里如何 至少表面看 这顿饭吃得兵煮惊欢 林轩景已有些醉意 被小思扶上了马车 思虞羊有林轩仪陪着 倒也无碍 与林轩婉拜别后离去 轻婉 表哥喝多了 我送你们回去 林轩婉回头看了眼马车 本想拒绝 却透过车帘缝隙 看到了自家大哥清明的毛子 心中微动 点头答应下来 何来时一样 依旧是他与沈默 共乘一辆马车 只气氛比去时轻松不少 回到林府 林轩景在马车的颠簸下 以醉得不成样子 是被沈默扶回去的 第68章中立 走进内院 林轩景脸上的醉意退去 虽有淡淡酒气 但眉眼清明 沈默神色如常 不知是意料之中 还是二人早已暗中通气 表少爷 大公子 三小姐 老太爷请你们去寿安堂 小丫头匆匆禀报 显然等候已久 寿安堂正厅里 该到的都到了 屋中茶香四溢 想来已经等候多时了 三人刚进屋 给长辈行过礼 张氏便迫不及待问道 井哥 怎么样 思家怎么说 可找到那户主了 你着什么急 林二爷出口喝翅 井哥还没坐下呢 奔波了一日 好歹也让喝口水再说 张氏撇撇嘴 还奔波 二爷 可真逗 我这老远就闻到酒味了 说不定是趁着机会 花天酒地了 也说不定 二弟妹若是不乐意知晓 尽管现在出去 王氏本就心疼儿子 女儿 自然不受张氏那阴阳怪气 我凭什么出去 你昨日将我吓得摔倒 现在腰还没好呢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倒是先嚷嚷开了 眼看张氏耿着脖子又要犯魂 林老夫人直接一挥手 把二夫人请出去 立即有两个婆子走了过来 张氏微惊 不曾想婆母 竟然说动手就动手 连忙服软 母亲 母亲 我不说话了 我也是担心风格 您别赶我走 她紧紧地抱住 林二爷的胳膊不松 毕竟有客人在 那两个婆子不敢直接硬拽 只得回头看向林老夫人 林老夫人虽气 可当着外甥的面 还是未来的孙女婿 自然不想丢了颜面 只得白白手 警告地瞪了张氏一眼 张氏一脸不服气 可也没敢吭声 在林青晚看来 她这二婶唯一的优点 就是能屈能伸 食食物 沈默神色平静 作为常客 又是亲戚 对二房的张氏也算了解 就是王氏憋得厉害 自家儿女受累操劳 张氏不领情就算了 还来阴阳怪气 他们大房就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 还当着沈默的面 他更觉得张氏丢了他女儿的脸 听众安静下来 林轩锦这才慢悠悠开口 将四渔阳的话重复一遍 这么说 四渔阳只知道那户主的住处 其他一概不知 林大爷问 是 林轩锦也有几分凝重 我问他要了具体位置 已经派人去查了 他是经手人 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那批货里装的什么 为什么会被查 哪里为的法 他岂会不知道 我看他该不是生气 我问他要东西 故意坑害风格吧 张氏听完林轩锦的话 又忍不住叫了起来 恶狠狠的模样 仿佛吃定了四渔阳就是凶手 王氏冷吃一声 亏他还知道自己贪心被人讨厌 倒是有几分掌尽了 林轩婉笑笑 虽然知道张氏是胡烈烈 但不得不说 他的逻辑还是对的 至少如今看来 四家并不无辜 就像他说的那样 生意场上都是老奸俱华的人 四家在商场迟程百年 怎么可能会这般掉以轻心 连对方底细都不查清楚就合作 林老爷子晨音片刻 问沈默 默哥 这是你怎么看 几人目光都投向了沈默 林轩婉却只盯在手中 悲斩并未抬眼 祖父问的 不止是对事情的看法 还有沈默对林斯两家的态度 亦或是他和斯文晴之间的取舍 无论此事是否与私家有关 林家与私家也必将有一番较量 摸清沈默的态度 林家也好早做打算 回外祖父 外甥以为 咱们如今只能等 上面本就有意削弱世家 只怕此时多行多错 即便小事也会变得棘手 若是大事 则不能轻举妄动 方能明哲保身 沈默声音很轻 大概意思与起初他们商议的一般无二 若事态严重 舍弃林轩峰 保全林氏全足 林老爷子与林大爷心中凉了半截 这就是中立的态度了 谁都不帮 各自听天由命 王氏握着林轩婉的手紧了紧 眸中染上湿润 林家作为沈默的外祖 他尚且如此无情 权衡利弊 婉姐嫁过去 怕只会更加艰难 林轩婉面无表情 并未有任何惊讶 沈默的回答 尚算意料之中 也许是累了 也许是失望 林老爷子长叹一声 摆了摆手 不发一言地起身走了 父亲 您就这么走了 风哥怎么办 张氏忍不住起身问道 被林二爷死死拉住 林老夫人看了林轩婉一眼 眸中失望一览无疑 行了 这两日未封哥的是操心 的确累了 紧哥 你陪着墨哥说会话 我就不留你们了 几人齐齐起身应声 告辞离去 哎 林老夫人一声长叹 不愧是沈家族亲 一手培养的少主啊 的确够清醒 够冷清 我本以为他对三丫头上 有几分情义 便是不看在血缘的份上 只他与三丫头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也该有几分分量 如今看来 是老婆子 我想当然了 老嬷嬷恭敬的 扶林老夫人 躺在软榻上 斟酌着用词劝慰 老夫人宽心 至少咱们三小姐 依旧是正妻 哪怕表少爷在看中思家 思家小姐也没越过 咱们三小姐 可见 三小姐在表少爷心中 还是有几分地位的 可也仅此而已了 林老夫人哼笑一声 也罢 世家大祖子弟 皆是如此 不奇怪 便是当年大郎面对家族利益 不也是如此 想到远家的女儿 林老夫人老眼浑浊黯淡 痛苦之色 溢于言表 出了寿安堂 王氏与林大爷 先行回了崔玉院 林清婉与林轩锦打过招呼 也回了庭语院 沈默站在廊下 看着少女逐渐消失的背影 心中说不上什么滋味 距离虽很近 两人却仿佛隔了很远 林轩锦随着沈默目光看去 片刻后收回视线 面色清淡 去我书房坐坐吧 我有些事与你说 好 眼下情绪 沈默语气平静地硬下 第69章威胁 昨日轩逸告诉我 柳峰婷想去晚景为妻 并且承诺 清空柳家后院 指她一人 茶香四溢中 林轩锦撞四无意开口 将一盏茶推给沈默 沈默闻言 猛然抬眼看向对面男子 面色阴沉冰寒 谋底有杀意 一闪而过 林轩锦笑笑 表弟 你我乃之亲 单论关系而言 我自然希望晚景能嫁与你 可 我们又都是家族培养的下一任族主 我能理解你的衡量 可你也该理解我的不义 沈默静静听着 也不言语 周深的寒气 却冷得边人击鼓 半上 他唇盼染上些许冷翘 表哥 不妨直言 林轩锦贪了贪手 若林轩当真 无法与沈家同进退 未保林氏全足 我只能早做打算 柳家还有一个贤平 与柳家结盟 林轩至少能保住根基 林轩锦对上沈默忧尘的黑眸 丝毫不显荒色 他们林家并非无路可退 也并非非沈家不可 良久 沈默狠狠地闭上眼睛 沈家与四家结盟 我虽答应斯文勤进门 却不过是妾室之位 清晚的正妻之位不会动摇 我早有承诺 在他心里 外家的确不算什么 这份亲情在面对家族时 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可他 是例外 你大可放心 只要他在 沈家与林家 必会绑在一起 这不只是闲聊 是沈家家主 对林家家主做出的许默 林轩锦笑笑 亲自给沈默争了一杯茶 你我都有太多身不由己 你理应明白 我身后有数百族人 我须得为他们考量 下月中旬 我上门提亲 你告知舅舅 准备婚事即可 沈默直起茶盏引进 说完起身离开 林轩锦不紧不慢地端起茶盏 同样引进 脸色恍然 良久 他苦涩地笑了笑 若二弟知道 他拿小妹婚事做罚 他又要闹腾一番 好办上 他方起身走了出去 问门口小丝道 二公子那边如何 回答公子 二公子 还好 林轩锦垂眸看了眼回话的小丝 明显地心虚 他点点头也没有多问 想来因事母亲不忍 又给他送了饭食 这样的事常会发生 起初 他也会怪 怪母亲偏心 总是偏疼二弟 可后来 林轩锦口中发苦 后来他明白过来时 连自己都讨厌上了自己 一个冷情冷心道 只有利益大局 连同兄弟姐妹都算计在列的人 谁会欢喜 表少爷 石灵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侧 拱手后道 我家主子 让我再带一句话给您 有些事 他不希望让表小姐知晓 若因此婚事出现变故 他不介意以特殊手段 持续这桩婚约 林轩锦听完没风微了 随后浅浅笑了起来 原来 他也有怕的时候 告诉他 晚点不知 石灵拱手后离去 府门外 神府的马车上 石灵站在车旁 将林轩锦的话 原封不动地禀告给沈默知晓 嗯 沈默轻应一声 微微往后靠去 清俊的梅雨说不出的疲惫 同时又仿佛放下了一块重石 轻松不少 他不知便好 否则以他的孤傲性情 怕真会做出嫁于柳风亭 两败俱伤的行径 的确正如他所想 若林轩婉得知 他还有另一条路走 真的会考虑与柳风亭相近如宾 好过嫁于沈默爱恨胶着 纠缠折磨 沈默问 石林从怀中掏出一个纸阀递进车厢 高点铺刚送过来不久 沈默打开纸阀 只短短三个字 让他的面色瞬间沉冷无比 宝思家 也许错了 沈默低声嘻南 只见用力 那张纸阀在手中转瞬化为灰烬 这般是非不分 不论大局 只看中自身利益得势之人 真的值得审视犯险吗 石林几次欲言又止 想到林轩锦中士 忍不住开口 主子 咱们方才会不会太急了 在表公子面前落了短处 想到林轩锦那句调笑 石林就有些不舒服 他的主子才华横溢 风姿辍绝 沈家 在江南 也是首屈一指 多少江南女子趋之若鹜 却被表少爷威胁 沈默擦掉指尖黑色 闭上眼睛靠了下去 没有开口 这威胁 他认了 总归是带着病 回到庭语院不久 林轩婉倒在床上就动不了了 宁霜又是汤药 又是草药玉 忙活了几个时辰 才让林轩婉精神好了一些 大雨虽停 冷风却接踵而来 五月的天气 本该十分炎热才是 可借连的变天 却冷得犹如冬季 当天夜里 林轩婉不出所料地 发起了高热 第七十章 黑甲未上门 身子烫得厉害 人却如同置身冰窖一般 冷得瑟瑟发抖 好在宁霜早有准备守在外间 第一时间发现 庭语院一直折腾到了半夜 烛火才渐渐熄灭 归于平静 林轩婉昏昏沉沉 不知睡了多久 再次醒来 是被嘈杂声惊醒的 宁 香 他声音甘涩嘶哑 唤了好几声 才听见应声 宁香挑了门 连快步进来 头微微低垂着 小姐醒了 头可还疼 奴婢去给您倒杯水 林轩婉撑着身子 靠坐在软枕上 接过宁香递过来的白水喝下 才道 说吧 发生什么事了 啊 宁香慌张抬眼 露出一双红肿的眼睛 随即快速垂头 没 没有 奴婢只是 只是心疼小姐 没别的事 宁霜给您熬了药 奴婢去看她好了没 站住 林轩婉 醋眉叫住转身要走的宁香 声音沉了几分 宁香 你连我也敢瞒 还不快说 究竟怎么回事 小姐 宁香一张嘴 就又哭了起来 是夫人派了人交代 说您身子还没好 怕您担忧加重病情 不让您过前院去 前院发生了何事 林轩婉一边问一边起身 起得太急 脑袋又是一阵眩晕 险些让她跌倒在地 小姐 宁香慌忙扶住她 才道 是三公子 三公子的事出结果了 那批货中装的都是 都是冷兵器 而且 是运王 运王五王封地的 林轩婉听完正住 整个身子都在微微发抖 五王有谋反之意 圣上虽未腾出手收拾她 可此事也以白日化 东汉无人不知 迟迟 王谋反 这可是抄家灭族的罪啊 宁香 黑甲卫已经掌握了证据 如今正在前院 要积压男眷入狱 给我梳妆 快 林轩婉平复下心情 催着宁香 宁香也了解自家小姐脾气 没有再劝 力所地给她换衣 镜面 书法 与五王勾结 的确是大呼不假 可二房虽贪心 却是绝不会有这胆子的 若是知道 只怕她那精明二叔 早就与大姐姐断绝关系 以防事情败落 遭受连累 所以 林轩峰要么是 当了替罪羔羊 要么就是 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林家 谋逆大罪 株连九族 不得不说 对方下手的确够狠 走出内院 老远便听到 张氏震耳欲聋的告冤声 从拱门研制院中 都被黑甲卫死死把守 手握一把尖刀 满是戒备警惕 宁香吓得瑟瑟发抖 紧紧地 跟在林轩婉身后 头都不敢抬 林轩婉也有些紧张 说不害怕是假的 规格十六年 他被王室保护得极好 黑甲卫又不同于普通官兵 每个人手上的人命 怕是数都数不过来 周身自带冷肃 与异骨子狠立 令人望而生畏 林轩婉强压着那骨子阴冷 往前走 起初那些黑甲卫 只是看了看 并未阻止 林轩婉面上照着薄纱 越往前 张氏的哭声越大 直到走出长廊 院中长警方映入眼帘 几十名黑甲卫 将庭院围的水泄不通 祖父 父亲 二叔 大哥 连同在祠堂撕过的二哥 都被扣住 祖母昏倒在地 被阿母伴扶着 二婶张氏跪趴在地上 对院中央 那位副手而立的尊贵男子 哭冤告扰 再次见到这人 林轩婉还是抑制不住地 生出一丝惬意 华阳王世子 周末 两次的接触 林轩婉对这人的印象 是冰冷且无情的 不同于沈末与大哥的梁博 在这人身上 他甚至感受不到一丝人情 冷如九天之上的冰雪 不沾染一丝俗臣人气 他带着胆子上前 下一瞬 却被一把尖刀抵住了脖子 冰冷刺疼的触感 让他不敢再往前一步 小姐 宁乡下的大叫出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王世 以及他的父亲 大哥 二哥 都担忧心疼地望着他 大吼着让他回去 不要出来 林轩婉心底一叹 唇角不自觉勾起一丝笑意 真正的生死关头 他的亲人 还是爱他的 婉姐 快回去 这不是你来的地方 王世拼命地哭喊着 让他回房 放他进来 冰冷低沉的声音响起 瞬间禁止了所有喧嚣 那侍卫明显愣了一瞬 随后应声收回了尖刀 阿母 林轩婉慌忙上前 帮王世扶住林老夫人 周末一袭暗黑滑服 七双赛雪的容颜 清冷巨人千里 处处透着不近人情 四爷 没有 四爷 都查了 没有 接连四队人 从东西南北而来 低声禀报着搜查结果 林轩婉悄抬眼看了过去 只能看到 男子清竹如松的背影 与周身附带的森森冷意 书房可搜过 回四爷 搜过了 什么都没有 周末眉头微微皱起 半上方冷淡地应了一声 先将人压进府衙地牢 林家闭门封户 无事不得外出 女眷不得离开江南半部 冰冷的声音 如同催命符一般 让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庭院 再次哭声一片 男眷皆被黑甲位压了出去 林大爷扭过头 对地上的林青婉说 婉姐儿 照顾好你母亲和你祖母 等等 林青婉突然起身 突如而来的眩晕 让她身子晃了晃 周世子 我想与我父亲单独说一句话 不会耽误多长时间 还望通融一二 周末眉眼 看向扶身行李的少女 一时没有言语 林青婉心直往下沉 按照她对这位 两次接触的了解来看 只怕不肯的几率大些 只是她终究带着病 没一会儿 身子就摇晃起来 脸色也越发苍白 纤细不应一窝的身子 仿佛随时都会倒下 嗯 周末醋眉收回视线 淡淡应了一声 林青婉心下一松 连忙扶住宁香走了过去 林大爷面上并无距异 欣慰地看着幼女 你放心 周世子会查清楚的 咱们林家不曾做过 不会冤枉咱们的 林青婉苦笑一下 这世上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 还有太多的灰色地带 官官相护 缓缓遮掩 真真假假 都是上位者所定 清官少之又少 父亲 此次事情牵连到五王 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混杂其中 咱们林家虽无辜 可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保不会拿咱们粉饰太平 你们切勿小心 林青婉微微摇头 暗示父亲 切不可听信某些谈言而认罪 林大爷神色凝重 我儿聪慧 放心 父亲心中自有分寸 你不必担心 照顾好自己和你母亲 祖母 林青婉点头退出队伍 微微垂着头 眼角湿润 周末凉凉地瞥了少女一眼 眉梢青条 林家三小姐 还是一样的伶牙俐齿 不过胆量倒是有几分 远不像外表那般柔弱可欺 林霄素折的脸 有些憋不住笑 偷偷去着自家爷的神色 林三小姐这番话 说似告诫父亲 其实不就是说给主子听的 暗讽他家主子 别驱打成招 势强凌弱 惧怕参与此事背后的 真正操纵者太广 从而拿林家当了顶罪羊 平息了结此事 交差领功 林霄捶着头肩膀怂动 被周末一声冷吃 吓得立即庄严无比 黑甲卫压着人鱼贯而出 林清婉心下忐忑 洋装害怕捶着头不动 沉稳有力的脚步声停在身前 一双绣金线的黑色长靴 映入眼帘 令他更紧张了几分 手心充满细汗 那人在他身前站定片刻 随之一道低沉清凉的声音 灌入耳中 林压力齿 话落远去 第七十一章十时误 黑甲卫全部撤走 林家大门也被贴上封条 只于一院子娇弱女眷 他天般哭得伤心欲绝 张氏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口中不停叫骂着 思雨洋与林清姨 杀千刀的 都是他们害了我了 那个小贱人 亏我生养他一场 竟是连父母兄弟他都坑害啊 王氏命人将昏倒的林老夫人 送回寿安堂 又让人去请了 抚衣过去 将一切安排好后 才看向地上哭天枪地的张氏 路道 张氏 你怎么有脸乖一点 难不成是他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迫你接得不成 还不是你自己贪得无厌 没那脑子偏 生了一副爱做美梦的惰性 如今累得一家 都要为你的贪心付出代价 王氏说着 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的两个儿子 都因你二房入了牢狱 一根不久即将下场 也被牵连了进去 我真恨不得掐死你 王氏越说越气 就要朝着张氏走去 一向魂不灵的张氏 这会儿倒是聪明了几分 连忙闭上嘴往后挪去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 我只是 只是想给咱们邻家 多挣些银子而已 让他们二房 也能有一席之地 张氏缩着脖子 委屈可怜的低气着 再不敢撒泼打滚地哭骂 邻清婉轻叹一声 再一次领教了张氏的食食物 家中男眷被抓 女眷自然以王氏为首 他想好过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王氏看着他那色缩的模样 也没了再计较的心思 回你的院里待着去 再赶出什么幺蛾子 看我不收拾你 张氏撇撇嘴 也不敢吭声 麻溜地起身走了 王氏一声长叹 握住邻清婉的手 再没了方才强势的姿态 瞬间颓废了不少 婉杰儿 话未出口 泪先落 邻清婉劝道 阿母 只怕这只是刚开始 若咱们邻家当真被定罪 只怕全族都难以逃脱 咱们这时候不能乱 一定要打起精神应对 牢狱里的父亲 他们只能指望咱们了 王氏点点头 我自事知晓 可留下咱们遗院女眷 老的老 小的小 又能做什么呢 王氏几乎是不抱希望的 除非黑甲卫能查出邻家无辜 否则邻氏一族 就只能等死了 这时 有小丫鬟匆匆过来 夫人 三小姐 老夫人醒了 请你们过去一趟 王氏拍了拍幼女的手 只得擦掉眼泪去应对 邻老夫人本就年迈 遭受如此打击 只怕身心具有损伤 她作为一家主母 必须奸起大任 不能再让婆母操心 不管以往多少仇怨 到了生死攸关之戏 他们终究是一家人 寿安堂里 林老夫人被拢阅扶着 靠坐在软榻上 原本上算抖擞的精神 微米不少 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不止 老眼浑浊 脸色怅然 王氏与林清婉 扶身正欲行礼 被她制止 你俩过来 林老夫人招呼王氏 与林清婉 坐在她身侧 老泪纵横 老大家的 这些日子 有的你操劳了 母亲说的哪里话 这都是儿习盖做的 王氏垂眼硬着 林老夫人欣慰地扶上她的手臂 说道 老生一直都知道 你是个好的 这么多年 扶上大大小小事物 你都事无巨细 打理得很好 咱们婆媳虽偶有不渝 但也从未寒了心 王氏点头硬着 林清婉微微醋眉 总觉得祖母有些异样 却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 只静静听着 只听林老夫人又道 你二弟妹是个糊涂的 心术不正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都是我的不是 念在她终究是咱们林家的一份子 不曾狠下心处置她 连累了你们 王氏咬着牙不说话 心中自然是怨恨张氏的 可事已至此 她总不能在这结果眼上收拾她 咱们林家这次 只怕凶多吉少了 林老夫人望着窗外 神情哀伤且空洞 男眷想活命已是不能够 咱们林家嫡系 就只剩三丫头了 你一定要护好她 让咱们林氏的血脉不致凋零 林清婉镇住 愕然地抬眸 看向林老夫人 林老夫人却不看她们 浑浊的老眼 一直注视着窗外 透着一股子舍命的决绝 祖母是想 王氏泪水连连 母亲放心 我这就给父亲写信 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婉姐出事的 好林老夫人长叹一声 仿佛累到了极致 你们都回吧 养足了精神 才能应对接下来的事情 王氏拉着林清婉 起身告退 再三思索 林清婉中是忍不住道 祖母 事情还未有定论 一切皆有转机 咱们还要怀有一丝希望才是 林老夫人眼珠动了动 看向了这个不怎么得她喜欢的小孙女 捕捉到少女眼底的担忧 她无声笑了笑 放心 祖母晓得 不会轻易放弃的 这个孙女 总能敏感地 琢磨到每个人的心思 聪慧地令她心惊 以往她因觉得不好掌控而不喜她 如今却是倍感温暖且骄傲 第七十二章引位 婉姐儿 你还发着热 赶紧回院里歇着吧 阿母 就不过去看你了 你自己乖乖喝药 听凝双医嘱 寿安堂外 王氏一脸憔悴的嘱咐 府上出事 人心必将不稳 林清婉知晓 王氏还有的忙 乖顺地应下 时间转顺过去两日 府衙那边 依旧不曾传回任何消息 倒是下雨去而复返 再次细细利利地下了起来 空气潮湿 连同室内都阴潮得令人难受 也许是忧心太过 林清婉的风寒 比起前两日 竟又严重了不少 宁双收回手 再次提醒道 小姐 您如今风寒越发重了 这样下去会留下咳疾的 林清婉也很无奈 呆吃得要她 一日不曾落下 却一直不见好 她也没办法 仿佛明白她心中所想 宁双罕见的撇撇嘴 宁心里存着事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身心俱疲 伤寒怎么能好 林清婉苦笑起来 她倒也想两耳不闻窗外事 安心养病 可如今林府面临亲父 她如何能不焦虑 林老夫人自南眷被积压 那日夜里便病倒了 二房张氏 又是个靠不住的 如今偌大的林府都靠她阿母一人强撑着 小姐 大公子身边的小四求见您 门帘突然被挑起 宁香快步进来禀报道 林清婉微微一正 迅速起身去往外间 让她进来 属下参见三小姐 你是清瑜 林清婉出声问道 先前她曾在大哥哥身边 见过这人几次 只是她出现得不多 印象不深 是 属下是大公子身边尹卫 清瑜拱手答话 很是恭敬 尹卫 林清婉心下惊讶 面上不显半分 凡是有些根基的家族 都有隐蔚傍身 她听说过 却是第一次见 你寻我有事 清瑜从怀中掏出一张纸阀 递给宁香 由宁香传递过去 林清婉打开 上面寥寥数据 赫然是一处住址 她猝眉看向清瑜 谋带疑惑 清瑜道 这处住址 是当初私家二公子给主子的 属下奉命去查 查出那宅院的确曾住过一家商户 属下到时 人早已搬走数日了 属下跟着线索查到那户人家去往了岭南 去 清瑜顿了一瞬 抬眼看了一眼上位少女的神色 才诱到 却在半路上被人截杀 衙门给出的结论是 被土匪劫财 如此看来 明显是栽赃嫁祸了 林清婉神色凝重 三小姐 私家英氏知情人 大公子早就怀疑是私家二公子所为 即便是他所为 如今人已死 咱们空口无凭 又能将他如何 气氛有些凝滞 清瑜亦是满脸忧色 你为何会找上我 是大哥嘱咐你的 林清婉突然开口问道 清瑜汉手 大公子已被万一 提前交代属下 若有不测 让属下听您指挥 若 若林府不测 让属下护送您离开江南 林清婉愣住 久久不曾言语 他的大哥 关键时刻 竟已为他背了退路 半晌 他强忍下谋中湿热 问道 你们一共几人 六人 好 既如此 你们便听我命令行事 待会我书信一封 你想办法前进私府 送到大小姐手中 可有难度 清瑜促眉想了一瞬 私家虽有钱 可到底底蕴差些 因是问题不大 不是问题不大 而是必须保证 能全身而退 关键时刻 勿以保命为主 清瑜瞳孔微震 闽唇应下 是 属下记住了 第73章 修悔 清瑜离去 林清婉轻声一叹 他总要抱有一丝希望 努努力才是 不论结果如何 总归不留遗憾 正正愣着 宁乐手中 拿着信法走了进来 小姐 有人匿名 往门房塞了一张信法 上面收信人 是宁的名字 林清婉伸手接了过来 这种时候 还敢与林府来往 即便匿名 也算仗义有胆量了 他本以为是神府 毕竟在江南 最娇好的人家 就是沈家 而且 毕竟有姻亲在 不想打开一看 入目 却是全然陌生的字迹 一手工整的 赞花小凯 一看就是出自女子之手 林姐姐 都未能得见令尊 黑甲卫看守很紧 不过你放心 我大哥已经在想办法了 落款 柳江云 林清婉唇脚勾起一丝暖意 将信法者好收进袖中 怎么也不曾想到 落难时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的 竟会是仅有一面之缘的柳江云 还有那一见面就呛声的柳风亭 窗外小雨有见大之势 冷风灌入房中 竟是比前几日更冷了些 今年的天儿可真是奇怪 都快五月了 怎的还这般冷 雨水也是格外的多 宁香一边去关窗 一边小声嘟囔道 的确 若在往年 这个月份早该炎热了 今年却是例外 想到牢狱中的几人 林清婉不免担忧起来 二哥在祠堂时 就已经有些清壳 狱中阴暗潮湿 只怕风寒又会加重 黑甲卫不通人情 若再施以刑罚 只怕等不到找到证据平反 就已经撑不住了 越想越坐不住 林清婉豁然起身吩咐道 宁香 你让宁霜背些可口服的风寒药 商药 我们出门一趟 宁香惊了一瞬 忙阻止 小姐 如今外面雨正大着 您的病还没好呢 若再淋了雨 就更不好了 再说 大门上还贴着条子呢 您擅自出府 会不会有麻烦呢 既然并未派人看守 就表明并未禁止出入 我自有分寸 你先去寻宁霜 不做些什么 她心里总归不踏实 牢狱不让进 她不进 只要托人能将要带进去即可 一刻钟后 林清婉带着宁霜 悄悄从后门离开 没让人惊动王室 允霜 先去趟审府吧 林清婉撩开车帘 吩咐驾车的侍卫 马车调转马头 朝审府的方向行去 林清婉心中有些忐忑 很是看不上自己的行为 可如今 江南能说得上话的 也就只有审霜 审府后门 宁霜下车去敲门 林清婉待在马车中 听着大雨落在地上 劈啪作响 从身到心都胶着不已 昔日他避他如蛇蝎 如今有求于人又上门来寻 总觉得自己行径太过难看了些 可除此之外 他又别无他法 小姐 守门的婆子已经去禀报了 宁霜撑着油伞在车厢外说 嗯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去禀报的人始终没有回来 林清婉的心不由直往下沉 神府中 林清婉的马车方停在后门 便有人禀报了主母 林九娘知晓 我是林家女 若可以 我又怎会不想帮上一把 可 可林家所犯之事太大 让他不敢伸手 联合武王谋反 若上面有一下狠手 可是要株连九族的 如今他自己都岌岌可危 怕与娘家牵连太多 从而被牵连其中 林九娘痛苦地闭上眼睛 吩咐身旁嬷嬷 趁墨哥那边还没收到消息 你去处理了吧 再去我库中取一万两银子送去 说得委婉些 晚点性子裂 别伤了他颜面 是 老嬷嬷声出去 林九娘歪倒在玫瑰榻上 面色苍白 神色颓然 林家是他的母家 都乃至亲之人 他如何不痛 可这个时候 正是敏感之际 有关系的都恨不得避着走 何况与林家两代姻亲的沈家 数大招风 不知有多少人猜测 沈家也参与其中 如此关头 沈家绝不能沾了手 否则即使清白 又怎知会不会被早想削弱世家的皇上 借机拔除 宁霜 上车 我们走吧 等了两个钟后 林清婉轻声开口 他能理解沈家的趋利避害 可心中还是倍感羞耻 宁霜又看了眼紧闭的脚门 滴滴硬了声 收了油伞准备上车 正在此时 脚门吱压一声突然打开 宁霜面上透出一丝喜色 脚步顿住 林清婉挑着车帘 淡淡看了过去 并未见到要寻的人 只一个老嬷嬷撑着油伞 快步走了过来 垂下眼帘 林清婉面上依旧 亦谈不上失望 一刻钟前 他就已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表小姐 老嬷嬷扶身行礼 林清婉认出 她是姑母身边的人 客气汗手 嬷嬷多礼了 老嬷嬷笑着起身 脸色和蔼 夫人知晓您过来 让老奴过来瞧瞧 顺便告诉您一声 大公子今早上出了府 如今还未回来 等大公子回来 定会转告他 让大公子去寻您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必转告表哥了 倒是有劳嬷嬷 你亲自跑一趟 表小姐客气了 沈灵都是一家人 老嬷嬷笑着 从袖中掏出一张银票 递进了车厢 这是夫人的心意 让表小姐留着周转 林清婉垂眼看着车窗上 那一张被雨水打湿的银票 半嗓没有言语 老奴手上还有活戒 老奴就不送表小姐了 老嬷嬷面色善然 浮身后快步进了脚门 门支鸭一声 再次被合上 林清婉这方回神抬眼看去 她眼角泛着微红 红唇有些颤抖 冷风凛凛 她却浑身烫得厉害 羞耻难以自已 她捏起那一万两银票 突然低声笑了起来 这一瞬 她只觉自己像 急了打秋风的穷亲戚 小姐 宁霜此时已收了油伞 坐到马车里 她性子沉稳 这时也有些忍不住气 心疼地看着林清婉 无碍 将银票塞到宁霜手中 淡淡开口 你且收着 等事情过了 找个机会还回来就是 宁霜点头 抓着那张银票 眼眶泛红 她家小姐秉性轻傲 不曾想 如今禁受了亲公母 还是未婚夫家的 此等羞耻 咱们是来求人 总不能不容人家拒绝 否则便不是求人 而是市井无赖了 林清婉浅浅笑着说 神色温婉清淡 与往日并无不同 可贴身伺候多年的宁霜 却是知道 自家小姐在强称 第七十四章 狼狈 走吧 去府衙牢狱 林清婉轻声吩咐 疲惫地向后靠去 即便独身一人 无人可依 她也得咬牙往前走 渡过这片荆棘 原本半个时辰的路程 却因大雨 延绵至一个时辰才到 到牢狱时 已过五十 小姐 您慢着些 宁霜扶着林清婉下车 尽量让有伞倾斜 不置林师小姐衣裙 主仆二人冒着大雨 艰难地往牢狱走去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这地方 也是你们姑娘家能来的 还未靠近御门 便被守门的官兵拦下盘问 宁霜从袖中掏出一定金子 塞入官兵手中 小哥行个方便 我家小姐有些东西 想送给狱中的亲人 还望您通融一二 代为转达 官兵颠了颠重量 面色缓和了几分 问 给谁送的 叫什么名字 林清婉 林轩逸 我的二哥 官兵一听姓林 脸色瞬间变了 迅速将手中金子 塞回给宁霜 林家的送不了 别白费功夫了 赶紧走吧 说完就要退回牢狱中 林清婉着急道 小哥 我不进去 就只是一些伤寒药 您帮忙转达一下就行 林家的案子 乃周世子轻神 谁敢插手 林小姐 你也不必记挂着 做好心理准备吧 官兵摇了摇头 一脸都惋惜 林清婉心头一跳 小哥 可是我家人有何不妥 那官兵摆了摆手 似是不愿再说 赶紧走吧 待会周世子就要过来了 你就别给我添麻烦了 林清婉心下焦虑 可看官兵模样 也知他定不会帮忙 只得到了声谢离去 在玉门口站的那会儿 冷风灌入衣袖 早已冻得林清婉 浑身冰凉 唇色发白 走出不远 身后有交谈声 断断续续传来 那姑娘干什么的 我似乎听她提到了林家 一道陌生的男生问着 林清婉顿住脚步 与事太大 她听不清二人具体对话 只隐约听到 方才那官兵叹息道 即便送进去又如何 只怕那林家二公子 也撑不了多久了 总归都是一个死 早死完死有何区别 这人哪 就爱抱有幻想 想不开啊 二哥撑不了多久了 林清婉头脑一阵空白 身子都有些微微颤抖起来 脑中是那温润男子 笑着对她说 你是我的妹妹 我只帮亲不帮理 小姐小心 凝霜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林清婉身子一个裂解 半道石阶 已经摔了下去 掌心与侧脸传来刺痛 雨水混杂着泥水包裹全身 随即冰冷刺骨的冷意蔓延开来 她倒在地上 眸中尽是无奈 前所未有的狼狈 小姐 凝霜扔掉手中有伞 搀扶起身 心疼地直掉泪 小姐 您怎么不看路啊 林清婉苦笑起来 没有言语 水清色长裙被淤泥浸染 看不清原本的颜色 掌心 右脸都被划破 正往外伸着血 混合雨水流到伤口处 钻心地疼 好在倾盆大雨之下 路上并未有路人行走 无人得见她的狼狈与难堪 林清婉正正地站在原地 数月来积压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只是即便如此 她也不曾发出任何声响 蹲在地上一个个捡起 落了一地的药物与吃食 小姐 主子 林消抿着嘴 一脸不忍地看着大雨里 一身脏污捡东西的少女 纵使她看不清那少女的神色 可也能感受到 她此刻绝望的心情 真想不到 江南贵族中尽 还会有这般坚韧的女子 听出林消的赞叹 周牧收回视线 淡淡地看向手下 怎么 你中意她 林消一愣 脸上浮现极某飞红 属下只是赞赏 主子要是愿意牵线 属下也不拒绝 林消黑黑地笑了起来 周牧眉风微冷 心中没来有涌上一丝不快 你近几日倒是很闲 竟有功夫 想这些有的没的 怎么 本世子让你查的事情有眉目了 没 没有 林消僵硬答道 那还不滚 三日之内 若再查不到 你就滚回圣经军营 回圣经 那哪有这么多好玩的和八卦 林消瞬间素了脸色 主子放心 属下定在三日之内查到结果 没了林消的锅灶 马车中顿时安静下来 周牧放下车帘的手钻的清白 犹豫一瞬 还是再次看了过去 雨中的少女 已踉呛起身 雨水浇在她的身上 将衣物紧紧贴合在那 纤细绰约的身躯上 更显娇弱 她捧着盒子 一步一步走向马车 随浑身脏污 若不显狼狈落魄 背脊挺直 仿佛一切悲伤 都无法压弯她的脊痒 周牧眸色渐身 不禁想起数日前 在灵府中见到她时的模样 面对黑甲位架在脖子上的尖刀 明明害怕紧张 却洋装镇定 那时也是如今日一般 看似一副病弱强撑的模样 走三步路 都要晃上一晃 形势却利落果敢 那时 她以为她故作姿态 如圣经那些女子一般虚伪造作 表里不一 却原来 女子中也有 如此坚韧轻傲之人 那副乖巧温顺的外表下 掩藏着的 竟是一身不露人前脆弱的傲骨 于面对世间惊变凉薄 都泰然处之坦率接受的通透 半晌 周牧低声发出一声轻笑 遥遥望着那抹倩影 意味悠长 小姐 宁霜眸中惊惧 慌忙扔掉手中游伞 上前接住了昏倒的林青晚 入手滚烫的触感 让她心疼不已 本就发着热 如今又淋了这场雨 只怕风寒要更重了 周牧眉头皱起 豁然起身准备下车 却不想有人比她快了一步 大雨中 一辆马车停在主仆二人身前 一袭紫金紧袍的男子跳下马车 慌张地抱起少女 绝尘而去 周牧眸色皱冷 转瞬又化为平静 他看向自己抓着车帘的手 眉头狠狠猝了猝 半晌 他重新坐回车厢 讥讽一笑 什么时候 他周牧也会多管闲事了 两久 大耳冷的声音 才从车厢内传出 林峰去查查 方才发生了什么 第75章回复 浑身冰冷退去 转而被温暖包裹 林清婉再次醒来时 天色已然暗沉 他撑着身子坐起身 这方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规格 宁霜一直守在床侧 连忙上前扶住他问道 小姐 你如何 头可还疼 身上冷不冷 林清婉摇头 视线看向屏风后 那抹修长身影上 两久 方淡淡收回视线 垂下了眼帘 宁霜随他视线看过去 低声解释道 是表少爷 您昏过去了 是表少爷送您回来的 一直守在这没走 嗯 林清婉低声应了一句 听不出什么情绪 清婉 你醒了 男子担忧的声音 在屏风外问道 嗯 听出少女的冷淡 沈默薄唇威名 想开口解释 却不知该如何张口 告诉她是母亲的意思 可母亲也是林家的女儿 她为人子 怎能陷亲娘于不义 良久 她只轻声安慰 你身子不好 近些日子就不要外出了 外祖妇他们的事 会尽力而为 林清婉静静听着 并不言语 气氛有些凝滞 沈默又道 如今江南正处风雨之际 黑甲为大刀阔斧彻查 各大世家 宗族 人人自危 清婉 我身后还有沈氏一族 望你能体谅一二 若有转机 她如何不想帮林家渡过难关 可多方掣肘之下 她实在不能插手 我知晓 林清婉 轻轻接口 生死皆是林家命数 与你无关 是我这乡 给你添了麻烦 是她不该将希望寄予旁人 毕竟 身为世家少主 她也有她的权衡 少女声音轻轻柔柔 无丝毫怨怨之意 沈默却一时哑然 不知该如何接口 她总是那般通透 通透到令人压抑 仿佛在她面前 她的一切阴暗都无处遮掩 只能暴露在阳光下 无所遁形 可也因此 她在她面前 从来不用遮掩伪装 只聊聊一句 她便懂她未雨的深意 气氛再次安静下来 沈默隔着屏风 能看到少女 靠在床头的虚弱倩影 心疼与愧疚 一瞬间涌上心头 令她指尖颤抖 险些失控 二皇子的命令涌上眼前 良久她才缓缓平复下来 嘀嘀道 秦婉 无论凌家如何 你我婚事都不会有变 你都将是沈家主母 我的妻子 话落不带礼物女子回应 仓皇离去 凌清婉望着沈默消失的方向 神色平静 眸中却染上无尽悲凉 良久 她苦笑起来 若凌家不在 我亦有何所惧 截然一身 自要为自己而活 凌霜递过一碗汤药 凌清婉再不像往日一般扭捏 结果一饮而尽 清宇那边可有消息了 凌霜收药碗的手一顿 没有吭声 凌清婉醋没看向她 怎么了 可是出了什么事 小姐别急 也不是什么大事 凌霜有些吞吐 清宇她见到大小姐了 就是 在出私府时被人发现 受了点伤 不过并无大碍 我已经去看过了 只要安心养上一段时日 就没事了 凌清婉眉头紧锁 能在大哥身边做事的隐位 必定是有几分本事的 按理说出入私家 应该不难才是 如今却 难不成是私家家 派了人手看家护院 这般慎重 不应该啊 咦 你怎么来了 正思虑着 门外传来凌露的吃惊询问 我有些事 着急见小姐 麻烦你通传一二 是清宇 凌清婉看向凌霜 在她脸上 看到震惊之色 脸色沉了几分 门外凌露还在责备她 带着伤乱晃 凌清婉出声道 带她去外见 属下见过三小姐 清宇站在厅中 吃力地拱手行礼 凌清婉略略扫过她 见她唇色发白 面色也无一丝血色 便知她伤得不轻 你坐下说 清宇微正 谢恩后落座下手 不待凌清婉发问 她已率先开口 属下今日乔装打扮 顺利见到了大小姐 已将小姐的书信 交与大小姐 她近日如何 过得可还好 清宇汉手 大小姐除了有些病容 其他倒没什么不对 就是私府中 属下觉得有些不对劲 第76章 老嬷嬷 凌清婉端茶的手顿主 问 哪里不对劲 清宇皱眉 属下功夫虽不算顶尖 可在普通士族隐位里 也能称得上脚者 之前与大公子一起时 也曾阴差阳错 与私家隐位交过手 可这次私家的隐位 与先前的那批 却截然不同 他们戒备森严 警惕很高 且出手很辣 功夫更像是 深 百战过的杀手 也幸好是她潜入的私家 否则若其余五人任何一人去 恐怕都要买股私家 凌清婉面上凝重 她对这个词的了解 只停留在话本子中 并不曾真正见过 不过清语的话 她也能理解 士族的隐位 大多用来处理一些 见不得光的私事 而杀手 要么是江湖中 买卖人命的王图 要么就是经高位者培养 用于厮杀谋权 私家虽位列世家 却并无实权 难不成是怕有人劫财不成 可这显然不太可能 私家有何事 不可外人所知的秘密 凌清婉沉谋思索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不可告诉任何人知晓 你且回去好好休息 若有不适 及时命人去寻抚医 或者我身边的凝霜 谢小姐 清语起身拱手 迟一片刻又道 小姐 若有事您 及时通知属下 私家水太深 别将自己陷入危险中 林清婉汉手 放心 我有分寸 清语拱手出去 凝霜端着汤药进来 二人微微点头 打过招呼 小姐 该喝药了 林清婉收起思绪 抬手端起汤药引进 清语那边 你近日多照看着些 药物都尽好的用 凝霜轻声应下 略有担忧道 小姐 您的身子 要不还是请个好些的大夫来看看吧 奴婢资质钱 总有些不放心 小姐的伤寒 拖拖拉拉许多日 总不能好拳 让她不禁怀疑起自己的医术来 请谁 府衣吗 林清婉轻笑 她怕是还不如你呢 别的大夫 依照咱们府上 现在的情形 也必不会有人敢来掺和 凝霜眼眶发红 可您总不能这样一直拖着 会留下影集的 从回来到如今 药都已经喝了三服了 还是依旧发着低热 她所有的法子都用上了 不免有些焦虑 好了 你的医术没有问题 是近几日我折腾的厉害 等事情平息 我安心养上一段 十日就好了 林清婉安慰着凝霜 凝霜红灼颜点点头 礼间的凝香 也已摆好了晚饭 林清婉向征信地 吃了几口 便没了胃口 也许是 喝药太多的缘故 她吃什么都是苦的 撤下去吧 我有些累 先休息会儿 无事不要让人打扰 她浑身酸疼得厉害 脑袋昏沉地抬不起来 坚持这会儿 已经筋疲力尽了 凝霜忙道 小姐您等等 奴婢再给您上些药 别落了吧 林清婉无奈 只得任由凝霜涂抹 冰冰凉凉的触感 让脸上灼痛 轻了不少 淡淡的兰花香气 蔓延鼻尖 是她最喜欢的味道 灭了灯心 屋中瞬间暗沉下来 凝霜低声说 小姐 奴婢就在外面吼着 您有事换奴婢 林清婉翻了个身 轻恩了一声 闭上眼睛 白儿的狼狈再次浮现眼前 她眼中有湿意滑落 苦笑起来 倒是难为了沈默 将一身脏污的她送回 林清婉一味沉浸于不堪中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我家小姐刚睡下 有什么事 不能明日再说 凝乐的声音 加着怒意 随即是一道粗声粗气的女生 带着几分阴阳怪气说道 凝乐姑娘 这不是老奴不懂规矩 这三小姐 今日还出了府 也没理由 独独关了我家二夫人不是 二夫人想出门 去寻老夫人 大夫人去说就是 怎定能找上我们家小姐 凝乐气的提高了 嗓门呵斥着 老嬷嬷别嘴 老奴也想去寻老夫人 大夫人来着 这不是老夫人病了 大夫人又被那些 黑了心肝的缠上 不得控不是 二夫人说了 二房低贱 比不得大房尊贵 虽大夫人在忙 可怎么也得请示过三小姐才行 省得被大夫人知晓 又给二夫人脸色瞧 凝乐气红了脸 这是瞅着大夫人 被琐事缠身 抽不出空收拾她 挑软柿子捏 来寻她家小姐出气了 我家小姐也很忙 她发着热 又东奔吸走了 一日替抚上南郡周旋 哪还有力气 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 死丫头 你说 谁乱七八糟呢 老嬷嬷拔高了腔调怒道 我家二夫人好歹 也是三小姐的长辈 三小姐 都不曾出来说话呢 你挡着算个什么东西 还敢出言不逊 外面的争执 吵醒了刚睡下的林青晚 连同外院 仅剩不多的丫鬟婆子 也都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 真当林府 还是以前的世家不成 老嬷嬷嬷声咕弄一句 一脸都不屑 宁乐 虽是一等丫鬟 可这老嬷嬷 也是张氏身边的心腹 他气得胸口 只起伏 却也没权利 真的叫了人来收拾她 赶紧地 叫了三小姐出来相见 老嬷嬷趾高气昂地就要 往屋里进 宁乐 宁霜 连忙去拦 可他们几个姑娘家 怎么会是粗壮的许嬷嬷对手 嬷嬷 让我出来做什么 是怎么罚你 还是卖了你 屋内响起一道 清冷的轻斥 瞬间止住了外面的吵闹 许嬷嬷眸光一闪 气焰不压反增 冷笑道 三小姐也不必吓唬老奴 老奴的儿子女儿 可还在别家做工呢 就是离了林府 老奴也活得下去 就是可怜了我的小姐 被这样欺负 她是张氏的陪嫁 旁人自然认为 她口中的小姐是张氏 屋中的林清婉 却是心思一动 起身走了出去 第77章内哄 那嬷嬷的意思是 你已经找好下家了 正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林清婉满脸寒霜地走了出来 小姐 宁乐几人冷着脸 推到林清婉身后 对那嬷嬷怒目而视 哼 良情责目而期 若非老奴牵了死气 便是三小姐请老奴 老奴也是不来的 林清婉文言 谋色又暗了几分 三小姐 老奴虽是下人 却也是二夫人 母族张家的下人 林家可没权利发卖老奴 许嬷嬷越说越起劲 头高昂着 宁金贵 想是还不知道 府上发生了何事吧 她眼烧轻挑着 透着讥讽 如今林府 除了牵了死气的下人 其余可都正在翠玉院闹事呢 林府倾倒 是眼瞧着的事 谁会在这里等死 听说 连大公子房里的春姨娘 都偷了戏软跑了呢 您还装什么金质玉业呢 你放肆 宁香气的嘴唇都在颤抖 小姐身子不适 大夫人派人再三嘱托 让他们不许多舌 如今这阿杂货 却敢跑来嚼舌根 来人 还不给我摁住他 宁香冲门外的下人大吼 可那些丫鬟婆子 进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不动 死丫头 一个奴婢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还敢让人摁住我 怎样 还不是没一个人敢搭理你 许嬷嬷说着 竟上前动起手来 婷语院一时混乱无比 门外看热闹的丫鬟婆子 却无一人上前拉开 混杂中突然发出一声啪的脆响 众人正主 随即便看到 一向温婉轻柔的三小姐 正满脸怒气地瞪着那许嬷嬷 右手还保持着打人的姿势没动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本小姐面前口出狂言 即便林府到了 只要二审一日 是林家席 我就依旧 还是你的主子 林青丸咬着牙 目光森冷 来人 将这老货给我押进柴房 稍后处置 你敢 许嬷嬷扯着脖子喊 挣扎着宁霜 宁乡的碰触 三小姐 老奴是张家的下人 老奴的身器在二夫人手里 你不能处置老奴 老奴不过是奉我家二夫人命令 来请示您 想出府一趟而已 竟就遭受你这般对待 你这是不将长辈放在眼中 许嬷嬷用力地挣扎 宁乡几人根本控制不住 林青丸目光沉冷 又看向门口看热闹的众人 你们一日未离开林家 就是我林家一日的奴才 就得服从命令 否则便是被主 有几人面色有些动摇 他们虽不想留在林府 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主子的命令总不能不听 终于 有几个人缓缓动了 他们快速走上前 帮助宁乡 他们扣住了许嬷嬷 往柴房压去 闹剧结束 林青丸冷冷地看着府门外 探头探脑的众人 含着声音道 奴才就是奴才 即便并非死气 也可公主人家随意打骂 身宅大院里 哪家没死过几个下人 林青丸话落 那几名丫鬟婆子 早已变了脸色 林家人后 从不曾有打死下人的事情发生 可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便是真的打死了他们 他们也只能白死 此时几人中 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丫鬟 正不声不响地往后退去 林青丸眸色皱冷 冷冷一横倒 既然你们给脸不要 冥香 交代前院允风 今日为官之人 接杖刑三十 明日一早赶出府去 声音一落 立即有年纪稍大些的婆子 上前求饶 看模样 应是哪院的粗屎婆子 三小姐 老奴就是一石糊涂 宁大人有大量 就绕了老奴吧 被赶出府他们 是求之不得 可被打一顿 丢出府区别 可就大了 林家虽落魄 可曾经也算宽厚 若被林府打出去 日后再江南 只怕都再也无大户人家 敢用他们了 对要养家糊口的他们来说 岂不是断了生路 你们现在知道求小姐了 方才不是还使唤不动吗 宁乐冷笑着 看着几人 宁乐 你去寻了管家 带几个粗屎婆子过来 我看住他们 宁香沉稳吩咐 宁乐点头 立即往外跑去 林清婉撇过方 才那想偷没离开的小丫鬟 梅宇又冷了几分 是他大意了 竟忽略了府上会有内奸 不多时 几人便被管家拖了下去 王氏那边得到消息后 立即派了身边嬷嬷 过来询问 林清婉派了宁香应对 自己则去了 方才关押张氏贴身嬷嬷的柴房 路上问起 方听宁霜解释说 今日也不知怎么回事 府上那些牵了活气的下人 纷纷动起了心思 不禁懒待活计 不听使欢 甚至还撕下暗传 宁霜有些吞吐 见林清婉侧头 朝他看来才诱到 暗传三公子已经认了罪 二公子也受不住拷问 人只剩了一口气吊着 还说林家大县将至 再不走 就只能等着被处死 林清婉猛然顿住脚步 翘脸阴沉如雨 宁霜盲道 奴婢也只是道听途说 听人提了一嘴 不过 大夫人已经抓了 带头的几个刺头 处置过了 他们也交代了 就是想放出府去 才商量着整这些幺蛾子 二公子情况如何 他们并不知晓 并不知晓 林清婉冷冷一笑 是不知情 还是别有居心 如今黑甲卫那边 还尚未给出定论 林家内里 就已经有了这般谣言 若传了出去 岂不是告知江南上下 他林家认罪了 若说背后无人操纵 他是如何也不信的 可林家 如今已经狼称入狱 背后之人 还这么急着 给林家定罪 其中深意 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柴房中 阴暗潮湿 方才还风魔般叫嚣的许嬷嬷 此时端正地坐在地上 眉间尽是忧虑 房门从外被打开 宁霜 扶着林清婉走了进去 二人目光对视 林清婉并不言语 直淡淡看着地上的许嬷嬷 许嬷嬷 却是立即起身 恭恭敬敬行了一礼 老奴见过三小姐 先前老奴见远 还望三小姐恕罪 第78章 许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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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 二婶虚混 却也不会看自家的笑话 说吧 你寻我究竟所为合适 许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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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稍�亏嬷嬷嬷嬷嬷嬷�嬷� batteries我的人 你但说无妨 手嬷嬷嬷嬷嬷� 是我的人,你但说无妨。 许嬷嬷汗手,既是三小姐信得过的, 那老奴便不藏着掖着了。 许嬷嬷说完,伸手摸向发际中, 扮上后,竟从中抽出了一个 指甲盖大小的雾石,递了上去。 老奴家的媳妇小子, 当年随大小姐,陪嫁到了私府。 这是我媳妇前日, 托人藏在吃食中递出来的。 老奴看过了,是大小姐的字迹。 林青婉眉头一跳, 立即伸手接了过来。 指发被裁成了一小片的四方形, 上面的字迹却是大姐姐惯爱的形态。 城外百里于西村, 有一处庄子,是兵器制造之处。 林青婉眸底狠狠一颤, 心中咚咚直跳。 原来,当真是私家所为, 私造作坊,勾结武王, 似于羊当真好大的胆子。 如此说来他与武王合作, 应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怕是早在周末到江南之时, 就已经瞄准了他们林家荡替死鬼。 林青婉手心满是戏汉, 怪不得,怪不得私家 那么着急给林家定罪, 原是怕来不及销毁制造房, 怕周末顺藤摸瓜查到他们头上。 察觉出林青婉凝重的神色, 许嬷嬷便知这指发有大用, 不由松了口气,有些庆幸。 将指发握于手心, 林青婉亲自上前扶起许嬷嬷, 有劳许嬷嬷一家愿貌此大险, 帮助林府。 青婉,记得你的功劳, 定会保你一家安然无余。 扶上主子们人后, 这是老奴应该做的。 许嬷嬷说道, 只是二夫人那边, 嬷嬷有何难处, 但说无妨。 许嬷嬷手, 三小姐, 我家二夫人脾性您也知晓, 老奴自觉姿势体大, 不敢告于她知晓, 说来犯上, 老奴今日来寻三小姐, 也是匡骗住二夫人才来的。 她一直觉得老奴是来替她讨公道的, 想着能出府去府衙探望探望三公子。 嬷嬷放心, 我心中有数, 只是林青婉面上迟疑。 许嬷嬷立即道, 三小姐莫多虑, 老奴皮糙弱厚, 抗打的, 此事非同小可, 您该法法, 万不可让人起了疑心。 委屈嬷嬷了。 林青婉叹息一声, 能为府上主子们尽一份力, 挨打也是老奴的福气。 许嬷嬷眼中含泪, 说句不尽的, 三公子虽贪玩了些, 可也是老奴看着长大的, 与自己的亲儿没甚区别。 她在狱中观着, 老奴也是心急不已。 只盼三小姐, 向极了一个天儿担忧的母亲。 林青婉同样神情低落。 不说了, 三小姐, 您进来的时间不早了, 别让那些吃里爬外的东西起了疑。 林青婉点头, 老嬷嬷受皮肉之苦了。 宁霜, 许嬷嬷犯上不敬, 对主家不忠, 拖出去丈则三十, 折降为粗屎婆子。 宁霜扶了扶身, 上前推搧着许嬷嬷出去, 许嬷嬷一路大喊大叫着, 像极了张氏的泼辣无脑。 许嬷三小姐竟连二夫人陪嫁嬷嬷都给收拾了, 纷纷静若寒蝉不敢再怠慢。 折腾了一日, 此时已是深夜。 林青婉躺在床上时, 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 脑中的思绪成了一团乱麻, 难以理清。 宁霜边收药碗边感慨, 那许嬷嬷道, 真是个不错的, 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挂念着牢狱中的三公子。 真是想不到, 二夫人那般魂不立的人, 身边净会有如此忠义之谱。 林青婉正挑着树杀莲的兰花落的碎子丸, 闻言束手有一瞬凝滞, 片刻后又接着慢悠悠地拨弄起来, 并未接话。 宁霜只以为他是累了, 麻利地给林青婉脸颊, 掌心涂上药便吸了灯退去外间。 自从林青婉身子不妥, 夜间都是他在守夜。 许嬷嬷的惨状与王室的雷霆手段, 震慑住了不少蠢蠢欲动的吓人, 那些带头闹事的人也被清理了一批, 表面上林府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第79章是假的。 夜来人进食, 四处都静悄悄的。 林府脚门处却亮着一盏灯火, 一辆灰扑扑的马车正停在哪, 仿佛在等什么人。 不多时, 脚门吱压一声打开, 两个黑影像写走了出来, 全身的黑衣。 与夜色融为一体。 允风跳下马车, 行李,三小姐。 嗯…… 林青婉点头, 黑色的面纱罩罩在脸上, 只露出一双秋眸, 隐隐透着紧张。 可都准备好了。 允风汉手, 准备好了, 先前你要属下处置的那丫鬟也在车上。 好, 那便立刻出发吧。 四处阳现在怕事, 正着急销毁制造房, 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找到那处地方一探虚实, 若那许嬷嬷所言当真属实, 那他们林家便有救了。 只是他一规格女子, 从未做过这般危险之事, 难免有些忐忑。 这丫鬟被五花大绑地扔在车板上, 正昏迷着。 马车晃动, 呲呲呲呲呲地往城外行去, 凌霜沉着谋不说话, 很是安静。 林青丸有些好笑, 你这丫鬟当得倒是大胆, 竟敢给你家主子脸色瞧? 奴婢不敢。 凌霜低声低细道, 不敢你还亲着一张脸, 林青丸轻笑起来。 你这丫头, 倒是比凌香他们几个都聪慧些。 凌霜抬起眼, 近视幽怨, 那是奴婢了解小姐, 知晓一定不会安生待着, 就是不曾想。 奴婢给您防身的东西, 竟被您转手下给了奴婢, 还好奴婢机灵, 不然真让您撇下奴婢跑了。 这话说的, 怎么他好像一个始乱终气的复兴汉? 林青丸沉默一瞬才道, 你可还记得清语昨日说的话? 凌霜点点头, 若我猜得不错, 他府中杀手应是武王的人, 所以那庄子现在很危险。 奴婢保护小姐, 凌霜生怕小姐给他送回去, 连忙道, 林青丸笑笑, 我不用你保护我, 有允风和大哥的几个隐蔚在, 他们会护我周全的。 我们这几个人, 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我自然不会硬闯, 将自己陷于危险中, 我们只需确定, 这一处的确是四鱼羊与武王的据点即可, 剩下的, 就是黑甲卫的事了。 凌霜闻言松了一口气, 所以, 未免打草惊蛇, 待会马车会停在于西村百米之外, 你和允风留下, 一个时辰之后, 若我们依旧不曾出来, 你们就去抚押寻黑甲卫前来帮忙, 不行, 我要陪小姐一起进去。 凌霜紧紧紧抓住林青丸手臂, 小脸满是坚定, 林青丸, 都进去若真遇到危险, 我们岂不是要团灭在这里? 你与允风守着, 若我们遇到危险, 只有你们能救我们出来, 以他们六人的功夫, 颇延到你们换黑甲卫来, 应是没有问题的。 凌霜小脸皱着, 依旧有些闷闷不乐。 出了城, 道路颠簸起来, 主仆二人说着话, 车板上昏迷的小丫鬟突然哼了一声, 扭动着身子睁开了眼睛。 一抬眼就看到了上尉浑身漆黑的两人, 吓得呀嗷的一声叫了出来。 就这点胆子, 斯文晴也敢收买你来搅浑水。 小丫鬟面色一变, 三小姐, 奴婢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这是要带奴婢去哪? 奴婢是活气, 您不能随意处置。 话刚落, 身上就重重挨了一脚, 凝霜骂道, 吃里扒外的东西, 就是杀了你。 你也是白死, 一个下贱婢子, 谁还会找上门替你称妖不称。 小丫鬟眼眸一闪, 还未开口, 林清婉便接着道, 你是指望斯文晴会救你吗? 你猜他会不会那么蠢? 林清婉淡淡一笑, 就算他答应了你什么, 可如今你被抓住, 落在了我的手中。 你觉得, 他可会因你一个奴婢犯险? 小丫鬟笑一声, 三小姐真会胡周, 我的主子怎么可能会是斯小姐? 你也不会套我的话, 既然落在你的手中, 那便要杀药寡随便, 不必白费口舌,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林清婉面色一顿, 眉梢轻轻挑起, 对丫鬟的话倒是信了三分, 以斯文晴的能耐最多会拿钱收买, 可看这丫鬟一副不怕死的模样, 可不像是为钱卖命的。 我不杀你, 也不剐你, 我只是听说于西村有处山庄, 带你来转转而已。 林清婉说得随意, 好似闲话家常, 那小丫鬟却是面色大变, 在地上挣扎了起来。 林清婉淡淡瞧着她, 却被她怒声喝骂。 你个神经病, 你放开我, 你要去寻死你自己去, 你别拉上我, 放开我。 你方才不是还说要杀药寡随便吗? 怎么这会儿又不肯了? 小丫鬟面色僵了一瞬, 隐在夜色中看不清楚, 下一瞬却又死命挣扎起来, 我就是一头撞死, 也绝不会跟你去的。 这时, 马车也晃晃悠悠停了下来, 隐风的声音在外提醒, 小姐, 前方不远就是于西村了。 林清婉不理会叫嚣的丫鬟, 下了马车。 这处是一处山谷下, 偶尔还会有野处的叫声, 她下车的同时, 四周同时落下了六道身影, 正是清语他们。 小姐, 咱们进去吧。 清语说, 林清婉看了她一眼, 摇了摇头, 不用进去了, 这里没有制造房, 咱们被人骗了。 她声音不大, 却也足够马车里的人听得清楚。 方才还在叫嚣的小丫鬟声音戛然而止, 正正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又接着乱吼乱叫。 打晕她。 林清婉吩咐道, 宁霜正准备下药, 却被允风阻止, 用药太便宜她了。 话落, 手掌做刀, 一掌下去, 小丫鬟立即指了声, 软软地倒了下去。 心中的希望破灭, 林清婉很是失落。 她原本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即使知道会很危险, 可那丫鬟的欲盖弥彰太过明显, 粉碎了她的希望。 想是有人下了套正等着她钻, 可她不明白。 除了斯文晴外, 她一个规格女子, 还有什么是旁人所忌惮, 巴不得除之而后快的。 回去吧。 林清婉转身准备上马车, 身后的山谷上却突然发出了几道声响, 很重却又转瞬消失。 轻鱼几人同时看了上去, 面色凝重, 山上有人打斗。 第八十章危险。 林清婉收回视线上车, 有些犹豫, 看向山顶, 那里正是山庄的位置。 三小姐, 万一, 万一这里就是兵器制造的地方呢? 咱们岂不是错过了救大公子, 他们的机会? 允风却不理会他们, 物字跳上马车, 他虽在外院做侍卫, 但他的命是三小姐救的, 他只听命于三小姐。 轻鱼几人站在马车旁, 面带恳求, 他们想去看看, 既然有打斗, 那说明此处定是有问题的。 他们不想放弃任何能救大公子的机会。 可如果不是, 咱们十有八九, 就都折折了。 林青婉声音很轻, 从马车中缓缓传出, 方才那丫鬟处处提醒, 假作慌乱便是要引诱我们过去。 属下知道, 轻鱼垂下头, 本就带伤的他因悲伤脸色更白了几分。 三小姐,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属下想上山一探, 还望三小姐成全。 如果是圈套呢, 即使知道是假的, 你还是要去送死。 车帘被掀起, 林青婉面无表情地望着轻鱼, 娇俏地容颜恍若脚跃, 轻轻冷冷。 轻鱼垂下眼帘, 即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属下也愿意是, 不回。 可大哥将你给了我, 你便是我的人了。 轻鱼面色一白, 却依旧跪着没动。 此时, 山上的打斗声再次响起, 有火把忽明忽灭, 迅速往山下靠近。 允风, 小姐, 再晚就来不及了。 林青婉看了轻鱼一眼, 随即放下车帘, 回城。 你们五个若, 也想陪她送死, 都可。 话落, 允风以挥动缰绳, 调转码头, 往关道行去。 剩余轻鱼六人立在原地, 走不是, 留也不是。 轻鱼面带愧色, 对其他五人道, 我自己去就行。 你们五个随三小姐回去, 若大公子真有不测。 你们务必要护, 三小姐平安离开。 其他五人对视一眼, 纷纷站着不动。 这是命令, 还不快走。 轻鱼眼角泛红, 大公子与她不仅仅是主子, 还是她一生的救赎, 她必须要试一试, 哪怕知晓必死。 头儿, 大公子将我们给了三小姐, 我们就是三小姐的人。 你可以不听指挥, 擅自行动, 我们也可以。 其中一人咬着牙道, 他们六人一同出生入死多年, 绝不会丢下老大一人。 轻鱼面色冷沉, 可打斗声已经近在耳边, 已来不及再多做纠缠。 待会我再收拾你们, 先撤。 话落, 几人齐齐运起轻功往后退去, 眨眼没了踪影。 马车里, 气氛有些凝重, 凝霜知晓, 自家小姐心情很差, 只默默陪在一旁, 不言不语。 林清婉靠在车壁上, 眼眸微合着, 亦是心乱如麻。 那张指罚她反复确认过多次, 定是大姐姐自己无疑。 还有那许嬷嬷, 她也暗中观察, 并不像是作假。 可即使都是真的, 又为何要骗她入局? 她是不幸大姐姐会坑害自己的。 林清婉睁眼看向地上昏迷的小丫鬟, 眉头紧簇, 难不成是她多疑? 推测错了? 可。 她长呼一口气, 一时尽分不清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允风, 掉头抄小道回去。 她突然出声说道, 也许正如轻鱼所言,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她总要事上一事, 万一真的是四玉阳的老巢, 也说不定。 想到方才打斗的两拨人, 林清婉觉得她们正好能趁乱摸索过去, 说不得那些人忙活不开, 无暇顾及她们呢。 这里地处偏僻, 却有人生死搏战, 本就可疑。 让她就这么回去, 着实多少有些不甘心。 允风话带担忧, 小姐, 那边很危险, 属下听着那打斗声音, 怕都是玩命的。 你若是不放心那几人, 属下过去即可。 没关系, 待会你将马车停得远一些就成, 咱们偷摸摸过去, 瞧瞧那些是什么人。 宁霜虽紧张, 却什么都没说, 只要小姐带上她, 挡刀也有她在前。 允风值得硬下, 折返回去。 几人顺着小道摸进了山谷旁边的树丛, 正巧轻语几人也在。 几人听到身后传来声响, 迅速拔剑往后刺去, 当看清来人之时, 齐齐正主, 又连忙收回长剑。 三小姐, 您怎么回来了? 林清婉不理会几人, 往打斗声发出的声音, 看去。 轻语连忙上前, 三小姐小心些, 有一方人手太多, 且都是亡命之徒。 林清婉点头, 透过草丛往外看去, 近日的雨水太大, 令空气中满是雾气, 灰蒙蒙一片。 她只隐约看到, 有一片黑色的衣角掠过, 移处败逝。 外面乒乒乓乓, 刀剑相撞声作响。 他们一众人, 只偷偷摸摸地躲在草丛中偷看, 想知道, 他们是否与兵器案有关。 山谷家道上, 两方人马交战, 与其说是交战, 不如说是围攻。 二三十名杀手, 围着五个黑衣人, 拼得你死我活, 招招都想置人死地。 五个黑衣人都身上带伤, 围最中间被护着的那名男子, 伤势最重。 透过缝隙, 林清婉隐约能看到, 他被尖刀划破的手臂, 正鼓鼓流血。 林清婉直直, 看向被四人护住的那名男子的背影, 隐隐觉得有些熟悉, 却想不起在哪见过。 微弱星光下, 男子几倍笔直, 立于中央, 轻轻朗朗, 单是一个后辈, 就能看出他的铁血, 绕是被几十人围攻, 都不见有丝毫折腰之意。 四爷运筹帷幄多年, 殷氏没想到, 会客死他乡吧。 最靠前的黑衣人冷笑道, 殷氏那些人的首领。 身处围圈中的男子并不搭话, 神色平静如水, 那双利眸, 却冰冷如冬日寒雪, 不带一丝温度。 黑衣人手领碰了个软钉子, 嚣张狂妄, 皆如一脚踏在了棉花上, 一时间怒不可遏。 他挥了挥手, 几十名黑衣人, 齐齐朝五人攻了上去, 一片混战中, 根本看不清人意。 轻语有些失望, 看来这两拨人与思家无关。 他回身, 想劝三小姐离开, 他想去指罚上说的那处山庄里看看。 却见三小姐, 正直直地望着混战的两方人马, 神色复杂, 惊讶中带有一丝惊喜。 三小姐, 您怎么了? 林青婉回神看向清语, 对面却发出了一阵惊呼, 有人惊慌地喊着四眼。 林青婉连忙扭头看去, 原本的五人又躺下了两个, 只剩两名侍卫与那黑衣男子还在死撑, 而显而易见, 这三人也已是强弩之末。 哼, 给脸不要, 你不是要吗? 黑衣首领一声冷笑, 命令道, 给我抓活的, 我倒要看看, 咱们周世子的骨头究竟有多硬? 抓活的下手就局限许多, 两方人再次缠斗起来。 可随着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两方人马眼前漫开一阵浓雾, 伸手不见五指。 草! 黑衣人首领骂出一句脏话, 连忙喝道, 捂住口鼻散开, 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黑衣人迅速往后退去, 周牧站在突如其来的浓雾中, 眉头紧皱, 薄唇带着凌厉, 正思索着什么, 手突然被一个冰冰凉凉的小手抓住, 死命般往后拽去。 他条件反射般就要出手, 却刚好撞上这人扭过头, 慌张看来的视线, 隐隐水眸中乘着害怕与紧张, 那么熟悉。 第81章气怒 伸出的手迅速收了回来。 周牧神色一冷, 眸底划过一色, 并未拒绝, 随着少女往前跑去。 林青婉拉着他死命往于西村里奔去, 可他一个规格女子, 自小娇生惯养, 没跑多远就气喘吁吁跑不动了。 而周牧, 除却脸色的苍白, 气息却依旧平稳。 他垂眼看着蹲在地上, 脸色潮红的少女, 轻忧的眸色染上一层冰寒。 感受到四周的冷意, 林青婉身子一颤, 抬眼便看到星光下, 男子冷如脚跃的清俊容颜, 正冰冷冷地盯着他, 寒意彻鼓。 他愣了一瞬, 这眼神怎么也不像是 看救命恩人的眼神。 林青婉默了默, 方才他看那些杀手, 也没有此刻看他这般阴森。 周世子, 坐和这般看着我, 好歹我冒险救了你, 虽然是有私心的。 林青婉心中富匪, 面上却不敢显露分喉, 毕竟他全家的性命都在这人手中。 微弱星光下, 少女面上平静, 眸底的不满, 却不加掩饰, 微有脑溢, 周牧眼风微动, 一开视线, 没有搭话。 林青婉气恨地收回视线, 嘴唇上下启动, 无声骂了句白眼狼, 他肯定自己不曾发生任何声音, 可谓和, 身前那冷峻清高的男子, 却突然回过头凉凉地看向他。 林青婉面上一将, 迅速垂下了眉眼。 你带了多少人? 周牧突然开口问道。 林青婉正了正, 才明白过来他问的什么意思, 滴滴回道, 算, 五个半吧。 周牧眉风一挑, 林青婉娜娜又道, 有一个带着伤。 就这实力, 你也敢多管闲事? 周牧画中透着浓浓嘲讽, 脸色更加冰冷。 林青婉被噎得半天答不上来话, 很想扔下这人一走了之。 若非他的出身高贵, 还有那一身才华, 就以他这古怪性情, 肯定猫曾狗咸, 早被人打死了。 若非我父兄在你手中, 你以为我会多管闲事? 林青婉忍着怒气, 回了一句。 周牧哑然? 垂眼看着气得咬牙的少女, 半赏冷吃出声。 你倒是实在, 就是招式太蠢, 脑子不好, 他脑子不好? 林青婉张口无言, 他规格十六年, 谁不赞一句聪慧通透, 竟被这白眼狼骂蠢。 他气得身子发抖, 正想开口分辨几句, 身后又有零碎声响传出, 林青婉还未反应过来, 眼前便是一阵天旋地转, 眨眼的功夫, 已被周牧拎出了数米远。 林青婉面色白了几分, 凝霜的烟雾里加了药, 至少也要半个时辰, 才会全然退去。 那些人怎么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烈烈冷风中。 林青婉能清晰闻到, 身旁人身上散发的血腥气, 拎着他的那条手臂刀伤深可见骨, 鲜血沿着他的指尖, 滴落在他的衣裙上, 看得他头皮发麻。 周牧体力虽好, 可毕竟受伤不轻, 何况手上还拎着一个, 不过行至数百米外, 便撑不住停下, 脸色白得吓人, 脚步亮呛往前栽去。 林青婉面色一变, 慌忙伸手拽住男子, 敌到周牧嘴边。 周牧皱着眉, 惨白的脸上净是冷汗, 他垂眼瞥了眼少女手中药丸, 眸中的痛楚, 浸上了一层冷意, 偏了偏头。 林青婉举着药丸的手, 停在半空中, 尴尬不已。 他这事, 又被嫌弃了。 抿了抿唇, 他道, 我知道周世子尊贵, 可如今形势非比寻常, 没有明一明耀。 你若是不吃, 怕等不到你的人来救你, 你就血流亡了。 还看不上他的东西, 林青婉气闷得不行, 可就都救了。 若是这人死了, 只怕林家九族都不够杀的。 他将药丸又往前凑了凑, 忍着气道, 止血药而已, 很干净, 毒不死你。 周牧侧头看了一眼, 过多的湿血, 让他眼前发黑, 看东西都是虫影。 他犹豫一瞬, 张口吃了下去。 林青婉撇撇嘴, 求着救人倒是他十六年来的第一次。 周牧闭眼靠在树上, 声音冰冷至极, 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都最好动脑子想想清楚。 若我死了, 林家必死无疑, 无人能救。 林青婉愣住, 错愕地看向冷着脸的男子, 不明白他这眉头末尾的话, 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知道, 否则救你做什么。 他又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做, 日行一善。 你知道最好。 周牧说完不再言语, 闭着眼静静地靠在树上。 林青婉此时也顾不上什么世家女的风范礼仪, 直接坐在了地上休息。 想到什么, 他突然看向周牧, 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受人指使, 故意接近他的吧。 如此也能解释他的态度, 和方才的那番话了。 嘴角狠狠地抽了抽, 他垂头看了看自己, 又觉得他的怀疑也正常, 自己一个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规格千金, 突然出现在这荒郊野岭, 本就奇怪。 若是自己, 也会怀疑对方居心不良, 有所预谋。 第82章 茅草屋 林青婉眨眨眼, 想解释几句, 可触及对面男子那张冷若冰霜的脸, 又将话给咽了回去。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林青婉忠实忍不住开口问, 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他们处在一个树林中, 虽四周静命隐蔽, 可难保那些人不会找过来。 他看着闭着眼睛的男子, 那人却混似没听见般, 眼皮都不动一下。 他接着又问了一句, 那人也依旧没有反应。 林青婉心中一沉, 连忙上前晃了晃他, 男子竟随之往旁边倒去, 吓得他连忙使劲拽住。 方才还冷冰冰威胁他的人, 这会儿安安静静地闭着眼, 棱角分明的轮廓依旧冷冽, 却少了几分威胁。 林青婉小脸皱成一团, 眼眸雾气阴晕, 他昏过去了, 他要怎么办? 且不说他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弱女子, 要如何躲避那些杀手, 单是要带上个身高八尺的轻壮男子, 就足够他寸步难行。 轻语与他们实力悬殊, 那些杀手肯定会找过来, 他们待在这太不安全, 无奈只得脱下外衣撕裂成绳, 将人捆住绑在后背上, 一点点往村庄里磨洞。 林青婉不知自己走了多久, 直到看到刻在石头上的于西村三个字, 才恍然松了一口气。 心下一松, 肩膀就疼得厉害, 脚步也踉跌着往前栽去。 平! 的一声响。 林青婉摔在地上, 手掌被勒得火辣辣的疼, 让他不禁想起了牢狱门口那日的狼狈。 他吃力地爬起身, 看向同样摔在地上的周末, 男子眼睛依旧闭着, 无知无觉般没有丝毫反应。 林青婉气闷得不行, 忍不住走上前踢了男子一脚。 若不是他不尽人情, 自己那日也不会那般狼狈, 着实可恨。 身为世家大族教养出的嫡女, 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孩子气的意气用事。 当然, 前提是, 这人昏着, 什么都不知道, 否则借他几个胆子, 他也是不敢的。 山谷中突然响起几声狼叫, 隐约有火光闪烁, 林青婉面色一变, 连忙再次捡起绳子捆在身上, 往庄子里走去。 周末醒来时, 是在一个茅草屋里, 身下垫着稻草, 天色已尽黎明。 他刚动了动身子, 一只冰凉的小手, 就附上了他的额头。 少女娇俏的容颜映入眼帘, 银白的皮肤红通通的, 眸中带有诗意, 看上去有些迷糊。 周末猝着眉, 沙哑开口问, 你干什么? 林青婉此时全身滚烫, 脑袋已经有些昏沉, 听到男子发问, 这才后知后觉, 发现人已经醒了。 他长呼了一口气, 往后靠去, 轻声答, 你伤势太重发了高热, 我给你, 为了几粒药丸, 看看你退烧了没。 少女说话有气无力, 嗓音透着不正常的嘶哑, 喘气不稳。 周末皱皱眉, 冷冰冰地问, 你怎么了? 没事。 林青婉摇摇头, 浑身冷地发抖, 缩在墙角处, 双手抱着避不动。 昏睡了一夜, 伤口鞋也都被止住, 周末精神好了不少, 他看向角落的少女, 再次沉声问, 究竟怎么了? 林青婉虚弱抬眼看着他, 见男子脸色阴沉难看, 心中气愤, 可还是那那达到, 前几日染了风寒美好拳, 有些不舒服。 周末, 你不是有药吗? 怎么不吃? 林青婉抿抿嘴, 扭过头没有说话。 周末一脸莫名, 门外突然响起模糊的脚步声, 周末面色一沉, 立即起身往外看去。 表小姐, 青婉, 青婉, 不多时, 急促慌乱的呼喊声响起, 透着惊啪。 周末嘴角扶上一抹击翘, 回头看向角落, 你未婚夫来寻你了。 林青婉自然也听到了, 心里属实说不上高兴, 掠过周末嘲讽的目光往外看去, 只隐隐绰绰看到人影闪动, 他抿着唇没有说话也没动。 周末挑眉, 不起身瞧瞧, 说不定人家寻了你一夜呢? 好歹我救了你一命, 说话能不这么阴阳怪气吗? 林青婉趴在腿上, 语气平静道。 周末猝猝眉, 罕见的没有说话。 不知为何, 沈默的出现让他心情差到了极点, 出口的话不由自主就带了几分刻薄。 半晌后, 他沉申开口, 沈家在江南称的上义方霸主, 若他们有心查, 没什么是他们查不到的。 我知道, 林青婉闭上眼睛, 眼下眸中痛苦。 他明白周末话中意思, 他深夜外出, 如今不过黎明, 沈默竟能找了来, 这说明什么? 往日他不敢深想, 毕竟他二人还有婚约, 还要朝夕相处, 他不想二人连相敬如宾都做不到, 只剩两两相宴。 那样, 日子便难过了。 周末看着他窝在角落, 面色平静, 却难掩落寞苦涩, 不由心下不悦。 我虽不能确定他是否参与, 但依沈家实力, 必定是知情的。 别说了, 林青晚双手抱头, 难以接受。 他知道沈默看重思家, 可他如何也不曾想过, 他会默认思家陷害林家, 甚至他亦有可能是参与者。 即便他权衡利弊, 可林家毕竟是他的外祖, 他们二人毕竟青梅竹马, 婚约犹在, 他如何能接受? 自己的未婚夫, 竟要害他的父兄, 害林氏全族, 那他呢? 他又算什么? 他全身冷得厉害, 如置身冰窖一般冰寒彻骨。 林青晚的逃避让周牧脸色更加阴冷, 他冷声道, 自欺欺人是最愚蠢的行为。 不知为何, 他想将一切阴暗都告知于他, 便直接开口说道, 荆州天灾, 你可知晓。 林青晚抬头, 有些不明所以, 他先前听过风声, 只是不知这人突然提起是何意。 周牧勾着纯接着道, 皇上刚登基不久, 国库银钱不足, 朝中三位皇子争锋, 已并非一日两日, 谁若能接下荆州的差事, 无疑帮皇上解决了一大难题。 看了少女一眼, 他又接着道, 二皇子回京时日, 尚短, 在朝中没什么根基。 而这次赈灾事宜, 是他在朝堂站稳脚跟的最好时机。 话落于此, 周牧不再开口。 林青晚却慢悠悠接口, 所以, 他上了二皇子的船。 而私家有钱, 权衡利弊, 我与林家变成了被舍弃的那个。 至少他不曾退了你的婚事, 说明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周牧话带讥讽, 林青晚充耳不闻, 苦笑起来。 怪不得, 怪不得他如此看重私家, 私家的万贯钱财, 是沈家虔诚的敲门砖啊。 若是他的父兄, 也许也会做出如此决定, 只是他身在局中, 无法接受。 林青晚, 伸手捂住脸, 肩膀微微耸动, 虽不曾发出任何声音, 周牧却是知道他在哭。 他眉头, 狠狠皱了皱, 眸底透出了一抹嫌弃。 此时, 有脚步声靠近茅草屋, 林青晚迅速擦干眼泪, 抬眼看向男子说道, 不管你信与不信, 我救你都并非受人指使, 虽然我的确有私心在。 昨日我府上有默默地信, 说是于西村山谷上有一处山庄, 是铸造兵器所在, 所以, 我才会深夜前来。 你若不信, 尽管派人去查。 我承认, 若非昨晚那人不是你, 我亦不会多管闲事。 我提前让我的人去府衙通知了你的手下, 你已经到了。 他们进村时, 那些杀手还在寻他的踪迹, 后来默了声响, 想是被人缠住, 或是周牧的人到了, 他们见识不对, 提前撤走了。 周牧文严眯了眯眼, 半赏道, 我也是接到密报。 私家在这有一处隐蔽山庄很可疑, 报信的是他的手下, 所以他才会带人前来, 如今看来, 竟是他的下属中出了内奸。 周牧面色阴沉可怖, 周身泛着寒意, 冷得边人击鼓。 第81张回甫, 你也是因此来的? 林青丸很是诧异, 周牧薄唇微敏, 并未开口。 按现有证据, 林家早可判下死刑, 可他就是觉得, 林家不会是主谋, 更不会有胆子与武王勾结。 那日大雨中, 他在牢狱门口见到他时, 不知为何更加确信了心中想法。 第一次, 他有了私心, 让林霄暗中查探, 想为林家平反。 屋中一时静谧下来, 门外的脚步声已经临近, 下一瞬, 遭乱不堪的木门被枝压一声推开, 带起了一片尘土。 一道惊喜的声音冲外喊道, 公子, 找到表小姐了。 随之一道紫金色锦袍的俊义男子快步进屋, 向他走来。 林青丸捶着头部说话, 不知该以何等态度与这人相处。 青丸, 你没事吧? 沈默急不走向角落的林青丸, 见他脸颊飞红, 衣衫发丝都很是凌乱, 说不出的狼狈, 金的心都停跳了一拍。 他伸手想扶起他, 却被少女侧身躲过。 林青丸但莫抬眼, 道了句没事, 雾字扶着墙站了起来。 沈默眸子一按, 不动声色地收回了手, 目光出到少女扶在墙壁上, 那红肿不堪的葱细手指, 墨玉眸染上黑色, 煞时间阴沉无比。 周末此时也注意到了少女的手, 眉心动了动, 心中突然染上一股不知名的情绪, 好扮上才缓缓一开视线。 那应该是被他石榴下的伤, 他虽然昏迷着, 却也隐约知道他们是如何下的山, 包括, 他垂眸胆掉衣袍上的小脚印, 神色淡淡, 无波无澜。 确定林青丸无性命之忧, 沈默这才放下来扭头看向周末, 拱手行礼, 沈默见过周世子, 不知周世子遇到了麻烦, 为及时相助, 时有些对不住。 沈公子客气了, 只要沈家忠义君主, 无竹鸣夺利之心, 便是最好不过的。 周末诞生开口, 没什么情绪。 林青丸心头痴笑, 他话说得倒是委婉, 但大抵意思就是, 你不盼着我死, 再横插一刀便是好的。 当然, 沈默面色不变, 硬得干脆。 哼, 周末发出一声冷痴, 一双利眸中, 净是凉薄。 此时, 屋外再次想起骚动, 不多时, 走进来一个身着, 黑色静装的男人, 看到周末时, 眼圈一红, 很是激动。 四爷, 您没事吧? 是属下来迟了。 周末摆摆手, 一言不发地扭头离去。 出了茅草屋, 几十名黑甲卫整齐华裔的候在外面, 周末突然回头, 透过窗口看向屋里, 少女纤细的身影映入眼底。 片刻后, 他收回视线, 冷声开口, 回城。 黑甲卫有序离去, 随着队伍而来的凝霜, 连忙往屋里跑去。 提了一夜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周世子没事, 他家小姐一定也没事。 他刚进屋, 便见表少爷脸色冷得吓人, 正垂头盯着地上的某处看。 凝霜问, 小姐, 您没事吧? 凌清婉摇摇头, 随着沈默的视线看去, 那是他丝外一绑的绳子, 用来背了周末的。 只是一眼, 他随之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 想出去, 可不过刚走一步, 脑袋便传来一阵晕眩, 随即没了知觉。 凝霜的惊呼声, 让沈默回了神, 见那人脸色煞白地昏倒过去, 他面色惊变, 快速上前接过少女, 搭不出了茅草屋。 凌清婉不知自己究竟睡了多久, 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到凌家没了, 最疼爱他的阿母和二哥都倒在了血泊中。 他还是和沈默成了婚, 可他们过得并不好, 他们心有隔阂, 两两相艳。 他看到他搂着斯文晴, 笑着说凌家亡了, 再没人能阻止他们相爱。 他梦到沈家禁竹圣经, 全是在手, 他让他给斯文晴让位。 他成了一个尚不得台面的小妾, 终身被囚禁在一方小院中, 处处都是绝望。 婉杰儿, 凌清婉突然听到有人在哭, 熟悉的柔声, 轻患满是心疼。 阿母! 他唇角如动几下, 猛然惊醒, 出了一身的冷汗。 婉杰儿, 你醒了? 王氏顶着红肿的双眼, 连忙握住女儿的手, 眼泪直往下掉。 你这孩子, 怎就生了一副天胆, 一个女儿家, 竟然深更半夜, 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是想母亲随你一起死吗? 王氏话中少见地带了一丝训斥, 更多的还是担心与心疼。 凌清婉眨眨了眨眼, 方看清屋中情形, 心中大定, 脸上浮现一丝庆幸, 还好, 方才那都是梦。 可梦中, 那真实倒不能再真实的感受, 实让他心有余悸。 第82章探语, 他尖色地扯了一抹笑, 是女儿的不适, 让阿母担心了。 他的声音嘶哑又干涩, 嗓子仿佛有刀片刮过般生疼。 王氏泪如雨下, 忙起身亲自斟了杯茶味给他喝下。 可觉得好些了? 凌清婉点点头, 你可知这两日我是如何度过的, 我差点就。 王氏及时止住, 中氏将不吉利的话又给咽了下去。 连这两日两夜的高热, 能请的大夫都请便了, 依旧不见好, 他差点以为他的碗紧要撑不过去了。 还好, 凌清婉惊讶自己竟然睡了这么久, 可他嗓子太疼, 就没开口说话。 王氏握着他的手, 颇有几分劫后余生的意味, 多亏默根寻到你, 将你带了回来, 要不起不是要了我的命啊。 王氏心中被沈默是一万个感激, 脸上很是欢喜, 我们凌家落难至此。 难为默根不计生命, 还愿意娶你。 凌清婉眸底一阵, 抬眼看向欣慰的王氏。 王氏, 他送你回来后特意去见了你祖母, 说不论凌家结局如何都会护你周全, 即便凌家没了, 他也依旧娶你做正妻。 王氏, 上得高兴遮掩不住, 凌清婉却是从身到心都如浸在了冰水里, 冷得透骨。 梦中的情景一一在眼前浮现, 令他浑身都轻颤起来, 那样一眼望不到头的绝望与敌人异等, 让他宁肯选择去死。 王氏却是以为他又有哪里不舒服, 慌忙换宁霜进来。 宁霜同样眼睛红肿的厉害, 细细给凌清婉检查了一番, 松了口气道。 夫人放心, 小姐已经退了热, 不会有事了。 王氏这才放下心来。 正在此时, 宁霜挑脸走了进来, 面上尽是泪痕, 却又透着高兴, 瞧着很是别扭。 夫人, 三小姐。 府门那边递来消息, 说是方才有自称黑甲位的士兵上门, 说三小姐若醒了, 就去烫府衙, 他家四爷有些事寻小姐。 还说允许小姐可以带些衣物和吃食。 真的? 林清婉太过高兴, 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问。 又是一阵撕裂般的疼, 让他皱了皱眉。 更难以接受的是, 他那如沙粒摩擦过的难听声音, 太过刺耳。 可他面上的高兴, 却是掩饰不住。 他允他带东西, 就是答应让他见父兄他们了。 果然, 他的付出还是有用的, 救他一命, 换见父兄一面, 他很开心。 王氏问, 那四爷就是你救的那位士子? 林清婉点点头。 宁霜知晓林清婉嗓子不舒服, 替他说道, 当初抓走老爷, 公子他们的就是这位士子, 他很有权势, 小姐救了他, 说不得。 剩下的话被林清婉以眼神制止。 周牧能走到今日地位, 肯定不是一个公私不分之人, 且他性情古怪, 清高孤傲, 定不会精卫不分。 他肯去于西村查, 说明他也是有所怀疑的, 那晚的刺客更是将林家摘了出去。 他心中清楚, 林家是清白的, 从而才会同意自己探狱。 若他认定林家是凶手, 即便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怕他也会毫不手软地将林家九族下雨。 所以, 事情未明朗之前, 他不想让王氏知晓太多, 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王氏痛苦地闭了闭眼, 一把将女儿搂在怀中, 心疼难当。 他的婉姐儿, 为了能去狱中看一眼他的父兄, 竟豁出性命去救一个不相干之人, 让他如何能不心痛。 我的婉姐儿, 你要母亲好生心疼啊。 王氏压抑不住心中的悲痛, 哭得难以自意。 屋中几个丫鬟也都纷纷垂头抹泪, 婷宇愿意识哭声不断。 林清婉静静地让王氏抱着, 见他哭个不停, 指得轻轻推开, 压着难受开口。 阿母, 快去给父兄他们准备衣物, 吃食, 别让人等急了。 那人生性凉薄, 古怪得很, 他很怕此事出现变故。 王氏闻言连忙抹了泪, 对, 我得赶紧去准备, 不知你二哥究竟怎么样了, 我要多给他带些药物, 他还要科考呢, 可不能坏了身子。 当初府上传言, 林轩一快死了, 他气怒非常, 狠狠地处置了那些丫鬟婆子, 他从未如此狠利地对过下人。 他心中知晓, 他实在太过害怕, 怕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怕二郎真的死在牢狱中。 做凌家父多年, 二儿子与幼女是他唯一的希望与念想, 其实也并非是他不疼大儿子, 而是因为二儿子生性良善, 重情重义, 没有林家人上位者的良薄, 那是他在林府中能抓住的谨慎温暖。 王氏匆匆离去准备, 林轻婉又吩咐宁香去往二房与寿安堂通知一声, 准备些东西给祖父与二叔他们。 消息传到寿安堂, 林老夫人高兴地坐立难安, 亲自去了庭语院寻林轻婉。 三丫头, 你真的能见到你祖父他们? 林老夫人一开口就哽咽得不行。 林轻婉点点头, 忍着疼开口, 应是可以的。 好好好。 林老夫人连说三个好, 老脸上满是泪水。 三丫头, 往日祖母对不住你。 她扶着拐杖, 摇头低气出声, 她最不看好的孙女在紧要关头竟为林家豁出了命去。 林轻婉安慰地拍了拍林老夫人的手, 没有说话。 林家定罪, 牵连得不知欲中地祖父他们, 还有疼爱她的二哥, 阿母, 包括她自己的命。 其实, 她内心深处, 还有些牵挂, 那位她铺好了后路的大哥。 祖孙二人默默无言, 都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 院外却是突然响起一声嚎叫, 张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了进来。 身后还跟了许多丫鬟, 大包小包, 怕是要赛买一辆马车不止。 林轻婉讹脚跳了跳, 这怕不是将二房的家都给搬空了吧。 张氏进门就是一阵哭喊, 晚点儿, 你可要好生照看照看你三哥呀, 他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 不知被折磨成什么样了呢。 听说牢狱中鼠虫蛇蚁横行, 风哥他最害怕那些东西, 一定连觉都睡不好。 二神给他准备了些蛆虫的东西, 还有些衣物, 吃食, 棉被, 你都给他带上, 让他少吃些苦。 张氏抹着眼泪, 哭个不停。 林轻婉嘴角抽搐, 林老夫人的脸色则瞬间沉了下来。 第83章休憩, 风哥是去坐牢的, 不是去享受的。 三丫头豁出命, 才获得见他们一次的机会。 你大包小包那么多东西, 惹了贵人不高兴, 让三丫头如何收场。 张氏撇撇嘴, 母亲, 你也说了是好不容易。 那下次还能不能见到, 都是两说呢。 贵人既然答应了, 让碗简探狱, 想是不会反悔的。 我多给风哥带些东西, 有什么错? 那是牢狱, 不是你二房的破院。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林老夫人气得戳着拐杖, 老眼瞪着张氏, 打包了那么多东西, 全是给他那宝贝儿子准备的, 一心点丈夫的事都想不起来, 林老夫人后悔不已, 当初怎么就给二郎取回来这么个东西。 张氏眼圈一红, 我知道母亲不喜欢我, 反正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连心疼自己儿子都不对。 心疼他? 你要是真心疼, 他就不会将他养成个不学无数的废物。 林老夫人怒拍暗戟, 气得胸口直起伏, 娶气不嫌悔三代, 是他责任不输, 不禁搭上了二郎一生, 还连累林家落难于此啊。 张氏一生最宝贝的, 就是他的儿子, 一听婆母骂他儿子是不学无数的废物, 立即变了脸色, 掐着腰反驳。 母亲,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 风哥儿他可是您亲孙子, 你怎么能这样诋毁他, 他怎么就废物了? 儿媳知道您不惜我们二房, 只喜欢大嫂生的那两个宝贝疙瘩, 可您也不能差距如此明显吧。 好歹我们二爷也是你亲生的, 是嫡子, 又不是小妾姨娘生的数子, 您怎么能如此遭见自己的亲孙子? 张氏一口气说了一大串子, 仿佛由不解气般小生哼道, 该不是二爷真不是你亲生的, 是换得廖姨娘的儿子吧? 我可听说廖姨娘当年十分得父亲宠爱, 生了个儿子, 却早早夭折。 父亲不喜欢你, 独独喜欢那扬州的兽马, 说不定母亲你。 闭嘴! 林老夫人脸色铁青, 暗机上一阴茶盏, 皆被灰落在地。 她指着张氏, 气得嘴唇都在发抖。 瞧瞧, 她当年选的好儿媳都在说什么, 竟给他灌上善毒, 坑害数字的名头。 你, 给我滚,滚! 林老夫人吼得老眼发红, 我要让老二修了你。 我? 林老夫人说着说着, 就呼吸不畅, 大口大口喘起了气, 林青婉连忙上前, 给他轻抚着后背。 张氏这会儿也有些怂了, 我就说说而已, 母亲, 你至于吗? 再说, 二爷在狱里出不出的来还不一定呢? 你还想着让他修我? 闭嘴! 林青婉一声怒吓, 目光冰冷地盯着张氏。 二婶, 如此不吉利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二叔出不来, 你认为三哥能活命? 张氏那那不说话了, 他素来是嘴巴比脑子快, 都是话出口了, 才顾及到后果。 我就是, 一时, 一时嘴快, 不过是一点小错。 你瞧你祖母, 张口就要你二叔修了我, 至于吗? 至于吗? 林青婉听他这句话, 听了十数年, 每次只要一犯错, 就会咧着嘴唯唯曲曲说上一句至于吗? 从不考虑说出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林老夫人扶着林青婉的手, 缓过境来, 他冷冷地看着张氏吩咐身后的嬷嬷, 将张氏押回二房, 从今日起, 没有我与大夫人首肯, 不得他踏出二院半步, 待事情平息, 修回张家。 嬷嬷应声, 立即出去招呼了几个粗屎婆子进来摁张氏。 张氏一看动了真格的, 顿时怕了, 母亲, 你这是要软禁我, 二爷可还在牢狱里呢, 你怎能修我? 林老夫人冷冷一哼, 眸底深处却透着痛楚, 你放心, 即便老二不能平安回来, 老身也可做主修气了你, 无论林家在与不在, 都在容不下你。 张氏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 母亲, 我好歹为林家生了两个孩子啊,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有你这样的母亲, 倒不如没有, 一箭被你毁得整日过的人不仁鬼不鬼, 风格被你叫养成了废物顽固, 你还有脸提两个孩子? 林老夫人冷着脸, 一挥手, 愣着干什么, 还不拉走。 几个婆子立即强行要拽走张氏, 只是他拼命挣扎, 令他们颇费了几分功夫。 母亲, 你这是二席去死啊? 你怎么能这么狠毒? 在东汉, 俘有再取之意, 父无二世之文。 若张氏当真被修气出府, 张家必定不会留一个弃腹如伤门风, 连累府上姑娘公子婚事。 张氏虽有些拎不清, 可这些大事大非上还是有几分脑子的, 若就这么被修了回去, 等待他的就只有张家族亲地上的三尺白铃与毒茶。 林青婉默默看着不言, 听着张氏的求饶叫骂声缓缓远去, 婷语院才真正静静下来。 林老夫人有些疲惫, 心中挂念着牢狱中的丈夫, 儿子, 孙子已经让他夜不能寐, 如今还要离府上这些乌糟事。 收拾了张氏, 他这会儿已经有些坐不住了, 三丫头, 张氏是个魂的, 送与你二叔与三哥的东西, 就要劳你操心操心了, 祖母年纪大了, 有心无力啊。 祖母说的哪里话, 不过多准备两份东西罢了, 举手之劳而已。 话落他吩咐宁乡, 再去多准备两份东西。 林老夫人本高高兴兴的心情, 被张氏搅得一团糟, 被身边嬷嬷掺着走了。 王氏也将东西整理妥当送了过来, 听说了方才发生的事情, 他冷哼了一声。 这么多年, 你祖母终于很下心收拾张氏了, 真是难得。 林青婉侧头看他, 有些困惑, 祖母很喜欢二什么? 王氏撇撇嘴, 至少当年是剩余我的。 好了, 别说话了, 听你嗓子, 说话我就替你疼得慌, 赶紧出发吧, 别让那世子等急了。 林青婉点点头, 可要母亲陪你一起, 你还带着病呢? 王氏说着, 眼眶就又红了起来。 他的儿子, 女儿都为这个家担心结虑, 女儿更是刚醒来, 就要为府上奔波, 可偏偏他这个母亲帮不上什么忙。 林青婉摇摇头, 周牧是个古怪人, 他只说寻自己有事, 若再多带上一个, 万一惹了他不快, 未免得不偿失。 王氏是个明白人, 立即点头硬下, 一路将女儿送到府门外。 二房中却是一团乱。 张氏被强压回去, 又惊又怕之下, 砸碎了屋内所有词句。 他怕死, 可比起裴林家死, 他更怕被修回娘家。 两边都是死, 他更希望能死得其所, 总好过被娘家扔进乱坟岗, 做个孤魂野鬼。 想起娘家那些嘲笑的嘴脸, 他就浑身发抖。 如今的日子, 让那些堂姐庶妹们高看他一眼, 如何能回去再被他们嘲笑讥讽? 不行, 我不能备修, 我不能坐以待毙。 张氏坐在地上, 胡乱地扔着东西发泄, 吓得丫鬟婆子谁都不敢进屋。 二, 二夫人, 奴, 奴婢有个法子, 您要不要听听?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外说道。 张氏抬起头, 看到那丫鬟眼神瞬间阴毒起来。 小贱人, 你还敢出声? 他起身朝那丫鬟走去, 气势汹汹的模样, 好似想杀人一般。 那小丫鬟, 正是先前在寿安堂凉亭下, 被他又掐又打的姑娘。 第84章办法, 小丫鬟下的面色发白, 连连往后退去, 却被张氏一把抓住衣领, 给拽倒在地。 二, 二夫人, 奴, 奴婢, 真的是想帮您的, 她哆哆嗦嗦地说, 呸, 张氏张嘴吐了一口, 恶狠狠地去扯丫鬟的头发, 另一只手又掐又凝。 就巴不得我赶紧死, 好给你腾地。 没有, 奴婢没有。 小丫鬟哭得稀里哗啦, 连连摇头求饶。 奴婢也算二房的人, 奴婢只是不想咱们被大房他们压迫而已。 夫人若是不想听, 奴婢不说就是了, 奴婢不说了。 张氏听完却更加火大, 发了狂地往小丫鬟身上踢打。 贱祸,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称十二房的人。 一个下贱婢子, 爬了床也一样下贱。 他打得气喘吁吁, 却又不解气, 又顺手拿起地上的鸡毛胆子, 一顿乱抽。 见东西, 让你勾引二爷, 敢和我的男人撕混, 我打死你, 打死你个青骨头的破烂货。 小丫鬟被打得抱着头打滚, 哭喊着求饶, 掩藏在衣袖下的小脸, 却阴狠无比, 脆了毒般冰冷。 眼见小丫鬟被打得奄奄一息, 张氏的陪嫁磨磨, 终是忍不住上前劝道。 夫人, 哪家体面的世家大族 也不会名着打死家中爷们的房里人, 何况林家如今已是尼菩萨过疆, 怎能再多增事端的。 我是郑氏夫人, 我还没被修呢。 难不成连打死个婢子的权利都没有吗? 张氏怒瞪着开口的嬷嬷, 阴狠的目光仿若想吃人。 嬷嬷也不由有些发怵, 他看着张氏长大, 归忠时也是温和之理的贵小姐。 可嫁人后, 这性子就越发暴躁, 喜怒不定起来, 发起风来也是谁的账都不满。 可他既是他的嬷嬷, 就不能看着他犯错而不提醒, 只得壮着胆子再劝。 夫人, 老奴不是那个意思, 你想处置奴婢自是可敌, 可。 可这话梅他不同于普通奴婢, 毕竟是二爷的房里人, 况且, 如今府上爷们正受着罪, 咱们府上正是显眼的时候, 不好闹出人命的。 便是普通的官奂氏族 也不会无缘无故打死下人, 落个刻薄名声, 何况林家还是四大世家之一。 当然, 这话嬷嬷是不敢说的, 梅的张氏又会怪自己, 暗指他刻薄。 可一而再, 再而三地闹事, 只怕老夫人那边, 容不得二爷的室友定论, 就将夫人休憩回府了。 嬷嬷说的那么多, 可落在张氏耳中, 就只剩下一句。 话梅是二爷的房里人, 他处置不得。 啪, 得一声, 张氏猛然回身, 鸡毛胆子狠狠地抽在那嬷嬷身上。 大吼道, 嬷嬷, 你别忘了你是谁的人, 你是我从张家带来的, 不是这剑壁的奴才。 连你也敢坐见我, 也敢瞧不起我。 老嬷嬷疼的脸色煞白, 额头不满冷汗, 心也寒到了极点。 他扑通一声跪下, 垂眼低眉, 老奴不敢, 老奴跟随夫人二十余年, 一心一意中心不二, 方才是老奴健悦了, 夫人恕罪。 张氏鸡毛胆子高高举起, 忠世还存有一丝理智没有落下, 毕竟是跟了自己那么多年, 心里还是有几分感情的, 以往他都会给他几分体面。 才他也着实是气急了。 行了, 你起来吧。 发泄了这么会儿, 张氏心里的浊气也出了不少, 心气顺了, 就不再疯癫。 他扔掉鸡毛胆子,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看着屋中的狼藉, 有些失神。 好半晌, 他突然看向躺在地上浑身发抖的画梅, 幽冷冷问道, 你方才说, 你有法子让我不被修掉, 是不是? 画梅眸光一闪, 点了点头。 你起来吧。 张氏促眉道, 他气恨的并非是丈夫又那新人, 而是因为画梅是他的贴身丫鬟,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他们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苟且, 分明是不将他放在眼中, 让他这正式夫人丢尽了脸。 画梅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许事挨得很了, 他双腿抖得厉害。 张氏嫌弃的皱眉, 脸上尽是傲然, 若你真能说出什么有用的法子, 我就开开恩, 容你一命。 画梅垂着头, 滴滴应试。 奴婢这法子, 他看了眼屋中几人, 意思明显。 张氏不悦, 可也没再说什么, 挥手让其余人退下。 老嬷嬷却觉得有些不妥, 忍着疼提醒, 夫人, 画梅毕竟, 您当真信她。 她虽心寒, 可还是不忍自己看着长大的小姐, 被人利用坑害。 画梅一个连通房都算不上的东西, 她丝毫不放在眼里, 直接提醒张氏。 画梅束手一紧, 并没有说话。 张氏则怀疑地看了画梅一眼, 眸中闪过纠结, 最终还是道, 嬷嬷放心, 我心中有数。 若她敢动什么不敢有的心思, 我定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她说得很利, 吓得画梅连都不敢。 老嬷嬷还是觉得不好, 可看到张氏不耐的神色, 终是没有再劝, 退了出去。 后面张氏与画梅究竟商量了什么, 她不得而知, 只晓得画梅离开后, 二夫人心情好了不少, 一脸的轻松愉悦。 小姐, 到府衙了。 允风在外低声提醒。 第85章 牢狱。 林清婉轻轻应了声, 心下有多期待见到父兄他们, 就有多忐忑见到那冰冷无情的怪人。 主仆三人下了马车, 宁香, 宁双大包小包地跟在后面。 牢狱门口, 守着笑得弥勒佛一样的林霄, 见到林清婉走来, 连忙殷勤地打开门, 笑道。 在下林霄, 三小姐换我名字即可。 林清婉被这憨直又自来书的开场白腿挣了一瞬, 反应过来后, 回忆温和一笑, 林霄大人好。 宰相门前七品官, 更何况是黑甲卫的小首领, 他这么叫, 应该没错。 林霄乐的见牙不见眼, 连连点头, 好好好, 都好。 他见过林清婉不止一次, 可如此近距离间, 却是第一次。 林霄上下打亮了好几眼, 脸上笑开了花, 知书达理又漂亮, 极具江南女子的柔婉, 不知比圣经的那些傲慢小姐, 好了多少。 他虽是官身, 可在圣经, 那些官家小姐, 可从未有人唤过他一句大人。 当然, 除去那些想攀附他家主子的。 他瞅着林清婉笑的一脸褶子, 魂不觉四周陡然下降的冷气呀。 林清婉被他的热情弄得一头雾水, 见他乐得忘我, 一直有些震望。 不多时, 便见一抹暗黑色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傻大的身后, 七双赛雪的熔岩阴沉如水, 一双黑眉仿若厉剑般冷裂。 他好看吗? 冰冷冷的声音, 如幽灵一般缓缓响起, 吓得林霄一个机灵, 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 主, 主子。 他转过头, 一脸尴尬, 半赏又闪闪一笑, 好, 好看。 林清婉。 他默默垂下头, 往后退了半步, 直觉现在的周世子又犯了病, 有些危险。 周牧眼睛危险地眯起, 清俊的容颜不满寒霜, 本世子看你是闲得没事干, 那就滚去打扫牢房去。 啊? 林霄一呆, 那不是狱卒的活吗? 他可是四品命官, 让他打扫牢房。 可看到自家主子阴沉沉的目光, 他便知晓, 这话不是作假, 有黑的脸皱成一团搭了起来。 不是爷亲口说的吗? 属下看看怎么了吗? 该不是看林小姐比颜昌郡主漂亮之理, 又聪慧端方, 就后悔了吧。 周牧? 他答应什么了? 后悔什么了? 林霄一脸哀怨, 淒淒惨惨的模样, 突然想起不久前讽刺她的话, 问她是否看上了林三小姐。 她心头无名火起, 脸上尽是绿色, 抬脚踹了过去。 滚! 林霄一个猎切, 苦哈哈地应了一声, 指得不情不愿地走了, 临走前还冲呆愣的林清婉, 黑黑笑了笑。 周牧脸色黑如锅底, 整个人都散发着冷缩缩的戾气, 并未发现手下眼中隐藏不住的得逞笑意。 林霄走后, 牢狱门口就只剩下她与冷着脸的周牧, 以及两个隐形人丫鬟。 呆在那做什么, 还不进来。 周牧冷冷开口, 透着不耐。 心中愤闷, 外表, 林清婉依旧端着笑, 乖顺地点头。 周牧瞧着少女脸上僵硬地笑, 眉头嫌弃地皱起, 不由对比起方才和林霄说话时笑得一朵花的模样。 刚才她可不是这般勉强, 心下更烦躁了几分。 笑不出来就收回去, 瞧着虚伪。 她冷冷地说完, 扭头雾渍往牢狱中走去。 林清婉的笑意将在了唇角, 拳头松了握, 握了松好多回, 才强忍下怒意。 不气不气, 她有求于人, 不能生气, 生气就见不到父兄了。 她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半晌后, 杨起一抹浅笑跟了上去。 殷尸朝暗的牢房里, 处处透着梅味与血腥气, 越往里走, 几乎看不到阳光, 全靠微弱烛火, 能勉强看清道路。 林清婉心下酸涩, 二哥那般朗朗君子, 却被关在这种地方, 不知该被消磨成了何种模样。 暗无天日这四个字, 不仅能形容绝望的生活, 用来形容这里的环境, 亦没有丝毫夸张。 吱吱吱吱吱。 一阵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叫声接连响起, 让林清婉浑身紧绷, 连脸上的官方笑意都已维持不住。 凝香, 凝双二人也是吓得浑身直打摆子, 他们真觉得, 下地狱的路也仅此而已了。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是冤枉的,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吧, 我不想待在这里。 一只黑屈屈的手, 不知从哪伸了出来, 突然抓住了林清婉的裤脚哭道。 林清婉从头到脚都僵硬无比, 惯性使然让他突然往前跌去, 他忍着惊惧闭上眼睛, 捂住脸, 等着疼痛袭来。 他一定是跟这里犯冲, 他在心中如此想着, 做好了丢人的准备。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轻笑, 透着讥讽, 还不忘捂住脸, 怎么? 怕毁了容神莫毁昏。 男子的声音与腰间炙热触感同时传来, 令他浑身都站立起来。 心中富匪的心思顿住, 他抬眼便对上了男子冷沉的黑眸, 深邃幽暗, 仿佛藏纳了万千星河, 轻易便可让人沉溺其中。 轻烈的淡淡龙弦香入鼻, 配上男子周身的冰冷气息, 阳刚支气磅礴。 他想, 如此人物, 定是圣经无数贵族女子的梦中春情吧。 周牧看着呆愣住的少女, 眼底浮上丝丝温和, 仿佛是被少女眼中的惊叹所取悦, 心情好了几分。 事情发生, 不过在一瞬, 腰间的大手揽了他大半的腰身, 林青婉小脸煞食血红, 慌忙想退开, 可裤脚依旧被死死拽住, 让他动弹不得。 周牧若无其事地收回手, 垂头看向那只血肉模糊的手, 大大小小的伤口溃烂成龙, 散发着屡屡恶臭, 看得林青婉头皮发麻, 指尖都在发抖。 他上前一步, 面无表情地抬起脚印着那只手腕踩了下去。 林青婉只听到咔嚓, 一声响, 随之是一道凄厉的哀嚎声响起, 贯穿了整个牢房。 他想回头去看, 却被一只大手按住后背往前推去。 不想做噩梦, 就别回头。 冰冰冷冷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 他立即不敢再动。 随后是宁香, 宁霜的嚎叫, 仿佛白日见鬼一般凄惨。 第八十六章探誉, 他听得浑身都轻颤起来, 面色煞白。 身后周末的声音冷淡响起, 还棱着干什么? 走吧。 男子修长如竹的身影, 倒映在他身前, 令他无故有了几分底气。 也许是先前周末的手段, 太过嗜血灵力, 震慑住了那些不安分之人, 一路走下来, 竟无一人再敢出生。 一路往里, 越靠里面, 血腥味越浓, 仿佛置身湿山血海一般, 林青婉拿帕子遮住口鼻, 不禁胃里有些翻滚。 他的心直往下沉, 如此看来, 他的父兄不知经受了何种折磨。 他的眼圈微微发红, 心中生了无尽悲意。 他的二哥不知究竟如何了。 想起那些传言和狱卒说过的话, 他不禁惊怕起来。 一直走到尽头, 身后那人依旧没有叫停, 他缓缓回身看向他, 发红的眼圈带着困惑。 周末, 你父兄犯的是死刑, 关在地牢。 华洛走上前, 在墙壁上按了按, 右手边的石壁突然打开, 露出了一道楼梯。 一股子阴风突然迎面吹来, 冷得林青婉缩了缩身子。 进去吧。 周末抬了抬眼, 示意林青婉走在前面。 林青婉看着那墙面上挂着的各种各样刑具, 心都凉透了。 他咽了咽口水, 紧攥着帕子走了进去。 若尔竞是滴滴的抽气与哀嚎, 仿佛厉鬼般阴明不止。 林青婉手心里充满了冷汗, 脚步都有些挪移不动。 铁链的声音哗哗作响, 牢狱中无数双眼睛纷纷凑了过来。 微弱烛火下, 仿佛盯着身弱的恶狼般阴狠。 林青婉惊的嘴唇都在轻颤, 他不敢抬头, 连呼吸都轻了几分。 眼前突然投下了一道暗影, 周末走上前站在了他的身侧。 他正了正, 便发现那些令人压抑, 虎视眈眈的目光突然消失。 他在看去, 那些人这会儿竟仿似绵羊一般温顺, 与方才的狠力截然不同。 心中涌上一丝感激, 他扭头冲男子温和一笑, 轻道声谢谢。 周末垂眼对上少女满眼的星星, 嘴角不自觉扬起一丝弧度。 前面第四间牢房, 他罕见的温和说, 有他镇着, 林青婉心下轻松不少, 往前走去。 走到第四间牢房, 林青婉侧头看了眼身旁男子, 见他微微点头, 方扭头看向牢中。 里面漆黑黑一片, 看不清具体情景, 只能瞧见几个发丝凌乱的男人, 背对门口躺在稻草上。 角落里仿佛还靠坐着一人, 那人挤背僵直, 白色的球幅上满是血迹, 发丝挡住了他整张脸。 可林青婉还是一眼认出了那人是谁。 二哥。 他轻声唤道, 男子身影明显僵硬了一瞬。 二哥, 大哥, 我是玩家, 我来看你们了。 他阳高声音又患, 那人才缓缓抬起头看了过来。 昔日意气风发, 满身书卷气的贵公子, 如今被消磨的脸色蜡黄, 狼狈不堪。 暗淡无光的眼眸, 却在看到门口的人时, 光芒骤亮, 盛满了不可置信。 妹, 妹妹。 林青婉点头, 带着鼻音开口, 是我, 我来看你们了。 他话音落下, 躺在地上的那几人, 也瞬间反应过来, 冲到门口。 三妹妹,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说话的是, 二房的林轩峰, 七尺男儿嗷嗷地哭了起来。 他伸手, 想去拽林青婉, 却被周牧一记冷言给吓了回去。 三妹妹, 三哥, 是冤枉的。 你想办法救救三哥, 我不想待在这里, 这里太可怕了, 我不想等死啊。 他抓着栏杆哭得厉害, 一个劲地说自己冤枉, 让林青婉想办法救他。 住口, 没骨气的东西, 还不回来。 苍老的声音带着怒意, 有气无力地喝倒。 下一瞬, 林轩峰的身子便被人猛然推开。 林轩义脸色银白, 眼眸却依旧清明, 透着坚韧。 你一个七尺男儿, 怎好意思让婉姐一个弱女子想办法。 他在牢中最担心的就是母亲与妹妹, 他们生在后宅, 金贵娇弱, 他不敢想, 若是他们都不在了, 剩他们母女该如何过活。 林轩峰被推倒在地, 一个大男人竟哇哇哭了起来, 却无人理会。 第87章玉中叙话。 林轩义醋眉看了眼一侧的周末, 低声问, 妹妹, 你怎么来了? 可是府上? 二哥放心。 林轩丸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我和母亲都很好, 兵器一案还未落罪, 府上暂时并未受波及。 听完他的话, 林轩义长呼一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身为男儿, 他不怕苦, 不怕死, 就怕牵连家人, 而自己无能为力。 听到他的话, 狱中几名男儿通通松了口气, 林老爷子已年过古兮, 精神本还算抖擞, 如今经过数日的牢狱之苦, 也已显颓然, 不过身为家主的威严意在, 大公子林轩锦也起身走了过去, 虽一言未发, 可眼中的担忧却显而易见。 林轩义闭闭嘴, 叫了一声, 大哥。 林轩锦轻轻嗡了一声, 问, 母亲可还好, 府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你们, 没被欺负吧? 世家大族结仇是常事, 若有人趁机落井下时, 林府只剩满门孤弱妇如, 岂不是要任人欺凌? 林轩婉轻摇头, 大哥放心, 府上一切都好。 他一直都不喜大哥的权衡利弊, 可时至今日才知, 他并非薄情, 不在意血脉亲情, 只是肩上担子太重, 不得不有所割舍。 林轩婉眼下眸中酸涩, 扭头看向身旁周牧, 哑着声音问, 我可以进去看看他们吗? 不用很长时间, 一炷香就行。 少女脸上罕见地带了一丝祈求, 周牧皱皱眉, 冷淡地应了一声, 招呼玉卒打开牢门。 两刻钟的时间, 周牧说完扭头出去, 林轩婉的谢谢飘荡在阴暗的牢房中, 没人看到的角落, 男子嘴角轻轻扬起。 走进牢房, 林轩婉先是上下打量了林轩婉几眼, 赶忙换了凝霜, 上前给他把卖。 二哥, 听说你受了伤, 可是受刑了? 如今可好, 还有没有事? 林轩婉正愣一瞬, 感动得摇摇头, 没有根治, 牢狱中阴朝, 刚下狱那几日不适应而已。 不过吃了你送的药已经全好了, 你不用担心, 就是老你, 为我来回奔波了。 他垂下头有些自责, 又有些无奈。 我给你送的药? 林轩婉促起了眉, 那次他来, 被狱卒聚在门外, 并没有将东西送进来。 林轩婉并未觉察出不对, 点头道, 是啊, 你不是脱黑甲卫给我送了药吗? 好像是叫, 林霄的, 一连送了三日, 如今已经好全了。 他说完还转了个圈给林轩婉看, 示意她放心, 自己真的好了。 林轩婉心中一跳, 面上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好了就成, 阿母听说担心的不行, 如今见到你无恙, 也能放心了。 林轩婉站在一侧, 看着二弟与小妹互动, 眼中透出一丝憧憬, 家带着屡屡失落。 大哥, 待会儿也让凝霜给你瞧瞧, 牢中潮湿, 你们要保护好身体。 还有, 我给你们带了许多药丸, 上面标明了用处。 你们若是有什么不舒服, 随时可以用, 很方便。 让凝霜将装着药丸的包裹放下, 他一样一样地拿给林轩婉看。 林轩婉眼中染上诗意, 慌忙垂头眼下, 应了一声。 一切交代完, 林轩婉才走向稻草旁, 扶身行礼换道, 祖父、 父亲、 二叔, 弄起来吧。 林老爷子满意地点点头, 林家女就该如此, 不论身处何种荆棘, 体面与礼数不可丢弃。 林轩婉招呼宁香, 将食盒拿过来, 强扯出一抹孝道, 这是阿母吩咐俯上厨房做的吃食, 都是祖父惯常爱用的。 牢房中, 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桌, 林轩婉拿帕子细细地擦拭干净, 才将饭室摆上。 他找了一圈, 都没寻到凳子。 林老爷子挥了挥手, 身为下囚, 不必太过仔细, 入境随俗即可。 林轩婉应声, 祖父说的是, 那边用饭吧。 林轩婉这会儿也不哭了, 第一个冲到了住岸前, 抓起一只鸡腿, 就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 林老爷子气得胸口直拱, 孽障东西。 你瞧瞧你, 可还有一丝世家公子的风范。 林轩婉却不以为意, 伸手将盘中紧剩的鸡腿也得拿走了。 嘟嘟囔囔道, 都说是接下囚了, 还说什么世家公子, 穷讲究。 林老爷子气得脸色铁青, 指着林轩婉说不出话来, 若是在林府, 借林轩婉几个胆子他也是, 不敢如此跟林老爷子说话的。 如今不过是堪落了难, 祖父不可能再收拾他罢了。 逆子, 林二爷上前一脚, 将林轩婉踹倒在地, 怒到, 没出息的东西。 林轩婉啃着鸡腿, 委屈得直掉泪, 你打吧, 你打死我也出不去了。 本来就不是我的错, 是你和娘非要我掺和的。 如今出了事都来怪我, 都怪我一个人。 他哭得声嘶力竭, 罕见的却是嘴里没闲着, 依旧大口二口的啃着满嘴是油。 林二爷气怒交加, 正欲在动手, 却被林大爷拦住。 好了, 晚姐儿不知费了多少功夫, 才得以进来了一趟, 别浪费时间。 林二爷这才收了手, 扭过头去, 不禁老泪纵横, 是他惯坏了儿子, 才养成今日这副样子。 曾经他一直埋怨父亲偏向大哥, 偏向两个侄子, 如今落难之下, 才明白原因, 自己的儿子比起两个侄子, 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坐在桌前, 林二爷几番斟酌才问道, 晚姐儿, 二婶他, 可还好。 林亲晚给林老爷子不猜的手顿住, 没有说话。 林二爷心下一沉,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祖母要休气二婶。 林亲晚将近日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听得林二爷脸色发青, 怒骂淳妇。 话头到此, 无人再开口。 数日都未曾吃过一顿好饭的林家男儿们, 埋头苦吃, 虽急切些, 可多年的良好教养, 让几人吃相依旧文雅, 不曾发出半点声音。 一炷香后, 林轩峰抱着肚子, 躺在稻草上打着嗝, 其余几人也算九足饭饱。 宁香收拾其碗筷, 宁霜给几人一一检查过身体, 确认多无大碍。 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大爷, 突然问道。 晚姐儿, 咱们府上犯的可是死刑, 一律法是不得探监的。 你是如何能进来的? 可是你姑母和表哥帮了吗? 林轩峰身子微僵, 缓缓摇头。 看出他的犹疑, 林大爷面上有些紧张, 怎么了?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人的目光同时看向他, 方才那位柿子在, 他们不敢多问, 这会儿却是忍不住心下的担忧。 能让周柿子亲自送来, 只怕沈家也不一定有那脸面。 林老爷子开口说, 淮阳王柿子周牧是出了名的不尽人情, 否则江南各大氏族 也不会送那么多金银财物, 都打听不出丝毫消息了。 听完几人更加担心了, 尤其是林轩义, 他直直地盯着林轩晚, 晚姐儿, 你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可是周牧他, 他想问是不是周牧欺负了他, 可想想又不太可能, 周柿子何等身份,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 但是他凉薄诚心的性情, 就不太可能。 林轩晚垂下眼, 只得三言两语, 将自己救了周牧的事说了出来。 他也许, 只是感激我, 先前救了他吧。 他说的简短, 可几位男人却从中听出了千难万险, 大方三个男儿, 更是直接红了眼眶。 林大爷唇敏了又敏, 才哑着声音说了句, 晚姐儿, 难为你了。 第八十八章, 虚伪。 林轩锦眼圈发红, 林轩义则偏过头抹起了泪。 林轩晚浅笑起来, 就周柿子只是凑巧, 父兄不必担忧, 我没事的。 他故意说得轻松, 林家父子三人, 却依旧难受得厉害。 林老爷子事事开口, 三丫头, 你是个聪慧的, 可行是要考虑到自身能力, 没有把握或伤及自身的事, 切不可做。 咱们林家嫡系一脉, 也许就只剩你与你大姐姐了, 可你大姐姐又深陷泥潭, 难以脱身, 你切勿要保重自己。 这番语重心长之话, 像极了林行老者担忧后辈的叮嘱, 林轩晚心头涌上酸涩, 浮身英势。 听到此, 吃饱喝足的林轩峰却是突然坐了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林轩晚, 突然道, 三妹妹, 你救了周世子, 便是与他有救命之恩。 你求求他, 让他高抬贵手放过我, 说不定他心一软就答应了呢。 林轩晚撇他也没有说话, 真不愧是张氏教养出的儿子, 说话从不过脑子, 和他娘一个德性。 不待林轩一发火, 林二爷已经一巴掌呼了过去。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以为周牧是什么人? 会因为恩情就逊私枉法? 林轩峰, 你们不都说了是救命之恩, 救命恩情换我一命, 有什么不行? 我活着, 好歹咱们林家还有个后, 否则等临时血流成河, 百年之后, 连个上香共牌位的人都没有, 你们不就成了孤魂野鬼? 三妹妹一个女人家, 将来嫁了人便是别人家的了, 她算什么后人? 倒不如把我出去, 畜生! 林二爷气得老脸通红, 恨不能掐死林轩峰, 张口却说不上话来。 林轩义却不管那么多, 猛然起身走向林轩峰, 吓得林轩峰连连往后退。 二, 二哥, 你, 你想做什么? 林轩义怒喝, 闭嘴, 我不是你二哥, 若非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妹妹何之于冒险, 险些将命给搭上。 你还有脸, 让她求人救你出去! 她抬腿狠狠地踹了林轩峰一脚, 疼得林轩峰直叫, 下一脚刚抬起, 林轩峰就已经吓得捂住了头, 她缓缓收回腿, 没再打她, 威胁道, 你给我闭紧了嘴, 再说些有的没的我绕不了你。 林轩峰眼中闪过恨意, 可她叫得凄惨, 却无一人搭理她, 连她的父亲都没为她说一句话, 她只好忍着气, 乖顺地点头称事。 林轩峰眼眸微闪, 惊异地看着暴怒的二哥。 二哥一直是温雅且君子的, 那个满身的书卷气开口, 就是知乎折野的清朗男子, 如今竟也有了脾性。 不过这样更好, 这世上很多事都不是圣贤书能解决的, 对付林轩峰这种无赖就得用狠手段, 大道理是最没用的。 读书明里, 可死守圣贤里就成了傻子。 祖父, 父亲, 我还给你们带了中医, 几件厚实一些的衣服, 牢中阴冷, 你们当心别动坏的身子, 尤其是祖父。 林轩晚招手让凝香拿了过来, 足足装了两个包袱。 刚想打开, 门外传来了狱卒的催促声, 夹带着几分恭敬。 林三小姐, 两课钟到了, 您该走了。 行, 我这就出去, 有劳你再稍等片刻。 他冲凝香使了个眼色, 凝香立即走过去, 递上了一个荷包。 那狱卒起初怎么都不肯收, 还是林轩晚开口他才迟疑着勉强收下。 行了, 牢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东西也送了, 赶紧回去吧, 没事不必再来了。 林老爷子挥手道, 祖父, 那怎么行? 三妹妹不来, 我们吃什么? 刚安静下来的林轩峰又忍不住叫了起来。 好不容易看到一丝希望, 即便出不去, 好歹日子也能好过些啊。 总不至于再吃那些残羹剩饭, 狗都不吃得搜东西。 饿死你。 林老爷子冷瞪了他一眼。 林二爷与林大爷也同时点头。 你祖父说得对, 我们如今已是必死之人。 能不能活过这月都难说。 你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好自己与你母亲, 切勿再为我们废神。 人情不可滥用。 林大爷看着林轩晚隐含深意。 我记住了, 父亲。 林轩乖顺应下, 他知晓父亲不让他管他们, 是想让他用人情换他自己全身而退。 他心中不认同, 也不会这般做。 可也不想, 父兄在牢狱中还要为他担心。 林三小姐, 门外的狱卒再次忍不住催促, 声音带了几次焦急。 林轩晚眼中湿热, 扶了扶身。 亲晚就先回去了, 祖父, 父兄, 二叔, 保重, 快走吧。 林老爷子摆了摆手, 将身子侧向墙面, 不再看他。 林轩义一直垂着头, 不说话也不动。 林轩紧副手立在门口, 再三嘱咐林轩晚珍重, 保护好自己与母亲。 大哥放心, 我会的。 林轩晚应下。 牢房门再次被锁上, 他抬眼望向稻草上背对门口的三个长辈, 眼睛酸得厉害。 目光微转, 落到垂头不严的男子身上, 他不曾抬头, 肩膀微微地耸动着。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们出去, 可他也知道自己的人微言轻, 怕是艰难, 所以他什么都不曾说。 对于身处绝望中的人来, 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 所以他不敢给他们希望。 快走吧。 林轩紧浅笑着催促。 嗯。 他应了一声, 紧攥着帕子转身离去。 脚步声远去, 牢狱中的几名男子纷纷回头看去, 脸上尽是湿若与不舍。 林轩一满脸湿泪, 红着眼低声喃喃。 他那般娇贵, 不知往后该如何生活。 沈默是个利益熏心的, 会不会因此退了婚。 林大爷痛苦地闭上眼睛没有接话, 从女儿的话音中, 他就已经猜到了沈家的立场取舍, 可他不曾问, 不想揭开女儿的伤疤, 让他难堪。 狱卒一直将林轩婉送到楼梯口处。 周牧一身清冷, 副手而立等在那。 林轩婉抬眼看到那抹高大身影, 盲拿帕子擦干眼角的水渍, 脸上挂上浅笑, 只是声音依旧带着鼻音温柔轻软。 时间长了些, 对不住。 谢谢你, 麻烦你了。 周牧听到他这一连串的客气, 心下颇有些不渝。 转身便看到少女眼尾心红, 小脸上近视泪痕, 却依旧端着笑, 那般勉强, 不由醋眉脱口而出道。 方才不是说过, 笑不出来就别笑, 左右没有旁人, 何必端着自己, 死守着迂腐的规矩。 林轩婉愣住, 周牧也正了正, 说出口便有些后悔了, 耳根红得低血。 他倾咳一声, 补充道, 我的意思是, 瞧着难看, 太过虚伪。 男子的话还是一样刻薄, 可他心中却涌上一丝不知名的情绪, 仿佛一个小锤子轻轻砸下, 不痛不痒, 却令人莫名轻快。 半晌, 林轻婉遮住眼帘, 滴滴应了一声。 第89章亲吻。 二人一路无话, 出了府衙大牢。 周牧瞧了一眼林府马车, 一言不发地转身, 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林轻婉? 他应该没得罪他吧? 便是点头之交, 也应说两句告句, 别不是。 半晌, 林轻婉回过神来摇摇头, 算了, 这人本就不能以常理来看待。 可他还有事, 问他怎么办? 红唇抿了又抿, 只得换了一声周柿子, 快步跟上。 殊不知这一幕, 却被拐角的一辆黑色马车中的人看得清楚。 沈默本想下车去迎他, 不曾想, 却看到他追旁的男子而去的身影, 眸色煞时沉暗下去, 握着车帘的手, 引犯青惊。 周牧脚步顿住, 嘴角弧度瞬间连起, 患上了冷冰冰。 林轻婉快走几步到他身前, 脸色泛着不正常的红, 离得不远。 周牧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吸的灼烫。 他微微醋眉, 你带着病, 不赶紧回府追我做什么? 林轻婉嘴角抽了抽, 这话说的怎么都带了一丝别的意味, 好像他上赶着一样。 好吧, 就是他上赶着。 我想问问你, 上次你被刺杀, 已经足够说明我林家不是凶手, 我副兄, 他们可能放出来。 听闻是这件事, 周牧谋底心点, 瞬间化为乌有, 脸色更冷了几分。 你如何得知那些刺客与兵器案有关? 倘若没有呢? 又或是武王与你副兄里应外合, 他为了救你林家出来, 才行刺于本世子呢? 说不定, 还有可能是你林家自导自演, 派了你来当白脸, 故意施恩于本世子, 想洗清林家的嫌疑呢? 周牧盯着少女寸寸白下去的脸色, 每说一句就缓缓靠近一分, 他微弯着腰, 直到二人只剩咫尺之巨, 能清楚感受到彼此呼吸才停住。 林清婉正正看着眼前放大的那张俊脸, 心中的第一想法是, 果然, 凉薄无情的人连气息都是冷的。 也许是他的脸太红, 眼神太过清明, 令周牧心下十分不爽。 他微微偏头, 仿佛下一瞬就能碰到少女的红唇。 宁香两个丫鬟压了一声, 慌忙转过身不敢再看, 可就是这一声换回了林清婉偏远的思绪。 他回过神, 男子清冷的气息已在唇边, 他惊得连连往后退去, 眼神中净是慌乱。 还是那个时节, 熟悉的姿势, 只是这次是倒着摔的, 一脚踩空下去。 他面色一白, 任命地闭上眼睛。 耳边响起男子嘀嘀的一声冷哼, 身子陡然被大力往前拉去。 他睁开眼睛, 盯着男人那冒比潘安的容颜, 正想说句谢谢。 可不曾想, 下一瞬, 那人竟突然松了手, 他脚下不稳, 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 不过好在力道不重, 并不算疼, 他迅速站了起来整理一群。 心下对男子的戏弄恼火不已, 可面上却不曾显露分毫。 周世子, 您断多年, 定不会如此草率判断。 这件事情, 我邻家肯定没有参与, 还请你能查明真相。 周慕良良道, 你说不曾参与, 就不曾参与吗? 牢狱中叫苦喊冤之人何其多, 难不成他们都是无辜的吗? 圣上派我查清此案, 如今以证据确凿, 本世子完全可以交差, 为何要多费功夫? 翻案再审。 几句话堵得林清婉张口无言。 是啊, 他只需要能交差就是了, 被杀之人与他又并无关系。 他为何要多此一举, 只凭他三言两语就推翻重查。 费时费力, 说不得还要揪出多少朝廷命官, 给自己惹来麻烦, 招人恨哪。 周慕垂眼看着一脸失落的少女, 唇角轻钩, 下一瞬, 却被少女不轻不重的一句话, 缭乱了心弦。 因为我觉得, 你不是那种人, 不会怕得罪谁, 不会因为想交差, 就错杀忠臣。 周慕面上飞红, 微快的心速让他快速转过头去, 谋中是抑制不住的暖意。 圣经中, 无人不怕他, 那些臣子表面恭敬, 背后谁不骂他冷血无情。 他们视他为恶魔, 从未有人说过, 他不是坏人。 半上, 他调整心绪后方开口, 若要查, 就得将江南士族翻个遍, 尤其是四大世家。 沈家在江南独大多年, 自然有能力自保, 柳家有贤贫撑腰, 斯家有二皇子。 只要不是谋逆大罪, 对他们而言根本无足轻重。 可你林家呢? 即便你林家不曾参与兵器一案, 身为四大世家之一, 这么多年, 就真的清清白白吗? 洗清了兵器案, 又得陷进别的泥潭, 再想击身世家, 恢复往日荣光, 怕是不可能了。 再或者, 周慕突然转过身, 直视林清婉的眼睛道, 再或者, 若是洗不清兵器案, 再查出了别的东西, 只怕林家九族都不够杀的, 妇孺孩童都保不住。 林清婉煞时浑身冰凉, 正正地看着男子沉冷的黑眸, 心都凉透了。 他竟是不曾想到。 是啊, 想彻查, 必要连林家老底都给翻出来。 可能卫裂世家, 又有哪家是清清白白, 两袖清风的。 回去好生想想, 三日之内, 你父兄还不会定罪。 周慕说过, 转身走了。 林清婉看着男子逐渐消失的挺拔背影, 站在原地两久没有动弹。 主子, 拐脚处, 驾车的石灵小心翼翼地换了声钉。 这远处, 许久都未动的沈默。 周遭的低气压让他咽了咽口水, 恨不得将头缩进脖子里。 沈默没有言语, 依旧盯着少女窥然不动地倩影, 手指骨节发白。 方才的一幕幕浮现眼前, 让他极度地险些发狂。 若非他隐忍, 克制多年, 怕是早就忍不住上前。 周末, 他滴滴唤出这个名字, 透着无尽森浪。 他这一刻仿佛能理解他当初的感受了, 怪不得他那般生气, 那般失望。 可他是男人, 他是女子, 女子立身之本, 唯物亲真, 本就该如此不是吗? 想到他不曾拒绝周末的碰触, 想到周末侧头的那一个吻, 他心就仿佛被人撕裂一般的难受。 他不知他们说了什么, 可在他的角度看过去, 二人的的确确是有了亲密举动, 至少周末亲了他, 不同于他与柳枫婷的接触。 对上周末, 他心中没有丝毫胜分, 不过好在他们之间还有婚约, 只要尽快完婚, 即便是皇子, 也不能夺人发妻。 伴上, 他才尖色开口, 去林府。 如此一说, 石灵便知了主子的打算。 这是要佯装不知了, 他心中愤闷, 为主子不平。 林三小姐方才举动, 与男子在大街上那般。 可谓放浪。 按理, 主子可以退婚, 甚至是。 他终是不敢说什么。 第九诗章, 贪心。 小姐, 宁霜上前低声唤了一句。 宁身子还没好爽力, 该回去喝药了。 林清婉回过神殿点头, 又看了眼男子消失的方向, 回头上了马车。 一路上, 他都心不在焉地, 思索着周末的话。 若自己要求, 他的话亦应是会答应翻案的吧。 可风险实在太大, 他一个规格女子, 对家族了解实在不多, 不知道林家究竟有没有涉足境地。 他想着, 回去还是要问问祖母与母亲的意思在定夺, 他们应是会知道一些。 宁香两个丫鬟见他一直神游天外, 谁也没有出言打扰, 马车晃晃悠悠回了林府。 允风在外提醒府门到了。 林清婉放一下车, 便在不远处瞧见了一辆熟悉的马车正停在哪, 好似在等什么人。 他脚步顿住, 眉风泛起一丝忧冷, 手中的锦帕钻成了一团。 小姐, 好像是表少爷。 宁香低声提醒, 林清婉不言, 突然俐落地转身离去。 他心中乱得厉害, 已不知该以何种态度与心情面对着人。 以往是失望, 是痛心, 却可以克制, 与他刻刻气气, 相敬如兵, 可如今, 却是连一句问候都无法再说出口。 他自己忍不住质问他, 忍不住情绪失控。 他毕竟承载了他整个斗口年华中的年少心动, 他不想二人撕破脸皮, 只剩怨怼。 可他如此想, 沈默却并非如此想。 他透过车帘, 看到少女对他的漠视, 不禁怒从心起。 亲吻, 他口吻冷淡, 撩开车帘下了车。 他不作声, 本想看他对自己是何种态度, 却不想他会这般, 连表面的平和都不愿再维持。 是因为周末吗? 因为有了他, 所以他想摆脱自己, 想结束这段婚约, 想与他桥归桥, 路归路。 想与自己划清界线? 连妆一下都不愿意了。 他脸色很沉, 眸中仿佛蕴藏了惊涛骇浪, 随时山羽欲来。 何必呢? 林青丸苦笑起来, 既然已做了选择, 已经有了取舍, 又何必非要抓着不放? 伪时太过贪心。 他缓缓转过身, 眸色清凉, 不带一丝温度。 问, 沈公子有事? 那般冷淡的神情与问话, 仿佛他只是个陌生人。 沈默不由想起, 方才府衙牢狼狱门口那一幕, 对上周末, 他可不是这般态度。 不由气怒交加, 袖中的拳头攥得很紧, 才勉强压住他暴躁的情绪。 他的克制力, 在他面前总能轻易瓦解。 沈公子! 他勾唇一笑, 透着苦涩。 清婉, 你我之间生疏至此吗? 还是你心中有了他人? 不想见到我。 沈默猛然上前攥住了他的手腕, 透着不可抗拒的压迫, 那双清冷的毛子此时泛着心红。 林青丸被他问得正住, 可下一瞬, 手腕上传来的剧痛让他挣扎起来。 你做什么? 这是大街上, 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可他越是挣扎, 沈默的手就攥得越紧。 林青丸一个娇贵小姐, 怎可能是自幼习武的沈默对手, 他挣扎半天都没能甩掉, 不仅休脑不已。 大街上如何? 我是你的未婚夫, 难不成旁人可以, 我就不能碰你。 沈默谋色渐深, 隐含怒意。 眼见他越发魔症, 凝香, 凝霜连忙上前阻止。 表少爷, 您快松手, 您弄疼小姐了。 沈默不为所动, 一双力眸直直地盯着 一脸脑衣的少女, 从他的眼中 再没有往日的温暖, 只欲一片冰冷, 甚至夹杂着丝丝, 厌恶。 他愣住, 手不由自主地突然松开。 他不禁有些茫然, 从何时起, 他们竟走到了如今地步, 从何时起, 他的眼中已逐渐没了他的身影。 心肩痛得厉害,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只是不得已, 他已经尽力保全他, 至少给了他正妻之位, 可为何? 他竟会突然对他没了情意。 脑中一团乱麻, 昔日的场景涌上眼前, 让他惊疑不定。 终了, 他轻声道, 祖父与舅舅一案因会在七日之内有定论, 事情结束, 我们便成婚。 准备一下吧。 他以尽力转环, 可私家不能倒, 他能做的就是保住邻家妇孺。 他不想再等了, 不想再多声变故, 热笑澄清, 不用他为父再守孝三年。 仿佛是不知该如何面对, 他说完不再停留, 转身上了马车。 石灵闭闭嘴, 也一声不吭地跳上马车准备离去。 灵清晚气的指尖都在发抖, 可他控制住了, 给彼此留了一丝体面, 他看着紧闭的车帘, 清冷中透着凉薄, 缓缓吐口。 表哥, 不能太贪心。 你选了金英卓, 就拿不了欲如意, 要了前程万里, 就不能再奢求一方锦绣。 事事不会尽如意, 得失一半已是上千, 怎可能要什么有什么呢? 不管马车里人的反应, 灵清晚话若不再停留, 转身回了府。 人生下来, 就是要再一次次抉择, 一次次舍弃中, 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路, 有得到, 就会有失去。 怎可能给你打开一扇门, 又给你打开所有窗? 只要是你的选择, 说明总有那么一刻, 在你心里, 所选择的东西, 比舍弃的东西, 要重要得多得多。 而他作为被屡屡舍弃掉的那一个, 永远都不会原谅。 主子, 咱们, 走吗? 石灵在外小声问道, 沈默恍若未闻, 依旧呆呆地坐在马车中, 没有丝毫反应。 少女清冷的声音在耳边不断盘旋, 挥散不去。 他不答话, 石灵也不敢再问, 主仆二人在灵府门口, 呆了足足半个多时辰才离去。 沈默压下心底苦涩, 缓缓笑了起来, 不可兼得吗? 若他非要, 非抢求不可呢。 他长呼一口气, 缓缓往后靠去, 闭上了眼睛, 长长睫毛挂上心点水字。 他们青梅竹马多年, 他知道他的轻傲, 若有可能, 他不想将他困于淋雨, 折断他的傲骨。 那样, 只怕他会恨他入骨。 可比起失去, 比起他们山水陌路, 那都不算什么。 改道, 去私家, 沈默忧冷开口。 若有可能, 他还是不希望他们走到那一步。 亲吻, 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他滴滴说道, 亦是对这段感情的挽救。 这一次, 我选你就是了。 第九十一章, 左右为难。 林府中, 林青晚出入府, 便听下人说, 府上两位夫人都候在寿安堂等他回来。 刚好他也有事寻祖母他们, 就直接掉头往寿安堂去了。 三小姐, 您终于回来了。 隆岳笑着迎上前, 满脸期盼。 屋中几人也听到丫鬟的话, 纷纷紧张地看了过来。 林青晚走进去, 一向沉稳安静的王氏, 却是第一次忍不住站起了身来。 晚姐, 你二哥他, 如何? 可曾见到他了。 林青晚上前扶住他, 浅笑着安慰, 放心, 二哥很好。 外面那些都是谣言, 他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 王氏红着眼又问, 见女儿冲他点头, 这才相信, 坐了下来。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佛祖保药啊。 他双手何时庆幸着, 一旁的张氏, 却是忍不住接口, 现在没事有什么用, 平不得反, 林青晚。 他偏头看向张氏, 不明白就这么会儿的功夫, 这女人怎么又被放了出来。 他话说得难听, 可罕见的, 林老夫人与王氏这次并没有反驳, 齐齐垂头掉起泪来。 不过, 他自己倒是没被影响, 看着林青晚问, 晚姐, 你今日见着你三哥哥了吧, 他怎么样? 瘦了没有? 有没有生病? 林青晚很想回他一句, 现在好好的, 有什么用, 还不是早晚得死。 可他毕竟不是张氏, 说不出这般不动脑子的话来。 三哥很好, 没有亏待自己。 就那争吃争喝的模样, 他瞧着倒好像比以往又圆润了几分。 那就好, 你三哥他素来机敏, 自是不会亏待自己的。 张氏欣慰地点头, 林青晚唇角抽搐, 他觉得林轩峰那不是机敏, 分明是无赖, 只会对自己人嚣张, 算什么本事。 不过, 这会儿他心里存着事, 没功夫和张氏掰扯。 祖母, 孙女有事想与你和母亲单独谈谈。 林青晚对林老夫人说, 林老夫人知晓, 这个孙女素来是有分寸的, 立即点头英语。 张氏不乐意了, 什么单独谈谈。 这意思不就是一屋子人就多他一个吗? 他脸瞬间搭拉下来, 不满地看着林青晚。 晚姐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好歹也是你二婶, 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有什么事, 是非要瞒着我不可的。 我为何不能知道, 你们母女这般公开这样排挤我, 我要告诉二爷。 二婶尽管去, 只要你进得了牢狱大门。 林青晚口吻冷淡, 还有, 今日清晨在我院中, 祖母已经发话会修了你, 林府内事自然不虚让你知晓。 你, 张氏手指着林青晚就想撒泼, 可被王氏那冷漠的目光瞥着, 他又不敢胡搅蛮缠。 三丫头, 林老夫人犹疑着开口, 想劝解几句。 张氏再不妥也是风哥的母亲, 即便要修了他, 也不知撇开他。 对三哥, 林老夫人相信, 张氏是不会害自己儿子的。 所以, 张氏在院中闹死闹活, 他才会应允他过来寿安堂等消息。 祖母, 林青晚抬眼, 面无表情道, 事关重大, 稍有不慎便真再无回旋之地了。 孙女相信, 二婶不会安坏心, 可依他的行事风格, 祖母不怕万一。 若您当真这般相信他, 孙女可以不赶他出去, 只是若有一切后果, 孙女不担这个责任。 林青晚说得直率, 连林老夫人的面子都没顾及。 若在以前, 林老夫人指定大为恼火, 可今日, 她没有丝毫不渝, 只有对张氏不确定。 瞧着林青晚反应, 她猜测事情非同小可, 张氏又是个没脑子魂不立。 心思电转之间, 她立即招呼身旁嬷嬷, 吩咐道, 将二夫人送回二房, 不许她再出来。 嬷嬷领命走向张氏。 张氏气得眼睛圆睁, 站起身喝道, 不用你们送, 我还没那么没脸没皮, 我自己走。 不让知道就不知道, 珍惜得本夫人乐意听呢。 她本来就没想在这里多待, 如此正合她意, 省得她自己找理由了。 她甩着衣袖, 气哼哼地走了, 嬷嬷见词也没再跟着, 折回了林老夫人身后。 林青晚心下有些讶异, 恶然张氏这次经这么好说话, 没有犯魂。 连林老夫人与王氏, 也有些正愣地看着张氏利落离开的背影。 不过三人心中都挂着是, 须鱼便回过神来, 不再理会张氏。 三丫头, 可是你祖妇她, 林老夫人忍不住问道。 林青晚立即答道, 一切都好, 比这重要得多。 林老夫人听完不仅没放松, 反而更加严肃几分。 三丫头, 你坐下说。 龙月, 还不给三小姐上茶。 这待遇, 是林青晚十六年来从没享受过的。 立即有温茶凤了上来, 林青晚润了润干涩的喉咙, 才再次开口。 今日说话太多, 也许是习惯了疼痛。 声音除了难听一些, 她已经感受不到, 如清晨那般针扎痛意。 她将周末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了一遍, 便不再开口, 只细细地看着林老夫人的反应。 果然, 林老夫人脸上闪过挣扎, 谋底尽是纠结, 良久没有开口。 林青晚心直往下沉, 难不成林家荡真做过什么薄逆之事? 王氏忍不住道, 母亲, 再坏, 还能坏过如今的结果吗? 若林家男儿皆赴死, 咱们活着受罪, 与死了何意? 若林家荡真定罪, 即便上头开恩, 绕过和服女眷不死, 可罪亲也是要贬吃为奴的, 甚至是, 沦为官计, 如果那样, 还不如一死了之。 第九十二章送礼, 其实林青晚也是这样的想法, 与其等死, 还不如倾尽全力搏上一搏。 不过看林老夫人犹豫的神色, 终是不曾说什么。 挨扮上, 林老夫人发出一声长叹, 眼中湿润, 问道, 晚点, 兵器仪式翻案, 有几成把握? 不好说, 林青晚实胜地摇摇头, 这个要看对方人留下的把柄多不多, 不过有黑甲为帮忙, 胜算肯定是大些的。 至少如此, 还有一线机会, 不做, 林家南眷必死无疑。 林老夫人闻言名嘴不语, 王氏急道, 母亲, 您还在犹豫什么? 林老夫人偏头看向王氏, 眼神恍惚, 老身不怕死, 就怕对不住林家列祖列宗, 死后无言相嫁。 祖母, 可谋逆之罪一旦坐实, 咱们林家可就在无凡身之日了。 如此, 岂不也是对不起祖宗? 还是说, 林家有什么秘密? 林清婉眉头微醋, 祖母, 事已至此, 您不妨将心中一律说出来, 咱们也好早做打算, 看看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还是说, 咱们林家当真, 他话没有说完, 意思却十分明显。 林老夫人看向他, 几次张嘴又给咽了回去, 罢了罢了, 若当真如此, 也是咱们林家的命数。 你让那位世子查吧, 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 线索早就断了, 也不一定能查出什么。 他心中抱着一丝希望, 安慰自己。 林清婉闻言松了口气, 点头答应。 那好, 我明日想办法见他一面。 王氏也高兴起来, 比起绝望, 至少如今看到了一丝曙光。 林老夫人点点头, 老脸上尽是疲惫, 还是再三叮嘱道, 怀阳王世子不是普通官宦, 你与他接触要处处小心。 毕竟是咱们求人家办事, 待会你随你母亲去库里挑几件 拿得出手的贵重东西给人家送去, 理多人不怪。 林清婉下意识就拒绝, 想着依赵大人脾性定是不会收的, 说不定还要嘲讽自己一番差不多。 可刚出口就被王氏握住手腕制止, 他偏头看向阿母, 见阿母鸡不可查地冲他摇头, 只得改了口, 硬了下来。 那便去准备吧, 你也好好歇歇, 操劳了那么多日, 别累垮了身子。 林老夫人摆摆手, 身子往后靠去。 林清婉汉手, 行礼后与王氏退了出去。 走出寿安堂很远, 林清婉忍不住问王氏, 阿母, 你可知道林家究竟隐藏了什么事。 我瞧着祖母的神情很是挣扎。 王氏皱皱眉,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 以往也从未发觉过。 若不是你今日提, 我。 从不知林家有什么密室的。 闻言, 林清婉点点头, 眉心挂上一丝愁思, 没有再问。 又走了一段路, 王氏又迟笑道, 世家大族中哪家没有个隐秘, 只要不是掉脑袋的事, 应该也无大碍。 再差, 顶多将咱们林家杀个干净, 与现在没什么不同。 林清婉赞同的点头, 有些人生来高贵, 哪怕死, 都不会愿意落入尘埃。 他虽没有那种想法, 可却真要入勾兰之所, 还不如死了干净, 届时便是林家族亲, 怕也不会让他活着。 对了, 你祖母不是让挑几件贵重的东西, 送淮阳王氏子吗? 我们现在便过去库房瞧瞧, 你挑挑看哪些东西合适, 他会喜欢的。 王氏拉着林清婉往库房的方向走去, 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绕过无人的地方, 林清婉忍不住开口, 阿姆, 真的不用, 他不会收的, 说不得还会怪罪于我。 不用想, 林清婉都能猜到, 那人会如何阴阳怪气, 说他会入朝廷命关。 王氏说, 求人办事, 怎好空着手去, 这是官场的规矩。 他不要是他不要的事, 礼数咱们得做得周全, 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小家子气。 阿姆, 你何时也这般社会了? 林清婉颇有几分无奈, 王氏瞥他一眼, 没有说话, 直到二人进了库房, 除了贴身丫鬟外, 没了旁人, 他才道, 傻丫头, 林家将来生死难料, 若真有不测, 你没有东西傍身怎么能行,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金银都是硬东西, 便是砸, 也能给你砸出一条路来。 你尽管送淮阳王氏子, 若他真不收, 你就寻个稳妥的地方收好了, 有个退路。 若是林家真没了, 你也有几分脱困的底气, 若是林家无事, 便留着做嫁妆。 王氏边说边打开几个红木大箱挑选起来, 又吩咐宁香他们拿了托盘过来收好。 林清婉瞟了几眼, 嘴角抽了抽, 这些东西怕都是林家压箱底的物食吧, 价值万斤也不为过吧。 见王氏还在翻找, 他不由上前推剧道, 阿母, 够了够了, 不用那么多。 若家中不能翻案, 再查出了其他什么东西, 他便是有个金山银山也跑不了啊。 王氏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撑了他一眼, 你什么都不用怕, 即便林家真没了, 只要能留你一条命在, 你外祖父就能将你挖出去。 只是怕终身只能遮遮掩掩地活着, 再也无法抛头露面, 所以他才会为他铺好后路, 哪怕以后截然一身, 也能足够他过得舒心快活。 林清婉倒是不知, 王氏竟为他想了这么远, 心下酸涩, 知道劝也没用, 索性不再开口, 看阿母挑剑。 他看着王氏的背影, 只觉得近日所有的苦都很值得, 有这样的家人, 是他这一生的福气。 王氏正忙活着, 库房外响起了一阵急促呼喊声。 夫人,三小姐,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王氏的嬷嬷, 猝着没打开门呵斥, 吓嚷嚷什么呢? 规矩都学狗肚子里去了, 连说话都不会了。 小丫鬟吓得一哆嗦, 脸上的焦急意在。 王氏与林青婉对视一眼, 心中同时咯噔一下, 纷纷走了过去。 出什么事了? 什么不好了? 王氏出声问道。 小丫鬟咽了咽口水, 一时没有说话。 林青婉瞧她这模样, 应是府上干杂活的的莫等丫鬟, 没有近身服侍过主子, 这会儿竟是被赵嬷嬷的素脸吓得湿了声。 你发什么冷呢? 没听到夫人问你吗? 还不快回话。 赵嬷嬷再次立声开口。 第九十三张画梅。 小丫鬟又是一抖, 磕磕巴巴开了口, 说话却是颠三倒四, 听得人云里雾里。 林青婉走上前, 挥退赵嬷嬷后轻声道。 你别紧张, 慢慢说, 不会有人为难你。 小女孩不过八九岁的模样, 见林青婉一脸和气, 胆子这才大了些。 说道。 奴是二夫人身边许嬷嬷的孙女, 奶奶让奴来寻, 寻三小姐。 说是, 二夫人不见了, 怕是要不好, 让奴赶紧来通知你。 许嬷嬷嬷嬷嬷嬷, 想起此人应是上次 给她弟大姐姐书信的那婆子。 从于西村回来后, 她一直不得空, 就没有命人寻她, 想起那封信, 林青婉心中是怀疑她的。 可又觉得, 那许嬷嬷神色不像作假。 若她当真是和思佳有所串通, 故意引她入圈套, 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告知她, 根本不用将自己牵扯进去, 引人怀疑。 脑中百转千回, 她一时没有说话。 王氏皱起了眉, 张氏不见了。 她脸色一沉,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不见了? 二房又出的什么幺蛾子? 小丫鬟战战兢兢答, 奶奶说, 二夫人从寿安堂出来 就没回二房。 好像是。 她瞅了林青婉一眼, 才诱到, 好像是偷摸出了府。 出府就出府, 她一个妇人, 又不是三两岁的孩童, 处处要人看着, 让许嬷嬷寻几个丫鬟小厮 去找回来便是, 和用一惊一炸的。 王氏有些不耐, 她整日忙得很, 拿那么多时间 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尤其是张氏那麻烦精, 她更不乐意操心。 小丫鬟却捶着头力在原地不动, 也不敢吭声, 只时不时瞟向林青婉, 有几分欲言又止。 想到上次许嬷嬷带回来的消息, 林青婉心下一紧, 开口问道, 你奶奶还说了什么? 你不用怕, 如实告知我。 是。 小丫鬟坑坑唧唧地应了一声, 才道, 奶奶去寻二夫人了, 让奴婢跟三小姐说一声, 今早上, 话没给二夫人出了个主意, 说是可以不让二夫人被老夫人修掉。 经个几位主子在受安堂的谈话, 也被二夫人买通人偷听了去, 奶奶怕二夫人做下什么措施, 让奴婢赶忙通知三小姐拿个章程。 林青婉文言面色皱冷, 问, 话没是谁? 小丫鬟害怕地答道, 是二夫人身边的一等丫鬟, 奶奶说她是二爷的房里人, 一个通房给正妻能出什么好主意? 就张识那经不起三具挑拨的脑子, 怕是要出事。 王氏这会儿也反应过来, 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问, 那话没可还在二房? 见当家主母问, 小丫鬟又磕巴起来, 奴, 奴婢, 不知。 王氏气得闭了闭眼, 二房真是一窝子不省心的, 一刻都不让人消停。 赵嬷嬷? 他吩咐身旁嬷, 你去前院寻侍卫, 问了门房看二夫人往哪里去了, 不论如何都给我将人劫回来。 想到寿安堂时, 张诗利落离去的身影, 林青婉就一个头两个大。 宁香, 先去二房将那个叫化媒的丫鬟抓住, 押去翠玉院。 二人立即出发去办。 林青婉长呼一口气, 心下焦虑, 可别真将他们在寿安堂的谈话给传了出去, 否则对方一旦有了准备, 林家就再无翻身可能了。 打发了小丫鬟, 他们母女就先行回了翠玉院, 左等右等都不见宁香回来, 林青婉单手扶额, 心又沉了几分。 又过了一炷香, 宁香才一脸汗得急匆匆回来, 三小姐, 化媒不见了, 奴婢带人找遍了府上都没有寻到人。 不见了? 王氏站起身, 怎么会不见了? 能做到一等丫鬟的必定是死气, 他能跑到哪去? 林青婉闻言眼皮跳了跳, 阿母, 府上吓人生气应该都在你手里吧? 王氏反应过来, 点点头, 对, 应是在张嬷嬷手中。 化洛便赶忙吩咐了门外的丫鬟, 去寻管氏嬷嬷拿生气。 林青婉心中却是不抱什么希望, 既然被二叔宠幸, 那必然是准备托了奴籍抬为妾的, 只怕生气已经不在管氏的手中了。 果然, 丫鬟走了一遭, 带回了管氏婆子张嬷嬷, 她是王氏的陪嫁, 很得重用。 她先是行了一礼, 才道, 夫人, 二夫人身边化媒丫鬟的生气, 早一月前便被二爷派人屌走了, 说是要抬举她, 老奴不好多问, 便给放了。 话落, 她抬眼瞧见王氏难看的脸色。 心里一突, 夫人, 可是出了什么事? 王氏摇头, 没什么, 这是怪不得你, 与你无关, 下去忙去吧。 她挥了挥手, 张嬷嬷起身, 准备走, 末了又想起什么, 补充道, 夫人, 老奴突然想起前段日子那化媒, 好像来寻过老奴。 王氏皱了皱眉, 只听张嬷略微思索又道, 老奴记得清, 是因为她寻老奴哭诉来着, 想让给她调个差事, 说是二夫人动辄打骂, 她实在受不住了, 还让老奴看了她身上的伤, 的确渗人了些, 胳膊上, 腿上都有掐痕, 露出的肉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 那嬷嬷是如何说的? 林清婉接口问道, 张嬷嬷摇摇头, 二夫人的性情就那样, 几乎每一个都会寻老奴哭诉, 可她们是一等丫鬟, 又并非普通打杂的, 老奴虽是管事, 又怎敢管到主子头上? 二房与大房本就不合, 二夫人对大夫人又不满已久, 她是大夫人的人, 虽得重用, 可也清楚分寸, 不会给自家主子扒窟窿。 虽然, 她也可怜那些花式的姑娘, 那就是不予理会, 听之认之了。 也难怪, 那花梅会爬了二叔的床。 林清婉点头, 行, 我知道了, 这里没什么事了, 你去忙吧。 屋中归于平静, 现在只等去捉张氏的人了。 王氏醋眉道, 婉姐儿, 你说那花梅会怎么坑害你二婶? 该不会闹出人命吧? 并非她烂好心, 只是林家如今景象, 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林清婉摇头, 不知道, 但愿二婶能有几分脑子, 别将不该说的说出去, 就成。 哪怕是被花梅给杀了, 都是张氏旧由自取, 可她怕的是, 张氏自己寻死, 还要在坑上林家一把。 可显然, 她的期望对张氏那有限的脑子来说, 着实有些强人所难。 第九十四章, 王氏闹事。 王氏一声冷哼, 她若是有这脑子, 又岂会被一个丫鬟戏耍, 只盼她不出什么幺蛾子, 否则再连累了你父兄他们, 我定不饶她。 王氏说得很利, 可心中也是七上八下的坐立难安。 一直等到天色暗沉, 赵嬷嬷才一脸难堪地出现在翠月门口。 如何? 王氏慌忙起身问她, 可触及磨磨尘的滴水的面色, 心中咯噔一下。 赵嬷嬷抬眼瞧了主子一眼, 磨了磨牙道, 老奴去晚了一步, 二夫人闹上了私家。 林青婉一惊, 猛然站起身。 操劳了一日, 还带着病, 突然的动作让她眼前一阵发黑。 不过幸亏有王氏扶住她, 才不置摔在地上。 晚姐儿,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这边阿母来料理。 林青婉摇摇头拒绝, 看向了赵嬷嬷, 怎么回事? 她闹上私家做什么, 可有说过什么不该说的。 私家是最有可能陷害林家的士族, 若张氏将他们的打算全说了出去, 只怕周牧接下来的行动会处处受制。 强龙南压地头蛇, 何况私家在江南已盘更百年。 王氏也醋眉看着赵嬷嬷。 赵嬷嬷面色发青, 有些愧疚地垂下头, 该说的不说的都说了。 至少她是那般认为的, 她素来知晓二夫人混, 却不曾想会混到那般地步。 在私府时, 她若早到一步, 必得直接敲晕了人带回来, 绝不让她胡言乱语。 赵嬷嬷气愤难当, 不等林青婉再问, 已经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奴婢随着门房的指的路追了出去, 紧赶慢赶, 还是晚了一步。 二夫人在私家大门前闹死闹活, 大骂大姑爷不是东西, 坑害旧地与岳父, 骂完大姑爷又骂大小贱, 称大小贱狼心狗肺, 娘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都不知道回去看一眼。 她骂得难听, 引了不少观看, 私夫人嫌丢人, 就将她请了进去, 她又撒泼打滚。 说, 若非大姑爷给三公子找的这差事, 林家也不会获罪, 说不得, 就是私家故意将屎盆子扣咱们头上。 还说, 老夫人与三小姐, 早就确定了是他们故意陷害, 不日就会命令黑甲卫彻查, 又称黑甲卫首领周世子, 与咱们小姐交情匪浅, 另会让他们好看。 赵嬷嬷越说, 脸色越黑沉, 王氏与林清婉, 也是怒从心起。 这何止是该不该说的都说了, 这分明是跑去人家府上, 谢自家老底啊。 还有周牧, 他费了多少心思, 险些搭上命才有了一丝交集, 在他口中, 竟变成了交情匪浅。 若落在周牧耳中, 又该如何想他, 会不会以为他攀岩覆世, 故意散播出去的。 况且, 交情匪浅这四个字, 只用于形容君子之交, 如今被张氏说出来, 怎么都透着一股暧昧不清, 他那臭不可闻的名声, 怕是要全毁了。 而对位高权重的周牧来说, 无异于是麻烦,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又与罪犯家女眷纠缠不清, 力图翻案, 怎么听都像是色令置婚, 被女色迷住, 逊私枉法, 不顾正事。 传到圣上耳中, 他会不会被呵斥, 他又会不会一个不高兴迁怒林家, 直接下杀令。 他所想到的, 王氏都想到了, 他气得牙齿打颤, 浑身都哆嗦, 若张氏在他跟前, 他一定会亲手掐死他。 他不是去寻人帮忙撑腰的吗? 怎么会闹起来? 说这些有的没的? 王氏有些疑惑。 赵嬷嬷叹气, 私夫人不是个好相语的。 二夫人在门外骂了一通, 还想让戴姑爷出面给他撑腰, 借此给老夫人施压, 私夫人本就生气, 自然不可能答应。 二夫人就又叫又骂, 要借此威胁私家。 林清婉唇脚抽搐, 又求于人, 又不想弯腰。 第三下四看他人脸色, 威慑又没那脑子, 一股脑就抛了所有底牌。 王氏气急返笑, 救他那脑子, 也想逗私家那老狐狸, 想让私家反过来求他。 真不知张氏乃来的自信跟勇气。 林清婉关心的却是旁的, 问道, 私家怎么说? 你可将张氏带回来了。 赵嬷嬷点头, 带回来了, 硬托回来的。 抚牙瓶礼, 状告二夫人出言栽赃, 二夫人一下就怂了。 最后是大小姐出面恳求, 被私夫人指着鼻子骂, 又挨了重罚。 私夫人才不情不愿地放过二夫人。 什么都没捞着, 又被人倒打了一把。 林清婉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 只是又要连累大姐姐受苦, 只怕往后她的日子更加艰难。 婆家, 娘家, 都不将她放在眼中, 丝毫不顾及她的处境感受, 何其良薄。 阿母, 我们去瞧瞧张氏。 以前她还换她巨二婶, 可如今, 她换她张氏都咬着牙。 她想问问, 话媒究竟是怎么给她说的, 是那丫鬟有意引导, 还是她擅自加息。 王氏拉住她的手, 制止, 不成, 今儿就是发生天大的事。 你也得回房休息, 别的什么都别管, 有阿母在, 自会清理干净。 林清婉如何能睡得着, 她无奈地叹息, 阿母, 我得问清情况才行, 如今外面指不定如何编排我跟周世子的交情, 明日, 如今天都黑了, 你就是问清楚了, 也没用, 乖, 听话。 王氏硬推着, 让林清婉回了房, 又吩咐了宁香几人, 好生伺候着。 回身后, 她脸上的温和, 刹那转为灵力, 带着赵嬷嬷, 往寿安堂去了。 林清婉没办法, 只得回了庭语院。 一路上, 她都有些心思不宁, 脑海中浮现出那张清冷无情的俊言, 唇盼轻挑着, 净显良薄于讽刺。 她忐忑该如何与她解释, 才不用看她的冷脸, 听她的阴阳怪气。 第九十五章担忧。 心里存着是, 绕世宁霜的安神汤都没能让她睡得安稳。 一日清晨, 宁香瞅着小姐的黑眼圈, 问, 小姐昨晚上可是没。 休息好, 怎的看起来比没睡前还疲惫。 林清婉苦笑一下, 摇了摇头, 一晚上都在那人的冷脸, 与自己的解释中度过, 怎能睡得安稳。 连她自己都不由得奇怪, 她一向不是个胆小之人, 怎会没来由地那么拒周目。 林清婉在宁香的伺候下起了身, 问, 二房那边怎么解决的? 宁香利落地给她挽着发, 便道, 夫人诚实宣告二夫人重病, 虚得敬仰。 这就是又给禁足了。 林清婉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 她垂下眼, 摆弄着手中的白玉兰花赞问, 可是祖母又插手了。 否则阿母那般生气, 并不会如此轻飘飘放过张氏。 每次坐腰, 每次禁足, 可也没见哪次能真的困住她不蹦跋出来的。 宁香接过林清婉手中发簪, 轻轻给她簪在发际中, 一个轻柔婉约又轻贵的少女出现在镜中。 她满意地笑笑, 又给小姐带了一对白玉耳坠, 这才柔声答话。 林老夫人没有插手。 是夫人的决定, 她就知道您肯定不高兴, 天一亮就派了赵嬷嬷来解释。 说是因着府上男眷都在大牢, 她若是向老夫人要来一纸修书给张氏, 就得将她送回张家去。 可张氏是个再混不过的, 若是她不管不顾真闹腾起来, 怕是会坏事, 夫人思前想后, 还是觉得将她放在眼皮底下最稳妥。 夫人还让您放心, 她派了人专门看守, 一定不会让她出二房的院门, 等事情平息再收拾她。 嗯…… 林清婉淡淡应了一声, 对着镜子俯了俯发间欲簪, 有几分心不在焉。 她现在最愁的, 是如何向那个人解释, 才能不被嘲讽。 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 可掌控在手中的, 而与那人相处, 却是全凭她的心情。 吃过早饭, 林清婉挑了几件东西装好, 往寿安堂而去, 王氏也正在那陪林老夫人用饭。 来了! 林老夫人招招手, 脸上带笑, 过来坐, 吃点东西。 不了, 祖母, 孙女已经吃过了。 林清婉摇摇头, 孙女过来, 是为着昨日的事, 您应该听说了吧。 林老夫人脸上的笑意散去, 换上了冷宁, 祖母知道, 你二审她。 哎, 我已经全权交给了你母亲处置, 你与你母亲商议便可。 林清婉道, 祖母, 孙女来不是让您处置二审的。 哦, 林老夫人谋带疑惑。 林清婉叹息一声, 昨日, 二审在外宣扬我与淮阳王世子的关系, 如今怕是整个江南都在议论了, 咱们光脚地不怕穿鞋的, 随他们说去, 可周世子。 他微微一提, 林老夫人便知事情严重, 放下手中竹筷问。 你是怕那周世子谦诺, 觉得是咱们想借他的事? 林清婉点头, 若是他, 他肯定会这般以为, 并且避嫌。 若周牧师同样的想法, 那他们林家翻案可就没希望了。 林老夫人脸色难看, 昨日你二审如此闹上私家, 若此事当真与私家有关, 怕是他们早就有了打算。 林清婉怕的也是这个, 祖母, 如今, 我们胜算可是大大降低, 若私家已经料理干净, 我们很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孙女的意思是还想搏一搏。 可, 还是要问过祖母你的意思才行。 林老夫人听完撇向少女, 脸上带了几分好笑, 鬼丫头, 难道我不同意, 你就不做了? 你呀, 冠世会阳奉阴为光里树行的周到。 林清婉脸色尴尬, 宁嘴笑笑, 连王室也不由忍俊不惊。 林清婉的确是这么想的, 只要没看到结果, 她无论如何都是要试一试的, 可林老夫人作为一家长者, 她的决策尤为重要。 行了, 你去办吧。 林老夫人摆摆手, 我老了, 死不死的, 都不可惜, 可你还年轻, 想做什么尽管去做, 只要不后悔就成。 谢祖母, 林清婉扶了扶身准备走, 林老夫人又再次嘱咐道, 三丫头, 那周世子如今趴正在气头上, 你好生与他致了歉, 若是他还不冤诱, 就算了, 别委屈了自己。 咱们林家不论多么落魄, 都不可丢了风骨。 林清婉静静听着, 点头应下。 林老夫人目光悠远, 又道, 如今, 咱们林家虔诚不明, 你又因家族之事, 屡次抛头露面, 加上你二婶的胡言乱语, 只怕江南对你的名声, 已经低入尘埃。 沈家独揽江南大权, 自视眼高于顶, 祖母是怕, 怕孙女丢了这桩顶好的婚事, 会后悔一辈子。 林家没落已是事实, 若是林清婉被退婚, 再名声不好, 再想嫁个好人家就难了。 林老夫人叹息一声, 年轻人气盛, 她怕林清婉一时冲动, 未曾考虑到种种后果, 而心生悔意。 王氏垂着头, 眼圈也瞬间红了, 只是强忍着, 没让自己落泪。 说到底, 都是他们这些老的没用, 才会让婉姐一介规格女子, 行走在外奔波, 被世人唾弃诟病。 总之, 你心中要有个章程。 林清婉汉手, 面上不见丝毫慌张难过, 她抬眼看向林老夫人, 缓缓笑开。 祖母, 若她当真对我有情, 就不会因世俗, 而轻易放弃我们的婚约。 若她无情, 林清婉顿了一瞬, 又道, 人这一生, 变故不如一之事太多, 若夫君不能成为我的底气与靠山, 而只会趋利避害, 那孙女成婚的意义何在? 总不能是闲得无聊, 想找个婆母听讯, 找个郎君, 替她周旋后院小妾, 管理内院, 生儿育女去, 那这一生, 活得又有何意义? 她说得言之凿凿, 娇俏的小脸, 竟是张扬笑意。 林老夫人与王氏正正看着她, 一时忘了反应。 若在以往, 林老夫人听到如此博备之言, 定要发火训斥一番, 可如今, 她只觉得三丫头活得通透, 活得敞亮。 半晌, 她缓缓点头, 你说得对, 若莫根当真, 因此便不容你, 那你就算嫁过去, 日子也会比如今难过得多。 既然你心中已有主意, 便放手去做吧。 林老夫人摆摆手, 垂头喝起了青粥。 第九十六章, 矛盾的周世子。 孙女告退。 林青晚复生后, 退出寿安堂, 往府门走去。 对林老夫人之言只是宽慰, 想到沈默昨日说要成亲的话, 她心骄不已。 经过此事, 她发现自己对她, 已连相敬如宾都难以做到。 若成婚整日朝夕相处, 日子该如何过? 小姐, 我们去哪? 允风驾着马车问。 这一句话, 给林青晚问住了。 主仆几人站在大街上, 有些无所适从。 压下心中愁绪, 林青晚正是目前的问题, 对周牧, 好像除了她的身份, 她根本就一无所知。 我, 并未问过她的住处。 她尴尬地开口。 贵格女子问外男明慧都是禁忌, 何况住所。 宁香, 允风, 琪琪无言看着她, 谁都没有说话。 林青晚闭闭嘴, 看了眼宁香手中的礼盒。 道, 我们先去府衙那边吧, 看她在不在, 去碰碰运气。 于是, 主仆几人往府衙牢房而去。 手牢门的, 换了新的面孔。 见不是那傻大的林霄, 林青晚有几分失望。 宁香率先跳下马车, 小姐, 您在车上等着, 奴婢过去问问。 林青晚汉手, 又叮嘱道, 若是不在, 便问了狱卒之不知晓她的住处, 或是何时会来牢房。 林香应下, 从荷包中掏出几定银子走了过去。 林青晚远远看着她与狱卒寒暄, 塞银子, 不过片刻, 就折了回来。 林青晚有些失望, 她不在这? 林香点头, 狱卒说, 周世子今日有要事, 应该不会来了。 话音一顿, 她又到, 不过, 奴婢记者小姐吩咐, 要来了周世子下榻之处, 小姐可要去瞧瞧。 林青晚面色一喜, 自是要去的, 道歉已早不宜迟, 咱们这边过去。 若是等江南遍地都是流言蜚语, 在上门解释, 难免有些敷衍, 不够真诚。 林香英氏将地址告知允风, 马车再次晃动起来, 往安华街的四合院而去。 安华街上, 人烟携手, 一共就三五家住户, 是江南一带最值钱的地段。 四合院书房里, 林霄立在门口, 摆弄着手中泥人, 来回捏着形状, 不过片刻, 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猫, 便呈现在她掌心。 她撇撇嘴, 似是不满自己的杰作, 大拇指一动, 又给摁成了泥状。 她再次轻探出声, 抬眼瞅相说暗后, 懒散金贵, 闭目小气的男子, 似乎是对她发出声音的不满, 男子略略抬眸, 冷瞥他一眼, 隐寒警告。 林霄再次闭上嘴, 一脸颓丧。 时间转瞬即逝, 一住香后, 就在林霄忍不住又想叹气时, 周目缓缓睁开眼睛, 清俊的容颜, 一如既往的冰冷。 你, 可将位置告这府衙那边。 见主子终于着急了, 林霄忙道, 属下说了, 尤其是守门的那两个, 属下还画了张地图给他们, 就怕他们忘记了, 不能给林三小姐指路。 嗯…… 周目淡淡应声, 再次闭上眼睛装睡。 林霄? 主子, 你怎么就那么大的自信, 认为人三小姐, 就一定会来呢? 不过富匪会富匪, 紧记上次教训, 还是乖乖的没开口。 不想诱过半炷香, 周目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 眉间隐透不耐, 他豁然起身走到窗前, 副手而立着。 林霄眨眨眼, 压下嘴角嘲笑, 垂下头, 鼓道着手中那块泥。 正捏着狗的鼻子, 便突厥一道冷沉目光袭来, 透着不善。 他娜娜的抬眼, 对上主子阴沉沉的脸, 赶忙将手中泥搓成长条, 丢了出去。 林霄很是无语, 只觉得自己这会儿站着不直, 躺着歪, 哪哪都不对。 外面可有什么新的传言? 周目收回目光, 问得随意, 仿佛是闲话家常。 林霄嘴角抽了抽, 熟练地将主子想听的东西, 再重复一遍。 昨日林家二夫人闹过, 便在江南传了开, 如今街上都在说, 您与林家小姐关系匪浅。 只是如此, 周目手指轻敲着窗檐, 见眉轻挑。 林霄机不可见地翻翻眼珠, 又道, 说什么的都有, 总之意思就是, 林三小姐背后有您撑腰。 暧昧不清, 思乡寿寿, 私定终身。 林霄在心中暗捕, 却是不敢说出来。 愣窗前, 想起男子的轻硬, 那拉长的尾音, 能听出他的心情好似不错。 林霄又想叹气, 可又怕扰了某人的好心情爱逊。 他打了个哈欠, 脸上有些倦意, 从天蒙蒙亮就开始等, 等到快中午了, 还是连人影子都没见到, 真不知主子究竟做什么妖, 非要在府中等。 还不让他们去请, 非得等林小姐自己上门, 人家不来他又不高兴。 依他看, 这不是典型的跟自己过不去吗? 周木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脸上的不耐逐渐化为冷霜。 他回身又走向书庵坐下, 问道, 思家那边可有动静了。 林霄听到正视, 瞌睡一扫而空, 正色道, 昨日林家二夫人闹过之后, 思家表面上没什么动作。 不过府上的影位, 却是接连退出江南, 往南边去了。 周木缓缓抬眼, 可确定了是武叔的人。 都是死事。 周木痴笑一声, 往后靠去, 死事又如何, 只要是人, 总有办法让他开口。 林霄赞同点头, 对自家主子的手段非常自信。 不过他猛然想起了什么, 牟底闪过一丝促瞎。 不过, 他故意顿了一瞬, 见主子看过来才故作正色道。 昨日沈默见过林三小姐后, 倒是也去了私府, 与私渔杨密谈许久。 二人好像还起了争执, 不花而散来着。 周木手指微弯, 眉峰染上一丝绿色, 看着林霄没有开口。 林霄呕了一声, 又说, 主子是不是问他们谈话内容? 私家有武王的人守着, 咱们的人不能靠得太近, 并不知晓, 他们都说了什么。 林霄笑得无害, 周木就那么看着他, 清清冷冷, 瞧不出什么情绪。 不过片刻, 林霄便维持不住笑, 败下阵来。 他撇了撇嘴, 垂头不知嘟囔了句什么, 才滴滴说道。 昨个你与三小姐在牢狱门口说话, 被沈墨瞧了去, 看样子, 好像是吃了您的醋。 林霄抬眼去了沉着谋的周木一眼, 又道, 后来, 就在林府门前截了林三小姐, 说是等兵器案落定, 就去林三小姐过门。 话罗他不敢抬头, 明显感觉到屋内气压降了不少, 手心都出了汗。 半上, 男子哼笑声音响起, 他们成不成婚, 与我何干? 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不要在我面前提起。 林霄扯了扯嘴角, 娜娜应试。 第九十七章纠结, 允风顺着宁香指的路, 停在安华街的一座四合院门口。 主子, 咱们到了。 林青婉下车后, 瞧着眼前紧闭的黑漆大门犯了难。 宁香, 你确定是这? 他扭头问身旁丫鬟。 如果是, 怎么连个看门的侍卫都没有? 他们可别找错了地方, 敲错了门了。 安华街住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让别人知道他寻周木, 还找错了门, 怕是又一段传言生气。 宁香挠挠头, 应该是这没错, 那两名狱卒就这么指的路。 林青婉抿着嘴, 一时没说话。 暗中的林霄却是有些焦急, 他们磨蹭什么呢? 怎么还不敲门? 林峰瞥他一眼, 你不是上茅房吗? 偷偷跑来, 就不怕主子又罚你。 你不说, 我不说, 主子怎么会知道? 林霄翻了个白眼。 你可别忘了, 林三小姐, 那晚上也救了你我。 若非他的人周旋, 我们说不定早就没命了。 我知道, 林峰皱着眉, 冷寒的脸有些纠结。 可主子早有交代, 我必须听从。 你赶紧走吧, 别在这添乱了。 林霄撇撇嘴, 从墙头跳了下去。 又不放心的嘱咐, 你差不多就行了, 别为难人家太过, 小姑娘娇贵, 别给人吓哭了。 林峰嘴角抽了抽, 没搭理他。 林霄叹气, 暗骂林峰不知趣, 他可是真为了他好。 可惜那呆瓜除了杀人利索, 其他都一根筋。 主子只是一时不高兴, 才不见林小姐。 若他真将人撵走了, 主子肯定又第一个不渝, 给他脸色瞧。 不管不管, 矮白眼也是他活该。 林霄小声嘟囔, 转眼没了踪影。 林峰自是一无所知, 趴在墙头, 瞅着门口的主仆三人。 府门外, 林清婉还在纠结。 林霄问, 小姐, 咱们还去吗? 自是要去的, 不去怎么办? 林清婉脱口而出, 可他心里却有些发怵, 斟酌了一路的措辞, 此时也忘了个七七八八, 手心里出了不少戏汗。 他说是不确定釜底是不是, 可真正原因, 只有他自己知晓, 他不想看他冷脸, 不想听他冷嘲热讽, 阴阳怪气。 尤其是张氏的是, 第一次让他因旁人而觉得丢脸, 甚至是羞愧。 那奴婢去敲门? 宁香试探问, 林清婉吐了一口气, 微微点头。 算了, 反正早晚都要面对, 父兄他们还在牢里等他, 大不了他就两眼一闭, 任他说去。 宁香与允峰上前叩门, 两久却都没人回应。 宁香回到林清婉身边, 小姐, 府里好像没人。 嗯…… 林清婉轻轻应声, 竟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他看着黑漆大门, 同时又有些失落与无措。 若那府衙指的路没错, 那便不是府上没人, 而是不想见他了。 否则依他的身份, 即便不在府上, 也不会没人守家才是。 宁峰是个聪明人, 显然是想到了, 他断断续续地一直敲, 没停。 林清婉昂头往院内看了一眼, 银白的小脸染上苦涩, 很是无奈。 宁峰。 他嘀嘀唤了一声, 算了, 别敲了, 咱, 弄回吧。 人家有意不见你, 你就是敲烂了, 又有什么用? 宁峰应了一声, 转身走回来。 主仆三人往马车走去。 宁峰一看傻眼了, 冷峻的脸动了动, 眼角直抽。 这就走了, 也不坚持坚持, 不等等吗? 想到林霄的提醒, 他赶忙跳下院墙开门。 主子虽吩咐了不必理会, 可也没让他将人给打发走, 他可不想和林霄一样挨刺。 正在林清婉准备上马车时, 身后大门突然传来一声响动, 随即从里面走出了一个冷脸男人, 那不苟言笑的姿态, 颇有几分他主子的影子。 林霄愣了愣, 脸上浮现几次不满, 走上前问, 我敲了那么长时间门, 还以为府上没人呢。 你在里面为何不开门? 没听见。 林峰目着脸答, 扭头看向林清婉。 请问姑娘敲门可是有事? 林清婉? 压下气脑, 林清婉脸上带笑, 温和道, 我是林家的, 寻周世子有些事情, 请问周世子可在府上? 嗯, 应该能在吧。 林峰的目脸有一丝裂痕, 谋底很是纠结。 主子的意思, 应该是在府上吧? 对, 他点点头, 主子在, 那便麻烦小哥通报一声, 名女有事求见周世子。 林峰点点头, 撑, 你等会。 他扭头就走, 可走没两步又停住, 回过头嘱咐, 你别走, 就在这等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林清婉? 他嘴角抽了抽, 有些怀疑这人脑子是不是不灵光, 不过还是极有礼貌地点头印下。 想到那个傻大个林霄, 林清婉觉得周牧身边的都是奇人。 书房? 周牧漫不经心地翻着点击, 他在外面等了多久? 林峰忽略林霄的眼色, 实称到不到一炷香。 周牧手一顿, 抬眸看向他。 林峰摸摸鼻子, 林三小姐敲了半炷香的门, 见没声音, 就以为府上没人, 准备走, 属下就给他开了。 哼,周牧发出一声轻哼, 手中书本扔在桌案上。 你以为他, 是你那么蠢? 林霄翻翻白眼, 不敢作声。 林峰则捶着头, 他做事干净利落, 素来没那么多弯弯绕, 便是现在, 他进来吧。 周牧站起身道, 林峰退了下去。 林霄随着周牧往前厅走去, 他一路垂着头, 很是公顺, 因为他知晓, 这时的主子不能惹。 周牧眉头簇着, 神色冰冷与纠结交替, 谋底是暴躁的不耐。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究竟在别扭什么, 理性上, 他不该管这闲事, 才嘱咐林峰让他知难而退。 可心里, 又因此而烦躁男人。 第九十八章生气。 周牧到前厅时, 少女纤细的身影已经厚在那里, 连手低眉, 很是规矩。 周牧瞥他一眼, 懒散开口。 你倒是不屈不挠, 竟追到这来了, 是想将外界留言坐实吗? 林清婉心头一跳, 他方才想着是, 连人是何时进来的都没感觉到。 明女见过柿子, 他忙扶身行了一礼, 才开口解释。 明女没有那个意思, 昨日是家中二婶擅作主张, 明女是来赔罪的, 对,对不住。 周牧走到上位座下, 唇角挑起一抹弧度, 透着森冷, 可熟悉她的人却是知道, 她并未真的动怒。 你家二婶将本世子与你的关系, 宣扬得暧昧不清, 你又上门赔罪, 说上一句对不住。 他冷笑一声, 眸子微眯, 你们林家人当真是有意思, 拿本世子耍着玩呢? 明女不敢, 我二婶惯来是个林不清的, 兵器一案, 周世子应当早就, 将林家查了个遍了, 应是知道她的脾性的。 林清婉不急不缓地解释, 把玩着茶具, 冷峻地眉眼微垂着, 听着少女辩解。 我母亲已经处罚了二婶, 定不会让她再出去胡言乱语。 林清婉说完, 抬眼看向上位男子, 见她依旧不为所动, 不由抿了名嘴。 或是因此, 给你添了麻烦? 我可以出面解释的。 周牧豁然抬眼, 眸中阴沉沉地, 她抬手将茶具扔到桌面上, 滚落一圈后, 又落到地上, 哗啦一声碎成了扎片。 林清婉心里一缩, 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即便面对林老爷子, 高高在上一辈子的人, 她都不曾生过巨异, 可对这人, 她竟由心底生出寒意。 她的冷, 不发怒, 不说话, 只一个动作, 一个目光, 便能让人浑身站立, 仿佛置身寒冬腊月, 边人击鼓。 也许这就是身经百战, 走过湿山血海后, 才会有的气势与灵力。 你想解释什么? 周牧的声音轻而冷, 不带一丝温度。 声音转而又感觉自己问得有些蠢, 顿了片刻再次试探开口。 或者, 我可以向外说明我们的关系, 并非我二婶说的那般。 其实怎么说她也不知道, 就是这回看着那人的冷脸, 她下意识地开口。 并非你二婶说的那般, 那应该是哪般? 周牧站起身走向厅中, 挺拔修长的身影立在林清婉身前, 给人无尽的压迫感。 林清婉面色发白, 手心里满是细汗, 有种但凡说错一句话, 就会血溅当场的感觉。 她咬着牙抬眼, 眼前男子太过高大, 她昂着头才能看到男子面容。 这件事, 的确是林家做得不对, 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你。 她话未说完, 男子眉目一沉, 陡然垂头, 又靠近了一分。 惊得林清婉立即闭了嘴。 本世子问的是, 你想怎么解释? 告诉世人, 咱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夜是假的? 还是你我屡次不合理的接触, 根本不存在。 男子幽冷的气息, 带着蛋香萦绕在鼻尖, 林清婉心都快跳出来了, 眼睛里尽是慌乱, 周牧的问话可谓暧昧至极, 可偏偏都是事实, 让她无从反驳。 你。 你若是想让我这样说, 也可以的。 她吞吞吐吐地说完, 慌乱退后一步垂下了头。 哼。 周牧冷笑一笑, 回身坐回了座位上, 眼神冰冷, 不带一丝温度,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滚。 她冷冷吐口, 嗓音能冻死人。 林清婉正住, 看着陡然变脸的男子, 有些反应不过来。 她眼眶瞬间发红, 规格十六年, 她从未受过此等羞辱。 可想到牢狱中的父兄, 她还是抑制住扭头走人的冲动, 咬牙解释。 周狮子,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邻家做得不对, 可我真的没有攀附的意思, 我并不知我二婶会胡乱宣扬, 我真心地向你赔罪。 话落, 她深深浮身下去。 周牧脸色更冷, 眸光触及少女僵直的背脊, 钻得发青的玉手, 眼底透出讥讽。 本世子让你滚,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还是说, 想等人把你扔出去。 林清婉面上血色进退, 指甲折断在掌心, 从身到心都含了个透。 她缓缓吐气, 只起身子看向周牧, 没有窃辱, 没有卑微, 只有一腔怒火与悲愤。 周狮子, 我知, 是我邻家不对在先, 我已带着十分诚心向您赔罪, 您可以不接受, 但如此羞辱一个弱女子, 实非端方君子所为。 她想过她会阴阳怪气, 会冷嘲热讽, 却如何都没想到会让她滚。 她忍住眼中湿润, 敷衍扶了扶身, 打扰周世子, 名女告退。 少女利落转身, 周牧看着她的背影, 心中更加不怨。 走那么匆忙, 是赶着上沈家找沈墨解释吗? 林清婉脚步一顿, 一句关你何事夹杂着怒意脱口而出。 反应过来时, 厅中以一片寂静, 冰冷冷的视线落在她身上, 令她如芒在背, 不敢回头。 随即是嘲讽的冷斥声响起, 狗改不了吃屎, 算计死你, 还想着地往上倒贴。 林清婉。 此刻, 她头顶的火已经达到了顶点, 却还是强压着, 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 出口的话带着浓浓鼻音。 对, 名女的确没骨气, 被人嫌弃算计, 还得巴巴地往上贴。 周世子高高在上, 又怎会理解身为世家女, 身不由己的苦楚。 站着说话不腰疼。 最后一句, 她说的小声, 却足够那人听得清楚, 话若再不停留, 抬脚就走。 林消嘴巴裂成了一条直线, 避得很紧, 连喘气都不敢。 在圣经, 被自家也讽刺过的贵小姐, 不在少数。 可哪位也不如这位这么刚的, 直接对回去。 她垂着头, 不敢看身旁主子的脸色, 屋中的低气压, 让她恨不能缩起脑袋也滚出去。 周牧脸色清白交加, 第一次对一个少女动了真怒, 更令她烦躁的是, 那一身反骨的少女, 竟能随意牵动她的情绪。 别的本事没有, 骨气倒是不少。 林消? 都让人滚了。 但凡有些脾性的, 谁还留着看您冷脸? 想着, 她小心翼翼提醒, 主子, 林三小姐那里刚强着呢, 不比延长郡主。 脸皮厚, 赶都赶不走。 周牧正气着, 就听到这不合时宜的话, 眼神更冷, 她偏头凉嗖嗖地看向林消, 吓得林消一哆嗦, 立即闭上嘴。 第99章意外突生, 斯家那边如何了? 周牧问, 林消立即患上正色, 已经差不多了, 武王的死事也松了口, 如今只剩来往账目, 只要拿到账目, 就可以翻案了。 不过, 林消略意犹疑, 咱们的人将四鱼羊经常待的地方翻了遍, 也没找到账目, 属下担心? 不会。 周牧口吻冷淡, 随即站起身, 武叔心狠手辣, 思余羊也并非善累, 他不会不留把柄在手上, 继续找, 来往账目肯定在私服。 皇上那边已经催了多次, 让您赶在百花燕之前回去, 昨日更是下了死令, 已经动怒了。 林消很是为难, 皇上那边催主子, 尽快回京选世子妃, 几乎是每日一封书信, 再等下去, 怕是百花燕真的要赶不回去了。 主子, 不如您先回京, 林家这边属下留下茶。 周牧皱着眉, 告诉他们, 百花燕之前本世子会赶回去的, 不必再催。 百花燕, 说白了就是大行相看现场, 无论多忙, 他每年都要被皇帝强压着参加, 早就烦不胜烦, 可军令如山, 他也不好推拒。 林消只得点头应下, 这次他们已经在江南逗留太久, 只怕皇上那边真的动火了。 正是说完, 厅中又安静下来, 周牧副手而立, 看着门口的方向, 眸色忽明忽暗, 眉心紧领。 伴赏, 他道, 去沈家瞧瞧, 看沈默最近有没有与四鱼羊来往。 哦, 啊。 林消习惯应下, 反应过来又棱住。 主子, 前日沈默刚到私府, 与四鱼羊你谈过, 属下记得禀报过来啊。 周牧面色一冷, 扭头瞥向林消, 眼中刀锋灵力, 能化冷霜, 割人皮肉。 林消一个哆嗦, 瞬间反应了过来。 他犹豫良久, 顶着死亡威胁小声道, 主子, 属下觉得林小姐不会寻审公子。 说完他小心翼翼抬眼, 见周牧不语, 放松了口气, 知晓自己猜对了, 又带着胆子说。 如果林小姐在意, 肯定事先就去神府解释了, 可他没有。 而是先来了这, 说明他根本就不在意沈默的看法。 周牧闻言谋色冷冽淡了几分, 不在意。 哼, 那是因为比起沈默, 他父兄更为重要吧。 林消? 这他不抬杠, 除了严昌郡主那爱情至上主义, 正常点的少女肯定看重家人比夫婿重要得多。 可, 林小姐貌似不想与沈家履行婚约。 他说得迟疑, 见自家主子看过来, 他眸光一闪, 唇角带了几分戏血。 主子, 您这么关心, 该不会是看上林小姐了吧? 周牧脸色一暗, 林消连忙摆手, 属下胡乱猜测, 您别动怒, 别动怒。 昨日沈默不是寻了林小姐, 想履行婚约吗? 林小姐虽未直言, 可话里话外意思, 好似是想退婚。 周牧闻言见眉一条, 他说了什么? 林消黑黑一笑, 将林清婉那一番斥责沈默贪心之言重复了一遍。 末了还道, 属下虽不明白都是什么意思, 但看林小姐表情, 十分不待见沈默。 他话说完, 明显感觉室内气氛温和了不少, 不由松了口气。 周牧没说话, 手指微弯敲着掌心, 眸色深邃。 半晌, 他扭头看向林消, 近视不渝, 方才在书房为何不说? 林消脸一僵, 他以为主子只是一时兴起而已。 从不敢想, 主子竟然对之前还评论虚伪, 心机中的女子动了男女心思。 可这话, 他是万万不敢说, 只垂着头, 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不敢吭声。 周牧柔柔眉心, 棱着干什么, 还不滚去想办法, 两日之内, 林家冤案必须肃清, 不得再拖。 是, 林消应声正要退下去, 却又顿住脚步, 好心提醒。 主子, 林小姐方才的意思, 您因是误会了。 周牧看向她, 唇盼染上些许冷翘, 不说话, 却足以令人胆寒。 林消大着胆子道, 林三小姐的意思, 应是怕给您带来麻烦, 毕竟与谋反罪的女眷闹出流言, 对您的声誉不好, 还有皇上那边, 恐会引起猜忌。 您自是不怕的, 可遇使那边若真叫真, 您也少不得遭人弹劾, 林小姐却是不知您的实力, 会有所担心也是常理, 她是好心。 可惜, 您从始至中就只听到了一句, 林小姐否认传言, 否认与您的关系, 怕她的未婚夫吃醋。 最后的话, 林消只敢在心底付肥, 说完脚底抹油跑得飞快。 周牧却是立在厅中, 久久没动。 出了四合院, 林青婉上了马车, 再也抑制不住眼泪, 啪哒啪哒掉个不停。 小姐, 林香心疼不已, 周世子位高全重, 嚣张惯了的, 您别放在心上。 林青婉不言, 偏头看向车外, 只觉得脸都丢了个干净。 她想到会被她讽刺, 不曾想尽会被直接赶出府去。 可想到牢狱中的父兄, 她脸上又呈现懊悔, 不该逞一时之气。 得罪了淮阳王世子, 她要如何能救出父兄他们? 可走都走了, 总不能再死皮赖脸地回去, 说不定还是得被人撵出去。 算了, 只得再想别的办法, 总是不能轻易便放弃了。 回到林府, 她没去寿安堂见林老夫人, 连王氏都给拒之门外, 狠狠哭了一场。 王氏从宁香口中得知事情大概, 更是心疼不已, 不由更加恼怒张势坏事, 连饭菜都给二房听了三日。 就这么浑浑噩噩噩到了第二日, 林青婉躺在床上, 眼睛依旧有些红肿。 她翻来覆去想着, 怎么才能让淮阳王世子消气, 帮忙翻案。 想起她上次说的三日之期, 转眼只剩下一日, 她怕再想不出办法, 父兄就要被定罪, 才是真的无计可施。 正瞪着帐顶发呆, 宁香急匆匆走了进来。 小姐, 轻鱼有要是寻您。 林青婉皱皱眉, 迅速起身收拾妆容。 可是私家那边有什么情况? 来到正厅, 她急忙开口问道。 轻鱼一脸焦急地厚在哪? 文言盲道, 正是, 属下一直厚在私府附近, 今日瞧见了大小姐, 她半做婆子偷磨出了府, 往芙蓉糕点铺去了。 林青婉立即起身, 你确定是大小姐? 有没有旁的人跟着? 轻鱼点头又摇头, 属下确定是大小姐, 她是随着采买的队伍出去的, 并没有旁人跟着。 第100章意外。 而且, 轻鱼顿了一瞬, 又到私家最近戒备很严, 大小姐能出府, 好像是表少爷掩护的。 属下怕出事, 才急忙回来禀报小姐。 什么掩护? 什么意思啊? 林青婉心下一景, 有种不好的。 感恩。 轻鱼, 大小姐与表少爷先后出的私府, 私府门未查得言, 要查采买的车架与丫鬟, 是表少爷出面, 以别的理由叫走了侍卫, 大小姐才得以出府。 沈默究竟想做什么? 林青婉脑中一团乱麻, 直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你可知大姐姐去芙蓉糕点铺做什么? 轻鱼摇头, 属下不知, 不过属下已经让清风跟过去了。 牵扯到沈默, 林青婉怎么都放不下心绪, 加之上次张氏闹的妖蛾子, 林青一再私府, 必定活得艰难。 思及此, 林青婉再也待不住。 宁香, 背车。 宁香领命驱绊, 她带着清语往府门赶去。 王氏得知她又出府, 猜到是出了什么事, 便往府门赶, 可还是晚了一步, 等她到时, 马车只剩下一缕飘影。 允风与清语驾着车, 迅速往芙蓉糕点铺赶去, 马车锁过之处, 惊起一阵尘土。 林青婉攥着手帕, 手心里满是冷汗, 不知为何, 她有种莫名的慌张与心迹, 总想着快闲, 再快闲。 马车拐过街道, 空气中飘散着一丝淡淡的血腥气, 不浓。 而嗅觉敏感的林青婉, 却是轻易捕捉到了。 清语身经百战, 对这种味道再熟悉不过, 神情又凝重了几分。 玉。 马车本跑得飞快, 可却在拐出墙角时, 四体扬起, 发出一声嘶鸣, 允丰与清语齐齐变了脸色, 连忙拉紧将绳稳住马车。 林青婉被突入而来的惯例往后甩去, 后脑磕到车厢, 手腕也被划出一道血痕, 可她顾不得疼痛, 慌忙出声问, 允丰, 发生了何事? 回应她的并不是允丰的声音, 粗哑的声音透着几分急切, 截断允丰率先达到。 林三小姐, 属下林霄, 周世子的人, 林大小姐出事了, 允与允丰, 面上急切化为喜色。 林青婉心里咯噔一下, 聊起车帘往外看去, 入目尽是鲜红。 印象中的傻大哥, 此刻浑身凌厉, 黑色衣衫染上血污, 手中尖刀在太阳底下泛着寒光, 鲜血顺着刀尖滴落在地上, 一眼便知, 应是不久刚经了血斩。 林青婉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问, 大姐姐, 她, 她怎么了? 林霄面容严肃, 被人刺杀, 如今只剩一口气在了, 林三小姐快些, 应还能与她说句话。 林青婉脸色寸寸白了下去, 她来不及, 想其中曲折, 忙吩咐允丰去月来客栈。 出司府, 被刺杀, 林青婉闭上眼睛, 脑中飞速运转, 片刻后, 心寒到了极点。 毕竟五年夫妻, 且遇有一女, 四玉阳怎么下得了手? 月来客栈, 已经被黑甲位层层围住, 不容无关人等靠近。 林青婉下车后, 匆匆走了进去, 顺着地上蜿蜒曲折地, 鲜血上了二楼。 伤了心脉, 不成了, 就不活了。 还未踏进房间, 她就听到了大夫的无奈轻叹。 压尖脸。 周牧依旧一袭暗黑锦袍, 浑身散发着令人压抑的冰冷气息, 覆手而立, 看着床榻上气息, 微弱的妇人, 眉头紧拧。 尽力吊住她的命, 能言多久是多久。 她吩咐着一旁颤颤巍巍的老者, 那老者则一脸为难。 林青婉浑身冰凉, 直直望着床榻上脸色雪白, 浑身是血的女子, 指尖都在发抖。 大姐姐, 她走过去, 伸手握住女子的手。 大姐姐, 你醒醒, 我是婉吉儿。 她一声声轻唤着, 企图换回女子的神志。 身后周牧清冷的声音缓缓响起, 透着几分无奈。 她带了斯家勾结武王的证据, 去芙蓉糕点铺寻我。 半路遭到四鱼羊的影位截杀, 我的人晚了一步。 剩下的话她没说, 林青婉确实明白。 我猜到了。 林青婉嘀嘀道,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否则她连大姐姐失手, 怕事都见不到, 斯家会给予各种理由 让大姐姐病逝, 让林家哑口无言, 让大姐姐白死。 嗯。 周牧淡淡应了一声, 转身走了出去。 林青婉听到她吩咐黑甲卫去斯家拿人, 查抄斯家满门。 没事了,可她却高兴不起来, 反而压抑得厉害。 她埋着头眼泪无声落下。 晚安,晚姐儿。 熟悉的轻柔声音响起, 透着有气无力。 林青婉豁然抬头, 用力握住女子满是血污的手。 大姐姐,你醒了? 林青一N了一声, 仿佛是看不真实, 她努力眨眨眼, 才笑着道, 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将死之人的幻觉。 林青婉鸣嘴,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她垂头吸了吸鼻子, 不知该如何接话。 别哭,晚姐儿。 能见到你, 我很高兴, 没有任何遗憾, 我终于能解脱了。 林青婉不说话, 就那么静静听着。 我生来好像就是还债的, 欠了许多许多, 搭上了一声, 还是还不晚。 她眼前浮现出张势刻薄的嘴脸, 仿佛依旧在不依不饶地骂她。 母亲, 我就出弟弟了, 我不是丧门星, 我还你们了。 说着, 她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令她原本空洞的眼神清明不少。 骨有踢肉环骨, 我今将命还给她们, 只盼今后再无牵扯, 永不相见。 只, 只可怜了我的鸣姐儿, 对她不住。 林青衣眼泪混着血水流下, 碗姐儿, 一, 一声很长, 切勿, 将久, 她会, 会折磨得你痛不欲生, 求死都不得如愿。 她抬手俯上林青婉脸颊, 衣袖滑落, 露出那半截遍布伤痕的手臂, 胖伤, 鞭伤纵横交错, 竟都是心伤。 林青婉呆呆呆看着, 心间仿佛被人狠狠掐住, 疼得厉害。 第101章博情 如若, 可以, 我宁荒山埋骨, 不入私家, 宗慈。 林青衣用尽最后力气说完, 手臂陡然滑落下去。 林青婉从始至终都没有开口, 只静静听着她的遗愿,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打湿了衣衫。 大姐姐, 她哑着声音唤了一声, 从无声落泪转为了滴滴抽泣。 那个温婉贤淑, 言笑奄奄的女子 终是被不幸消磨成了一句枯骨, 化作了一缕香魂。 到死, 她都不曾说过怨恨, 唯一的心愿, 也只是逃离。 逃离那绑架了她前半生的人, 又毁掉她后半生的地方。 林青婉轻轻抚上女子手臂上的累累伤痕, 指尖都在轻颤。 手臂上尚且如此, 那她身上又曾受了何等折磨, 她不敢看, 不敢直视, 怕无法接受。 楼下还有人在等着, 她还要维持世家女该有的体面, 带她回家。 月来客栈不小, 此刻却无比安静, 大批黑甲卫去了私家, 只与几人还守在楼下。 周末副手而立站在大堂, 听着二楼雅间传出女子压抑的低气, 指尖捏着的指法, 骨节泛轻。 林霄一时一脸惋惜, 可惜了, 就晚一步, 林大小姐就不必死了。 他们的人已经寻到账目了, 不曾想去。 往后不准再提, 周末冰冷声音响起, 她指尖微动, 那张指罚在她手中化为灰烬, 随风飘落。 林霄闭闭嘴, 恭敬应下。 本该脱离苦海的至亲亡死, 林三小姐该何等悲伤, 倒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至少, 林轻一患了林氏全足, 是她自己的选择, 死而无憾。 主仆二人静静站着, 谁都不再开口。 下一瞬, 客栈走进了一名身着紫巾紧袍的男子, 容颜清俊却透着苍白, 竖着玉冠, 风神俊朗, 气度灼然。 周末看着那人, 面色却瞬间阴沉下来, 眸子危险地眯起, 周身是不加掩饰的冰冷清寒。 周世子, 沈墨走过去, 拱手行了一礼。 周末没开口, 半晌后才发出一声吃笑, 沈公子好手段, 搅动风云又独善其身, 你将自己摘得真干净。 沈墨眉眼微锤, 并不接话, 直到, 在下是寻我未婚妻的。 周末不言, 眼神却冷得结冰。 楼上少女的哭声还在断断续续, 沈墨袖中拳头钻紧, 薄唇也抿成了一条直线, 他冲周末微微汗手往二楼走去。 沈墨? 周末突然开口叫住了他。 沈墨脚步顿住, 却并未回头。 周末同样面对门口没动, 人, 还是不要太自作聪明。 你认为的取舍并非是旁人想要的, 而且, 还会弄巧成桌。 周末冷声说完, 不再停留, 挥手带黑甲位, 撤出了越来客栈。 主子, 咱们就这么走了。 林霄一脸不愤, 他们忙前忙后, 就让沈墨那黑心的收了网。 他看着一身寒霜的主子, 眼神忧怨, 怒气不争, 现在林三小姐正是伤心的时候。 你不说劝劝他, 趁虚而入尽快出手, 还将人让给了别的男人。 周末凉凉地瞥他一眼, 没有说话, 唇角的讽刺却尤为明显。 那小丫头看似软糯, 实则一身反骨, 最聪明不过, 有些事无需他多言, 他心中自有秋贺。 越来客栈。 宁香打了水给他敬面。 他收拾好自己的仪容后, 便给林青仪擦拭血污, 整理衣裙。 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林青婉手一顿, 哑着声音轻声道。 我想给他梳洗一番, 可否麻烦你等上一会儿, 我会快些的。 他只以为是周末在催促。 青婉, 是我。 沈默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润。 林青婉身子僵住, 平静无波的眸子瞬间涌上沉暗, 捏着帕子手抖的厉害。 他两久没有说话, 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沈默走了进去。 他走到床边, 看了眼被袖帕遮住面, 了无声息的林青仪, 又看向跪在床边, 面无表情的林青婉, 眸底划过愧色。 青婉, 外祖父和舅舅他们已经被放回府了。 少女没有答话, 他顿了片刻又道, 总是不能让大表姐听灵在外, 咱们带他回府吧。 少女依旧不曾答话, 青婉, 大姐姐死的时候, 你在吗? 林青婉截断她的话, 抬眼问道。 沈默一正, 薄唇威敏, 没有开口。 林青婉将帕子浸在水中, 站起身面对男子, 一双秋眸泛着冷光, 面上依旧没什么情绪。 大姐姐被四鱼羊杀害的时候, 你就在现场, 对不对? 是你将赵母交给了大姐姐, 也是你告诉她, 去芙蓉糕点铺能寻到周末, 是不是? 沈默面色红白交错, 半赏方道, 大表姐一人之命, 换灵氏全足, 是她自己的选择, 也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曾逼迫于她。 哼, 林青婉扯唇一笑, 你自然不用逼迫她。 经张诗那么一闹, 思佳定会让她苦不堪言, 她身陷淋雨, 满心绝望。 林青婉眼角留下一滴青泪, 你事实出现, 将帐母一事透给她知晓, 她自是毫不犹豫答应, 迫不及待想逃离那个牢笼, 哪怕玉石巨坟也在所不惜。 因为于那时的林青姨来说, 那帐母不是危险, 而是解脱。 张诗那般待她, 她都不曾怨恨, 说明她心里对二房还是有感情的, 她必然也在无数个日夜, 为自己的父亲与兄弟忧虑, 伤心。 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 她自然不会放过。 沈默, 你给了一个万念俱灰之人一瓶砒霜, 眼睁睁看着她死去, 不肯伸出援手。 林青婉悲愤地望着她, 手指指向床榻上的林青姨。 如今, 人就在这里。 你却还当着这个被你算计死去的人面前, 面无表情地谈论利弊。 沈默, 你…… 林青婉摇摇头, 无力地坐在她前, 无力在开口。 沈默眉肩拢上冷霜, 眸中意识难掩痛苦。 青婉, 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想救林家, 可我不能牵连沈家。 林青婉苦笑起来, 既然为难, 你为何不像一开始那般袖手旁观? 你为何要插手? 林青婉抬眼看着她, 你不想得罪二皇子, 所以顺水推舟利用大姐姐, 眼睁睁看着她死。 而无动于衷, 你真的不能救她吗? 沈默, 沈家, 真的会聚一个不成气候的皇子吗? 不是, 林青婉收回视线看向窗外, 你哪怕说上一句, 大姐姐都不会死, 可你不愿, 因为你不想让沈家担上任何风险, 你不想二皇子对你心存隔阂, 影响仕途。 她声音很轻, 话落垂头轻笑起来, 沈默, 你这般薄情之人, 我如何敢嫁与你? 待繁华落尽, 那点时情谊又算得了什么? 待我们日日相对, 两两相宴之时, 也会成为你手中可随意拔弄的棋子, 汽车宝帅, 随时丢弃。 第102章发丧, 她笑得飘渺, 眼神却前所未有的清明。 烟雾散开, 她终于感知是自己的心, 不再做安纯, 勇于抗争这段无疾而终的竹马情谊。 沈默面色寸寸苍白下去, 灌来沉浸的眸子染上慌乱与执拗。 清婉, 那只是对旁人, 我对你, 从来都是不一样的。 与你的家族大意相比呢? 林清婉豁然起身, 直视着她。 沈默, 与沈家前程相比。 你舍弃我又何止一次两次? 我想要的, 与你能给的, 背道而驰。 如今临家脱离世家之恋, 我以自由再不受束缚, 你我。 不可能。 沈默声音骤然提高, 带着冷宁。 我绝不会答应退婚, 两两相咽只是你的猜想, 或是你心中住了旁人, 才会想舍弃这段婚约。 清婉, 我知你不惜我的权衡利弊, 我也知识我种种行径, 让你寒了心, 可我对你之心, 一如往常, 不曾有半点松动。 哪怕, 她将口中花咽了回去, 转而患上冷尘, 临家受了重创, 以今非昔比, 退婚一事, 我不硬, 谁都退不掉。 你若坚持, 只会给临家带来灾难, 所以清婉, 别再生出这样的心思。 你是我的人, 这一生都是。 临清婉看着面容冷沉, 浑身力气的男子, 只觉前所未有的陌生。 他们毕竟曾两情相悦, 承载了所有的少年欢喜, 他想平心静气, 彼此体面地退场, 而不是以这种方式。 沈默, 我不想余生提起你, 只于恨意, 毕竟,年少时, 我是真的欢喜过你。 话落, 他不再看江丽的男子一眼, 转身看向林清姨。 大姐姐, 我带你回家, 回你自己的家。 雨未落, 泪先掉, 他扬声, 换门外的宁香。 宁香快步进来, 身后却跟着一脸悲伤的赵嬷嬷。 小姐, 夫人见您一人出来不放心, 让老奴前来瞧瞧, 却不曾想, 竟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赵嬷嬷一声轻叹, 竟是惋惜。 林清婉微微点头, 如此正好, 你叫上几个嬷嬷, 扶大姐姐上马车吧。 趁尸体还没僵硬, 赵嬷嬷应声, 将门外带来的婆子叫进来, 几人拿棉被包裹住林清姨的身子抬了下去。 林清婉跟在后面, 走出门口时, 她脚步突然顿住, 轻声道, 表哥, 你救了林氏一族, 我本应该谢你, 可。 对着大姐姐失手, 这句话着实太过残忍。 沈默闷唇不语, 听着少女的脚步声远去, 她的心仿佛也坠进了深渊。 林府门前, 乌泱泱占了许多人, 其中包括刚从牢房放出的男眷, 各个神情卑切, 垂头丧气, 丝毫不见欢喜。 连林老爷子, 林老夫人也相邪等在那, 亦是神色伤胆, 连再次被禁足的张氏都给放了出来。 女儿大丧, 她身为人母总是要见最后一面的。 只可惜, 她的心思浑然不在这上面, 只一门心思地瞅着她的宝贝儿子, 眼眶湿润。 若非人太多, 她早就哭诉上了。 林轩峰站在最后, 一脸不满, 母亲, 我刚回来都快饿死了, 竟还要站这里, 接那个丧门星。 若不是她, 我怎又会吃这苦? 真不知道祖父, 祖母怎么想的, 真是老糊涂了。 这样的外嫁女, 还理她做什么? 有夫家不回, 弄个失手还抬回娘家, 也不嫌晦气。 张氏撇撇嘴, 没有说话。 说一点都不难过, 是不可能的, 毕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 总是有些不舒服的。 可比起那点不舒服, 还是儿子更重要。 他也很赞同儿子的话, 人都死了, 真不知拉回来做什么, 可近几日吃的苦头, 让他收敛不少, 自然不敢置毁。 行了, 最多一个时辰就结束了, 你再忍忍, 回头母亲让小厨房给你做你最喜欢的红烧鸡, 乖啊。 张氏压低声音安抚道, 他声音小, 其余人听不到, 可他身边的林二爷却是听得清楚, 他狠狠地瞪了妻儿一眼, 怒火中烧。 若非时机不对, 他定要动手好声教训他们一番。 以往, 他也觉得女儿没用, 想站稳脚跟, 光要门眉都得靠儿子。 所以, 无论张氏怎么剥削, 博代大女儿, 他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作不知。 可在牢房走过一遭, 看到大哥与两个侄子对侄女的厚爱, 才发现自己错了, 大错特错。 他满心地懊悔, 却又在刚回府时听到这样的噩耗。 他的大女儿, 他还来不及补偿, 来不及将他拉出私家那个泥潭, 就为了救他, 救他那狼心狗肺的弟弟, 被人害死了。 林二爷不禁老泪纵横。 张氏被林二爷这一眼, 吓得尽了声, 毕竟他先后闯了太多祸, 他怕林二爷真的一气之下修了他。 林轩峰却是不以为然, 这种眼神, 他在牢中看得太多了, 已经习惯了。 每次他一开口, 父亲与二堂哥都会露出这样, 恨不得杀了他的眼神。 祖父是怒气不争, 满眼嫌恶。 而大伯与大堂哥则是冷眼旁观, 丝毫不理会, 仿佛他只是一条臭虫。 没人喜欢他, 所有人都看不上他。 林轩峰目光扫过众人, 眼中恨意仿佛进了毒。 大公子, 清语无声无息出现在门口, 他掠过众人, 冲林轩颈行了一礼。 林轩颈蹭了蹭眉, 担忧问, 你不是随小妹一起的吗? 小妹人呢? 清语垂下眼帘, 三小姐让属下先回, 告知府上一声, 请先备好棺果。 大小姐, 不想入府。 他话落, 门口安静的落真可闻。 外嫁女入母家坟, 本就是不为世俗所容, 更何况大家士族。 可林轩颈是为救林氏一族而死。 林老爷子经这一遭, 心态有所变化, 也默认了林轩颈回林家发丧。 可却不曾想, 大孙女竟不愿。 他冷冽的目光瞥向二房, 近视失望。 半晌, 他微微闭上眼睛, 白手道。 既如此, 就碎了大丫头的院, 老大家的, 府上不是有口上好的男木官, 让下人抬过来, 给大丫头用。 那是准备给他这一家支主。 可此时, 谁都没有开口反对, 王氏红着眼圈硬了声, 吩咐人去办了。 须余, 棺材就被下人抬出, 放在了府门。 一刻钟后, 林家马车也从街角拐入, 晃晃悠悠停在了府门口。 林清婉一脸憔悴地下车, 指冲门口的长辈扶了扶身, 便回身吩咐允风。 将棺材打开, 送大小剑。 允风应声去办。 王氏准备了很多东西, 立即有人上前摆落, 放上供品等物, 随后烧纸。 赵嬷嬷又带那几个婆子, 将林清姨从马车中抬出, 放入棺果。 仪式简单至极, 却是林清姨生前遗愿。 林老爷子不曾上前, 林老夫人却是拄着拐杖过来送了一程, 她吞下手腕玉镯放了进去, 老眼湿润。 大丫头, 祖母替林氏一族谢谢你。 王氏也同样退了, 几件首饰放了进去, 发丧虽简洁, 却不好什么陪葬都不带, 到了下面被为难。 几个大男人虽未曾上前, 却都满脸悲涩, 垂手哀伤。 可身为亲母的张氏, 却眼神闪烁, 躲得很远, 不肯上前看一眼。 林二爷给他识眼色, 他洋装看不见, 垂头给林轩峰整理衣服, 气得林二爷面露清惊。 林老爷子声音冷冽, 老两家的, 那是你的亲女儿。 死, 死都死了, 看一眼, 又, 又不能活过来。 张氏搓着手, 低声嘟囔道, 你, 林二爷手指着张氏, 抖得厉害。 张氏惊得双手无脸, 躲到了林轩峰身后。 看到这一幕, 林轩婉只觉得讽刺。 他侧头看向棺材, 清冷开口。 二叔不必逼迫他了, 大姐姐不会想见到你们。 他临终前言, 骨有踢肉环骨, 他今将命还给你们, 只盼今后再无牵扯, 永不相见。 第103章, 处置张氏母子。 林二爷面色进退, 止于惨白。 张氏撇撇嘴, 又来了几分气焰, 听到没? 二爷, 他都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还看他做什么? 身世白眼狼, 白瞎我声仰他一场。 林轩峰也赞同点头, 就是, 他活着也是没用, 如今能救我们出来, 也是他的造化, 死得其所。 畜生! 林老爷子气得脸色铁青, 手指着张氏, 我林家怎会娶你这毒妇, 害我林家后四啊。 所有人都脸色难看, 别说清女是为救自己而死, 就算是穷凶极恶之人, 仍以故去, 身为亲娘, 也不该如此刻薄。 林二爷痛苦地闭上眼睛, 眼泪流了下来。 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两巴掌, 哭了出来, 是我混账, 是我纵容毒妇害了儿女, 养不教, 父之过, 是我没有教养好一双儿女啊。 是他害死了女儿, 是他教养出一个冷血的畜生。 林老夫人眼中呈现心疼, 其他人谁都没有说话。 二房走到今日地步, 林二爷有很大的责任。 如今当着林青衣观果, 也算给他一个交代, 让他安心地去, 至少他父亲存了悔意。 来人, 将二夫人押回去, 带大小姐下葬后, 修回张府, 大少爷积压柴房。 林二爷冷静下来, 吩咐周围的下人, 将二夫人母子带了下去。 张氏脸都白了, 他都想好药, 好生服软了, 怎么就又惹了二爷生气了? 儿子, 宝贝儿子, 你求求你父亲, 我不想被修, 不能被修啊, 你外祖父会处死我的。 张氏拉着林轩峰, 不肯松手。 林轩峰脸上尽是不耐, 他一把挥开张氏的手, 醋没看着林二爷, 我犯了什么错, 你凭什么关我? 林二爷轻轻抱起, 逆子, 到如今, 已经还无丝毫悔意。 我没错, 为什么要悔过, 坐牢也是你们自找的, 我本就不愿意运牢十字货物, 是你们硬逼我去的, 如今出了事, 怎能都怪在我的头上。 还有那个丧门星, 他伸手指向棺材, 是他丈夫害我, 不然我也不会受这等罪。 你们老说让他帮我, 可他帮我什么了? 一点用都没有的赔钱货, 连个男人都勾搭不住, 如今死了还抬回来恶心我, 我说的哪句不对, 你凭什么处置我? 林轻婉, 你是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 林轩峰如疯狗一般, 带谁咬谁? 他指着林轻婉, 怒气冲冲的样子, 恨不得拼命。 啪, 得一声响, 脆声声的耳光将他的脸打歪了去, 林二爷捂住胸口, 气得喘不上气。 你, 你, 眼见就要撅过去, 林轩义指得在自家父亲的眼神示意下, 走过去将人扶住。 二说, 你要保重身体, 不然还怎么教训逆子? 林轩峰又恶狠狠地瞪向林轩义, 不过却没敢再吭声, 将三少爷押去祠堂。 林老爷子突然开口说道,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 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林二爷也是身子一颤, 不过却并未求情。 立即有人将又叫又骂的林轩峰给压了下去。 林二爷看着那口南木棺材, 痛心疾首。 他的女儿, 才二十方林啊。 林轻婉冷眼瞧着闹剧结束, 对林轩峰的指摘没有任何反应。 他抬眼瞥过老泪纵横的林二爷, 脸上划过淡淡失望。 还以为他良心发现, 诚心悔过, 却不想还是重男轻女, 无法真的舍弃他的香火孝子, 下狠手。 他收回视线看向光果, 眸色恍惚。 不知大姐姐看到这一幕, 会是何等心情, 会高兴二叔的丝丝怜爱, 还是心寒张势的冷血无情。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了, 想到他临终的话, 林轻婉想, 他最希望的, 应该是永生不复相见才是。 盖棺吧。 他轻声吐口, 允风与轻语同时推动棺盖, 下人们齐齐跪了一地, 主子们双手交叉, 面带哀戎。 等等。 后方突然响起一声轻贺, 一辆马车带起漫天尘土, 急驰而来。 第104章, 思敏去处。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 净是疑惑。 林轻婉却在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后, 身子微僵, 心中一沉。 林轻婉看着马车中走下的尊贵男子, 红唇鸣警。 思绪百转千回。 他怎么会来, 可是因为私家祸事, 要将大姐姐失手带走。 想到四合院里, 他毫不留情让自己滚的场景, 他手心冒出戏汗。 若当真如此, 他该如何转还? 小姐, 小姐。 宁香拉拉他的衣袖, 低声提醒。 林轻婉这才发现, 其余人已经纷纷行礼, 就指他一人还正正望着他发呆, 孤零零站着, 狠视为何。 见过周世子, 周牧眼神掠过众人, 落到林轻婉身上。 口吻冷淡, 都起来吧。 触及少女紧钻的帕子, 他微微抬眼看向棺材。 你不必紧张, 我只是来送林大小姐一成, 不寻麻烦。 林轻婉愣住, 他来送大姐姐一成, 他这么闲的吗? 更重要的是, 他那般凉薄之人, 林轻婉不觉得, 他会有那么好心。 可人家身份尊贵, 他也没权利拒绝, 只是垂头英式。 周牧挑挑眉, 小丫头, 气性倒是不小, 待会儿我看你的冷然, 还为不维持得住。 林老爷子, 林大爷也走了过去, 神态恭敬, 又透着警惕。 能得周世子相送, 是我家大丫头的福气。 老头子谢周世子大恩, 许他脱离私家, 体面下葬。 林轻婉虽算为国立功, 可他身为人妇, 却告发夫婿, 这婆家满门覆灭, 视为违密, 定是会遭世人唾弃, 便是尸首落入私家族亲手里, 怕是也要鞭尸陈堂的。 林老爷子不必客气, 林大小姐胆略奸人, 这是他应有的体面。 林小婷的直撇嘴, 他家主子真是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和林峰忙活多日, 眼看就能将武王在江南的余党尽数拔除。 如今却横生变故, 沈默与林轻怡这一招, 可谓让他们数十日努力前功尽弃, 他都快憋屈死了。 他忧愿地看着与林家人寒暄的主子, 只觉得他如今越发没有底线了, 都是林三小姐害的。 周牧脸色依旧清冷, 可出口的话尚算温和, 几句寒暄下来, 让林老爷子与林大爷受宠若惊。 时辰不早了, 大姐姐该下葬了。 林青婉出声提醒, 眼神却是看着周牧, 毕竟人家是老大, 得问过人家意思, 他点了头才行。 周牧抬眼看向林青婉, 后者却是立即垂下了头, 那副避之不及的模样, 让周牧心下颇为不爽。 他唇角微抽, 他倒是真记仇。 林霄, 将人带过来。 他挥手吩咐林霄, 林青婉皱皱眉, 看向马车的方向, 他竟然还带了旁人? 所有人都有些疑惑。 须遇于, 便见林霄从马车中 爆出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头发松散, 脸上挂满泪痕, 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那眉眼, 竟是与林青姨向了个七八分。 明杰。 林青婉不可思议地开口, 眸中带上喜色。 他还在发愁, 怎么才能让周牧松口, 放过明杰一命, 不曾想他竟将人带来了。 林青婉走过去, 想接过思敏, 小丫头却有些认声, 吓得立即搂住林霄的脖子, 趴在他肩膀上, 不肯抬头。 林二爷也走了过去。 明杰, 我是你的外祖父啊, 让外祖父抱抱好吗? 小丫头不说话, 却猛然哭了起来。 惊得林霄手忙脚乱, 连忙给他拍着被哄着。 可他一个大男人, 拿懂这个, 坐起来看着就很是滑稽。 不过这会儿, 谁都笑不出来, 林二爷眼眶发红, 很是落寞。 女儿不在了, 外孙女也不认他, 他这父亲做得何其失败。 周牧开口道, 林霄让他看他母亲最后一面。 林青婉一惊, 连忙制止。 他看向周牧, 凝着眉, 周柿子, 明杰他年龄还小, 这样会给他留下阴影的, 怕是不妥当。 周牧目光清淡, 谋底会暗难鸣。 我寄养了他, 他的教养, 性情, 别由我说了算。 一个怯弱道, 连事实真相都不敢面对之人, 弹劾以后, 躲避, 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只会让他越发懦弱。 他的声音很轻, 不大, 却令现场一片寂静。 林青婉抬眼与男子直视, 片刻后又慌乱地一开视线。 他的眼神太过深邃, 让他心如雷骨, 更因他的话而心生慌乱。 林二爷突然震惊开口, 周,周世子, 您说, 您, 您要养明节儿? 林青婉也看着他, 满是不可思议。 嗯, 他只淡淡应了一声, 没有多言。 林萧已经抱着思敏走向了棺材。 小丫头紧拽着林萧的衣领, 往棺材里看去, 只一眼便回过头, 又趴在了林萧肩上, 无声落泪。 林青婉抿着嘴, 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 思敏是大姐姐最放心不下之人。 小女孩不过四五岁, 面对最亲的母亲失守, 没有大哭大闹, 那般安静才更加让人心疼。 给他磕个头就走吧。 周母说, 林萧将思敏放了下来。 思敏正正看着那口观, 小手不住地抹着眼泪, 小小的身子跪了下来, 有些轻颤。 他重重地扣三个头, 在抬起时, 额头红了一片。 母亲, 明姐不哭, 明姐听你的话, 不管多苦, 明姐都会好好活下去的。 那是林轻仪生前嘱咐她的话。 林萧将小人抱了起来, 脸上忧怨不散。 她一个大男人, 连媳妇都没呢, 就得抱着一个小丫头, 想到回京这一路, 她不禁无奈望天。 你, 当着要养她? 见周母要走, 她忍不住上前问道。 养孩子不是养宠物, 这人太过凉薄, 她怎么也不相信, 她会养一个陌生的孩子。 万一她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怎么办? 周母看出她的不放心, 眼底带了嘶嘶笑意, 她是私家唯一后四, 至少握了私家三成家财。 你觉得你能护得住她? 还有五王那边, 你怕是连她命都保不住。 话中虽带了些许讽刺, 可林轻婉知道, 她说的是事实。 只是, 私家钱财难道不充国库吗? 周母扯扯唇, 思玉阳在思敏出生时, 就已经再给她被嫁妆了, 包括思夫人与你大姐姐的, 都在思敏名下。 朝廷虽穷, 可也不致要一个女娃的嫁妆。 林轻婉却是知道, 其实这是周牧手下留情。 谢谢你。 周牧挑眉, 不置可否。 圣经朝局不稳, 我时常出门办差, 几乎极少回府。 不过, 我会给她该有的教养条件, 至于其他, 我不能保证。 林轻婉汉手, 名女明白。 她看了一眼缩在一角的思敏, 不放心, 却也没办法。 就如周牧所言, 如今的林家, 根本护不住她。 华阳王府女眷小姐很多。 周牧说完不再开口, 林轻婉却是更加忧虑, 那些小姐生来尊贵。 娇腕宠的养大, 会接受明姐儿这个外来者吗? 想到后宅那些隐私, 她更加焦虑。 周牧面色淡淡, 嘴角却扬着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 第105章重定 马车远去。 林轻道, 主子, 皇上那边又催了。 让林峰留下收尾, 其余人即刻启程回京。 林轻松口气, 应了一声。 周牧合上眼眸, 靠在车厢上, 手指抹撒着腰间玉佩, 仿佛在思索什么。 斯敏乖顺地坐在对面, 目光带着惬意, 小小的身子有些发抖。 谢, 谢谢你。 她声音很低, 软软糯糯地让周牧有些恍惚。 她豁然睁开眼眸, 看着小丫头, 不说话, 却足以令斯敏牙齿打扎。 周牧皱皱眉, 突然问, 与你三姨母关系好吗? 斯敏正正, 随后摇头, 见过一次。 嗯。 周牧应了一声, 眸中划过暗沉。 到了圣经, 你就不能再姓斯了, 便改名林颖吧。 林颖垂头, 名女知道了, 谢爷赐名。 周牧眉心一鸣, 你不是下人, 不必如此换我。 斯敏亚然抬眸, 她不是下人, 小小的眼睛里, 竟是茫然。 周牧勾勒勾唇, 你可以先换我。 叔叔, 等回到圣经, 便是淮阳王府的表小姐。 林颖惊讶地张着嘴巴, 她年龄虽小, 却从小的林青仪悉心叫道, 自然明白表小姐意味着什么。 何况还是王府的表小姐。 名女是罪臣之后, 这会不会给爷带来麻烦? 她小心翼翼地揪着衣摆。 无碍。 周牧闭上眼睛往后靠去, 不再言语。 表小姐, 总有一日会实至名归的。 她便不信, 那人能真的放心。 似及此, 周牧嘴角扬起一丝罕见的轻笑。 林霄, 她突然扬声唤道, 我让你办的事情如何了? 林霄嘴角一抽, 消息刚传回来, 王大公子收到您的信后, 很是担忧。 王家老太君也已经飞鸽传书, 想是五日后便能抵达江南。 嗯。 周牧笑意加身积许, 不再开口。 林霄直撇嘴, 她家主子的手段, 真是越发黑了。 林青晚将林青仪葬在了郊外的一处庄子上, 那里有满月梅树, 是林青仪生前最向往的地方。 她将地气折好递给宁香, 定要收好了, 若有机会还要交给宁姐儿。 她是大姐姐唯一后四, 总是要由她祭奠上香才可伦理。 宁香接过来, 小心地收进香楼。 事情终于了啦, 林家虽元气大伤, 退出世家之列, 成为落魄之族。 可好在除了牢狱之苦, 并无其他损失。 只要儿郎在, 林家就还有翻身的希望。 经此一事, 以往不论是生意厂商, 还是官场上的朋友, 都已该退退, 该远离远离, 谁都不想再与林家扯上关系。 最重要的是,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之前林青晚去沈家求救, 却遭拒绝的事, 不知为何传了出去。 所有人都认为, 林家已经被沈家舍弃, 以往根基, 也早在林家南眷入狱时轰然倒塌, 现在的林家, 只是一个稍大些的家族, 其他什么都不是。 突然的变故, 自然让林大爷, 林轩紧忙得不可开交, 连喜尘也是极其简洁, 一家人吃个饭, 扫去晦气。 林轩义则一头扎进了书房, 为即将到来的秋围做准备。 林老爷子在牢中待了数日, 伤了身子骨, 回来当日便病倒了。 随之病倒的, 还有林轩婉, 也许是一直绷着的那根神经, 终于松懈下来, 他当晚再次发起了高热, 凝双手在踏前两日一夜, 才勉强给他退了热。 林轩婉迷迷糊睡了很久, 久到他自己都心生俱异, 怕他再也醒不过来。 耳边常想起王氏的哭声, 他用力想睁开眼睛, 却有气无力。 男眷们得知他带着病为他们奔波的种种, 纷纷心疼不已, 大夫流水一般请进府, 林轩婉的病情却始终没有起色。 时间转瞬过去五六日, 王氏守在庭语院, 熬夜加上总是哭, 让他眼睛红肿不堪, 满脸憔悴。 林轩婉, 林轩一兄弟每日都会到院门口询问, 派人送各种补品, 也是心骄不已。 连林老夫人也亲自去探望了两次。 宁霜, 不是退热了吗? 怎么会醒不过来呢? 王氏握着林轩婉的手, 焦虑地问。 宁霜眼睛很红, 能用的法子奴婢都用了, 可小姐就是, 他已经墨驴即穷了。 这可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呢? 王氏趴在锦背上乌液起来。 林轩婉手指动了动, 很想告诉阿母, 她没事, 她只是有些累, 想睡一觉, 可她用了很大的力气, 也无法回应。 脑袋沉得她, 很快又睡了过去。 亭雨院外, 却很是热闹。 林轩一, 林轩锦兄弟二人本是来探问小妹病情, 不想却遇上了一位不速之客。 林轩义脸色难看, 袖中的手钻的骨节发白。 林轩锦脸色相对还算平和, 眼神却在无以往清和, 很是疏离。 如今林家正是多事之秋, 怕是不方便招待表弟。 林轩锦说得委婉, 沈莫面色一暗, 表哥, 我只是想来看看她, 没有别的意思。 私家满门已于三日前被处死, 而此次波折, 也让沈莹两家关系降至冰点, 只于表面的客气。 她不用你看, 你只要别再害她就行了。 林轩义愤愤道, 林轩锦罕见得没有呵斥她的无礼, 反而赞同地点点头。 小妹前几日发了高热, 一直不见好, 已经昏睡五六日了, 她怕是见不了你。 立场不同, 她能理解沈家的取舍, 这是家族之间的权衡利弊。 可沈莫的种种所为, 绝对不是良配。 如今林家已截然一清, 她也不必再有所顾忌, 若是可以, 退婚是再好不过的结果, 只是如今还不适宜提起。 第106章威胁 沈莫闻言眉头拧起, 当真如此严重。 林轩锦点头, 林轩义不满更甚。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晚姐儿故意装病不成? 我林家可没有给你低信, 让你过来探望。 这话说的倒好像故意装病引她前来一样, 她林家可没有攀附, 扒着沈家不放之意。 沈莫无奈, 二表弟,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只是有些奇怪, 前些日子见她时还好好的, 怎会突然病吗? 她带着病奔波多日, 又淋了一场大雨, 怎会不生病, 林轩义眼圈微红, 这么多日, 晚姐怕都在强撑。 若非沈家袖手旁观, 赶走上门求救的小妹, 小妹也不知会在牢狱前。 这事, 林轩婉不曾告知过任何人知晓, 也是她病倒后, 宁霜说了出来。 王氏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她一直忙于后院, 竟不知女儿受了此等委屈。 本还因沈莫深夜寻林轩婉, 有的几分感动荡然无存, 生了些许怨气。 林轩婉却不这样认为, 她自幼接受教导, 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站在沈莫的角度, 她都能理解, 或位置兑换, 她也不一定会有沈莫有情有义, 毕竟饶是如此, 她都不曾说过解除婚约。 甚至在林轻怡的事情上, 也算帮助了林辅, 虽然手段, 让女眷有些无法接受。 可施家大族趋利避害, 本就是理所应当。 她并不怪她, 利益之上, 至亲都会背叛, 何况殷亲, 是光脚的和尚一身轻, 没了那些虚名的牵制, 他们只想林轻婉有个好的归宿。 沈莫听出林轩一话中讽刺, 面上生出苦涩。 二表弟, 那日我也是, 后来才知晓亲婉去过。 若一开始便知, 我怎会将她拒之门外。 林轩一哼笑一声, 你的意思, 那件事是姑母的意思。 一万两银子, 姑母可真大方。 轩一, 够了。 林轩仅醋眉制止, 她林家虽落魄, 可骨气还在。 说这些, 只会让人轻看, 有何意义? 林轩一自然知道, 可她就是忍不住心中疼惜, 碗箭那般柔弱, 怎就能吃这种苦。 说是埋怨沈莫, 倒不如说, 是恨自己无能。 七尺男儿眼眶通红, 她再不多言, 转身走了。 林轩仅对沈莫拱拱手, 二弟最近因小妹的病情心力交瘁, 有些无状, 你别放在心上。 沈莫摇头, 我知晓她是心疼亲吻。 林轩仅点头, 一事无话, 这种情况是以往不曾有过的。 沈莫说, 我带了一个大夫, 她颇有些名气, 就等在府外, 不如让她给亲吻看看。 府上请过很多大夫了, 都看不出什么问题, 可小妹就是醒不过来。 林轩仅并不抱什么希望, 毕竟江南有名的大夫都已经来过了。 每个大夫都有她所擅长的领域, 多事事总无大碍。 林轩仅略意迟疑, 那行吧, 我让人通知母亲一声, 你叫人带过来吧。 沈莫松口气, 微微点头, 庭语愿正听, 王氏面带步于, 她不是不管亲吻死活吗? 如今又来做什么? 林轩仅很是无奈, 母亲, 名义上, 她还是小妹未婚夫, 他们还有婚约在。 大家族中, 便是亲兄弟, 也会互相算计。 咱们有何权利要求, 旁人帮咱们? 若受难的是沈家, 咱们林家, 可会拼尽全力相助。 搭上林氏前程, 咱们不能, 也不该对人家心存怨怼。 沈家没有义务这么做, 反倒显得咱们狭隘。 王氏捏着帕子不语, 半晌后, 轻叹了口气。 锦哥, 你说得我都知晓, 也知道不该怪什么, 可, 想到顽景受的苦, 我心里堵得慌, 往日他与私家那位怎么风流, 我虽不满, 却也不曾说过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对顽景, 是有几分感情在的, 如今经此一事, 才越发看清他的凉薄。 林轩仅苦笑, 身为世家少主, 这是他必要的取舍。 王氏一愣, 愧疚地看了大儿子一眼。 没有答话, 至少他不曾退婚, 已是仁至义尽。 王氏, 罢了罢了, 你让他进来吧, 我总不会拿你妹妹身子赌气。 一住相后, 宁香将大夫引进李坚, 隔着屏风给林轻婉整脉。 沈默与林轩锦则候在正厅。 期间, 门房那边送了一张帖子, 林轩锦怕饶了李坚治病, 给劫了下来。 柳家的? 林轩锦看着上面署名, 有些惊讶。 小丫鬟汉手, 正是, 递帖子的是刘小姐的贴身丫鬟。 说事过几日便是柳家夫人生辰, 让小姐务必前去捧场。 行, 我知道了。 林轩锦将帖子放在桌案上, 打发走了小丫鬟。 林家如今情景, 世家士族都唯恐避之不及, 柳家竟给小妹下了帖子。 想到柳风亭曾让二弟带的话, 林轩锦眉头微拧, 心下思绪良多。 柳家夫人宴会, 江南所有士族都会捧场。 这是柳家在向江南表态度, 愿帮他们一把, 想必定是柳风亭的意思了。 他们抛了橄榄枝, 可他却觉得十分烫手。 沈默眸色微冷, 撇过那张烫金帖子, 攥着茶盏的手有些发紧。 他们, 真的不能再拖了。 沈默垂下眼帘, 道, 我知大表哥心有权衡, 我一回尽所能助林家负起, 但婚约一事, 绝无更改。 表哥, 林家如今千疮百孔, 谁都不想再多声波折。 二十年前, 沈家能将林家扶上世家之位, 如今一刻, 我不希望。 沈默顿了一瞬, 扭头看向林轩景, 殷亲结成了仇。 而结果, 依旧, 林家折腾不起。 沈默声音泛冷, 林轩景的面色骤然阴沉下来, 眼眸眯起。 表弟是在威胁我。 第107章生病 我只是阐述事实。 沈默声音淡漠, 表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如今虽立场不同, 但我同样希望, 我们两家能相安无事。 清婉之与我, 是重中之重。 必要时刻, 我不介意用些特殊手段。 你知道的, 没什么事是我做不出的。 不是我的对手。 林家也没有与沈家抗衡的资本。 重中之重。 林轩景一声冷笑, 既你那般看重他, 怎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舍弃他, 伤害他。 他可重过你心中暴富, 重得过你家族大业。 沈默微微侧头, 面色平静。 二表弟不明白。 我想, 大表哥不会不懂。 他眼眸清冷, 不带一丝温度。 有些事只是权衡立陛下的, 暂时不得已而为之。 为何一定要比较哪个更为重要? 表哥以往事事以林家为先, 可就是真的不在意至亲死活。 林轩景名嘴, 一时无话。 表哥如今不过是肩上担子没了, 才会与我在这谈论儿女情长, 谈哪个更为重要。 若林家还是世家, 表哥可还会反对这桩婚事。 沈默抬眼看向门口头下的那抹暗影, 眸色渐深。 立场变了, 所求自然不同, 可我沈默却不是能招之则来, 挥之则去之人。 表哥用得上时, 想我立即迎亲晚进门, 如今用不上, 又想我与她撇开关系。 林轩景脸色忽清忽白, 一时没有答话。 她心中染上溃疑。 沈默话虽不好听, 可句句都是事实, 让她无从反驳。 未出事前, 她希望亲晚能尽快嫁进沈家, 坐稳沈家少夫人位置, 林沈结成殷亲。 如今, 林家已不再是世家, 希望她能远离沈家是非之地, 嫁一普通人, 平安喜乐。 正听一时无话, 安静一长。 礼坚给林轩完整脉的大夫, 也收了药箱走了出来。 王氏攥着帕子, 一脸紧张。 沈默与林轩景也连忙起身。 如何? 沈默问。 大夫脸色怪异, 按脉搏来看, 林小姐并无大碍, 瞧着更像是累的。 闻言王氏与林轩景满脸失望, 这番言语与旁的大夫如出一辙。 沈默皱眉, 你确定? 大夫顿了顿, 老夫枕脉无数,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但就迈向看, 的确如此。 沈默眉再言语, 让大夫退了出去。 问王氏, 他这样多长时间了? 王氏哽咽道, 今天已经是第七日了。 沈默凝着眉? 三人都满脸凝重, 正在此时, 凝霜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 满脸欣喜。 夫人, 小姐, 小姐, 他, 他方才醒了, 醒了? 王氏棱住, 随后面色大喜, 慌忙往里屋走去。 林轩锦于沈默, 也是面色一松, 脸色焦急, 却碍于规矩, 不能过去探望。 急得吩咐丫鬟, 过去李坚探探情况。 李坚? 林青丸眼睛似睁非睁, 瞧着很是疲累, 宁香在一旁不停换着他, 生怕他在睡着。 王氏进来看到这一幕, 慌忙走到榻前, 玩简儿, 换了一句, 眼泪便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你吓死阿母了, 感觉怎么样? 可有哪里不舒服? 告诉阿母。 王氏握住他的手问道, 林青丸眯了眯眼, 扭头看向满脸, 是累的王氏, 声音有气无力。 阿母, 唉, 王氏点着头, 手又紧了几分。 玩简儿, 你这是要阿母的命啊。 林青丸扯扯唇, 笑意牵强, 阿母别担心, 我只是有些累, 想睡觉。 他眼皮沉沉, 再次闭上了眼睛, 王氏吓得连忙换他, 林青丸有些心疼, 可浓浓倦意再次袭来, 让他睁不开眼睛, 提不起精神。 心中不由钦佩, 医术的博大精深。 王氏的哭叫声响起, 惊动了正听的两人。 沈默面色一寒, 立即起身往外走去, 林轩景也起身跟上。 怎么回事啊? 林轩景问守在门口的宁香。 宁香红着眼, 小姐说了两句话, 就又睡过去了, 怎么都叫不醒。 第108章怎么办? 林轩景脸色一暗, 涌上浓浓担忧。 怎么会这样? 他喃喃自语, 满是颓然。 沈默眉心紧皱, 似有若无的王李扫了一眼, 薄唇紧敏。 王氏哭得一眼。 红肿又叫了府衣过来看, 诊断结果竟是同之前一样, 看不出什么问题。 沈默一直带到天色暗沉才走。 林轩景将他送到拱门, 叹气道, 表弟, 晚点清醒你也看到了。 你, 你们的婚事, 还是等他醒来再一把。 沈默眸色微深, 没有言语。 林轩景, 你还是慎重考虑考虑吧。 沈默明明纯, 突然道, 表哥, 无论他如何, 沈家都养得起。 你不必担心, 我亦不会改变主意。 先前的话, 你还是与舅舅。 外祖父好生商议商议吧, 过几日我上门提亲。 话若转身离去。 林轩景棱在原地, 他没想到晚点都这样了, 他竟还不肯放手。 无奈值得改道去了寿安堂, 又让人寻了林大爷过去商议对策。 府门外, 沈默站在马车旁, 盯着林府牌匾良久没动, 若有所思。 石灵守在一侧, 面带疑惑。 主子, 可是有什么问题? 沈默回过神, 神色淡淡。 吩咐下去, 全力搜寻江神医的下落。 三日内, 我要知道结果。 还有方才那位大夫, 先将人留在府上, 等找到江神医, 再让他离开。 石灵拱手应下, 但愿不是我想那样。 他苦笑一下, 又看了一眼林府大门, 才回身上了马车。 寿安堂里, 一片沉寂。 几人脸色凝重, 谁都没有开口。 婉姐如今一直昏睡着, 如何能成婚? 总不能背上花轿吧。 王氏脸色发青, 他也不曾想到, 沈默会这般着急, 竟不等林青晚身子好, 全就要下聘成婚。 林老爷子沉申开口, 默哥儿虽已独当一面, 可娶亲并非小事, 也是要经过宗族同意的, 咱们也不必惊慌。 便是沈默同意, 沈家族亲可会因允未来少主, 娶一个病重昏迷之人过门。 林大爷也赞同点头, 父亲说得不错, 如今该着急的不是咱们, 应是沈默才是, 光是沈家族亲那边就够他应付, 何况还有他父亲, 也必然不会同意。 王氏冷哼一声, 大姐夫本来就看不上咱们, 当年定青也是大姐强行定下的, 如今咱们家遗落千丈, 他只怕更看不上咱们了, 何况如今晚姐还带着病。 他话音尖利, 可其他几位男人谁都没有反驳, 脸色算不上好看。 父亲, 而喜觉得, 事到如今, 咱们没必要再紧巴着这门婚事不放, 与其等着被沈家嫌弃, 倒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 把这婚事退了。 我是不放心晚姐嫁过去的, 更何况还是现在这番情形, 沈默身边桃红柳绿无数, 如今少了个斯文晴, 谁知明日会又来个什么人, 到时, 晚姐岂不是任人欺负? 王氏说着就带上了哭音, 人好好的他还不放心呢? 何况如今时常昏睡着, 若是谁想害他还不是轻而易举。 其余几人神色各异, 谁都没有开口。 林老夫人叹口气, 老大家的,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可如今咱们林家今时不同往日, 退婚怕是有心无力啊。 沈家何等亲贵, 他们自己退是一回事, 可被旁人退又是另一回事, 他们怎会允许沈家少主 被一个落魄家族退了婚, 即便是外家, 怕也是不会答应。 一旦发难, 只怕林家无力应对。 听他们在讨论退婚一事, 林轩仅脸色难看, 将沈默的话原原本本附述了一遍。 表弟的意思并无退婚的打算。 不退婚? 王氏气得不轻, 他这会儿倒装的情深, 早干嘛去了? 他若真心带碗简, 怎会一次又一次地羞辱他? 林大爷事实开口, 可如今问题的关键是, 咱们没有拒绝的实力。 若他真能说服沈家族亲让碗简嫁过去, 咱们根本无力阻止。 他长呼了一口气, 面带愧疑。 身为父亲, 连女儿婚事都做不得住, 他心中颇不是滋味。 无力阻止。 王氏拍案而起, 怒火中烧。 大爷, 很早之前我就提过要取消这桩婚事, 你却怎么都不肯。 如今事情闹成这样, 你一句无力阻止, 就想把婉姐推进火坑。 你忘了一脚是怎么死的了吗? 难不成你想, 咱们的婉姐也遭受那样的折磨? 王氏还是第一次当着公婆与儿子的面对, 林大爷发火。 东汉讲究以福为天, 过去他从不会如此下林大爷脸面, 没有分寸。 可他这次实在是气得很了。 婉姐为了救林家, 可是豁出了半条命去的。 林大爷面色清白, 心下亏欠, 可面对发妻指责, 还是生了一丝羞脑。 我何时要推婉姐进火坑了, 你不要胡搅蛮缠,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如今咱们林家示威, 根本没有说不得资格, 这是事实。 你有何可恼的? 或是你有什么办法? 你尽管去做, 我绝不阻拦。 林大爷气得直喘粗气。 林老爷子与林老夫人也是面有不渝, 对王氏的不知分寸有些不愿。 见两人就要吵起来, 林轩锦连忙转环。 母亲, 你消消气, 我知道您担心妹妹, 我们现在不是也在想办法吗? 父亲只是阐述事实, 并没有要将妹妹嫁过去的意思。 他拉着王氏坐下, 缓声劝解。 王氏紧钻着帕子, 眼泪指都止不住。 什么想办法? 说来说去, 不还是怕与沈家为敌, 怕得罪沈家, 牵连家族便想着妥协。 真是白瞎女儿奔波救他们一场。 王氏越想越不愤, 越想越生气。 他心中极其自责, 若是当初他便力排众议退掉这门婚事,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 过了好半上, 林老爷子再三斟酌后, 方沉生问道, 王氏, 你的意思是想退掉这门婚事, 是吗? 王氏点头, 墨根的确有能力, 有手段, 可作为夫婿, 那你可曾替三丫头想好了退路。 王氏一正。 林老爷子又道, 咱们就事论事, 三丫头如今情况不明, 说句不中听的, 若他当真一直如此浑浑噩噩, 你还真能留他一辈子不家不成。 王氏心肩一疼, 没有说话。 沈家虽水深了些, 可毕竟是世家, 底蕴身后旁的人家谁会愿意娶一个这样的妻子? 还是你想折辱他作妾? 王氏慌忙抬眼, 当然不是。 既如此, 事情未明朗之前, 你又闹什么? 林老爷子面色阴沉, 沈家族亲那边还未有定论, 咱们说什么都是白打。 林老爷子花落起身走了出去, 林老夫人摆摆手, 也一脸疲惫地进了李坚。 林大爷长叹口气, 看向王氏神色缓和不少, 王杰尔也是我的女儿, 我一样希望她好, 可如今情形不是咱们所能决定的。 说完也走了, 林轩锦上前扶着王氏回了翠院, 见王氏神色恍惚, 他忍不住道, 母亲, 你不必忧心, 这件事不会一时半会就有定论, 沈家那边要有的折腾, 咱们等着看结果, 在下决定也不迟。 第109章书信, 王氏微微点头, 我知道, 我只是怕, 话说了一半, 堵在了嗓子眼。 林轩锦眸底, 划过一丝苦涩, 怎能不明白母亲未尽之言。 她是怕她与父亲, 为了林家父亲, 再次舍弃小妹, 而如今小妹的情况, 根本就无法在沈家生存。 她垂下眼帘, 声音很轻, 母亲放心, 孩儿虽冷情, 却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不会再利用小妹婚事做法。 王氏听出她的落寞, 心间一疼, 她张了张嘴, 终是不曾说什么。 对这个大儿子, 她虽心疼, 可却少了几分亲近。 女子婚事是第二次投胎, 一个搞不好便是无间地狱。 如今所能依仗的, 就是他们的愧疚 与婉戒拼命救林家的那点情谊。 否则, 只怕婉戒 再无脱离苦海的可能了。 王氏看着大儿子洛基的背影, 其实大公子心底不差的, 以往只是不得已。 奴婢瞧着, 他很疼二公子与三小姐的。 我知道, 王氏收回视线, 目光优远, 可如今也是没得办法。 他唇角勾起讽刺, 你瞧今日老太爷的意思, 话里话外, 不还是怕得罪婶家? 若我不提醒他们婉戒的付出, 怕是已经松了口答应了。 如今, 咱们只能扮演弱者, 让他们没脸说出口, 不能舍弃了婉戒。 赵嬷嬷给王氏倒了杯温茶, 地上, 可您连大公子都算计在内, 他那般聪慧, 等反应过来, 岂不是母子离心? 王氏握着茶展的手泛白, 神色复杂,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婉戒, 走上大丫头的老路。 那样, 只怕比杀了我都难受。 赵嬷嬷抿着嘴, 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只得转了话题。 昨日圣经那边来了信, 您一直在三小姐处守着, 老奴也没拿给您看。 您看, 可要现在拿过来。 王氏疲惫地柔了柔眉心, 拿过来吧, 前几月刚送了东西来, 如今又传信, 别是出了什么事。 赵嬷嬷哀了一声, 去了礼间。 片刻后, 拿着信法递给了王氏。 王氏看着上面的署名, 有些惊诧。 母亲来的信? 当年他远嫁江南, 王老夫人是不愿的, 可耐不住他年少无知, 不听话。 这么多年, 虽时常来往, 却也都是以大哥的名义来信。 他赶忙抽出信法打开, 一目时行看了起来, 随后眼眶缓缓湿润, 看完后, 已是泪流满面。 赵嬷嬷慌忙地上帕子, 问, 可是府上出了什么事? 王氏缓缓摇头, 抬眼看向赵嬷嬷, 又无奈笑了起来, 没什么事, 只是说他近些日子, 身子不太爽力, 思念婉姐的紧, 想让婉姐同一哥一同上京陪陪她。 其余都在责怪他无能, 护不住王家的唯一女娃, 让婉姐受了委屈。 她哪是身子不爽力, 想见见婉姐, 分明是气我没用, 想将人接到她身边去。 婉姐出生就在江南, 祖孙二人从未见过面, 连王氏都不明白, 母亲为何会这般疼婉姐。 赵嬷嬷咪嘴笑了起来, 她不用看都能猜到, 依老夫人那暴脾气, 定时又将夫人好一顿骂。 夫人, 也许, 宋三小姐离开也未尝不可, 至少能暂时缓解眼前的难题, 咱们也可从长计议。 沈家那边, 便以老夫人身子不爽力, 想见婉姐为由, 量她们也挑不出什么错来。 王氏皱皱眉, 摇头道, 可婉姐的身体状况, 怕是不妥当。 若婉姐好好的, 这个方法确实可行, 可如今, 圣经路途遥远, 最快也得行半个月的路, 一路颠簸, 如何能行。 赵嬷嬷叹口气, 没再言语。 第110意外。 深夜, 临府内一片安静, 只与几盏灯笼挂在廊下, 散发出淡淡光芒。 亭宇院中, 凝霜端着一碗温水, 给凌清婉喂下。 小姐, 是要三分毒, 总是伤身的。 你老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凌清婉神色平静, 再等等吧。 你明日让允风出府一趟, 将我病重的事情宣扬出去, 说得严重些。 她拿帕子擦了擦唇角水渍, 几日不曾下床, 脸上带着不见天日的苍白与雷弱。 凝霜点头硬下, 略微迟疑后, 将今日在正厅听到的话转述了一遍。 小姐, 奴婢听着表少爷似乎没有退缩的意思, 若她当真说服了沈家族亲上门提亲, 您不是白白受苦。 凌清婉眉头猝起, 一时没有说话。 凌霜, 小姐, 不然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不可。 凌清婉缓缓缓摇头, 这样只会引起她的怀疑, 咱们在想做什么就难了, 便是如今, 她怕是已经有所怀疑了。 凌霜红着眼, 可您伤寒本就出狱, 这万一对您有个什么不好? 不会很久的, 您让允峰那边下点功夫, 尽量渲染的人尽皆知, 最多三五日, 沈家那边就该有动作了。 凌清婉抬手解下连杖上的兰花落, 卧在掌心, 眸色深沉。 他们总该有个了断, 他有一千个办法了结, 可。 总还是不想连累凌家, 还有那即将科考的二个。 凌霜却以为小姐是在难过, 温声劝道, 小姐, 奴婢瞧着表少爷。 她对您, 还是有几分真心在的, 不若您再给她一次机会, 再试试。 怎么试? 凌清婉抬眼看向凌霜, 嫁她试试吗? 凌霜立即抿上嘴, 不说话了。 女子婚约岂是能是的, 一步, 错可就是万劫不复了, 是她糊涂了。 让允峰小心些, 别让人察觉出端倪。 凌霜浮身硬下。 次日清晨, 凌轩一老早便去庭语院探望。 昨日因沈默地出现不花而散, 她后来听说, 凌轻婉醒了一次, 颇有些懊悔, 赌气离开。 二公子, 凌香浮浮身。 凌轩一点头, 三小姐中间可曾醒来。 凌香缓缓摇头, 不曾, 她脸上染上湿落, 如今如何, 可还是一直昏睡着。 凌香垂下头轻轻应了一声, 你摆上屏风, 我想跟你家小姐说几句话。 凌香有些迟疑, 可想到二公子是亲兄长, 又有屏风挡着, 便也没有阻拦。 一住香后, 凌轩一走进正房, 隔起来, 眼中染上泪意。 若非为了救他们, 拖着病体奔波, 妹妹因也不会病重致辞。 她自小养在身归, 那般惊娇玉贵。 凌轻婉听着走近的脚步声, 闭着眼睛, 洋装昏睡。 晚几儿, 凌轩一轻唤一声, 没有人回应。 她透过屏风, 隐约能看到床榻上躺着的少女, 很是疼惜。 晚几儿, 再过几日, 我就要启程去往圣经科考了。 她声音很轻, 有浅浅期待, 也有丝丝落寞。 若你能送我, 想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也能安心地奔前程, 做你口中能融会贯通的好官。 林轻婉静静听着, 很是无奈。 心下真怕她牵挂影响科考, 可想着因能尽快解决, 便忍着没有出声。 林轩一沉默下来, 一直在屏风后坐了很久, 躺得林轻婉浑身发酸, 却不敢挪动。 又过了好一会儿, 林轩一才缓缓起身。 你在家养好身体, 我定会努力考个功名回来的。 说完走了出去, 他暗暗立誓, 要努力, 不再让之前的事情重演。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无能无力。 宁香撤掉屏风。 宁霜走上前, 扶起林轻婉, 叹气道。 二公子这些日子, 每日来一趟, 当真是疼爱小姐, 奴婢瞧着他担忧的模样, 都有些不忍。 林轻婉笑笑, 二哥赤子之心, 的确很好。 他盼他高中, 盼他清廉高节, 保持初心, 不被官场的恶俗所熏染。 林轻婉用了一小碗粥。 允风可回来了。 宁霜手一顿, 眉间染上凝重。 回了, 就是中间出了点意外。 第111章兄妹谈话。 林轻婉豁然抬眼, 意外? 可是被人发现了。 宁霜点头又摇头, 是也不是。 允风在外面碰到了大公子的暗卫, 轻语。 若他有一戏茶, 大公子定是会知道的。 小姐, 若大公子那边知道, 会不会强迫您嫁去沈家? 林轻婉听后往后靠去, 神色复杂, 一言不发。 隐蔚的实力, 他从不怀疑, 如今只能看大哥的意思了。 时间转瞬, 又过去三日。 柳家的帖子被王室推掉后, 柳江云又上门探望林轻婉一次, 只是他一直昏睡着, 坐坐便离开了。 林家最近发生的事情, 本就在风口浪尖上, 林轻婉的病重, 更加成为了江南茶余饭后的谈资, 更有甚者称他, 已是将死之人。 林轻婉一直有一些忐忑, 可好在林轻婉那边并未有任何动作, 才稍稍放下心来。 可让他更忧虑的是还没解决, 就是沈家那边。 本来他病重的消息传出, 家之灵。 家如今窘境, 沈家族亲那边肯定会压制沈默退亲才是。 可如今, 沈家那边竟没有传出丝毫消息。 不过, 前几日说要上门提亲的沈默, 也一直没有动作。 想来, 沈家英是还在拉锯盏。 林轻婉手中拿着那日马车上, 沈默送他的那根白玉兰花簪, 正在失神, 门外便响起了宁香的剑里声。 他捏着玉簪的手一顿, 脸上划过紧张, 竟是大哥, 他怎么会来。 一瞬间, 他心头思绪万千, 在宁霜的安排下, 赶紧躺好闭上眼睛。 一住香后, 屋内摆上屏风, 沉闻有力的脚步声走了进来。 隔着屏风, 林轻婉遥遥望了眼床榻上的朦胧身影, 薄唇微敏, 吩咐宁霜。 你们都先退下吧, 我有话, 想与你家小姐单独聊聊。 宁霜心中一沉, 扭头看向床榻上昏睡的小姐, 手心冒出了细汗。 林轻婉不着痕迹的皱皱眉, 手指微动了一下, 宁霜这才硬声退下。 又打发了院子中的丫鬟, 与宁香守在了门前。 林轻婉聊起衣袍坐了下来, 一时没有说话。 林轻婉小手紧攥着床单, 很是紧张。 沈家族卿昨日上门逼沈默退婚, 她不答应。 林轻婉端起茶盏, 不急不缓地开口。 如今双方还在僵持之中, 沈默的态度这次尤为坚决, 只怕沈家族卿退步的可能大些。 林轻婉听后豁然睁开眼睛, 眸底寒光一闪。 不曾想到, 事情已经演变至今, 她竟还不肯退婚。 这, 不像她的形式风格。 林轻婉透过屏风淡淡地望着床上人影。 你是不是奇怪? 沈家族卿都是元老, 为何不能牵制沈默? 林轻婉不语, 她会这么做, 依仗的便是沈家族卿的利益至上, 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沈默娶她。 只要他们出手施加压力, 那么, 以沈默看重家族的程度, 定然会退步听从。 沈默虽只是少主, 可自她八岁起, 沈府大小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 十二岁后, 更是掌控了沈家近半数人脉家财, 她又是个有手段的, 发展至今, 她与沈家的话语权, 可想而知。 若她当真下狠手整治, 元老也是可以随时下台的。 林轻婉紧小口抿着茶, 沈英听不出什么情绪。 而林轻婉知晓, 大哥怕是已经知道她在装病了, 只是不知她是怎么个意思。 同样作为家族培养的继承人, 在沈家的局势上, 没人比她看得更清楚, 林轻婉对她的话并不怀疑。 那大哥意思呢? 可是也想让我嫁过去。 她声音淡淡, 突然问道。 林轻婉紧抿茶的手一顿, 眼底划过失落, 却没有接话。 心底很是难受, 她该是让小妹多失望, 才会用这种伤及以身的办法抗争, 一面却又不想连累林家, 连累他们。 依照眼前局势来看, 婚事是退不得的, 但沈家族卿倒也能牵制沈墨一段时日, 可你却是不能总服药装病。 沈墨已于昨日寻到了江神医, 怕是已经有所怀疑了, 咱们不能等她查出来, 否则一旦知道你安好, 她会立即压制沈家族卿, 将婚事提上日程。 林轻婉也坐起了身, 听后沉默不语。 如今看来, 装病的确行不通了。 难不成就让她认命, 她却又心有不甘。 林轩紧瞧着她垂着头的影绰失落模样, 无奈叹口气, 唇角却勾起淡淡笑意。 壮若无意开口, 前几日圣经来了信, 外祖母身子不爽力, 想接你进京侍奉一些时日。 林轻婉猛然抬眼看了过去, 眼中染上星点萤火。 林轩紧站起身, 你尽早做决定, 莫等得沈莫腾出手来, 怕是一切玩意。 林轩紧抬脚欲走, 林轻婉慌忙下床出声, 大哥,我愿意, 我去圣经。 林轩紧听后沉默半上, 才道, 那便收拾东西, 明日一早便与你二哥启程。 林轻婉攥着衣摆, 轻声说了句谢谢, 是她小人之心了。 她一直都想如此, 可过去身不由己。 林轩紧回身见她赤脚站在地上, 眉头微醋便是没病, 也要当心身体。 风寒刚好了几日, 赶紧回床上去。 林轻婉垂头看了眼光着的脚, 脸上一红, 硬了一声连忙回了床上。 邱为之放榜, 分配官场, 大约倒至东上了。 你便先留到年关, 这边我会想办法的。 半年的时间, 她会想尽一切, 退掉婚事。 大哥, 咱们凌驾如今落魄, 还是不要与她为敌。 想到您双提的沈默的话, 林轻婉心下很是担忧。 沈默虽薄情, 不是良配, 可不可否认, 她却是一个极有手段谋略之人, 便是林家鼎盛之妻, 大哥怕也不是她的对手。 撇下林家走, 她心下总存了几分愧疑, 沈默早晚会知晓她装病, 到时岂不是给林家带来麻烦。 林轩紧笑笑, 你放心, 我有分寸。 再如何, 林家还是她的外祖, 她不会针对林家做什么的。 你准备东西吧, 我去阿姆那一趟。 林轩紧说完不再停留, 转身走了。 宁霜撤掉屏风进来, 脸上带着欢喜。 第112章启程。 小姐, 您去了圣经, 就能躲过婚室了。 她很是高兴, 这些日子小姐服药, 让她每日都胆战心惊, 生怕出了差池。 只怕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林轻婉却没那么乐观, 如今不过是权衣之计, 她心中更是担心林家。 大哥的话只是安抚她, 与沈默相交多年。 她却是知道, 外家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 根本不会成为她手下留情的原因。 宁霜见她心事重重, 抿抿嘴也不再多话。 林轻婉, 去收拾东西吧, 不必太多, 越简单越好, 晚会儿再熬了要来。 宁霜正住, 小姐, 咱们不是要去圣经吗? 您为何还要吃药? 林轻婉先开紧背下床, 大哥替我遮掩, 咱们才要更加小心, 阿母那边不怕, 祖父, 祖母那却是要继续装下去的, 不能让大哥难做。 她将兰花玉簪放于装霞最下层的抽屉里, 脸上挂上冷意。 从此以后, 前尘救梦尽数舍去, 她要掌控属于自己的人生。 哪怕前路荆棘, 她不回头, 谁都不可再强迫了她去。 宁霜叹口气, 只得下去准备。 这一夜, 她彻夜难眠, 辗转反侧。 天刚破晓, 划开一丝暗沉, 庭语院便有了人声, 宁霜在外叩门, 小心问道, 小姐, 您可醒了? 嗯, 可是有事。 听到小姐答话, 宁霜才推开房门走进去。 小姐, 大公子派人传话, 说是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二公子如今就等在后门, 宁若是起身了, 便即刻启程。 林青丸起身, 看向窗外沉沉天色, 喃喃出声, 怎会这般仓促? 她心中有些不安。 大公子可还说了旁的, 或是府上可有什么事发生。 宁霜摇头, 传话的人只催促咱们紧快, 让动静小些, 误扰了寿安堂那边休息, 别的什么都没说。 林青丸听后沉默下来, 没有动弹。 宁霜有些局促, 试探问, 小姐, 咱们走不走? 没了片刻, 林青丸抬眼, 当然走。 你与宁霜先将东西搬上马车, 我洗漱梳妆后就启程。 宁霜哀了一声, 匆匆出了门。 东西都是提前一日收拾好了的, 按照林青丸的吩咐, 只简单收拾些细软, 二人一趟就送过去了。 宁霜端着汤药进来, 再劝道, 小姐, 如今天色还早着, 什么人都没有, 这药, 不如便不喝了吧。 林青丸往记中沾了一根普通玉钗, 又往唇上擦了些粉, 显得整个人更加雷弱不堪, 满脸病容。 她照了照同镜, 很是满意地站起身。 江南是沈家的弟姐, 还是小心为上。 她伸手接过汤药引进, 不过虚余, 头脑就有些昏沉起来。 宁霜与宁霜扶着她往府门去。 她只隐约看到, 王氏一袭暗色衣裙, 红肿担忧的眼睛便双眼一闭, 昏睡了过去。 一根儿, 你可一定要照看好你妹妹, 路上不必行太快, 切勿走小道, 要以安全为主。 林轩义郑重应下, 王氏擦擦泪, 好了, 别磨蹭了, 快走吧, 别再耽误了。 林轩义深深一礼后, 回身上了马车。 她摇摇望了眼拐角处的暗影, 薄唇紧敏, 片刻后, 她忽然放下车帘。 走吧。 马咕噜缓缓转动, 发出吱鸦吱鸦声响, 往江南城门的方向行去。 王氏捂着嘴, 气不成声。 赵嬷嬷扶住她, 夫人, 三小姐此时离开是好事, 至少能暂时将婚事割下, 老夫人又那般疼她, 不会有事的。 王氏摇摇头, 我只是心疼她。 是我这当娘的没用, 若非锦哥儿, 还不知道她进。 她重重叹了口气, 庞家嫁女欢天喜地。 咱们去。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是林家示威, 护不住她。 声音渐渐远去, 赵嬷嬷扶着她回了院内。 拐角处, 林轩锦立在那里, 面色平静, 瞧不出什么情绪。 沈家那边如何了? 她收回视线, 回身问身后的清语。 清语蹴着眉, 表少爷昨夜积压了沈二长老, 以贪污腐化之名, 要将之除除宗族。 石灵他们还在彻查那些, 族亲近年的账目。 如今沈家族亲人人自危, 已经无人再敢提起反对婚事。 林轩锦淡淡应了一声, 毫无意外之色。 能坚持四日, 已是沈家族亲的极限了, 只怕今日就会有定论了。 清语很是心疼大公子, 更加担忧。 表少爷好不容易摆平沈府家事, 回头竟发现, 三小姐走了, 肯定会发怒。 届时, 若他发难, 林家如何抵挡, 又是自家公子送走的三小姐, 肯定守当气冲。 府上老太爷知晓后, 也会怪罪到公子头上, 各方压力, 公子要如何周旋。 公子, 你送走了三小姐, 表少爷那边。 无碍。 林轩锦台步往府内走去, 副手而立的背影挺拔修长, 却透着思思孤寂。 他的妹妹临走前, 还在服药, 为他考虑, 他如何能再做一个冷血无情的兄长。 林轩宛醒来时, 已是两日之后, 马车晃荡得厉害, 令他头脑发昏, 隐隐作痛。 小姐, 您醒了。 宁香红灼眼盲, 将他扶了起来。 您可还有哪里不舒服? 头疼不疼? 强烈的阳光照进车厢, 令林轩宛不舒服地闭了闭眼。 他揉揉太阳穴, 问, 我睡了多久, 现在到哪了? 宁香抿抿嘴, 声音有些暗哑。 小姐睡了两日了, 如今刚出江南地界不远, 两日就已出了江南。 可见, 车队一直日夜兼程, 令他更加怀疑, 大哥如此仓促, 送他离开的原因。 宁香坐在车外, 听到林轩宛醒来, 也连忙起身走了进去。 他先把锅卖, 才长长松口气。 小姐, 你吓死奴婢了, 以后这要是万万吃不得了。 原本服过解药两个时辰就该醒的, 林轩宛却是生生睡了两日, 吓得他们提心吊胆。 若非他脉搏正常, 宁霜就要以死谢罪了。 林轩宛笑笑没说话, 也许是连着坐马车的缘故, 令他浑身酸软没有力气, 可心底却无比地轻松快意, 瞧着精神反倒不差。 如今已入下暑, 阳光有些炙烈, 可初出入暑, 天气倒还不算太热, 一路郁郁葱葱, 很是喜人。 只是他们忙着赶路, 几乎没时间游完, 林轩宛闷在马车里, 日复一日地欣赏着沿路风景, 虽无聊, 却也惬意。 第113章乞丐 几人轻装减刑, 又紧着赶路, 不过十日左右就到了圣经。 小姐, 再有一日, 咱们就能抵达圣经了。 宁霜深深僵硬地胳膊腿, 坐了十日的马车, 可真不是好受的。 林轩宛正垂头看着先前与林轩宜 一起选来的杂技, 文言抬眼往车外看去, 一半欢喜, 一半愁。 离了江南, 他心中从未有过的自艺, 可林家那边迟迟没有消息传来, 令他同样忧心不已。 此时天色已略微暗沉, 林轩宜身边的小四来问, 小姐, 前方有一处城镇, 咱们是在那落脚, 还是直达圣经? 其实是问他, 身子可还能扛住。 林轩宛笑笑, 直接进京吧, 一人而已, 我可以的。 小四文言, 硬下去回话。 宁霜收掉书本, 天色太暗, 看书伤眼睛。 林轩宛揉着眉心往后靠去, 淡淡应声。 小姐, 您明明那么疲惫, 为何不歇一晚再走呢? 也不差这一晚的。 他们一路紧赶慢赶, 几乎都没怎么好好休息。 小姐的俏脸, 更是肉眼可见的小姐, 宁霜很是心疼。 林轩宛听后轻声解释, 虽说圣经繁华, 治理严明, 可越是压制的地方, 就越可能有反乱, 以防万一, 还是不要停留, 一日而已, 等到了圣经, 想怎么休息都成。 难不成天下脚下, 也敢有人滋事? 宁霜有些不敢相信。 宁霜一笑, 小姐聪慧, 听小姐的准没错。 马车继续往京内驶去, 夜深人静, 四处都静悄悄地, 只与马车碾压过路, 发生的枝压声, 夏季清风徐徐, 吹散了白日的闷热。 车内, 宁霜正举着油灯, 看林轻婉与宁霜下棋。 走这里吧。 宁霜指着一处, 冲宁霜说, 宁霜摇摇头, 不妥, 会被小姐吃掉的。 宁霜扯扯嘴角, 你走哪里, 都得被小姐吃掉, 不会是早输晚输的区别。 说是也是, 宁霜叹口气, 有些颓然。 小姐, 你也让奴婢赢一回啊, 奴婢被您杀得头昏眼花, 脑子都混沌了。 下了那么多日, 她就从没赢过, 除非小姐放水, 她才能坚持的时间长些。 宁霜笑着打去, 你自小便跟着小姐耳濡目染, 怎地连小姐三分本事都没学到。 宁霜叹叹手, 满脸无奈, 正想开口, 外面却突然响起嘈杂声, 随即是马的思鸣。 嘘, 允霜用力扯住缰绳。 小姐小心, 坐稳了。 允霜扬声提醒, 可以为时已晚, 宁霜手中油灯被打翻, 撞到车窗上滚落在地。 林清婉也因惯性摔到后脑, 又往前栽去。 小姐! 宁霜, 宁霜奇奇出声, 谋底尽是慌乱。 他们纷纷伸手去拉小姐的衣袖, 还好反应够快, 才及时拉住她, 没摔出车厢。 林清婉感觉头上一阵温热, 有什么液体缓缓流下, 她伸手摸了摸额头, 留下指尖一片鲜红。 宁霜惊呼出声, 小姐, 宁头流血了。 林清婉被撞得头脑发昏, 后脑处疼得厉害, 鲜血流入脖梗, 湿了衣领, 从双鬓流下, 看起来害人极了。 宁霜吓得浑身发抖, 慌忙掏出紧帕给她擦拭。 没用的, 你先让开, 我给小姐上止血药。 宁霜慌忙翻着车厢中的小盒子, 从中拿出了一小瓶药粉。 外面嘈杂声不断, 似有人哭喊, 有人哀求, 甚至还有婴孩的啼哭声。 林清婉扶着头, 吩咐宁霜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宁霜道, 小姐, 你伤在后脑, 有头发遮掌, 奴婢得给您卸了拆还才行。 林清婉应了一声, 拿帕子不停擦拭着脸上流下的血, 车板上留下一片褐色, 车厢, 车帘上都血印子, 瞧着十分吓人。 拔下玉簪, 三千青丝滑落下来, 宁霜小心地剥弄头发, 将伤处露了出来。 她撕了一声, 指尖有些轻颤, 怎会伤这般重。 她边说边打开药瓶, 直接将药粉倒了上去。 一刻钟后, 宁霜匆匆回来, 脸上还带着油味散去的惊怕。 宁霜仍在, 宁霜用白色纱布将她脑袋缠上, 三千青丝披散至腰身, 在黑夜中有些骇人 又带着几分病骨之离的雷弱。 宁霜咽咽口水, 小姐, 您没事吧? 林清婉文言抬眼, 隐隐月光下, 娇俏的容颜白如轩指。 眉眼尽是失血后的倦怠。 我没事, 你方才不是说出事了, 究竟怎么回事? 外面嘈杂声依旧, 时不时夹带着小孩的哭声, 哭声悲戚无助, 在黑夜中净显哀鸣。 提起外面场景, 宁霜脸色有些发白。 是乞丐, 他们有老有少, 大约有三四十人, 他们拦住了马车不让走, 一直跪在地上哭, 要二公子施舍鞋吃的给他们。 林清婉醋眉, 乞丐, 天子脚下, 还在这荒山野岭的, 哪来那么多乞丐? 想着, 他脸色突然一变, 忙拉住宁霜问, 那二哥可曾给他们了? 宁霜摇头, 还不曾, 他们人数众多, 咱们吃食有限, 二公子正在想办法。 林清婉松口气, 起身下了马车。 宁霜拦住他, 小姐, 二公子不让您过去, 那些乞丐虽不是穷凶极恶, 可瞧着是恶得狠了, 很容易失去理智的。 若非有林家护卫挡着, 他们见轻易逃不着好, 怕是早就冲上来抢了。 没关系, 我有分寸哪。 林清婉直接往前走去, 允风怕出意外, 连忙拿了配件跟上。 几时帐外, 哭叫声一片, 在寂静的夜里, 显得尤其甚人。 林家小司举着火把, 抚卫纷纷抽出长剑, 将马车护在身后, 把那群乞丐与林家车队隔绝开。 林轩一副手站在一旁, 神色很是凝重。 地上乌鸦压跪了一地, 不停地磕头求着。 林清婉醋眉看去, 说衣衫凌乱都是青的, 那些人几乎衣不避体, 头发乱糟糟的, 脸上黑漆麻黑, 看不清长相。 他醋眉看了一圈, 就外表来看, 他们的确与街边的乞丐并无二样, 最后将目光定格外最前方的妇人身上。 他身上脏兮兮的, 可谓瘦骨凌循, 他紧紧地抱着手中啼哭不止的婴孩, 脸上带着稀迹, 不停地磕头求施舍, 给他一些吃的, 额头已经红肿, 却仿佛根本感觉不到疼一般。 第114章乞丐 一片嘈杂中, 林轩一回身看见他,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连忙走过去, 你头怎么回事, 怎腰流这么多血? 他看着林轩婉衣裙上的血字, 魂都吓飞了一半。 没什么, 就是不小心磕到头了, 破了个口子, 不严重。 林轩婉略略解释两句, 又问, 这些人, 二哥打算怎么处置? 林轩一醋眉, 咱们车上带的吃食不多, 我的意思是, 不如就先分给那些老人与孩子, 总不能看他们饿死不是? 林轩婉默了默, 二哥可曾问过, 他们是什么人? 问了, 他们说是南边来的难民, 家里太穷, 一路要犯到这里的。 南边来的? 林轩婉威正, 五王封地的。 林轩一点头, 脸上带上愤然, 五王生性残暴, 更是在夺敌失败之后更加狂力, 不仅在当地强行征兵, 还抢老百姓的粮食财物, 简直荒无人道。 可惜, 朝廷分身乏术, 疼不出手收拾他, 新帝刚刚临朝, 前庭后宫不稳, 不是以此时再起战火。 林轩婉静静听着, 看着跪在地上的那些百姓, 心中却有别的心思。 五王若当真如此慌道, 那他们是如何逃出来的? 五王封地几万子民, 又怎么只逃出他们区区几十人? 林轩一听后, 也皱起眉, 看向地上的那些人。 当年五王带三万残兵逃到封地后, 就以驻兵死守住了城门。 他们自耕自重, 自给自足, 几乎从不与外界接触。 朝廷也在夺敌之战中损失惨重, 才会对此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会在五王向外伸手之时, 在出手处置, 连朝廷都不会轻易动的人。 这些普通百姓, 又怎么可能轻易逃出来? 这里是天子脚下, 突然涌出这么多难民, 很是奇怪。 二哥, 还是要小心处置方可。 林轩婉轻声提醒, 朝廷最不缺的, 就是尔虞我诈。 谁知会不会阴差阳错, 捅了哪位高官的马蜂窝。 此时, 林轩婉也回过未来。 妹妹说的是, 方才的确是我考虑不当了, 既不可能是五王封帝的百姓, 那他们勇往圣经, 寓意何为? 这里距离圣经不过百里之地, 城门官员是不知道, 还是故意纵容, 听之认之, 或是想让他们活活饿死。 他们不肯说出真正实情, 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林轩婉心底爬上一丝寒意, 林家已是多事之秋, 他万不能再招惹是非, 给外祖父添麻烦。 可看着那瘦的皮包骨, 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孩童, 他还是心中不忍。 只得换了身旁小丝同目待人, 将他们驱赶走。 二哥, 必要时刻, 让他们用点武力, 否则那些人是不会走的。 林轩婉语气平静地提醒, 对这种将死之人, 他们没什么怕的, 只有绝对的压制, 才能让他们, 有些许理智与俱矣。 林轩一微微点头, 又怕侍卫们下手不知轻重, 真的伤了人命, 只得硬着头皮亲自上前指挥。 小姐, 他们真的很可怜。 宁香抿着嘴, 滴滴说, 嗯。 林轩婉淡淡应了一声, 转过身看向无尽黑夜, 不想再看。 他们的确可怜, 尤其是那些孩子, 有的甚至还在抢保, 可是, 他们没能力救, 也不能粘手。 林家落魄, 他们兄妹一世寄人篱下, 他们不能没有分寸。 自意良善, 其实就是拎不清, 自己没能力解决, 却还要给旁人添麻烦。 宁香扭头看着那些人, 被林府侍卫用长剑逼退。 那名抱着孩子的妇人, 额头磕得近视血, 他甚至用手沾了血, 为怀中的婴儿。 他眼眶微微发红, 心里很不适滋味。 宁霜看到他这样, 面无表情地开口。 他们的问题, 根本不是一些吃食能解决的。 二公子一旦发善心给了他们吃食, 他们就会拿捏二公子的善心, 赖上咱们, 一时住行, 咱们如何处理? 小姐的法子, 瞧着虽不尽人情, 却是最好的办法。 这世上无论什么人, 都会欺软怕硬。 你以为若不是咱们有护卫护着, 他们会跪地恳求? 怕事早就上来硬抢。 扫荡一空了, 额到极致, 人肉他们也是吃的。 林青婉叹了口气, 不说话。 显然, 在这些世上, 宁霜要比宁香看得清楚透彻。 宁香虽沉稳, 可自幼跟在他身边, 见到最可怜的, 也不过是路边的乞丐, 不曾食过人间疾苦。 而曾经历过人性本恶的宁霜, 却是明白其中危险。 宁香抿着嘴不说话, 却显然有些不相信。 与宁霜相处数年, 对他的了解, 便是两不二字。 宁霜看了宁香一眼, 道, 我知晓你, 肯定又要觉得我没人情味, 总爱将人往最阴暗处想。 殊不知, 于穷途陌路之人, 没有什么比他们想活下去的心更重要。 所谓的人性伦理, 都是放屁。 宁霜抬眼看向宁霜, 眉头微醋, 你说就说, 怎的还带上脏话了, 小姐面前, 没得分寸。 宁霜别别嘴, 没吭声。 林青晚叹气, 一个看人总以罪恶出想, 一个看事总往最善出想。 好了, 别斗嘴了。 他回过身, 哭喊声已经渐渐停住, 许事护卫们姿态太过强硬, 那些人脸上带着巨异, 一步三回头地往边上散去, 只与一个七八岁的孩童, 气息微弱地躺在路中央缩着, 像是没有力气起身。 林轩一眼下谋中不忍, 命同目将人挪置路旁。 道路清干净, 林轩一下令继续启程, 林青晚上了马车, 车队继续往前行驶, 护卫们抽出长剑, 以震慑那些难民。 马车刚刚转动, 人群中却突然响起了一声高鹤, 尖力无比, 瞬间煽动了本已安静下来的难民。 他们有吃的, 乡亲们, 他们有吃的, 快, 快抢啊。 他的一句话, 难民们瞬间蜂拥而上, 将马车团团围住。 本来不过三四十人, 如今却是又从四面八方涌来数百人, 起起眼冒绿光地看着马车。 林轩晚心中一沉, 猛然挑起车帘看去。 竟是之前那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少年, 他手中举着一块饼子, 另一只手紧紧地攥住童木, 高喊着让人去抢。 是童木给他的。 宁霜沉生说。 第115章 硬抢。 童木此时面无人色, 被难民挤在最后面, 又因那少年牢牢攥住他的衣摆, 挣脱不得。 乡亲们, 不用怕, 他们不敢杀我们的。 我们一起上, 拿到吃食就能活命了。 人群中走出一名青年男子, 他瘦得厉害, 双眼却炯炯有神, 看着林府的车队仿佛盯着一块肥肉。 他话音落下, 数百难民疯了般冲了上来, 侍卫又不敢真的伤了他们, 手指长剑反倒处处受制。 那些人见林府侍卫果然不敢杀他们, 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起来。 连先前瞧着半死不活的老人, 也如打了鸡血般不要命地往上涌。 允风打退涌上来的几个难民, 冲马车道, 小姐, 您小心车窗附近, 外面有属下手着。 车队一时乱成了一团, 难民吆喝的声音响着, 有一部分人先截了装行李的马车, 翻出食物后, 就如狼似虎地啃了起来。 其他没找到吃食的难民, 见了更加疯狂, 不顾一切地往马车上冲去。 连侍卫们都被他们硬挤了出去, 看着疯狂的百姓不能拼命, 值得无可奈何地看着。 林轩义着急地大喊, 清婉, 清婉, 你小心线。 他急得额头尽是细寒, 却根本挤不过去, 林轩婉的马车在最后面, 与他隔着不近的距离。 这些难民说是土匪也不为过, 连他身上的玉佩都被他们硬抢了去, 根本就没有什么伤不伤人的观念。 宁霜手中拿着一个檀木盒子, 将那些从车窗处伸进来的胳膊重重砸出去。 宁霜同样护着林轩婉, 抄东西打着车窗伸进来的胳膊手, 怎么会这样? 不就一个饼子, 他们怎么跟疯了一样? 看着那些人不顾生死的疯狂, 宁霜简直不敢置信。 因为咱们先释放了善意, 让他们知道了咱们的底线,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林轩婉冷声道, 若他们是穷凶极恶之人, 这些人断不敢不要命地扑上来。 那些难民是早就隐藏在此处的, 故意派了队伍里最弱小的人来博同情, 让他们前来探路。 若他们心存良知, 定不会杀害他们这些可怜难民, 那他们就敢放开手脚硬抢。 不过是吃定, 他们不会伤他们性命。 小姐,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咱们的马车都会被他们拆了的。 宁霜喘着粗气说, 车外的允风也已略显吃力。 他虽武艺不凡, 可耐不住这些人不要命, 又人数众多。 林清婉眉宇冷宁, 紧攥着帕子的手, 尽是戏汗。 如今, 马车已被那些人围住, 他们吃定他马车上有吃的, 如今便是将所有东西都扔给他们, 他们也不会把羞。 谁也说不得, 他们会不会伤人。 林清婉垂头看着自己身上的华服衣裙, 眸色慌张, 若他们硬抢。 碰。 车壁从外面被强行掰断, 马车晃荡得厉害, 又是旷的一声响, 一边车壁被那些人生生拽开, 无数只手伸了进来, 四处摸索着。 小姐。 宁霜。 宁香两个丫鬟将林清婉互助往另一边车壁躲去。 小姐, 不如咱们先出去吧。 宁香建议道。 宁霜立刻, 不可。 小姐身上都是值钱的东西, 出去会被他们围住的。 宁霜说的含蓄, 林清婉却是知道, 那些人只怕连他身上的衣裙都不会放过, 他一介规格女子。 若被这些难民撕扯, 他不必入京, 直接就地抹脖子就是了。 他抿着嘴, 满心惊怕, 对方太过疯狂, 人数又多。 他们三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根本毫无抵抗之力。 他浑身都有些轻颤, 正拼命想着对策, 另一侧车壁也被那些难民扯掉。 仅剩的遮挡物被拽下, 林清婉立在车板上就那么陆于人前。 马车旁的难民们先是愣了愣, 随即你争我抢的, 去抢那些盒子相拢, 而没抢到的人则将目光放到了林清婉的身上。 紧断衣裙绣花鞋上的冬珠, 翡翠玉镯, 宝石而坠, 赤金香白玉项圈, 渐渐都飞反品。 有人率先伸手朝林清婉裙摆抓去, 却在即将碰在衣裙之时, 一道破空声搜的袭来, 将那只黑色的手直接穿透, 钉在了车板上。 那人发出凄厉的哀嚎, 令吵闹不休的难民有了片刻寂静。 整齐华裔的马蹄声, 游远极近, 露出了为首之人面若寒霜的清俊容颜。 周木手持弓箭, 阴冷的眸子不带一丝感情。 黑甲为首执尖刀, 从四周散开, 将那些难民齐齐围住, 浑身散发的冷沙之气, 令那些难民停住动作, 心生俱异。 也有人小心试探, 认为这些人与先前林府之人一样的假把式, 不过是糊弄他们。 林清婉所在的车板上, 后面有一个散落的油纸包, 里面装着的桃酥糕滚了出来, 是先前的一个老者抢到的。 只不过, 他此时被身旁人穿透的手掌震住, 不敢乱动。 此时, 有人缓缓伸手, 探向那桃酥糕, 脸上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惯是他们爱用的计谋。 旁的人见他摸到糕点, 都有些蠢蠢欲动, 不曾想, 下一瞬, 那俊俏的不像话的男子, 拉弓射箭一气呵成, 毫不留情地射出, 刚将糕点塞进嘴里的那人, 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 便倒在了血泊中。 人群瞬间慌乱起来, 有人发出恐惧的叫声, 却再无一人感动一下。 林青晚看着脚边的血迹, 右抬眼看向前方清冷如月的男子, 有些恍惚。 竟然是他, 周牧, 他怎会出现在这里? 来不及细想原因, 他常常呼出一口气, 玉手松开, 手心的戏汉被威风拂过, 凉爽松快许多。 周牧遥遥望了少女一眼, 唇角的轻笑, 眼在月色下看不真切, 谋底是得偿所愿的惬意。 下一瞬, 他抬眸转向四周, 止于冰冷的寒意。 想死的, 再动一下, 本世子送你们一程。 声音冷如冰炸, 数百难民将立原地, 无人敢动一步。 有那两人杀鸡儆猴, 他们毫不怀疑, 眼前清冷男子的威胁, 更因他那一身煞气, 让这些抢惯了东西的难民知晓, 此人心狠手辣, 什么都不是。 林轩一棱在原地, 反应过来眼前人是谁时, 连他都不禁胆寒一瞬, 正欲咬牙上前打声招呼, 却不想那人竟掠过他, 直接往前走去。 周牧不看旁人, 只密谋盯着车板上青丝散乱的少女, 见他头上被白布包裹, 染上血红, 谋底瞬间沉暗下来。 他一家马腹, 往少女所在的方向走去。 第116章麻烦 林轩婉心口狂跳, 忙扶身见礼, 名女参见周世子, 他微微垂着头, 不看男子的脸。 不由想到四合院里, 他沉着脸让自己滚的场景。 对这人, 还是能避, 则避得好。 周牧见眉一挑, 眸中染上不渝。 这丫头, 对他倒不是一般的记仇, 对那沈家郎也不见他如此。 心中永上不舒服, 他清冷开口, 起来吧, 瞧那伤的, 可别一头栽下来, 再讹上本世子。 林轩婉, 他面色微恼, 这人说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刻薄难听。 不过人家刚救了他, 如今想出困境, 也要指望着人, 他只得压下不渝, 垂着头没有接话。 周牧从他缠着白布的头上收回视线, 眉心促起, 夹带着烦闷。 明明是关心的, 怎地出口又成了阴阳怪气。 不由想到林霄的再三嘱咐, 他眸色又沉了几分。 显而易见的低气压, 让林轩婉有些不解。 他暗暗瞥了眼周牧, 嘴角微扯。 嘴那般阴损, 自己都不曾说什么。 他竟然还不高兴上了, 真是个怪人。 周牧猛地掉转马头, 将马停在车板旁。 他伸出手, 冷冷道, 走吧。 林轩婉望着他伸出的大手, 冷了愣。 去哪儿? 自然是。 圣经, 不然你想走回去。 林轩婉看了眼被撕扯得不成样子的马车, 心里默了默, 可坐周牧的马。 他不敢。 周牧手举着, 剑眉威拧, 不愿意。 声线拉长, 透着显而易见的不高兴。 林轩婉咽咽口水, 我二哥哥还在, 还有我的丫鬟他们。 用不着你操心, 我的人自会安排, 待会儿金赵府影那边会过来收拾残局, 你莫不是想等他们过来。 名声不想要了。 规格女子遇上难民, 马车又被撕毁, 说他不曾被那些人沾了身子, 谁会相信。 林轩婉捏紧帕子, 怕是他还不曾进圣经, 便也丢进了外祖父的脸。 周牧也不着急, 就那么等着少女权衡, 做决定。 林轩婉长呼一口气, 满是戏汗的小手伸了过去, 如此, 就劳烦周氏。 啊, 他道谢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人拉住手背, 一个用力扯上了马背, 吓得他脸色一白, 惊呼出声。 反应过来时, 马已经飞奔出去了树杖之外。 林轩婉只觉一道残影快速掠过, 他的妹妹就没了踪影。 他脸都白了, 轻婉, 周氏子。 他刚往前两步, 便被一个目着脸的男子拦住了去路。 林二公子放心, 我家世子会将林三小姐安全送到王家府邸。 这是问题关键吗? 林轩婉有些气愤, 男女有别, 却共成一计, 还是植入圣经。 他妹妹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况且, 还有婚约在身, 旁人只会说清婉以身不休。 林峰是个直肠子, 自然不知这眨眼功夫, 林轩婉心中已经打了无数个弯绕, 林霄却是知道他心中癥结所在。 好心提醒, 林二公子不必担忧, 几十里外, 我家主子已备了马车。 稍后经兆福尹那边会来问案, 我家主子也是为林三小姐鸣声着想。 林轩婉听完松了口气, 拱拱手, 如此, 便多谢各位出手相救, 有劳了。 不谢不谢, 我们也没安好心, 各有所求嘛。 林峰忙拉了拉林霄的衣袖, 示意他闭嘴。 林霄这才发现自己说吐鲁嘴了, 见林家二公子一脸茫然, 他忙着补到。 我们, 外出办公室, 碰巧遇上, 碰巧遇上。 林轩婉压下一律, 拱手寒暄几句。 一刻钟后, 金兆福尹也带人赶到了, 看到这幅场景, 脸都轻了, 有想立即扭头走人的冲动。 林霄扯着冷笑上前, 程大人, 这里可就交给你了, 这些难民屡次姿势, 这次, 竟敢结了兵部尚书府, 王老太师的亲外声, 王家的亲切。 张良震惊地看向一旁满身书卷气的温雅男子, 额头冷汗都下来了, 连忙躬身答应。 是是是, 下官一定秉公办理, 林霄大人放心。 说完又转向林轩义, 惊扰公子车架, 是本官的失职。 大人客气了, 给大人添麻烦。 略微寒暄之后, 林府众人乘坐黑甲卫坐骑离开, 只留下了一地狼藉, 让张良欲哭无泪。 大, 大人, 怎么办? 师爷胆战心惊地小声问道, 怎么办? 本官乃知道怎么办? 你是师爷, 我是师爷。 张良气得脸色发青, 他抬脚踹翻脚边的一个难民, 怒火中烧。 你们真是能惹麻烦, 竟抢到了王太师府上。 你们怎么不去王府, 去皇宫抢? 数百难民此时才知道那对兄妹的来历, 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突然又抓起食物吃了起来, 顿时又乱得不成样子。 张良想死的心都有了, 忙指挥官兵上前。 愣着干什么, 还不拦住他们, 轻点王家损失, 如实上报。 官兵立即动了起来, 一旁的师爷忍不住问, 大人, 咱们当真要报上去。 这些难民, 可是流连城外两月有余了, 便是大理寺, 宗人府, 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咱们能去趟这浑水吗? 那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张良贪手看着自己的师爷, 都快炸了。 若当真只是王家, 王家兴许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趟这浑水。 可, 可, 怎么就招惹了华阳王府的那种温神? 你没听到, 方才黑甲卫的灵霄大人怎么说吗? 他让本官给王家一个交代。 怎么交代? 你说怎么交代? 师爷被问得一梗, 脸色一灰, 也不说话了。 不长眼的东西。 他又踹了脚, 一旁抢饼子的脏兮兮少年, 只觉抓了一把屎, 无论如何都甩不干净。 先如是上报吧, 总不能捅了周温神的马蜂窝。 话落他眯了眯眼, 至于能不能到皇上手中, 那就与本官无关了。 第117章 童星节 夏季的风虽不凉, 可还是刮得林青丸脸颊生疼。 他微微侧过头, 男子身上轻裂的龙咸香若有四无, 他身子一僵, 又不着痕迹地将头扭了回去, 脸上还泛着微红。 周沐一手握着僵绳, 眼神却是注意着身前的少女, 见到他的小动作, 他忍不住轻哼出声, 剑眉挑起, 透着不渝。 驾! 他手下一个用力, 原本还算平缓的马儿, 立即狂奔起来, 林青丸压的一声, 突然而来地冲力, 让他往后倒去, 眼中还带着金帕。 男子胸膛坚硬如实, 撞得他后背微疼, 随即温热的触感透过后背, 洗遍全身, 林青丸身子陡然僵硬起来。 清高不及命要紧, 他抿着嘴, 靠着身后那人也不敢再动, 任由呼呼风声从耳边刮过。 周沐这方露出笑意, 玉兰花香清新淡雅, 时不时钻入鼻尖, 伴随着少女的青丝在身前飞舞, 轻轻浅浅地划过他的胸口, 俯过下巴。 一个时辰后, 就在林青丸感觉五脏六腑都快被颠出来时, 马匹终于在一处浓院处缓缓停下。 哦,来不及下马, 林青丸弯身就吐了起来, 娇俏的小脸白成了纸。 周沐愣住, 与其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你怎么了? 林青丸不答话, 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身子就有些摇摇欲坠。 周沐不顾男女有别, 忙伸手揽住他腰身, 一个起落下了马。 林青丸脑袋一阵眩晕, 好似踩在棉花上, 眼前星星直转。 心中一边暗骂着周沐, 一边努力稳住身形。 可还是耐不住晕血, 身子软绵绵的, 若非身旁人扶着, 怕早就栽到地上去了。 主子! 农院门打开, 走出一个富人打扮的女子。 他看向林青丸, 粗眉, 这位姑娘可是不舒服。 周沐沉着脸点点头, 扶住少女纤细腰身的手镯烫, 耳间爬上飞红。 这会儿, 他也反应了过来, 毛底带上自责。 他硬是在马上被颠得厉害, 身子不舒服, 你去熬碗四神汤来。 妇人应了一声, 想伸手帮忙将人扶进去, 可他手刚伸了一半, 便被主子醋眉挡住。 瞧见主子眼中的战有欲, 妇人挣了证, 随即若无其事地收回手, 回去煮汤。 临清婉躺在床上, 只觉得周围哪哪都在转圈, 转得他头晕眼花, 睁不开眼。 周沐看着他, 罕见得有了一丝愧疚。 规格女子, 金娇玉贵, 连坐马车都是慢而平缓, 铺垫紧被软枕得, 更黄润坐马, 岂能经得起他如此折腾。 主子, 要好了? 妇人端着四神汤进来, 眼中带着询问。 周沐皱眉, 还是起身让开了位置。 她常年行军打仗, 刀尖填血, 粗鲁惯了。 她做不来这细活, 又伤了她。 妇人坐在床边, 将林清婉半扶了起来, 柔声道, 姑娘, 如为您喝些四神汤, 喝完就不那么难受了。 麻烦姐姐了。 她须须睁开眼, 冲那几道虫影, 扯出一抹笑。 姑娘子瞧着这么软糯的姑娘, 手上更轻柔了几分, 一碗要在林清婉的配合下, 很快就喂了下去。 林清婉靠在软枕上, 闭着眼睛不想睁开, 这种感觉就好似上一世她喝醉了酒, 满世界都在转, 而她躺在云上, 时而落下去, 时而又升上来。 姑娘子小心地将林清婉放平躺好, 又给她盖上颈被, 这才回身看向周木。 主子放心, 这位姑娘喝过药睡一觉, 就会没事了。 周木轻轻嗡了一声, 眼神看着闭着眼睛的少女没有移开, 她头上受了伤, 你准备上好的金疮药, 等她睡熟了, 周木望向漆黑的夜空, 眼中染上冷意。 四眼, 一个农夫打扮的男子, 不知何时出现, 恭敬行礼。 可查到什么了? 农夫汉手, 前几日几乎每晚都有不知名的黑衣人出没, 寻找那些难民的下落, 也许是怕出事, 不敢太过放肆, 每次只杀几人, 尸体被扔在后山焚烧。 周木回身, 脸色冰冷, 是谁的人? 大皇子还是三皇子? 是郁家死士? 周木瞇了瞇眼, 皇后母家。 龙夫点头, 属下怀疑他们不止一批人, 另外一批人身手不凡, 形势相对郁家谨慎不守, 也颇有心机。 属下几次查探, 都未曾查出他们身份。 周木, 不必跟得太紧, 以安全为主。 谢主子。 龙夫拱手后退了下去。 周木站在院中, 背影清冷孤傲, 直到天边滑开微白, 才转身回了厢房。 两拨人马, 事情远比他所想, 要复杂许多, 再拖下去, 只怕那些难民无意生还。 林清婉醒来时, 天色已经大亮, 胃中的不是消失, 头却还有些昏沉。 该死的周木, 他扶着头起身, 低声咒骂了一句。 你方才说什么? 清冷的声音突然自屋内响起, 林清婉身子一僵, 抬眼冲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左侧破旧的椅子上, 端坐着一席暗黑锦袍的周木, 满身的金贵气场, 令陈旧的屋子, 都衬托得雅致清幽。 我, 我说, 要谢谢你, 昨日出手相救。 一脸正色的林清婉问。 林清婉面皮抽搐, 脸上因说谎泛起的飞红散去, 患上无言以对的呆滞。 周木豁然起身走了过去, 奇长的身影挡住了阳光, 投下了一抹暗影。 怎么不说话? 是还没想好吗? 男子骨子里散发的尊贵与冷傲, 哪怕就那么站着, 也给人无尽的压迫感。 林清婉扯着唇笑笑, 周世子, 想名女怎么陷? 只要名女能办到的, 定不推辞。 当真? 不当真, 林清婉咽咽口水, 说出口他就后悔了, 可看周木神色, 显然就等他点头。 他垂下头, 自是当真。 周木副手而立, 只见来回摩擦, 半赏厚道, 听闻江南女子, 女工了得, 本世子有快玉佩, 府上秀娘, 做得落子又不合我意, 以便做童心结, 将玉佩编织进去, 当做谢礼吧。 童心结? 林清婉睁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反问。 嗯, 周木倾壳一声, 本世子用东西向来挑剔, 若你手艺不好, 可是不算的。 林清婉, 他看着男子转身出去的背影, 不光是脑袋, 连心都混沌起来。 第118章王家, 一寸同心缕, 千年长命花, 是对有情人与新婚夫妻的美好祝愿, 寓意不凡, 岂是可随意送人的。 脑中突然涌上一个想法, 林清婉震了一瞬, 随即摇头, 不可能他那般冷傲之人, 怎会看上他。 姑娘, 门口响起柔柔轻幻, 林清婉抬眼, 看到妇人, 脸上带笑。 姑娘子对她喜爱更甚, 恭敬道, 奴来侍奉姑娘换衣梳洗。 有劳姐姐。 林清婉起身, 任姑娘子在她身上摆弄。 水红色的烟螺裙, 上好的赎金锁制, 在江南是不多见的, 掐丝羊枝白玉雕玉兰花头面, 玉石晶莹剔透, 不带一丝杂质, 一眼便知绝非凡品。 姑娘头上带着伤, 不显为何, 又更添几分若柳浮风之美, 柔美清华。 姑娘不失粉带, 都这般娇俏, 当真不愧是主子看上的人。 林清婉笑得含蓄, 红着脸垂头, 姐姐过奖。 收拾妥当, 姑娘子扶着林清婉出门。 周牧骑在马上, 等在门口, 听到声响, 她回头看去, 清冷的容颜, 有一瞬的呆滞, 握着缰绳的手紧了几分。 姑娘子垂头轻笑出声, 引来林清婉侧头看她, 姑娘子脸了笑, 摇摇头没有言语。 周牧脸上泛起少见的红, 扭过头不再看。 林清婉上了马车, 姑娘子一路陪着她, 直到圣经。 二人一路说说笑笑, 谈得颇为投机。 咳。 窗外传来男子低咳, 二人立即指了声音, 姑娘子撩开车帘。 再有三里, 便到圣经城门了。 想必要有的忙活, 可要先用些饭再走。 她声音一贯地清冷, 姑娘子回头看了眼 垂眉不语的娇俏姑娘, 有些无奈, 只得柔柔笑道。 主子思虑周全, 姑娘昨夜不舒服, 今早又没吃东西, 对脾胃不好, 不如咱们停下片刻, 吃点东西再走。 她话带着疑问, 脸上带笑看着林清婉, 显然是问她的意思。 都渴。 林清婉汉手, 人家主人家都开口了, 她一个搭车的, 怎能说不。 何况, 她昨夜吐得厉害, 腹中也是空空的。 嗯。 周末眉眼染上司律温和, 吩咐车夫前方客栈停车。 马车停在四面客栈门前, 林清婉看着这处客栈有几分惊议。 姑娘子低声解释, 这处客栈是当年用来招待兵士的, 那时己王夺敌, 朝中不稳, 如今皇上登基, 安定下来, 此处就成了普通客栈, 招揽进出城的客人。 怪不得开在这荒山野岭之处。 林清婉微微点头, 在姑娘子的友谊引领下, 坐在了周末对面的位置。 他觉有些不妥, 可见对面人不曾说什么, 也只得安安分分地坐着, 省得哪句话不对, 又惹了那人炸毛。 周世子, 你要吃点什么? 掌柜的满脸堆笑走过来, 显然周末是常客。 老规矩吧, 再多夹几碟好克花的小菜, 一碗清粥即可。 好嘞, 小的这就去后厨吩咐。 等等。 周末眉头微醋, 撇过林清婉一眼, 又加了一句, 让老板娘再做份桃酥糕。 掌柜的嘴上硬着, 余光却是瞥了眼周世子对面的盈盈少女, 甜得吃食, 可是这位爷第一次要。 周末的是一碗清汤面, 虽身处小客栈, 可他吃相优雅, 一举一动, 净显尊贵仪态, 引来不少人偷看。 林清婉就规矩许多, 他安安静静地喝着粥, 世家贵女的良好教养, 显露无遗。 顾娘子也在另一桌简单用了点东西, 结完账后, 热腾腾的桃酥糕才做好端上来, 林清婉闻着那股清香, 不由舔了舔唇。 周末看到他的模样, 嘴角扯了扯, 吩咐殿小二包起来后, 交给了顾娘子。 几人再次启程, 顾娘子与林清婉窝在马车中吃着桃酥糕, 等进了城门, 二人都吃了个傻宝。 奴称姑娘的口服了。 林清婉爱吃桃酥糕, 可他并不认为周末是知道, 并且故意买给他的, 因只是碰巧而已。 半个时辰后, 马车晃晃悠悠停了下来, 周末的声音在外提醒, 王府到了。 林清婉闭闭嘴, 对这个即将要住半年的地方有了一丝紧张。 顾娘子将他扶下车。 呦, 是晚点吧? 可算是到了, 让你外祖母担忧了一个早上呢。 门口站着一名名利妇人, 她快步走下台阶握住了林清婉的手, 很是热络。 林清婉能听出她是真的欢喜, 脸上的笑也真实了几分, 路上耽搁了一会儿, 让外祖母操心了。 李氏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少女, 见她虽看似柔柔弱弱, 却不显怯懦, 姿态落落大方, 且答对得当, 不由又满意几分。 不愧是大妹妹亲手教导出的人儿, 世家出身, 便是如今落魄了, 也非普通官幻, 可比。 我是你大。 母。 李氏自我介绍, 林清婉从善如流的扶身, 换了生大救母。 李氏越瞧越喜欢, 王家长子与次子是一对双胞胎, 他生下后就伤了身子, 没有女儿是他最大的汗室。 他握住林清婉的手, 扶身向周牧行礼, 臣妇多谢世子出手相救, 又送完姐儿回来, 当真麻烦您了。 周牧挂上招牌是冷脸, 淡淡应了一声。 李氏学魂不在意, 对周牧的清冷显然已经习惯, 刚好仅需今日休学, 前几日, 他还念叨着, 您何时回京呢, 不若您进去做做。 周牧犹疑一瞬, 点头答应下来。 他只是客气几句, 不曾想周牧竟然答应了, 这可不负他的脾性。 这倒是令李氏有些正愣了, 不过身为当家主母, 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连忙吩咐小思去通知大公子。 世子, 里面请。 李氏一手拉着林清婉, 一边招待着周牧。 王景须本就等在远心堂 等着见这位唯一的表妹, 不曾想进接到小思禀报。 周牧来了, 他冷了一瞬, 回过神来后立即起身迎了出去。 你哥哥他们昨晚上就被世子送回来了, 周车劳顿, 旧母便让他先去休息了。 路上, 李氏对林清婉说, 有劳旧母操心了。 林清婉听后放下心来, 他隐晦地看了前方的男子一眼, 眸中带着感激。 都是一家人, 往后不许再说那件外话。 林清婉笑笑, 答应下来了。 他的大旧母, 目前来看, 应是个明朗爽力之人。 第119章 王老夫人 走进游郎, 便见迎面匆匆走来一年轻男子, 身着天青色锦袍, 眉眼温润中隐含几分锋芒, 与李氏有几分相似。 林清婉扶身行礼, 见过大表哥。 王景旭微正, 眸底划过惊艳之色, 随即拱手回礼, 表妹好。 二人见过礼后, 王景旭又给周牧行礼, 但, 后者脸色似乎不太好看, 隐隐透着不渝。 原不知世子过来, 有失远迎, 失礼了。 王景旭礼述周到, 他与周牧虽不说十分要好, 但也算有几分交情, 心知他并非小气之人, 可这张阴沉不悦的冷脸, 着实让他有些摸不准状况。 王府上下, 好似没做什么得罪他的事才对。 王景旭想不通, 也干脆不再想, 转谋看向李氏与林清婉, 母亲, 表妹, 祖母等候多时了, 你们赶紧过去吧。 李氏点头, 又冲周牧打过招呼, 便带着林清婉先走一步。 周牧摇摇望着少女身影, 直至拐过长廊消失不见, 才收回视线, 看向眼前轻竹如玉的王景旭, 眼角微微抽动几下, 他貌似失算了, 可别刚将人拉出狼窝, 又送进了虎穴。 王景旭看着神色几经变化的周牧, 见眉微条。 世子, 可是有哪里不对? 没有, 府上今日是忙, 本世子就不讨扰了, 有空再续。 话若不再停留, 转身离开。 王景旭正在当场, 半场才反应过来, 王老夫人拉着灵清碗上上下下的桥, 老眼湿润, 像, 像, 真像。 李氏笑着接口, 是像, 我刚才, 瞧见婉姐第一眼, 就仿佛见到了年轻时候的原娘。 原娘, 是王室规格时的小名。 王老夫人立即笑了起来, 这时坐于她右侧的一个妇人, 也开口讨巧。 母亲整日念叨着妹妹, 如今婉姐来了, 可算能慰藉慰藉您的相思之苦了。 王老夫人瞧了妇人一眼, 瞧你那话, 说得酸溜溜的, 好似我老婆子偏心, 不疼你们似的。 宣誓连忙讨饶, 母亲这话说的, 儿媳哪敢, 母亲可是和蔼和亲, 最疼我们不过的。 就你嘴甜。 王老夫人拉着灵清碗介绍, 这是你二舅母, 惯会耍嘴皮子的。 李氏脸上挂着的笑意从未变过, 眸底却闪过一丝淡淡的不屑。 见过二舅母, 宣誓连忙扶她, 哎呀, 好孩子, 自家人这么多礼做什么, 快起来。 灵清碗笑笑, 揪着她的手起身, 仿佛没看到她轻撇过的嘴角。 二舅母, 笑面虎。 王老夫人拉着灵清碗问东问西, 左右不过是围绕王室的生活, 想打探一二, 却又不愿让人看出她的担忧。 灵清碗心头微软, 祖母放心, 母亲一切都好, 灵府中愧, 也一直有母亲掌管, 日子还算顺遂。 王老夫人面上一喜, 随即又压下上阳的嘴角, 不情不愿地哼道, 是她活该。 就是委屈了你, 她也退没用了些。 灵清碗配合地笑着点头, 也不拆穿王老夫人的嘴硬心软。 你就安心在这住着,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许你大舅母, 或者找我这老婆子也成, 万不可委屈了自己。 灵清碗扶身英逝, 李氏与宣是奇迹复合, 心中却是明白, 老夫人这是明目张胆的, 要给这位表小姐撑腰了。 说笑过后, 王老夫人脸色暗了下来, 问起了灵清碗的婚事。 灵清碗垂下头, 不偏不倚地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与评价。 王老夫人出身高门, 又在后宅生活了半辈子, 思想看法肯定是遵从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的观点根深蒂固。 若她叙述得太过感情化, 说不定还会觉得她教养不佳, 有备伦常。 毕竟三妻四妾在东汉来说稀松平常, 更何况世家便是普通百姓都觉得她善度, 有为礼教, 黄论生长在圣经的王老夫人。 她微垂着头, 瞧着很是规矩安分, 娇娇弱弱的模样, 当真是让王老夫人腾进了骨子里。 你祖父, 祖母, 本就是个功利的, 如今连带紧歌也交成了那个样子。 王老夫人气得不轻, 当年我就不答应你母亲嫁过去, 她非不听话, 如今倒好, 连女儿也要陪进去, 给他们邻家前程铺路。 原娘也太没用了些, 林清碗亚然抬眼, 不曾想王老夫人会是这样的反应。 李氏盲递了杯茶劝道, 母亲, 如今即将碗紧接了过来, 咱们便可慢慢谋划, 您别气坏了身子。 王老夫人喝下凉茶, 心气才绝舒畅显。 她紧攥着林清碗的手, 很是不悦。 你瞧瞧, 她自个没骨气, 非要嫁进那样的人家, 连带碗紧都交成了这副柔弱的性子, 受了委屈, 只会逆来顺受。 她抬眼看着林清碗, 很是疼惜。 她柔弱, 逆来顺受。 林清碗眨眨眼, 却很是配合得悲戚地望着王老夫人, 这位外祖母与她想得不太一样。 晚姐儿, 女儿家这辈子, 最重要的便是生子嫁人, 那是第二次投胎, 一定得擦亮了眼睛, 谨慎挑选。 别被那老实子规矩束缚住了一生, 若郎君凉薄无情, 可是要毁了一辈子的。 你母亲便是自小被你太祖母的李教夫的给娇傻了, 一辈子就只会委屈自己, 什么贤良淑德, 相夫轿子, 替夫纳妾, 那就是放屁。 王老夫人脸带讥讽, 女人一生本就不义, 活得畅快舒心才是真的, 可别被那些破东西给荼毒了。 第120章 锦绣阁 林清碗眼中染上星点光芒, 有种她相遇之音的激动。 李氏无奈叹气, 母亲, 晚姐儿是世家出来的贵女, 再得体不过的, 您可别给人带偏了。 王老夫人撇撇嘴, 老生看, 你们才是被带偏的那个。 林清碗被王老夫人的模样逗得笑了起来, 对王老夫人是真心的喜欢, 在这个阳圣阴摔的朝代, 王老夫人能有此几股着实罕见, 活得通透敞亮。 正说着, 王景须皱着眉, 若有所思地走了进来。 李氏诧异问道,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去陪周柿子了吗? 王景须抬眼看向母亲, 微摇了摇头, 柿子走了。 而且还很是奇怪。 这么快? 李氏有些惊讶, 却也并未再问。 王景须也收起思绪, 王老夫人与低眉垂目的乖巧少女。 方才的匆匆一瞥, 令她眼前一亮, 此时才来极细看。 少女有着江南女子独有的柔美, 眉目如画, 冰激玉骨, 浑身散发着大家闺秀应有的温婉端庄。 本是温柔如水, 细腻如花, 可她却从她清澈的眸中看出几分清冷。 犹如开在高山雪岭之上的兔丝花, 骁嚷之别却又毫不违和。 这是你大表哥, 你大舅舅家的。 王老夫人出声介绍。 李氏接口, 先前在游廊上便见过了, 丸颈聪慧, 一眼便猜出了景序身份。 李氏拿帕子掩着嘴笑。 林青丸有些不好意思, 大舅母长得好看, 大表哥肖母, 一眼便能认出来。 瞧瞧, 丸颈嘴多甜, 一连夸了两个。 李氏笑得眉眼弯弯, 王景序脸上爬上红云, 惯来沉稳的她竟有几分无措。 好了, 都别逗她了。 王老夫人, 撑了李氏一眼。 转而看向林青丸。 你大舅母给你备好了院落, 是你母亲规格时注的地方。 你舟车劳顿多日, 又受了惊吓, 先回去歇息歇息吧, 等晚间开个家宴, 再带你认认人。 是。 林青丸扶身硬下, 跟着李氏走了出去。 宣誓登在后面, 满脸是笑, 冲林青丸道。 你外祖母可真是疼你, 锦绣阁可是府上最好的院落, 空了这么多年, 连严夕都没这福气, 你一来就给了你。 林青丸只笑, 并不接话。 李氏却是沉了脸色, 弟妹说的这是什么话, 锦绣阁本就是姑娘家的住所, 又是小妹未出阁时住的地方, 如今给婉姐住, 自是理所应当。 往日倒没见弟妹想起严夕, 这会儿倒是清热起来了。 宣誓脸色一僵, 我只是随口说说, 嫂嫂怎的就往心里去了, 不过是玩笑话罢了。 这府上可还有一位表姑娘呢, 我只是感慨感慨罢了。 李氏冷笑一声, 将林青丸拉到右侧, 弟妹, 你我是青丑李, 与小妹是嫡亲, 该知道远近分寸才是。 话若不再停留, 拉着林青丸静止走了。 林青丸垂头跟着, 不问也不言语, 规规矩矩的模样, 让李氏脸色缓和不守, 拎得轻又安分, 她也乐得为她出头, 伯伯母开心。 你别在意, 你二舅母不是个心坏的, 就是有时候有些拎不清。 无妨, 林青丸不曾放在心上。 既然离下, 几句阴阳怪气, 时算不得什么。 李氏满意地拍拍她的手, 将人送到锦绣阁, 又嘱咐有什么缺的, 及时告知她。 看了一圈, 确定没什么问题才离开。 林香, 宁霜早以后在锦绣阁, 李氏又给她安排了两个一等丫鬟, 四个二等, 六个婆子。 一众仆从后在正房门口, 林青丸有些累, 简单说过两句, 便让他们各自去忙了。 宁霜服侍林青丸沐浴, 小姐, 老夫人与旧夫人真疼您, 连仆从都是按照世家嫡女的规格安排的。 这是将林青丸看作王家人, 而非寄人篱下的表小姐, 是台具。 林青丸闭着眼睛笑笑, 没有答话。 这世上任何一种关系, 都需要费心思维持。 王家先释放了善意, 她就得同样回忆真心, 并且付出更多方能立足。 从玉桶出来, 林青丸身着中衣, 躺在玫瑰榻上, 环室这间闺房, 从床榻桌椅, 到摆设书画, 无一样不奢华贵重, 都是难得的家品, 可见她母亲规格时何等受宠。 李世新提的两个异等丫鬟, 一个名幻月梨, 一个名幻月和, 月和看起来是那种老实本分, 且干活麻利的。 而月梨颇有几分姿色, 眉眼间便带了几分张扬。 因着林青丸所带的东西, 都被难民损毁。 事已, 他们便将王老夫人赐下来的东西, 一一摆放进庄台, 忙完又极其规矩地退了出去。 林青丸刚躺下不久, 就累得睡了过去。 小姐, 小姐, 宁香小心地轻推着她。 林青丸睁开眼, 还有些迷糊, 眉心簇着带着不渝。 小姐, 老夫人派了府上绣娘, 来给您两尺寸做衣服。 请进来。 林青丸柔柔眉心, 指得起了身。 宁香领着人进来, 是一个三十上下的妇人, 给林青丸见过礼后, 便开始量身形。 林青丸伸直双臂, 任由她摆弄, 只听她压了一声, 林青丸垂眼看去, 瞬间闹了个大红脸。 妇人脸上带着惊叹, 从林青丸胸上收回软齿。 恭敬道, 奴家今日先给表小姐赶制出来两身, 晚间便可送来。 林青丸脸上红韵还在, 微微汗手, 有劳了。 妇人笑笑, 表小姐客气了, 老夫人特别交代的, 是奴家的本分。 送走秀娘, 林青丸却有些睡不着了, 一直呆坐到了午时, 午饭是在锦绣阁用的, 四菜一汤, 荤素搭配, 口味清淡, 可见是用心了的。 月和笑道, 老夫人当真是将小姐放在心肩上疼的。 林青丸抬眸看了她一眼, 不禁暗叹, 不愧是大家族教养出来的, 便是这份剔透心思, 便胜过许多小官之女了。 这句小姐, 而不是表小姐, 便表了忠心了。 用过午饭, 林青丸闲得无聊, 之前的杂技也在那一晚, 被难民抢走了。 月和走上前, 小心问道, 小姐若是无聊, 可需要奴婢陪着说话话。 林青丸看向她, 忽而点头一笑。 月和腼腆笑笑, 跪坐在了踏边, 轻柔地给她按着腿。 你起来吧, 在我这, 不必如此。 便是宁香他们, 林青丸也从未让他们如此伺候过。 月和冷了一瞬, 随即垂头硬势, 缓缓站起身, 不曾发出任何声音, 一举一动都极其规矩。 门外传来一声轻痴, 随即快速消散, 林青丸抬眼看去, 只瞥见一缕衣角, 是另一个一等丫鬟, 月离。 她转而看向月和, 后者微垂着头, 脸色清淡, 看不出什么情绪。 你不是家生子吧? 月和亚一抬眸, 正是, 奴婢是外面买来的, 先前在后院里做些粗活, 刚来府上一年有余。 倒是挺时尚, 林青丸笑笑。 奴婢和月离前几日, 刚被大夫人提上来伺候小姐, 月离世家生子, 先前是三公子身边的。 怪不得会这般不满, 她这个新主子, 从府上爷们身边, 调到她这个寄人篱下的表小姐者, 天壤之别, 的确该委屈。 月和说话轻声细语的, 将王家的主子, 略略都提了一遍, 包括主子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原来, 二舅母宣誓, 与三房的夫人是亲姐妹, 不过二房是嫡, 三房是树, 虽是姐妹, 可碍于王老夫人对树子的末世, 二人极少来往。 第121章 表小姐 想到母亲曾说, 王家小一辈中只她一个女孩, 林清婉开口问道, 府上可有名唤颜希的小姐。 月和明显冷了一瞬, 才答, 有的, 她是府上唯一的小姐, 不过却出自三房, 且还是树出, 她小娘走得早, 所以并不掐肩, 反倒是表小姐都剩她许多。 三房本就是树, 且还是小妾生的, 又不得宠, 怪不得宣誓提及时, 这位树出的大姑娘根本就不算王家这儿八经的小姐。 那位表小姐又是何人? 如此算来, 能称聚表小姐怕也只有她了。 这位能押过府上唯一姑娘的表小姐又出自哪? 月和明明嘴也算是三房的, 她母亲是府上庶女, 与三爷是亲兄妹, 如今外放围观就寄养在了府上。 林清婉眨眨眼, 沉默半赏方江这关系屡清楚。 这位表小姐是母亲的庶妹的女儿。 这关系当真是有些乱。 不过老夫人与大夫人却是不曾关注过那边的。 那位表小姐出来时, 每日给老夫人成婚定省, 第三日便被老夫人给打发了, 让她不必再去。 嗯。 林清婉淡淡垂眼, 月和这事再让她放心, 这位表小姐越不过她去。 这她倒是不怎么在意, 毕竟。 恕有别, 况且尊荣都是得靠自己博来的。 王府女眷简单, 仅有的那二位又在三房, 因也是能极少接触, 就目前来看。 只要她拎得轻, 日子还是能过得不错的。 接下来就是了解她的那些表哥。 表弟了, 大房共两位嫡子, 且还是双胎, 二房也是两位嫡子, 三房一子一女, 外加一个表小姐, 人口上算简单。 最难得的是, 除却三房之外, 大房二房并无数出子女。 卢廷府上老人说过, 老夫人对三房不怎么管束, 对大房二房两位爷却是看管极严, 便是妾室也都是两位夫人身边丫鬟提上去的, 通房更是没有。 老夫人出身武将之家, 最不喜乌烟瘴气。 林青婉玩耳一笑, 这位外祖母倒是少见的开名, 也是大舅母与二舅母之性。 不过比起嫡亲的大房, 宣誓貌似与树出的三房更亲近, 因为三房夫人是她的姐妹吗? 若真如此, 未免太糊涂了些。 郑说着话, 外面传来响动, 随即是奸细带着讥讽的声音响起。 表小姐, 老夫人让我家小姐好声歇息, 晚上还要参加家宴的, 您不好进去打扰她。 月立眼尾上挑着, 若说瞧不上林青婉, 那对庶女生的萧和儿就更加看不上了。 萧和儿一身水蓝长裙, 尚算轻力的小脸, 险些维持不住笑。 我做了些糕点, 想着表姐刚来, 怕她对圣经的吃食不习惯, 特地给她送来。 说得温柔小意, 眼封却透着高傲。 这就不老表小姐操心了, 老夫人疼我家小姐, 特意吩咐厨房做了清淡的吃食。 若是没别的事, 不敢如此说话。 萧和儿身边替着食喝的丫鬟气红了脸, 出声呵斥。 萧和儿指甲紧紧地扣着掌心, 看了眼正方后, 又微垂下眉眼, 冥香, 不得无礼, 表姐才是府上真正的表小姐, 看不上我也是正常的, 咱们走吧。 她扭头就走, 却在看到院门口的人时, 脸上划过一丝紧张。 余嬷嬷? 余嬷嬷显然已经来了多会儿。 她淡淡撇过萧和儿, 微微还了一礼, 不着痕迹地往正方的窗口看了一眼。 月里有些紧张, 忙走上前见礼, 见过余嬷嬷嬷。 您老怎么亲自过来了? 可是老夫人那边有事寻表小姐。 大夫人即将你给了表小姐。 你便是表小姐的人了, 怎的还一口一个表小姐, 没有规矩。 你该换小姐才是正礼。 月里面色一紧, 余嬷嬷教训的是, 说完直接掠过萧和儿问道, 表小姐如今可是在睡着。 月里脸色忽青忽白, 有些答不上来。 萧和儿连忙上前, 表姐应是在休息, 是我不好。 冒冒然前来, 定是打扰了表姐休息, 也不怪她生气, 不肯见我。 余嬷嬷跟在王老夫人身边多年, 早就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 她看着萧和儿故作伤心的模样, 诞生道, 既然知道打扰了表小姐休息, 就该趁早离开。 而不是多做纠缠, 况且, 表小姐本就在休息, 如何会得知你过来, 又怎是生气不肯见你, 传出去, 岂不是要说表小姐小气, 不知好歹。 和儿绝无此意。 萧和儿眼下谋中晦暗, 慌张摇头否定。 余嬷嬷, 老奴只是提醒表小姐一声, 没有此意最好不过。 余嬷嬷, 此时, 月和儿也挑了帘子出来, 面带笑容, 小姐刚醒来, 让奴婢出来看看怎么回事, 不想去使您老来了。 倒是老奴打扰表小姐休息了。 余嬷嬷笑着抬脚往屋内走去, 直接将萧和儿晾在了院中。 小, 小姐, 宁香拉了拉萧和儿的衣袖。 她松开紧钻的手, 声音没什么起伏, 咱们走吧。 二人转身离开锦绣阁。 走到无人的偏僻处, 她脸色阴沉下来, 停住脚步摇摇望了一眼身后的锦绣阁。 递出又如何, 一个落魄的世家女, 连王妍熙都比不上, 也就能仗着身份得几分体面而已。 物中, 林清婉端坐在玫瑰塔上, 哪有刚睡醒的迷蒙惺惫? 余嬷正了正, 亲自身手扶起, 嬷嬷不必多礼。 表小姐的性子与小姐一点也不像, 倒是随了老夫人几分, 老夫人知晓后定然会很高兴, 与嬷嬷话音带着一丝感慨。 老夫人亲手调教, 都没耐扭过小姐的性子, 不曾想, 从未见过面的表小姐, 却是如此和她老人家心意。 她鸣嘴笑笑, 外祖母不怪罪就好。 定不会, 你是小姐的嫡女, 这是应有的权利, 您乐意见就见, 不乐意随意打发的就是。 若自降身架, 与那些个拎不清的攀扯, 须以威仪, 才会让老夫人失望。 嫡女, 就该有嫡女的派头。 若首次便让那位争了仙, 往后在府上该如何立足, 就算老夫人偏着, 也得她自己立得起来才行。 得让府中上下知道, 谁才是府上最尊贵的表小姐。 第122章试探 林青婉名嘴笑笑, 让余嬷嬷坐下, 宁香递了斩温茶。 余嬷嬷忙躬身接下, 眼中有些湿润, 表小姐, 您可折煞老奴了。 林青婉, 嬷嬷伺候外祖母劳苦功高, 这是您应有的礼遇。 好好, 那老奴就托大, 多谢表小姐了。 虽是如此说, 可余嬷嬷还是把茶盏放在了桌子上, 身子只坐了椅子鞭策。 林青婉见此眸光微闪, 不愧是外祖母身边的人精, 便是这份宠辱不惊的分寸, 也值得高看一眼。 嬷嬷过来, 可是外祖母有事交代。 余嬷嬷点头, 比起之前的恭敬多了几分清静, 也并非什么大事。 老夫人就是让老奴过来瞧瞧, 看看表小姐这有没有什么缺的, 好及时补上。 大舅母心细, 安排得极妥贴, 什么都不缺, 倒是让外祖母她老人家费心了。 余嬷嬷摇摇头, 神色暗了下来, 自从大小姐出嫁后, 老夫人就没有一日不挂念的, 锦绣隔空了十几年, 不曾落下一日打扫, 就连, 余嬷嬷顿了一瞬才诱到, 就连三房的大姑娘分院, 三爷提及, 都被老夫人给挡了回去。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锦绣隔又迎来了您, 老夫人心里宽慰着呢。 三房虽是树出, 王延熙也是树出, 可她毕竟是王府唯一的姑娘, 住锦绣隔也说得过去。 林清婉含着笑, 垂头闽茶, 三房是树, 可也算是正儿八经的王家人, 在王府生活了十数年。 她这个初来乍到的婊小姐, 还是不要多嘴的吼, 若是得罪了, 人家想给她按窥吃, 也只是抬抬手的事。 余嬷嬷, 大姑娘是个文静之理的, 可惜是树出, 她小娘也没得走, 平日不争不抢的, 就连对萧小姐都整日挂个笑脸。 林清婉眉稍微调, 这会儿也看出了余嬷嬷的来意, 应是外祖母派来, 给她梳理府上关系的, 这句萧小姐, 已经说明了外祖母的态度。 这位大姑娘说是不争不抢, 但就方才萧和儿的白莲花做派来看, 她硬是处处忍让, 受欺负的那个。 虽已经在月和那, 了解了府上大概情况, 可比起于嬷嬷嬷, 月和的见解, 还是有些片面, 毕竟身份不同。 林清婉试探笑道, 大姑娘是府上唯一的姑娘, 应是很得三舅舅喜欢吧。 喜欢自是喜欢, 而且大姑娘的小娘与三爷, 还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 感情在身后不过的, 就是可惜。 余嬷嬷到此住了嘴, 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淡笑, 林清婉心中便明白了七八分, 也不再问。 小娘受宠, 认识哪家正事都看不惯, 她父亲虽疼她, 可男人经常走动在外, 对内宅手段又能了解多少。 嫡母不喜, 日子便难过了, 怪不得月和会说, 萧和儿都剩她几分。 锦绣阁是府上姑娘住的最好的院落, 您没来时, 那两位可是都惦记着呢。 余嬷嬷点到为止, 不再言语。 又坐了一会儿, 余嬷嬷称王老夫人午睡该起了, 身边离不得人告辞离开。 林清婉亲自将人送到门口, 瞧见她离去, 嘴角的笑才淡了下来。 老夫人怕小姐吃亏, 特意让余嬷嬷来提点您呢。 林清婉接过月和递过来的茶, 微抿着, 并未搭话, 月和一时摸不准新主子的脾性, 伺候得更恭敬几分。 林清婉看出她的局促, 挥手让她退了下去, 歪倒在了玫瑰榻上, 目光悠远, 透着思思疲惫。 这还是她第一次费心思去迎合旁人的喜好, 很不自在, 可又无可奈何, 毕竟想在王府过的书心, 还得有外祖母权利庇佑才行。 表小姐和受宠的表小姐, 可是天差地别。 于摩摩来得太巧, 怕是萧和刚动身往这来, 远新堂就已经接到消息了, 担心她吃亏是真的, 怕是还存了几分试探, 看她能否端起身份, 瘦不瘦得住这份恩宠。 她微微闭上眼睛, 轻叹口气, 临府人口简单, 没那么是非, 最多张氏偶尔出来蹦搭一下, 王府女眷众多, 怕是有的周旋。 天色微沉, 绣房那边将衣服送了过来, 天青色的摇曳坠地束腰长裙, 虽比不上农院时顾娘子准备的, 却也是上好的警断。 这么短的时间, 做工还能如此精细, 姐姐当真是厉害。 宁香拿了几钉碎银子, 塞进了秀娘的手中, 满是惊叹。 表小姐满意就好, 秀娘也不推辞, 俐落地将银子收进秀中。 若非老夫人看中, 她本是不必亲自跑这一趟的, 这会儿见林青婉何旭, 并不像三房那位自视清高, 脸上笑才真切了几分。 又问过林青婉, 可有喜欢的款式, 花纹, 颜色, 宁香一一答后, 才笑着倒退。 奴, 这就回去画样子, 最多两日就能给表小姐做出来。 林青婉含笑点头, 林青婉回来, 神情有些奄奄, 小姐, 要不让宁乐也过来吧。 奴婢实在是干不来这活, 笑得脸都僵硬了。 她柔柔脸, 在林府时, 这些打好关系, 打听消息的事, 都是宁乐做的。 她性子活泼, 爱说话, 应对游刃有余。 第123章对人。 若是不爱做, 吩咐别的人做便是。 林青撇过一旁窗, 纸上倒映出的人影, 这差事不同别处, 交于旁人奴婢不放心。 梅的只会得罪人, 让她家小姐背锅。 月梨, 你这是做什么? 月和皱眉看着躲在窗口下 偷听的丫鬟。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用得着你管。 你再怎么巴结人家, 她还不是指向着自己人, 连屋子都不让你进, 见骨头。 月梨哼笑着起身, 满脸不屑, 也就月和这种买来的婢子, 才会上赶着巴结一个婊小姐。 月和看着她回房的身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物资去忙自己的了。 窗外的动静并未引起林青婉任何情绪, 宁香不高兴, 可也知道分寸并未多言。 晚间, 月朗新书, 月和提着灯笼, 一步一驱地跟在一旁, 往远星堂去。 锦绣阁距离远星堂不算远, 只需走过长廊, 穿过垂花拱门后不远就到了。 每过一处院子, 月和都会稍稍提上两句, 告知林青婉是哪个主子居住。 几人刚出游廊, 就听见垂花拱门后, 传来滴滴说话声。 三表哥, 我身份低下, 上部的台面, 表妹看不上我也是正常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声音带着几分沙哑, 听着英氏刚哭过。 小姐, 您别这么说, 您为了给表小姐做点心, 可是忙活了一个早上, 还烫伤了手, 明明是她太过分, 您还为她说话? 林青婉走过去, 萧和正醋眉斥责着方才说话的丫鬟, 一只手被帕子包得厚实, 用另一只手托着, 看见了身后的动静, 回过身后, 林青婉已经站到了三人面前。 王景仁即将出口的义正言辞 被堵在了嗓子眼, 看着眼前天青色长裙的少女, 有些正愣。 林青婉面色如常, 盈盈浮身, 三表哥好, 二房宣誓长子。 王景仁回过神,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带着几分不渝, 表妹。 林青婉笑笑, 并不将她的敷衍放在心上, 先入为主, 会讨厌她, 也不奇怪。 王景仁给人的感觉是, 文若书生, 儒雅斯文, 干干净净。 她又看向萧何, 眸色下沉, 后者却满面惊慌, 往后挪去, 表妹。 你别, 别误会, 我就是, 就是碰巧遇上三表哥, 闲聊几句而已, 我没说你坏话, 你千万别给外祖母说。 林青婉秀眉微调, 还未开口, 一旁的王景仁带着几分教训的语气开口道。 小表妹, 何儿她是你的亲人, 你要与她和平相处, 敬重姐姐, 不可仗着祖母宠爱, 就恃宠生娇, 欺负和表妹。 姐姐? 林青婉微正, 扭头看向王景仁, 目光带着古怪, 却见对方正义脸责怪地看着自己, 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嘴角抽了抽, 三表哥读书一定很好吧? 她突然转移话题, 另几人都有些猛。 片刻后, 竟是一直默默看着的丫鬟月离开口说道, 三公子五岁作诗, 八岁提笔画画, 被夫子赞誉, 才华可比肩大公子。 她画中带着得意, 仿佛鱼有容焉, 林青婉回身看她一眼, 目光说不出的寒凉。 惊得月离心间一颤。 吟诗作画, 不过是附庸风雅, 与王家这样的门敌来说, 可未必是件值得炫耀之事。 萧和儿脸上闪过不屑, 还是故作害怕地站了出来。 你丫鬟说得不错, 三表哥的才子之名, 在圣经都是极有名的。 林青婉不理会萧和儿, 只看着王景仁, 眸光微冷, 圣贤书读得太多, 有人会以圣人要求自己, 有人会以此标准衡量别人, 自以为怀井沃鱼。 三表哥认为, 自己属于哪种? 清脆的声音带了一丝灵力, 令气氛瞬间凝制起来。 王景仁正主, 脸色忽金忽白, 萧和儿也不可思议, 满脸震惊地看着林青婉。 不知全貌, 不予置评。 三表哥饱读诗书, 江南而来, 日夜赶路时日不停, 又被难民挡路受了惊吓, 连外祖母都疼惜我, 让我早早休息, 你若知理, 就不该前去打扰。 还有, 你去的时候我正在休息, 后来是余嬷嬷来, 你并未进门, 就先行走了, 我赶你了吗? 没有, 我只是, 萧和儿慌乱地想要解释, 欲哭不哭的模样, 的确我见犹怜。 林青婉却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既然没有, 你又为何与三表哥, 说我瞧不起你。 萧和儿眼泪掉了下来, 对林青婉的直面, 应刚有些傻眼。 萧小姐, 我是个娇滴滴的规格小姐, 你的眼泪对我没用, 还是留着对三表哥继续哭吧。 说完也不管二人反应, 抬脚离开。 听了有一会儿的王景须, 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从长廊走出, 撇过王景人难看的脸色, 微微汗手打过招呼, 直接走了。 萧和儿的目光, 随着男子背影移动, 直到再也看不见, 才收回视线, 眼中带上几分怅然。 那人, 静一眼都不曾朝他看来。 三表哥, 他轻唤一声, 虎脚蛮缠。 王景人亲着脸, 一副衣袖也走了。 对过人的林青婉, 神清气爽, 出道生地的憋们也少了许多。 小姐, 宁香欲言又止, 可爱于人多眼杂, 终是不曾开口。 林青婉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示意自己有分寸。 出道王府, 他就得罪了府上嫡公子, 且言语犀利, 滋生是非。 可, 你的性子, 倒是集合祖母心意。 身后传来男子清朗嗓音。 大公子, 丫鬟们齐。 见礼, 林青婉也跟着扶了扶身。 大表哥, 王景须也正色回了一礼, 令林青婉对他印象更好了几分。 他落后半步, 二人一同往远星堂去。 先前大表哥送了不少好玩意到江南, 也一直不得机会亲自道谢。 无妨, 也不是我一人的功劳, 有父亲给的, 也有祖父给的, 不过都是以我的名义罢了。 那也是表哥操劳, 林歇你的。 王景须偏头看了眼神色认真的少女, 但莫的谋敌染上一抹灰暗, 笑而不语。 府上的动静, 无意能逃过王老夫人的眼, 更何况就在远星堂附近。 李氏与轩氏, 以及三房的小轩氏都在。 王老夫人坐在上位, 听着余摩摩的叙述, 脸色平静, 看不出什么情绪。 下手三人, 除却李氏神色不明外, 其余两人皆, 不过嘱咐他几句, 竟就惹恼了他,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三表哥留。 王老夫人掀起眼皮, 淡淡扫了眼皮笑若不笑的宣誓。 一语未发, 却让宣誓善善闭了嘴。 小轩氏则是垂手脸眉, 大气都不敢出。 晚景是老身接过来骄养着的, 不是让你们给他添堵的, 一个两个的, 院里是装不下你们了, 还是怎么着, 没事乱窜什么? 这话就差指着三房的脑门了, 小轩氏本就惧怕这位嫡母, 这会儿更是鸣紧了嘴。 他拉拉身旁姐姐轩氏的衣摆, 示意她替自己转环。 轩氏尴尬笑笑, 打着圆场道, 许氏晚景刚来, 他们迫不及待想见见。 话音未落, 便对上了婆母冷淡的视线, 轩氏顿时低头, 将话咽了回去。 对这位出身匠门的婆母, 轴里三人都发出。 王老夫人遮住眼中失望, 看向了门口, 对这个拎不清的二席, 他着实懒待理会, 与嫡亲的兄弟不合, 却一门心思巴着述出的三房, 被小轩氏屡屡当枪时, 还不知悔改。 沉默间, 院外响起了丫鬟的剑里声, 不多时, 门帘挑起, 前后走进一男一女。 见过祖母, 外祖母。 二人同时行礼, 男子轻竹如玉, 少女娇美沉静。 王老夫人伸出手, 脸上带着笑意。 好孩子, 到外祖母这来。 林青婉腼腆笑笑, 走了过去, 握住王老夫人的手, 又转身冲李氏几人扶身。 李氏轻笑, 快起来吧, 你外祖母可是念叨你有一回了。 第124章认人, 宣誓也盲点头附和, 笑意却不达眼底。 王老夫人脸色稍稍缓和, 问林青婉, 下午可休息好了, 有没有被打扰? 不曾, 大舅母不值得妥贴, 青婉睡得极好。 那就好, 王老夫人点头, 不着痕迹地扫了眼小轩氏的方向, 带着警告, 令本就战战兢兢的小轩氏头更低了几分。 你母亲是个柔弱的, 就是形势太宽和了险, 才纵得你, 父亲他们不知所谓。 你能有自己的锋利, 没被你母亲给带偏了去, 外祖母很欣慰。 林青婉脸上适时浮上忐忑, 微垂下头, 心中却是有些好笑, 她的阿母的确心善, 可也不至于用柔弱来形容, 否则怎么可能管理好偌大一个灵府。 不过是爱之深, 担忧心切罢了。 王老夫人见她低头, 心疼地拍拍她的手。 你做得很好, 不必觉得过意不去。 林青婉抬眼, 眼角挂着诗意, 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王老夫人心疼进了骨子里。 看向轩氏姐妹的眼神, 就更冷了几分。 乖孩子, 这就是你的家, 不必小心翼翼在意任何人的看法, 有外祖母在, 谁也欺负不了你去。 林青婉夫夫身, 声音带着哽咽, 谢外祖母疼爱。 王景须坐在一侧, 她本身落在低眉脸目的少女身上, 眸色更加忧深。 初来乍到变哄的祖母真心喜爱, 这位表妹却是颇有几分玲珑心思, 也看得透局势, 知晓王府内宅谁最有话语权。 林青婉站在王老夫人身侧, 乖巧又恭顺。 轩氏姐妹, 眼观鼻, 鼻观心, 谁都不敢多言, 都很是安分。 除却轩氏姐妹, 其余几人气氛倒很是亲和。 王老夫人与李氏, 与林青婉闹着家常, 三公子王景仁走了进来。 祖母, 王老夫人脸色清淡, 怎定你一个人来的, 不是和小丫头一起的吗? 王景仁文雅的脸有一瞬僵硬, 萧表妹在后面, 孙儿先走了一步, 她硬也快到了。 王老夫人从嗓中发出一声轻哼, 没有说话, 宣誓指得硬着头皮, 起身给长子解围。 人哥儿, 先去你大哥身边坐吧, 待会人到齐, 就该开饭了。 王景仁拱拱手, 不着痕迹地瞥了林青婉一眼, 才抿嘴坐了下去。 王景仁始终挂着笑, 兄弟二人微微汗手, 算是打过了招呼。 想到垂花拱门处, 大哥的那声轻笑, 王景仁的脸色有些不佳, 便带了几分冷意。 王景仁倒是毫不在意。 林青婉与王老夫人说着闲话, 二人脸上不时笑开, 颇有几分祖孙情深。 王景仁冷冷看着, 他想不明白, 祖母出身高门望族, 又是武将出身, 应该不拘小节, 不说日月入怀, 也该豁达大度才是。 可却是斗梢之辈, 心胸狭隘道对竖出子女刻薄如斯。 转眸瞥向轻衣少女, 她眼中不渝更甚, 规格贵女, 度量小气, 分金剥两, 恃宠生娇, 无礼至极。 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祖母喜爱她, 也是有道理的。 对王景仁的视线, 林青婉自动忽略, 对这种迂腐书生, 她向来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说话间, 该来的都差不多到了, 跟在小轩氏身后, 十足的乖巧董事, 又透着几分小心翼翼, 愿小轩氏如何给予冷眼, 都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 瘦着。 王老夫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不明白一个官家嫡女, 怎么就叫养成了这副小妾做派。 不过三方的是, 她向来懒得理会, 只要别惹到她, 她也只当看不见。 又扭头看向身边, 长相酷似爱女的外孙女, 大放得体, 温婉沉静中隐藏锋芒, 端庄高贵, 眼中的笑意更浓。 世家贵女就该如此, 原娘教养得极好。 祖母, 孙子可想死你了, 快让我来抱一个。 屋外传来一声嚎叫, 引得屋内众人齐齐笑了起来。 毛猴子, 没规矩。 王老夫人轻斥一声, 脸上的慈爱之意更浓。 片刻后, 一个长相与大公子, 有七八分相似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一身的暗红锦袍, 张扬又四翼。 掌房次子, 二公子, 王锦红。 林清婉看见她的第一印象就是, 骚里骚气, 像极了开的正盛的牡丹花。 珍艳, 与她的哥哥, 王锦虚, 是两个极端。 她转眸看向面带嫌弃的王锦虚, 二人虽长得很像, 却南辕北辙, 即便站在一起, 也能轻易分别, 一个清朗如月, 温润中隐藏锋芒, 一个狂放不羁, 随性中蕴含精明。 感觉到身后少女落在她身上的视线, 王锦虚抬眸就对上了少女睁大的眼眸, 透着古怪, 不知为何, 她脸颊忽然有些发热。 跟随王锦红身后而来的还有一名少年, 比起她的张扬低调许多, 长相上成, 可在前者的映衬下就显得有些普普通通。 第125章冲突 二人一同见礼, 一个随意, 一个规矩。 婆侯, 叫你闹荡。 王老夫人称了眼王锦红, 对林清婉介绍, 这是你二表哥从小就皮是淘气, 旁边的是你四表哥, 林清婉一一见礼, 二表哥, 四表哥, 王锦辰连忙还礼, 表妹好。 王锦红却是挑着眉梢, 走上前上下打量着林清婉, 嘖嘖两声, 话还未出口, 就被王老夫人给推到了一旁。 你给我老实现, 吓到了你表妹, 老身收拾你。 祖母, 你这是有了新欢, 就不要红哥这个旧爱来, 我只是想夸夸表妹而已, 瞧您护独子的, 以往您可是最疼我的。 滚。 王老夫人笑骂, 整日没个正行, 招人嫌, 谁疼你了? 祖母喜心厌旧, 薄情寡义。 王锦红故作伤心, 讨得王老夫人笑个不停, 屋中气氛很是融洽。 林清婉瞧着卖乖讨巧的二表哥, 眼眸微闪, 名门知足, 能养出如此新兴的公子, 实在难得。 看表妹一直瞧着我, 可是也觉得我说的, 对。 突然被指导的林清婉正了正, 脸颊顿时红了, 连忙低下了头, 去,不许欺负你表妹。 王老夫人拉着林清婉坐在身旁, 王锦红也含笑坐了下来, 眼神却是不时瞟向上位少女, 透着几分玩味。 收起不该有的心思, 她是姑姑唯一的女儿, 祖母的心头肉, 当心挨板子。 耳边突然响起嘀嘀的警告, 王锦红扭头就看到, 自家不苟言笑的大哥, 正一脸正色地瞧着自己, 透着嘶嘶沉冷。 他呼得一笑, 大哥魂说什么呢? 兔子, 还不吃窝边草呢? 我怎么可能咳着自己人, 霍霍? 不是最好, 你的皮也挨不起这顿揍。 王锦虚扭头看向上位说笑的祖孙, 轻抿着手中温差。 而比起王锦红出场的高调, 二房次子王锦纯就显得不起眼许多。 他行过礼后, 就物资找个靠后的位置坐了下来。 林清婉注意他一眼, 就表面瞧着, 是个敦厚沉稳的。 最后过来的是林轩义, 他比林清婉到得早, 府上人也都认得差不多了, 行过礼后就坐了下来。 兄妹二人目光交汇, 相视一笑。 人到齐了, 咱们就开宴吧。 王老夫人挥手让于摩摩去安排。 你舅舅们是忙, 让人递了消息晚些回来, 咱们就不等他们了, 有机会再见。 林清婉乖巧应下, 扶着王老夫人坐在主位, 其余人也都依照身份掌幼入座, 规规矩矩, 不曾发出半丝声音。 王老夫人左边坐着李氏, 右边是宣氏, 他们后面是自家长子, 四子。 小萱是带着两个儿子, 又往后一些, 坐在二房后面, 林轩义与王景红挨边。 林清婉转身想去后面坐, 却被王老夫人拉住了手, 就坐这, 坐外祖母身边。 立即有丫鬟从旁夹了一张椅子, 林清婉却有些为难。 她看了一圈, 轻声推辞, 外祖母, 清婉坐二哥身边就行, 用过饭再过来陪您。 圣经是注重规矩的地方, 尤其是王家这样的门第, 你就坐, 老神说了算, 坐。 王老夫人拉着她的手, 拽到自己身旁, 其余人谁都没有开口, 气氛却有些凝滞。 在王府, 你就和你母亲一样, 没什么区别, 她有的待遇, 你都有。 来人, 给小姐拿副碗筷来。 一旁伺候的丫鬟, 不着痕迹地瞅了眼灵清婉, 忙过去将碗筷拿了过来。 这声小姐, 比起表小姐可要重得多, 在座众人都冷了一下, 神色各异。 李氏始终面目柔和地笑着, 二房宣誓皱眉, 小宣誓则面色阴沉, 却又不敢反驳。 她待不待见那个庶女是一回事, 可嫡母这话, 尊明是将他们三房踢出了王家。 宣誓拉住身旁长子的衣袖, 不停地使着眼色, 可王锦仁却不理会, 直接说道。 祖母。 她起身拱拱手, 一脸正色道。 虽然知晓您疼小表妹, 可她毕竟姓林。 而咱们府上还有一位真正的小姐, 是三叔房里的颜夕妹妹。 您这么称呼小表妹, 怕事不妥。 铿锵有力的声音落下, 正听瞬间安静下来, 宣誓下白了脸, 连忙起身转环。 你这孩子, 钻什么牛角尖呢? 真是瞎讲究。 你祖母就是顺口一说, 你叫什么劲呢? 还不快坐下。 可认她如何拉, 王锦仁就是不为所动, 双目炯炯地看着王老夫人。 无奈她又转头笑道, 母亲, 人根还小。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媳妇回去, 一定好好教训她。 教训? 若是教训有用, 她怎还会是父性子? 王老夫人抬眼看向王锦仁, 眼中带着冷恋。 你的圣贤书, 便只学会了与人为敌, 对长辈不敬吗? 孙儿不敢。 王锦仁抿着嘴, 眼中却明显带着不服。 毕竟是亲孙子, 王老夫人心中说不出的失望。 你表妹话说得那般透彻, 看来你还是半点没听进去啊。 只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 整日一副举世接着你独卿的模样, 是你父亲无能没能教好你, 还是你母亲教导不善? 宣誓脸色煞白, 小辈不知, 可作儿媳的她与李氏, 可是深深清楚, 婆母对妾室的厌恶程度, 能心平气和地接纳, 已是不易。 母亲息怒, 是儿媳浇惯了人根。 您别气坏了身子。 王锦仁也白了脸, 不曾想到祖母会如此犀利, 她可是她的亲孙子, 她竟会如此评价她。 王老夫人脸色沉冷, 别以为她不知道, 这个饱读圣贤书的三孙子, 心里一直看不上她这个气量狭隘的亲祖母。 她撇着宣誓, 不是你教官坏了她, 而是她继承了你的蠢笨, 迂腐自大。 第126章夜路交谈。 宣誓垂着眼, 当着晚辈的面被训斥蠢, 她面上有些挂不住。 母亲, 瞧您说的, 儿媳怎么就蠢笨迂腐了? 哼, 王老大人冷哼一声, 被林清婉拉住了衣袖。 祖母, 三表哥心思干净善良是好的, 您就别怪罪她了。 王老夫人轻拍拍她的手, 干净善良自然是好, 可我看, 她分明是脑子糊涂, 耳根子软, 经不住人三句挑拨。 话落似有若无的扫国末尾的萧和。 让你读圣贤书, 是想让你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为朝廷, 为天下百姓做贡献。 而不是让你拘泥于后宅指点江山, 与女眷争执那鸡毛蒜皮的对错。 堂堂七尺男儿, 掺和后宅之事, 像什么样子? 一番话说的王景仁面色发白, 手被青筋突起,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王景红轻挑着眉梢, 目光落在她身上, 带着嘲讽。 她生性不羁, 不少受王景仁教训白眼, 今日可算是出了一口气。 气氛沉静下来, 李氏才不紧不慢地起身打圆场。 母亲, 明潇潇气, 时辰不早了, 该用饭了。 嗯。 王老夫人应了一声, 李氏才命人上菜。 须于, 一个长相清秀的粉衣少女, 带着一众仆从走了进来。 祖母, 大伯母, 二伯母, 母亲。 她一一见过李, 轮到小萱氏时, 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透着几分局促。 哼, 你倒是孝顺, 我说怎么没见着人呢? 原来是早早来你祖母这了, 就会献殷勤。 小萱氏带着笑, 说话却有些阴阳怪气。 王延熙不敢吭声, 捏着帕子的手钻得很紧。 是老身让她去厨房瞧着, 做几道口味清淡的菜。 你有意见? 小萱氏一僵, 儿媳不敢。 王老夫人淡淡收回目光, 不再理会。 对三房, 她是懒待教训的, 可王延熙, 她轻叹一声, 也是个可怜孩子, 日日前来伺候。 不管能不能见到她都坚持不懈, 从吃食到起居都轻力轻微过问。 哪怕知道她别有用心, 她也愿意给她这个庇护。 王延熙挥挥手, 丫鬟们开始上菜, 她又领着两个丫鬟, 亲自走到了王老夫人身前。 祖母, 这几道菜都是好刻画些的, 您可以多用些。 王老夫人微微点头, 林清婉本想起身帮把手, 却被王老夫人拉住不让动。 她笑笑, 抬头冲王延熙微微汗手, 算是打过了招呼。 表妹好, 王延熙微微浮身, 有理有节, 倒是让林清婉颇有几分不好意思。 王锦仁阴沉的目光落到林清婉身上, 透着不屑, 当真是摆得好大的架子, 真是毫无礼教。 宣誓生怕她再多嘴, 忙拉着她转移话题。 菜上整整一桌, 王老夫人开口, 都别愣着了, 吃饭吧。 众人阴誓, 王延熙缓步往三方去, 小宣誓一双眼睛, 近视冷意。 你走到你二表哥身边去。 王老夫人突然抬眼冲王延熙说, 她显然冷了数秒, 随即忙扶声音是, 感激地走到林轩义身旁, 她依旧规矩地向林轩义行了一礼, 林轩义同样起身回礼, 二人这才坐下。 一顿饭吃得很是安静, 连性子活络的二公子王锦红都不曾发出一言, 整个正厅连碗筷抨击的声音都很少响起。 王老夫人身旁有专门的丫鬟布菜, 林清婉只垂头安静地吃着, 大足中, 食不言, 请不语这是规矩, 王家显然十分注重礼仪。 用过饭, 众人数口尽手。 二房三房早有些待不住了, 各自找了个借口就走了。 李氏侍忙也走了, 掌房剩下了两个儿郎, 悠闲地坐在下手, 还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又往后是林轩义。 王延熙在小轩市的冷力眼神示意下, 跟着三房走了。 你们兄弟俩扑个忙个地去, 赖在这做什么? 王老夫人说得嫌弃, 可眼中的笑意却很是慈爱。 祖母, 孙儿想留下看看, 不是藏了什么好吃好玩的? 滚, 就你聪明。 王老夫人撑了眼王延熊, 笑意盈盈地招呼丫鬟。 不多时, 丫鬟就捧着一个锦目盒子走了出来, 在林轻婉面前打开。 林轻婉只觉眼前金光闪闪, 有些刺眼。 王延熊凑了上来, 看到里面的东西后, 又百无聊赖地坐了回去, 我还当是什么宝贝, 原来竟是些珠宝首饰。 祖母, 您可真俗。 王老夫人瞪她一眼, 你是爷们, 怎会明白女子对首饰的喜爱, 赶紧滚, 别在这讨嫌了。 王延熊叹着气起身, 行吧, 那我就可就真滚了, 金哥可就滚不回来了。 滚滚滚。 王延熊笑得满脸开花, 还是恭敬地行了一礼, 才施施然离去。 这会儿, 林轻婉也从锦目盒上收回了视线, 祖母, 这个太贵重了, 外孙女不能要。 这一盒子, 虽比不上那人的那套羊枝白玉头面, 可也是价值不菲了, 他出来乍到, 已经拉了不少仇恨了, 可不敢成为众矢之地。 老神说了, 你在王府, 地位相当于你母亲, 没什么贵重东西, 是你不能要的, 赶紧收下吧。 你东西, 都被难民抢了去, 总不能不带首饰, 那像什么样子? 林轻婉还是有些犹豫, 估计这些得是外祖母压箱底的东西。 这时, 王景旭也淡然开了口, 给你就收下, 往后都是一家人, 不可见外了去。 你表哥说得对。 王老夫人点头, 吩咐一旁的月和, 给你家小姐收起来吧。 月和应声, 又扭头看林青晚, 待她点头后, 才上前接过锦目盒子。 一哥, 你过来。 王老夫人, 抬手招呼林轩逸。 你回来那日, 咱们都心挂着碗箱, 我也不曾好好看过你。 林轩逸起身走了过去, 王老夫人上下打量着她, 点点头, 不错, 随你母亲。 瞧这一身书卷气, 功课定然不错吧。 林轩逸拱手, 还算说得过去。 那就好, 如今林家不同往日, 还要靠你和锦哥重振门峰才行。 你们兄弟俩要齐心, 静往一处使, 方能顶门立足, 护好你母亲妹妹。 祖母说的是, 林轩逸看眼林青晚, 眼中带着坚定。 好好好。 王老夫人连连点头, 脸上也有些倦意。 你再有不久即将下场, 王后也不必给谁请安, 就待在你的院子里, 安心背口, 若能一举高中, 也算给你母亲争光了。 林轩逸名仅存, 多谢祖母。 嗯, 行了, 都回去休息吧, 折腾了那么多日, 得好好歇上两日, 晚节也别来请安, 都安心住着。 是。 几人全部起身, 行礼后退了出去。 王老夫人看着几人背影, 脸上带着笑意。 于嬷嬷给她倒了杯茶, 老夫人是真的很喜欢表小姐啊。 王老夫人喝了口水, 笑道, 竟说废话, 她是原娘的亲女儿, 又那般懂事得体, 老神当然疼她。 说完又挟了于嬷嬷一眼, 原娘自幼在你跟前长大, 牙牙血雨, 就是你抱着的。 难道你不疼玩家?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下午巴巴地去干什么, 还在老神面前装大尾巴狼。 于嬷嬷笑了起来, 什么都瞒不过老夫人的眼睛。 话落, 她又将下午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 末了才道, 以前您一直嫌弃大小姐性子软和, 如今她的女儿刚柔病激, 锦绣又暗藏乾坤, 难道您不欢喜? 王老夫人不住地点头, 这才向我生出的女儿, 虽然隔了一带, 可终归弥补了老神的失望。 表弟, 既是祖母免了你的请安, 你这几日便安心读书, 温习功课, 过些日子, 我带你去拜访楚阳先生。 林轩一谋中欢喜, 拱手道谢, 那就麻烦表哥了, 都是一家人, 不必如此见婉。 林轩婉站在一旁, 也为自家哥哥高兴。 王景须, 天色太暗, 我送表妹回去吧, 表弟是男儿, 我就不送了。 林轩一间妹妹得王家重视, 也很是高兴, 那就麻烦表哥了。 又与林轩婉打过招呼后, 就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林轩婉却有几分局促, 虽是表兄妹, 可深夜同行, 总归不太妥。 表哥, 月盒带了灯笼, 就不麻烦表哥了, 我自己可以的。 王景须看出他的不是, 但声道, 没关系, 我也要去母亲那一趟, 顺路而已, 走吧。 话若率先走在前面, 林轩婉字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得台步跟上。 在锦绣阁住的习惯吗? 挺好的, 带旧母布置的妥贴。 王景须点点头, 你在林府时, 可曾读过书? 读过一些, 不过都是女儿家的。 世家贵女, 琴棋书画, 针线女工, 只需懂, 不需精通, 那些四书五经, 就更不会学了。 他们要学的是那些礼教父德, 怎么尊夫君为天, 怎么孝敬公婆, 怎么清真不二, 怎么不疾不读, 然后是管理术五, 怎么做一个合格有能力 有手段的世家负。 王景须偏头看他一眼, 随后道, 圣经女子所学也差不多, 只有极少数家中长辈开明些的 才会稍稍教导些其他的东西。 可无人授予视力, 又怎么知书达理? 难不成嫁人后, 与夫婿丙竹夜谈女界内训不成。 林轩婉垂着头, 不知为何心中的驳斥竟脱口而出, 反应过来的他, 很是有些尴尬。 王景须脚步陡然顿住, 他小脸迅速火烧起来。 我, 我只是胡乱说说, 表哥别在意。 你说的是事实, 怎是胡说。 王景须回过身, 幽黑的毛子带着晦暗, 东汉要求女子贤良舒德, 世家又要求女子可扶持夫婿, 还要管理后宅, 可对一个从小只读女四书的人来说, 根本是强人所难。 知识决定见识, 两眼一抹黑, 怎么可能与那些十年寒窗的男儿们说到一处, 更遑论能看懂正事, 伴上才反应过来, 可男子们不会认为是东汉的风俗 与女子自幼的教养出了问题, 只会觉得自己的妻子无能, 什么都不懂。 二人所学所识, 根本不在同一个节点上, 女子地位就会低下, 就会被男子看不起, 被男子嫌弃无用, 觉得话不投羁半句多。 其实呢, 若女子也自幼熟读诗书, 而并非那些束缚之物, 女子眼界见解, 也未必就低男子异等。 第127 王延熙 王景须发出一声轻叹, 世俗使然, 的确对女子诸多不公。 林清婉点头, 对这位大表哥印象又改观了一些, 名门嫡子, 有此见解, 实属难得。 二人打开了话匣子, 一路聊得尚算开心, 王景须一直将人送到景秀阁门口, 才止住了脚步。 前院有处书楼, 是早年为我们兄弟几人设的, 里面收集了各种藏书古本。 你若有兴趣, 可以常去做作, 有什么不懂的也可问我, 我定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如此就多谢大表哥了。 林清婉立即应下, 与其于府上女眷周旋, 倒不如待在书屋里, 移情修身, 熏陶心智。 王景须, 眼前直下三千字, 胸刺全无一点尘, 也是一种享受。 林清婉汉手, 扶身行礼后转身进了院子。 直到人影消失, 王景须才收回视线往回走去, 嘴角擒着淡笑, 不知为何。 他认为这个表妹就该是那种, 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女子。 而非拘泥于后宅, 可惜,也许是生地方的原因, 林清婉一夜都睡不安稳, 眼底就染上一丝乌青, 显得人也有些精神违靡。 晨时刚到, 林清婉便换了宁香进屋。 小姐, 老夫人不是不让您请安吗? 您怎么还起这么早? 您一夜都没怎么睡, 瞧你眼圈都是黑的。 祖母疼我不让我请安, 可咱们却不能不知理数, 知晓你心疼我, 没事的, 左右闲着无事, 回来再睡也是可以的。 林清婉伸开双臂, 林清婉给她穿上衣裙, 镜面梳妆, 她全程闭着眼睛, 困倦极了。 在别人家里头, 总是不如自家自在。 林清低声叹息, 在林家小姐, 何曾起这么早过? 正因如此, 咱们才需更加谨慎, 不可让人觉得恃宠生娇, 不通礼教, 给林家丢人。 世家名门之中, 不知有多少女子, 过着小心翼翼的生活, 她们事事谨慎, 如履薄冰, 整日费尽心思讨继母, 讨嫡母, 又或是讨婆母开心, 我不过是早起些, 不打紧。 宁香叹息一声, 不再言语。 坐在同镜前, 林清婉看着自己的 略显憔悴的面容, 微微醋眉, 粉上厚鞋吧, 别让人瞧出来。 宁香应声, 给她画了一个 略微重些的妆容, 不过好在她皮肤白, 五官精致, 倒更趁她瑰丽娇美。 不曾用早饭, 林清婉就带人 往远兴堂去了, 却不想, 竟有人比她更早。 狼言下, 一袭淡粉色衣裙的 王妍兮带着丫鬟 已经候在那了。 见她走来, 忙扶身行了一礼, 表妹好。 林清婉回了一礼, 表姐这么早。 王妍兮笑笑, 祖母有喝花茶的爱好, 早晨的露水 加上新鲜花瓣, 清香四溢, 我每隔两日 会收集一些。 林清婉垂头看到 她心中抱着的水瓶, 微微一笑, 表姐有心, 是外祖母的福气。 二人相视一笑, 等在门外, 谁都不再发出声响。 林清婉回头 冲宁香眨眨眼, 看吧, 总还是有人 比她们更早的, 那份心思与毅力, 远不是她可比。 林香看眼王妍兮, 微微摇头, 若可以, 谁想风吹日晒 做丫鬟的活计, 不过是生存艰难, 求个庇护罢了。 林清婉自然清楚, 王妍兮虽目的性太强, 可她想好好 活下去的初衷 并没有错, 也不让人反感。 小姐, 老夫人醒了, 让你们过去呢。 不过半炙香不到, 就有小丫鬟挑了帘子出来, 冲林清婉道。 一色的王妍兮 抱着水瓶的守微景, 面色却没什么变化, 她身旁的小丫鬟 却是垂下头, 微微撅起了嘴。 老夫人今日比起以往, 竟早起了半个时辰。 放肆! 她声音虽小, 却得到了王妍兮的 吏声呵斥。 祖母的是, 岂是你一个丫鬟能议论的, 下次再如此不知分寸, 我定狠狠罚你。 小丫鬟慌忙告罪, 小姐恕罪, 奴婢只是一时嘴快, 胡乱说说。 她只是为自家小姐不平。 王妍兮冲林清婉汗手, 小丫鬟不懂事, 表妹别放在心上, 快进去吧。 嗯,一起吧。 林清婉率先走了进去, 见她真的不在意, 王妍兮这才放下心, 又责怪地看了眼丫鬟 才跟了进去。 见到跟上来的王妍兮, 王老夫人轻叹口气, 却也没有给予冷脸。 二人见过李, 王妍兮将东西奉上。 王老夫人, 不是说过了, 这些事情自有下人去做, 你何必亲力亲为。 是孙女的一点心意而已, 不打紧。 王老夫人无奈, 只得命于嬷嬷收下。 不是说不让你来吗? 怎地大清早就过来了, 也不嫌累得慌。 王老夫人拉着林清婉, 都是女子, 怎会看不出她妆容下的不妥。 历时问道, 看你脸色不好, 怎么回事? 可是锦绣阁有何不妥? 没休息好? 没有, 许是新地方, 有些认床, 过几日就好了, 那就待在房里好好休息, 跑来请什么案。 王老夫人责怪地说, 二人说说笑笑, 互相关心的温馨画面, 让王妍兮看得红了眼, 颇有几分羡慕。 若是她小娘活着, 她硬也会有人疼, 不至于像如今这般, 靠着讨好卖乖过日子。 王老夫人问, 是不是还没用早饭? 这不是等着来外祖母这层呢? 林清婉笑说, 王老夫人拍拍她的手, 呈, 就在这吃, 吃完回去赶紧休息。 说完让余嬷嬷安排下去, 不过半炷香, 厨房那边就送来了 热气腾腾的早饭。 王老夫人心情好, 又是个心软的, 连王妍兮都开口, 让她留了下来用饭。 王妍兮受宠落惊, 一顿饭大多时间 都在给王老夫人布菜。 王老夫人制止也没用, 只得任由她去了, 一顿饭吃的气氛很是轻快。 不过刚下饭桌, 王老夫人便强硬地 将林清婉给赶走了, 让她回去好好补教。 二人一同出了远兴堂王走廊去。 过了长廊, 锦绣阁就在不远, 王妍兮温柔开口, 表妹住处到了, 你好好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她扶了扶身, 转身走得干脆。 如此时大体, 只分寸又进退有度之人 很难让人不喜欢。 林清婉总算明白 外祖母那般反感输出, 却不曾拒绝她的原因了。 也许打心眼里, 外祖母也是愿意帮她一把的。 回三房的路上, 王妍兮神色平静, 与往日并无不同。 她身边的小丫鬟却是忍不住开口。 小姐, 您起早贪黑事后了老夫人好几年, 竟还比不上一个出来的表小姐。 老夫人也太让人寒心了。 咱们在外面都等了半个多时辰了。 表小姐刚来没多久, 老夫人就醒了, 这分明就是。 住嘴。 温温柔柔的人, 脸上少见得有了一丝利色。 我平日是怎么教导你的? 你怎敢碎嘴老夫人的不是? 小丫鬟别别嘴, 眼眶红了, 我只是替小姐不值, 您才是府上唯一的小姐。 可你过得这是什么日子啊? 王妍兮语气平静, 亲疏有别, 一目了然, 有何可抱怨的? 表妹是姑母亲女, 我不过一个数字的庶女, 老夫人肯赏脸, 让我服侍已是良善, 咱们又凭什么不满? 若非老夫人肯让她静远心堂, 让小轩是有所忌惮, 说不定, 她早就被心肠狠辣的小轩是暗地整死了。 什么唯一的小姐? 玉和, 我看你是。 老头, 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 尤其是在这深宅大院中, 看不清自己的身份, 就会成为一捧黄土。 玉和脸色微白, 垂着头不再言语。 往后这样的话, 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到。 你若觉得跟着我这样的主子没用, 大可令你去处, 我绝不拦你。 她说完往前走去, 玉和白了脸, 慌忙跟上。 小姐, 奴婢与您自由一起长大, 怎会背叛您, 去伺候旁人。 直到回到自己的小破院, 王延熙才回身看向丫鬟。 玉和哭得满脸是泪, 毕竟是从小到大的情分, 王延熙中世忍不住心软道。 好了, 别哭了。 小娘说过, 君子记恩不记仇, 小人记仇不记恩。 你不可忘了, 咱们之前没一串, 没饭吃的日子, 是怎么度过的? 能有今日体面, 都是老夫人施舍。 玉和抽着鼻子点头, 不敢忘, 奴婢记下了。 嗯, 往后对表妹也要和其恭敬些, 咱们若可以与这位表小姐有几分交情, 日子就能更好过些。 王延熙笑笑, 她心思通透, 是个良善的, 不像萧和儿那般刻薄。 可咱们也不可存了利用的心思, 她虽温软, 却也不是能拿捏的主。 抱成一针, 她自会赤心相待。 第128章江南风波 锦绣哥 林青晚回房后, 就卸掉差环上了床。 小姐好生些险, 奴婢在外面守着, 有事您换一声就成。 宁香给她盖了床宝毯, 就去了外间。 月和往里看了眼, 低声问, 小姐可是休息了。 宁香点头, 刚睡下, 可是要到井端了。 月和直指桌子, 从婆罗中拿出一匹月白色绸缎, 绣房听说是小姐要用, 二话不说就给了, 还是最上层的井筹, 触手光滑, 上身也轻薄透气, 最适合夏天做礼仪。 宁香接过布料摸了摸, 很是满意, 虽比不上小姐回来那日, 穿的那件衣裙, 从家中带来的香笼里面装的都是林青婉的贴身衣物, 如今全都没了, 她得重新做几件才行。 月和, 宁香妹妹, 你为何非要亲手给小姐做? 咱们府上的绣房可是请了京中最有名的绣娘, 手艺是一绝的。 宁香穿针引线, 便笑道, 咱们小姐对贴身衣物颇为挑剔, 便是在家中时也都是我与宁乐亲手做的, 我怕她穿不习惯, 还是自己动手的好。 原来如此, 那我来帮你吧, 不过我绣工不行, 只能给你打打下手。 宁香点头, 二人不再言语, 配合默契地忙活起来。 林青婉只觉自己很困很困, 根本就睁不开眼, 连宁香换她吃午饭都没有理会。 宁香无奈, 只得让人将午饭放在了小厨房温着, 任由她睡去了, 好在锦绣阁有单独的房间开了火灶。 从早上一直睡到日落西山, 林青婉才悠悠醒来, 久到宁香几次进礼间查看, 甚至还换了宁霜, 前来给她把脉。 小姐, 您可算是醒了, 您这一觉睡得可是真沉。 宁香扶着她起身, 坐到庄台前。 左右不出门, 简单挽起来就行。 宁香应声, 只拿一根玉簪将她青丝松松挽起, 留两缕碎发垂落耳边, 瞧着温柔极了。 热了一下午的饭菜端上来, 林青婉只吃几口, 就没了胃口, 都撤下去吧。 小姐, 您一日没用东西了, 好歹用些轻皱。 林青婉摇摇头, 起身走向窗前, 清风带着一股微热迎面来, 让她更加焦虑了几分。 小姐可是在担心家里。 林青婉不语。 宁香一拍脑门, 今上午, 允风从后门送了信来。 说是夫人, 给你来的, 奴婢想着, 等您醒了给您, 竟是忘了。 林青婉猛然转身, 母亲来信了, 快拿来。 宁香忙回身去取。 林青婉捏着信阀, 指尖都有些微颤, 她担忧了一路, 不知家中情况如何, 沈默可曾因为她的离开为难附凶。 打开信阀, 上面的确是王室的自己, 洋洋洒洒一夜, 却都是叮嘱让她出门在外要小心, 照顾好自己身体, 以及在王家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林青婉有些失望, 是家中一切都好, 还是阿母报喜不报忧? 以沈默的手段跟性子, 她是定要发一通火的。 也的确如她所想, 沈默一心想着摆平族青那些老顽固, 能尽快迎娶她的心上人进门。 她拿到了族青受贿污的证据, 才终于震慑住了那些人, 不敢再出言反对。 同时石灵来报, 称找到了江神医。 那一日, 她觉得全身清爽, 空气都是带着香的, 仿佛老天爷都在帮她, 让她如愿。 江府上曾给她把麦看过枕的大夫带过来。 石灵, 人就在门外, 属下将他们都带过来了。 不多时, 那位大夫与江神医先后走了进来, 在沈默的事宜下, 二人就临清婉的脉象与症状探讨起来。 江神医再三询问, 才沉吟出口。 这位小姐只怕不是生病, 而是心病。 何意? 沈默眯眼看着江神医, 眼眸逐渐冷凝。 据我猜测, 这怕是用了某种药物, 才会有的反应。 只不过, 此药早在数年前, 那家医堂出事后, 就消失不见了。 我也只是凭借这位大夫的叙述猜测而已, 具体还是要看过本人把过麦才行。 沈默没有开口, 通声的冷寒让石灵都有些惊惧。 马车从神府驶出, 迅速往灵府而去。 不带门口人通报, 他便直接闯了进去。 外院垂花门前, 一袭天青色锦袍的林轩井, 副手而立, 正等在那里。 炎炎夏日, 他却满身的清寒。 沈默脸色瞬间阴沉无比, 他一步步走了过去, 袖中的手颈钻成拳, 眼中是滔天的怒火与紧张。 他呢? 冰冷的声音降低了周围的气压, 林轩井缓缓转身, 面色平静, 并不言语。 我再问你一遍, 亲吻他人呢? 他眸中涌上立色, 突然上前拽住了林轩井衣领, 表哥, 我警告过你的, 你最好不要陪他胡闹, 否则后果, 林家承担不起。 他走了, 英诗已经出城了, 去了圣经。 轻飘飘的声音不带一丝情绪, 他不愿嫁你, 哪怕服用静药伤身, 都不愿与你在一起。 你找死? 沈默怒到极致, 抬手一拳打了过去。 他谋划多时, 好不容易摆平一切, 盼望着能迎他入府, 却在万事俱备之时, 一场空。 他如何能忍? 林轩井不闪不闭, 脸上迅速红肿起来, 嘴角也留下一丝鲜血。 他擦掉血迹, 抬眼看向沈默, 有黑的眸子, 没有一丝波澜。 我受你这一拳, 是不想给林家惹麻烦, 不想累积家人, 并未怕了你, 亦不是对不住你。 他脊背挺直, 那日天色阴沉, 风很大, 烈烈冷风中, 他沉沉望着盛怒的沈默, 没有丝毫慌乱, 风骨灼然。 你与他青梅竹马, 本感情甚堵, 不出意外。 你们本可以是一对美满夫妻, 可却走至今日, 你可曾在自己身上找过原因? 难道不是你将他推远, 又将他对你的一腔热血, 一点点浇灭, 直至化为死灰? 你想爱他, 可又从不遵循他的意见,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难道不知他的脾性, 不懂他的骄傲? 难道他不曾告诉过你, 他的意思? 可你呢, 威逼强迫, 让他退无可退, 最后不得不为了家人, 而选择伤及己身的法子, 不惜一切代价地远走他乡。 沈默, 你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 是你逼走了他。 而我的妹妹, 宁折不弯, 你们, 再无可能了。 沈默手指骨节清白, 脸色阴冷, 仿佛蕴含着狂风暴雨, 即将来临。 突然勾了勾唇, 表哥, 他是我的未婚妻, 不管躲到哪里都是, 我能摆平沈家族亲, 亦有手段让他回来履行婚约, 除非, 他不要邻驾。 林轩景面色微白, 你不怕他恨你吗? 放心, 我不会真的对你们如何, 我不会让我与他之间, 成为解不开的死结。 沈默化落转身离去, 背影挺直过, 带着决绝。 主子, 沈抚马车上, 石灵看着瞬间颓然下去的沈默, 轻唤了一声。 他竟为了逃婚伤疾自身, 扶药也要离开。 他竟当真这般恨我。 石灵闭闭嘴, 主子, 不正是因为心中有您才会恨, 否则一三小姐那凉薄性子, 何曾会这般对旁人? 沈默抬眼看着他, 眼中茫然不解, 因爱生恨吗? 石灵忙点头, 不管是不是, 如今都得是, 跟了主子这么久, 他再清楚不过三小姐对他的意义, 那是黑暗里的光, 是阴暗沼泽中的救赎, 是主子唯一的心知所向, 一方锦绣。 第129章, 贵客到访。 沈默脸色缓和, 目光优远, 没有言语。 主子, 可要属下带人, 将三小姐带回江南? 不必了。 沈默口吻清淡, 让他舒缓舒缓心情也好。 这些日子, 的确是我让他寒了心, 等消了气, 再让他回来不迟。 就是因为他操之过急, 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反抗远离。 他的性情太烈, 他不能再以强硬手段, 得徐徐徒之。 况且还有王家, 在圣经也是有几分地位的, 两败俱伤对谁都不好。 盯紧了林家, 适当给予一些为难, 不要太过, 让他牵挂着这边就行。 石林拱手应下, 沈家马车远去, 沈默靠在车厢上, 有种说不出的孤寂与黯然。 眼前浮现少女轻柔婉约的身影, 她眸色更沉, 怎么就, 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她明明那般欢喜她的, 怎么就逼得她走到了这一步? 许是白天睡得太沉, 林清晚一直到深夜, 都没什么睡意。 好在晚间请安时, 王老夫人勒令她不准再去, 所以明日并没有什么事, 可随意睡到日上三竿了。 宁香知晓她睡得晚, 只待在外间, 不敢进屋, 生怕扰了她休息。 月和匆匆进来, 王李指了指, 宁香点点头, 小声说, 还在睡着。 月和有些难色, 得把小姐唤醒了。 远新唐来人通报, 说是有位贵客要见小姐, 让小姐务必快些过去。 贵客? 什么贵客? 宁香有些正愣, 她家小姐出道圣经, 除了王家人, 哪还认识什么贵人? 这, 我也不晓得。 来人只说, 让小姐快着先, 不可让人久等。 听到这话, 宁香立即起身, 绕过屏风进屋换人。 老夫人会如此交代, 定然是大人物, 那小姐就更不能得罪了。 林清晚闭着眼睛坐起身, 两日的日夜颠倒, 让她有些头晕眼花。 哪来的贵客, 可知晓是什么人? 宁香快速给她更衣, 奴婢也不知, 是月和见得远心堂的人, 因是没有提及来人身份。 月和刚好端着水盆进来, 答道, 那丫鬟只说了是贵客, 让咱们快些万不可怠慢, 就匆匆忙忙走了, 其他并未交代。 林清晚应了一声, 心思微动, 连饭都来不及吃, 匆匆梳妆打扮后, 就往远心堂赶。 小姐, 您可算到了。 于嬷嬷就守在门口, 瞧见林清晚远远走来, 总算是松口气, 忙迎了上去, 一同往正屋走。 来的可是淮阳王柿子。 林清晚低声问, 于嬷嬷惊奇地瞧她一眼, 正是, 人都来了一个时辰了, 茶都喝两壶了。 林清晚点头, 脚步反倒慢了下来, 嬷嬷可知她为何而来。 寻我何事? 这, 柿子身边带了一个小小姐, 说是您的亲切, 要见您。 您姐儿? 林清晚心下一喜, 对周牧的巨翼瞬间无足轻重起来, 加快脚步走了进去。 于嬷嬷瞧着她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 有些迷糊, 也忙快步跟上。 正堂里, 王老夫人正与下手的尊贵男子寒暄着什么, 气氛还算正常, 可林清晚却是看出了自家外祖母的不自在, 脸色都带了些僵硬, 见着她过来, 总算长长松口气。 外祖母, 周世子。 王老夫人又是一僵, 随后笑道, 周世子是亲王世子, 身份尊贵, 得行大礼的。 嘱咐过她, 又转头笑对周牧说, 世子别放在心上。 老身这外孙女出道圣经, 对一些礼节还不太了解。 周牧容颜一如既往地清冷, 出口的话亦是冷冰冰。 老夫人言重了, 林小姐最是规矩有理不过。 只不过, 我们相识已久, 这才随便了些。 哦? 王老夫人压抑地看向林清晚。 林清晚抿着嘴不说话, 心中却是对周牧父匪不止。 本世子与林小姐早在江南时便认识了, 林小姐性情真挚, 比起曾经指着鼻子骂本世子时, 今日都是客气的。 林清晚猛然抬眼看向她, 一脸都猛, 她骂过她。 何时, 她怎么不记得? 晚姐儿, 世子战功累累, 为东汉百姓出生入死, 你怎能骂世子呢? 果然, 王老夫人略带训斥的声音, 接冲而来, 让林清晚气得咬牙。 她暗暗瞪了男人一眼, 垂头应声, 很是乖巧。 外祖母训的是, 外孙女记住了。 王老夫人沉着脸色应了一声, 又道, 你这丫头可算起了, 等到老生和周世子查都合成了, 还不给世子赔罪。 林清晚面上一红, 指得上前两步, 扶身告罪, 劳世子久等。 她刚睡了一日的懒觉, 怎就那么倒霉, 被抓了包? 周木轻轻应了一声, 清凉的视线落在她的身上, 隐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笑意。 林清晚起身, 垂手脸目, 不再言语, 在这人面前, 她秉持装聋作哑, 如此方能避开她的坏水, 被故意为难。 王老夫人深邃的目光, 在两人身上转了一圈, 伸手扶着余默默起身。 老身坐这会儿, 竟是有些乏了, 腰疼得不行, 先回去休息会儿再来, 你们年轻人先聊着。 周木狠给面子的起身, 既是身子不舒服, 老夫人就快歇着吧。 林清晚撇着嘴, 也只得扶身恭送。 王老夫人瞧了眼周木, 不着痕迹的撇撇嘴, 扶着疼得厉害的老妖, 缓步走了。 出了正堂, 她瞬间直起了身, 称之见不如飞也不为过, 让丫鬟婆子都离得远些, 里面不叫人, 不要让他们进去打扰。 于摩摩惊了惊, 硬下后又斟酌问, 老夫人, 那周世子。 她生性凉薄清冷, 能对婉景侧目, 总是有几分不同的, 有这份交情, 林家也会好过一些的。 此时的王老夫人, 只以为二人交情不错, 却并未往其他地方想, 毕竟二人身份悬殊太大, 且周木又一向清心寡欲。 正堂里, 林清婉名嘴问, 周世子为何说, 名女曾骂过你? 周木瞥他一眼, 实事求是而已, 为何不能说? 他眼睛睁大, 我何时骂你了? 着急之下, 连称呼都忘了, 他又慌忙垂头, 毕竟是在圣经。 而非江南, 可别一个不小心得罪了, 可是要没命的。 很多次, 你就是长了个温顺的表象, 实则尖利, 执拗得紧。 周木鸣口茶, 诞生说出他的评价, 披着羊蹄的小狼, 骄傲又一身的反骨。 林清婉扯扯嘴, 面上有些挂不住, 只得换了话题问, 周世子匆忙寻名女过来, 可是有何要事? 他说着, 左右张望了一圈, 却并未看到想见的人。 周木见他反应, 挑挑眉, 匆匆忙忙等你一个多时辰吗? 林清婉。 他回过头, 沉默不语地看着清清冷冷的男子。 想了想, 他正欲张口找个理由, 男人却率先起了身, 王老夫人让人带他去了后花园玩, 一起过去瞧瞧吧。 林清婉直接点头, 他来圣经的主要目的, 就是放心不下大姐姐这个唯一的女儿。 想到周木在江南临走时说的话, 他脸上挂上忧虑, 淮阳王府女眷众多, 不。 知名姐儿过得如何, 有没有被欺负? 第130章, 又是滚。 走出远星堂不远, 周木突然顿住了脚步, 回头看向林清婉。 林清婉一脸莫名地抬头, 后花园在哪? 林清婉? 不知。 二人正在原地, 大眼瞪小眼, 周木瞧着他, 眸底透出无奈。 你身边没有王府的丫鬟。 林清婉有些尴尬, 有, 不过没带过来。 月河被他安排, 去做别的事了。 气氛有些凝滞, 二人一时无言。 宁香主动走上前, 世子, 小姐, 你们要不先等等, 奴婢去寻人问个路。 二人同时点头, 又看向别处, 颇有几分别扭。 表妹可是要去后花园? 一道柔声似水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林清婉嘴角抽动, 还是回过身, 汗手打的招呼。 正是, 好巧, 在这里遇上萧表姐。 萧和儿瞥眼周木, 随即快速垂头, 我也是随便转转, 闲得无聊罢了。 林清婉笑笑, 三房的人, 闲得转来了远星堂, 还是祖母勒令不许来的人, 多巧。 周木自始至终副手而立, 连头都不曾回过, 仿佛身边多出的这人, 只是空气。 这位公子是…… 萧和儿看着周木, 那柔弱无骨的风姿 让林清婉眼皮直抽。 华阳王世子, 周木。 呀! 萧和儿发出一声惊呼, 急忙走上前, 娇娇弱弱的行李, 名女萧和儿, 参见周世子。 林清婉忍着笑, 将头转到别处, 耳边却响起一道 阴冷至极的声音。 林清婉, 还是她第一次如此叫她, 带着沉沉怒意。 林清婉有些发出, 以往相处再不愉快, 她最多也是冷着脸, 声疏客气地换一句林小姐。 她倾咳一声, 宁香, 还不去问路。 宁香应声正要走, 却被萧和儿拦住。 她雾气阴晕地瞧了眼周木, 见男人眼神都不曾给她, 只得缓缓起身, 不必麻烦丫鬟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 要忙, 还是我来带路吧。 说着, 就率先走在了前面, 林清婉到了去辛苦, 也跟了上去, 回头却见周木站在原地没动, 脸色冷冽。 林清婉秀眉一条, 换道, 周柿子, 走了。 周木, 王府的丫鬟比主子还金贵吗? 让带个路都显麻烦。 她声音冰冷, 不带一丝温度。 林清婉一愣, 不明白她这是发的哪门子火, 萧表姐带路也是一样的。 总归将她们带过去便是, 免费的劳动力, 不用白不用不适。 周木抬眼看着她, 目光很冷, 如玉的容颜眉峰清裂, 不渝之色十分明显。 她不动, 谁也不敢催促。 林清婉一脸男色地瞧着她, 只觉得很是尴尬。 萧和儿站在最前面, 看见这一幕, 眸色闪了闪, 嘴角紧敏。 周柿子可是有什么问题, 还是不满名女带路? 说着就带了一丝鼻音, 很是委屈。 周木脸色更沉, 薄唇微起, 滚。 林清婉面皮一僵, 不由想起江南四合院时, 她比今日更冷的语气, 让她滚得尝紧。 这人真是, 一言不合就让人滚, 丝毫不留情面啊。 回头看向萧和儿清白的面色, 她轻叹口气, 勾引的目的太过明显, 若是寻常男子也就罢了, 却偏偏动上了周木的心思, 她生在圣经, 难道不知她的恶名? 可僵持下去, 丢得一是王家的脸面, 看戏的心思削了下去, 她走上前挡在二人中间, 被萧和儿说, 萧表姐, 世子今日心情不佳, 要不你还是先往别处转转吧。 萧和儿指甲都抠进了掌心里, 面上火辣辣的, 她匆匆忙忙赶来, 不曾想尽是自取其辱。 心中的力气压了又压, 她才垂着头微微浮身, 声音哽咽, 是, 那便不打扰周世子和表妹了, 我这就去别处。 说完走上前冲周木道, 名女不知世子心情不佳, 惹您不快, 对不住。 等了片刻, 那人依旧不曾发出只言片语, 羞怒交加的她, 只得起身离去。 她后背僵直, 手心出满细汗, 气得咬牙切齿, 刚拐过小道, 走出那二人视线, 就发狂地踢打起路边的花草, 吓得丫鬟们静若寒蝉。 该死, 为什么都能对她和颜悦色, 对我就冷脸相对。 还有王景虚, 若非她对我不假词色, 我又怎会动起别的心思。 她一番发现, 丫鬟们眼观鼻, 鼻观心, 心中清楚, 这位主的贪心, 就是大公子对她好, 她也会巴巴赶来露脸, 毕竟周世子的身份远不是大公子, 可比。 依她的贪心, 怎会放过这个机会。 这边, 周慕还沉着脸站在原地, 周深的寒意让林青婉不明所以, 好在与她接触颇多, 也不算害怕。 周世子, 她已经走了, 咱们还要待在这里吗? 她声音有些小心翼翼, 生怕这人一个发火, 也让她滚, 否则她就得跟萧河一样丢人了。 听出她的紧张, 周慕不渝的面色稍稍缓和, 轻起薄唇, 骂了声蠢货, 才抬脚往前走去。 林青婉冷了数秒, 忙快不跟上, 虽然不知她哪里蠢了, 不过未免被刺, 还是不问得好。 二人顺着萧河走的方向, 一路往前, 路上遇着哪个丫鬟, 宁香就走上前问路, 总算找到了后花园的位置。 林青婉撇着前方的男子, 想不顾形象地翻个白眼, 这般麻烦地折腾一圈, 何必骂走萧河, 让她带路多好。 夏季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 离很远都能闻到花香, 清清淡淡地, 随着微风飘散出来, 沁人心脾。 林青婉深深呼了口气, 面上带着愉悦, 正神清气爽。 前面的人却不知为何, 陡然停住了脚步, 害得她险些撞上去。 这,周世子, 您怎么? 她很想问一句, 你又发什么疯, 可终是没那胆量破裂。 周慕面色有些僵硬, 透着不同寻常的银白, 林青婉走上前, 醋没问, 你可是有哪里不是? 要是不舒服, 我们就先回去吧, 待会儿让人来寻名解就是。 周慕秀中手钻紧, 垂头看向略显担忧的少女, 半晌, 才摇头说道, 没事, 走吧。 说完, 抬脚往花园走去, 林青婉瞧着她的背影很是奇怪, 可也不敢多问, 人家都说了没事, 她再问, 被喊滚了怎么办。 四季此, 她甩甩头, 快步跟上。 第131章小林影 越往里走, 花香越浓, 家带着鸟叫崇鸣, 令人身心舒爽。 林青婉边走边看, 心情很是不错, 不知为何, 就连走在前面的男人, 脚步也慢了许多。 你喜欢花? 前面传来姜应的询问声, 出没花袭间, 宜沉宜喜, 徘徊池上溪, 若飞若阳, 女子爱花, 不是再正常不过。 她答得随性, 嘴角带着的盈盈笑意, 能看出她心情极好。 周牧威侧头看她一眼, 僵硬的面色也带了一抹玩耳。 二人一同走进花园, 林青婉四处看了一眼, 却并未瞧见明解的身影。 宁湘去找找明解在不在里面。 周牧挑眉, 既然来了, 为何不自己进去找? 王家祖上三代为官, 底蕴身后, 后花园中也是聚集了各类名贵花草。 林青婉看她一眼, 威摇了摇头, 并非她不想, 而是身旁这人显然有些不对。 她僵直的后背与面色, 明显透出不适, 周牧身份不比寻常, 还是要小心围上, 万不能给祖母惹了麻烦。 不过半刻, 宁湘就领着一个小姑娘走了出来, 身后还跟着远心堂的丫鬟。 小姑娘一身的锦衣华服, 一瞧就是大家的贵小姐, 身上也没了当日在江南时的诺想, 虽还有些惬意, 看起来已大方得体不少, 可见是被养得极好。 林青婉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小丫头一双眼睛瞅着周牧, 透着询问。 这是你三姨母, 不过多久未见, 可是不认识了。 周牧声音带了一丝温和, 明显这才点头, 扶身行礼。 林颖见过三姨母。 叔叔说过, 三姨母以后会与她同住一处, 她务必要与她打好关系。 她虽年龄小, 却也能看出谁是真心对她, 事宜对林青婉的关心与亲近, 她并不排斥。 林颖? 林青婉疑惑地看向周牧。 周牧, 私家获罪, 她不适宜再用私信, 会被人冠上罪臣之后, 本世子自作主张, 给她改了母姓。 林青婉闽纯, 多谢世子, 能遇上您, 是明姐的福气。 若非有她, 怕是明姐早就随私家女眷一样, 为奴或流放了。 想到私家, 林青婉有一丝恍惚, 她不曾问过, 不知斯文秦后便如何了, 可是还活着, 沈默会不会救她? 能遇上我, 的确是福气。 周牧饶有深意的接口, 嘴角扯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 物资转身出了后花园。 显然, 林青婉的那句话, 让她心情很好。 林青婉点点头, 罕见的没有付费, 上前拉住小林颖的手, 也往外走去。 小小的人正是爱玩的时候, 一路上东瞅西望, 看什么都新鲜。 几人又顺着原路返回, 刚走至垂花门, 一道黑影翘无声息出现, 落在了几人身前, 惊得林青婉面色耍白, 心都跳快了几分。 周牧神色不渝, 林肖吐吐舌头, 忙开口缓和。 林小姐, 是属下, 属下是林肖, 您不认得属下了。 林青婉眨眨眨眼, 待看清她面容,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温和道, 记得的。 林肖嘿嘿一笑, 点点头。 属下有事寻我家世子, 吓到林小姐了对不住。 她拘了一礼, 算是赔罪。 林青婉微微摇头, 不打紧, 既是有事, 那你们先忙, 我想带英姐见见我二哥, 可以吗? 她看着周牧问, 周牧猝着眉, 微微点头。 林青婉一附身, 领着小林颖往她的锦绣阁而去, 又让宁香去外院通知了林轩义。 有什么事, 等不到出王府再说。 周牧声音冰冷, 神色沉沉。 属下, 属下这不是怕您出事吗? 林肖声音有些发虚, 生怕会挨法。 属下知道, 您不想离开林小姐, 可您花香过敏严重。 若是不先吃药压制, 有个什么万一, 肯定会给林小姐带来麻烦的。 周牧拧着眉微微松开, 脸色稍有缓和, 林小见此, 再接再厉道。 主子, 您要是在林小姐面前倒下了, 这多有损您的高大形象, 属下拦住您, 也是为您的以后幸福着想, 您还是先吃下吧。 说着, 林小就从袖中掏出了一个小瓷瓶, 周牧眉头皱得更深, 可还是结果打开吃了下去。 他出道王府, 肯定有所挟制, 他的确不能给他带来麻烦。 林小见他吃了, 冲右边的某处扬了扬眉, 一副看我厉害把的神情, 刚好被周牧捕捉到。 周牧凉凉的目光落到他身上, 墨黑的眸子微微眯起, 暗处的林峰扭过头, 嘴角微微抽动着, 不忍看同伴的下场。 碰! 的一声, 林小猝不及防地挨了一脚, 踉枪了一步, 摔到了地上。 又哪也堵了什么? 林小慌忙摇头, 没有没有, 属下哪敢? 周牧倪着他, 虽是下属, 可出生入死多年, 怎会不了解他的尿性? 滚, 回府再给你算账。 林小苦着脸点头, 爬了起来, 犹豫后还是道, 主子, 刘太医的药虽然不错, 可以只是能缓解。 嗯, 还是早早回府, 别。 滚。 周牧沉下脸, 林小这才忙不迭的, 一个纵身没了身影。 锦绣革脸。 林青晚与小林影相段坐, 一大一小, 大眼瞪着小眼。 你在圣经? 我母亲。 二人齐声开口, 又一同止住了话头。 林青晚闭闭嘴, 率先开口, 我将你母亲葬在了我的庄子里, 有她生前最爱的冷媒员, 等你再长大些, 便交给你。 小林影红了眼, 却还是认真的答, 谢谢三姨母。 我在圣经也很好, 有叔叔护着我, 没人欺负我。 那就好。 林青晚松口气, 又问, 你可是住在淮阳王府? 嗯。 小丫头垂头, 滴滴应了一声。 林青晚看着她脸上露出的失落, 微微醋眉, 怎么了? 是不是住得不习惯? 小林影抬头, 圆圆的脸露出笑意, 没有, 府上比家里还要奢华, 处处都贵气, 很漂亮。 只是府里的人不喜欢她而已。 可她不能说出来, 那是叔叔的亲人, 她不想叔叔为难, 也不想这个唯一关心自己的姨母担忧。 林青晚握住小丫头的手, 郑重道, 尹姐儿, 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姨母, 姨母可以陪你一起想办法解决, 姨母很聪明的。 小林影瞧着她, 红着眼突然笑了起来, 姨母王婆卖瓜。 两人相识都微微笑了起来, 气氛松快了不少。 姨母放心, 尹姐儿真的很好, 您不用担心, 叔叔她是个好人。 嗯。 林青晚点点头, 对周牧, 她是不担心的, 她虽清冷不尽人情, 可却也是正人君子。 月和从厨房端来了几碟糕点, 送了进来。 小小姐瞧瞧, 喜欢吃哪个, 奴婢再去给您多拿些。 小林影点点头, 拿起一块桃酥糕小口吃了起来, 笑眯了眼。 宁香笑说, 小小姐跟小姐小时候好像, 连吃到桃酥糕后的表情都一样。 义务人又笑了起来, 门帘却突然被人挑起, 露出了月梨不冷不热的脸。 她敷衍的浮浮声, 语气带着不屑, 门外来了人, 你的哥哥要见你。 第132章舅舅。 几人止住笑意, 林青晚目光微凉, 落到月梨身上, 带着兵忙。 你放肆, 亏还是三公子身边出来的丫头, 这就是你的规矩吗? 竟连小姐都不叫, 禀报不用尊称。 宁香早就对这丫鬟不满了, 仗着伺候了几日, 三公子就耀武扬威的, 眼底掌到了头顶上去。 三公子仁慈, 可从不讲究这些虚理, 这才是真正的贵门子弟作风, 可不像旁人。 越是低贱, 就越是在意崇尚这些, 殊不知身份, 又怎是几个称呼就能改变的, 若是叫着, 宁香气红了脸, 你就不怕小姐禀了夫人, 发卖了你。 越和也醋没上前, 越离, 你今发什么疯, 莫不是没睡醒糊涂了, 还不赶紧向小姐跪下赔罪。 他硬拽着越离, 毕竟是一同到锦绣阁的, 他也不想他有不好的下场。 老夫人有多宠爱小姐, 他是知道的。 滚开。 越离一把挥开越和,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个下等奴婢, 侥幸入了夫人的脸, 也配与我同位一等。 越和亮呛一步, 脸色也冷了下来, 不再言语, 小姐性子温和, 可却从不是个软的, 既然自己找死, 他又何必拦他。 越离瞧着林青婉, 奴婢说话直, 只是实事求是而已。 若言语伤了小姐自尊, 奴婢向您赔罪。 他不仅不缓扶扶身, 眼角眉梢上挑着, 竟是包傲。 宁香怒不可遏, 撸起袖子想教训他, 却被林青婉制止, 冲越离说。 我知晓了, 月离眉梢飞扬, 扯嘴笑笑, 近视讽刺, 是, 奴婢退下。 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那气势, 比主子还盛起凌人。 三姨母, 你就这么放过他了。 小林尹眉头都拧成了一团。 林青婉看向他, 迎截儿以为如何? 迎截儿觉得, 您该重重罚他才是, 否则不能服众, 还会让他这种奴大欺主的人, 爬到头上作威作福。 越和, 宁香齐齐点头。 林青婉笑笑, 暂且放他一马, 这会儿还不是动他的时候。 越和, 你去查查他这两日都接触了什么人, 可有与二房或三房的人见面, 还有, 他对三公子。 小林尹在, 他不方便说太多, 可越和还是瞬间明了, 眼睛微微睁大, 透着不可思议。 宁香撇嘴, 怪不得他千不符, 万不愤地来伺候您。 是如此, 当真龌龊。 林青婉,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真假由未可知, 还得茶道才知。 不过要小心些, 万不要让别人察觉出什么。 他刚来不过两三日, 便频繁滋事, 肯定要被人诟病, 着实不妥。 越和应声后就下去了。 宁香, 将二哥请去外厅。 林青婉拉着小林尹, 起身往外走去。 外厅里, 林轩义猝着眉, 神情不渝, 瞧见林青婉牵着一个小女娃进来, 才联起情绪。 林青婉将小林尹带着林轩义面前, 这是你二舅舅。 小丫头有些发怒, 往后躲了躲。 舅, 这个词于她来说并不是亲人的象征, 而是噩梦。 因为母亲每次提起都会黯然, 会哭泣, 每次外祖母探望母亲, 母亲都满心开心, 却又在外祖母离去后, 伤心不已。 她曾偷听过, 外祖母提起最多的就是舅舅, 让母亲为她谋划, 为她付出那张遗旨气势, 尖锐刻薄的嘴脸, 让她极其讨厌。 不, 她不是我舅舅, 赢紧儿没有舅舅。 小林尹回头抱住林青婉, 林轩一伸出的手将在半空, 有些讶异。 林青婉也冷了数秒, 反应过来后又连忙安抚小丫头, 别怕, 别怕, 舅舅是好人, 她像姨母一样都很疼很疼尹简儿。 小林尹摇头, 我母亲就是舅舅害死的, 舅舅还会害死她的姐姐妹妹的。 这一下二人都愣住了, 簇眉看着抱着林青婉不撒手的小人。 尹简儿, 谁告诉你, 你母亲是你舅舅害死的? 林青婉轻柔地推开她问道。 小林尹眼圈红红, 脸上带着泪痕。 我偷听到的, 外祖母逼母亲帮舅舅。 每次外祖母走后, 母亲都会伤心很久。 只要是母亲的兄弟, 就都是舅舅, 舅舅是吸血鬼, 不能要。 小林尹说完还小心翼翼, 回头看了眼林轩逸。 祖母说过, 舅舅都是坏的, 迎接而长大要给母亲报仇。 祖母? 林青婉眉头紧锁, 拉着小林尹问。 你祖母, 说的可是私夫人, 他让你报仇? 小丫头点点头, 祖母说, 他们都是舅舅害死的, 林家的儿郎都是舅舅, 是仇人。 林轩逸面色发青, 林青婉的脸色也很是难看。 真是连死了都不消停, 竟还挑唆迎戒儿 被林府新生敌意, 让给他们报仇。 迎戒儿, 事情不是你祖母说的那样, 他们是犯了错, 才会被处置的。 你母亲也是为了救亲人, 才死的。 你现在还小, 听不懂这些, 等你长大了, 就会明白的。 姨母保证, 林家舅舅绝对没有害你母亲, 他们很疼你母亲和你的。 林青婉轻柔的声音, 安抚住了小林颖的情绪, 可他依旧有些黏黏的, 垂着头不肯动, 也不说话。 林轩逸见此站起了身, 你好好陪陪他, 我就先回去了, 等他再大歇, 再接触见面吧。 他如今太小, 不能强求, 否则只会起到反作用。 他疼爱地摸了摸小丫头的头, 林轩逸微点头, 只得起身送他。 走出锦绣阁, 林轩逸有些欲言又止, 脸色称不上好看。 二哥, 你可是有什么事要说? 从进门他就看出他的不对, 林青婉望着他, 带着询问。 林轩逸沉下脸, 问道, 你在这住得怎么样? 可有人欺负你。 林青婉冷冷, 瞬间明白了过来。 二哥是想问方才的那个轻衣丫鬟。 林轩逸微微点头, 他是谁派来的人? 那般眼高于顶, 可不像是坐下人的, 反倒比主子还厉害几分。 是大舅拇指派过来的, 不过却是二房的人, 先前在三表哥书房侍候。 二房的? 怪不得, 林轩逸皱着眉, 他是不是因为你前日与三表弟的不快? 才如此, 想替他前主子出口气? 不是, 林青婉摇头, 他一直就不满来我身边, 毕竟比起伺候狄公子, 掉到我身边属实是下条, 他心里早就不愤, 却也从不曾像今日这般嚣张过。 我猜想着, 因是有人给了他什么好处, 故意为难我, 我已经让月河去查了, 二哥放心好了, 这点小事我能处理好的。 林轩逸, 留在公子身边, 最大的变畜就是, 进水楼台先得月, 无非是这点小心思, 你小心些。 林青婉点头, 我也是如此想的, 因是我的到来, 截断了他飞上枝头的希望。 不过大舅母竟然调了他来, 想也是有二房那边的意思, 三表哥不听不问, 也已说明他没那个意思, 可惜, 那丫鬟看不通透。 林轩逸点头, 你心里有章诚就好, 若是有什么事情, 便让人去寻我。 二房, 三房都不是安分好相处的, 你要小心些, 最好瞧瞧那丫鬟身后是谁在捣鬼, 日后心中也有个数。 二哥放心, 我明白的。 兄妹俩又说了几句, 林轩逸再三主妇后才走。 林青婉带笑的容颜, 历时冷了下来, 眉头促起, 带着厌烦, 怀春少女, 脑子是最不清楚的, 随便三言两语就能被人挑拨, 且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看来, 月梨, 他得尽快处理掉了, 否则埋个雷在身边, 怕是随时都会爆发。 想什么呢? 那么入神, 清清冷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吓了林青婉一跳。 回过神, 周牧已经站在他面前, 剑眉轻挑着, 带着询问。 没什么, 与二哥说几句话, 不小心走神了二爷。 你处理完事情了? 来接饮解吗? 周牧点了点头, 今日没什么事, 本世子不急, 你们可以再聊会。 林青婉恩了一声, 扭头看向院内, 有些纠结, 二哥是兄长, 可周世子却是外男, 请进去貌似有些不妥, 可站在这也不成样子。 看出他的为难, 周牧道, 我有些是寻你大表哥, 林萧已经去请了, 那你怎么不直接去他呢? 林青婉脱口出问, 二人目光交织, 四周寂静, 周牧不说话, 气氛颇有几分怪异。 林青婉抿鸣嘴, 脸上有几分懊恼, 想到这人的几次相助, 颇觉得自己有些忘恩负义, 不好意思道。 我只是好奇问问, 没别的意思。 那, 那你进来吧, 刚好我有东西要给你。 周牧眼底的不悦散去了些, 带上一丝若有肆无的期待, 袖中的手也微微握住, 抬脚走了进去。 外厅正堂里, 林青婉将人请到上座, 又亲自蒸了杯茶, 给他放在桌案上。 第133章谢礼呢? 周牧端过茶抿了一口, 嘴角露出笑意, 茶不错。 入口清香甘甜, 茶香浓郁, 却并无苦涩, 很适合女子饮用。 可他也只是喝了一口, 就放下了杯盏。 闲来无事做的, 世子若是喜欢, 待会给您带些。 周牧挑眉, 举了举手中杯盏, 你亲手做的? 正是, 里面加了些干花, 味道清新些, 可惜不是季节, 若能用冬季的冷眉, 味道会更好些。 周牧微微点头, 没有言语, 却又端起杯盏, 忍着不是喝了一口。 花能要他命, 无奈甘之如頤。 这会儿, 他终是明白, 林清婉坐在下手, 也不紧不慢地品着, 银锦被宁香带去了院子里玩, 一时外听就他们二人, 很是安静。 其实, 你不用着急的, 你刚来圣经, 要忙的事情很多, 不必着急做那个, 本世子不等着用。 林清婉茫然地抬头, 有些不明白, 他这眉头莫尾的, 说的什么意思。 周牧一下下刮着茶叶, 面上带着不正常的飞红, 感受到女子看来的视线, 他倾咳了一声, 问道。 你, 不是说, 有东西要交给本世子吗? 林清婉挣了数秒, 陡然反应过来, 对, 世子不提醒, 我都忘了。 说完连忙起身出去, 吩咐月合, 将东西带过来。 周牧眼中透出些许不满, 送他东西, 怎还能忘记? 不过想到即将收到他, 亲手编织的童心结, 面上神色又缓和了几分。 也罢, 看在东西的份上, 就不同他计较了。 二人各自闽察, 周牧目光不时瞥向下手的少女, 气氛透着不可言说的思缕依泥。 片刻后, 月合手捧着一个檀木盒子走了过来, 盒子方方正正, 锁头镶嵌着红宝石, 一瞧便知价格不菲。 周牧眼中余月更浓, 却开口道, 你不必如此正宗, 左右是挂在身上的东西罢了。 他东西皆被损坏, 这盒子定然是王老夫人所赠, 拿旁人的东西赠人总归不妥, 被人知晓, 他难免受人指摘。 林清婉猛猛地瞅了眼周牧, 应该的, 这东西贵重, 自然得小心处之。 外祖母那边, 我自会言说。 周牧听完, 面色更加温和几分, 伸手接过了那只木盒, 对林清婉的重视很是满意。 他颠了颠手中木盒的重量, 眉头微错了起来。 这重量, 好像不太对。 他侧头看向少女, 咪子微微咪了起来。 林清婉正端坐身形, 等着他打开, 却见那人陡然变了脸色, 阴阴地朝他看了过来。 林清婉一脸猛, 又搭错了。 他眨着眼, 一脸都无辜。 周牧深吸口气, 举起木盒问, 这里面装的什么? 他声音太冷, 让林清婉都有些发出。 他站起身, 微服了一礼才到, 里面装的是上次农院时, 顾姐姐端去的那套羊枝白玉头面。 那日, 我头上有伤, 并没有用, 所以它还是新的。 这东西着实太过贵重, 名女想来想去, 觉得不适合留下, 便装在了盒子里, 想着还给柿子。 他去远兴堂时, 让月盒去办的就是这事。 这么贵的东西, 他收着总不太踏实。 周牧拿着锦盒的手, 骨节发白, 轻轻微微凸起,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冷冽, 另一旁的月盒, 忍不住双腿发软, 惊怕不已。 林清婉明显感觉到, 落在自己身上的那道目光太过阴沉, 碎垂着头, 不敢言语。 半晌, 周牧的声音响起, 带着嘲讽的吃笑。 本世子给出的东西, 竟还是第一次被退了回来。 他抬手将锦盒扔在了桌面上, 仿佛在丢什么垃圾, 看得越和脸都白了, 越好得白越越脆。 这一扔, 只怕里面的头面就要不得了。 林清婉也皱起了眉, 名女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这东西太苦。 不想要, 扔了就是, 不必如此麻烦。 周牧豁然起身, 脸色阴沉得可怕。 林清婉瞧着他一身冷寒, 不再言语, 数次的经验告诉他, 在这人狂躁时, 他不能吭声, 要垂手低眉妆柔顺, 就能安全躲过他的无差别攻击。 周牧一口气堵在胸口, 气得脸都轻旺, 可瞧着少女温温顺顺的模样, 力气压了又压, 才强忍着没有发火。 想到林霄的念叨, 他长呼一口气, 收敛起怒火, 可面色依旧难看, 寒意不减。 本世子的谢礼呢? 啊? 林清婉错愕抬眼, 对上男人阴侧侧的目光, 陡然想了起来, 他面色有些善善, 不着痕迹, 往后退了一步。 若他说忘了, 这人会不会撕了他? 周牧眼眸一沉, 你忘记了? 还是没做? 没忘, 已经在做了, 就是, 就是世子身份尊贵, 名女想给您做个出彩些的, 过程有些麻烦, 还没完工呢? 周牧脸色这才缓和了些, 他淡淡应了一声, 才又坐了下来。 林清婉拍拍胸口, 好在他反应快, 捋顺了毛, 若在自己的规格里, 被人撵了出去, 才真是丢人。 就方才那男人的音质, 他毫不怀疑, 若他敢说忘了, 定然得让他滚。 小姐, 宁香走了进来, 冲二人扶扶身, 世子, 小姐, 林霄大人在外禀报, 说是大公子有事外出, 并不在府上, 怕是要好一会儿才回来。 林清婉回头看向上尉的人, 周牧面色如常, 起身道, 既如此, 本世子就带尹简先回去了, 过几日空了, 再带他来见你。 林清婉很想说, 你不要再来了, 可想到敏感窃窃的小林颖, 还是浮身硬道, 如此, 就麻烦周世子了。 他又将小林颖, 方才对林轩逸的话, 复述了一遍给周牧, 末了才道, 我担心, 他心里留下阴影, 想着多与他接触, 兴许能帮他舒缓。 若, 若世子方便, 还望帮忙调和一二, 他很敬重您, 也会听进去几分。 第134, 花香过敏。 可以, 不过本世子待在府中时间不多, 关键还要你自己引导教养才行。 那是自然。 林清婉松口气, 本来就是顺口一说, 他能应下最好不过。 周牧轻应一声, 你放心, 只要本世子有时间, 会常带他过来的。 林清婉垂头应下, 唯心地道谢, 又吩咐月和去装茶叶给周牧带上, 随后起身跟在身后送人出去。 小林颖被林霄抱着, 一步三回头地瞅着他。 林清婉招招手, 在世子府上要听话。 等世子不忙的时候, 我们会再见面地。 小林颖偏头看看周牧, 又转过来重重地点头。 林霄抿着嘴, 一直到出了府门, 上了马车, 才拿着那盒茶叶想问什么。 下一刻, 却陡然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抢走, 手速之快, 令他呆愣。 主, 主子? 嗯。 周牧靠在车厢上, 手中把玩着那盒茶叶, 神色温和, 透着丝丝逾越。 主子, 属下闻着, 那好像, 是花作的茶叶吧。 可, 您对花过敏啊, 更别提茶叶了, 这更不能喝了。 周牧不言, 双手将盒子打开, 一股淡淡清香迎面来, 充斥着整个车厢。 林霄脸都白了, 主子, 快合上, 您会不舒服的。 驾车回府吧。 周牧抬手捏起一片茶叶, 在指尖撵动, 摩擦。 林霄瞧见他那模样, 嘴角直抽搐。 周牧正入神, 一只小手突然伸了过来。 他脸色一暗, 眸中散出不喜。 小林颖明显感觉到他的不悦, 可还是壮着胆子说, 叔叔, 你不能闻花香, 若是生病了, 下次就不能带银颈来看银母了。 周牧偏头看他, 小小的人按住茶叶盒子, 脸上尽是认真的神色, 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有些怯怯的。 小林颖抿紧嘴, 就在他害怕的险些哭出来时, 周牧开口了。 放心吧, 叔叔不会有事的。 他将盒子盖上, 却紧紧地攥在掌心, 眉头微醋着, 靠在车壁上。 马车这才缓缓往前移动, 走出王府的街道, 是静无人的偏僻小道, 林霄的声音滴滴传了进来。 主子, 方才顾老二那边送来消息, 昨日晚上, 难民又死了不少, 已经确定是三皇子的人, 请您示下。 周牧睁开眼睛, 是一贯的冰冷, 救下几人。 五人, 还有一人生死未知, 顾老二称, 这群人下手太狠, 未保万一, 他不敢离得太近。 嗯。 周牧手指敲击着车壁, 神情冷烈, 让他这两人小心险, 那两位就快按耐不住了, 能就多少是多少。 林霄应下, 轻叹口气, 心里颇不是滋味。 也是那群难民倒霉, 偏偏撞上了枪口, 可为了东南的数万百姓, 他们只能尽最大能力, 减轻他们的伤亡。 不过好在主子早有筹划, 因是等不了太久了。 马车一路行回淮阳王府, 刚停下, 里面就响起了小林颖的哭声, 林霄神色一领, 连忙挑开车帘, 却见一只闭目养神的主子, 不知何时昏了过去, 脸色带着不正常的红。 他慌忙吩咐门房的人去请太医, 背起周牧王府中冲去, 却又刚好撞上了从里走出的一名女子。 女子生了一双信眼, 尖尖的眉梢, 带着几分戾气, 放肆, 乃来的狗东西, 敢撞本郡主。 一旁的丫鬟扶着他, 另一个则慌忙跪地上 给他整理着弄皱的衣裙。 林霄声音很冷, 主子花香过敏, 属下一时情急, 没注意到。 昌郡主出来, 惊扰郡主, 对不住。 严昌府衣裙的手一顿, 惊喜地抬起头, 木哥哥回来了。 这是怎么了? 木哥哥怎么会花香过敏呢? 你们是怎么伺候的? 难道就不曾检查过周围有没有花吗? 他瞪着林霄, 一副训斥的模样高高在上, 犹如女主子。 主子愿意, 属下怎能管的了? 林霄说完也不再停留, 快步往府中走去。 严昌面色难看, 想出声呵斥林霄放肆, 可瞧见那昏迷过去的伪暗男人, 又咽了回去, 转身快步跟上。 严昌姐姐, 你这是做什么去? 身后一个鹅黄色衣裙的姑娘, 从垂花门走出, 高声问道。 前者挥挥手, 也不答话。 周围一双袖眉猝了起来, 吩咐身边丫鬟, 你过去门房问问, 可是那位回来了。 丫鬟硬声向门房跑去。 另一个丫鬟撇嘴道, 小姐不用问, 肯定是狮子回来了, 不然严昌郡主怎么会跑那么快往外院去? 三天两头地找小姐逛街, 真正打的什么主意? 府中上下谁不知晓, 也不嫌害臊。 不可胡说, 周围不嫌不淡地斥了一句, 脸上却并无责怪之色。 不多时, 丫鬟匆匆回来, 小姐, 确实是狮子回来了。 不过听门房说, 狮子花香过敏昏倒了, 被林霄背回来的。 花香过敏? 怎么会? 林霄他们自幼跟着她, 最是清楚不过这些, 怎会犯这些低等错误。 要知道, 便是淮阳王府, 也是一只花都不曾栽种的。 丫鬟摇摇头, 事宜自己也不知晓。 正在此时, 门房的一个小丫鬟抱着一个小女孩从大门走出, 往外院去, 周围眸光一闪, 抬脚走了过去。 她身边的丫鬟及时出声叫住了丫鬟。 那丫鬟回头瞧见周围, 忙扶身行礼, 见过二小姐。 周围看向她怀中的小灵影, 没有言语。 小丫鬟抱紧怀中的人, 林霄大人吩咐奴婢送表小姐回院子, 可表小姐不放心事子, 想过去瞧瞧。 嗯, 将她丢吧, 刚好我也要去看大哥。 周围话落, 她身侧的丫鬟立即上前去抱小灵影。 这, 丫鬟一脸为难, 小灵影也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不肯放, 小身子有些发抖。 难道你不想去看大哥了吗? 若是不想, 我可以让人送你回院子。 声音轻柔中带有一丝威胁。 小灵影抿抿嘴, 由于片刻松了手, 任由周围的丫鬟将她抱了过去, 一行人往外面走去。 周围的脸色瞬间阴沉下去, 回头你眼趴在丫鬟肩上不动的小丫头, 轻横出声。 一个下贱的丫头, 也敢撑什么表小姐, 真不知那人发什么疯。 小姑娘, 今日大哥带你去了什么地方? 她轻声问, 小灵影却是趴在那一动不动, 也不说话。 周围冲丫鬟使了个眼色, 丫鬟将人推起, 却发现小人紧闭着眼睛, 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小姐, 她睡着了, 可要奴婢将她叫醒。 不必了, 待会就到大哥院里了, 你仔细着先, 大哥宝贝着她, 别出了眉头。 丫鬟应了一声, 而再次趴在丫鬟肩上的小灵影, 则瞬间睁开了眼睛, 黑如钥匙的眼珠一动不动, 瓶颈非常。 王家, 送走周牧, 又去禀过了王老夫人, 临清晚便随着那晚王景虚指的方向, 摸去了藏书楼。 守门的是一个老头, 六七十岁的年纪, 却依旧精神抖擞, 问过临清晚的身份, 又知晓是王景虚让来的, 就立即放了行。 第135章 藏书楼 藏书楼是个两层的小楼, 临清晚进去后, 直接上了二楼, 清静一些。 小姐, 这里好干净啊。 宁香摸了摸书架, 简直一尘不染。 王家祖上是科举出身, 看重文学, 对藏书自然上心仔细, 就像武将每日都会擦拭兵器一样。 临清晚朝里走去, 那里搁置了几套桌椅, 还有笔墨指宴, 应是给大表哥他们准备的, 用来摘抄记录。 他从最近的书架上抽出几本书, 是讲述东汉历史以及当今时局的, 他简单翻阅了几章, 内容连各大世家盘根错节的关系都有标明, 令他有些惊讶。 这种书, 怕是外祖父亲手编撰的, 用于培养几个子孙对朝堂的了解, 否则怕是没谁敢写这个出售的。 他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认真地翻阅起来, 宁香守在一旁, 主仆二人一待就是好几个时辰, 连午饭都不曾回去用。 一直到天色擦黑, 书上的字迹已经看不太清楚, 临清晚才一由未尽地起身, 宁香忙扶住他, 小姐, 天都黑了, 咱们回去吧, 宁午饭都还没用吗? 嗯... 主仆二人一同出了藏书楼, 往锦绣阁走去。 来了那么多日, 还没见过外祖父呢? 看过那本书, 林清晚真是为之惊叹, 很想见见这位外祖父,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听说, 他曾畏居太师, 能给皇帝当师父的人, 想必博学渊源, 又能将各大世家, 名门望族, 势力剖析如此分明, 肯定也是个通透之人。 只不过, 他翻了一圈, 都并未找到, 有记录淮阳王府的篇章, 因为他的废寝旺时, 宁香便会提前提了食盒, 带些糕点过去。 这日, 林清晚吃过早饭, 往藏书楼去, 绕过长廊, 走进一条小路, 就听前方术后, 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 话也不是那么说的, 虽说萧家那位表小姐, 是个嘴甜辛苦的, 可也不见得, 这位就是好相遇的, 仗着老夫人疼爱, 竟霸道得连后花园都不让萧表小姐进, 那般恃宠生交欺负人, 也很过分。 哎, 你怎么知道, 林表小姐霸占后花园, 不让萧表小姐进? 你瞧见了? 还是又在哪里道听途说的? 第一次说话的人, 听完她所问, 发出一声吃笑, 我自然亲眼看见了, 萧表小姐边哭边往这边走, 还拿花草出气来着, 你不信, 问张姐姐, 她那日也在的, 不过我们怕萧表小姐丢了面子, 拿我们撒气, 就躲起来没赶出来。 哎呀, 不会的, 萧家那位对咱们大公子的心思, 谁瞧不出来, 她得小心维护她温良贤淑的形象, 只会对咱们和颜悦色, 万不会对咱们怎么着的。 可我听说, 她对自己的丫鬟很不好, 动辄打骂的。 他们是他们, 咱们是王府的丫鬟, 自然不同, 反正说来说去, 就是没一个好的, 希望别祸害了咱们府上的公子, 就好。 其实要是与二公子互相祸害, 也是可以的。 几人说完, 琪琪笑了起来, 宁香气红了脸, 想上前呵斥, 却被林青婉拦住。 主仆二人绕路, 从另一边的小道走了。 小姐, 那些人太过分了, 竟敢私下讨论主子, 讥笑嘲讽。 咱们若是禀了大夫人, 定是能教训他们一顿的。 教训了又如何, 咱们不一样地跟着丢人, 深宅大院里, 最不缺的就是碎嘴子。 你这次教训了他们, 最多他们下次关起门来说嘴。 宁香有些不甘, 那难不成就那么放过他们不成。 林青婉笑笑, 月河那边查得如何了, 可有眉目了。 差不多了, 月离这几日常会半夜出去, 往后花园的那处假山去, 同他见面的是三房的丫鬟, 具体是哪位身边的还不知晓。 嗯, 等着吧, 等时间到了, 咱们一锅端了就是。 宁香眸子亮了亮, 连连点头, 藏书楼里。 林青婉依旧坐在靠窗的位置, 拿着一本游记正看得入迷, 丝毫没注意到, 靠近他的老者。 你是, 原娘生的? 声音带着暗哑的沧桑。 林青婉抬起头, 瞧着眼前一身不一的老头, 有些震妄。 老头捋着胡子, 虽头发花白, 却几倍挺直, 无形中透出几分威严气势, 眉眼轻烈, 年轻时, 一定也是个美男子。 林青婉站起身, 微微浮身, 正是, 请问您是? 林青婉猜了得大概, 可瞧着这人的衣着, 又不敢乱认。 你不笑母亲的点? 外祖父, 他从善如流换了一声。 王老爷子坐了下来, 随意倒丝毫不像一代帝师, 才走。 是。 王老爷子抬眼, 白手让垂手脸目的林青婉坐下, 就咱们祖孙俩, 你坐下说。 是。 林青婉轻抚一群坐下, 脊背挺直, 身形端正, 眉目微微垂着, 贵女礼仪十足。 王老爷子满意地点点头, 算他还有些成就, 至少将你与二郎交得不错。 外祖父过奖了, 母亲时时教导, 的确用心。 哼, 就是太蠢了些, 没一点用处, 连女儿都抱不住。 这话, 林青婉是不敢接的, 也就外祖母与外祖父才能评价。 你这几日都看了什么说? 在家中都学了什么? 林青婉抿抿嘴, 看得外祖父编撰的时局记录, 在家中学的女四书。 你如何得知, 那时局记录, 是老夫编撰的? 林青婉微微抬眼, 外祖父是一代帝师, 是王家最懂朝堂时局之人, 能见解如此透彻, 除了您, 外孙女想不出, 还有别的人能做到。 透彻, 王老爷子哈哈一笑, 那几本书, 除了你大表哥, 其余几个可都是一只半简, 你竟然能看懂? 一半靠菜一半猛吧? 林青婉谦虚笑道, 他活了两世, 自然能看懂其中描述下, 隐藏的关键利益与核心, 不过却是不能坦白直言的。 王老爷子挑挑眉, 既然靠菜, 那外祖父便考考你, 若你能答对, 以后你想学什么, 外祖父都可教你。 帝师亲手教导, 可是除了大表哥之外, 王家子辈都没有的殊荣, 林青婉却有些犹豫。 怎么? 事实都不敢吗? 你一来, 你外祖母就整日念叨, 夸得你天上游, 地上无的, 说是醉像他, 难不成都是吹的。 外祖母疼我, 我自然不能让他老人家丢人, 外祖父想考什么, 但说无妨。 哈哈。 王老爷子大笑, 有你外祖母那股劲了, 不过, 说了可不许像你母亲一样哭鼻子。 林青婉面上一热, 嘴角压着笑, 那自然不会。 王老爷子点头, 脸上正色几分, 听说你来时, 路上遇上了难民。 林青婉冷冷, 实诚地点点头。 听说, 华阳王府的小子出手杀了几个。 王老爷子靠在椅背上, 问得随意。 第136章难民。 林青婉瞳孔一缩, 抿住嘴没有言语。 怎么? 是没有? 还是不想说? 周世子是为救我。 无论事实如何, 外孙女都不该背后言论。 皇亲国妻, 黑甲卫统领, 却猎杀百姓难民, 传出去, 他定要被世人指摘。 而当日在场之人, 他与二哥已经下令进口, 黑甲卫是他的人, 自然也不会胡言乱语。 如今被王老爷子提起, 让他有些惊讶。 他垂着头, 本以为外祖父会生气, 不想对面却发出一道爽朗的笑声。 不错, 不愧是我王家的后人, 有情有义, 有几分骨气。 外祖父不生气就好, 老夫生气你就会说吗? 林青婉摇头, 不会。 那不就行了, 有什么紧要。 林青婉抬头, 面上有了些笑意。 你别那副笑脸看着老夫, 跟你那外祖母一个样, 铁打的内脏相经的嘴, 惯会忽悠老夫。 林青婉一致, 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王老爷子悠悠一叹, 你放心, 那日的事老夫都知道, 是周小子自己说的。 林青婉有些愕然, 却依旧闭嘴不言。 王老爷子瞪他一眼, 怎么? 不相信老夫, 怕老夫忽悠你。 外孙女不敢。 王老爷子猝猝眉, 别一句一个外孙女, 听着多别扭, 也生分。 叫我祖父就成, 气死林家那老头子。 祖父? 嗯, 我虽至是, 可也算周家那小子的半个师父, 对他不说全了解, 也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林青婉静静听着, 不说话。 他是个有成算的, 圣经不论朝官还是百姓都说 他是个不尽人情的冷血之人, 可实际上, 只要不触及他的逆龄, 他比起任何人都宽容, 对那些难民下手, 林青婉眼中金光闪烁, 王老爷子却是闭上了嘴, 不再说下去了。 孙女曾见过那些难民发疯, 如若那日, 周世子不用雷霆手段遏制, 只怕根本震慑不住, 所以, 孙女并不觉得他残忍。 王老爷子瞧着他, 突然笑了起来, 你倒是有胆色, 难得有这般见解, 若是那些拎不清的, 只怕还会怪罪他。 恶意欺弱的确可耻, 可他不是。 温凉如水的声音落在书楼里, 传入刚上二楼的周末耳中, 如一块石子落入波澜不惊的星湖, 泛起点点涟漪, 让那具伟岸的身躯僵住, 缓缓荡开一片光滑。 宁香第一时间发现, 慌忙倾壳出声, 给自家小姐使着眼色。 王老爷子不回头, 嘴角上扬, 眼中金光一闪。 林青婉还有些迷惑, 直到陈文有力的脚步声走近, 长长的暗影落在桌案, 又投射在他的衣裙上, 才冷冷抬头。 男人一如既往的清冷, 暗身的眸子看着他仿佛一汪幽谈, 身不见底。 他面色大炯, 慌忙起身行礼, 见过周世子。 周末微微汗手, 紧动的脸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 随即转身冲王老爷子一依, 老太师。 王老爷子没有起身, 却也还了一礼, 世子不必客气, 坐下吧。 周末一撩一袍坐了下来, 即使祖父与周世子有要事要谈, 那清晚便不打扰了, 先行告退。 他说着就要走, 却被一只大手拦住。 你不必避开, 本世子寻老太师是为难民之事, 你也可坐下听听。 为难民? 林清晚被勾起了兴趣, 好奇心压都压不住, 由于片刻还是答应下来, 坐了回去静静听着。 王老爷子看着这一幕, 垂头发笑。 晚丫头, 我方才说了要考考你, 就是有关难民一事。 你既然要听, 可就要认真些, 待会我可是要提问的。 是。 林清晚应的乖巧, 周末含笑看他一眼, 正了脸色对老太师说。 近几日, 那两派更加肆无忌惮, 昨日难民有十人, 皆死于他们之手。 王老爷子促紧眉, 世子可查清楚了是哪派的人。 大皇子, 三皇子都有参与, 三皇子行为本世子倒能理解, 可大皇子与他向来水火不容, 为何也会帮三皇子, 这着实让本世子有些费解。 林清晚眨眨眼, 不曾想那数百难民, 竟与皇子有关, 怪不得无人敢管。 王老爷子叹口气, 如今国库空虚, 最大的难处就是赢钱。 皇上对此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随他们胡闹, 才让他们如此胆大妄为, 竟敢用如此手段 搜刮百姓血汗钱, 这样的君主即便登位 也是百姓祸事。 给百姓投毒, 垄断药草, 高价出售。 这是不给普通百姓留活路啊。 周牧脸色更沉, 本世子派人去往东南一带调查详情, 前日送回消息, 林州城已有数万百姓染上瘟疫, 虽短时间内不致死, 可若长久得不到救治伤了根本, 也是苟延残喘。 根治简单, 可治疗该瘟疫所需用到的 最重要的两种药草 都被三皇子侧妃肇肇事的母家垄断, 价格抬高了七成, 衣服要便要摆两银子, 除了地方大户, 其余普通百姓根本就吃不起。 那皇上这边呢,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 他不管吗? 林青晚突然出声问道, 王老爷子叹息一声, 没说话。 周牧解释道, 如今事情根本就到不了天前殿, 就被大皇子与三皇子给。 结了, 大理寺与宗人府也都睁只眼, 闭只眼, 东南一带逃来的难民本有二百多人, 如今只剩一百不到, 其余皆被那两派明理暗里绞杀。 两个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联手, 群臣不敢智慧。 江山若落入这二人手中, 东汉威矣。 王老爷子开口, 世子是如何打算呢? 本世子开始是想着扶持那些难民, 让他们将事情闹大, 让三皇子捂不住, 闹上天前殿, 可却不曾想他会与大皇子联手。 且, 皇后一挡也搅合了进去, 本世子手掌锦衣卫, 本就颇受忌惮, 如今更是不便, 从我手中将事情捅出来, 可那些难民, 再等下去, 只怕要全部横死于他们的贪婪之中。 王老爷子点头, 世子军功赫赫, 的确不适宜再搅合进去, 若是被他们倒打一耙, 说你故意栽赃, 想除掉皇子, 自己夺权, 与淮阳王府是灭顶之灾, 皇上虽看重你, 可涉及江山设计, 也未必不会听从他两个儿子的挑拨。 老太师说的正是, 本世子也是有此疑虑, 可经中其他官员几乎都被大皇子与三皇子揽权, 剩下的都是墙头草, 贪生怕死之辈, 根本就无人敢燃手。 第137章, 想办法。 所有人都认为二皇子示弱, 皇储必定在大皇子与三皇子之中, 谁又敢赌上家族前程去得罪未来天子。 阁楼一时有些寂静, 几人面色不佳, 带有愁容。 林清晚, 世子方才不是说, 大皇子与三皇子水火不容吗? 既是水火不容, 又为何联手? 周牧促起眉, 我的人还在查, 具体他们是怎么搭上的, 还未有定论, 不过大抵是为了钱财。 想夺敌, 没有钱, 就等于纸上谈兵, 什么事都做不成。 若是为钱, 那他们会联手, 也就不稀奇了, 毕竟互惠互利之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王老爷子捋着胡子缓声说, 那, 难道他们不会分赃不均吗? 林清晚眨眼问道, 周牧与王老爷子同时看向他, 便是亲兄弟合伙做生意, 也会有产生分歧的时候, 何况是皇家, 若是他们自己起了内讧, 那因只需稍加挑挑火, 就能闹起来了。 周牧谋色深深, 可因此是太过泯灭人性, 他们二维并不会亲自插手, 都是由旁人替做的。 那就更好了, 能夺位的人必定有几分成算, 形势多有顾忌, 可他们手下的人若是闹起来, 你们岂不是连火都不用挑? 珊珊风就够了。 周牧微微醋眉, 沉思起来。 王老爷子, 你这法子固然有效, 可咱们远在圣经, 想插手到灵州城着实不易。 先前世子也有过这个想法, 不过因种种原因, 未能实施。 林清晚偏头看眼沉默不语的男人, 又问, 既是想过, 那你们可曾查过灵州城的官员是谁的人, 三皇子为拢银钱, 给百姓投毒, 抬高要价, 于大皇子来说, 可是致命的把柄, 大皇子为何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还帮三皇子善后? 为钱财吗? 我觉得不像。 周牧声音陡然沉冷, 灵州城的郡守是皇后的母家人, 且, 灵州位置风和, 掌管最重要的水运, 光是吃来往商队的礼, 便是极大的一笔银子, 是大皇子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林清晚, 所以, 三皇子挑这么个地方, 就是想拉大皇子下水, 可灵州郡守既是皇后的母家人, 那定然是大皇子的死忠, 世子都能查到的是, 他作为一方郡守, 定然早就知晓, 有这么好的机会, 拉三皇子下水, 都一而不报, 若不是投靠了三皇子, 那便是, 他有把柄落在三皇子手中, 而作为大皇子的左膀右臂, 大皇子只能打碎牙和血吞, 尽力压下, 并且保住他的位置。 王老爷子接口说, 不错, 若是不保, 就只能伤敌一千, 明州水运的肥差, 二人失利, 便宜了刚入朝堂的二皇子。 林清婉说完, 手指敲击着桌面, 神情复杂, 过去他总嫌沈默与大哥, 太过权衡利弊, 利益化, 可如今见识过这些皇家人的行事手段, 才真让他难以接受。 一座城, 数万百姓, 在那两人眼中, 犹如蝼蚁, 只是他们踏上夺敌之路的垫脚石而已。 周牧沉着脸, 豁然站起身, 本世子这边派人去查, 再晚, 怕是那些难民都要死于毒手了。 老太师, 告辞。 王老爷子起身, 居了一礼, 世子为民奔波, 是东汉百姓之福, 老父功成身退, 帮不到世子了, 您多加小心。 周牧抬手将人扶起, 老太师别这么说, 时举使然, 本世子懂您的身不由己。 说完又回身看向桌旁眨着眼看着自己的少女, 眼中波光流转。 老太师有一个好外孙女, 她会成为王家的福气。 王老爷子谋色一暗, 还是笑道, 世子妙赞, 女儿家的胡思乱想, 还望世子。 老太师不必担忧, 本世子自有分寸。 若让大皇子与三皇子知晓, 他们崩盘是因为一个规格女子的几句话, 怕肯定要报复林青丸与王家。 本世子走了, 过几日再带银简来看你。 男子声音温良, 却带着一丝清和, 林青丸见男人望着自己, 这才反应过来是在跟自己说话, 连忙起身点头。 男人罕见地扯了一丝笑, 转身快步离去。 宁香, 你去楼下端些茶水上来。 聊了这么一会儿, 林青丸口都快干了。 王老爷子瞥他一眼, 脸色算不上好看。 你倒是胆大, 什么话都敢说, 就不怕惹火上身。 祖父方才不是说周世子是个好人吗? 且孙女也认为他品行端正, 是个君子, 定不会出卖孙女的。 况且, 孙女留下来参与你们的谈话, 也是祖父默认答应的, 您怎好秋后算账呢? 王老爷子瞪他一眼, 无奈摇头。 你啊, 你母亲要是有你一半的脑子, 也不会嫁进林家憋屈了一辈子。 谢祖父夸奖, 林青丸从善如流。 王老爷子哼笑, 你倒是会顺杆子往上爬, 这会儿口齿到林立, 怎地被丫鬟背后嚼舌根时, 都懦弱地不敢出声。 林青丸想问您怎么知道, 可想想他是一家之主, 便没什么奇怪的了。 他仰头, 目光清澈, 王府虽是母亲的家, 可孙女毕竟姓林, 出来乍道, 便屡屡声势, 总是不妥, 也怕惹了舅母们不快, 让外祖母难做。 哼, 你倒是怪时尚, 王老爷子痴笑, 可眼底却染上几分灵力, 又带着丝丝疼爱。 往后有祖父给你撑腰, 你大可不必畏畏缩缩, 谁让你不快, 大胆地对回去, 只要站着礼, 谁也不用拒。 林青丸眼圈一红, 垂下了头, 那孙女就多谢祖父了。 王老爷子见他哭, 有些不自在。 好了, 多大点事, 回去就处置了, 祖父特许的, 谁也不能置会。 去将你这几日看的书都拿过来, 祖父考考你。 林青丸起身去拿, 递给了王老爷子。 怎么都是游记一类, 四书五经可曾读过。 林青丸面上一红, 文周周的, 孙女看不懂。 这是实话, 无论是上一世, 还是如今, 对那些含蓄的诗词如教, 他都是一窍不通的, 且理解困难。 用他的话说, 明明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东西, 偏偏要用一大章来诠释。 反之, 有的他认为简单好记得三言两语, 翻译过来却成了长篇大论, 简直让他头大。 王老爷子醋眉, 你怎么能那么蠢? 林青丸捶着头不吭声, 温顺乖巧的模样, 让王老爷子叹气, 出口的埋态又咽了回去。 我每隔一日, 就会来藏书楼待一日, 慢慢教你就是了。 作为王家人, 怎能凶无点墨, 没得让人笑话。 祖父说的是, 多谢祖父。 凶人情事故, 变成了二傻子。 王老爷子醋眉, 语气带上了一抹嫌弃。 林青丸鸣嘴, 这话若是让二舅母宣誓听到, 定然又要心里不舒服了。 回锦绣阁的路上, 林青丸心情不错, 宁香也很是高兴, 能得王老太爷亲手教导, 小姐在王府, 也算彻底站稳脚跟了。 唉, 小姐, 小姐。 宁香看着前方走廊愣住, 随即拉住一旁的林青丸。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却是连个人影子都没瞧见, 林青丸醋眉。 怎么了? 牧壁刚才, 刚才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 可又眨眼就没了, 想是看错了吧? 宁香摇摇头, 没再多说什么。 林青丸又朝走廊上看了一眼, 依旧什么都没有。 主仆二人都没放在心上, 继续回锦绣阁。 第138章 童心节 小姐。 月和后在正房门前, 见林青丸回来连忙去端了晚饭。 吃过饭后, 林青丸在月和的伺候下, 禁手漱口。 问道, 看你神色不佳, 可是府上有什么事? 月和闭闭嘴, 眼中带上气氛, 欲言又止得没有开口。 林青丸抬眼看他, 怎么了? 可是, 关于我恃宠生娇, 霸占后花园不让萧和尽的事。 小姐知道, 月和有些惊讶。 知道, 今天听几人丫鬟说嘴了。 小姐, 您别理会他们, 那些丫鬟就是吃饱没事干, 总喜欢嚼舌根子。 不如您禀了老夫人或大夫人给您做主。 那日分明是他贴着脸往上凑, 周柿子让他滚的, 如何能算到您头上? 若非您替他解围, 王府的脸只怕都要被他丢没了。 林青丸笑笑, 一点小事, 何必要麻烦外祖母和大舅母, 咱们自己解决便是。 况且, 他们未必不知, 尤其是掌管中会的大舅母李氏, 说不定比他知晓得还早。 宁香听到也走了过来, 小姐, 您想到法子了? 两个丫鬟都睁大眼睛瞅着他。 林青丸坐在同镜前, 将发件的玉簪取下, 宁香连忙上前接过来, 给他拆发。 月和, 你那边进展如何了? 月和眯眯眼, 与月历见面的是三夫人身边的丫鬟, 不过奴婢发现, 她与萧表小姐走得很近, 前几日都是隔两日见一次, 这两日倒是走得更勤快, 几乎一日一碰面, 奴婢怀疑, 他们是不是在商量着怎么害小姐。 不是已经害了吗? 最多被地理回我生育, 她还能做什么? 让府上人都讨厌我。 她又能压过大表姐, 就还是这府里最尊贵的小姐。 林青丸不以为意,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即便没有她, 王府也不可能将一个 输出女儿的孩子捧为尊贵的王府小姐。 旧外祖母对输出的厌恶程度, 能容忍她蹦跚就已是开恩。 小姐, 您虽不在意, 可圣经对女子归欲还是极看重的。 若是传出去, 只怕对你不利。 月和面带愁容, 规格被传嗜宠生骄, 哪家正经人家赶上门求取。 她并不知道, 林青丸身上已有婚约, 因为王老夫人对沈家的不喜, 也就从未在王家提及, 事已, 府上下人并不知晓。 林青丸透过同镜看掩月和, 吐出一口气来, 她想静静与祖父习文练字, 住到年尾, 不想招惹是非。 可那些是非偏偏偏要找上门来, 不让她安生。 她不在意名声, 可二哥科考在即, 不是一出什么岔子, 让她分心。 你明天通知外院的允风一声, 看能不能探听到他们谈话内容, 究竟想做什么? 宁香连忙应下。 更衣上床, 林青丸躺在床上, 准备睡觉。 月和给她盖上被子, 脸上有些愁愁。 怎么了? 还有事? 月和叹气? 小姐, 您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林青丸醋没起身。 你答应了周世子的谢脸, 还没做。 过几日她再来, 若是找您讨要。 林青丸? 我忘了。 月和点头, 她就知道小姐忘了。 而且是, 直接抛到了九霄云外, 忘得干干净净。 真是计吃不计打, 想到周世子上次应侧侧的目光, 月和就直犯出。 可, 我答应她要做一个出彩些的给她, 该怎么做呢? 林青丸一脸愁容, 童星节她会的样式, 就那么一种, 是当年沈默集冠时, 特意学来, 编织了一对, 寓意恩爱情深, 永结童星的。 月和见她犯男, 不由问道, 小姐, 您该不是, 不会编织童星节吧? 嗯, 我就会一种简单的, 什么出彩的, 是真的一窍不通。 她自幼就对真谢女工不通, 还好世家对女子这些并不看重, 只要略懂一二就好。 那您怎么就开口许诺的? 这不是吹牛吗? 月和嘴角抽抽。 奴婢倒是会几种, 可都是常规的一些手法, 称不上出彩, 俯上手艺好的, 绣房的赵娘子倒是手巧, 可这, 编织童星节送于外南, 试得捂着, 绝不能让旁人知晓的。 这样吧, 你明日去趟绣房, 就说是我等着用, 你在旁边认真瞧着, 看能不能记得七七八八, 回来咱们再研究。 老子无非就是手法的不同, 其他因事问题不大, 若她能去, 肯定能记住, 可她的身份, 去那里不妥, 大舅母是个心细的, 要是被她盯上, 肯定要露线的。 也行, 反正老子在咱们屋里, 谁来都能瞧着, 总不会有人疑心什么, 咱们再做个差不多的就成。 月河点头, 想着明日该找什么借口, 能让赵娘子教教她。 一夜无话, 来了那么多日, 林清婉也习惯起来, 已经极少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宁香伺候她更衣, 月河一早就去办她吩咐的事情了, 宁霜则一直待在小厨房, 照顾她的膳食, 毕竟生地方, 对人都不了解, 难免要多加小心些。 小姐, 奴婢给您输个非仙计吧, 在带上周柿子送的那套头面, 肯定很漂亮。 林清婉坐在铜镜前, 胃摇头后问道, 那套头面不是被她扔了吗? 没有碎掉吗? 宁香面上浮现可惜, 碎掉了一只拆环, 一根玉簪。 可惜了, 要是一套, 肯定很值钱的。 嗯, 左右不出门, 说个简单点的就成。 宁香叹气, 瞧瞧那位肖小姐, 整日花枝招展的, 其心思一目了然。 摊上她家小姐, 这爱砸地的性子, 依旧是灌肠带着的那根玉簪, 连耳饰都没有佩戴, 只在宁香的坚持下, 徒手腕上一些花露, 熟悉的清香蔓延至屋内, 让人神清气爽。 林清婉吸口气, 脸上带笑, 她非常喜欢这款花露, 壳子从来了王家, 就不曾用过了, 不想被人言论, 说她暗香迎秀, 别有居心。 吃过早饭, 林清婉带着宁香照例往藏书楼去, 路上却偶碰到形色匆匆地吓人, 提着灯笼的小丫鬟问道,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可是府上有什么喜事吗? 小丫鬟瞧见是林清婉, 慌忙扶了扶身, 见过表小姐, 也不算是什么喜事, 就是三公子宴请了一些文人雅士, 在府上谈论诗词歌赋, 奴婢们是过去装饰院子的。 林清婉应了一声, 那小丫鬟匆忙跑了。 跑这么快, 咱们痴人不长。 宁香小生嘟囔道, 那些流烟散开后, 府上下人只要远远瞧见他们小姐, 都是一六烟的散开。 好似他家小姐, 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 与咱们无关的事, 还是不要多问了, 咱们走吧。 主仆二人接着, 往藏书楼去。 对三公子王景仁, 林清婉毫无好感, 拎不清的人, 他秉持个人自扫门浅血的态度, 互不干扰。 第139章惹事端 依照前几日习惯, 他中午是不会回景秀阁吃饭的, 今日却发生了意外。 月河面上难看, 来了藏书楼寻林清婉, 小姐。 萧表小姐与大小姐去了锦绣阁, 说是想寻您玩, 奴婢告知了他们您在藏书楼, 可他们依旧没有要走的意思, 没办法, 奴婢指得来禀报您。 林清婉和尚手中杂技, 眉心威你, 找我玩? 这时又想出什么幺蛾子呢? 萧和尔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日必定是有所成算的, 可王妍熙却让他有些惊讶, 那位可是个通透聪慧的主, 怎会跟着萧和而胡闹? 月河上前两步, 声音压得很低, 今日早上, 月离偷偷见了三房的人, 奴婢没来得及通知允风侍卫, 所以并不知晓他们说了什么, 不过, 奴婢想着, 应是与他的来意有关。 林清婉挑挑眉, 将杂技递给宁香后起身, 走吧, 别让客人久等了, 咱们回吧。 因为是给府上公子建的, 所以藏书楼位置前院, 而王景仁的宴会, 就在不远的外院花园里, 所以他一下楼, 就能听见不远处传来的喧闹与吟诗声。 他脚步不停, 连眼神都没抬一下, 往内院走去。 不知道今日萧和而这出, 与王景仁的宴会有没有什么牵连, 思及此, 他眼神冷了几分。 锦绣割脸, 王妍熙眉头紧锁, 有些坐立不安, 萧表妹, 这毕竟是林表妹的屋子, 咱们未经允许擅自进来, 只怕不妥吧, 实在有失礼数。 萧和而站在屋中,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梳妆台上搁置的一套白玉头面, 那是早晨冥香打开, 说要给林青婉佩戴的那套, 还未来得及收起来。 文言他缓缓转过身, 笑得温柔, 表姐多想了, 林表妹是个和缓性子, 咱们也算是亲姐妹, 都是自己人, 她怎么会介意呢? 王妍熙眸中染上一丝闲雾, 还是温和道, 便是在亲近的人, 也有个隐私什么的, 咱们未经同意, 登门入室总是不妥, 要不咱们去外间等吧? 表姐的意思, 是说我没有规矩, 缺理少交吗? 萧和面上浮现悲涩, 轻轻柔柔的声音仿佛受了极大的委屈。 我,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王妍熙垂下头, 眼住眸中冷色, 这会儿, 她也反应了过来, 什么陪她来道歉, 只怕是找茬的还差不多。 她无意得罪这位林表妹, 可现在起身离开, 只怕这位也不会善罢甘休, 告到嫡母那里, 她少不得又要吃一顿排头, 只得甘坐着, 静观其变。 哎呀, 表姐你瞧, 林表妹好东西真是不少, 这玉智是上等羊之玉吧, 晶莹剔透, 煞是好看。 不过, 我听说林家好像是落魄了吧, 不知道这套头面, 是不是外祖母送的呢, 她也真是得宠。 表姐你作为王家唯一的小姐, 可都没这待遇呢。 王妍熙抬眼, 看向萧和儿手中拎着的那根玉簪, 眉头醋了醋, 既然知道贵重, 表妹还是不要碰得好, 若是弄坏了, 只怕是赔不起的。 挑拨她? 开玩笑, 她可不像某人一样, 没有自知之明, 若非老夫人仁慈, 她怕是早就被小萱是戳磨死了, 她这个唯一的小姐, 连一个数出的女儿都比不上, 怎会妄想与嫡出攀比, 她又不是脑子有病, 没股气的东西。 萧和儿见她不上套, 依旧是以前那副不争不抢的死样子, 气得咬牙。 她在王府住了六年, 虽一直将王府这位唯一的小姐踩在脚下, 可心里却还是不舒服, 与她交手, 就好似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毫无作用, 刺挠得她心烦。 不比林青婉, 让她有棋逢对手的感觉, 她母亲教她的满身本领, 才能施展出来, 不屈她这一身才华。 王妍西压下嘴角不屑, 手中端着月梨送进来的花茶, 入口清香甘甜, 是她从未喝过的极品, 正思索着, 便听啪。 得一道清脆声音响起, 是玉器落地断裂的声音。 她不可思议地抬头, 便见萧和方才捏着的那根玉簪掉落在了地上, 碎成了两半, 金银玉透的质地在阳光的折射下, 泛着点点星光, 尤为的亮眼。 她盯着萧和, 无限地后悔之意涌上心头, 她怎么会答应跟她一起来锦绣阁的, 真是蠢得无可救药。 萧和嘴角挂着得意的笑, 还拿帕子擦了擦之前捏着玉簪的手指, 表姐, 我不小心没拿住。 你说, 这可怎么办呢? 相处六年, 在王燕熙面前, 她早就不屑于伪装。 你疯了, 你就不怕外祖母罚你? 罚我? 为我不小心碰掉的一根玉簪吗? 那她老人家也太过刻薄了些, 年轻时刻带树出子女, 如今又刻带树出子女的子孙, 何况今日, 府上还有众多高峰量级的学子雅士在, 发作我, 只怕不妥吧。 华洛又转身捏起了一只拆环, 在手中来回摇晃着。 王燕熙豁然起身, 沉浸的小脸罕见得有了怒容。 你利用我? 你究竟想干什么? 自己找死? 你可别带上我, 快将东西放下。 王燕熙走过去, 伸手去拿她手中的拆环。 滚开, 自己不中用, 怪的了谁? 若我是你, 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萧和儿给身旁丫鬟使了个眼色, 那丫鬟快步走上前, 推扫起王燕熙。 王燕熙的丫鬟还未来及上前阻止, 往地上倒去, 正对着那半根碎裂的玉簪。 小姐, 丫鬟惊呼一声。 院中的林青婉听见这声呼叫, 连忙往屋内走去, 入目是一片狼藉。 王燕熙倒在地上, 鲜血顺着下颚滴落在地上, 红色染了她半张脸, 看不清伤口的身前。 表姐, 表姐,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怎么就摔了呢? 萧和儿眼中快速闪过慌乱, 忙跪在地上去扶王燕熙, 害怕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她是真的有些慌神, 王燕熙的受伤是完全在她的计划之外的。 第140章 被算计。 林青婉脸色冷沉, 快步走上前将人扶了起来, 宁香, 快去请府衣来。 宁香也吓得不轻, 忙往外跑去。 表姐, 你如何? 可是伤到脸了。 鲜血太多, 林青婉根本看不清她伤势如何。 王燕熙冲她笑笑, 眼神却瞥向一旁的萧和儿, 最后才哭了起来, 疼, 好疼, 我怕不是要毁容了吧。 林青婉眸光一闪, 忙将人扶到了椅子上坐下。 表姐, 你吓死我了, 我就是想瞧瞧林表妹的簪子而已。 你扑上来做什么? 打碎了玉簪不说, 还伤了脸, 这下可好了, 肯定要被外祖母罚的。 萧和儿握着王燕熙的手, 不顾她疼得厉害, 一个劲地哭着埋怨, 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了王燕熙身上。 王燕熙脸上的血依旧还在流着, 她任由林青婉拿帕子捂着伤口, 头微微垂着, 也不接话。 萧表姐, 事情究竟如何, 还未有定论, 如今就着急撇清关系, 未免吃相太过难看了些。 林青婉声音冷得结冰, 尤其是看到地上碎裂的玉簪时, 心头火气顿起。 她怎么都没想到, 萧和儿作为官家女子, 竟然会做出不经允许, 擅自登门入室之举, 还乱动她的东西。 萧和儿脸上还挂着泪, 委屈地仰起头, 林表妹,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责怪我吗? 我承认, 我不该因一时喜爱拿你的东西看, 可我也没想到, 表姐会突然扑过来抢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觉得我抢了表哥们的疼爱, 我认灾, 虽然东西不是我弄坏的, 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竟然是因我而起。 我陪你就是了。 林青婉都快被她的无耻给气笑了, 你赔? 这根玉簪, 只怕卖了你全部身家, 都不一定能赔得起。 萧和儿, 不要拿所有人都当傻子, 我这会儿没功夫理会你, 别找人嫌。 这还是她第一次如此急烟力色, 萧和儿被骂得面色发青, 眼中染上脑恨, 哭着起身跑了出去。 林青婉没功夫理会她, 她给王延熙捂伤口的帕子, 已经被血染红, 连带她的衣袖都浸上红色, 心里焦急得不行, 对王延熙, 她是秉持平常心对待的, 她不认为王延熙会伙同萧和儿, 对自己不利。 小姐, 小姐, 服役到了, 宁香气喘吁吁地拉着一个妇人走了进来, 正是王府专门给女眷看伤的服役。 林青婉连忙让开位置, 让女大夫给王延熙检查伤口, 用烧酒削过毒, 擦洗干净后, 露出了王延熙右脸靠近耳后, 大约不到一寸的伤口, 伤口不深, 于一个规格女子来说, 却足够难以接受。 王延熙倒是没什么反应, 大夫熟练地给她清洗伤口, 上药, 又叮嘱了几句吃食的禁忌就离开了。 小姐, 王延熙身边的丫鬟, 眼泪流个不停。 她家小姐, 本就因不受宠婚事艰难, 如今又破了像, 怕不知会被三夫人随意打发给什么样的人家。 王延熙衣裙上都是血, 她没有说话, 只是起身走到梳妆台前, 对着童静细细地照了照伤口, 始终一言不发。 你的脸, 不会流疤的。 林青婉瞧着她, 微叹口气说道, 嗯。 王延熙回过身, 我没有想要与你为敌的意思, 今日也是被萧和儿给骗来的, 也谢谢你相信我, 没有不管我。 林青婉作为王老夫人最疼爱的小姐, 她方才大可直接命人将他们送去远新堂, 交给老夫人处置, 可她没有, 还先让人去寻了府衣给她看伤。 林青婉摇头, 不必谢, 今日便是萧和儿倒下, 我也是会先让人给她治伤的, 因为府上有外人在, 我不能落一个恶毒之名, 可账, 该算还是得算的。 她垂头看向地上碎成两半的玉簪, 眼中涌上暗色, 那是周牧送的那套头面, 贵重到她不敢收的东西, 竟然就这么被打碎了。 王延熙脸上染上愧疚, 轻声细语地将经过说了一遍, 我本以为她是真的爱于祖母, 来向你道歉的, 才会陪着她走这一趟。 若我早知她存了这样的心思, 便是拿刀架我脖子, 我也是万万不回来的。 林青婉听闻王延熙所言,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宁香, 月和, 也是气红了脸。 小姐, 萧彪小姐太过分了, 竟然敢跑上门来, 故意砸您的东西。 你一定得给她点颜色瞧瞧才行, 不然她下次还不翻了天。 她上门, 也许就是爱找事的。 王延熙醋眉说, 林青婉看了眼王延熙, 突然想到什么, 吩咐宁香, 出去问下方才是, 谁将萧盒放进来的, 拖去门口。 仗则三十, 动静闹得大些。 表妹, 外院有三哥请的客人, 那些人一向自诩清高, 你此时将事情闹大, 只怕对你名声不妥。 王延熙不赞同地摇头, 是啊, 小姐, 说不定萧表小姐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您这样, 不是正合她意吗? 林青婉看向宁香, 总归麻烦已经找上门了, 咱们总不能一直避着她不是, 今日退了, 还有往后无数个日日夜夜, 我不想整日与她斗心眼, 还不如一次清理干净。 听这话, 宁香便知, 小姐心中已有成算, 立即浮身出去办了, 王延熙也不再劝解, 对这位表妹, 她从不曾抵抗, 不多时, 外院就响起了棍棒落在肉上发出的沉闷声, 还夹杂着月丽的哀嚎, 笑, 小姐, 奴婢知道错了, 奴婢只是想着, 您一向与萧表小姐交好, 这才将人请进正屋的, 奴婢错了, 您就饶了奴婢吧。 月丽扯着脖子喊饶, 声音响彻内院的脚脚落落, 她的声音着实太过凄厉,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锦绣阁门口就聚集了不少人观看, 丫鬟婆子们三五成群的窃窃私语, 虽声音小, 可光看他们神情也能猜到几分, 无非是说, 林青婉刻薄, 静音这点小事, 就如此重罚身边一等丫鬟, 还是以这样落人脸面的方式, 林青婉站在窗前, 看着院门口的方向, 神情淡漠, 王延熙脸上的邪已经止住, 可乍看之下, 还是有些甚人, 她沉默地立在林青婉身边, 寄人篱下的表小姐而已, 你如此做, 值得吗? 突然的问话, 让王延熙挣了数秒, 随即反应过来后淡淡一笑, 人与人相处, 只有先释放善意, 才能望求对方能同样抱之, 世上最贵的就是真心, 只有我先拿出真心, 才可望求那人能同样的真心待我。 表妹是个心思通透的宽厚之人, 就算没有老夫人的疼宠, 我相信表妹也能在王府站稳脚跟, 我想投靠你, 就得付出足够的诚意。 林青婉偏头看向她, 少女的脸色还有些苍白, 却从骨子里透着一股坚韧, 那是不肯屈服的执拗, 不安于现状的决绝。 林青婉抿抿嘴, 心里被算计的那丝不舒服, 也因女子的坦诚散去。 我只能说, 我会在力所能及之内, 尽量帮你。 有表妹这一句话就够了, 我从不贪心。 王延熙看着外面越聚越多的人群, 嘴角挂着浅浅笑意。 是的, 她方才大可不必受伤的, 她可以远远躲起来, 任由萧河胡闹, 看他们折腾。 可。 她一旦这么做了, 这么多年在远心堂的小心伺候, 就会功亏一篑。 哪怕她什么都没做, 可作为已经被萧河拉进局的人, 难保不会被迁怒, 被老夫人所不满。 就算祖母什么都不说, 可只要她不肯见自己, 那她离死就不远了。 反之, 若她能帮了表妹, 祖母定然会因此联系她一些。 她在王家的日子, 就能再好过不少。 有祖母的看重, 有表妹这么得宠又聪明的友人, 那个女人要动她, 也得掂量掂量才行。 第141章 月梨的心思 锦绣阁外面的一个小道上, 萧河听着月梨那痛苦的哀嚎声, 嘴角勾起一抹糊涂。 那日在后花园丢的脸面, 今日她要统统找回来, 等林青婉身败名裂。 她倒要看看, 那什么周世子, 大表哥, 还会不会愿意与她接触, 待她如初。 她垂下头, 在抬头时, 小脸上挂满了泪水, 红唇也被咬破, 渗出丝丝鲜红。 转身一路哭, 一路往外院跑去。 等得百无聊赖的林青婉吩咐月河, 出去看看, 她怎么还没将人带来, 还有外面行刑的人, 让他们慢着鞋打, 也给表小姐点班救兵的时间。 月河应声出去, 林青婉拉了一把椅子, 坐在窗前, 静静等着。 王妍熙瞧她一眼, 心中的紧张也散去了一些, 不禁叹息, 不愧祖母那般喜爱她, 光是那番心智, 就远不是她可比的。 又过了一炷香, 月河匆匆忙忙进来, 小姐, 人来了, 萧表小姐带着三公子, 身后跟了数十名学子, 瞧着气势汹汹的。 嗯, 林青婉站起身, 又看向王妍熙, 那表姐就先坐着等会儿吧, 我先过去应对。 表妹小心些, 那些学子一向自诩清流, 你又身在规格。 在东汉, 文人雅士是最吃香的, 他们其中也有出身贵族的, 很受文人与百姓推崇, 若被他们所抨击, 可就生命尽毁了。 放心吧。 月河给她戴上面纱, 林青婉抬脚走了出去, 王妍熙透过窗帘看着她的背影, 心中突然涌上无限勇气, 一只紧攥着帕子的手, 也微微松开, 掌心却是布满了戏汗。 林青婉款款款走向挨乏的月梨身前, 眼眸微锤, 就那么看着她。 月梨被打得浑身是血, 叫喊的声音已经很是微弱。 月梨, 她承诺了你什么, 值得你拼上性命惹怒我, 让我在今日处罚你。 她声音很低, 传入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月梨耳中, 却让她陡然瞪大了眼, 她吃力的偏头看向身旁的女子, 那张脸一如既往地挂着笑, 她却只觉得后背发凉。 你, 你胡说什么, 奴婢听, 听不懂, 小姐, 奴婢知道, 自己做错了事, 您罚也罚了, 就饶, 饶奴婢一条命码, 你当初答应萧和时, 难道就不担心自己没命, 享受姨娘的富贵? 林青婉声音很轻, 雀今的月梨瞳孔放大, 月梨, 你怎么就不动脑子想一想, 她一个树出的表小姐, 如何能做得了府上嫡公子的主? 被戳中心事, 月梨急声反驳, 三公子喜欢萧表小姐, 她自然能做主, 只要萧表小姐说句话, 三公子定会愿意收我入房的。 林青婉危政, 王景仁喜欢萧和, 她怎么没看出来? 谁告诉你, 三公子喜欢她的? 萧和自己说的, 三公子肯为萧表小姐出头, 还三番两次教导萧表小姐失文, 自然是喜欢她的, 否则她怎么不教你? 林青婉, 她是不是应该应景伤心一会儿? 可这丫鬟的脑回路, 让她忍不住想笑怎么办? 喜不喜欢她不知道, 但王景仁那个人自视清高, 总将自己看作圣人, 悲天悯人, 想管世间所有不公, 一个拎不清的烂好人。 萧和这种惯事会装柔弱的女子, 是最好拿捏她的, 一个吊己滴泪, 委委屈屈地诉说苦难, 另一个圣人心泛滥, 自认为自己救苦救难, 伸张正义。 俩人一拍即合, 她就成了那个遭殃的, 但要说男女之情, 她倒是没看出来, 不过, 那两人要是真在一起, 倒也是为民除害。 思绪有些飘远, 一道冷冷的声音突然在远处响起, 带着狠力。 难道你就没想过, 即便你们真的做成, 毁了表小姐生育? 你身为一个丫鬟, 如何能逃过惩罚, 老夫人可会放过你, 命都保不住, 竟还敢妄想给三公子做妾, 蠢货。 她的声音带着几分急色, 从走廊处走了出来, 丫鬟婆子们纷纷看了过去, 连忙行礼, 月里本就苍白的脸色, 煞食惨白无比。 林青婉回过神, 看向走来的余嬷嬷笑了笑, 老嬷嬷还要为我跑一趟。 表小姐别这么说, 老夫人听到这边声响, 心里着急着呢, 就担心出了什么大事, 让老奴赶快瞧瞧, 不曾想尽是这些个不安分的姿势。 于嬷嬷看向趴在椅子上的月里, 眼神冷得吓人, 吃里扒外, 陷害主子, 论罪杖毙, 给我狠狠地打。 老夫人那边老奴我自会禀报。 几人文言, 更加实力了, 月里原本是装的, 如今却是实打实地害怕了。 老夫人的贴心人, 可就代表着老夫人的意思, 老夫人要她死, 别说三公子, 就是三位老爷也拦不住。 他眼中涌上害怕, 拼命地求饶, 奴婢错了, 奴婢知道错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于, 于嬷嬷, 您饶了奴婢这一次吧, 饶了奴婢吧。 于嬷嬷促眉后退一步, 老奴只是吓人, 没权利饶你性命。 坐下人, 却没有坐下人的自觉, 眼高于顶, 对主子不忠, 这就是应有的下场。 于嬷嬷扫过在场众人, 尤其是在锦绣阁当差的, 那些丫鬟婆子们, 个个静若寒蝉, 连忙称事。 于嬷嬷回过身, 对林清婉扶了扶身, 表小姐, 你身份贵重, 不如先行回屋吧, 这里交给老奴来处理。 林清婉看向不远处 气势汹汹走来的一群人, 微摇了摇头, 嬷嬷, 今日受连累的不止我一人, 还有三房的大表姐, 她脸上还受了伤的, 若不亲手惩治她, 我心中不安。 于嬷嬷眼神微动, 不着痕迹地往正房处瞥了一眼, 应了一声没有再劝。 里面的王妍熙 也因于嬷嬷着意味深长的一眼, 面色微白, 指甲折断于掌心中。 小姐, 她身边的丫鬟心疼地唤她一声。 没事, 她利用表妹有所图谋, 本就是台面上的事, 她没想过否认, 既然做了就不该怕别人知晓, 哪怕赌错了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三表哥, 咱们再快些, 在婉月里只怕要被灵表妹给打死了。 萧和儿哭着往前跑去, 焦急到险些半道裙摆摔倒, 还是随侧一旁的紫衣公子 连忙伸手扶住了她。 小小姐, 您小心些, 知道你救人心切, 也要照顾好自己才行。 多谢公子。 萧和儿垂头看向那人扶住她手臂的手, 脸上一红。 紫衣公子眼神温柔, 见她羞怯, 这才缓缓收回手, 嘴角上扬。 十几个人绕过走廊, 入眼便瞧见了长椅上 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小丫鬟。 给我住手。 王景仁一声利和, 满脸怒气地走了过去。 她先是瞥了眼长椅上的丫鬟, 才皱眉看向站在一侧的林青婉, 语气冰冷。 表妹, 她究竟犯了什么大错? 你要这样生生将人打死? 那些行刑的婆子, 瞧见王景仁有些犹豫, 又见暗中的余摸摸手势, 这才收起棍棒, 站在了一旁。 她犯了什么错? 难道表姐没有告诉你吗? 表姐,你不是寻三表哥去告状的吗? 怎么? 没告诉三表哥, 我为何无理取闹? 狠毒无情, 草菅人命吗? 萧和儿笑意僵在嘴角, 她看着笑看着她的少女, 有些回不过神。 这话不是应该带回这些文人雅士指责她的吗? 你没说啊。 林青婉挑眉, 冷笑一声后, 看着王景仁, 三表哥, 你这什么都不知道, 就待外男擅闯内院, 还气势汹汹地, 冲到妹妹的规格门口问罪。 就是三表哥饱读圣贤书多年, 学到的君子之道吗? 第142章说情, 他问得毫不客气, 眉梢眼角皆带着绿色。 王景仁面上一热, 正义之眼堵在了嗓子眼, 一时竟有些无言以对。 他这会儿才发现自己行为的不妥, 可当着众位有人的面, 又抹不开脸面。 萧和儿见此连忙上前, 表妹, 你别怪表哥, 是我太着急了, 不想阅历因为我被打死, 才慌忙将三表哥请来劝你, 他没恶意的。 别再咄咄逼他, 让他难堪了。 王景仁闻言面色稍缓, 对林清婉的牙尖嘴利, 却是更加不满。 哼, 表姐真是长了一张好嘴, 你这三言两语, 就想将你与三表哥带外男入内院一世抹平, 好像揪着不放, 反倒成了我的不是, 这倒打一耙的本事, 当真是了得。 王景仁面色一沉, 你大可不必阴阳怪气, 我只是不想无辜性命枉死, 才情急之下忘了李树, 我向你赔罪, 你不用拿小表妹出气, 林清婉仰头看着他, 若我不接受呢? 你口口声声, 不想无辜性命枉死, 一片慈悲心肠, 可你带着外男来质问我一个规格女子时, 可曾想过, 以后我该如何自处? 还是说你的好心, 只对那些会哭的人才有用? 他撇向一旁梨花带雨的萧和, 话中意思明显, 王景仁气得脸色发青, 他一片好心, 竟被说成了贪图颜色, 耳根子软得荒唐之人。 表妹, 你怎能如此暗讽三表哥, 他可是在正义不过的人, 无论是府上还是京中, 谁不知三表哥明月入怀, 怀井握鱼, 那只是对你, 或者说, 是对冠来会扮演弱者的人, 怎么? 难不成不会哭, 不会告状, 就活该, 被他指责针对吗? 林清婉看着王景仁, 三表哥怒气冲冲而来, 开口就质问我为何心狠手辣, 要活活将人打死, 请问, 你可知晓, 事情来龙去脉, 可曾了解过是非曲折, 可曾想过当着众位学子的面, 你的指责能毁掉一个规格女子的一生, 请问三表哥什么是一片好心, 你的行为可符合圣人标准, 还是只会人云亦云, 林清婉仰着头, 面色悲愤, 眼底有泪, 却强压着不让留下来, 那隐忍克制的坚强模样, 让众位学子纷纷闭口不言, 王景仁被赌得哑口无言, 半赏才道, 我只是听说你要处死下人, 这才匆忙赶来阻止, 萧和儿见林清婉三言两语, 就说服了他们, 眼底闪过脑恨, 走上前低声道, 表妹, 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我带三表哥过来, 让你产生了误会, 真是对不住, 我也是一心想着救人, 没考虑到这些, 三表哥, 咱们过来不是救人的吗, 还是先说正事吧, 他又走到月梨身边, 挤出了几滴眼泪, 月梨, 对不住, 让你挨罚了, 王景仁这才想起来被打得月梨, 瞬间来了几分底气, 我与萧表妹都已向你陪过不是,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放人了? 放人? 放谁? 月梨吗? 表妹, 就当表姐求你了, 你就放过这丫头吧, 萧和儿想跪下, 却被一个子依公子阻止, 拉了起来, 熟悉的颜色刺伤了林清婉的眼, 让她对此人厌恶到了极点, 这位表小姐, 在下贸然闯进那院的确不妥, 可你也未免太过分了些, 你表姐不过进了你的正屋坐坐, 你就要打死守门的丫鬟, 岂不是故意给你表姐难堪, 况且, 表姐妹互相来往本就是尝试, 你不让你表姐进屋, 难道要后在外面等你回来, 她是你的表姐, 不是你的丫鬟, 你如此作践她, 心思是否太过歹毒了些? 你放肆, 宁香怒急上前, 却被林清婉拦住, 这位公子, 你既然知道不妥, 为何还要多管闲事? 不等林清婉开口, 于嬷嬷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问道, 是非对错, 自有我家主子评判, 你堂堂七尺男, 却以如此恶毒之言, 抨击我家表小姐, 是欺王家没人吗? 看到她的出现, 王景人面色又是一白, 萧和更是惊得身子发抖, 本公子不过是仗义之言, 如何就是欺负王家了? 景人兄, 贵府什么时候一个奴才也能接话了, 这就是你王家的代客之道吗? 王景人抿着嘴, 没有说话, 于嬷嬷走上前, 站在林清婉身侧, 声音冰冷, 若各位是来做客的, 老奴自然禀了老夫人, 那老奴也会如是禀了老夫人决断, 王景人身后的学子后退了几步, 谁都不再开口, 紫衣公子也听出了这老嬷嬷的身份, 脸色变了变, 于嬷嬷看向王景人, 微微一浮礼, 三公子, 处死这丫鬟是老夫人的意思, 与表小姐无关, 若您不愤, 大可带着人去远心堂质问老夫人去, 王景人, 不过一点小事, 怎就至于将人打死? 小事? 于嬷嬷发出一声冷笑, 三公子连事情始末都不知道, 如何敢断言是一件小事? 表小姐不在房中, 这丫鬟擅自放萧小姐与大小姐进屋, 还唆使萧小姐偷拿表小姐的首饰, 致其打碎, 还间接划伤了大小姐的脸。 而且, 那套首饰还是周世子所赠, 三公子, 既是你不忍心这丫鬟死, 那不若您亲自去淮阳王府解释一番, 看周世子答不答应? 王景人听完于嬷嬷所言, 眼底竟是不敢相信, 他回头看向萧河。 萧河摇头, 三表哥, 我没有, 我只是拿起来把玩, 那怎么可能是周世子所赐之物, 不可能的。 于默默, 周世子身边任养的小侄女, 林颖, 正是表小姐的亲外生女, 与周世子也算沾亲戴故。 表小姐出来, 周世子为表心意, 将头面送去了老夫人处, 后, 转交给了表小姐。 三公子若不幸, 大可去问上一问。 看老奴可有半句假话。 当然, 若众位谁想打抱不平的, 尽管站出来, 老奴立即去禀了老夫人, 饶过这丫鬟, 就是要劳烦诸位在周世子面前, 替王家说个情了。 第143章, 碾出府, 于默默目光, 落到了那些学子身上。 那个, 锦仁兄, 我家中还有要事, 我就先走了, 咱们改日再去。 哦, 对, 我夫人今日回了娘家, 我还要去接她, 也先走了。 有一就有二, 不过片刻功夫, 除却子一男子之外的学子们, 都找了个借口, 走了得干净。 三公子, 您可是还有异议, 不若随老奴王远兴堂走一趟? 不必。 王锦仁铁青着脸, 一甩衣袖走了。 萧和儿站在原地, 脸色清白交错。 于默默又看向萧和儿身侧的紫衣公子, 请问公子是哪家的? 可是愿意英雄救美? 老奴可以去禀报了老夫人, 说不定老夫人一开恩, 能将这丫鬟赏给公子呢? 不用, 不用。 我方才也是不明前因后果, 现在知道了, 就不耽误府上处理那事了。 林小姐, 对不住。 说完扭头就走, 连萧和儿泪眼盈盈地换她都没有回头。 表妹, 我也是不知那是周世子赐下的物件, 不然就是借我几个胆子, 我也是不敢碰的。 还有这丫鬟, 她好歹曾在三表哥身边做事, 我也是一时动了恻隐之心, 才想着让三表哥劝劝你。 如今看来, 竟是我想差了, 真是对不住。 萧和儿态度转变之快, 令林青婉都有些叹为观止。 表姐不必与我解释。 你的这番说辞, 还是留到远星堂和外祖母解释吧。 还有大表姐脸上的伤。 你还是想想, 怎么开口方能取信于人吧。 表妹, 萧和儿看了眼于嬷嬷, 扯着笑说, 咱们姐妹之间打得闹闹而已, 怎就至于麻烦外祖母她老人家了, 咱们自己处理便是了。 你要怎么才能消气, 表姐跪下来求你行吗? 她说着就要跪下。 萧小姐, 于嬷嬷提高音量换了一声, 事到如今, 你竟还想着往表小姐身上泼脏水呢? 可惜, 在场的都是女人, 不吃你可怜兮兮的那一套。 你该庆幸, 你信的是萧, 否则, 哼, 于嬷嬷冷哼一声, 随手指了两名促使婆子过来。 萧小姐, 是你自己走, 留着一丝体面, 还是让老奴让人压着你过去。 萧和儿咬牙, 那两个促使婆子走到她面前, 大有吕袖子嫁人的意思。 不用你们动手, 本小姐自己走。 正如于嬷�所言, 不顾名声打死她这个树出的外孙女, 除非她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 远心堂, 当年, 你母亲哭求着, 怕你被你祖母折磨死, 让老生收留你, 却不想竟是养出个白眼狼来。 王老夫人脸色阴沉, 语气却很是平静。 外祖母, 何而只是一时冲动, 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不想那丫鬟因我被打死, 才着急之下找到三表哥。 您不信可以问大表妹的, 她是知道的, 我真的是去寻邻表妹道歉的。 她伸手指向一旁的王延熙, 眸中带着警告。 有三舅母撑腰, 她肯定这死丫头, 是不敢出卖自己的。 只要她配合, 那么她的行为就是无心之失, 死老太婆也不能重罚她。 于嬷嬷走上前, 萧小姐, 老奴亲耳听到那丫鬟招任, 是你承诺她三公子妾室之位, 让她在今日配合你惹怒表小姐, 从而挨罚, 借助三公子之手, 毁掉表小姐名誉, 传出表小姐恶毒之名, 你如今矢口否认有用吗? 我没有。 萧和儿下意识地立声反驳, 却又在瞧见王老夫人黑尘的脸色时, 吓得缩了缩身子。 外祖母, 和儿真的没有, 定是那丫鬟, 她不想被打死, 才将一切罪责推到和儿身上。 您不能听一个吓人的一面之词, 就冤枉和儿啊。 萧和儿咬死不认, 只要没有证据证明, 她坑害林青婉, 那今日发生的一切, 就是表姐妹不渝, 她无心之失。 祖母, 孙女有话要说, 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延熙走到正堂中间, 跪下磕了个头。 说, 孙女今日是被萧表姐硬拉去锦绣阁的, 她告诉孙女是去向林表妹道歉, 孙女才半推半就跟她去了。 萧和儿连连点头, 一口气还没松, 就听王延熙静突然转变了语调。 可是, 孙女陪她到锦绣阁才发现, 她根本不是去道歉, 而是去滋事的。 周世子赠林表妹的那套头面, 萧表姐是故意拿起来扔在地上, 置气碎裂的。 孙女想劝她, 也被她的丫鬟推丧摔到了地上。 王延熙说完侧过头, 王老夫人看她脸上的伤口。 祖母, 林表妹回来后, 第一时间让人请了府衣, 可萧表姐还一直在一旁煽风点火, 企图惹怒林表妹。 后来表妹担心我, 这才说了几句重话呵斥她, 不想萧表妹就跑了出去。 后来发生的事, 于嬷嬷都在场。 祖母, 孙女所言句句属实, 不敢欺瞒, 包括府上流言, 称林表妹恃宠生娇, 不让萧表姐去后花园一事, 也是萧表姐故意传扬出去的。 那日并非林表妹不让她去, 而是周世子不喜她, 让她滚, 表妹未维持王家颜面, 这才让她先行回去。 住口, 你胡说什么? 李氏, 轴李三人也听到风声赶了过来, 小萱是刚到门口, 就听到了王延熙对萧和儿的这番指责, 历时出声喝止。 你这丫头, 她目光中带着威胁, 话中意思是在提醒王延熙清静远书。 小萱是, 老身的远心堂, 什么时候轮到你大声呵斥了? 王老夫人抬了抬眼皮, 脸色平静, 语气却带着凉意。 而习不敢, 和儿他也算是儿习看着长大的, 也最是了解他的性情, 他定是不会做出这等事的, 还望母亲明察。 小萱是垂着头, 说不害怕是假的, 可萧和儿, 她必须得保。 明察? 事实就摆在眼前, 大丫头难不成, 还会划伤了脸来陷害她不成。 还是你想说, 老身恶毒成性, 容不下她这个外孙女。 王老夫人扫落桌案上一音茶具, 一阵霹雳啪啦声不绝于耳, 连理事都有些发出了。 王老夫人可是许多年不曾发过这么大火了。 小萱是历时近身, 垂手脸目, 缩到一旁。 王老夫人起身, 于嬷嬷立即上前扶住她, 走了下来。 她招招手, 林青婉立即走了过去, 老身早就说过, 顽紧是老身的心头肉, 谁都欺步的。 如今你们竟敢在老身眼皮底下动小心思, 是真当我老眼昏花, 会被你们那点伎俩糊弄不成。 李氏带头跪了下去, 母亲息怒, 是儿媳管理不善, 才让姑娘们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儿媳请罚。 宣氏与小萱是, 也跟着跪下, 却不敢说话。 宣氏心中一万个阿弥陀佛, 还好人根儿没铸成大错, 否则今日, 她怕事, 也别想好过。 李氏, 小萱姐这般心思活犯之人, 你即刻让人打包了东西, 将人请出府去吧。 外祖母, 母亲。 萧何儿与小萱是 期期不可思议地抬头, 他们猜到王老夫人会发怒, 或者会命人责罚, 却是不曾想, 她会直接将人给撵出府去。 连李氏也有些亚异, 迟处着没有动, 便是述出, 那也是王家的婊小姐, 若是就这么被撵了出去, 外边该如何议论王家。 小萱是跪行几步, 母亲。 儿媳知道, 她本就艰难, 若是连王家这个娘家都没了, 萧家会搓磨死她的, 还有何儿, 她往后该如何议情啊? 住了六年, 却被外祖家突然赶了出来, 外边人如何猜想, 她这辈子, 怕是只能嫁个穷酸秀才了。 林清婉撇着不停求情的小宣誓, 从她与萧何儿的相处中, 她看不出有几分疼爱之意, 可她不惜惹怒老夫人 也要给萧何儿求情, 着实令人费解。 当年她母亲嫁去萧家, 亦是她自己的选择, 如今一切苦果也该她自己承受。 老申容她女儿待在府上六年已是开恩, 若你于心不忍, 大可收拾戏软, 与她一同出府。 王老夫人摆摆手, 直接让于嬷嬷将人给赶了出去。 李氏却留了下来, 一脸的难色。 林清婉扶着王老夫人坐在椅子上, 才斟酌着开口。 外祖母, 萧何儿心思的确污浊, 可你也不能因那等小人, 就不顾王府与自己的名声啊。 李氏连连点头, 心中因林清婉屡屡声势刚升起的不满, 又演了下去。 要不这样, 孙女倒是有个折中的法子, 不如将她进足于三房最偏僻的小院里, 以后都不让她出来, 可好, 你这丫头。 王老夫人称她一眼, 她就不是心思正的, 留着她, 难免以后她会生出更大的事来, 她那么算计你, 你还替她说话? 林清婉笑笑, 我才不是替她说话, 我是不想外祖母因为我, 而背上刻薄名声, 让王家被人诟病。 李氏也连忙接口, 就是啊, 母亲, 婉姐说得不错, 咱们不能因为出内典子气, 就不顾名声不适, 不如就按婉姐说的做吧, 将她圈禁起来, 以后都不让她出来就是了。 两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她, 王老夫人簇簇, 半晌才探口气点了头。 不过, 你要好生警到了三房, 若是再敢有下次, 我断不饶她。 母亲说的是, 李氏终于松口气, 脚步生风地去办了。 第144章, 结伴藏书楼。 王妍熙一路低眉顺眼地 随着小萱氏回了三房, 直接被小萱氏带去了正方院里。 不过刚站定, 小萱氏猛然回头, 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 就落在了王妍熙的脸上。 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竟敢火同外人, 陷害你表姐。 女儿没有。 王妍熙微微偏过头, 语气波澜不惊, 白皙的脸上五个手指印, 清晰可见。 没有, 你以为我耳聋了不成, 你别以为老夫人给你几分好脸色, 你就翅膀硬了, 敢和我叫板起来。 我想弄死你, 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来人, 给我将大姑娘拖下去, 关进柴房。 什么时候嘴不硬了, 什么时候再放出来了, 不许给她吃食, 谁也不许给她喝。 立即有几个嬷嬷过来就要拖人, 她的丫鬟害怕地挡在王妍熙身前。 王妍熙扯唇一笑, 母亲, 您怕事不能关我那么久。 祖母吩咐, 让我明日清晨给她采尘露泡茶。 若是我不去, 祖母怪罪下来, 母亲可是一力承担。 你…… 小萱氏的手再次举起, 却迟迟没有落下来。 王妍熙那张脸像急了她母亲, 白得透亮, 若留了痕迹, 让老夫人瞧见, 她定又要被问责。 半晌, 她咬牙道, 拉去柴房, 明早再放出来。 女儿遵命。 王妍熙一幅身, 闲听心部一般扭头走人, 气得小萱是胸口上下起伏。 小姐, 往后咱们日子总算是能清静些了。 宁香含笑说着, 便给林清婉卸下差环。 林清婉手中把玩着白日被萧盒摔碎的半根玉簪, 没有说话。 月和嘴角涌上一丝笑意, 走上前道, 若是小姐舍不得, 奴婢明日就拿去街上让人修补一下。 华光街上有一家名玉斋, 专门卖珠宝首饰的, 里面的师傅手艺也是顶好, 奴婢明天就去问问, 我如何是舍不得。 林清婉放下玉簪, 趁月和也, 又叹气道, 我是担心那人知晓后不快, 又给我脸色瞧, 况且这东西实在贵重, 就这么被摔坏, 着实可惜了。 她许是被那人在江南四合院发的那次脾气给惊怕了, 就怕她神经上头, 又让她滚。 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过奴婢却觉得, 周世子不会对您发脾气的。 月和拿起桌上断裂的玉簪收进盒中, 想着明日就去街上问问, 为何不会对我发脾气? 那是因为你没见过她发疯的时候。 更为一, 林清婉坐在床上, 还是有些愁容。 那小姐就说几句软话, 周世子一定不会再生气的。 月和笑着将床帘放了下来。 奴婢去寻了绣房的赵娘子, 学了编织童心结的手艺, 不如明日小姐亲手编织, 等下次周世子来使给她。 您再稍稍提及这事, 她定是不会生气的。 林清婉眸子一亮, 小嘴抿了起来。 这法子, 似乎可行。 宁香, 瞧你们说的, 好似周世子多么小气似的, 周世子竟然送予了小姐, 那就是小姐的东西了。 小姐若觉得过意不去, 给她赔个不是就可, 她自己还衰呢, 怎会怪罪小姐。 林清婉觉得, 宁香说得也对。 不过第二日, 她还是没有去藏书楼, 而是待在房中, 与月和专心忙活童心结的事了。 看月和编织了几遍, 林清婉都是一头雾水, 不由直叹气。 月和也没想过, 一向那么聪慧的主子, 竟在女工方面是个呆愣的。 小姐, 这个很简单的, 你看, 就这样子, 将这根线拉出来, 然后再将这根线缠上去, 晚上, 一记就可以了。 月和一点一点地展示给林清婉看, 可后者还是摇头。 不成, 眼睛是学会了, 可手还是学不会。 主仆三人一同叹气, 气氛有些凝滞。 林清婉真的很想直接让月和编一个, 糊弄糊弄弄过去得了。 可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冷着脸的男子, 顿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算了吧, 他实在没那个胆子。 主仆三人折腾了一日, 林清婉才总算是编出了一个像样的。 就这样吧,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林清婉瞧着那打得有些歪扭的结, 深深懒腰站起了身。 今日外祖父可有去藏书楼? 宁香摇头, 奴婢派人去问过了, 老太爷没去, 好像是朝中发生了什么大事, 将老太爷给请了过去。 这事, 却还要参与正事。 林清婉不禁挑了挑眉, 有些惊讶。 一连几日, 王老太爷都忙活得不可开交, 林清婉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待在藏书楼, 翻看一些通俗易懂的诗文杂技。 这日他刚出门便瞧见了走廊下, 一身淡青色长裙的王妍熙正笑意盈盈地站在那里。 表姐, 表妹, 二人互相见礼, 自从萧和那是了结后, 他们就不曾见过面了。 表姐可是在这等我。 是, 王妍熙直接点头, 我也是待在房中无聊, 看能不能随表妹一同到藏书楼坐坐, 我不打扰你看书。 说着, 她脸上染上飞红, 不瞒表妹说, 自从我姨娘走后, 我就不曾看过书卷, 认识的字也就那么几个。 我想跟着表妹, 多少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世家女子虽不需读四书五经, 可识文断字却是必要的, 不然嫁人后, 连账目都看不懂, 根本无法掌管书五, 便是小官小利也不会取一个两眼一抹黑, 不能管理中窥的正事。 林青婉眼中的惊讶一闪而过。 不得不说, 这小轩是心思是真身沉, 不险山不露水的就毁掉了王延熙的前程。 不过能在她的手中掩藏锋芒, 安然活下来的王延熙也并非泛泛之辈。 可以, 不过这事, 你得先禀明了祖母, 毕竟藏书楼是给几个公子建设的, 我也是个蹭书的。 王延熙文言立即笑了起来, 表妹放心, 我昨日就求过了祖母, 祖母答应, 我才敢来许你的。 一道疤痕换取回了前程, 其实也不算亏。 第145章教养 远星堂里, 王老夫人抿了一口, 用王延熙采来的陈禄煮的花茶, 轻声一叹, 那丫头也是个可怜的, 只怕这次过后, 她的日子要更难过险。 你注意着那边的动静, 别让小轩是过分苛责了她。 老夫人放心, 老奴心里明白, 不过大姑娘本身也是个有主意的, 昨个求了您, 今早上就随表小姐去了藏书楼, 有了这恩典, 三夫人也不敢过分了去。 余嬷嬷给王老夫人捏着奸笑道, 老神知道她的心思, 不过是想寻老神庇护罢了, 不过她虽是竖出, 身上却没那些不三不四的习性, 也是个拎得轻的, 不管如何, 也是那老头子的后人, 老神也不吝啬拉她一把。 反倒是那萧家的, 那点污糟心思, 和小家子气的做派, 倒是和她那外祖母与母亲, 学了个十足时, 当真是一脉相承。 提到萧和儿的亲外祖母吕氏, 王老夫人就气不打一处来。 老夫人说的是, 这大姑娘是树出, 可她姨娘却是正儿八经的嫡出, 吕小娘的生母虽落魄, 可也出自曾辉煌过的大族。 这吕氏就是个魂不令的, 只会勾人的那套功夫, 比起她嫂嫂, 可是差了一大截不止。 王老夫人哼笑, 可惜吕氏没有自知之明, 看不上她嫂嫂教导出的女儿, 不然老三也不会娶了小轩氏, 吕小娘也不会早死, 大丫头也不会过成这副样子。 老申本是不想管那女人后人的闲事的, 可惜, 终究是不忍心那么通透的孩子, 被小轩氏折腾死。 于嬷嬷一叹, 还是老夫人宁心善, 否则三房哪有今日。 王妍希的母亲与父亲本是表兄妹, 二人自幼青梅竹马, 恩爱情深。 可惜, 吕氏眼皮子浅, 看不上自家嫂嫂, 嫌弃他母家落魄, 这才使记娶了宣家次女, 让自己的亲侄女做了妾事, 否则, 王妍希本也该是正式嫡女。 吕小娘是个好的, 知书达理, 行事张弛有度, 可惜了, 就是一根筋, 大好的前程不要, 非要给老三做妾。 提及那个温婉的女子, 时至今日, 王老夫人依旧觉得可惜, 那般豁达名理的人, 不知比宣氏姐妹强上多少。 也正应对吕小娘的欣赏, 她对王妍希才会给几分颜色, 哪怕她那般厌恶屡履事, 对她这个亲侄女, 她都从不曾抵抗。 话止于此, 主扑二人都有些唏嘘, 不过, 提及要时文断字, 老生倒是想起来了, 晚点她一直在江南长大, 虽我给她寻了教养嬷嬷, 但在诗书上, 依照她母亲的古板性子, 定是不会上心的。 可圣经里头有名的几位贵女, 哪家不会琴棋书画, 不说样样精通, 可诗词歌赋, 也是信手拈来, 老生想将她留在圣经说清, 这些才艺上, 怕是也得下些功夫了。 老夫人想将表小姐留在圣经说清, 于嬷嬷有些惊讶, 旁人不知, 她却是知晓, 林青婉已有婚约的。 王老夫人点头, 那沈家不是个好去处, 晚点这门婚事不妥。 可, 表小姐毕竟姓林, 还有她祖父, 祖母那边, 再者, 沈家的那位少主, 听说也不是个简单的。 那又如何? 提及林家, 王老夫人一声冷哼, 人在老身这, 怎么教养就有老身说了算? 至于那沈家? 王老夫人眯了眯眼, 时间还长, 总会有时机的, 林家出不上礼, 还有王家帮忙, 行不行, 总要试试的, 便是真的退不掉。 她能多些才艺, 总不是坏事, 又有老身撑腰, 沈家要敢欺辱她, 也得掂量掂量。 于嬷嬷点头, 第一次清楚, 表小姐与老夫人心中的地位, 老夫人为表小姐思虑周全。 咱们府上没什么姑娘, 一直也没打听过这方面的, 况且, 女子教习, 对先生品行, 要求上也严格, 一时半会想寻个各方面都合适的先生, 怕是不易。 第146章, 静安后福。 王老夫人点头, 沉吟起来。 诗文上面有老头子教导, 自是强过外面的先生, 就是这琴棋书画, 针线女工上倒是要费一番功夫。 于嬷嬷, 这有才艺又品行俱佳的, 怕是一时难寻。 主仆二人正思量着, 哪家有合适的, 门外响起了丫鬟的禀报声, 不多时, 李氏手中捏着一张帖子, 笑着走了进来。 母亲, 李氏扶扶身, 将手中帖子递给了王老夫人。 这是今早静安侯府送来的帖子。 后日常公主要举办一场秋宴, 往日咱们府上也没有姑娘。 我想着, 今年有晚姐在, 要不带上她一起。 李氏脸上挂着笑, 偷去了眼王老夫人的脸色。 难得你有心了。 王老夫人看了眼帖子, 又重新递回了李氏。 既如此, 就让她随着你一起去吧。 不过她从未接触过这些, 大族之间的关系, 以及礼仪规矩。 你要费心多提点这些。 母亲放心, 而媳会看过好玩姐的。 又得了王老夫人几句夸赞, 李氏这才欢欢喜喜地走了。 于嬷嬷, 每三年秋为之前, 常公主都会举办一场秋日宴, 不光各家贵女, 还会邀请一些有才干的入围学子, 不知成就了多少姻缘美事。 听出她话中意思, 王老夫人笑着摇头, 老身虽不满沈家, 可也不能让婉姐带着婚约与人相看, 那成什么了? 你们呀, 总是喜欢揣摩老身的心思。 老奴不敢。 于嬷嬷连忙告罪, 王老夫人不慎在意地摆摆手。 李氏是个聪明的, 虽婉姐不是一相看, 可接触接触圣经的贵女总是没错的, 她总憋在府中也过得不畅快。 江南与圣经的很多风俗都是有所不同的, 包括大族之间的来往, 贵女之间的相处分寸, 言语之中的暗潮波涌, 吃食玩乐上的差别都需要林清婉慢慢渗入了解, 多看, 见见世面, 对她有利无害。 大夫人有几分玲珑心思, 也不枉老夫人偏腾她些。 藏书楼里? 林清婉沉浸在一本杂技中看得专心致志, 极其入迷。 而王延熙则是捧着一本诗文, 坐在最后面半人半菜的小声读着。 宁香自幼跟随林清婉, 包括学习女四书时, 也是一直随势一旁的, 认字上是没什么问题。 她听到王延熙有毒的不对的地方, 偶尔也会提醒一二, 发展到最后, 直接就站在了王延熙身旁, 遇到不认识的就出声指点。 王延熙虚心受教, 还会主动询问宁香, 丝毫没有被下人指点凌驾得不快。 天色微暗, 林清婉柔柔眉心, 放下书站了起来, 做了半日, 浑身都算得厉害。 王延熙也起身走了过来, 时间不早了, 咱们该回去了, 再晚对眼睛不好。 嗯…… 林清婉点点头, 看向她, 待了半日, 觉得如何? 字是极好的, 今日, 还要多谢宁香姐姐帮忙, 让我识到了不少字, 虽还是不懂奇异, 却也所长进, 让我觉得身心都舒畅许多, 觉得未来不再是一片黑暗, 而是有了盼头。 大小姐客气了, 奴婢不敢当您的县。 宁香连忙上前行礼, 王延熙柔柔一笑, 别这么说, 今后我日日来, 还有得麻烦你, 只要小师傅别嫌弃我笨就成。 大小姐过目不忘, 奴婢只是稍稍提几句罢了, 属实不敢当。 几人笑笑, 一同回了内院。 姐妹二人与走廊刺别, 回到锦绣阁, 宁香才不由唏嘘道。 大小姐好歹也是王府的小姐, 怎就被苛待至此, 竟连识文断字都不曾。 宁霜摆上饭菜道, 你的那点子墨水, 还不都是跟着小姐学来的, 殊不知这身宅大院里头, 不得宠的树小姐, 过得连下人都不如的。 林清婉不置可否, 亲娘都不一定能真心疼爱儿女, 就比如张氏, 更何况是一个对自己母亲恨之入骨的女人, 能活到今日都是王妍兮聪慧, 懂得隐忍。 吃过晚饭, 林清婉沐浴更衣, 卸掉拆环后, 就再次琢磨起了那个歪歪扭扭的童心结。 表小姐,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轻患, 林清婉忙将童心结塞进了袖中。 进来, 帘子被挑起, 于嬷嬷笑意隐隐地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捧着盒子的小丫鬟。 林清婉轻柔开口, 嬷嬷此时过来, 可是祖母有什么事交代? 是有些事。 于嬷嬷招招手, 小丫鬟走上前将盒子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一整套白玉嵌红珊瑚云并花颜头面。 金戈静安后府送来了帖子, 长公主后日要举办一场赏秋宴, 大夫人与老夫人商议要带上表小姐一起。 这是老夫人给表小姐选的首饰, 让您后日佩戴。 林清婉闭闭嘴, 心中一百个不怨, 可还是扯唇笑了起来, 面上洋装欢喜, 替我谢过外祖母, 劳他这么晚还记挂着我, 为我准备首饰。 于嬷嬷笑弯着眼, 表小姐的话, 老奴一定带到, 那就不打扰表小姐休息了, 老奴告退。 宁香, 送于嬷嬷嬷。 宁香回到屋里时, 就见自家小姐情绪不佳, 正对着那套白玉嵌红珊瑚云并花颜头面, 搭拉着脑袋叹气。 小姐可是不想去。 林清婉摇头, 不说话。 可, 听于嬷嬷说, 这是长公主举办的宴会, 连大小姐都没这待遇的。 大夫人与老夫人肯带上小姐, 定是真心将小姐当成自家人疼的。 我知道, 林清婉让宁香将头面收起来, 起身上了床。 所有我才没有拒绝, 可我只想安安稳稳助长, 过半年舒心日子, 并不想接触那些贵族圈子, 与那些皇族贵女打交道。 不过他知晓, 外祖母与大舅母都是好心, 想让他见见圣经的世面, 想培养他成为真正的贵女。 林清婉疲惫地闭上眼, 这份用心良苦, 他不可辜负, 可同样也心有负担。 一日清晨, 王延熙吃过饭就直接到了锦绣阁寻林清婉, 林清婉收拾妥当。 二人刚起身, 准备前往藏书楼, 方华院那边进来了人。 方华院是大房, 李氏的院子, 林清婉看到来人, 心中便知是为了明日参宴之事。 来人是李氏的陪嫁嬷嬷, 随主家姓李。 李嬷嬷, 可是大舅母有事交代。 李嬷嬷见二人准备出门, 就笑道, 今日怕是要耽误表小姐去藏书楼了, 明日静安后府的宴会, 想是老夫人已经告诉表小姐了, 老奴侍奉我家夫人的命, 过来给表小姐讲解一下具体事宜的。 听到这话, 林清婉脑子就直嗡鸣, 不用听也知, 肯定又是一些规矩礼仪, 以及前去参加宴会的大家士族, 需要提防的, 人与主家的禁忌。 王妍熙眼底闪过一抹惊讶, 面上却神色不显。 既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表妹正事了, 等后日你忙完我再来寻你一起。 林清婉点点头, 王妍熙又冲李嬷嬷汗手, 抬脚走了出去。 走出锦绣阁很远, 王妍熙的丫鬟才不满的低声嘟囊。 怎地宴会竟带上了表小姐, 都不带小姐您, 就算是树出, 您也是府上唯一的姑娘。 王妍熙停住脚步转身, 眉头紧簇。 你既知道我是树出, 怎还摸不清位置, 没有一丝自知之明, 静安后府长公主的宴会。 你以为是我一个庶女能去的, 便是小官家的嫡女, 也是没那资格的, 何况她这个庶子的庶女。 李嬷嬷坐在小凳上, 耐心地讲着, 可兄妹关系尚算不错, 因为静安后府也是皇后的母家。 林清婉静静听着, 心中却在捋着关系, 公主嫁给了嫂子的母家兄弟, 类似于幻青。 明德长公主膝下只生有一女, 不过却寄养了一名庶子, 女儿出生时就被封为了严昌郡主。 长公主对这个女儿十分疼爱, 对寄养的庶子也很不错。 提及严昌郡主, 李嬷嬷面色泛男, 可还是压低声音提醒。 长公主每三年秋围都会举办一次秋日宴, 邀请的不光有贵族子弟, 还有许多颇有才名的学子。 那些才子会谈论时局, 各书见解, 展示才华, 事宜, 皇室的皇子们, 包括王府的世子都会参与。 表小姐要小心些, 尽量不要靠近外院, 若是遇上了, 也要躲远着些。 说白了, 明日就是各大势力拉拢人才的最好时机, 林清婉连连连点头。 还有就是, 明日淮阳王府的周世子应也会去, 他又是个跋扈的。 老奴听说, 表小姐与周世子有点头之交, 明日也要当心些, 万不要被那严长裙主难为了。 第147章宴会 晚间, 秀房那边送来了林清婉明日餐宴要穿的衣裙, 一件天蓝色香金丝万福苏段长裙, 瞧着就十分贵气。 宁香将衣裙收入贵中, 扭头就见自家小姐, 正以着床侧发呆, 时而醋眉, 时而抿嘴。 小姐, 您怎么了? 可是, 在紧张明日的宴会? 林清婉堪堪回神, 没有, 你也下去休息吧, 明日还得早起。 屋中灯熄灭, 林清婉拉上紧被躺了下来, 闭上眼睛睡觉。 第二日清晨, 林清婉正对着同镜梳妆, 远兴堂与芳华院就都派了人来。 于嬷嬷与李嬷嬷本想亲自动手给林清婉上妆, 却被林清婉阻止。 两位嬷嬷在一旁指点就成, 也让这两丫鬟长进长进, 总不能次次都麻烦你们不是。 文言二人相识一笑, 应得干脆, 按照表小姐的受宠程度, 以后这样的宴会怕事不少, 的确得让宁香他们学学。 宁香, 月和伺候得更加认真, 一番晚发梳妆下来, 几乎没什么错处, 于嬷嬷满意地点着头。 李嬷嬷, 表小姐别忘了老奴昨日提醒您的话, 定要小心显。 不过若是有不长眼的, 说什么难听的, 您也是不用怕的, 自有大夫人护着您。 一听就知, 是李氏的交代, 林清婉感激地应下。 于嬷嬷嬷也道, 还有那些仪态规矩, 表小姐在家中也是被教导过的, 您今日就按您夫子教您的来做, 总不会出错的。 林清婉一一应下, 因为要出门, 须得随时保持好仪态, 连早饭都没让吃上几口, 碧玉腰带束在那不赢一窝的腰身上, 更显身姿曼妙。 不错, 当年你母亲就是圣经数一数二的美人, 你比她更多了几分出城的气质, 这番滋容就是在贵女中也是拔尖的了。 府门口, 李氏瞧着款款走来的少女, 眸底划过一抹惊艳, 笑着夸赞。 大舅母过奖了, 林清婉耳间染着飞红。 李氏握住她的手, 昨日要注意的, 想必李默默都告诉你了, 你今日只需跟在舅母身边, 有什么事都有舅母在, 你只管玩得尽兴。 是。 二人上了马车, 缓缓往静安后辅行去, 李氏细细看着对面温良端庄的少女, 眼中是掩不住的满意。 若说, 先前戴上她是为了卖老夫人一个好, 如今却是真心实意的。 这般花容月貌的少女跟在身侧, 想想就极有脸面, 一生无女, 是她最大的憾事, 如今也算是能过过瘾了。 若是林家不倒, 就这么, 将人留在身边也是好的。 她有老夫人疼宠, 人也从会得体。 念想不过一瞬, 就被压了下去, 圣经取亲, 取的是门当户对, 是互惠互利。 林家如今身份太过低了些, 大郎不行, 二郎内副德行, 想必老夫人也不会答应。 林清婉却是不知这短短时间, 李氏就一想了那么多, 她正竖着耳朵, 听着外面的喧嚣, 心中想象京城的盛景。 若非李氏在, 她定是要偷偷地瞧上几眼。 两个钟后, 马车缓缓停在了静安侯府门口, 看门的婆子见是王家的马车, 忙走上前迎人。 李氏与林清婉下车, 正被婆子引着禁府, 就见对面行来了一辆马车, 马车旁缓行着一匹高头大马, 俊美尊贵的男子端坐于马背上, 周身的冷然, 让人望而生畏。 林清婉只看了一眼, 就迅速收回了视线垂下头。 李氏拉着林清婉往边上靠了靠, 带淮阳王府的马车停下, 里面先是走出了一个亲历少女, 少女回身后, 又搀附出了一名华贵妇人。 方侧妃, 李氏扶身行礼, 妇人脸上带着三分病容, 瞧了过来, 随即笑道, 原来竟是王夫人, 快起来吧, 咱们哪须这般客气? 李氏走上前, 二人寒暄几句后, 一同往府内走去。 周暮暮光落在少女身上, 天蓝色的衣裙更衬出几分清冷气质, 腰间玉石点缀, 在阳光下泛起微光, 更显她兵机玉骨, 肤色白皙, 耳朵上的一对珊瑚耳坠, 缓缓晃动, 耳阔白里透红。 她微微垂头, 看到了少女攥着帕子的御手, 似乎有些紧张。 连起眼中惊艳, 周暮往别处看去, 只在心中可惜, 那人始终只低着头, 规矩地不曾看她一眼。 林清婉与周瑜落后半步, 跟在自家长辈身后, 周暮走在二人身侧, 那贵如神底的气势, 引了不少人偷去。 走至外院, 周暮与几人打过招呼, 就直接去了男子的宴会厅。 感受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灼热视线, 林清婉头垂得更低, 还不着痕迹地往李氏身后躲了躲。 周暮见眉一条, 眼中染上不渝, 这丫头, 今日很有些反常。 直到人走远, 林清婉才微微偏头, 看了眼男人离开的方向, 李嬷嬷地提醒颜犹在耳, 她是颜昌郡主看中的人, 她得离远些。 可,不知为何, 心中竟有丝丝憋门。 那丝不快, 从昨日就埋在心里, 今日仿佛更加不痛快。 这位姑娘可是王府的亲戚, 我怎地从来没见过, 可瞧着却又有几分熟悉。 方策飞看了眼林清婉, 柔柔开口, 这是我妹妹的女儿, 刚从江南来圣经不久。 原娘的女儿。 方策飞眸子睁大, 停住脚步回身, 像, 的确像原娘。 你不说, 我还想不起来呢? 林清婉脸上挂着得体的笑, 任由妇人打量。 我与你母亲在规格时, 可是密友, 也是后来她远嫁后才慢慢断了联系。 瞧着你, 我就仿佛见到了你母亲。 方策飞笑得一脸和善, 你母亲的美貌, 可是被你继承了个十足时, 等有时间定要到府上去玩。 是。 林清婉含羞待怯地扶身。 李氏笑道, 婉姐的确随她母亲, 不过您的二小姐才是真的漂亮, 端庄得体可人疼, 要是我能有个这样的女儿, 做梦都得烧高香。 方策飞笑笑, 二人就着林清婉和随侧一旁的少女, 你来我往得夸了起来。 林清婉抬眼看向方策飞身后, 沉浸惊重的粉衣少女, 华阳王府的二小姐。 周余抬头, 同一时间看去, 对着少女柔柔一笑, 林清婉回以淡笑。 第148章, 自作多情。 一群人往内院走去, 方进垂花拱门, 便有丫鬟上前迎接。 方策飞, 王夫人, 长公主在明星堂, 特派奴婢来给贵客引路, 这边请。 小丫鬟走在前面带路, 绕过假山, 穿过几条小道, 眼前出现一座清幽的院落, 四周种满了花草, 处处透着奢华雅致。 门前吼着的嬷嬷, 见几人过来, 先是行了一礼, 随即快步进屋禀报。 不多时, 那嬷嬷出来笑着聊起门帘, 方策飞, 王夫人, 请吧。 正厅里, 明德长公主端坐上位, 两侧坐着几位贵夫人, 正欢声笑语地闲聊着。 林清婉垂着头, 随李氏行过礼后, 就规矩地站在了李氏身后, 对面的周瑜同样立在方策飞身侧。 王夫人, 这位姑娘本宫倒是不曾见过, 可是王家的亲切。 明德长公主看向林清婉问道, 李氏身子前倾笑着点头, 正是, 这是家妹的女儿, 刚从江南来圣经不久, 母亲怕她在家闲着无聊, 让我带她出来玩玩。 嗯。 明德长公主点头, 是个不错的姑娘, 端庄得体, 倒是丝毫不输圣经的小姐们。 李氏, 长公主过奖, 林清婉也屈膝扶了扶身, 耳间泛红。 明德长公主笑笑, 又问起了王老夫人与王老爷子的身体。 其他几位夫人的目光, 却都投向了规矩手里的林清婉, 各有心思。 长公主虽身居简出多年, 可毕竟是皇家人, 王家在圣经不说数一数二, 可以。 曾辉煌无量的大族, 直到圣上登基, 王老太师致世才慢慢沉寂下来。 便是今日, 王家也是各大士族争先联姻的对象。 王夫人, 我记得王小姐当年好像是嫁去了江南吧? 一个身着酱紫色衣裙的妇人热络的笑问道。 正是, 家妹嫁去了江南的林家。 哦, 听到这话, 那妇人脸色变了变, 脸上的热情也淡了下去, 收起了心思。 原是出自落魄世家林家。 许是她的失望太过明显, 让厅中气氛有些尴尬。 李氏面上有些火热, 心中很是不快, 她伸手握了握一侧林青婉的手, 示意她别往心里去。 林青婉神色自若, 丝毫不受影响, 落魄又如何, 她又不吃他们家米饭, 不惦记他们家儿子。 倒是他们, 着实有些自作多情。 见李氏脸色不好, 明得长公主出声笑道, 王夫人, 你外甥可是也来了圣经, 准备参加今年秋为? 正是, 前几日听严峰提及, 那日他与木哥同去楚阳先生呢, 碰巧遇上你家大郎与你那外甥, 你外甥随口所作的一篇文章, 可是让楚阳先生好一番夸赞, 当即便称他有三元之才, 可是让严峰好生敬佩, 回来了几日还在念叨你那外甥有八斗之才。 能被楚阳先生如此赞赏, 最差也得是近视极地。 明得长公主这是在给王家找回面子。 臣妇一直忙于内院, 倒是不怎么上心过他的学业。 你们王府就等着放鞭炮, 开闻喜宴吧, 到时可别忘了请本宫喝杯喜酒。 李氏汉首, 那是自然。 话指于此, 其他几位夫人也连忙出声夸赞, 缓解气氛, 心里却有几分不以为意, 好众又如何, 家门败落, 又岂是一个近视能扭转的, 便是有王家帮忙负起, 怕也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予有底蕴或三代为官的大族, 实属不够看。 众位夫人都歇了心思, 聊起了旁处去, 又过了一会儿, 外面走进来一个丫鬟, 公主, 郡主听闻周二小姐到了, 让奴婢特地来请。 哼, 明的长公主笑了起来, 她呀, 就念叨着她的小姐妹, 也不说来给各位夫人请个安。 众位夫人连都不敢, 长公主客气, 她们却是不敢因郡主的礼的。 那便带周二姑娘过去吧, 陪在我们这些半老徐娘, 也是无聊的紧, 还有林家姑娘, 也一起去玩吧。 你们小姑娘家, 也能说到一处去。 方侧妃微微汗手, 周瑜立即走了出来, 扶了一礼, 林青婉眉心微宁, 也快速眼下后, 走了出来府里, 一同跟着那丫鬟出去。 第149章, 遥遥相望。 丫鬟在前面引路, 周瑜与林青婉并肩而行, 一路无话。 不知为何, 对身旁这个温柔闲静的女子, 林青婉总觉得有几分危险, 就如进水之深处, 蕴藏着犀利的锋芒。 她刚抬眼看向她, 周瑜也在同一时候回头, 随后玩耳一笑, 林小姐可是出来圣经不久。 嗯, 不过半月左右, 周瑜点头, 圣经有许多好玩的, 有空的话, 可以让家中兄长陪着出去转转的。 林青婉微微汗手, 兄长如今正在背口, 等秋威过后, 会让她带我出来看看的, 都说圣经繁华, 是得到处看看, 才不往来这一场。 周瑜笑笑, 嘴角鸡不可查地扯动, 四朝四风。 二小姐, 林小姐, 我家郡主正陪着其他小姐, 在赏风亭处说话, 就在前面不远。 丫鬟往前指了指。 周瑜失笑, 赏风亭我看你家郡主, 不是陪着说话, 而是别有居心还差不多。 丫鬟吐吐舌头, 赏风亭是最靠近外院的地方, 能听到隔壁男子们交谈, 或是碰到一些闷着无聊出来闲逛的学子, 是贵女们偷去撬郎君的好地方。 而严昌郡主则是为了偶遇某人。 林青婉闭闭嘴, 安静手里地做一个透明人, 刚走进小道, 就能听到前方传来的嬉笑调侃。 郡主今日打扮得真漂亮, 这天蓝色最衬宁肤色, 瞧着就像九天之上的仙女, 让我们好生羡慕。 就是, 郡主这么漂亮, 可要在这多待会儿, 说不定就遇上真命天子了呢。 我可是听说, 那位一早就到了呢。 林青婉心间眉来游一颤, 抬眼看向了梁亭中, 被众星拱月围住的明艳少女。 衣裙的颜色与她相近, 腰间一根绣金丝玉带, 竖住那鲜鲜细腰, 满头朱翠, 随着她的动作摇晃, 奢华之至, 贵气逼人。 女子脸上带着居高临下的笑容, 眼角眉梢挑起, 彰显着她此刻的好心情, 看向众位贵女的眼神, 却隐含挑剔。 去, 不许胡说。 严昌郡主红着脸, 撑了句方才说话的少女。 怎么, 难不成袁姐姐说错了? 郡主不喜欢我家哥哥, 移情别练了。 周瑜提起一群走上台阶, 便笑道。 林青婉醋眉, 用这般直白的言语, 当着众人面, 调侃一个规格少女, 着实不太妥当。 她不动声色地瞥向, 掀她半步, 走在前面的周瑜, 却不期而遇地, 从那人眼底捕捉到一抹不屑, 快如闪电般消失不见, 在抬眼时, 戏长眸中止于欢喜。 不喜欢, 却还非要玩在一处, 这些贵女当真应了李嬷嬷那句话, 言行相诡, 口蜜附见, 扭过头骂人, 可面对面时, 还是言笑艳艳。 不过对周瑜, 林清婉心中倒是有了个警醒, 这种隐匿于表象之下的暗夜之鉴, 绝对不可深交, 最好敬而远之。 周瑜, 你皮痒痒是不是, 是不是逃打? 你竟什么都敢说, 亏我还巴巴地想着你。 言昌郡主瞪着眼, 伸手就要去拉周瑜, 却被后者侧身躲开。 林清婉不着痕迹地看了眼言昌郡主, 只见她脸上只有红侠语休闹, 并未察觉周瑜言语的不妥。 显然是被情爱冲昏了头脑, 往后说清, 只怕这些大族会远而避之, 便是成婚, 这些风流运势也会成为她在夫家的短处。 不过这些皆与她无关。 她垂头走上凉亭, 本想着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静静待着, 却被言昌郡主给叫住。 喂, 你等等, 你是什么人? 哪家的? 本郡主怎么从没见过你? 林清婉促眉看了眼自己的衣裙, 暗叹了口气, 转过身道, 名女林清婉, 王家女眷。 名女? 严昌郡主挑眉站起了身, 一介草民也赶来静安侯府参宴。 你是哪个王家带来的? 旁边人看出她的不悦, 不等林清婉回答, 就出声赤斗。 你是哪家的亲戚, 怎地如此不懂规矩, 竟敢穿与郡主相访的衣裙。 相访不是关键, 可自容气质胜过一筹, 便令严昌不快了。 林清婉本来垂着眉眼, 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如今听这意思是躲不过去了。 她抬起头, 看到了那位郡主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艳, 脸上是浓浓的不渝。 回郡主, 名女外祖父是王老太师, 随大舅母王李氏来的, 兵部尚书府王家。 方才出生呵斥的少女, 脸色变了变, 不敢再言语。 严昌郡主似乎也没想到, 虽不像先前少女一般害怕, 心中也是有几分忌惮的, 大表哥一直在争取王家的助力, 她是不能吓王家的脸面的。 周瑜垂头敏茶, 眼下嘴角的嘲讽, 面上划过淡淡失望, 好戏结束得有些太早, 她还没看清信呢。 异性阑珊地放下茶盏, 她开口解围, 林妹妹, 郡主她性子冒失, 你别介意, 过来我这边坐吧, 往后你住在圣经, 咱们少不得经常来往。 林清婉抬眼看向她, 语气淡漠, 多谢周二小姐好意。 不过, 我胸头有些闷, 想坐边上吹吹风, 你们玩就成, 不必在意我。 似乎没想到她会拒绝, 周瑜眼中闪过暗芒, 随即展颜一笑, 也好, 那妹妹便寻个喜欢的位置坐吧, 若是有什么不舒服, 要随时告诉我们。 嗯, 那你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严昌郡主捧着脸说, 林清婉微微汗手, 找了个最靠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与那群叽叽喳喳的贵小姐隔开, 独身一人的她显得格格不入。 她单手撑头, 百无聊赖地数着鱼塘里的金鱼, 纤细银白的手指在太阳下轻点着, 整个人都照着一层柔光。 鱼塘对面正式外怨。 周木身形隐在树后, 幽尘的眸色染上丝丝轻柔, 静静地注视着对面少女。 主子! 主子! 林消眨着眼, 提高音量又唤了一声。 周木堪堪回神, 凉凉地回头瞥了眼林消, 语气清寒, 说, 属下已经说三遍了。 林消小声嘟囔, 感觉到明显降低的气压, 他忙正了脸色, 林风刚送回的消息, 林周成俊首已死, 消息应会很快送到圣经。 嗯, 注意着大皇子那边的动静, 关键时刻再给他们添一把火。 是! 想到大皇子得到消息后的铁青脸色, 林消就很是开心, 要保的人死了, 被三皇子牵制这么久的火气, 怕是要尽数爆发, 还不炸三皇子的一脸猛逼。 说完正式, 林消也恢复了不着调的样子, 探着头顺着主子的目光看了过去, 是林消姐。 听出他语气的激动, 周目眼眸一沉, 清寒的目光落在了林消的身上, 后者却毫无察觉, 一双眼睛津津亮地瞅着佳人。 好看吗? 好看! 林消话音刚落, 便觉一股大力袭来, 踹在了他的后腰上, 来不及反应, 就栽了下去。 五十七, 碰! 五十八卡在嗓子里, 戛然而止, 林清婉惊愣地望着正前方见起的漫天水花。 飞珠剑狱中, 他仿佛看到了一抹笔直的黑色人影立于对岸, 熟悉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让他的心瞬间狂跳不止。 隔着鱼塘, 抚着清风, 隔着水中不断扑腾的林消, 二人遥遥相望。 繁华粉带皆是陪衬, 一眼便是惊鸿, 芳华乱君一生。 怎么回事啊? 身后传来询问声, 正在闲聊的贵女们纷纷起身走了过来。 好像是什么东西落水里了? 林清婉慌忙收回视线, 往别处看去。 我听着也像是重物落水的声音, 可瞧着湖面安静的景, 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声奇怪。 原家小姐簇着没道, 林清婉心中一跳, 再次看了过去, 对面已空空如也, 仿佛刚才出现的人只是她的错觉。 方才一直属于玩来着, 我也没看太清楚怎么回事。 她摇着头, 众人也都没在深究, 纷纷回了自己的位置。 第150章 香段座 严昌郡主却是倚靠着亭边往对岸看去, 脸上挂着失落, 等了那么久, 竟是连她的身影都没见到。 直隐约能听到学子们探讨的声音, 此起彼伏, 多是围绕秋为名声一类。 算了, 咱们也去宴会厅。 严昌郡主语气带着失望, 其他贵小姐也纷纷起身, 他们在这偷看本就不妥, 如今主家开口, 他们也是求之不得。 林清婉又朝那方向望了一眼, 这才随着一群女子离开。 术后, 林霄靠坐在那, 浑身都在往下滴水, 初入秋虽不算冷, 可微风拂过, 还是带有一丝凉意。 他抱着手臂, 打了个喷嚏, 瘪着嘴, 委屈地揉了揉鼻子。 周牧摇摇望着对面, 直到那人儿消失不见, 才淡淡收回视线。 回头看了眼林霄, 一言不发地往宴会厅走去, 他那哥哥还在有人辩驳, 他得去坐镇才行。 主子, 林霄吸着鼻子叫了一声, 后者无动于衷。 不就是看了几眼吗? 主子怎的越发小气了, 本来就很漂亮, 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人丑吧。 他咕咕囊囊地爬起来, 整理着衣服, 后衣领高高皱起, 显然是被某人给从水中提出来的。 宴会厅, 林清晚进门寻到李氏, 在他身侧坐了下来。 李氏打量他急眼, 低声问, 相处得如何, 他们可有难为你。 不曾。 那就好。 李氏松口气, 脸上言笑艳艳, 人是他带出来的, 若有个万一, 只怕婆母要拿他问责的。 林姐姐, 一道滴滴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熟悉, 林清晚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回头, 眸中划过惊讶。 柳江云? 他竟然也来了圣经。 柳江云冲他眨眨眼, 指了指身旁的妇人, 乖乖坐着, 不敢乱动。 林清晚回忆汗手, 二人打着眼色, 直到明德长公主吩咐上菜, 才各自正经微作。 菜色都是上品, 只不过也许是放的有些酒, 有些微凉, 吃了鲜美。 林清晚只略略吃了几口, 就啃起了糕点。 各家夫人还在东家掌西家短的闲聊, 从十下兴起的一群样式, 首饰脂粉, 到男婚女嫁, 哪家与哪家又定了亲。 果然, 无论什么时候, 女人的八卦之心都是天生, 不可泯灭的。 有些听得无聊的贵小姐, 已经三两结队地出去闲逛了。 柳江云冲林清晚眨眨眼, 指了指外面后起身走了出去。 大舅母? 我吃好了, 想出去转转。 林清晚回过头对李氏道, 李氏抬眼看向外面, 嘱咐他小心些, 便放了人。 林姐姐, 我在这。 刚出宴会厅不远, 便被等在外面的柳江云叫住。 林清晚快步走进小路, 你何时来的圣经, 方才那个可是你母亲。 嗯, 我哥哥要参加科考, 姑姑来心也说想我了, 我与母亲就随哥哥一起来了。 贤贫? 不过这个林清晚倒不在意, 令他有几分惊讶的是, 柳丰婷竟然要参加科考。 两人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 你哥哥不是不想做官吗? 怎的又要参加科考了? 柳江云摇头, 谁知道他发什么疯呢? 以前姑姑来信, 命他进京读书他不愿, 因此可是没少挨罚。 后来姑姑对他不抱希望了, 扶持了族中其他子弟, 他又突然想明白了, 这两个月几乎整日泡在书房里, 连门槛都不出。 林清晚笑笑, 你哥哥虽随性了些, 可他足够聪明, 这些年在你祖父父亲的双重威逼下, 也是学了些东西的, 科考也是有希望的。 柳江云叹口气, 希望吧, 你是没瞧见他那拼命样子, 若是不中, 我真怕他会疯, 就连我祖父, 父亲都怕他将身子泪垮, 劝他劳逸结合, 可他不听, 一家子都被他折腾得鸡飞狗跳的。 作为柳家唯一的嫡子, 必定是柳家主的掌中宝, 生怕他有个万一。 以往招猫斗狗, 不学无数的顽固, 如今突然发愤图强, 变成了拼命三郎。 你是不知道, 给我父亲, 母亲都快下出病来了, 生怕他是哪根筋搭错, 生了一症, 我父亲呢, 一会儿忧, 一会儿喜的, 怕我哥哥疯, 又怕他半途而废。 二人提起一群, 走进了一处亭子坐了下来, 林青晚道, 他一向都是个有主意的, 既然想要科考, 就一定有他的打算。 无论是之前不学无数的顽固, 还是如今一心想要金榜提名, 柳峰亭都清楚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 与想走的路, 谁都干涉不了, 也劝不得。 我哥哥今日也来了, 就在外院, 可惜你们不能见面, 不然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毕竟这几个月出了科考, 他最牵挂的就是你了。 等科考过后吧, 若他们都能金榜提名, 我们再出府游玩, 也为他们庆祝一番。 柳江云盲点头, 我一直都想再与你一起出去玩, 回去我就鞭策哥哥, 都说圣经的女子都喜欢踏春, 到时候我们就去踏秋, 带着吃的东西也吹。 二人笑了起来, 林青婉手指抹撒着石岸上的茶盏, 半赏才又一问道, 你们来圣经时, 江南可曾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姐姐是想问, 你走后, 沈默有没有为难林家吧? 林青婉垂谋不语, 与母亲大哥来往书信中, 他们, 为提起, 才会令他更加忧心。 柳江云叹口气, 沈默谋话多时, 才摆平了沈家族亲, 扭头想将婚事提上日程时, 却发现你跑了, 肯定是怒火中烧, 欲气不得疏解, 这口气不出, 他怎么会善罢甘休? 林青婉心中一紧, 攥着帕子的手, 犯着清白。 不过你放心, 他并没有失去理智, 对林家虽处处多有瑕疵, 不过却并未动摇林家根本, 就是你大哥遭了点罪, 脸上被他打了一拳。 我们来时, 特意去见过你大哥, 他让你放心, 沈默并未对林家做什么大动作, 无非就是一些人脉生意上的掣肘, 意图逼你回去。 你大哥, 说他自己能应付的。 嗯。 林青婉垂头应了一声, 带了些许鼻音, 他的大哥, 真的是在处处为他着想。 柳江云见他心情低落, 也不知该怎么安慰才好, 气氛一时沉默下来。 突然有静安侯府的下人寻了过来, 柳小姐, 柳夫人有事寻你, 请您过去一趟。 柳江云簇眉应了一声, 林青婉出声, 你快去吧, 我一个人在这待会儿, 那你小心些, 我过去看看, 就回来找你。 林青婉点点头, 柳江云这才起身跟着丫鬟走了。 梁婷就只剩林青婉与丫鬟宁香两人, 他单手撑头, 正看着一处发呆, 身后突然响起了沉闻有力的脚步声。 他们虽不是很熟, 可因他记在了心上, 所以单凭声音, 他就猜到了是谁, 心间猛然一颤, 他豁然起身转头看去。 男人伟岸挺拔的身躯映入眼帘, 俊美如玉的容颜, 带着一如往昔的清寒, 给他平添了三分巨人千里的冷印。 看着他缓步走来, 林青婉下意识捏紧了裙摆, 心跳加速。 周,周世子。 周牧应了一声, 聊起衣袍坐在了少女对面。 外院男子出现在这里, 怎么都不合理数。 林青婉, 方才叫走柳家小姐的丫鬟。 本世子的人。 林青婉默了默, 不再言语。 周牧看出他的不安, 诞生安抚, 不必担心, 外面有林霄守着, 有人过来会提前通知的。 林青婉松口气, 周牧抬眼看着少女, 眸色幽暗难鸣, 仿佛蕴含了万千情绪, 虚于右眼藏了下去。 先前因你的提醒, 难民一事应会很快解决。 林青婉眨眨眨眼, 眼中的奇色一览无遗, 他很想知道周牧是如何处理的。 周牧轻扯扯嘴角, 我杀了林周成俊手。 林青婉一口茶堵在了嗓子眼, 面色有些发红。 他勉强咽了下去, 忍不住地低渴。 周牧眉头微醋, 你怎么了? 可是枪着了? 没,没事。 林青婉拍拍胸口, 好半场才缓过进来。 周世子的办法, 很好, 简单有效。 很像他的作风, 出手直击核心, 简单粗暴。 林周成俊手一死, 大皇子没了顾虑, 定不会再帮三皇子善后, 被牵制的火气也会发出来, 两派必会有一番争斗。 周牧, 那是他们的事, 只要不伤及无辜百姓, 便是逗个你死我活, 也与本世子无关。 第151章闲聊, 林青婉瞧着他冷硬的脸, 有一瞬的恍惚。 周牧挑眉问道, 怎么了? 林青婉回过神摇头, 没什么。 他只是不曾见过他这样的一面, 冰冷淡漠的外表下, 也隐藏了一颗柔软, 爱民虚物之心。 可转瞬又觉得很对, 他是出生入死的将军, 首要准则, 便是保国安民。 那些说他冷血无情的, 肯定本身就以做了对国对民不利之事, 才会被他不留情愿地打压。 即使蛀虫, 那便绝不能容归根究底, 只是清官太少而已。 见少女脸色几经变化, 周牧见眉挑起, 在想什么? 在想那些人为何怕你? 哦, 那你想出来了吗? 林青婉点头, 抬眼撞上男人似笑非笑的眼眸, 脸顿时红了。 那些怕你的人, 肯定自己立身不正, 所以才会怕你收拾他们, 若本身就是个清官, 你肯定不会, 将他们如何? 周牧似乎没想到他的答案, 眼底划过丝丝暗盲, 都是别人的错吗? 那, 你又为何怕我? 周牧身子突然前倾, 淡淡的龙咸香夹杂着丝丝轻裂迎面来, 男人的阳刚之气, 让林青婉煞时面颊通红。 起先说你冷血无情的人, 肯定是那群贪污腐化之人, 后来不过是人云云云而已。 林青婉咽咽口水, 顶着男人的逼人气场, 答非所问。 我问的是, 你, 为何怕我? 周牧微凉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站起身, 双手撑于十岸上, 强大的气场, 让林青婉一动不敢动, 整个人都仿佛被他圈在其中。 我? 林青婉张口无言? 你什么? 不能说, 还是不敢说? 林青婉眨眨眨眼, 突然来了一丝底气, 又不是他的风流运势, 他有何不敢说的? 思极此, 他豁然抬头。 我大舅母身旁的嬷嬷, 让我不要同你讲话, 怕严昌郡主桥间误会, 给我屎半子。 严昌, 这两个字从周牧口中缓缓吐出, 带着一丝不知名的良意。 林青婉不说话, 心里却没来由地紧张起来, 玉手攥紧了裙摆, 抓出了一片褶皱。 他定定地仰头望着男人的脸, 想从中瞧出几分情绪, 心里隐隐有些期待, 却不知自己想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 你就对本世子敬而远之, 被恩忘义了? 没, 没有, 我只是, 只是, 我毕竟出门在外, 踩在人家的地盘上, 呦, 我又记住在舅舅家, 不想给他们添了麻烦。 对黄泉的楚高凌身, 他早就深有体会。 周木心中憋着一口气, 可听着少女软软糯糯地解释, 幽暗的黑眸又染上了一丝心疼。 他过惯了小心翼翼的生活, 不论在江南还是圣经。 他从未在外人面前展现出真正的自己, 藏起了一身反骨与傲然, 默默接受时局使然下的事态走向, 尽力让所有人独满意, 做一个符合世俗的贵女。 本世子与他年少相识, 仅此而已。 他冷硬地开口说道, 年少相识, 仅此而已。 林青婉茫然地抬眼, 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 年少相识, 今年相伴, 该是两小无猜, 与之情长才是, 为何要用仅此而已? 相识于痘寇, 相知尽年华。 林青婉不由自主吐口而出, 下一瞬却见那人陡然黑沉了脸色, 立时闭上了嘴。 知晓了他反常的原因, 周木心情不仅美好, 反倒更加不渝。 这种感觉, 就好像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务实, 随便接近或是仍怨。 本世子的东西呢? 他伸出手, 冷声问道。 林青婉有些正冷, 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的谢, 离。 男人咬牙的声音又到, 林青婉瞬间回过未来, 呕了一声, 忙低头去解药间的荷包。 还好他今日带来了。 周木眉梢舒展, 却在见到那童星节时, 又拧在了一起。 歪歪扭扭地被团在一块, 中间甚至打了许多死结。 这。 他眼皮狠狠抖了抖, 抬眼看向一脸无辜的少女。 这。 是你亲手做的。 见男人危险的眯起眼, 林青婉忙不迭点头。 是我做的。 就是, 就是手力生疏了些。 何止生疏, 应是不堪入目。 周木反复地看, 脑中不由于沈默腰间的那个坐骑比较来, 更觉得林青婉是在敷衍他。 可他又不能直说, 沈默的比他好, 脸色就一直沉沉的。 林青婉, 这个编织手法, 是我从府上绣娘那刚学来的, 所以有些手声, 等我练熟了, 再给你重新做一个漂亮的。 好。 周木黑脸顿时转情, 将童心结收进怀中, 林青婉盯着他的胸口, 耳间瞬间染上飞红。 周木再次坐了下来, 你哥哥才学不错, 若是有机缘, 想是会有一番作为。 林青婉, 可惜林家如今帮不上他, 仕途上难免要坎坷不少, 官场之上勾心斗角, 幻海浮沉, 他想要一展拳脚, 肯定处处受制, 等有所作为时, 也要数年以后了。 周木淡笑一声, 林家帮不上忙, 还有王家, 还有旁人, 总不知他艰涩难行, 一身才华无处施展。 官场多有才华横溢之人, 因身后无人而郁郁不得志, 暴汗终身。 第152章出府 林青婉豁然抬眼, 便见眼前男人正举手抿着清茶, 眉风一如往昔的冷然, 可他却能感受到几分不同往常的暖意。 旁人,指的是谁? 周木眸色沉沉, 直看得对面少女低垂下头, 才看向别处。 朝廷多是腐败无能之辈, 真正有能力, 且忠君之人寥寥无几, 正是需要一股清流注入朝堂, 你哥哥才学, 堪当大任。 林青婉面上热意退去, 攥着裙摆的手也缓缓松开, 轻轻应了一声。 终究是自己自作多情, 心中松口气的同时, 又有种莫名的情绪, 闷闷的, 谈不上多失落, 可也很不痛快, 一时二人谁都没在开口, 气氛很是宁静。 半晌后, 周木垂眼看着手中清茶, 声音微凉, 二皇子在荆州天灾事宜中, 鞠躬至尾, 皇上将力不得全放了一部分到他手中, 若是不出意外, 过不了多久, 江南沈家应会禁逐圣经。 林青婉正住, 久久不曾言语, 周木余光一直注意着对面女子的反应, 见她呆愣, 面上闪过不渝。 怎么? 能见到她? 你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她眸看她一眼, 依旧坚口不严。 周木眉稍一冷, 手中茶盏被她扔在石岸上, 发出碎裂的声响, 里面的清茶也见到了林青婉的衣裙上。 林青婉垂头看着裙摆上的污渍, 依旧不吭声, 只拿着帕子轻轻擦拭, 那副逆来顺受的模样, 让周木脸色沉到了极点。 她豁然起身, 正欲转身离去, 便见垂着头的少女下颚有隐隐水光落下, 滴落在手背上, 随后滑落在地, 留下一道水痕。 她脚步顿住, 眼底划过暗色。 林青婉抿着嘴, 不曾发出任何声音, 只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不停地擦着衣裙上的茶子。 哪怕当初在江南牢狱门口那般狼狈时, 她都不曾像今日这般觉得委屈, 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眼泪就是怎么都忍不住。 别擦了。 一只大手突然握住了她的白皙手腕, 声音带着暗哑与不易察觉的紧张。 林青婉低着头, 一般,烫得厉害。 周牧拧着眉, 大手缓缓松开, 附上了少女银白光滑的夏额, 微微抬起。 往日娇俏温柔的小脸, 此时挂满了泪痕, 眼圈泛红, 红唇敏得很紧, 那双清澈的水眸正直直盯着她, 闪烁着不可置信。 似是不可思议她的行为。 周牧这才发觉自己的语举, 俊连染上微红, 不自然地收回了手。 夏额的滚烫触感还在, 林清婉却是半赏没回过神来。 宁香早不知退去了何处, 整个凉亭就只剩他们二人, 气氛说不出的诡异。 你的衣裙脏了, 不好再去宴会厅, 反正宴会也快结束了, 本世子送你回府吧。 不, 用字还未说出口, 她的手腕已经再次被攥住, 直接往外走去。 林清婉瞬间慌乱起来, 这可是在静安侯府, 若是被人撞见了, 严昌郡主还不寻她拼命。 她用力想抽回手, 可那人的手却纹丝不动, 反倒握得更紧。 自知二人立起天壤之别, 林清婉闭了闭眼, 有种大难临头之感。 二人走出小道, 迎面有少女的娇笑声响起, 林清婉脸都白了, 下一瞬身子却腾空而起, 吓得她险些尖叫出声。 速速风声从耳边划过, 直到双脚再次踩在地面上, 林清婉才晕晕呼呼睁眼, 入目是一条大道, 令她一脸茫然。 戴上, 骨节分明的大手递过来一条芙蓉纱, 她冷冷抬头, 娇俏的小脸还戴着微白, 眼中尽是迷惑。 周牧捏紧了手中芙蓉纱, 这里是静安侯府外的大街上, 若是你不怕被人认出来, 影响生育, 可以不带。 林清婉眨眨眨眼, 回过神, 连忙伸手从周牧掌心, 抽过芙蓉纱, 记在脑后。 天蓝色的青纱, 很配她今日的衣裙, 薄薄地沾染着一丝若有肆无的龙咸香, 不断地钻入鼻尖。 她脸上逐渐滚烫起来, 不由庆幸有面纱遮住, 身旁这人鹰是不会看到。 我大舅母, 周牧率先往前走去, 我的人会通知她的。 可我就这么被你带出来, 终究不太妥当。 还有宁香, 林清婉一肚子的担忧还未出口, 就见前方男人突然停住了脚步, 声音清凉。 放心, 不会有人知道你去做了什么, 也不会影响你的声誉, 包括你的丫鬟, 柳家小姐, 都不会担心你。 林清婉想问他们, 知不知道我与你在一处, 可想了想, 还是给咽了回去, 没敢问出口。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林清婉轻声问道, 周牧偏头看了她一眼, 因这句, 我们心情好了不少。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我对圣经并不熟悉, 没什么想去的。 周牧, 那就随处逛逛, 吃些东西。 林清婉, 你在静安侯府没吃东西吗? 宴会上的东西, 是最难吃的。 这句话, 林清婉深以为然。 这面纱, 你一直随身戴的吗? 周牧脚不顿了一瞬, 嘴角清扯。 你想问什么? 没, 没什么。 林清婉垂下头, 眼下眸中一色。 走出静安侯府后门, 进入大街, 入目人来人往, 却并未有商贩小吃, 连铺子门口, 也是干干净净。 我们, 可以换一个地方逛吗? 听出少女的小心翼翼, 周牧眼稍微扬, 怕遇到熟人, 被人认出来。 林清婉名嘴, 不敢接话, 静安侯府宾客聚集, 人来人往, 确实很不安全。 若是被人撞见他这个落魄世家女, 与这个圣经权贵同进同出, 他定会一夜成名, 成为那些贵女的眼中钉。 可依照对身旁这人的了解, 怕是他如实说, 定要看他冷脸。 没有, 我也想吃些东西, 可这边都是商铺, 没什么吃食。 周牧哼笑一声, 看不出是信了还是没信。 只见他抬了抬手, 不过斩茶功夫, 便有一辆黑色马车从静安侯府大门处驶了过来。 看着伸到面前的那只手, 林清婉闭闭嘴, 还是抬手附上了男子的手腕。 周牧手指微弯, 眸底划过黯然, 面上却神色不显, 威夷用力便将人拉上了马车。 撩起车帘, 迎面是浓浓的香甜, 林清婉抬头便瞧见了小岸上搁置的黄花梨, 欠金线琉璃八角盘, 里面满满当当, 全是陶酥糕。 他在静安侯府本就没怎么吃东西, 这会闻着最喜欢的味道, 自然更觉得有些恶。 不过主人不说话, 他自不能不问自取, 开口药又颇有些难为情, 纠结半晌, 只得偏过头去, 不往里面看。 周牧坐在对面, 似有若无地撇着对面别扭不已的少女, 嘴角擒着一丝轻笑。 他缓缓闭上眼睛, 口吻冷淡, 小岸上的陶酥糕是顾娘子亲手做的, 托你尝一尝味道, 比起外面铺子的如何。 林青丸眼睛亮了亮, 还是犹疑问道, 顾娘子不是在城外吗? 还有, 他做的东西怎会? 他在淮阳王府, 知晓本世子今日出门餐宴, 托我戴上, 遇上就给你, 遇不上就扔掉。 哦, 他懊恼地凝着眉, 有些气自己的自作多情, 总是胡思乱想什么。 不过对顾家娘子, 他还是颇有几分好感的。 周牧闭着眼睛靠在车厢上, 看起来很是闲事,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袖中的手已经被他攥出了细汗, 直到听到对面传来细微的咀嚼声, 才微勾勾嘴角, 睡了过去。 第153章 华福轩 林青丸手中执着花茶, 有几分恍惚, 他抬眼看向对面的男人, 却见他不知何时已睡了过去, 冷峻的眉峰尽是倦怠。 是上次他亲手所作赠予他的, 不曾想竟被他随身带在马车上。 马车缓缓停在闹市, 驾车的正是凌霄, 他撩开车帘一脚, 林青丸冲他一笑, 微摇了摇头, 指向对面睡着的周木。 林霄点点头, 不再说话, 将马车赶到了一个小胡同里, 二人谁都不动, 静静地等着周木醒来。 林青丸垂头把玩着腰间碧玉, 带上的玉石, 或是撩起车帘看向人来人往的街上, 却不曾发觉对面男人微弯的唇角。 连续几日的奔波, 早让周木身心俱疲, 若非今日知晓他会参宴, 他是如何也不会去的, 见那人安安静静, 看得认真, 他这才吐出一口气, 放心地小气起来。 时间缓缓流逝, 林青丸正趴在车窗上, 百无聊赖地看着过往的人, 眼前却突然穿过了一对说笑的男女, 熟悉的面容让他心惊。 怎么会? 林青丸小声嘻喃, 甚至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等他眨眨眼再看时, 那一对男女已经走了过去。 他心中悬着一块大石, 撩起车帘准备下去看个究竟。 你去哪? 手臂突然被抓住, 周牧眉头紧拧, 不知何时睁开的眼睛正直直地瞧着他。 我? 林青丸又往外看一眼, 重新坐了回去, 不去了, 就是方才看见了两个熟人, 想下去打个招呼。 现在即便是出去, 怕也已经晚了。 周牧眸底划过暗色, 看着少女抿着的红唇没有硬化, 转而吩咐林霄, 去华福轩。 华福轩是圣经最大的成衣铺子, 光是一匹锦段便要摆金, 成衣更贵, 不过无论是布匹, 还是做衣服的绣娘, 手艺都是圣经数一数二的, 连宫中的娘娘们都会时常光顾, 就是价格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林青丸却是不知道的, 他垂头看了眼裙摆上的污渍, 明明嘴想拒绝, 可抬头看到男人冷然的脸, 又咽了回去, 本就是他弄脏的, 赔一条也合情合理。 主子, 到了。 林霄停住马车, 在外提醒。 周牧伸出手, 林青丸依旧附上了他的手腕, 跳下了马车。 他看着两人的手, 脸色有些古怪, 这模样像极了搀扶妃子的太监姿势。 大胆的念头从脑中闪过, 让他瞬间打了个冷战, 连忙收回了手, 怕情绪外露, 被这人打死。 周牧看他一眼, 很自然地收回了手, 进去吧。 说完绿仙走了进去, 林青晚应了一声, 跟在他身后。 华福轩, 光是店面就占了四间铺子不止, 一鹰摆设低调且奢华, 一看就给人一种高档质感, 连堂官身上穿的衣裙都是上等的紧端。 见他们过来, 掌柜的亲自迎了上来, 在圣经, 几乎没人不认识冷血无情的周世子。 周世子, 您怎地亲自来了, 若有需要说一声, 小的可以派人上门给您坐呀。 掌柜的一脸的殷勤, 他偏头示意了下林青晚, 他的尺寸, 拿几套合适的。 掌柜的打亮了一眼林青晚, 笑得见牙不见眼, 诚诚诚, 前日店里刚做出几套衣裙都是上等金银纱与赎索紧所致。 这位小姐肤色白, 长得俊俏, 穿上肯定好看, 那就请周世子, 俊小姐, 鞋里面坐画, 小的这就去取。 掌柜的将他们引去了一个雅间, 又奉上茶水, 这才退出去。 林青晚打亮了一圈, 雅间里处处透着舒适与奢华, 因为那句有钱能使轨推磨, 连买件衣服都有贵客室。 他看着四周, 周牧看着他, 不多时, 掌柜的就领着一个堂官走了进来。 他们手中各拿了两套衣裙, 光看工艺就十分繁琐, 走线都是金银线, 尤其是掌柜的手中那一件月白色烟纱长裙, 领口坠着指甲盖大小的冬珠, 在阳光下波光流转, 一看就价值不菲。 想到府上还有他送的那套羊枝白玉头面, 林青晚瞬间后悔之前没阻止, 这样贵重的衣裙, 他如何感受? 那件月白色的, 周牧开口, 掌柜的历史笑开了花, 周世子眼光真好, 这件可是玉娘子亲手缝制的, 连上面的玉兰花纹也是他一针一线袖上的, 最是趁这位小姐的出尘气质穿上肯定漂亮。 小姐, 这边请小的带你去换上。 林青晚觉得自己就像背架在火上烤的蚂蚱, 直到周末淡冷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 他这才叹口气跟着掌柜的出去。 直到上身林青晚才知道, 这件衣裙不只是工艺繁琐, 穿上身也是相当麻烦, 里里外外,足足有四件, 不过穿在身上却很轻薄且柔软舒适。 哎呀, 这件衣服就是给小姐量身做的吧, 这腰身系的不营一卧, 更趁您聘聘挺挺, 一态万方, 瞧着就贵起, 能有这番气质, 小姐一定出自名门望族吧。 林青晚摇摇头, 没有接话。 掌柜的善善一笑, 小姐恕罪, 小的就是嘴快, 没别的意思。 既然遮住脸, 就是不想让人知晓身份, 他竟是迷糊了。 雅尖脸, 周牧手中正拿着那个歪歪扭扭的童心结把玩, 雅尖门便被吱压一声打开。 周世子, 小姐一群换好了, 掌柜的攻了攻身, 周牧嗡了一声, 抬眼看了过去。 若牧仿佛一道流光滑过, 月白色衣裙更趁他肌肤圣雪, 阳光如碎玉斑洒落在他的衣裙上, 如雪月光滑, 流动倾泻余地, 当真是如风拂玉树, 角角如冷月。 周牧不着痕迹地将童心结收进袖中, 起身往门口走去。 林青丸指得让开路, 掌柜的高兴地不行, 忙跟在周牧身后出去。 又是将林青丸吼一番夸赞, 掌柜的这才笑盈盈地小心道, 周世子, 这件衣裙从布料到做工, 以及上面的点缀都是上品, 价格上稍微高了一些。 见周牧面色平静, 掌柜的这才松口气, 轻声道, 一,一千两, 黄金。 林萧, 副帐。 林青丸都愣住了, 一千两, 黄金。 可那人却已经衣袖一甩, 吩咐人付金子了。 还不走。 周牧回身便见林青丸还站在那里, 挑眉问道。 哦, 林青丸叹口气, 值得不清不愿地跟上。 都说圣经权贵的日子是堆经器遇, 今日一见, 才知什么是灰金如土。 可他不知道的是, 因为这件衣裙, 直到几年后提及, 周牧都还在落叹埋怨。 林萧目着一张脸回来, 主子, 接下来去哪? 周牧, 去芙蓉街上的那家阳春面铺。 林萧应了一声, 林青丸低头, 看着身上衣裙, 怎么都有些不自在。 我的那件, 只是普通锦缎而已, 周柿子这件, 却太过贵重。 等, 等我手头宽裕, 再将银子还给你。 周牧抬眼瞥他一眼, 不说话。 林青丸有些尴尬, 所以想起了那套头面, 便将其中一只玉簪被打碎的事情, 说了出来。 周牧听得拧起了眉, 林青丸本以为他会发火, 不曾想却听他冷声道。 一个庶女的女儿, 都能踩到你的身上。 你是干什么吃的? 林青丸抿着嘴, 不知该如何接话。 周牧看着他, 眸光微冷, 一味地忍让, 粉饰太平, 并不能换来平静。 除却长辈们的几句夸赞, 该受的气, 该吃的苦, 一点都不会少。 反倒会让那些人觉得, 你人尽可欺。 无论在江南, 还是圣经, 对这人一贯的联手低眉, 顾全大局的行为, 他都颇为不满。 演其锋芒, 只是迫于时局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若终其一生都要演其息骨, 窝囊度日, 岂不要被自己憋屈死? 第154章 广阶 林青丸闻言正主, 红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许是习惯了这般的闲尽雅书, 端庄之礼, 已记不得自己本该是何种模样。 圣经不比江南, 毕竟不是在自家府上, 行事难免, 亲近的关系, 也会对我心生不喜。 周牧, 不是在圣经与江南的缘故, 也无关于寄人篱下, 是你已经将那份 束缚刻进了骨子里, 太过在意别人眼中的你, 是否足够的知书达理, 怕这怕那, 总想着两两周全, 可周全别人, 却只能一再地委屈自己。 周牧言霸不再开口, 微微闭上了眼睛, 有些事, 只能慢慢引导, 过犹会失。 将束缚刻进了骨子里吗? 林青丸垂头, 看着自己的手, 前所未有的茫然。 在江南时, 他厌集了那些四书, 富德伦理, 他一直认为自己, 不曾放弃反抗, 所以才会不惜一切代价, 逃来了圣经, 可来了之后, 才发现, 除却沈默之外, 他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改变。 他还是如江南时一样的谨小慎微, 总怕思虑不周全, 给别人带来麻烦, 给家中抹黑, 让别人觉得曾经的世家灵世, 不过如此, 败落也是情有可原。 他突然攥紧了拳头, 呼吸有些急促, 心中生起一丝怕意, 他仿佛看不懂自己了, 也摸不清自己的内心, 不知晓, 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又想过怎样的生活。 突然觉得前路漫漫, 都是浓雾, 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去走。 躲过今年, 那明年呢, 我总不能一直躲在王家啊。 他低声难难, 若中骑一圈, 还是要回到江南, 驾驭沈默, 那他这一番折腾, 还有被沈默为难的大哥, 以及被他麻烦的王家, 又算什么。 周慕闻言, 眸子豁然睁开, 冷冽的寒意, 染上眉梢眼底, 纯盼明起, 竟是冷翘的气恼。 他一番用心良苦, 他竟屈解至此。 他不由狠事无奈, 再让他想下去, 他怕是还帮了沈默, 又将人给劝回了江南。 正乔马车停下, 林霄在外禀报, 芙蓉接到了。 若尔静是吆喝的小贩, 打乱了林清婉的思绪, 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一抬眼, 便对上了男人冰冷至极的毛子, 不由一惊, 他方才, 好像没得罪他才是。 不过, 看他冷脸也习惯了, 只要咬唇, 便不再理会他, 聊起车脸往外看去, 入木人潮拥挤, 靠左侧是商铺, 右侧则全是摊贩, 吃得用得完的, 几乎都有, 看得人眼花缭乱。 他心中生起期待, 有些郁郁郁郁市。 周慕看着他嘲红的小脸, 终是轻叹口气, 伸出手, 走吧。 林清婉毫不犹豫地搭上了男人的手, 下了马车, 这一动作倒是让周慕正住, 余温未散, 他妈撒着指尖有些出神。 世子, 再回味人, 就走远了。 林霄渐渐地声音提醒, 周慕抬头, 那人却已经走入人海。 林清婉看着那红彤彤, 往下立着糖水的糖葫芦, 不由想起了在江南时, 沈墨与斯文晴相邪而行的场景。 那一日, 连同柳江云买的那串糖葫芦都苦得他难以下咽。 可今日再见, 却再无那日那种虫是血肉的密麻痛楚, 只仿佛在看别人的经历一般。 老板, 给我拿一串糖葫芦吧。 他走上前对小范道, 哎, 好脸, 小姐你看要哪一串? 最甜的。 小范是个青年男人, 文言笑弯了眼, 小姐您放心吃, 小的做的糖葫芦绝对都是最甜的, 而且都是最新出锅的。 您瞧, 这下面都还滴着甜水呢。 在东汉, 糖是很贵的, 非一般百姓能吃得起的, 若是出门串青, 能以糖水代客也是极有脸面的了。 由此可见, 这小范做生意也是很实在的。 林青丸点头, 那就随便拿一串吧。 小范应了一声, 取了一串个头最大的递给了林青丸。 小姐您尝尝甜不甜? 林青丸亲起, 红唇咬了一口, 眼眸微微眯了起来, 的确很甜。 小范笑得见牙不见眼, 不是小的吹嘘, 在这整条芙蓉街上, 谁家都没有小的放的糖水多。 他笑看着林青丸, 林青丸这才想起来还没给钱。 他连忙伸手去摸腰间的荷包, 准备附银子, 却是摸了个空。 这才想起来, 他的银子都挂在另一套衣裙上, 小脸不由一僵, 有些尴尬。 他抬起头看向小范, 小范也睁睁大眼睛, 看着他。 第155张阳春面 姑娘, 您该不是没带银子吧? 我, 林青丸张口无言, 面上潮红, 你, 你等等, 我有一起的朋友。 他扭头寻找周木的身影, 便见那人正站在不远处, 副手而立地瞧着他。 小范变色不佳, 姑娘, 您不带银子, 吃什么糖葫芦啊? 小范的话说得林青丸面红耳赤, 可他与周木隔着一条路, 那人不动, 他总不能大喊大叫。 小哥, 我过去寻朋友要些银子, 可以吗? 那不成。 小范立即走上前, 紧紧地看住他。 我乃知道那边有没有姑娘的朋友, 若是姑娘跑了, 我抱着糖葫芦, 定是追不上的。 林青丸直想无脸, 只觉得这辈子的脸都丢尽了。 旁边的百姓与小范听到他们的对话, 也都纷纷看了过来, 甚至开始对他指指点点。 周木挑着眉, 嘴角擒着笑意, 直到那人举着糖葫芦, 扬声换了句周柿子, 这才缓步走了过去。 那小范瞧见周木, 立时往后退了一步, 都是做生意的人惊, 又听林青丸换他周柿子, 脑子一转就猜到了周木的身份。 周,周柿子, 小的不知这位姑娘是您的朋友, 对不住,对不住, 小范连连陪笑, 这串糖葫芦就当小的送鱼姑娘吃的, 周柿子, 要不要也来一串尝尝。 周木不语, 从腰间掏出一定银子递给了小范。 周柿子, 不用, 真的不用, 都是小本生意, 不值什么钱的。 周木不说话, 手却一直伸在半空, 那小范脸色发白, 见周木坚持, 才抖着手接了过来。 林清婉瞧了眼他手中的那钉银子, 怕是买下他全部糖葫芦都绰绰有余的, 忙问道, 小哥, 我可以再拿一串吗? 可以, 可以。 小范忙不迭点头, 姑娘随便拿, 想吃多少拿多少。 林清婉随手抽了一串, 转身递给周木, 尝尝, 很甜的。 周木垂头, 看着那低糖的糖葫芦, 眉头醋了醋, 他一向不喜甜食。 嗯嗯嗯嗯嗯嗯。 他淡淡应声, 伸手接了过来。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他看了过来, 让他耳间不由泛起微红。 大街上吃东西, 着实不太雅观。 小范拿着银子饭男, 周柿子, 你给的银子太多了, 小的实在找不开, 不如你先收着, 赶着了再给吧。 不用, 余下赏你了。 周木划落, 抬脚往前走去。 林清婉冲小范笑笑, 连忙跟上。 二人漫无目的, 往前走着, 林清婉不时咬口糖葫芦, 在不着痕迹的撇向一旁捧着脸, 手执糖葫芦的男人, 只觉得画风很是怪异, 忍了激忍, 才没有笑出声。 周柿子, 真的很甜的, 你不尝尝吗? 周木沉着脸, 捏着糖葫芦的指尖泛白, 他偏头凉凉地看了一脸眉眼, 飞扬的少女, 没有言语。 怕真的将人惹急了, 林清婉也不敢再逗他, 认真的欣赏起了芙蓉街的繁华。 为什么这道街上都是吃食? 而静安侯府那条街却如此安静。 周木口吻淡漠, 因为静安侯府住在那条街上。 因为静安侯府临街, 若是那条街上的百姓也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那么从早到晚, 静安侯府内怕都是吆喝叫卖声, 身为圣经上等士族, 静安侯府怎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是因为街上住有权贵, 就连百姓的生计都要剥夺。 林清婉叹口气, 圣经的等级着实太过分明, 比起江南要严苛许多。 周木见他一口接一口地吃着, 不由皱起了眉。 那么甜的东西, 你吃着不会腻吗? 不腻啊, 很甜的, 比之前在江南吃得甜得多。 见他吃得开心, 少见得露出些少女的欢快, 周木也犹疑着咬了一小口。 酷甜, 还沾牙, 不过纵使不喜, 还是没舍得丢掉, 拧着没吃完了。 是不是很甜? 林清婉偏头问, 嗯, 周木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林清婉撇撇嘴, 看他的表情,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吃得苦药呢。 你说的那家阳春面铺在哪? 前面不远。 二人一问一答, 没有那些礼数, 不掺杂任何上下之分。 林清婉眉眼舒展, 这样的闲事, 令他从未有过的放松。 林清婉本以为周木吃的东西, 即便不是在酒楼, 醉刺也会是铺子里, 可等他到面馆时, 却棱住了。 一间搭得极其简单的草棚, 怕是下雨都会漏水。 几张有些陈旧的四方小桌, 打扫得却很是干净。 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 这会儿没什么人, 他们正靠在柱子上闲聊。 店家, 做两碗阳春面。 哎, 好嘞。 那对夫妇连忙应声, 回过头看见周木, 纷纷笑了起来。 周世子今儿怎的, 有空出来? 可是又办什么差事呢? 问话的是中年男人, 话出口便被中年女人瞪了一眼, 会不会说话? 没看到周世子身旁有位姑娘跟着呢? 中年男人这才看到林清婉, 一如往常的冷着脸, 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林清婉坐在他对面, 有些恍惚, 在这之前, 他如何也不会将尊贵如神底的周世子 与路边摊挂上钩。 周木垂头盯着四方小桌, 不知在想什么, 有些出神。 不多时, 店家捧着热腾腾的面过来, 周世子, 姑娘, 面好了, 你们趁热吃。 光是闻着香味, 就很是不错。 林清婉看周木还在发呆, 不由出声问道。 你, 怎么了? 周木抬眼, 扮上轻摇摇头。 林清婉却没错过, 他眼底一闪而逝的痛色, 不由有些惊讶, 可碍于那人的脾气, 却是没敢多问。 他家的阳春面, 味道很正宗, 尝尝吧。 林清婉点头, 二人谁都不再开口, 各自低头吃了起来。 你瞧瞧, 这尊贵人就是不一样, 连吃相都这么优雅好看。 摊主夫人坐在小凳上, 两眼看着林清婉叹道。 周年男人摇摇头, 别看了, 车上, 林清婉看着对面男人沉沉的面色, 低声问, 我们这是, 要回府去吗? 嗯, 周木闭着眼睛, 淡淡应了一声。 林清婉不再多问, 从芙蓉街的那家阳春面铺出来, 这人的心情就一直阴阴的, 也不知是怎么了。 第156章出事了, 马车驶出长街, 往王府的方向走去, 林清婉放下车帘, 忍不住问道, 你, 是要亲自送我回府吗? 周木睁开眼睛, 怎么? 怕别人知道, 你与本世子在一起吗? 林清婉抿住嘴, 没答话, 他的身份, 却与他同进同出, 确实不妥当, 更不想让外祖母他们有所误会, 为他忧心。 周木黑眸微锤, 转向车外, 林霄将马车停在王府后门。 林清婉闻言松口气, 一口气还没吐完, 就见那人凉凉的目光又撇了过来, 惊得他忙锤下了头。 静安侯府那边的宴会, 应是刚结束。 你回自己的院子休息就成, 别的不用管。 嗯…… 林清婉点头应下, 也不问他是如何与大舅母说的。 马车缓缓停下, 林清婉道, 那我就先回府了。 周木微微点头, 面色平静。 他回忆浅笑, 方辽起车帘下了马车, 抬脚往后门走去, 身后男人的声音却透过车窗再次响起。 近些日子不要出门, 那两派要有的闹腾, 惊中不会安稳。 嗯, 谢周世子提醒。 伏伏身后, 林清婉这才抬不回了王府。 主子, 大皇子与三皇子闹应该也不会影响圣经平静吧。 林消扭过头, 对着车厢茫然问道。 无人硬话。 林消扁扁嘴, 扯着缰绳调转马头, 往淮阳王府行去。 直到马车停在淮阳王府门口, 周木清凉的声音才缓缓响起。 沈家, 何时到圣经? 林消灵光一闪, 二皇子那边的信已经送到了江南, 若是即刻启程, 因十日左右能到圣经。 嗯…… 周木下了马车, 脸色带着些许阴沉。 林消脸上的异味深长, 顿时连起, 盲垂下头掩住嘴角笑意。 让人看着险。 华洛抬不往府里走去, 林消眨眨眼, 顿时跟上问, 看着什么? 主子! 周木脚步一致, 周身的寒气吓得林消一个机灵。 主子放心, 属下这就派人盯紧王府, 一定不会让林小姐出府, 与沈家公子碰面。 周木缓缓回过身, 眯起的黑眸带着几分威胁, 给本世子持重些, 若是绊杂了, 当心你那爱多嘴的舌头。 林消神情一领, 连忙阴士。 按周木的叮嘱, 林清婉穿过脚门, 直接回了锦绣阁。 月和瞧见他, 还有些震愣, 小姐, 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宁香呢? 林清婉摇摇头, 没有答话, 打些热水来, 我要沐浴更衣。 月和应声, 瞧了眼林清婉身上的月白色衣裙, 眸中惊疑, 连忙去准备。 热气阴晕中, 林清婉透过雾气, 看着屏风上挂着的那套衣裙, 眼神轻忧, 月和给他撒上花瓣, 准备紧怕, 紧守着本分, 不多问一句。 沐浴过后, 林清婉穿着白色中衣出来, 吩咐月和将那套衣裙洗干净收起来, 别让旁人知晓。 月和服身硬下, 小心地取下一裙退了出去。 小姐, 小姐。 一刻钟后, 宁香急匆匆回来, 进门就连身换倒。 怎么了? 林清婉和尚书往外看去, 指尖捏紧了书的一脚, 透着一丝紧张。 宁香进门见他, 正靠在玫瑰塔上看书, 不由重重松口气。 宁回来了就好。 奴婢听说, 您衣裙脏了, 提前回了府, 可是担心了一路。 林清婉垂下头应了一声, 指甲因太过用力泛起的红, 缓缓退去, 继续看书去了。 大舅母回来了吗? 她壮若无意问道。 回了, 大夫人记挂着您, 等下奴婢还要过去回一句话呢。 嗯, 那你快去吧, 别让她着急。 宁香应了一声, 去了芳华院。 悦和站在一旁静默不语, 安静地坐着自己的活计, 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 一日清晨。 大小姐, 我家小姐昨日睡得晚, 这会儿怕是还没起, 您稍等片刻, 奴婢去换一声。 宁香对着走进院落的 王妍西行了一礼, 走上前道。 不用叫醒表妹, 我在外间等, 一会儿就是了。 宁香点点头, 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 林清婉才悠悠醒来, 听到动静的宁香连忙进屋。 小姐, 您总算醒了, 大小姐都等您半个多时辰了。 林清婉揉了揉眉心, 表姐, 她来了怎地也不叫我, 让人等着像什么话。 奴婢是打算叫你的, 可大小姐不让。 宁香一边服侍林清婉起床, 一边说道。 一番梳洗后, 林清婉顾不得吃饭就去了外厅。 表姐, 对不住, 我昨夜睡得有些晚, 让你久等了。 王妍熙放下茶杯, 揉揉笑道, 无妨, 是我来得太早了, 没打扰你休息吧。 林清婉摇摇头, 那咱们这边走吧。 表妹不用早饭吗? 林清婉, 您香带得有吃食, 到藏书楼再用吧。 王妍熙点点头, 脸上却有些犹豫。 表姐, 你可是有什么事? 不是, 王妍熙摇摇头, 碎探口气, 是府上发生了些事。 关于三哥的, 昨日你不在府上, 我想着, 你因事不知晓, 才特地来许你去探望祖母的。 探望外祖母。 林清婉一惊, 三表哥做了什么? 外祖母怎么了? 第157章赶出府。 王妍熙轻叹口气, 面色带着些许飞红。 三哥他, 他在大街上救了一位 从青楼偷跑出来的女子, 藏在府中, 被二伯母知晓后闹了起来, 令他将人送走。 可他不愿, 还说要, 要娜娜女子为妾。 咱们府中世代亲贵, 祖父更是一身傲骨, 怎会因允家中 有出身封尘之地的姨娘。 可三哥抵死不肯, 称若是将人送走, 就是断送了那女子的性命 与杀人无益, 祖母一气之下就昏了过去。 林清婉紧捏着帕子, 脸上布上冷霜, 这倒是王景仁那自认为 高高在上的救世主 会做出的事情。 想到大街上他看到的那对男女, 林清婉心中生起寒意, 原本还以为是他看错了, 原来他们竟真的 私混到了一起。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远星堂 看看外祖母。 王延西点头, 二人加快步伐出了门, 远星堂里。 王老夫人脸色发青, 老神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要留那勾兰女子在府中? 祖母, 闻娘是个可怜人, 孙儿不能见死不救, 若是将她一弱女子赶出府去, 定会再次被那烟渣地方抢回去。 孙儿怎能看她 亦无辜女子坠入深渊, 而不管不问, 那孙儿又与同那些 逼迫她的人有何区别? 王景仁站的笔直, 面上净是不服。 宣誓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起身锤打着她。 你这个逆子, 你是想气死我啊? 既若扶清, 乃圣人所受, 孩儿无措。 宣誓捂住胸口之喘气。 你的意思, 是在指责我这个母亲 冷血心狠吗? 王景仁扭头看着宣誓, 面色平静, 身为人子。 孩儿, 不敢指责母亲, 冷血心狠, 亦是母亲自己说的, 与孩儿无关。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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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誓眼珠翻白, 险些就被气晕过去。 荒谬。 王老夫人抬手砸碎手边茶盏, 我王家世代轻贵, 门风轻正, 怎就养出了 你这种混账东西, 简直辱伤家门啊。 这话无异于重重的一个巴掌 打在了王景仁的脸上, 让一直以圣人心自居的她 难以忍受。 祖母, 我不过是救了一个弱女子而已, 怎么就辱伤了家门? 什么时候做好事, 也要被人如此指债, 怪不得世人好人越来越少, 定是都被你们这些冷血之人逼的。 王景仁冰刀般的目光 扫过在场众人。 你们年年求神拜佛, 念经斋戒, 给贫苦百姓失周, 难不成只是做表面功夫, 想博取一个好名声。 不然那么大的恩都能施, 为何却连一个弱女子都不肯救, 给她一个容身之所? 你闭嘴。 宣誓推开丫鬟上前狠狠地 甩了王景仁一巴掌, 又连忙冲王老夫人跪下哭求。 母亲, 三郎只是一时冲动, 脑子不清楚, 您别与她一般见识。 王老夫人一声冷哼, 一时冲动, 老生看她不是冲动, 而是想害死我们王家。 宣誓, 你可知道, 她方才的话若是传了出去, 百姓官家会怎么议论咱们王府, 对咱们王家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儿媳知晓, 母亲, 儿媳回去一定好好教训她, 一定不会让她再如此混账。 宣誓磕着头求道, 王景仁面上不自然, 这才发现自己言语的不妥, 可让她跪下求饶, 那是不可能的, 她看着宣誓替她求情, 只微微偏过头去。 王老夫人摆摆手, 宣誓, 你次次都这么说, 可也没见你真的教训到了她, 这么多年, 不还是这副样子。 她又看向王景仁道, 三郎, 以前老生只以为你年龄上幼, 对你一再纵容, 以为等你代谢就会明白是非, 而不是一再沉浸在自己的虚妄里, 可如今老生才发现, 你根本就无可救药。 我再问你一次, 你确定要留下那青楼女子, 在府中是不是? 王景仁仰着头, 是, 我必须要救她, 我无法做到像你们这般冷血, 看着她死。 好, 王老夫人一点头, 既如此, 你便收拾了东西, 与她一起走吧。 母亲! 宣誓睁大眼睛哭喊, 王景仁眼中尽是不可思议, 直直地看着王老夫人, 祖母, 你要将孙儿驱逐出府。 你不是认为老生与你母亲都心狠吗? 不是认为你的家族是孤名钓鱼之辈吗? 那你就出去生活, 与你认为的好人接触, 别让王家这个染缸污浊了你的高贵品格。 母亲, 不要啊, 三郎他只是小, 您若是将他赶出去, 他就没活路了呀。 宣誓急得去拉王景仁的衣服, 让他求饶, 王景仁却攥紧拳头, 站着不肯动。 一旁的王景虚冷声开口, 三弟, 你总认为你的做法是对的, 可这些年你在外捅了多少篓子, 你自认识帮他们, 可有一人感激你的吗? 若非你是王家子孙, 若真离了王家, 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去年你帮助大理四卿的小妾私奔, 他可是一直记着这帐吗? 没得你前脚刚出府门, 后脚就被人堵死在哪角落里弄死了。 宣誓听得脸都白了, 一个劲地求着王老夫人终究是自己的亲孙子。 王老夫人虽其可还是有些不忍心, 就如大孙子所言。 三郎因那自以为是的圣人心, 得罪了太多人, 若真离开王家, 怕是活命都难。 宣誓见婆母不说话, 只看着儿子心中一松, 忙去拉儿子求情, 可认他如何拉扯, 王景仁就是纹丝不动。 他看着抿着茶的王景虚, 眼中不服更甚, 凭什么, 同样都是王家子孙, 为何他做什么都被认可, 被夸赞。 而他遵循圣人之言, 却要被所有人指责, 若圣人说得不对, 那天下学子为何还要读书? 大哥, 那件事我早就已经解释过了, 分明就是那大理四卿横刀夺爱, 棒打鸳鸯, 他根本就没进过那女子的院子, 那女子有心仪之人的确不对, 可他命家中家丁追捕, 当街就要将人打死, 行为残忍, 我阻拦何错之有? 王景虚抬眼, 声音清凉, 那你可知, 那小姐卷走了赵家的多少钱财, 既已嫁人, 为物中真是女子首要, 便是打死了, 抛尸荒野也不为过, 更何况, 他还与那小四猪胎案结, 企图让赵大人当冤大头剃养。 王景仁愣住, 这些, 他怎么不知道? 王景虚冷哼一声, 什么都不知道, 竟然就敢出面伸张正义。 你能安稳地活着, 没缺胳膊少腿, 都是现在, 你投了一个好胎, 我本是不想多管你的闲事, 可咱们毕竟是兄弟, 我只提醒你一句, 祖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若你一旦踏出王家的门, 便再与王家没有关系, 是死是活, 都是你的命数。 王景仁咬着牙, 眼中尽是悲愤, 却是半上没有言语, 宣誓, 母亲, 您再饶他一次。 儿媳这就命人将那女子 赶出府去, 便是捆。 儿媳也不会让三郎 再管这闲事。 若是捆能解决问题, 你还至于哭哭啼啼。 王老夫人嘲讽地扯扯嘴角, 将人赶出去固然容易, 可关键还是要王景仁点头答应, 就如现在他咬死不肯, 便是将那女子赶出去, 他若是花钱养在了外边, 一旦东窗事发, 那王家可就得捂着脸见人了。 换养青楼外事, 王家的脊梁都得被人戳断不可。 你大哥方才已经将利害讲于了你听, 若是你当真还要管那女子闲事, 便随他一同出府吧。 老生会昭告族卿, 将你名字踢出出族谱, 王世姓再与你无关。 王老夫人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来回转动着手中佛珠。 郑唐一世安静下来, 连宣誓都忘记了哭, 只瘫倒在地上, 仰头看着自己的儿子。 第158章, 对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王景仁, 等着她的决定。 宣誓, 人哥儿, 你要想清楚了, 真的要为了一个低贱女子, 连母亲都不要了吗? 王景仁唇色发白, 我只是想救一个无辜女子, 为何你们都要这般逼我? 你们怎么就不能发发善心, 给她一条活路呢? 王老夫人闭着眼睛转动佛珠, 王景须垂头闽茶, 无意人接她的话。 林清婉走进正堂时, 正安静地落真可闻, 她与王妍熙绕过站在正中。 得王景仁, 向王老夫人行礼。 王老夫人这才睁开眼睛, 招了招手, 晚景, 到外祖母这来。 林清婉应了一声, 抬手握住了王老夫人的手, 瞧见她眼底的乌清与疲惫, 不由很是心疼。 外祖母, 你没事吧? 没事。 王老夫人摇摇头, 老生活了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点小事, 算不得什么, 你不用担心。 林清婉点点头, 可还是从中看出了她的记录, 花甲之年正是渴望孙绕夕, 和家欢乐的年纪, 见该有多失望。 她无声地握了握王老夫人的手, 陪在一侧, 看向下手的王景仁。 王景仁眸子扫过她, 掠过农农不喜。 你可想清楚了, 究竟是将她赶出府, 还是你与她一起管? 王老夫人拍着暗机沉声问道。 祖母, 闻娘她是个孤苦无一之人, 您就因此要将我赶出府去。 那旁人屡次在府上生事, 尖酸刻薄, 行事张狂, 闹得全府上下不得安宁, 岂不是早该断了来王打出去? 王老夫人气得说不上来话。 一纸闽茶不语的王景仁, 却是瞬间阴沉了脸色, 重重地放下了茶盏。 三弟, 你口口声声圣贤书, 圣贤书中, 就是教你堂堂一个七尺男, 来含沙射影, 指摘污蔑一个弱女子的吗? 你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可你没有权利, 让所有人都遵循你的思想。 你认为, 你对, 可为何没一个向着你? 没有一个人认为你是对的, 还是你认为, 众人皆罪你独行? 王景仁想说, 是因为你们太过识会, 可话到嘴边, 又对上王景仁那双冰冷的毛子, 瞬间指了声。 平日他虽不怕他, 可若他真发了火, 他心中还是有几分巨异的。 王景仁豁然起身走了过去, 灵力的气势, 让王景仁瞬间气焰全消。 祖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现在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当你的圣人, 你若想继若扶清, 大可收拾行囊, 与那女子一同离开, 别说是青楼女子, 你就是善心泛滥, 去结了法场, 也不会有任何人对你说教一个字。 还是说, 你既舍不得王家的庇佑与富贵, 又想独善其身, 不服管教。 王景仁急声反驳, 我没有, 钱财不过身外之物, 铜锈而已, 我有何舍不得? 那你又何必犹豫? 王景仁攥紧拳头, 对着王景虚冷然的脸, 心中胆气就矮了一截, 大哥, 我是你的兄弟, 你就以为我说了他一句, 就要如此步步紧逼于我。 他这话说得另有深意, 令在场众人齐齐变了脸色。 王景虚面色冰冷, 林清婉却先他一步开了口。 三表哥, 我从近来到方才可曾说过一句话, 你却张口就恶言相向, 这就是你所谓的君子之道。 你想帮那青楼女子, 可曾想过她会不会给府上带来麻烦。 你明知家中不会允许, 可你依旧将这个麻烦带了回来, 是因为你肯定二舅母与外祖母会帮你摆平对吗? 说白了, 你就是什么本事都没有, 却还自以为是, 自诩高尚, 利用王家的权势与二舅母的权权爱子之心 来满足你高高在上的道德高点。 若离了王家, 你连那女子的一日三餐都满足不了, 却还站在这里, 指责给予你富足生活之人心狠, 岂不可笑? 我看你根本不适合当贵公子, 庙里的神像都该让位给你来做才对。 不过即便是和尚, 得了施主们的香油钱, 也要双手合十, 说上一句阿弥陀佛, 施主人善, 必有福报。 三表哥你呢, 同那些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的狼心狗肺, 有什么区别? 你犹豫, 不是因为舍不得二舅母, 也不是因为舍不得王府上下, 而是舍不得你的富贵生活, 舍不得这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钱扑后拥的日子罢了。 若你当真那般高尚, 认为人并无贵贱之分, 那你不妨, 先可怜可怜府上那些粗屎下人, 替他们做些活计, 或者干脆不要用人伺候。 林青婉一番话说得质地有声, 听呆了一屋子人, 王景须扭头看着她, 眸中暗芒流转, 异异声光。 在她的印象里, 这个表妹虽有些不同寻常的思想, 可骨子里却是非常手里闲尽的性子。 今日倒是第一次知, 她口舌竟如此凌厉, 且, 骂人的话都能说得这般好听。 看到她望过来的视线, 林青婉脸一下红了, 见所有人都看着她, 更是有些难为情, 不禁有些后悔地咬了咬舌头, 怎么就脑子一昏, 将心里的话给说出来了。 可下一瞬, 脑中又想起了昨日马车里, 周牧说的话, 又觉得自己做得没错。 她一个规格女子, 却被人拿名声做法, 她骂她又何错只有。 她转头看向王老夫人, 有些局促, 毕竟王景人才是外祖母的亲孙子, 担心她会对自己不满。 第159章或是, 碗简说得没错。 王老夫人握紧林青婉的手, 看向王景人。 你既是我王家子孙, 得家族庇佑, 想锦衣玉食, 就得遵循王家的规矩, 不求你光耀门眉, 但也绝不与你给家门抹黑。 当然, 若你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离了王家也能活下去, 自可以带那女子离府, 王家上下, 绝不拦你。 王老夫人冷声说完, 不再理会下手脸色发青的王景人。 林青婉却是心头跳了一下, 慌忙捏了捏王老夫人的手心, 便是赶出府。 王景人的行为也与王家息息相关, 那女子, 王家绝不能沾手。 而王景人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货, 说不定真的会被激怒, 从而答应下来。 王老夫人猝猝眉, 抬眼看向她, 她机不可见地摇了摇头, 可下手的王景人, 却已经攥紧拳头开了口。 好, 既是祖母容不下我, 那我就…… 来人。 王景人的话陡然被截断, 王景须沉声吩咐, 将三公子捆了, 押进柴房。 她的突然命令, 让堂中众人都惊了一下, 王老夫人心存疑惑, 却并未出声。 而宣誓则是长松口气后, 瘫到地上。 王景人眼中染上惊液, 可竟是不曾反抗, 攥了攥拳头, 方一言不发地扭头随着下人走了。 林青婉看着她的背影, 唇角勾起一丝嘲讽, 说到底, 还是设不得这份富贵, 方才不过是被架在了火上, 想争口气罢了。 可大表哥的松口, 无异于又给了她台阶。 王老夫人扶着额头, 不耐地摆了摆手, 行了, 你们也别做着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有大郎与丸姐陪着老身就成了。 如此结果眼上谁都不想多留, 宣誓几人纷纷起身, 硬生退下。 虚哥儿, 丸姐儿, 你们这是唱的哪出啊? 带人都走个干净, 王老夫人才问道, 王景须坐回原位, 抿了口茶方道, 这话您得问表妹, 孙儿只是听出她话里话外吓唬三弟, 不想让她离家, 又给你使小动作, 这才开口阻止, 怕此事另有隐情。 林青晚压抑地瞧了眼这位大表哥, 往日知他眼气锋芒, 却也不知他竟敏锐至此, 连这么细微之事都能觉察到。 轻叹口气, 他这才看向王老夫人, 外祖母, 您可知三表哥带回的那位女子是谁? 王老夫人摇头, 一个青楼女子, 老身自不会打听她的事, 只听三郎唤她闻娘。 如此低贱身份, 是连到远兴堂的资格都没有的。 祖母可还记得, 两月前, 我父兄下狱一事, 后来查清楚后, 又牵扯出别的世家与五王勾结, 被满门抄斩的那家。 王老夫人与王景须, 齐齐一惊。 老身自是记得, 听你母亲信中提及, 那斯家还与你二叔结有殷亲, 可却实际陷害林家。 我昨日参宴时, 曾在街上见到了那女子与三哥同行逛街, 正是斯家的长女, 斯文晴。 什么? 王老夫人豁然起身, 老脸发白, 那女子竟是醉成斯家之后。 林青丸点头, 他与沈默曾有过一段缘分, 我应不会认错, 斯家男眷被斩, 他硬是因为女儿身, 而被冲为了官绩, 且斯家所犯罪则非同一般, 我实在担心王家沾上这祸事。 哪怕将王景人驱逐出家门, 可他毕竟还是王家子孙, 却与叛党的后人牵扯不清, 一旦被人查出, 王家必受牵连, 若圣上有意重罚, 王家就是长一身的嘴, 也说不清了。 嘘,嘘哥儿。 王老夫人伸手指向王景虚, 王景虚立即起身, 祖母放心, 孙儿这边去将那女子送走。 官绩都是记录在册的戴罪之人, 怕是有些人已经知道他在咱们王家了。 你不必遮掩, 将人大大方方地送回去就是。 几日都不曾找上门来寻, 怕也是浮影那边给王家几分颜面,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装聋作哑。 王景虚应下, 步履匆匆地走了出去。 王老夫人手心尽是戏汉, 晚景儿, 还好有你, 林清婉摇摇头, 他听母亲提过王家往日昌盛, 后来却在盛上登基后, 慢慢沉寂下来, 连位居太师的外祖父都辞官退隐, 几乎不问朝政, 这般的急流勇退, 定是被皇权有所忌惮。 如此, 王家就更不可与叛党五王沾上一心点关系。 又陪了王老夫人一会儿, 直到他露出倦意, 林清婉这才俯身退下。 表妹, 祖母她没事吧? 刚出远新堂, 就碰上了一直等在那的王延熙。 林清婉轻摇摇头, 毕竟是曾见过大风大浪的告命, 不过一会儿的冲力便慢慢缓了下来。 没事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王延熙松口气, 绝口不问王老夫人留她下来都说了什么。 一路回到景秀阁的那处走廊, 王延熙见林清婉一直有些心不在焉, 便也不留, 寻了借口回了三房。 小姐, 您怎么了? 宁香不放心地问道。 林清婉突然止住脚步, 宁香, 你前几日说在游廊上看到了熟人。 那人可是私家嫡女, 斯文晴。 宁香正了正, 瞬间反应过来。 对, 对对, 奴婢一直想不起来哪里熟悉。 小姐您一提奴婢想起来, 那人的侧脸与背影的确很像私家的那位。 嗯, 确定是她, 林清婉心中放心了些许, 她昨日的确没有看错。 第160章授课 回到景秀阁, 林清婉再三思索后, 吩咐宁香, 你待会去外院寻了允风, 让她出府, 去探探斯文晴与三哥是怎么相识的。 还有私家, 如今都剩下些什么人, 他们还有没有联系。 小姐是怕, 斯小姐故意接近三公子。 林清婉摇头, 不知道, 若当真是碰巧最好, 以防万一总是没错的。 是, 奴婢这就去办。 宁香转身走了出去, 王景仁一直被关在柴房里, 王老夫人吩咐, 隔一日送一次饭, 饿不死就行, 可见是着实气坏了, 连二爷去求情都被挡了回去。 林清婉让允风查探的事, 也被证实是巧合, 说是斯文晴被卖到京城后, 趁庆楼的打手们不注意偷跑上了街, 刚好遇上王景仁出门, 二人一拍即合, 就给带回了府上。 林清婉听闻后放下心来, 也不再操心这些事情, 倒是随往日一样, 整日往藏书楼去。 而这日, 倒是见到了许久不曾见过的王老爷子。 祖父! 王老爷子抬眼瞥过去, 却意外地见到了跟在身后的王延熙, 有些疑惑。 王延熙紧张地攥紧手, 上前行礼, 延熙见过祖父。 你, 是三房的丫头。 王老爷子有些惊讶, 她白日基本不去内院, 更因某些原因对三房关注甚少。 所以, 对这个唯一的输出孙女, 可以说走对面都不一定认识。 是! 王延熙垂着头硬画, 肉眼可见的局促。 林清婉也是有几分无语, 不曾想祖父竟然连自己的亲孙女都不认识。 王老爷子面色神色淡了几分。 王老爷子的冷淡, 王延熙更加害怕, 孙女, 孙女, 贤富在屋中无聊, 便禀了祖母随表妹来藏书楼, 想, 学些东西, 认认字。 你不识字? 王老爷子有些不可思议。 你母亲, 话问一半顿住, 随后摆了摆手, 罢了, 你们都坐下吧。 王延熙头都快低到脖子下了, 林清婉轻叹一声, 抬手拉住她走了过去。 她能清楚地感受到祖父对表姐的不喜, 但好像又不是因为表姐。 她啊, 一辈子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王老爷子摇摇头低叹一句, 林清婉眼皮微抖, 指甲装听不见。 老夫这些日子不在府上, 你都读了些什么书, 我看看有没有长进。 王老爷子笑看向林清婉, 林清婉名嘴, 杂技。 怎么又看杂技? 那些东西都是用来打发时间的, 你这样何时才能有进步? 要知道, 富有诗书才能气字华。 女子的书香气很重要的, 不能金玉其外, 看似端庄闲静, 知书达理。 可一旦嫁人, 你肚子里的那三两墨 根本就经不起人晃上一晃。 祖父说的是, 林清婉垂下头听讯, 他那三两墨水, 的确仅限于听大白话, 像二哥只要稍微约那么一下, 他就立即云里雾里了。 可那些晦涩难懂的诗文, 他就是将书翻烂了, 不懂还是不懂。 王老爷子怒气不争地瞪他一眼, 老夫不说学惯古经, 可在圣经也是排得上好的。 你祖母虽出自武将之家, 也曾有才女之名, 怎地道你, 这就成睁眼瞎了。 祖父, 我不是睁眼瞎, 我认得字。 林清婉小声反驳, 王老爷子眉毛一挑。 怎么, 你以为认识字, 就不是睁眼瞎了? 碰上诗会, 品鉴书画一类宴会, 你识那几个字够干什么的, 怕是连个深奥些的文章 都不一定能看懂, 没得丢老夫的人。 林清婉不说话了, 因为他的确看不懂, 二哥的文章他, 就曾看过, 不禁感叹, 古文的境界之深。 王延熙见林清婉都被训得一文不值, 更是恨不得缩在一脚不敢吭声, 他这个连字都不识的几个的, 怕是得被嫌弃死。 他抬眼偷去着王老爷子, 突然又松口气, 有些失落。 若非祖母开恩, 他怕是连藏书楼都来不得的, 祖父对他, 根本就毫不在意, 又怎会在意他的财学。 被嫌弃了一通, 王老爷子亲自起身, 找了一本诗文给林清婉, 今日就学这本书, 你先念与我听听。 林清婉翻开书, 轻轻嗓子念了起来, 不过刚读三四句, 便被王老爷子亲着脸叫停。 听你这个读法, 圣人都得被你气活过来。 林清婉不吭声, 整本书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他怎么知道, 哪句和哪句是连到一起的呢? 都怪老夫与你祖母那时候, 听任你母亲被你太母叫道, 导致你母亲就只懂后宅那一母三分地, 末守成规, 现如今连你也被叫养, 成了凶无点末。 王老爷子一声叹息, 更多的则是嫌弃。 林清婉, 他的确才书学浅, 可也不至于凶无点末吧。 气氛沉静一瞬, 突然想起了一道清朗的男生。 祖父, 表妹是规格女子, 你怎能像要求我们几个一样, 来要求他? 王景须嘴角上扬, 缓步走了过来。 林清婉暗暗点头, 对他的话深以为然。 你们都是老夫的后人, 为何不同? 若是你有空, 不如你来教。 王老爷子连忙将诗文推给王景须, 他这一生曾受课于天子, 对林清婉这种愚笨的, 属实嫌弃。 王景须拿起那本诗文看了一眼, 笑了起来, 祖父, 这可是洪如代妃的角作, 便是功课普通的学子, 理解都费尽。 您怎能拿来给表妹学, 他又不考科举, 你应该先拿些启蒙之物来教。 表妹是女子, 不是那些天生聪颖, 教养严格的皇子贵重。 启蒙之物? 王老爷子远。 钟嫌弃更甚, 看着林清婉, 你竟蠢到这般地步。 林清婉嘴角抽了抽, 僵硬地扭过头不说话。 除了女界一类, 他可是连四书五经都不曾正经读过的,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 对古文文言文一类的书, 他向来是碰都不碰。 王老爷子, 难不成要从百家姓, 弟子规开始交起? 王景须摇头, 那倒不用, 于他来说, 能用得上的也就诗经一类, 学学这些再练一副能拿得出手的字, 若是可以, 作画也学一学就足够了。 王老爷子叹口气, 看着林清婉, 颇有种一言难尽之意。 在王景须的教导下, 林清婉学得容易许多, 连带不识, 几个字的王延熙都能听懂个七七八八。 王老爷子实在嫌弃, 便靠在一旁看他的身奥诗文去了。 直到天色渐暗, 林清婉才后知后觉惊醒, 时间进过得如此之快。 正出神地看着窗外, 手中书本豁然被抽出, 他回过头, 正对上对面男子温润的容颜, 嘴角挂着浅笑。 今日就到这吧, 光线昏暗, 伤眼睛。 王景须将书本盒上放置桌上, 过几日就是秋为, 我这一段时日都闲着无事, 日日都可过来教你, 慢慢学便是。 林清婉垂下眉眼, 心中有些异样, 嗯, 那就麻烦大表哥了。 王景须笑意温和, 副手而立着, 如琅琅脚跃, 端是谦谦君子, 儒雅贤达。 我送你们回去吧。 林清婉本想推辞, 可王景须已先行走在前面, 无奈指的跟上, 王延熙看着二人背影, 有些若有所思。 一直穿过垂花拱门, 林清婉才止住脚步道, 大表哥, 你不用再送了, 我与表姐一起, 过了这个走廊就到了, 没多远了。 王景须汉手, 如此也好, 那你们小心线, 我们明日再见。 林清婉与王延熙齐齐向他扶身, 这才相邪离去。 直到走出很远, 身后那道视线依旧不曾离开, 林清婉几倍威将, 王延熙偏头看他一眼, 滴滴一叹, 拐过走廊, 彻底将身后视线掩住, 王延熙才轻声开口。 大表哥是咱们府上才华最盛的, 他寄身绿远, 胸有谋略, 大伯父, 大伯母皆寄予厚望, 不出意外, 定是王家今后的掌权人。 林清婉脚步微顿, 声音清凉, 多谢表姐提醒。 王延熙闭闭嘴, 终是不曾多言, 那我就先走了, 明日再见。 嗯, 二人就走廊处分开, 直到回到房中, 林清婉还有些失神。 王延熙一眼就能看清的局势, 他怎会不明白。 悠悠叹了一声, 他拼了命地想摆脱沈家, 又怎会在同样的问题上出错。 第161章链字 第二日, 林清婉到藏书楼的时候, 王景须早已倚靠在窗前看着书。 大表哥, 他与王延熙齐齐行礼。 王景须转过头, 眼中染上些许笑意。 没有外人在, 表妹无须如此多礼, 都起来吧。 二人汗手一同坐下。 王景须拿出昨日的那本诗书, 继续交了起来, 林清婉拉着王延熙, 期间多次与他探讨。 王延熙这才彻底融入进去, 遇上不认识的字, 王景须也会停下来交他。 有王延熙的加入, 林清婉的不自在, 才减轻了一些。 大多时候, 都是他们二人交流, 王景须从旁指点。 都被林清婉以各种理由委婉拒绝, 次数多了, 王景须因也慢慢看出了他刻意的疏远。 林清婉以为他表现得已经再明显不过, 可王景须却丝毫不见一色, 依旧早出晚归地教导他与王延熙, 只不过行为举止上更加熟理。 今日, 你们各抄写一篇诗文, 让我看看, 你们的字迹如何。 王景须摆摆手, 他的随从立即上前摆上笔墨指标。 林清婉瞧着眼前的杨豪, 轻抿嘴角, 王景须扬了扬眉, 怎么了? 可是这笔墨用不习惯, 还是? 我不会写字。 王延熙惭愧地低下了头, 王景须又看向林清婉。 我, 我倒是会一些, 就是, 就是自己不怎么拿得出手。 拿不出手没关系, 我慢慢教你就是, 大妹妹也不必自责, 写字不难, 只要勤快些时常练习, 不出几月就可。 王景须的温身安抚, 让两个少女压力减轻不少。 二人对视一眼, 这才直起杨豪, 缓缓腾抄起来。 外院, 王老爷子的书房里, 周牧刚与王老爷子谈完事情走了出来, 老太师, 如今朝中局势不稳, 要您老费心了。 王老爷子双手背后, 叹息地摇摇头, 身为东汉子民, 这是老夫应尽的责任, 只是为保王家, 老夫不能立于朝堂, 继续为国尽忠了。 当今圣上是位民主, 但可惜啊。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 周牧却是冷笑着接口, 可惜, 众位皇子无一人能当大任, 都乃斗烧之人, 蜀木寸光之辈, 狠力有余, 人心不足。 王老爷子点头, 也不再藏着掖着, 连自己的百姓子民, 都能下如此狠手坑海。 可见其心思毒辣, 往后东汉若当真交于那二人手中, 只怕江山危矣。 可除却他二人, 便只于一位二皇子, 不说他品行如何, 便就朝堂人脉与实力, 比起那两位差的, 也不是一心半点, 想脱颖而出, 压过那两派, 实属不太可能。 周牧目光微冷, 便是有那实力, 他的品行也难堪众人, 不过是一丘之河罢了。 王老爷子沉默下来, 二人看着院中的梅花树, 一时都没有开口。 伴赏后, 周牧看向藏树楼的方向问道, 府上表小姐可是在藏树楼。 王老爷子也随他的目光看去, 树影摇晃下, 二楼的窗纸上印出一道绰影, 是他, 虽笨了些, 但好在肯用功, 勤能捕捉。 周牧眉稍微调, 很笨, 眼前浮现那双清澈的, 仿佛能洞悉人心的秋眸, 不由有些失效。 林小姐中灵玉秀, 怕也只有老太师, 才会嫌弃他笨。 那是你不曾见过他读书, 连代妃大师的诗文都读不明白。 老夫实在是不忍看, 便将他扔给了锦须先浇着。 王老太师语气嫌弃, 可面上却尽是无奈的笑意, 正仰头看着藏树楼二楼的方向, 却绝一阵冷风吹过, 凉得让他身子一抖。 林小姐的功课, 是府上大公子在教。 周牧微偏过头, 声音带着一丝凉意。 王老爷子点头, 学了有几日了, 就是不知有没有什么进步, 反正今日无事, 不如咱们过去看看。 周牧弹应一声, 率先抬脚往外走去, 王老爷子嘴角擒着笑意跟上。 如今大皇子势必要与三皇子有一番斗法, 怕是周世子接下来要有的忙了。 嗯…… 王老爷子又说了几句, 都被周牧不冷不热地敷衍着。 藏书楼里。 当王景旭看到林清婉的字时, 才深刻地明白那句拿不出手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字, 怎么说呢? 只能勉勉强强说上一句, 能认得出写的是什么吧。 感受到身旁人古怪的目光, 林清婉修得恨不能捂住脸。 王景旭抿着唇, 半赏才道, 我那有几副自贴, 晚点我让丫鬟给你送去。 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多练练, 对你会有很大的用处。 嗯…… 林清婉嘀嘀嘀硬了一声, 王景旭弯腰直起杨豪, 递到林清婉手中, 拿着。 林清婉伸手接住, 你拿笔的手势不断。 王景旭抬手直于杨豪上方, 掩饰给林清婉看, 这样拿, 才能更好的使力, 否则用力不足, 写出的字就少了几分大气, 只赋予表象, 都说见字之其人, 字迹也是一个人的体面。 第162章硝烟 林清婉沉浸其中, 随着王景旭的手势重新执笔, 被他握于杨豪上侧的手带洞, 缓缓下笔, 厉透纸背, 铁画银钩, 内流而唱。 你刚练, 不求笔墨横姿, 神韵超义, 能行云流水, 刚柔捉巧, 已是不易。 林清婉点头, 周末走上二楼, 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场景, 二人一同执笔书写, 男人微弯着腰, 目光柔和且耐心地轻声讲解, 女子神色认真, 乖巧映下, 如云昭雨幕, 阳光透过窗纸, 折射在二人身上, 出气的般配和谐。 王老爷子落后一步, 看到视野冷了一瞬, 随即一笑, 景旭这师父当得倒是称职, 便是他那几个兄弟, 可也不曾被他如此教导过, 晚丫头倒是有幸。 他的声音打断了窗边链子的二人, 王景旭脸上闪过一丝飞红, 盲指起身拱手, 祖父周世子。 林清婉本不以为意, 可当听到王景旭换周世子, 这才猛然回头, 不知为何, 他心中竟有一丝紧张。 与王延熙一同扶身, 祖父, 见过周世子。 周目不语, 直面色平静地, 顶着朱岸上的笔墨, 片刻后, 缓缓抬步走了过去。 林清婉心间一颤, 没来由地生起一丝惊怕, 他看着走近的男人, 脸上虽是一如往常的清冷, 可他却从未有一刻, 觉得他这般害人。 王老爷子垂下眼, 视若无睹, 王景旭却是微微错了醋眉, 王延熙与林清婉还保持着扶身的姿势, 周目却仿佛不知般, 略过二人低头看向宣纸上的诗文。 林清婉在王老爷子的试一下站起身, 他看着朱岸前男人的背影, 还是一样的轻竹如玉, 可他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 仿若冬日寒雪般冷的近人击鼓, 那是从他骨子里透出的冰冷, 令人惊惧地喘不上气。 周目抬手抽出宣纸, 沉冷的声音缓缓懒脸读, 鹿眷珠丝, 小楼鹰多月, 秋金华病, 宫漏未央, 当时垫差遗恨, 人间梦阁西风, 算天上, 年华一瞬。 哼, 他发出一声低笑, 四朝四讽, 宣纸从他手中滑落, 重新落于书桌上。 他微微侧头, 沉沉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林清婉, 倾起薄唇, 王大公子, 你教的诗文, 仿佛不太适合规格女子。 林清婉被他盯着垂下头, 榻子被钻成了一团, 有种莫名的心慌。 周世子说笑了, 那几句不过是随便翻的诗句, 让两个妹妹练字用的。 王景须脸上是一贯的温雅笑意, 端得一副朗朗君子, 不见一丝慌乱。 是吗? 周目豁然回身, 眼中的冰冷, 不加丝毫掩饰, 眉梢尽是凌厉。 王景须笑意不变, 自然。 二人眼神对上, 一冷冽, 一温雅。 祖父! 王燕熙突然开口, 孙女有一句诗文看不懂, 您能教教我吗? 王老爷子眼眸一闪, 笑着走了过去, 拿给老夫看看, 是什么诗文。 王燕熙胡乱地从桌上拿起一本, 只给王老爷子看。 气氛因王燕熙缓和下来, 王景须微垂下眼, 面上笑意不变, 却戴上了几分凉意, 藏在袖中的手也微微收紧。 过来, 周目冲林清婉道。 林清婉呆愣几夕, 看向了其余几人, 王老爷子与王燕熙正讲解诗文, 王景须也许听见了, 却依旧垂着头, 仿佛在沉思什么, 并无一人理会他。 他抿着嘴, 有些抗拒, 直觉今日的周目, 心情出奇地不渝。 周目眼眸一眯, 嘴角竟勾起三分笑意, 直直地看着他, 眼底尽是暗色, 犹如一汪忧弹, 随时都会吞噬掉理智。 林清婉心间一颤, 眼中带上雾气, 不情不愿地走了过去。 王景须也在同一时间回神, 抬眼看了过去, 目光紧紧地盯着周目, 带着一丝警惕。 周目垂眼看着明显带上帕衣的少女, 半嗓才开口, 迎紧昨夜发了高热, 哭闹着想见你, 若你无事, 可否随本世子去安抚他一番? 话是询问, 可男人眼底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欲索, 林清婉到嘴边的话又给咽了回去, 重新斟酌了语言道, 我可以回去带些东西再去吗? 周目的戾气散了些许, 微微点头。 那, 祖父, 大表哥, 我就先随周世子去探望探望迎景。 王老爷子笑着点头, 去吧, 那孩子是个可怜的, 毕竟是你姐姐唯一的后人, 你这个做姨母的是得多上伤心。 林清婉点头, 冲满眼担忧看着他的王妍熙笑笑, 表姐, 那我就先走了, 你慢慢学, 我们明日再见。 王妍熙, 好, 你要小, 早点回来。 对上周目的黑脸, 嘱咐林清婉小心安全的话, 给咽了回去。 表妹, 王景旭突然开口, 走上前几步, 左右没什么事, 我与你一起去吧, 回来时也安全先。 周目懒懒抬眼, 正欲开口, 林清婉却已先他一步拒绝。 不必了, 有周世子在, 定是最安全不过的, 表哥还是留下来教导表姐吧, 清婉就不麻烦你了。 说完率先抬不走了, 周目凉凉地看了呆滞住的王景旭一眼, 抬脚跟上, 一直盯着师叔的王老爷子, 不着痕迹地抬了抬眼皮, 心底一声叹息。 严夕, 方才教你的, 可记住了。 王严夕茫然抬眼, 对上王老爷子睿智的眼睛, 顿时害怕地低下头, 他方才只是想缓和气氛。 王老爷子解说时, 他的心思也都在林清婉身上, 生怕被那怒气上头的周世子波及, 根本就不知道王老爷子都说了什么。 唉。 王老爷子叹口气, 将书放在了桌案上, 若是不在状态, 就明日再学。 你先回院子吧。 王严夕应了一声, 又给王景徐扶扶身, 这才下楼去。 还愣在那干什么? 过来坐吧。 王老爷子瞥眼王景徐, 带着几分怒气不争。 第163章死结。 王景徐走过去坐下, 满是落寞, 半晌, 他突然抬眼看向对面闽察的王老爷子问, 周世子对表妹的心思, 祖父早就知道是吗? 王老爷子手一顿, 没有说话。 祖父带周世子上藏书楼, 甚至默认他带走表妹, 是认可他的意思吗? 王老爷子放下茶盏, 直视孙子, 景徐, 你与婉丫头不可能, 收起你的心思吧。 王景徐豁然起身, 为何? 祖父, 你不是很喜欢表妹吗? 为何我不能娶她? 她是姑姑的女儿, 我们亲上家亲不好吗? 她也能一直留在王府, 事后祖母身边。 还是说, 难不成你也瞧不上, 凌驾如今落魄? 王老爷子脸上有些许怒气, 正因为她是你姑姑的女儿, 我心疼她, 她才更不能与你在一起。 你以为她, 为何不愿嫁沈家, 千里迢迢地来到圣经? 王景徐醋眉, 没有说话。 王老爷子又道, 她要的生活, 不是你能给的。 你身上肩负王家重责, 有诸多的顾忌与身不由己, 与沈默是一路人, 便是我答应。 那丫头也绝不会选择你。 她与你祖母一样, 是个理智大于感情的人, 看似温柔乖巧, 实则最有主意不过。 你的现在条件, 便不可能走进她的心里。 王景徐舌尖有些发苦, 恍惚地坐了下来, 不试试, 祖父怎么知道, 他不会答应我呢? 王老爷子, 我没给过你机会吗? 这几日, 你日日教他读书, 结果如何? 当你表露出心思时, 他是怎样的态度? 你心中难道不清楚? 原来祖父都知道, 只是想让我死心罢了。 王景徐苦笑一声, 可, 他毕竟是孙儿这么多年来, 唯一, 一个动心的女子, 我真的, 不想放弃。 周世子身份太高, 他与表妹根本不可能, 您却放任他接近表妹。 若他复心, 您可曾想过表妹会如何? 王老爷子摇头, 景徐, 周世子身份虽高, 却比你更适合你表妹, 他们能走到一起的可能很大, 而你, 却是死结。 不可能, 王景徐眼中带着不服, 周牧是皇家人, 怎么可能会娶一个落魄世家之女, 便是淮阳王也不会答应的? 王老爷子摇摇头, 景徐, 你还是不明白? 我的确不明白, 为何您支持周世子, 反对孙儿就身份门帝而言, 华阳王府断不可能答应, 何况, 何况表妹与沈家还需退亲? 王老爷子喝得一笑, 平静徒口, 因为他比你豁得出去, 王景徐, 正住, 你是王家今后的掌权人, 婚事关系着王家的未来走向, 虚得有一个门当户对的姻亲相互扶持, 而你表妹给不了你任何助力, 我与你祖母是不在意这个的, 我们很希望婉丫头能待在我们身边, 可, 你母亲对你寄予厚望, 你父亲指望你再付王家荣耀, 他们会答应吗? 你是他们的儿子, 婚事上我的确可以强硬做主, 可你母亲会善待你表妹吗? 届时, 你父亲母亲埋怨, 你祖母也会郁郁不乐, 你姑姑这门亲又该如何走, 一家人因此闹得鸡飞狗跳, 而你的感情, 在这一地鸡毛蒜皮里, 又能维持多久? 王景徐呆呆地看着王老爷子, 张口无言, 景徐啊, 祖父活了半辈子, 看事情最是通彻不过的, 争不过周世子的, 他少年时就蹚过了狮山白骨, 骨子里就是浑人, 无论是沈家还是门帝之剑, 只要他认定了你表妹, 就会一一清除, 力排众议, 他敢于也有那实力抗衡, 而你不行, 你有太多的顾虑, 王老爷子说完站起了身, 能走进他心里不容易, 可一旦走进去了, 他可以为你表妹拼命, 这感情啊, 就像是一段不满荆棘的小路, 周世子能扫平荆棘, 你表妹只需静静等在原地, 扯着所有的尖刺, 王老爷子双手背后离去, 只欲悠长的声音, 回荡在藏书楼里, 王景须捶着头, 静静地坐在窗前, 一待就是三个时辰, 直到天色黑沉下去, 才缓缓回神, 而被周牧气势压迫, 离开藏书楼的林青婉, 则先回景秀阁, 带了一些花茶, 这才不情不愿地随周牧出府, 宁香小心地拉了拉林青婉的衣袖, 伸手比划着什么, 林青婉看着他, 扯着嘴角摇头, 他也知道, 今日的周牧很危险, 可, 他有拒绝的权利吗? 府门外, 林萧正百无聊赖地靠在车厢上, 嘴角叼着根狗尾巴草, 远远瞧见跟在自家主子身后的少女, 不由坐直了身子, 挑起眉, 主子, 林小姐, 跳下马车, 他眼中带上询问, 他们不是要去办事的吗? 怎么给这位带上了? 周牧面上平静, 可林萧却一眼瞧出, 自家主子很生气, 心情非常非常地不渝, 周身的冷气能冻死个人, 他咽咽口水, 看向林青婉, 后者却一直低着头, 一副受气包的模样, 上车, 周牧伸出手, 林青婉犹豫一瞬, 觉得自己不经他打, 只得抬手放了上去, 男人的指尖带着凉意, 周牧手一戴, 便将人拉上了马车, 林萧小心问, 主子, 咱们去哪? 周牧看眼对面垂头的少女, 转而道, 去街上买套男装, 然后去与香楼, 林青婉却是睁大了眼睛, 光听名字, 也猜到了那是什么地方, 你, 你, 你要带, 带我去青楼, 周牧淡淡看着他, 不说话, 林青婉恨不得咬掉舌头, 他就知道, 这人在骗他, 可竟还是鬼使神差地随他出来了, 周狮子, 我一介规格女子, 怎能去那种地方, 若是传了出去, 我还怎么做人? 周牧, 闭嘴, 看着对面已闭上眼睛的男人, 林青婉扁扁嘴, 只得合上了嘴, 不再说话, 虽不情愿, 可瞧着对面男人一脸的冷霜, 他下意识觉得, 若不去, 怕是下场会更惨, 一路无话, 林霄将马车停在一间乘衣铺门前, 不过半壳钟不到, 就拿回了一套月白色颈袍, 主子, 衣服, 林霄在外提醒, 林青婉偷去了眼思思, 冒着冷气的男人, 抿着嘴不敢吭声, 气氛静默几息, 周牧豁然睁眼, 吓得林青婉一颤, 往后仰去, 换上衣服, 周牧扔下一句, 起身下了马车, 林青婉拿起警袍, 反复看了一会儿, 不紧不慢地换上, 一刻钟后, 他才捏起车帘一脚, 低声细语, 你, 你上来吧, 我换好了, 马车一沉, 暗黑的颜色重新映入眼帘, 林青婉撇过头, 根本不去看他, 拿着, 沉冷的声音响起, 一串糖葫芦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他愕然半刻, 正正抬头看向对面的男人, 还是黑沉着脸, 只是耳间带了一丝可疑的红, 第167章, 暧昧, 他抿着嘴, 伸手接了过来, 红通通的糖葫芦上面裹满了糖汁, 浓浓的香甜不断地涌上鼻尖, 见他一直拿着不吃, 周牧开口, 别将糖汁递到马车上, 嗯, 林青婉嘀嘀应声, 拿帕子接住, 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周牧眼神瞥过去, 这才重新闭上眼睛, 马车缓缓晃动, 往最繁华的花柳巷而去, 半个钟后, 林霄在外提醒, 主子, 雨香楼到了, 林青婉最后一口糖葫芦含在嘴里, 抬眼看向对面的男人, 周牧, 从现在起, 你是本世子的小丝, 只需安静跟着别说话就行, 嗯, 林青婉点点头, 人在屋檐下, 小丝就小丝吧, 正当他以为这人要下车时, 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 却突然伸了过来, 他条件反射地往后躲去, 别动, 他手中还拿着糖葫芦棍, 文言立即僵住, 不敢再乱动, 我, 我今日好像不曾得罪过你, 他声音很轻, 夹带着一丝委屈, 周牧手一顿, 凉凉瞥他一眼, 随后动作不停地伸手俯上他的发顶, 拔掉固定发丝的玉簪, 林青婉在府中打扮的肃静, 除了一根玉簪并无其他装饰, 随着玉簪抽出, 三千青丝也随之滑落, 散落身前直至腰身处, 他就那般靠在车厢上带着几分闲静, 几分正愣, 不施粉带, 不是拆还, 仿若在家中般随逝, 周牧眼眸微深, 只见妈撒着手中玉簪, 这一刻, 他们仿佛像共处一世的新婚夫妻在蜜里调油, 我竟是忘了发饰, 还是女子装扮, 林青婉默然回神, 将被递上糖枝的帕子扔在一旁, 忙捋着发丝, 周牧不语, 静静地看着他摆弄, 半晌, 林青婉终是无奈地放弃, 难为情道, 我不会书法, 你可否让宁香上来一趟, 周牧开口, 宁香被留在了成衣铺那条街上, 林青婉睁大眼睛, 宁香, 你, 我们待会儿要做的事, 不适合有人跟着, 我让林峰带他去玩了, 林青婉, 逛青楼, 的确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可他怎么办, 过来, 周牧拍拍身边的位置, 示意林青婉坐到他身侧去, 还是滴滴应声, 挪了过去, 周牧捏着玉簪冲里面直指, 转过去, 林青婉依旧照做, 不多话, 三千青丝被轻柔撩起, 缓缓束于头顶上方, 随着玉簪插入固定, 林青婉眼底近视震惊, 他伸手摸摸头发, 不可思议地仰头看着周牧, 他, 他一个亲王柿子, 竟然会晚发, 周牧错开眼神, 以往在军中时, 没有丫鬟蒲从, 这些事情, 只能自己做, 林青婉垂下眼帘, 都说军中是最吃苦不过的地方, 便是普通百姓, 只要日子能过得去, 都不会愿意将自己孩子送去参军, 更何况是出身皇亲贵胄的他, 其中凶险苦难时难以想象, 正思索着, 耳间突然传来一阵微凉, 他身子一将, 缓缓转过头, 便见一只耳环已落入他的手中, 不等男人再伸手, 他慌忙抬手, 摘下另一只放在周牧手里, 那紧张模样, 好似周牧是抢劫的匪徒, 晚一刻就会要他的命, 周牧手指微弯, 将一对白玉耳坠, 收入了怀里, 走吧, 林青婉忙不迭点头, 不等他伸出手, 就跳下了马车, 心中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更是连头都不敢抬, 周牧看他一眼, 眉眼染上良意, 副手而立, 率先走在前面, 林青婉抬脚跟上, 这才发现他们所处的, 并非是大街, 而是一个不算窄的小胡同, 眼前是一个不大的红漆木门, 应是走的青楼后门, 第168章 宇香楼 林青婉本落后周牧半步, 守着主仆的礼节, 不想那人却停住脚步, 促眉回头看着他, 走快着些, 他无奈, 只得走上前, 与他并肩, 林潇, 林小姐, 这里鱼龙混杂, 什么人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避免看到不该看的, 您还是跟警主子, 嗯, 林青婉嘴上答应, 唇角却轻撇, 直到鱼龙混杂, 不适宜, 他一个规格女子呆, 还带他来青楼, 走进后门不远是厨房, 对面坐落着几间屋子, 连窗户都没有, 里面不时传出女子的哀嚎, 痛苦至极, 林青婉驻足脚步看去, 却被一只大手, 豁然抓住了手腕, 那是青楼调教官妓的地方, 不要听, 也许是女子的哭喊声太过凄厉, 让他连被那人亲密握住手的动作都没有发现, 便被男人拉离了那个地方, 能被冲为官妓的, 都是家中犯了大罪的女眷, 的确不能管那闲事, 穿过一个小门走进前院, 是一整排房间, 院中种满了花草, 香气宜人, 最右侧的方向放着幽签, 一个子依姑娘, 正坐在上面来回晃动, 微风吹过,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林青婉看去, 竟是房间走廊上挂着的一长串风铃, 周牧低咳一声, 拿帕子捂住了口鼻, 子依姑娘看到他们, 迅速起身走了过来, 四眼, 他扶身一礼, 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不多时就开始了, 这边请, 周牧摁了一声, 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林青婉手腕, 随着那姑娘绕过长廊, 走进一个狭小的胡同, 七拐八绕后上了二楼, 林青婉从始至终乖巧听话, 不说话, 就任由周牧带着他走, 走上二楼, 耳边传来各种娇笑, 调情声, 听得林青婉耳间驳梗, 都染上飞红, 恨不能夺路而逃, 可前面几人却脸色平静, 仿佛早已习以为常, 就是这了, 紫衣姑娘推开一间房, 侧身请周牧进去, 入牧尽是粉色, 软锣烟胀, 香气鸟鸟, 处处都透着淫泥, 在这样的房间中待着, 的确很容易挑起人的欲望, 四爷, 牧必去给你上茶, 紫衣姑娘机不可见地, 瞥眼林青婉, 扶身退了出去, 林青婉看着那铺着软颈青背的八部大床, 怕是足足能躺下四人不止, 杀杖垂地, 都是能挑拨人心弦的艳丽颜色, 身旁再有美人相伴, 怕是再端方不过的君子, 也难逃悸动, 怪不得人说, 温柔香, 英雄种, 不愧是青楼, 拿捏人心的本事, 的确已留, 周牧松开手, 走向窗户的位置, 腹手而立, 看向楼下, 此时不过下午, 人还不是很多, 只有三三两两来寻乐子的, 等晚间, 这地方才是真正的门庭弱势, 人间仙境, 林青婉看着她的背影, 微宁起眉, 就这人的冰冷性子, 便是爱色, 英也不会来这种地方, 何况, 还带着她这个规格女子, 想了想, 她问道, 你来这里, 可是有事要办, 周牧淡淡应了一声, 林霄傻笑着说, 林小姐聪慧, 经个可是与香楼头牌姑娘拍价的日子, 肯定特别热闹的, 林青婉一正, 问周牧, 你真是来找姑娘的, 那你带上, 我做什么? 她声音带了些许冷意, 眉头拧成了一团, 这人该不是有什么大病吧? 周牧缓缓回身, 脸色有些黑, 带你出来姐姐们, 不找姑娘, 林青婉一个大无语, 带她来亲楼姐们, 林霄见她误会了, 忙解释, 林小姐别误会, 主子来是半正式的, 她瞅眼周牧, 这才小声道, 大皇子妃的母家兄弟, 是个顽固浪荡子, 三皇子侧妃的哥哥, 也是个爱色的, 咱们经个是来挑事的, 林青婉眼眸一亮, 又迅速地演了下去, 点头表示她知道了, 这闷子倒是能解, 就是她的身份出入此等地方, 太过荒唐, 她去了周牧一眼, 周世子, 你, 你带我来这地方, 我, 周牧走向软榻坐下, 放心, 不会有人认识你, 不过是看场好戏而已, 有本世子陪着, 不用怕, 嗯, 怕也没用, 来都已经来了, 况且不知为何, 他打心眼里, 相信这个男人, 半刻钟不到, 房门被敲响, 先前的紫衣姑娘, 端着茶走了进来, 四爷最爱的碧罗春, 他亲手睁了一杯, 递到周牧手边, 周牧看眼一侧的林青婉, 放桌上, 出去吧, 紫衣姑娘点头, 放下茶掌后, 恭敬地退了出去, 第169章, 谁重要, 林青婉盯着那女子离开的背影, 若有所思, 这等风姿定是青楼中的姑娘无疑, 却换周牧四爷, 是她的情人, 还是她的眼线, 毕竟, 最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打听消息, 做些手脚才最是方便, 她家父结党营私, 于三年前被查, 她还有一个幼龄的妹妹, 本该与她一同成为官妓, 后被本世子收进王府做了婢女, 林青婉回过神, 看向抿着茶的周牧, 有些意外, 周牧醋眉, 怎么, 不相信, 没有, 林青婉摇头, 只是觉得, 惊讶, 你一向对罪恶之人, 再心狠不过, 却会救一个罪臣之后, 周牧道, 祸不及之二, 对那些成年男女, 我从不手软, 林青婉, 可那姑娘家王, 本就剩她姐妹二人相依为命, 于她来说, 定是看中这个妹妹胜过她自己, 否则也不会对你心存感激, 周牧扯扯嘴角, 门外却突然响起一阵喧哗, 我不卖身, 我乃世家嫡女, 宁死不屈, 你们打死我吧, 你们打死我, 闭嘴, 一道尖锐的中年女生, 立声喝止, 能进这宇香楼的姑娘, 哪位曾经不是娇贵小姐, 你在老娘面前装什么猎女, 你家已经亡了, 还当自己是名门贵女呢, 给老娘伺候好姚公子, 否则打死你都是亲的, 你们两个, 将她给我拖去姚公子的房中, 必要时刻, 给老娘摁住她, 也得让姚公子成事, 随后是两名男子的音试声, 你敢, 你们若敢这么对我, 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放开我, 女子淒厉的哭喊声传进房中, 还夹杂着中年女子的巴掌声, 另听着心声不忍, 周牧, 那是江南斯家女, 林青婉钻帕子的手一松, 微微点头, 我知晓, 周牧身子往后靠去, 少见得露出一丝懒散, 你们也是就相识, 她曾经算是沈默的女人, 如今, 却被送到别的男人床上, 这沈默的脸, 可是要丢尽了, 她举着茶盏细品着, 余光却注意着一旁少女的反应, 周世子认为, 我作为沈默的未婚妻, 不该不管不问, 或是应该救下她, 保全沈默颜面, 林青婉不紧不慢地问, 周牧眸色微冷, 本世子可没这么说, 你若是心系夫婿想救人, 大可去, 别牵扯到我的身上, 不想救, 林青婉面上平静, 她兄长实际陷害我父兄, 致我林家险先灭族, 虽恶不及家人, 可我能做到最大的良善, 就是不踩上一脚, 况且, 她只怕也恨我林家, 恨得咬牙切齿, 通往地狱之路, 常由善良扑旧, 我怎会自找麻烦, 周牧眸色渐身, 在你心里, 林家重过沈默, 那是自然, 林青婉促眉瞧着周牧, 只觉得, 她今日很是奇怪, 林家生我养我, 又有阿母, 两位兄长同我爱我, 怎是沈默能比, 周牧看着她, 突然轻笑起来, 不同于以往的扯扯嘴角, 笑得很是愉悦, 你今日, 与以往不同, 林青婉正主, 她与以往不同, 周牧侧头看向她, 没有说话, 既然在她心里, 有比沈默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说明, 沈默也不是她的第一位, 且无可取代的, 林家, 她低难一句, 缓缓笑开, 原来只要疼她爱她, 就可以成为她最重要的人, 你笑什么? 可是我说的有什么问题? 林青婉促眉问, 没有, 周牧侧过头看她, 你说得很对, 通往地狱之路, 常由善良扑旧, 所以, 对那些伤害你, 舍弃你的人, 绝不可原有, 否则, 定会掉入深渊, 再也爬不上来, 林青婉对上她的眼睛, 突然从脚底生起一丝寒意, 让她知道, 她的话, 绝不是作假, 她慌忙一开视线, 没再接话, 外面斯文琴的叫喊声, 越发近了, 给老娘闭嘴, 再好, 打扰了客人的兴致, 当心我抽死你, 透过窗纸, 林青婉隐约能看到, 被嫁住的斯文琴正拼命踢打, 试图挣脱那两个男人的禁锢, 斯文琴, 你们不能碰我, 我可是江南世家之首, 沈家少主的女人, 我们, 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 你敢逼我卖身, 等沈家进出圣经后, 定会找你算账的, 她的声音落下, 有了片刻的寂静, 连走在前面的中年女人, 也停住了脚步, 哼, 周木书得发出一声吃笑, 却未发一言, 只看向林青婉, 林青婉面上, 直起先闪过诧异, 而后平静无澜, 沈家作为江南世家之首, 除却圣经的几位顶级权贵, 也算是排得上号的望族, 毕竟连宫里都忌惮一二, 有意削弱打压, 只不过, 毕竟常年不在京中, 威望上不比京中士族, 可实力却是不差的, 那老宝皱着眉, 上下打量了斯文琴几眼, 你忽悠谁呢? 沈家少主的女人, 怎会沦落到这青楼里? 官继虽不能赎身, 可若是贵人愿意伸身手, 脱离青楼这封城之地, 也是不难的。 斯文琴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真的是沈家少主的女人, 不信你们可以去江南查上一查, 沈家不日就要进京了, 你们若敢动我, 沈默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老宝游一一顺, 随后笑开, 这样的事, 我可是见得多了, 你已经不是贵女了, 不过是个被冲为官妓的罪臣之后, 即便真的与沈家的也有过一段, 也是过去了, 她这么久都不来救你, 就已经表明不肯要你了。 规格女子, 却与爷们暗中苟且, 你也有胆子说出口, 呸, 不要脸的见骨头。 沈娘子, 那这人还送过去吗? 压着斯文琴的男人问道, 老宝眯了眯眼, 半赏才道, 既然已经破了身子, 就别给姚公子送过去了, 先将人给我关进黑屋里, 再好好调教几日。 那两个男人答应, 斯文琴这才安静下来, 默默地被带了下去。 林青婉收回视线, 问周牧, 沈家进京之事, 如今已经人尽皆知了。 二皇子好不容易拉到这么大的助力, 怎会藏着掖着, 肯定要炫耀一番, 不然如何争取其他朝官大族的支持。 第170章对骂 林青婉点头, 或是想将沈家捆紧在他的船上, 断了沈墨的退路, 也说不定。 周牧痴笑一声, 就凭他, 也想拿捏沈墨, 简直笑话。 二皇子很差劲吗? 周牧, 也不算很差, 只是比起沈墨呢, 满肚子坏水, 略逊一筹。 林青婉嗷了一声, 不再多问。 林萧却是忍不住抽着嘴角, 主子先前还说, 沈家少主才华谋略都乃翘楚, 这回当着林小姐的面, 竟是一句都吝啬夸赞。 房门响起三声轻扣, 林萧连忙走了出去。 半晌后回来, 主子, 大皇子与三皇子的人都到了, 子路稍加引诱, 二人在门口就起了冲突。 嗯。 周牧但应一声, 既如此, 又何必再插一手。 林青婉走过去, 坐到他的下手。 城外的难民等不了了, 再任由他们发展下去, 只怕要被三皇子一挡杀干净。 周牧捏着茶盏, 眸中泛冷。 林萧叹气, 只怪大皇子是个软的, 若是稍微有些硬气, 也不至于被三皇子牵着鼻子走, 忍气吞声毫无动作。 哼。 周牧冷笑, 经个本世子, 就摁住他的头给三皇子践踏, 我就不信他还能忍得下去。 林萧, 去叫些酒来。 林萧讶异, 半事时喝酒, 可是主子的大忌, 不由抬眼, 却见自家主子目光柔和, 正盯着下手的林家小姐。 每人在旁, 每酒相伴, 的确是人间一大美事。 一刻钟后, 林萧提着酒回来。 楼下同一时间传来喧哗声, 纷纷大喊着姚姑娘。 林青婉也起身透过窗口往下看去, 规格十六年,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难免好奇。 周牧起身, 想看就静雅间看。 林青婉扭头便见他推开右侧的一个小门走了进去, 连忙跟上, 里面放着一张软榻, 一方长按, 却能清楚地看到楼下发生的一切。 此时, 楼下正陆陆续续往里近人, 不一会儿就坐满了大半, 都兴致昂扬地, 让老宝先让姚姑娘出来露露脸, 看究竟只几个银子, 犹如衡量货物一般, 令林青婉很不舒服。 周牧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坐下看。 我是小思, 你是公子, 哪有下人能坐下的。 听到林青婉的拒绝, 周牧偏头看向他, 见眉微条, 透着丝丝危险。 林青婉鸣嘴, 走过去坐了下来, 周牧这才收回视线, 再次投去楼下。 爷这次一定要抢到姚姑娘, 该死的赵泽, 不过一个下贱商人, 也敢跟本公子叫板。 你看爷怎么恶心他。 一墙之隔的房间里, 响起骂骂咧咧声。 林青婉倒杯茶水, 静静听着, 可下一瞬, 另外一边也传来叫骂声。 恶心爷, 也得看看你配不配, 商人又如何, 至少爷有钱, 不比某人, 整日自视清高, 却穷酸的, 连找姑娘的银子都得见。 气氛静默一瞬, 两方又同时传来惊讶的爆合声。 靠! 操! 真是冤家路窄啊, 这定监房都能挨到一起。 他妈的, 给爷将老宝叫上来, 本公子倒要问问他, 为何将本公子 与那满身同袖的下贱之人 安排在一起? 他什么意思? 林清婉一口茶含在嘴里, 半嗓都没有咽下去, 他偏头看眼周牧, 眼皮抽动。 这人, 可是真损。 周牧仿若听不到两方的来回叫骂, 悠然地倚靠在软榻上品着酒。 瞧见少女呆滞的表情, 周牧浅浅一笑, 手指沾上水字, 在书案上写道, 别说话, 安心看戏, 桌上有姑娘子做的桃苏膏。 林清婉学他的样子, 同样沾上水写了一个好字。 赵泽, 本公子是斯文人, 家门清贵。 不屑于你这山野财主一般见识, 你最好识相些, 别惹恼了本公子, 否则本公子让你今日, 出不了雨香楼的门。 江燕, 你当老子是下大的不成, 你敢动我一个试试, 还家门清贵? 我呸, 小爷就算是山野财主又如何, 小爷有银子玩女人。 你啊, 就是瞧着姚姑娘憋死, 也没那实力。 又是一阵对骂, 越发地不堪入耳。 周牧眉目一冷, 茶盏在她的轻微用力下, 碎裂成几片, 林清婉根本就没看清 她是怎么动的手, 就见一道残影 掠过左右雅间的上梁飞了进去。 两声尖叫声同时响起, 赵泽, 你压的, 逛个窑子还带隐味。 江燕, 你有病吧? 可这声嚎叫后, 尽其意地安静下来, 谁都没再开口。 许事都以为对方带了打手, 都默契地不在姿势, 以免自己吃亏。 客官们, 别急, 别急, 各位爷心心念念的摇摇这就来了, 都先吃着喝着, 咱们马上就开始。 楼下劳宝走上台子安抚, 那些男人本就是来寻乐的, 听到此纷纷叫嚷起来, 让姚姑娘现在就出来陪他们。 林清婉也盯着下方, 有些好奇, 这位头牌姚姑娘究竟漂亮到何种程度, 竟能引起如此轰动。 眼看局势控制不住, 吵闹声不绝于耳, 劳宝非但不及, 反倒更加开心, 人越多, 越热情, 他能赚到的银子就更多。 好好好, 既然各位也想一赌方容, 奴家这就安排姚姑娘上场。 老宝冲身旁的男人摆摆手, 那人立即转身往台后走去。 老宝, 各位也都听说了, 咱们姚姑娘可是位天资国色的美人, 曾经也是一方官宦的贵小姐, 从小娇生惯养, 那是养的玉骨兵姬, 身姿娇软, 绝非那些农家女, 可比, 待会儿, 就让姚姑娘先给爷们们跳支舞, 给你们瞧瞧, 什么才叫杨柳西腰, 咱们稍后再行一家。 哎呀, 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赶紧下去, 将人给爷请上来。 沉默了好一会的江夜, 迫不及待地喊着。 老宝看向二楼, 笑得满脸褶子, 呈呈呈, 奴家这就将人请上来。 此时气氛达到顶点。 羽香楼的生意之所以好, 就是因为它是衙门特定的点, 除却最大恶极的宋进军中, 其余有几分颜色的官绩都在这了。 对一些商人来说, 他们虽有钱, 可想娶为官家小姐, 却是绝不可能的。 在这里, 虚荣心能得到极大的满足。 官家女自幼养得娇贵, 身姿体态, 都远不是出身贫贱的女子可比。 尤其是那一身的雪白肌肤, 更让那些人一掷千金, 只为保一时淫欲。 第171章 叫价 老宝下台后, 立即有丝竹声响起, 情音鸟鸟飘荡开, 轻柔似水, 仿若羽毛划过心间, 气氛也被渲染的暧昧移泥起来。 林青婉睁大眼睛往下看去。 姚姑娘, 姚姑娘, 台下男人沸腾起来, 纷纷摆着手叫喊。 不一会儿, 台上纱莲聊起, 一个身着大红色纱裙的曼妙身影, 缓缓走出, 轻透的薄纱将那玲珑曲线勾勒的无比妖艳, 芙如宁芝, 柳叶梅, 樱桃唇, 一双信念空洞无神, 仿佛隐藏着无尽的忧郁, 更增添了几分清冷气质。 台下静默一瞬, 随即爆发了更大的轰动。 这样的姑娘, 是她们的最爱, 那种高高在上, 却被拉下神坛后的空洞, 与骨子里的高贵不甘, 让她们兴奋到了极点。 台上姚姑娘轻甩长袖, 一点起脚尖翩翩起舞, 台下真正欣赏她舞姿的人寥寥无几, 乌不时盯着她的脸或腰身露出淫荡的笑意。 林清婉垂下眼帘, 没了看热闹的心思, 耳边都是台下男人的疯狂喊叫, 不时夹杂着几句婚话。 周牧只盯着手中酒杯, 并未往台上看一眼。 一刻钟后, 舞婷、姚姑娘动作缓缓收住, 如一个木偶般站在台上不动, 等着接下来的命运。 台下男人叫嚣得厉害, 更有甚者想上台去拉姚姑娘, 却被轻楼的打手拦住。 那人仗着酒精骂骂咧咧几句, 也不敢真的硬伤, 毕竟雨香楼虽是轻楼, 可作为收纳关机的地方, 后台还是很硬的。 老宝满脸堆笑地走上台, 招着手示意大家安静。 姚姑娘的人与舞姿, 各位客官们也都看到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货色。 妈妈,我也不啰嗦, 岂不嫁, 一万两白银。 她伸出一个手指, 顿时引起一阵唏嘘声, 我说老宝, 你也太黑了吧, 张口就是一万两, 你怎么不直接去抢啊? 老宝, 这位客官, 姚姑娘曾经可是千金小姐, 您瞧瞧这玉手, 那叫一个柔软,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在座的, 想必都是商人, 这官家小姐, 可是不曾碰过的吧? 这滋味, 定是比你们家中的粗婆娘, 强了千百倍, 况且还是干净的, 一万两都是低了。 老宝说着, 就举起姚姑娘的手, 给说话的那男人看, 我可告诉你们,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这大户人家教养的小姐, 可是金贵着呢, 从头到脚, 就连皮肤都跟那奶娃娃似的, 嫩得低水, 那也不值一万两啊。 那男人小声嘟囔, 一双眼睛, 却粘在姚姑娘身上, 净是贪婪。 你要是没钱就闭嘴, 别耽误其他人喊假, 什么东西, 没钱, 来逛什么窑子, 冲什么大尾巴浪。 一直静默无声的赵泽, 突然出声赤道。 那男人脸色一变, 立即拍而起, 往二楼看来, 哪来的王八高子, 敢羞辱老子, 有本事给老子站出来。 你骂谁王八高子呢, 狗东西, 送上门找死。 赵泽声音一怒, 雅间门立时被踹开。 林清婉侧头看去, 透过窗纸, 能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蓝衣男子, 走至蓝前往楼下看去, 手中摇着把玉扇, 很是嚣张。 这是三皇子赵泽飞的兄弟, 家中是皇商。 林霄压低声音, 对林清婉解释。 林清婉上下打量他几眼, 看不清他的脸, 但就穿戴来看, 的确富贵。 赵泽, 就你骂的小爷是吧? 想清楚, 怎么死了吗? 赵泽善间对着那男人, 声音森冷, 都是风月场混的, 一看脸自然都认识是哪家的。 那男人一看见赵泽就白了脸, 这回更是吓得声音发抖, 连忙求柔。 赵公子, 对不住, 在下不知小侍宁, 实在对不住。 赵泽, 对不住, 一句对不住, 就想完事了。 来人, 给爷将他拖出去, 敲断他的腿。 赵泽本就窝着气, 这会儿逮着人自然全撒了出去。 任由那人如何苦喊, 都无一人敢出声管这闲事。 瞧那股寒酸气, 真不知道是怎么有脸出的门, 什么货色都敢肖想瑶姑娘,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人啊, 就是没脸没皮, 一家人凑一起, 都不一定买得起人姑娘一宿。 经常光顾雨香楼的人都知道, 赵泽这一番阴阳说的是谁, 众人纷纷沉默, 谁都不敢接话。 林清婉却是看着台上的姚姑娘, 离得太远, 她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见她的头滴滴垂着, 双手紧钻着衣裙。 赵泽的话, 虽是羞辱江叶, 可何尝不是在侮辱她。 是, 有些山野之人, 就是没才学, 除了那一身铜袖屁都不是, 也就只有这点东西能拿得出手了, 毕竟, 连窃位, 都是用钱买来的, 生来低贱, 一辈子也直不起腰来, 就算出了只野鸡, 也蹦跶不成凤凰。 左侧传来江叶的冷讽, 不多时, 也推开雅间门走了出来, 有些发福的身子, 走起来一晃一晃的。 林霄, 她是大皇子的妻弟。 林清婉点头, 赵泽阴冷的目光看向江叶, 她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说她姐姐是妾, 而且是用钱买来的, 因为那是事实。 而江叶最讨厌的, 就是有人说她家穷, 因为, 赵泽, 一万五千两, 江叶, 一万六千两, 两万, 两万一千两。 二人要争, 台下的男人们顿时泄了气, 谁都不敢再插手, 姑娘虽美, 可命更重要。 赵泽挑起眉, 三万两。 江叶面上不显, 手却钻得很紧, 三万一千两。 三万五。 江叶不说话了, 脸色难看得厉害。 听到价格, 被抬这么高, 劳宝洗得何不隆腓。 江公子, 您还加吗? 要是不加, 那姚姑娘今晚可就归赵公子了。 赵泽嗤笑一声, 看向江叶, 就这么点实力。 你也真有脸来。 江叶眼中闪过狠力, 加, 本公子出五万两。 现场一片哗然, 赵泽也冷了一瞬。 江叶, 你疯了? 你有那么多银子吗? 江叶一声嗤笑, 关你何事? 有本事你也加。 赵泽促锦眉, 有些犹豫, 赵家有钱不假, 可却并不是任由他挥霍的, 他全部的身家也不过五万两多些。 见他游移, 江叶挑起眉梢, 怎么? 加不起了? 你不是自诩加财万贯吗? 若是连这点资本都没有, 你还算得屁啊。 赵泽咬牙, 加, 也出五万五千两。 众人的目光又看向江叶, 只见他身旁的小四富尔过去, 不知说了什么。 江叶游移一瞬, 最终点头, 高升到六万两。 他挑衅地看向赵泽, 赵大财主, 有本事还加呀, 你不加就是孬肿。 赵泽目光无比的阴沉, 他在江叶面前唯一的优势就是有钱。 若今日输了, 往后他还怎么抬得起头? 公子, 不可在家了。 老爷知道, 肯定会教训您的。 他身旁的小四急声劝解, 赵家难顶很多, 更不如大家族那般在意敌数。 若非侧妃娘娘撑着, 就公子这般不争气的, 怕是早就被老爷放弃, 扶持树子, 解体家主之位了。 那小四刚拽了拽赵泽的衣袖, 就被怒火中烧的赵泽一脚给踹到了地上, 也用你提醒。 他扭头阴冷地看着江叶, 半晌后, 突然哼笑一声, 一个忌子而已, 也不要了, 让给你。 说完转身要回雅间, 江叶好不容易出口恶气, 怎会轻易放过他, 自幼是好一番嘲讽, 气得赵泽面色铁青, 眼中阴云密布。 他阴质地撇过江叶, 冷冷一笑, 关上了雅间的门。 江叶脸上都是胜利的得意, 又恶心了赵泽好一会儿才停住。 看向老宝, 老女人,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将姚姑娘给爷送过来。 第172章冲突, 老宝忙应声, 江公子放心, 带姚姑娘舒服妥当, 立即就给您送去。 江叶应了一声, 趾高气昂地回了雅间。 拍价结束, 台下的男人唉声叹气, 颇为失落地接连离去, 剩下一小部分寻别的姑娘做乐趣了。 周末终于放下酒杯, 林霄, 在她的脸上带着兴奋英试。 林清婉看着林霄离开的背影, 不禁坐直了身子, 重头戏来了。 正想着, 周末会以何种手段挑起二人争斗, 一块陶苏膏就递到了眼前。 先吃些东西, 等办完事出去吃饭。 他们的雅间刚好在江叶与赵泽中间, 是以周末声音压得很低, 轻略的气息让林清婉有几分不自在。 他伸手接过, 仰头无声, 说了句谢谢, 小口地吃了起来。 顾娘子的手艺比起上次又精进不少。 半个钟后, 隔壁赵泽的雅间传来一声巨响, 随即是零碎的脚步声走远。 赵泽走了? 林清婉皱着眉, 去演周末, 后者却是一派不以为然, 便也收起了心思。 他只是个看热闹的, 旁的事与他无关。 大约又过了一炷香, 突然有哭闹叫喊声响起, 夹杂着老宝的急声。 赵公子, 您不能这样, 姚姑娘已经被江公子定下了, 您怎么能闯进姚姑娘相规呢? 老子为何不能静? 他有胆子敢睡老子的女人。 老子为何不能碰他的? 你给老子让开, 否则也连你一块教训。 林清婉都听猛了, 他看向周末, 后者一脸平静, 依靠在踏上听戏。 接着, 又是老宝的声音, 这次不是冲赵泽, 而是直接吆喝, 江公子, 赵公子要硬抢姚姑娘, 奴家拦不住啊, 您快想想办法啊。 窗纸上印出一团模糊的影子, 可将公子银子都交了, 赵公子, 不如您与江公子商量商量, 若是江公子愿意将姚姑娘给您, 奴家绝无二话。 滚开。 赵泽一声怒吼, 他身边的小厮立即上前拦住老宝驱路, 赵泽抓着姚姑娘手腕直接冲江夜所在的雅间走来。 透过窗纸, 林清婉能看到姚姑娘那张花容失色的脸, 以及赵泽喷火的毛子。 他直接将姚姑娘带到江夜门前, 随后抵在墙上, 手上不老实起来, 姚姑娘哭得厉害, 满脸屈辱, 拼命地想拢住一群反抗, 却被怒气上头的赵泽狠狠地甩了一个巴掌。 此时, 走廊上与楼下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不明所以地窃窃私欲。 赵泽指着姚姑娘的脸, 恶狠狠道, 爷告诉你, 今晚你是爷的人, 爷就硬抢了。 那个买下你的缩头乌龟, 若是赶出来, 也绝对敲断他的第三只腿。 话落, 他又瞥向围观的人群, 随后目光落到江夜门上, 江大公子不是厉害吗? 方才不是还趾高气昂的羞辱爷吗? 现在, 爷就堵他门口, 用他江夜的女人, 有本事给爷出来。 缩头乌龟, 我呸。 他一口唾沫吐在雅间门上, 眼中闪着暴力的光, 回身开始拉扯姚姑娘。 虽是青楼女子, 可也不容人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羞辱, 姚姑娘满脸是泪, 恨不得一头撞死。 老宝到底存着一丝良知, 忍着害怕上前劝解。 赵公子, 既是江公子愿意让给你, 那你就将姚姑娘带房里去吧。 这里还有奴家的客人在呢, 也让你滚开。 你若是再敢多管闲事, 也就让门口的车夫进来, 连你一块收拾。 赵泽一脚揣在老宝的身上, 虽看似迫不及待地拉扯姚姑娘, 实则动作很慢, 显然是在故意羞辱姜业。 他心中的气, 怎是一个妓女能浇灭的, 他就不信姜业, 那畜生能坐得住。 林青晚捶着毛子, 紧趴钻成了一团, 那个姑娘。 那个女子的父亲, 曾是荆州刺史, 荆州雨灾时, 她为宝珠头上巫纱帽, 知情不报, 只顾贪图享乐, 搜刮名财, 导致数十处村子被淹, 且事后毫无动作, 最后担心事情暴露, 还杀了侥幸活下来的村民。 经黑甲未统计, 死亡人数大约三百余人。 周牧声音很轻, 却仿佛结了一层冷霜。 林青晚搅着帕子, 可, 你是想说, 罪不及家人吗? 周牧手中捏着酒杯, 口吻淡漠。 林青晚不语, 可他父亲贪污的钱财, 他享受了, 他父亲在位期间, 经他手的冤案,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最后都是谁出价高, 谁占领。 还有, 周牧转头看着林青晚, 被他杀的那些村民, 难道就不无辜吗? 据当地官兵招任, 最小的不过三岁上下, 不过还是个奶娃娃。 这个女子, 本是该送去边境军营的, 是她的脸, 救了她一命。 所以, 这是她应有的代价。 林青晚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对姚姑娘的不忍依旧还在, 却也仅此而已。 也许, 她宁愿死呢。 外面依旧闹得厉害,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一向社会的劳保, 竟会不顾一切的拼命阻拦。 江公子, 你快出来救救姚姑娘, 她可是你的人啊。 赵公子, 你行行好, 哪怕换个没人的地方, 你这样会逼死人的。 她一边喊着江夜, 一边拦着赵泽, 忙得不可开交。 雅间里, 木窗已经被林霄关上, 除了声音, 林青晚什么都看不到, 刚好她也不想看, 不能看。 看热闹的人有不忍的, 却也有淫秽鼠背往上凑, 便是没那福气, 宝宝眼福也是可以的。 赵泽, 你逼人太善。 一直默不吭声的江夜, 终于出声了。 随着老宝的哭叫声, 雅间门吱压一声打开, 江夜胖胖的脸竟是怒意走了出来。 若她当真缩在房里, 任由赵泽气在头上, 那么她往后就不必见人了, 连同江家的脸也丢了个干净。 况且, 她就不信赵泽敢将那事说出来, 便是她不要脸面, 也得顾忌着回家, 会不会被她爹打死。 赵泽就等着江夜出来呢, 心中的火气顿时烧了起来, 立即放开姚姑娘, 举起拳头就朝着江夜冲了过去。 二人都默契得不多话, 只扭打在一起, 赵泽毕竟柔弱, 不过一会儿就落了下风, 被江夜骑着打。 她垂下头, 不知在赵泽的耳边说了什么, 随后满脸吟笑, 本已无力气的赵泽, 却突然发了狂一般, 怒叫起来, 江夜, 老子要杀了你。 老宝急得不行, 盲命令人去拉开打架的二人, 若是在这里出了事, 雨香楼可算是摊上事了。 两个粗壮的打手, 立即走上前, 一左一右地拉扯, 身穿灰布衫子的男人, 一脸憨厚, 他伸手去拽江夜, 掐住赵泽脖子的手, 手腕上被粗布条绑住的短刀, 却恰巧露了出来。 赵泽此时已经红了眼, 他看到那把短刀, 立气横生, 想也不想地, 就抽了出来。 趁另一个打手制住江夜时, 想也不想, 就直接捅了过去。 江夜嘴里的叫嚣嘎然而止,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腹部, 巨大的疼痛袭来, 让他嘴唇都哆嗦起来。 连续三刀过后, 围观人群这才反应过来, 吓得尖叫连连。 而江夜, 早已疼得说不出话, 眼前逐渐模糊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赵泽竟会疯狂至此。 第173章印子前, 哎哟, 要人命拉, 快, 快来人去报官, 去请大夫。 老宝下白了脸, 声音都直哆嗦, 离得老远。 挥布衫子的打手反应过来, 连忙制止赵泽, 夺过他手中短刀, 将人给拉到了一边。 江夜躺在血泊中, 已经没了动静, 赵泽眼中的阴力缓缓退去, 恢复了一丝理智的他, 不可抑制地慌张起来。 他, 他竟然杀了江夜, 他只是生气, 想给他一点教训而已。 怎么会, 他看着自己的手, 突然正开打手, 步履不稳地往外冲去。 老宝哪里赶拦, 反正刚才的事, 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赵泽又能跑到哪去, 无非是回赵家班救兵。 我们走吧。 周牧起身对林清婉伸出了手。 林清婉还沉浸在外面的喧哗声中, 文言抬起头, 那个打手, 是你安排的。 嗯。 他答得利落。 林清婉看着他的手, 由于扮上后, 抬手放上去, 外面正乱得厉害, 有他在旁挡着, 总能安全些。 一行三人走出雅间, 往事故发生相反的方向走去。 此时, 看热闹的, 救人的, 都围绕着江夜, 自没人注意到他们离开。 林清婉回头看了一眼, 鲜血遍地, 江夜依旧躺在那里, 大夫还没来, 老保急得团团转。 而姚姑娘, 正安静地靠在篮前, 攥住衣领, 看着发生的一切。 四爷, 奴送您出去。 子路早后在楼梯口, 行李后在前引路。 随着来时的路, 几人七拐八绕到了青楼姑娘的住处, 林清婉吸吸鼻子, 淡淡花香萦绕鼻尖, 冲淡了楼里的脂粉香气。 不接客时, 那些姑娘, 还是很会生活的。 她正看着, 却觉得前方的男人脚步加快了不少, 像有什么事一般, 被她带着快速出了那小院。 林清婉眨眨眨眼, 也不多问。 走过那几间黑屋子, 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哭声, 很是熟悉, 还不时夹杂着几句咒骂。 林清婉仿若没听到般, 随着周末出去。 后门处, 马车正等在哪? 子路姑娘回过身, 有几分欲言又止, 眼中有着不知名情绪。 林清婉立即松开手, 周世子, 我先上车等您。 她抬不要走, 却又被拉住了手腕, 周末看她一眼没说话, 随后撇向子路。 子路垂下头, 遮住眼底苦涩, 奴婢没别的事情, 只是, 想问问世子, 家妹可好。 她跟在府上表小姐身边, 过得不错。 若你想要见她, 自可去淮阳王府见。 周末达完, 不再停留, 拉着林清婉利落上了马车。 林霄看了子路一眼, 轻叹口气, 随即跳上马车, 扬长而去。 子路看着绝尘而去的马车, 久久不曾收回视线, 她本以为她那般薄情之人, 不会有人能走进她的心里。 马车里, 被她拉过的那只手镯烫得厉害, 林清婉有些恍惚, 不敢相信她, 竟然去青楼转了一圈。 周末, 想吃什么? 林清婉回过神, 都渴。 林霄, 克莱轩。 她冲外面吩咐一句, 余光瞥见少女窝的泛白的小手, 但声道, 你不必担心, 今日之事, 绝不会有半个字流传出去, 任何人都不会知晓, 你去过青楼。 心中不安稍减, 林清婉到了声谢, 就安安静静地作纳不说话, 不知在思索什么。 周末既不可见地猝眉, 随即揽声问道, 你可想知道, 赵泽为何突然发疯, 羞辱江叶。 林清婉正正抬头, 没想到周末会主动提及这个话题, 应是与你让林霄透给赵泽的话有关吧。 周末点头, 赵泽出入风月场所, 虽艾瑟却也有一个心上人。 那人是旁人送于他父亲的歌姬, 二人时常暗中优惠, 那歌姬颇有几分美貌, 后来又被大理寺瞧中, 赵家主为与其交好, 将歌姬转赠。 几番周折后, 那歌姬最终落入了江府。 赵泽拿银子与江叶做了交易, 不曾想, 江叶收了银子, 又贪图那歌姬美貌, 不仅碰了那歌姬, 最后许是为了谢对赵泽的不满, 还将人赏给了院里的下人。 林青婉, 你让子鹿先挑起二人不快, 然后又因姚姑娘一事, 让赵泽怒火达到顶峰, 最后让凌霄将这件事, 透给了赵泽知晓。 嗯, 那歌姬是赵泽的逆龄, 想让他发疯只能如此, 那两人虽混账, 可毕竟是大族中长大的, 形势很有分寸, 不会真的闹出大事, 所以, 只能先击碎他的理智。 周牧出奇的好脾气, 让林青婉颇有些诧异。 可, 听赵泽的意思, 江夜不是很穷吗? 哪来的六万两银子? 本世子借他的。 林青婉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周牧扯扯嘴角, 江家底蕴不深, 江夜挥霍的钱大多都是借来的, 不然照他这么败家, 江家早就借不开锅了。 可他就算借, 也得有钱还才行啊。 周牧看着迷惑的少女, 一开眼睛说, 说是借, 无异于硬抢。 他不还, 那些人也不敢真的拿他怎么样, 如今整个圣经的钱庄、 赌场都不做他的生意, 除非他已施压人, 他们无可奈何。 那你的银子怎么办? 难不成白送他? 林青婉觉得, 这男人绝对没这么好心。 周牧唇叛擒着嘲讽, 他借的银子是林萧寻的几个亡命之徒, 放给他的印子钱。 既然是亡命之徒, 那便没什么顾忌。 他不还, 本世子打到他还就是。 黑甲卫去要账, 林青婉想想就觉得很滑稽。 凭空出现打他一顿, 在凭空消失, 任江叶翻了天也找不到人, 不还就接着打。 几次下来, 江叶没了办法, 只得还钱。 周牧赞同的点头, 见少女忍不住笑的翘脸, 他心情也颇为不错。 不曾想到, 周世子竟也如此腹黑。 林青婉脱口而出, 反应过来后又微抿住嘴。 周牧, 本世子向来如此, 从不遮掩, 外界的传言都是他们与我的评判, 与本世子无关, 更不会成为束缚。 林青婉抬眼看着他, 周牧同样注视着林青婉。 不论表现在外人面前的你如何, 都不影响作响成为的自己, 没必要一直居着, 人生一世, 如白居过细, 畅快才是真的。 第174章九楼, 林青婉证然, 半上没有言语。 真正的自己, 他好久都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主子, 到克莱轩了。 林霄在外提醒, 林青婉这方回神, 随周牧身后下了马车。 守门的小二见。 他们有些惊讶, 连忙冲屋里喊了句掌柜的, 这才来赢。 周世子, 您可是用饭的, 楼上有雅间。 周牧微微点头, 一行人随小二上了二楼。 林青婉看着空空荡荡的酒楼, 不禁醋眉。 这怕不是有雅间, 应是整间酒楼都空着吧。 林霄皱着眉问, 小二, 最近生意这么差的吗? 怎地一个客人都没有。 那小二脸色发苦, 偷去了眼周牧, 无奈地摇摇头。 几人进入雅间坐下, 小二询问过菜色, 又上了茶后离去。 林青婉醋眉看了眼桌角灰尘, 忍不住道, 最近秋为在即, 各路学子进京赶考。 酒楼客栈生意应是最不错的才对, 怎会如此萧条? 林霄点头, 属下也觉得奇怪。 主子, 这以前生意虽差, 可也没差到这个地步。 周牧锁着眉, 没有硬化。 林青婉有些讶异, 这酒楼, 是你的产业。 周牧面上有四不自在, 我一点了点头, 是我母妃留下的嫁妆。 只不过我常年在外, 又不懂打理, 逐渐败落了。 男主外, 女主内, 是常态。 周牧作为男人, 又出身轻贵, 自然不曾接触过生意上的东西, 几乎从未过问过。 林霄有些怅然, 以前王妃还在时, 这间酒楼可是日进斗金, 如今却是连本都保不住。 周牧面色不渝, 不着痕迹地瞪了林霄一眼, 后者才善善闭上嘴。 这样说, 的确显得他家主子很笨一样, 连个酒楼都保不住。 林清婉接口, 那有何奇怪,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域, 若是让生意人去打仗, 怕是连命都保不住。 林清婉拿帕子去擦桌子, 却被周牧制止, 你的帕子是贴身之物, 怎能擦尘土。 话若他看向林霄, 眼中一死明显, 林霄撇撇嘴, 只得用袖子将桌上尘土擦掉, 沾了一袖子的灰。 林小姐的贴身帕子不能擦土, 他的衣服就能。 林清婉瞧着林霄, 不禁明起唇, 有些, 想笑。 即便你不擅长经营, 可淮阳王府里应该有管事, 他们经常打理主家生意, 应是最拿手的。 你为何不交与他们打理? 周牧垂下眼, 没有接话。 林霄道, 府上的产业都是经侧妃守在打理, 这处酒楼是王妃生前最喜欢来的地方。 林清婉点头, 没再说话。 他偷去向周牧, 不禁叹息, 即便是贵为皇亲, 原也有无可奈何, 心伤继络的时候。 林霄见自家主子不说话, 这才松口气, 府上事情本不适合与外人言说, 可主子既然带林小姐来这里, 说明主子心里应是认可林小姐的。 不多时, 小二将菜端了上来。 单就菜色与味道而言, 厨师的手艺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甜食, 做得更是没得说, 比起林清婉吃过的任何一家酒楼都强上一些。 味道很不错。 林清婉夸赞道, 如此看来, 应就是经营上出了问题。 若实在不行, 你可以换一个掌柜的试试, 有些人经验丰富, 应是可以帮到你。 周牧, 如今的掌柜是以前军中的一个将领, 后来伤了腿不能打仗, 我便将他安排在了酒楼。 一个五刀弄棒的粗人, 怕是从未接触过这些, 能认全字都是好的, 应是无处可拒之人。 林清婉听到这话就歇了心思, 也不再多话。 很明显, 这位主怕事就没想过赚钱, 开着酒楼, 不过就是留个念想罢了。 正吃着饭, 外面传来敲门声, 林霄打开门, 就见一个武士上下的老头正站在那。 华叔。 林霄唤了一声, 忙伸手接过他手中托盘。 华叔笑着硬声, 颠着右腿一拐一拐地走了进来。 柿子, 小姐。 他拱手行了一礼, 后厨做了些点心, 是他家乡最拿手的小吃, 小的拿上来给这位小姐尝尝鲜。 林霄将那托盘放在桌上, 浓浓的甜香气顿时扑鼻而来。 林霄唤伸手捏起一个咬了一口, 入口软糯, 甜而不腻, 的确很不错。 谢谢华叔, 很好吃。 林霄唤笑着道谢, 即使为国伤了身子, 便理应遵知。 小姐客气了, 都是小的应该做的, 当不起名线。 他深深攻腰, 又冲周木道, 若是世子无事交代, 小的就不打扰二位用饭了, 小的先行退下。 周木点头, 你去忙吧。 华叔应了一声, 拖着右腿走了出去, 林霄唤瞧着他那条伤腿, 应是伤得很重, 才使不上力气。 一顿饭吃得有几分沉重, 待从克莱轩出来时, 已日落西山。 马车上, 周木面上平静, 林霄唤却觉得他心情不是很愉快, 便只安静坐着。 不想周木沉默半赏后, 却率先开口。 你最近一直在读书。 林霄唤冷了片刻, 随后点头, 开始是闲着无聊。 后来, 祖父见我, 对诗文类一窍不通, 觉得我才学不鲜, 便让我每日读书。 周木声音清凉, 你祖父的才学比起你表哥, 高得不是一心半点。 林霄唤点头, 随后又低下头, 我知道。 他老人家教的东西我看不懂, 祖父嫌弃我, 便教由了大表哥教。 周木面色清冷, 却赞同道, 读些书没坏处, 总好过每日晨昏定省的林霄, 守着那些刻板的礼教规矩。 林霄唤深以为然, 外祖母开明,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约束。 不施加规矩, 处处耳提面命, 严苛教导小辈, 便是在自己院里, 他都得身端体质, 时时守着仪态。 更黄论如今与外男出府, 甚至还逛了青楼, 那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但无疑这样的生活, 让他很是快意。 第175章出事。 主子, 王府到了。 车外响起林霄的声音, 林清婉撩起车帘看了一眼, 随后冲周木汗手, 那我就先回去了。 周木闭上眼睛没有言语, 就在林清婉下车之际, 车厢里才飘出男人清冷的声音, 王家门前, 未免给你带来麻烦, 我就不送你了, 有时间, 我再带你出府。 林清婉顿了片刻, 才轻声回了一个好字。 掀过车帘一脚, 周木看着那人头也不回的身影, 缓缓消失在视线中, 不由促起眉。 没良心。 他小声呢喃一句, 书弟放下车帘, 林霄咧了咧嘴, 笑得很歉。 马车离开王府门前, 走进另一个街道后, 缓缓停了下来。 主子, 将南芙蓉糕点铺送回的消息, 林家出事了。 林霄低声道, 周木闭着的眼睛豁然睁开, 冷声问, 怎么回事? 林霄, 林小姐的堂弟, 烂赌被人下了套, 输掉大半家财, 债主找上林府。 林家, 如今情况不比往日, 虽林家主称已将林轩峰赶出了家门, 可那些人不认, 硬是搜空了林家, 连带谨剩的一些生意, 也被损毁。 周木扮上后才沉声问, 沈默呢? 他不管。 林霄, 沈家并未有任何动作, 据送回的消息称, 沈默曾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一天, 登门与林大公子碰面, 二人不知谈了什么, 最终不欢而散。 交易没谈拢吗? 周木手指敲着小案, 片刻后冷笑出声, 他惦念的, 无非是圣经的他。 华阳王府, 周木的书房。 林霄猝着没道, 主子,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林家在之前那场变故后, 人脉根基尽毁, 可毕竟有沈家这门阴亲在, 怎就会被欺辱至此。 据那边的消息称, 如今的林家已经入不敷出, 和府上下缩衣结石, 甚至已经靠典荡维持体面。 周木身子往后仰去, 眸光冰冷, 那边可派人查过, 这件事其中有没有沈默的手柄。 林霄危症, 随即反应过来, 主子的意思是, 沈默故意设局, 意图牵制林家, 逼林小姐回去。 周木, 秋为在即, 放榜之后, 便是一锦还乡的日子。 可, 沈家不是要进京吗? 周木抬眼看向林霄, 带着思嫌弃, 林家二郎之才, 势必高中, 接下来就是官职高低, 三叔六不往哪去, 是金官, 还是外放, 便取决于囊中的银子, 能扑就什么样的路。 是嫁女儿, 抓住林家负起的希望, 还是退婚, 林家就此倒下。 林霄明白过来, 不禁扎舌, 这, 林小姐毕竟还是她的未婚妻, 沈家与林家又是殷亲, 她不会这么狠吧。 周木不语, 端起桌上凉茶抿了一口, 片刻后才道, 你要那边查查, 里面究竟有没有沈墨的操控? 林小点头印下, 又道, 属下觉得, 即便不是沈墨的手笔, 那其他几家找上门药账羞辱, 肯定是有她纵容的成分在的, 不然那些人哪来那么大胆子, 感动她沈家的亲家。 周木放下茶盏, 沈墨片刻后突然问道, 沈墨如今还有几日进京, 大约后日能到, 周木眸色沉沉, 后日, 她单手撑着头, 不知在思索什么, 林小恭敬立在下手, 听着接下来的吩咐。 按时间推算, 林家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半月之前, 周木眯着眼道, 我记得, 林家二房的老爷, 是一把经商的好手。 林小想了想, 随即促起眉, 林家的二老爷倒是不差, 可就毁在取错了媳妇, 生了个混账儿子, 整日无所事事, 只会吃喝玩乐, 搅合的家中不得安宁。 周木哼笑一声, 经此一世, 你以为林家大公子, 还能容得下这颗老鼠屎? 林小点头, 若如此, 林家都不解决这个祸患, 那林家便真是气数尽了。 周木想到什么, 突然转了话题道, 你待会启程, 去趟话语村, 将陈嬷嬷给接回来。 林小闻言愣住, 接, 陈嬷嬷?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家主子, 自打王妃去世, 主子可是一次都不肯见这位昔日中仆的。 嗯, 你告诉他, 若想母妃的遗愿达成, 本世子需要他的帮忙。 林小脸色肃然, 立即应下。 见周木不再开口, 懒散地看起书卷, 不由犹豫开口。 主子, 那江南那边, 可需要咱们的人帮帮林家。 周木翻书的手一顿, 随后又恢复如常, 不必, 此事我自由打算。 林小拱手, 转身准备去请人。 等等。 周木突然叫住他, 又道, 你记得告诉程嬷嬷, 母妃的酒楼要倒了。 林小有些不明所以, 却也没多问, 只应下离去。 王府。 林青婉回到锦绣阁不久, 宁香也回来了, 他进门就开始寻他, 直到看见林青婉安稳依靠在软榻上, 才长嘘一口气。 小姐, 您去哪了? 怎地半路将奴婢给丢下了, 奴婢都急死了。 林青婉眼神从书上移开, 落在宁香手中的大大小小盒子上, 勾勾嘴角。 我倒没看出你哪里着急, 倒是跟别人玩得挺开心的。 宁香脸颊顿时红了, 扭捏半赏才道, 小姐, 您说什么呢? 是他说, 周世子带您有事要办, 让奴婢先等着。 林青婉挑眉, 是哪位? 宁香脸胀红, 奴, 奴婢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周世子的侍卫。 周木的随侍, 他好像就认识林骁一个, 突然, 他脑中金光一闪, 看向宁香问, 是在江南时, 四合院门口的那个木头庄子。 宁香垂下头, 半赏才恩了一声。 见他这样, 林青婉笑笑也不再调侃。 第176章 母子嫌隙 外院的一间书房里, 窗前有一修长身影, 副手而立, 温雅中夹杂着淡淡冷气。 片刻后, 门外传来响动, 一名小厮快步进屋, 面色松缓。 大公子, 门房那边送来消息, 表小姐已经回府了, 您不用再担心了。 王景旭闻言缓缓转身, 眉眼侵略中带着暗芒, 王平可回来了。 小厮垂下头, 回了, 只是, 他中途在一家乘衣铺子门前 被周世子甩掉, 后来跟错了人。 王景旭眼底闪过冷意, 眨眼又恢复如初, 周牧何等人物, 若是跟踪他不被发现, 才真是让人失望。 既然人没事, 安全回来就可。 行了, 你们都退下去休息吧。 小厮犹豫开口, 可是, 主子, 您今日还不曾用过饭, 如今即使表小姐安全回来了, 您不如吃点东西, 否则明日精神不济, 还怎么教导表小姐与大小姐。 王景旭靠在椅背上, 疲惫地揉着眉心, 不必了, 我不饿, 你下去吧。 小厮一脸难色, 还想再劝, 门外却突然响起一声责怪。 怎么, 你莫不是担心, 他担心的饭都吃不下去, 自己身体都顾不得。 小厮一惊, 连忙回身行礼, 小得见过夫人。 李氏摆摆手, 你先下去。 小厮一事, 担忧地看眼主子, 忙不迭退了出去。 王景旭薄唇清敏, 站起身拱手行礼, 母亲, 您怎爹, 这时候过来了? 李氏瞥他一眼, 面上不渝, 我若不是这时候来看你, 还不知道, 你竟然有这心思。 王景旭不语, 走过去扶着李氏坐下。 李氏冲身旁嬷嬷抬了抬手, 那嬷嬷也立即退了出去。 他这才看向自己儿子, 面色严肃。 王景旭手中茶盏捏得很紧, 抬眼对上母亲眸子, 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 儿子仲义表妹, 求母亲成全。 不可能。 李氏立即反对, 他脸上带着怒意。 景旭, 你一向聪慧, 自小便有主意, 母亲也一直随着你的性子来, 并不曾干涉。 可唯独这件事, 绝不可以。 王景旭脸上并无意外, 捶着头并未言语。 李氏看着他, 叹息后缓和几分语气。 景旭, 你可知你的婚事关系着王家未来, 将来朝堂之上。 若是你没有妻族助力, 想走上高位, 会何等艰难。 你一直都看得清局势, 这次怎的如此糊涂。 王家因你祖父志士大不如前, 你父亲与叔叔也是官知不鲜, 这辈子几乎没有升迁的希望。 林家如今亦是自身难保, 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 你如何能抗得住, 你的仕途会被毁了的。 朝堂之上, 若没有助力, 几乎步步为奸, 哪怕你再有才华, 商量, 无人会帮你。 李氏也是官宦出身, 怎会不懂其中艰难? 你从小到大, 我几乎从未反对过你的决定, 可谓有这一件不成。 若林家还是当初的世家, 便是根基不在圣经, 看在你愿意。 你祖父祖母欢喜的份上, 我也会考虑一二, 如今, 却是绝无可能。 你趁早些了这心思, 若是你祖母真有意, 让他嫁入王家, 那么, 即便是, 让你弟弟娶, 也绝技不会是你。 王景虚脸上瓶颈打破, 染上寒霜, 我的仕途能否顺畅, 官拜高位, 是由我的能力决定。 而非旁人助力, 当今皇上最不喜结党分派, 破坏朝堂风气不说, 还不亦把控。 若我争取了一个高门妻子, 从根本上, 我将来的成就, 能走到哪个高度, 就已经被皇上定死了。 母亲, 你可知, 祖父为何极流永退? 祖父一代文官, 虽曾教养其他皇子帝皇之术, 可也不至于被皇上忌惮至此。 而真正让咱们不得不退的原因, 是祖母的母族。 武将世家与当朝太师联手, 对皇家会造成怎样的威胁? 您可知晓。 王景虚谋带冷光, 句句犀利, 令李氏无可反驳。 在朝世上, 他与夫君都不如儿子看得透彻。 李氏沉默半上, 依旧摇头, 纵使你说得对, 可咱们王家如今已大不如前, 便是看在咱们王家识相的份上, 皇上也会放下戒心, 大不了咱们避开武将择选, 想是功力也不会不快。 谨虚, 你是未来的王家当家人, 你的妻子, 不仅要能给予你外界的助力, 还要有能力撑起后宅, 这迎来送往, 与各大家打交道, 都是细活。 你表妹, 她自小长在江南, 大族就那么几家, 与圣经的错综复杂完全不同, 她应付不来的, 不仅帮不到你, 嗨, 成为你的累赘。 李氏语重心长地劝着, 那丫头确实乖巧, 可少几分魄力, 并不是一座大族的当家主母, 若你不用继承王家, 她是再好不过的, 母亲也欢喜, 可你身为长子, 你的妻子, 要你并肩而行。 你便听母亲这一次, 别惦记她了。 王景须舌尖发苦, 泛白的指尖捏着茶盏一饮而尽, 母亲, 您说的我都明白, 可我自有我的考量, 她能否担起责任, 儿子心中自有定数。 见她依旧坚持, 李氏气得厉害, 我不管你有什么考量, 总之, 你娶她, 我不同意。 你祖母也绝不会答应让她做妾, 若你依旧执拗, 那就别怪母亲给她难堪。 李氏重重放下茶盏, 我本看在你祖母的份上, 愿意善待她几分。 可若她毁了你的仕途, 我便绝不能忍。 三年前, 你近视极地本该入朝为官, 可你祖父一直拦着不让, 称不是时候, 今年我与你父亲商量, 先给你某个官职底下的石缺, 只要将来有人助你一臂之力, 家之王家根基, 你也能混出个名堂。 以后藏书楼你不许再去, 安心在房中准备秋为后入朝。 那两个姑娘那边, 母亲自会想办法, 请了先生来教。 若你不听我的, 我定会找上藏书楼, 当众蛇他脸面, 到时别怪母亲没提醒你。 李氏说完, 不等王景虚开口便气冲冲地离开。 小四推门进来, 看到自家公子阴沉至极的脸色, 吓得立即进了声。 王景虚谋中结上冷霜, 书弟挥落身边暗机上一阴茶具, 碎片见得到处都是, 吓得小厮净若寒蝉, 跟随公子身边十数年, 他还是第一次见公子, 发这么大的火。 回了方华院的李氏七的胸口直疼, 幸亏听二郎提及, 我发觉他的异样才早早发现, 能及时阻止, 否则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他的嬷嬷忙给他递了杯温茶, 又给他顺着后背, 夫人别气了, 大公子年轻气盛, 表小姐又乖巧漂亮, 大公子动心也是常理之中, 待以后您给他说了亲事, 再与别的姑娘接触, 这心思很快就会淡下去了。 李氏叹息, 我只怕没那么容易, 从小到大, 他一心都在功课上, 你瞧着他身边可曾留一个貌美的丫鬟, 从前, 我都担心他不尽女色, 是不是身体不妥,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这想法, 可偏偏又是个不能沾的主。 若是丫鬟, 大不了说个通房, 正妻进门后再抬个妾, 可林青丸可是婆母的心头肉, 又是亲姑子的女儿, 妾是万万不行的, 只能阻断掉二人可能, 可景旭会轻易放弃吗? 主仆二人都沉默下来, 李氏沉吟半赏, 突然道, 你明得派人去探探, 看看景旭去藏树楼交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是有人有意为之, 还是碰巧? 嬷嬷迟疑半课道, 夫人是担心表小姐失手段, 想盘扯咱们大公子。 我也说不准, 总归小心些最好, 她不愿嫁进沈家, 若当真, 有这想法也不奇怪, 三房那位表小姐, 不就一直存着痴望? 不过我心知, 景旭定看不上她, 也就懒得理会。 成, 老奴明日便去打听。 李氏点头, 随后闭上眼睛往后靠去, 你这几日多上些心, 看哪家有何事女子的先生, 请回府上一位, 省得景旭心里念着, 总想往那跑。 是。 第177章称病, 一日清晨, 宁香照例打了洗脸水进屋, 却见林青晚, 今日并未如如往常, 一般早起, 反倒还在酣睡, 不由走上前探向她额头。 不烫, 她低难一句, 放下心来。 随后小声唤她, 小姐, 小姐, 时辰不早了, 等下大小姐该来寻你了。 林青晚猝起眉, 懒懒睁开眼眸, 若表姐过来, 你就告诉她哦, 今日不舒服, 先不去藏书楼了, 二哥不日即将下场, 我也想给她准备些东西带着。 宁香有些惊讶, 见小姐面色红润, 精神不错, 自然知道, 此话是推辞, 稍稍一想变之缘由, 她心下无奈, 点头称是。 那小姐, 您再睡会儿吧。 奴婢在外扫着门。 林青晚点头, 又吩咐道, 你去烫厨房, 让宁霜做个补身子的汤, 晚些, 我去外院看她二哥。 成, 奴婢这就去。 宁香走后, 林青晚又躺下睡了过去, 直到阳光洒进闺房, 照在她的脸上, 她这才悠悠转醒。 听到动静的宁香, 连忙推门进来, 小姐醒了。 林青晚被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睛, 直指窗户, 宁香见此连忙走过去放下窗帘, 昨日想着照照屋子, 省得屋内阴潮, 不曾想尽忘了, 将窗帘放下来。 沙帘放下, 屋中顿时清凉不守, 林青晚深深胳膊起身, 几个月不曾睡过懒觉, 偶尔一次, 净睡得腰酸被痛。 现在什么时辰了? 宁香端了洗脸水上前, 给她镜面漱口, 回到, 快到五十了。 睡了这么久, 林青晚晃晃脑袋, 还是有些昏沉。 表姐早上可来过。 宁香摇头, 大小姐身边的丫鬟早上来报, 说是大小姐昨日踢了被子, 着了些风寒, 今日也不去了。 林青晚闻言扯扯嘴角, 她这位表姐, 可真是位心死玲珑的妙人。 宁香笑道, 大小姐定是知道, 您躲着大表少爷, 又怕您因她为难, 故意这样呢。 林青晚不治可否, 表姐虽财学不显, 可却是个心鸣眼亮的人, 自然能看出她对大表哥的疏离。 如今她称病不去, 倒是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吃过午饭, 林青晚便带着宁霜 炖了一上午的汤去了前院。 再有五日便要下场, 也不知二哥准备得如何, 她这些日子琐事缠身, 要么就是待在藏书楼里, 也怕扰她温习, 竟是不曾关心过她。 穿过垂花拱门, 往外院的成华院走, 那里位置稍偏些, 是个清静地方, 正适合林轩义安心读书, 是王老夫人特意给她准备的。 外院几个公子的住处, 相隔不算太远, 尤其鼠王景须与林轩义的住处挨得最近。 李氏提着石河刚从大儿子的院子里出来, 就瞧见不远处, 有一抹淡青色衣裙的少女缓缓走来, 顿时脸色微沉, 问身侧嬷嬷。 你确定她有意闭着须根? 嬷嬷点头, 据吓人叙述, 的确是这么回事。 她看着少女丫鬟手中提着的石河, 由于开口, 夫人, 表小姐应是去看表少爷的吧, 再过几日, 表少爷就该下场了。 李氏闻言皱着眉, 没有说话, 就那么看着少女走近, 她突然回身, 看眼身后院子, 不禁后悔不该, 将她与林轩义安排得太近。 若是那丫头存了心思, 三天两头地来, 仅需如何能安下心看书。 但愿她的确没那心思, 便是看在她母亲的份上, 我也愿在后待她几分。 林轩乱瞧见李氏身影, 眸中闪过无奈, 脸上却立即挂上笑, 走过去见李, 大舅母, 您也来看大表哥吗? 李氏面色稍顿, 片刻后扯起嘴角, 是啊, 你表哥秋为后要入朝, 届时还要有一场考核, 这些日子她都顾着瞎完了, 也不知道上心。 没办法, 舅母只得亲自督促着她。 林轩乱面上笑意微致, 眼眸微微垂下, 带舅母说的是, 仕途才是最重要的。 李氏听到这话, 面色缓和几分, 你这是去看一根吗? 林轩乱点头, 正是, 再过几日就是秋为了, 我来看看二哥。 李氏, 是该来看看, 不过你二哥这几日正是紧张时候, 你莫要跑得太勤快, 扰了他看书。 林轩乱语气平静, 谢舅母提醒, 亲吻记下了。 李氏满意地点点头, 你有分寸就行, 那舅母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快去吧。 林轩乱扶扶身, 应了一声, 转身往后边的院子走去。 李氏瞧着她的背影, 直到人消失不见才回过神来。 脸色淡淡, 希望是个拎得轻的, 咱们也回吧。 王景虚立在窗前, 静静看着院门口发生的一切, 直到李氏的身影也彻底消失不见, 依旧不曾回神。 幽深的眼底仿佛隐藏着万千情绪, 久久不动。 宁香咬着唇, 偷去着自家小姐的脸色, 忍不住愤然。 小姐, 大夫人也太过分了, 大夫人去藏书楼分明是她自己要去的, 又不是您请她去的, 说什么瞎玩, 耽误了仕途, 这话分明就是说给您听的, 话里话外都是责怪。 林轩婉抬了抬眼皮, 神色平静, 并未言语。 大夫人怎么就不打听打听, 究竟是谁先动心思的? 小姐分明已经多次拒绝表少爷了。 还说什么, 别打扰二公子读书, 分明就是不想让小姐来外院, 怕表少爷安不下心, 大夫人自己不去劝着表少爷, 光防着您有什么用。 她絮絮叨叨地埋怨着, 直到走到城华院门口, 林轻婉这才出声, 这些事情不许在二哥面前提及。 林香点头, 奴婢知晓, 奴婢只是替小姐不平。 她嫌少会这般碎嘴, 不过是看小姐情绪不佳, 心中不愤才念叨几句。 有何不平, 咱们寄人篱下, 说到底, 这王家如今的掌权人是大舅舅, 咱们住在人家里, 却扰了人儿子前程, 不论谁对谁错, 挨几句埋怨总是少不了的。 连她自己都不明白, 王景虚那突如其来的好感从何而来, 她虽尽力躲着, 可大舅母不满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她家族败落, 还有婚约在身, 怎堪配才华横溢的王家长子。 第178章 王景红 林香眼眶一红, 垂下头去, 无论在江南还是盛京, 小姐总是顾虑周全, 却唯独委屈自己。 林清婉长须一口气, 脸上挂上笑意, 走进承华院。 林轩义正在书房看书, 听到下人禀报, 面上一席, 立即起身迎了出去。 二哥, 林轩义扶身义里, 看着身形略有些消瘦的林轩义, 有些心疼。 二哥, 便是功课再忙, 也要注意身体才行。 若是身子累垮了, 就是考个状元回来, 又能如何? 林轩义温和笑笑, 就辛苦这几日, 等秋威过去就好了。 兄妹二人, 一同走进书房坐下。 林轩义接过宁香手中食盒, 我让宁霜给你炖了补身子的汤, 你喝一些。 她亲自盛了一碗, 递给林轩义。 林轩义笑意加深, 端起汤碗一饮儿静后放在桌上, 辛苦你跑这一趟,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身体的。 倒是你, 最近过得如何? 我一直忙着背口, 也不曾过去看你, 院中那丫鬟可处置了? 放心吧, 早就处理了, 还是外祖母亲手处置的。 林轩义闻言才放下心来,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咱们总归是住在旁人府上, 大事小事上难免会受些委屈。 我是男子, 又不出院门倒是没什么, 倒是妹妹你, 在后院生存只怕费了不少心思。 她脸上有着愧疚, 说到底都是她与大哥不中用, 没有能力保护妹妹。 林轩义沉默片刻, 随即笑道, 二哥多心了, 外祖母她老人家对我真的很好, 还有外祖父与大表姐, 都极好相处, 我并没有受什么委屈。 林轩义苦笑一下, 没有接话, 半赏指道, 妹妹, 我定要一举高中, 接你出府居住, 成为你的靠山, 让你不再谨小甚微, 过自己喜欢的日子。 林轩义闻言看她一眼, 随即扭过头鸣锦唇, 那便住院二哥秋为三元吉地, 妹妹就等着想哥哥的富贵。 林轩义郑重点头, 她虽待在院中不出门, 可有些风言风语还是知道的, 她什么都没有询问, 是因为如今她无力改变现状, 科考是她唯一的机会, 她只能加倍努力。 林轩义忍下热议, 回头笑道, 下场的东西你可准备妥当了, 我听说考场尤其寒冷, 你要多带些厚实衣服。 一进考场便是三日, 你这几日不要再废寝忘食, 须得养足精神才能应对, 里面条件艰苦, 别将自己慌出病来。 林轩义一应下, 你放心, 我心中有数。 二人又闲聊一会儿, 林轩义担心耽误她温习, 起身离去。 林轩义将人送至院门口, 直到人影消失才回到书房。 坐在书案后, 她抬头问一旁小思, 三表弟可被放出来了。 小思摇头, 音识没有, 小得并未听到动静。 林轩义松口气, 认真看起书来。 外祖母虽偏疼妹妹, 可三表哥才是这儿八经的王家子孙, 若她真要与妹妹过不去, 次数多了, 难保外祖母不会厌烦, 她只有位列三甲, 才有望带妹妹搬出去。 小姐, 宁香轻拽拽林轻婉的衣袖, 使了个眼色。 一直沉浸着林轩义画中的林轻婉, 茫然抬眼, 冲宁香指的方向看去。 不远处, 王景虚正站在她的院门口, 副手立地瞧着她。 她眉心明起, 心下有些不耐, 可从人家门前经过, 总不能视而不见, 难免太过失礼。 她走上前扶了扶身, 大表哥。 宁香脸上带着不满, 理行得也很是敷衍。 王景虚眉眼温和, 怀情高中定是没问题的。 林轻婉笑笑, 但愿吧, 也不枉她苦读数年。 王景虚笑意温雅, 又想开口说什么, 却被林轻婉出声打断。 听大舅母说, 表哥秋为后即将入朝, 再次先恭喜表哥了。 你应是还要温书做准备吧, 那就不打扰表哥了, 我先回了。 说完不等王景虚有所回应, 绕过她静止走了。 王景虚呆愣在原地, 半赏苦笑出声。 走在回内院的路上, 林轻婉吐出一口气, 王景虚愿中定然有带旧母的人, 希望她知晓她的态度后, 能放下心, 别再心存芥蒂。 她身正不怕影子邪, 可终究不想外祖母夹在中间难做。 你这女子, 倒是狠心。 耳边突然想起一道突兀的男声, 吓得林轻婉险些尖叫出声。 她捂住心口, 俏脸也白得厉害, 瞧着廊下走出的男子, 一身妖野红衣, 脸上挂着风流不羁的笑意, 不是王景虹是谁。 她脸上带着三分脑溢, 敷衍得浮浮身, 二表哥。 打过招呼, 转身就走。 王景虹挑挑眉, 一个闪身便来到了林轻婉身前, 吓得林轻婉连连后退。 这人莫不是鬼吧, 怎地动作这么快? 怎么? 生气了? 嘖嘖嘖, 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怪不得世人都说, 女子肚量狭隘, 心眼针尖般大小, 果然如此。 林轻婉闭闭眼睛, 实在不耐于她周旋, 李氏指不定要怎么想她。 二表哥目光如炬, 我的确自诸比较, 数度极长, 所以还是不打扰你心情了, 告辞。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去, 王景虹瞧着她略有些急促的脚步, 不由拧起眉头, 女子不是最在意名声吗? 她怎地如此自我诋毁? 唉, 是风日下呀。 半晌后, 她甩着衣袖往王景虚的院子走去。 王景虚瞧见她时,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王景虹却仿佛没看到一般, 悠闲的鞋靠在软榻上, 浑似眉骨头一般。 我的事情, 是你与母亲说的。 听出大哥话中冷意, 王景虹轻笑一声后, 抬起头盗, 闲话几句而已。 我只说, 你在藏书楼交表妹读书, 别的,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第179章佳宴。 王景虚盯着她, 眼神逐渐冰冷, 希望如此。 景虹, 我提醒过你, 不要动不该有的心思。 她, 不是你能肖想的, 有那功夫, 还是先管管你后院那些桃红柳绿。 王景虹喝得一声冷笑, 弟弟的房中事, 就不劳大哥费心了。 如今肖想的人可不是我, 而是哥哥你, 以往你总劝我放弃所求, 以局势为重。 怎么现在轮到自己身上, 就做不到了? 她便是, 真要嫁进王家。 那也是弟弟我娶, 怎么都不会轮。 大哥你的, 所以啊, 你才是得说说心才对。 王景虹, 王景虚拍案而起, 面色难堪。 你我同袍兄弟, 非要如此针锋相对吗? 王景虹依旧在笑, 骨子里却透着一丝冷然, 他慢悠悠站起身, 微仰着头道。 大哥严重了, 弟弟我一个风流浪荡子, 说话向来不激惯了, 可没有针对大哥的意思。 兄弟二人四目相对, 有力气在二人周身环绕。 半晌后, 终是王景虚叹口气, 重新坐回椅子上。 景虹, 我知你一直心有不甘, 可有些事情并非我能决定的。 呵呵, 王景虹不禁倾笑出声, 大哥, 如今再来说这些有何意义, 我这一生, 岂是一句不甘能诠释的。 王景虚看着他, 眼底带着心疼与无奈。 王景虹微仰起头, 半晌后勾穿一笑, 这样的日子也好, 美酒在手, 美人相伴, 一屋子的阴阴艳艳艳, 一声浑浑噩噩。 话若转身离去, 大虹的背影本该潇洒不羁, 此时却带着难掩的记录。 王景虹一路晃晃悠悠地回住处, 碰到有漂亮的小丫鬟都少不得出声调戏几句, 逗得小丫鬟们看到他就眼貌惊心, 脸颊发烫。 回到洛峰居, 一个粉衣身影正梨花带雨地厚在他书房门口, 王景虹脸上笑意加深, 眸底却尽是不耐。 哟, 银儿, 这是怎地了? 谁欺负你? 瞧这眼睛都哭红了。 那女子听到王景虹的询问, 历时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抱着王景虹的腰一阵的埋怨。 身旁小丝看出他的冷意, 忙出声制止。 银姑娘, 这些事情你, 直接找洛嬷嬷处理就事, 怎还闹到了爷的跟前, 爷一晚上没休息, 还等回去睡觉呢? 银姑娘抬头看向王景虹, 一张脸都是泪痕, 眼底带着忧怨, 一晚上没睡, 指不定又跟哪个狐狸精顶竹夜谈了。 王景虹配合地打个哈欠, 拍拍银姑娘的背, 行了, 你先回去歇着吧, 等本公子睡醒, 就去给你做主。 说完头也不回地进了正房。 二公子, 银姑娘娇弱地又唤了一声, 前者却是不予理会, 直接关上了房门, 他生气地跺跺脚, 指得扭头走了。 而回到房中的王景虹, 脸色却是瞬间沉了下来, 脸上的风流笑意荡然无存, 他随意歪倒在玫瑰塔上, 微闭上眼睛, 周身的冷气, 让小四不敢开口。 半晌后, 他才诞生开口, 将这边的消息给他送去, 顺便提醒他, 别忘了答应本公子的事情。 小四汗手, 立即出门去办。 王景虹闭着的眼睛睁开, 眸底是浓浓郁色, 袖中的手钻得很紧。 请袖哥, 宁香, 你吩咐宁双一声, 让他这几日都顿中补身子的 汤给二哥送过去。 想到林轩义那瘦削的脸, 林青婉不免有些心疼, 考场内条件苛刻, 若是他伤了身子, 如何还能安下心苛刻? 宁香答应, 小姐不去送最好, 省得表少爷纠缠, 大夫人又将气撒在小姐身上。 他正窝在软榻上看杂技, 月和皱着眉走了进来。 小姐, 三公子放出来了。 林青婉语气平静地应了一声, 让院子里人都安分些, 没事别出去晃扬。 月和婴下, 宁香, 小姐, 应该不至于找咱们麻烦吧。 林青婉翻书的手不停, 但声道, 他的确不至于, 可二舅母就说不准了。 毕竟他儿子被关起来挨饿, 有他一份, 宣誓会不会拿他出气, 还真不好说。 宁香叹口气, 真希望二公子能高中, 咱们尽早搬出去才好。 林青婉抬眼瞥向他, 这话以后不许再说, 若让旁人听到, 指不定怎么想, 传到外祖母耳中, 咱们岂不是不识好歹。 哦, 宁香应了一声, 转瞬到了邱维的前一日, 这几日, 林青婉一直不曾出过院子, 李氏心里的不渝才稍稍缓和。 因为林轩亦要下场, 王老夫人便在远星堂设了家宴。 你外祖父大表哥都说你才华横溢, 高中有望, 你心里万不要慌, 只要贫下心来就成, 有时候越慌越坏事。 王老夫人招呼林轩亦到身边, 好一阵嘱咐。 外祖母放心, 外孙晓得。 林轩亦拱手硬着, 这次家宴连王老爷子也到场了, 他看着林轩亦很是满意, 我不曾见过你大哥, 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 但你的财情, 只要不出意外, 近视极地是没问题的, 虚得平心静气才行。 是。 林轩亦又对王老爷子拱拱手, 这才回了座位。 李氏淡淡看着, 没了往日的热情, 王景虚垂着头盯着酒盏, 除了偶尔会抬头看眼林轻晚, 几乎都在沉默。 王景红倒是笑容艳艳, 他端着酒杯起身冲林轩亦举起, 表弟, 愿你高中, 最好一举多魁。 林轩亦也立即起身, 二表哥, 我不能喝酒, 便以茶代酒, 多谢二表哥吉言。 除却三公子王景仁没有到场, 其余同辈纷纷向林轩亦敬酒, 祝愿他高中。 王延熙端着茶杯起身, 也敬了林轩亦一杯。 林轩亦十分有礼的谢过, 丝毫为因他庶女身份而有所怠慢。 王延熙脸上一红, 迅速垂下头端座。 小轩是瞥他一眼, 冷冷哼了一声, 倒是会巴结, 如今是脱离他的掌控, 掌能耐了。 不过那又如何, 婚事不还是得他这个嫡母做主? 有王老爷子在场, 所有人都很是规矩, 一顿饭吃得尚算安生。 吃过饭后, 王老夫人立即吩咐林轩亦回去休息, 养足精神。 二房三房的人也先后离去。 第180章 请先生。 李氏却是留了下来。 王老夫人拉着林轻婉, 本想说几句踢迹话, 见李氏依旧坐那不动, 不禁开口问道, 李氏, 你可是有什么事? 李氏抿抿嘴, 脸上挂上笑意, 的确有些事情与母亲商量。 王景虚走至门口的脚步顿住, 面色有些阴沉, 走在他身后的王景红, 笑着搭上他的肩。 大哥, 怎么站着不走了? 他的话带着三分调笑, 屋中几人的视线顿时看了过去。 王老夫人沉了沉眼, 握着林轻婉的手紧了三分。 李氏开口道, 虚哥, 时辰不早了。 你祖父不是还让你明日送你表弟去考场吗? 快回去休息吧。 王景虚不曾回身, 抬手扶掉王景红的手, 淡淡硬身后走了。 王景虹也不在意, 单手背后, 笑容依旧地跟上。 王老夫人瞧眼林轻婉, 机不可见地叹口气。 方看向李氏, 语气沉了几分, 有什么事情说吧。 李氏看眼林轻婉, 唇角扬着笑, 是这样的。 母亲, 我听闻晚姐儿与大姑娘不是一直在藏书楼读书吗? 这之前一直是父亲与虚哥交着的, 如今虚哥即将入朝, 也没那经历, 再分心, 我便让人注意着有没有合适的先生。 今日娘家扫扫来信, 倒是推荐了一位, 学识人品都不错, 我想着来与母亲商量商量。 王老夫人闻言瞥他一眼, 自然明白他的心思, 淡淡开口。 虚哥教他们俩读书的事, 我也听你父亲提过几句, 听闻那日, 虚哥去藏书楼寻他祖父, 碰巧遇上, 便自荐交了几日。 你父亲本也没打算让他长去, 毕竟他是你与大郎的命根子, 自是要以虔诚为重。 李氏听着婆母的话, 面上笑意僵了一瞬, 片刻后才道, 母亲思虑周全, 虚哥是父亲与夫君一手教导, 承载着我们王家的希望, 而习也是。 他话未说完, 被王老夫人抬手打断, 老神明白, 不过做事还是得从根源入手, 先寻即以身, 莫将气撒在无辜之人身上, 有那功夫, 先管劳自己的一母三分地, 才是真的。 李氏善善地垂下头, 面上发热, 母亲说得是, 而习记下了, 他当然知道, 是自己儿子先寻上林青晚的, 那毕竟是自己亲儿子, 才华相貌都乃巧楚, 在他心里, 是连皇室公主都配得上的, 便先入为主, 觉得都是旁人的错。 林青晚捶着眉眼, 心中发烫, 不曾想, 外祖母尽偏爱他至此。 敲打过后, 王老夫人这才道, 你娘家嫂嫂也是亲贵之门, 她推荐的人选, 因事不会差, 只是经中有些名望的, 都已被庞家请了去, 这位先生, 为何会贤富家中? 李氏勉强扯出一抹笑, 听嫂嫂说, 这位先生曾是宫里出来的, 后来年岁到了, 就回了老家, 也是近几日刚回的圣经, 她与我家嫂嫂的母亲, 有几分交情, 这也是听闻, 我要请先生, 才给我递了信, 就是担心这位嬷嬷, 怕是不太容易请。 宫里出来的, 王老夫人有些诧异, 除去那几家顶级权贵, 其余氏族想请宫中退下来的嬷嬷, 的确很不容易, 但若是真能请到, 于家中姑娘来说, 可是镀了一层金啊, 王老夫人不免有些心动, 你可打听了, 是从哪位贵人身边退下来的, 李氏压低声音, 听嫂嫂说, 这位先生二十多年前, 曾是当今太后身边的女官, 王老夫人一惊, 脸上神色郑重几分, 曾伺候过太后, 那才学见识, 定是不输经中任何一位先生的, 毕竟能坐上女官的位置, 可不是三两莫能行的, 这等殊荣, 便是郡主, 也是不曾有的, 即使与你嫂嫂母家有交情, 正如你方才所言, 咱们想请她上门, 怕是不义, 若是以往的王家, 也可是上一世, 如今确实, 胜算不大, 李氏见婆母脸色舒缓, 微吐出一口浊气, 嫂嫂的意思是, 先由他母家提前打个招呼, 咱们再被些后里登门, 想是差不离的, 王老夫人醋眉沉吟起来, 林青婉却是想着林轩一说等高中后, 要搬出去住的话, 若是当真将人给请来了, 到时候她再想走, 怕是不义, 不由开口道, 外祖母, 大舅母, 你们不用为我费心的, 宫里出来的人肯定不容易请, 我也就看看诗文一类, 闲暇时还有外祖父指导, 不用那么麻烦的, 王老夫人摇头, 你不懂, 这宫里出来的人, 会得可不只是诗文里叫一类, 若你能将她的本事学去一半, 往日不论嫁去哪家, 在后宅生存, 那都游刃有余, 李氏, 宫中的女官应是不容易出宫才是, 何况还是太后的德心人, 你可打听过她为何离宫, 涉及到宫里, 王老夫人不由不谨慎几分, 若是得罪贵人, 或是知道些什么不该知道, 那他们也是不能用的, 李氏点头, 儿媳都打听清楚了, 母亲放心, 这位嬷嬷是这儿八经得了令遣派出宫的, 王老夫人点头, 那就成, 太后仁慈, 宫中有得力的女官干了半辈子, 想出宫荣养的也大有人在, 王老夫人没了顾虑, 对李氏道, 那你便上上心, 请下试试, 可是大喜事, 撑, 那我明日便回了嫂嫂, 李氏笑竹颜开, 心中的大石落了地, 起身走了, 王老夫人瞧着她的背影, 半晌后轻声一叹, 对林青婉道, 婉姐儿, 你是个通透的, 便是外祖母不说, 你因心里也清楚, 她拉着林青婉的手拍着, 我与你外祖父, 是真心想着, 你能留在身边的, 可是, 她话音微顿, 林青婉笑着接口, 外祖母不必忧心, 我都晓得, 您放心, 我对大表哥并没有那个心思, 所以, 我不难过, 王老夫人抬眼看着外孙女, 见她神色不似作假, 这才终于放下心, 没有心思就成, 我就怕你像你母亲一样死心眼, 到头来难为自己, 你大舅母她, 不是个恶人, 唯独仅须, 是她的命根子, 承载了他们夫妻所有的希望, 你别与她一般见识, 林青婉笑着摇头, 自然不会, 大舅母为我操心, 请了这般了得的先生, 我感激还来不及, 对李氏, 她并没什么不渝,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自然不可能考虑她这个破落户, 在她眼里, 大表哥就是耀眼的明月, 总有不三不四的人觊觎着, 妄图高攀, 数日来的忧虑解开, 王老夫人放下心来, 又与林青婉聊了几句, 便也让她回去休息, 明日还要送林轩一去考场, 待人都离去, 王老夫人长松口气, 疲惫地靠在软椅上, 她身旁的嬷嬷, 上前给她揉着太阳穴, 这下老夫人终于能放下心, 睡个好觉了, 王老夫人笑笑, 婉杰儿比她娘可是聪慧通透多了, 也看得深远, 我本还想着若她当真有情意, 便豁出脸面给她们争上一争, 嬷嬷笑道, 老奴就说表小姐没那意思, 您还不放心呢, 哪能放心啊, 王家的情况不比沈家强多少, 没得出了狼窝又进虎穴, 老身这把老骨头不知还能活多久, 没人护她, 日子也是一样艰难, 第181章秋围 嬷嬷一叹, 老夫人当真是把表小姐放进心眼里疼的, 一日卯时, 窗外还戴月披心时, 林清婉就已起了身, 宁香给她挑了件红色衣裙, 搭配王老夫人送的红宝石头面, 瞧着就很是富贵喜庆, 小姐一贯爱宿色, 偶尔穿一穿艳丽颜色, 当真是让人一不开眼, 岳和忍不住惊叹道, 宁香笑笑, 那是小姐长得俊俏, 可就是不爱装扮, 若非今日二公子下场, 要天天喜气, 小姐才不会穿这么亮眼, 林清婉坐在庄台前, 看着童镜中娇美明念的少女, 脸颊有些发热, 宁香, 这身打扮会不会太夸张了些, 她惯常是清冷些的性子, 如今突然这上红衣, 总觉连笑意都带了三分娇眉, 眼角眉梢的春色更让她羞于见人, 不会, 宁香与岳和同时开口, 二人说完又气气笑开, 岳和, 小姐, 你以前就是沉闷了, 稳重的都不像碧玉年华的人, 一分规格小姐的朝气, 宁香也忙不迭点头, 早知道宁川亮色这么好看, 奴婢早就给您这样打扮了, 两丫鬟一唱一和, 这才劝下林清婉想重新更衣的心思, 也罢, 今日是二哥的重要日子, 是要喜庆些, 给他天天喜气, 吃过饭后, 林清婉又在宁霜的指导下, 亲手给林轩逸做了一提糕点, 虽迈相丑了些, 但盛在味道还凑合, 忙完之后, 天色已然大亮, 主仆几人满脸笑意地往前院而去, 刚走出院门不远, 便见长廊上立着一名粉衣少女, 身后的丫鬟同样提着石河, 瞧见她过来笑得腼腆, 表妹, 王延熙上前扶扶身, 林清婉同样回了一礼, 看向她丫鬟手中的石河, 表姐这是, 王延熙笑容依旧, 耳间带着不易察觉的飞红, 今日表哥下场, 我想着来送送, 可又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便亲手做了些糕点, 话落才瞧见宁香手中同样提着石河, 不由鸣嘴笑笑, 看来表妹也是做了吃食, 我们倒是想一处去了, 林清婉, 男卫表姐有心, 记挂着二哥, 她在考场要三日, 多带些吃食, 有备无患, 二人笑笑, 一同往外院走去, 林轩逸, 王延熙几人, 早已等在了府门口, 王延熙挑着没问, 怎的还不走, 可是在等祖父, 王延熙目光一直看着大门的方向, 没有接话, 林轩逸道, 出府前已经去拜见过外祖父, 外祖母了, 我在等清晚, 昨日她说要去考场送我, 王延熙笑着点头, 机不可见地撇过王延熙, 也往府门看去, 移住香后, 一抹红衣叶地长裙的少女, 翘生生地出现在府门前, 红妆淡扫, 娇美而不妖艳, 阳光洒落在她身上, 更映衬她, 肌肤圣雪, 此时, 她正与身旁人说着话, 脸上净是吟吟笑意, 款不向他们走来, 王延熙眸中只剩那抹艳色, 久久回不过神, 林轩逸也有些惊讶, 可更多的还是高兴, 妹妹今日这套衣裙很漂亮, 像集了年华上的女娃娃, 瞧着就喜庆, 林轩婉脸上一红, 无奈地斜了哥哥一眼, 哥哥这话, 让我想起了门上的胖娃娃, 你一个饱读圣贤书的才子, 竟是连句夸人的话都不会说, 宁香, 小姐可是起得很早, 特意挑了件红色, 想给二公子天天喜气, 祝愿您能一举高中的, 林轩逸, 我定会努力, 不辜负妹妹期望, 素衣恋华, 燕衣娇媚, 王延熙笑着从少女身上收回视线, 脸上是一贯的懒散, 大哥, 表弟, 时间不早了, 咱们该出发了, 王景须这方回神, 上前安排马车, 严夕, 你与表妹坐最前面的马车, 我们跟在后面, 王延夕伏伏身硬下, 林轩婉也微微服身, 眉眼却带着几分疏离, 换了句大表哥, 王景须见他垂着头, 冷淡至极的模样, 不由明景纯, 汗手回礼, 王景红靠在车厢上看着, 眼中尽是信慰, 他那高高在上, 受所有人疼宠敬畏的大哥, 原也有今日小心克制的时候, 马车缓缓行驶起来, 王延熙攥着帕子, 脸上带着几分忐忑与紧张, 林轩婉看他一眼, 率先挑起窗帘一脚往外看去, 表姐以往可曾出过府, 不曾, 那你也可往外看看, 左右咱们坐在车中无视, 瞧着这一路风景, 倒也有几分意思, 王延熙抬眼, 脸上带着纠结与期待, 这仿佛不太合规矩, 林轻婉微正, 挑着车连的手也松开了, 之前他也是棘手里的, 从来到圣经后, 却是大胆不少, 没什么的, 反正马车上就你我姐妹二人, 看他怕什么, 你不要将车连挑高, 外面人自然瞧不见咱们, 王延熙还是有些迟疑, 又见林轻婉再次往外看去, 不禁忍不住好奇, 也偷偷挑起车连一脚, 他虽生在圣经, 却是庶女的身份, 从小到大都从未出过王家大门, 热闹的长街上人来人往, 到处是贪贩的叫卖声, 有为生活奔波, 来去匆匆的人, 也有闲听信部, 衣着不凡之人, 人声鼎沸, 可百人中却寻不见一件裸裙, 王延熙悠悠的声音响起, 带着不易察觉的苦涩, 若非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 便是平民百姓也鲜少, 会让家中女眷出来做活, 除非是胭脂铺子, 绣房等接待女客的地方, 可穷苦人家, 又有多少有一技之长的, 林轻婉文言笑笑, 说不定也有人像我们一样, 窝在马车上, 酒楼里, 拐角处, 偷看着这熙熙攘攘, 景地繁华, 王延熙点头, 也是, 毕竟我们, 不能像男子一般, 肆意吃喝玩乐, 才悄悄地放下车帘, 允峰, 小姐, 考场门前马车太多, 咱们过不去, 林轻婉, 那就寻个不挡路的位置停下吧, 反正他们也是, 不能下车的, 此处学子众多, 鱼龙混杂, 且品行不一, 他们又是大族小姐, 未免招惹事端, 只能待在车上, 第182章是何, 允峰将马车停在一处酒楼对面, 离考场隔着一段距离, 不会拥挤, 而此时, 酒楼二楼的雅间里, 两名锦袍男子相段坐, 各执酒杯, 看着楼下奔赴考场的各路学子, 促膝而谈, 沈兄, 你可是比信中早到一日, 一路奔波, 莫不是特意为了看科考的, 沈莫文言微脸眼皮, 淡淡一笑, 是也不是, 哦, 周英挑起眉梢, 面上带着三分野鱼, 这是何意, 有一牵挂之人, 也许能于今日见上一面, 沈莫轻摇手中酒杯, 随后一饮而尽, 周英喝得一笑, 即使牵挂, 何不大大方方见上一面, 何必躲在这里偷窥, 若他不来, 你岂不是白跑一趟, 沈莫垂头盯着楼下吸壤人群, 妄图寻找那一抹熟悉的身影, 半赏后, 再次失望地收回视线, 因为, 他不会愿见我, 所以他只能急急赶来, 想着他硬是会送兄长进考场, 哪怕摇摇一眼, 也可解他数月相思, 不愿见, 这圣经竟有沈兄如此在意之人, 你告诉本皇子是哪家的公子, 本皇子帮你将人请出来, 沈莫倒酒的手一顿, 眉鱼染上济落, 不劳烦二皇子了, 本该是我登门拜访的, 便是请, 他也未必肯接, 若有二皇子请, 难免会让他觉得自己又强迫于他, 周英叹口气, 沈兄, 本皇子以为你一向是干脆利落之人, 今日怎地也如此扭捏, 男人之间的事, 若是有误会, 大不了打一架说开了就是, 有何纠结? 沈莫手指抹撒着酒杯边缘, 轻轻而笑, 她是个姑娘, 是她惦念十数年, 想娶回家的未婚妻子, 周英正住, 姑娘, 你在圣经, 还有心上人, 她转瞬又想到什么, 你说的这位, 该不会是与你早有婚约的邻家女吧? 沈莫垂头未言, 周英便知自己猜对了, 神色有几分古怪, 你, 不是不喜他吗? 沈莫醋眉抬眼, 殿下这话从何而来? 周英眯起眼, 身子往后仰去, 江南各大家族, 包括平民百姓, 他们都这样一轮, 她说着, 扭头向外看去, 你当时桃红柳绿一堆, 又整日与思家那位携手同游, 本皇子以为你是爱于殷亲, 休于退亲, 不曾想, 她豁然一笑, 沈兄, 你可真是让人意外啊, 当初你一次次舍弃邻家, 那么干脆, 与思家女郎情惬意, 本皇子是丝毫没看出, 你对你那未婚妻竟然有情, 沈莫捏着酒杯的手骨结泛白, 眉眼也带上丝丝冷意, 她竟从不知外界有如此传言, 半晌, 她微闭上眼睛, 酒杯也在她手中四分五裂, 连旁人都以为她对她无情, 那她呢, 不惜服药也要离开, 可也是因此, 周英挑过她被瓷器划伤的手, 牟底划过一丝意味深长, 随即吩咐店小二重新拿一套杯盏, 又让门外的侍卫去取商药, 小二并着呼吸换上新的茶盏, 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随即走进一名女子, 三分笑意, 七分清冷, 带着兵士身上的戾气, 一剑便知是杀过人的, 她缓步走至沈默身前, 屈膝跪下, 沈公子, 奴家给您商药吧, 她伸手去触碰沈默受伤的手, 牵着抬手躲开, 不必麻烦姑娘, 我自己来就成, 那女子扭头看向周英, 在接到主子示意后, 将商药放置桌上, 起身退下, 沈默用帕子擦掉手上血污, 随意撒商药粉, 随后用麻布剂上, 有几分漫不惊心, 周英看着她的动作, 嘴角始终挂着笑意, 楼下响起一阵马蹄声, 楼上二人不经意看去, 沈默的拳头煞石钻起, 有血迹渗透出来, 周英挑起眉梢, 并未看到有姑娘, 不由问道, 他们是, 沈默, 兄长, 周英扯扯嘴角, 又往下看去, 看来你想见的人没来, 沈默没有接话, 看着从马车上下来的三名男子 走向对面靠边的马车, 目光仿佛利剑一般看向那辆马车, 企图透过车帘看清里面坐得何人, 林清婉正与王延熙在马车中闲聊, 听到自家哥哥的声音, 便挑起车帘往外看去, 周英眼底划过一丝惊艳, 这位便是沈兄的未婚妻, 沈默眼神紧紧盯着那张娇美笑颜, 薄唇紧敏, 眉眼柔和, 微微点头, 周英, 倒是与江南传闻有所不同, 沈默笑笑没有接话, 自他长大之后, 连他也是第一次见他打扮得如此艳丽, 脸上也不再有江南时心事重重的忧虑, 如今的他连垂头敏唇都带着属于少女的朝气, 二哥, 这里人多, 我就不下车了, 你安下心口, 不论结果如何, 只要尽力就可, 林清婉趴在车窗上, 罕见的絮絮叨叨着, 林轩一脸上尽是笑意, 一一硬下, 你放心待在家中, 等二哥好消息, 林清婉点头, 突然想起做的糕点, 连忙拿了出来, 这是表姐亲手给你做的, 你带着吃, 林轩一伸手接过, 看向马车里的王延熙道谢, 王延熙红着脸低下头, 表哥客气了, 一点心意而已, 只是我厨艺不惊, 表哥别嫌弃就好, 自然不会, 林清婉一笑, 又拿起他做的糕点滴出去, 二哥, 这个是我做的, 你也带上, 林轩一脸上笑意加深, 刚伸手去接, 头顶却突然伸出一只大手, 将石河拿走了, 兄妹俩都冷了冷, 林清婉正正抬眼, 看着骑着高头大马, 神色清冷的黑衣男人, 与身后的众多黑甲胃, 嘴角微微抽动, 周世子, 林轩一拱手一礼, 看着他手中的石河, 周世子, 这是家妹做的, 我, 考场之内, 不允许带吃食, 若林公子执意要带, 也是要经过层层检验的, 周木声音淡淡, 没什么情绪, 仿若真是例行公事, 林清婉, 林轩一脸上有些懊悔, 他怎的忘了这回事, 周世子提醒的事, 是在下疏忽了, 周木垂眼看向他手中另一个石河, 没关系, 距离入考场还有一会儿时间, 你可以先吃些东西再去, 话落一家马腹, 往考场而去, 其余黑甲位连忙跟上, 周世子道, 烦请各位学子让路, 听到高喊, 马车与学子们纷纷让开道路, 众所周知, 周木是今年的主考官, 因往年有训私舞弊, 考场抄窃行为, 皇上特指周世子带黑甲位, 严控考场法纪, 监督考官, 而林轩丸, 则是盯着被那人随手拎走的石河, 恨不能扶额长叹, 那是他忙活了一早上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 想到那丑得不能再丑的脉象, 他就一阵烦闷。 第183章笑话, 林轩义也有些猛, 那是妹妹做给他的糕点, 怎地就被周世子顺手给拎走了。 林轩丸叹口气, 二哥, 既是考场不许带吃食, 那你便先吃些东西, 别辜负了表姐一番心意。 林轩义回过神, 微微点头, 王家兄弟待在一侧, 静静看着发生的一切。 王景洪叔弟倾笑出声, 偏头看向脸色黑沉的王景虚, 大哥, 我看表妹对周世子颇有几分好感, 貌似你没机会了。 王景虚袖中的手紧钻, 看着车窗上的少女, 若有四无地往黑甲位那边投去的视线, 微垂下毛子, 没有硬声。 王景洪有几分无畏, 干脆朝林轩义走了过去, 我都还从未尝过大妹妹的手艺, 表弟当真是福气不浅。 林轩义与王燕熙齐齐红透了脸, 林轻婉瞥她一眼, 实在懒得理会, 直觉, 这位绝对不是位简单的主。 林轩义将食和递过去, 尝尝, 表妹手艺很不错。 王景洪随意捏起一块塞进口中, 目光却是一直看向考场外维持秩序的黑甲位, 半赏才道, 是不错, 可是你该进考场了。 林轩义一正, 扭头便见考场门前排起长队, 黑甲位已经开始搜身。 的确该走了, 多谢表妹的糕点, 三日后我再品尝。 说完冲林轻婉示意, 连忙往考场走去。 林轻婉探出头看去, 茫茫人海中, 她突然撞上了一抹熟悉的视线, 那人一身青衫, 不再是以往的披红挂绿, 隔着人群, 冲她招手轻笑。 是柳丁! 林轻婉看着她, 有一瞬间的惊讶, 眼前的这个翩翩玉公子, 与当初江南时的风流之人, 竟是截然不同。 很快, 那些学子经过黑甲位搜查后, 一一进去考场, 林轻婉眉眼染上温和, 再见故人, 心中不免开心。 她收回视线, 郑玉放下车帘, 却被王景洪制止。 她懒散倚靠在车壁上, 见眉扬起, 声音带着几分戏血, 表妹, 你可真是到哪都惹麻烦。 林轻婉促起眉, 二表哥这是何意? 她今日连车都不曾下, 如何又惹了麻烦? 王景洪漫不惊心道, 对面二楼最中间的雅间, 有人在偷窥你。 你说, 这是不是麻烦? 林轻婉一惊, 条件反射般看过去, 却被王景洪用车帘遮住视线。 你是真蠢啊, 你就这么看过去, 他们岂不就知道, 是我提醒的你。 林轻婉不解, 知道又如何。 王景洪看傻子一般看着她, 可我是个不学无数的玩裤子。 而且, 那两位的其中一人, 还是皇室中人。 林轻婉看着她, 陡然放下车帘, 回府吧。 车窗外, 响起王景洪的轻笑声。 王景洪声音压得低, 另一边的王妍熙并未听到他们说了什么, 但见林轻婉脸色不佳, 便沉默着没有言语。 王景洪吩咐允风驾车回府。 马车哒哒离去, 王景洪冲王景须摆摆手。 今日雨香楼新来位姑娘, 听说来自扬州, 身姿长相都乃一绝, 弟弟就先去寻乐子了。 他甩着衣袖, 走得利落, 王景旭面无表情地扫过他的背影, 回身上了马车。 车板上, 他挑起车帘的手遁住, 猛然回头看向对面二楼最中间的位置, 灵力的目光在眸底逐渐凝结成冰。 周英脸上依旧挂着笑意, 冲王景旭汗手示意, 王景旭点头回礼, 随即看向一旁的沈默, 二人目光交汇, 一片冷然。 片刻后, 王景旭收回视线, 进了马车。 跟上表小姐的马车, 王景旭闭上眼睛, 眉宇竟是阴沉。 王家长子, 的确不同一般。 周英引下手中美酒笑道, 沈默面色阴沉, 没有言语。 周英轻轻而笑, 怎么, 莫不是担心未婚妻被他抢走? 不过以本皇子看, 你最应该担心的, 应是我那位堂弟才是。 毕竟相识数十年, 本皇子可是从不曾见他, 抢过哪家姑娘的诗盒。 沈默垂下眼眸, 隐于袖中的手青筋凸起, 面上却是一派平静。 周英自顾自喝着酒, 又道, 不过你也不必太过在意, 依那姑娘的身份想入皇家, 怕是不太可能, 除非与他为妾。 不过若放着你沈默的正妻不当, 跑去淮阳王府当奴才, 除非他脑子进水。 可这圣经中, 又有多少贵女争先恐后的, 甘愿于他那天之骄子的堂弟做妾。 这话, 周英不曾说出口, 毕竟此时的沈默, 情绪十分不稳。 沈默看着那空荡下来的考场门口, 与其平静, 秋为结束, 便会筛选出大批财情出众的学子。 届时, 大皇子与三皇子定会想办法笼络, 二皇子心中可有张承。 周英文言陡然倾笑出声, 你放心, 这次他们可是没那经历, 再与本皇子抢人了。 沈默错了错眉, 周英脸上是眼不下的幸灾乐祸。 你奔波在路上, 有所不知, 这圣经, 前些日子可是出了件大事, 长脸。 周牧坐在主位, 旁边是几位考官, 黑甲卫轮流穿梭在众学子中间, 以防止有人作弊。 现场死一般寂静, 几位考官纷纷静若寒蝉, 几位大人打着眼色, 接面露苦笑, 有这位煞神坐镇, 今年的秋为, 定是数年来, 成绩最真实的一次。 周牧面上是一贯的冷然, 他单手撑头, 看着桌上的石盒, 不知在想些什么。 林霄见他一直盯着, 很有眼色的巧声走上前打开, 压低声音道, 主子, 你早上没用饭, 先用些糕点。 他声音虽低, 一旁的几位大人还是听得真切, 齐齐扭头看去。 林霄抬手端碟子的手顿住, 看着里面那一摊不知何物的躯黑东西, 面上表情变换不定, 很是精彩。 周牧也抬眼看他, 目光中带着凉意, 林霄嘴角抽搐, 满脸通红地将碟子放在桌上。 不知哪位大人发出了一声低笑。 许氏忍得太辛苦, 连声音都变了屌。 周牧目光从糕点上移开, 扫过几位老头, 几人纷纷垂头, 面颊抽搐, 脸都憋红了。 也是今日, 淮阳王府的厨娘在朝堂出了名。 林霄仰头望天,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 自家主子从零二公子手中 抢来一个笑柄。 今日过后, 不知淮阳王府得被嘲笑多久。 第184章发火 周牧垂眼看向蝶中糕点, 眼皮忍不住抽动几下, 半上方伸手捏起一块放入嘴边。 主子! 林霄忍不住低声制止。 主子, 要不算了吧, 别吃坏了肚子。 属下让人给您去街上买些吃食。 周牧凉凉的视线撇过去, 林霄立即静了声。 其他大人也纷纷扭头看向别处, 只肩膀不时地抖动着。 林霄一脸地担忧, 就那么看着自家主子 一块接一块地 吃光了所有糕点, 连忙上前倒了杯温水递过去。 周牧伸手接过。 主子, 您, 您没事吧? 林霄斟酌着问道。 周牧瞪他一眼, 随即单手撑头小气起来。 林霄长松口气, 若非那糕点 是林小姐做给林二公子的, 他怕是真会怀疑 林小姐是故意毒害他家主子。 往府门前, 林清婉与王妍熙刚下马车, 后面王景须的马车 也同时停下。 表妹, 我有些事情想与你说, 不知可否方便。 王景须挑起车帘 看向林清婉道。 王延熙扭头看向林清婉, 眼底划过一色, 表妹, 我在垂花门处等你。 林清婉点点头, 王延熙又冲王景须扶扶身, 这才转身静扶。 王景须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林清婉猝猝眉, 还是走了过去。 总这么躲着终究麻烦, 倒不如一次说开, 林家与王家是殷亲, 以后总归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马车上, 林清婉端坐着, 眼眸微垂, 不知大表哥请我过来, 是为何事? 王景须, 沈家少主来圣经了, 你可知晓。 林清婉一正, 不禁想起王景红说, 酒楼有人偷窥他一事, 难不成那人是沈墨, 不是还要几日吗? 怎的这么快就进京了? 王景须看他反应便明白, 不由勉强一笑。 你早就知道。 先前听周世子提过几句, 周末, 王景须苦笑一下, 我该想到的, 你与他有几分交情, 他肯定会提前告诉你。 林清婉没吭声, 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 想必景红告诉过你, 今日酒楼上面有人, 那二人正是二皇子与沈家少主。 二皇子也在。 林清婉正了几息, 却也不算太惊讶, 毕竟二皇子与沈墨的交情, 已是明面上众所皆知了。 他依旧沉默, 王景须袖中手紧钻, 长呼口气道, 表妹, 听祖母说, 你想与沈家退婚? 林清婉抬眼, 片刻后微微点头, 王景须心中微信, 却听少女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想退婚, 可如今的林家受制于人, 已不是我一人能做主。 王景须盲道, 势在人为, 若你当真想退, 我可以帮你。 林清婉看着男子, 语气平静, 沈家势力不在圣经, 可传承, 至今已有百年根基, 底蕴非一般士族所能撼动, 大表哥身为王家长子, 该以家族立意为先才是。 况且, 便是我真能退婚, 往后余生。 哪怕清更古佛, 也不会再重蹈覆辙, 世家大族, 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王景须脸色逐渐惨白, 手背青筋抱起, 他不曾想到, 林清婉竟会说得这般很绝, 不留一丝余地。 林清婉冲他汗手, 欲起身离去, 他却突然抬头问道, 表妹说的那般肯定, 是真的不肯入世家大族, 还是心中已有人选。 林清婉皱起眉, 大表哥这话何业? 王景须眼下谋中痛色, 尽量语气平静, 皇族贵胄, 比起世家大族的麻烦只多不少。 若论权衡利弊, 趋利弊害, 皇家比之更甚, 对宗妇要求也是极高。 林清婉愣住, 半赏才反应过来他话中何意, 不知为何, 他心口突然漏跳一拍, 我对周世子并无旁的心思。 我明白大表哥意思, 也有自知之明, 无论是我的身份, 还是退过婚的名声, 都不可能入侵王府。 所以, 我也不曾妄图攀龙赋凤, 他脸上带上几分寒意。 王景须有些慌张, 表妹, 我并未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比起王家, 淮阳王府更加复杂。 那是我的事。 林清婉突然沉了声音, 别说我不曾动过心思, 便是有。 那也是我的私事, 还请大表哥莫要再管。 我们是亲切,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让两家有所不快。 大表哥背负整个家族将来, 我担不起误你前途的责任, 也不想大舅母不快。 话落, 林清婉不再停留, 挑起车帘下了马车, 心中憋闷的厉害。 王景旭待在马车中, 久久不曾言语, 半晌后, 他突然苦笑起来, 低声喃喃, 你真的不曾对他有心思吗? 他那般闲尽乖巧的性子, 若真的不在意, 怎会动火。 锤花门处, 王妍夕看着怒气冲冲的林清婉, 颇有几分诧异。 表妹, 没事吧? 林清婉这才从修脑中回过神来, 微摇了摇头, 看到王妍夕一脸的关心, 平复下心情道。 没事, 走吧。 二人一同走上长廊, 王妍夕看他多次, 忍不住道, 大哥性子温和, 胸怀秋贺, 有些事你, 只要与他说开了就成, 他是个君子, 不会难为你的。 他, 没有难为我。 林清婉悠悠开口。 哦? 王妍夕顿住脚步, 那你怎的这般生气? 我还以为, 是大哥惹了你不快。 林清婉抿抿嘴, 不知怎么开口, 连他自己也不知为何, 会突然那么生气。 是因为王景旭暗示他身份低吗? 他不禁沉思起来, 神色有几分恍惚, 他说的本就是事实, 他怎会突然这般小家子气, 连几句实话都听不得。 当初在江南, 那些贵女时常会以他与斯文勤做比较, 各种的贬低他配不上沈默, 他都从未真正在意过。 表妹, 表妹。 耳边突然传来轻患, 林清婉才稍稍回神。 王妍夕看口气, 你想什么这么出神? 林清婉摇头, 没什么。 转眼才发现, 他们已经走到走廊的岔路口, 不远就是锦绣阁。 表姐, 那我就先回去了。 王妍夕点点头, 二人就此分开, 回了各自院落。 第185章 作歉 回到锦绣阁, 林清婉歪到软榻上, 就开始发呆。 宁香拿了宝毯给他盖在身上, 问, 小姐可是在担心二公子。 老太爷是太师, 他都称二公子能高中, 那想必是没什么问题。 林清婉摇头, 不是。 他是在想, 先前自己的古怪, 就犹如被戳到痛处的猫, 瞬间炸了毛, 火气直冲头顶。 如今想来, 只觉自己心胸狭隘, 太过小家子气。 宁香眨眨眼, 见自家小姐一脸懊恼的模样, 宁纯不再追问。 算了, 不想了。 林清婉起身走向床榻, 反正他无异于王景须, 便也不在乎他眼中的 他是什么性子。 我想休息一会儿, 你下去忙吧。 宁香应声退下, 折腾了一早上, 林清婉眼皮紧的不行, 闭上眼睛就睡了过去。 三房, 王延熙的小院。 里面破败的不成样子, 唯有正房中有几件像样的家具, 日子上算能过下去。 王延熙走进侧间, 上面摆放着观音佛像, 香炉中还有不少香灰, 想必是经常礼拜。 他走过去点燃三柱香, 插入香炉中, 而后双手合十, 跪在蒲团上良久未动。 丫鬟看得一头雾水, 这尊观音像是 先前小娘活着的时候礼拜的, 后来小娘不在了, 她的所有东西都被夫人抢了去, 只剩下这观音像, 成了小姐的念想。 可这么多年来, 除却小姐走投无路, 被欺负得撑不下去时, 才会来做上半日。 今日这无缘无故的, 倒是第一次。 王延熙扣地, 磕了三个响头, 笛声轻语, 菩萨保佑, 愿二表哥能金榜提名, 一举高中。 他一连说了数次, 直到湘然尽才缓缓起身, 一旁的丫鬟惊得瞪大眼睛, 口舌都不利落起来。 小姐, 你, 你, 王延熙回过神, 脸上染些飞红, 撑他一眼, 不许胡言乱语, 记住没。 丫鬟连忙垂下头, 眼底却带着高兴, 小姐放心, 奴婢绝不多嘴。 王延熙笑笑, 想当那端方君子的男子, 面上还是忍不住发烫。 丫鬟小心翼翼道, 小姐, 二表公子才华卓著著, 性情温和, 长得也俊俏, 可就是家族中落。 王延熙, 可即便他家道中落, 怕也不是我能肖想的, 郡主,郡主也是配得上的。 普通竟是那些皇室贵女, 可能看不上, 但若是三元吉地的壮元郎, 那些贵胄绑下卓序, 还是有的。 王延熙遮住眼帘, 略有几分自嘲, 庶子的庶女, 便是落魄后的邻家, 怕也是瞧不上的。 小姐, 您别妄自菲薄, 您心地良善, 又聪慧, 如今还与表小姐走得那般静, 有的是机会。 小丫鬟眼圈发红, 她家小姐这些年实在是太苦, 若是真能嫁给表公子那般的人, 兴许能苦尽甘来。 王延熙摇摇头, 没有开口。 表妹看似和善, 但其实, 想让她真正认可您, 并成为朋友, 却是很难。 那种骨子里散发的冷漠, 与祖母真的很像。 虽心眼不坏, 可与这样的人相处, 却不能有任何歪心思, 否则便会立即被她隔绝在外。 主仆二人走出房门, 却一眼看到立于院中的小轩士, 正一脸讥笑地瞧着王延熙。 王延熙脸色逐渐惨白, 玉手紧钻。 她走上前, 扶身换了句, 母亲。 小轩士看着她, 久久没有说话, 王延熙心又往下沉了几分。 半晌后, 小轩士这才转身往她屋里走去。 王延熙看着她的背影, 眼中一片绝望。 吩咐丫鬟上些温水, 王延熙连手低眉立于下手, 瞧着很是恭敬。 小轩士盯着自己刚然的指甲看, 片刻后, 突然发出一声讥笑。 你倒真不愧是那件人的女儿, 连这么不要脸的行径都传成个十足识。 怎么? 你们家是专门勾搭表哥表弟吗? 王延熙红唇咬出了血丝, 抬起头轻声反驳, 母亲。 我小娘与父亲是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 小轩士脸色一沉, 眼底浮上恨意。 你的意思是, 我棒打鸳鸯, 拆散了他们那对有情人。 王延熙捶下头部雨。 显然是默认, 王延熙被打得摔到地上, 嘴角流出鲜血, 却依旧咬着牙, 不发出钉点声音。 小轩士眸中是熊熊火光, 指着王延熙赤马。 我告诉你, 你娘她就是个贱货, 明知三爷已经有了正妻, 还巴巴地爬她的床, 上赶着来做妾。 生下你这个小贱人, 跟她一样的下贱。 兔子, 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们母女是克着亲切, 可敬得, 霍霍啊。 怎么, 表哥比外面的男人格外的相识吗? 王延熙指甲都欠尽了掌心, 她长呼口气, 没有接话, 以往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她越反抗, 只会遭受更狠毒的殴打。 小轩士眯眼看着她, 就凭你这身份, 也敢肖想凌家嫡子, 真是不知自己那三两种的骨头有多轻贱。 不过, 你倒比你娘强上那么一点, 因为你有自知之明。 别说凌家, 便是小官家的, 都不一定瞧得上你, 世家大族结的是殷亲。 你一个不招母家待见的东西, 谁愿意要。 小轩士冷哼一声, 重新坐了回去, 邻家再落魄, 也不致让嫡子娶一个数子的庶女, 且无才无能, 连管家的本事都没有。 你这样的, 只能于人为妾。 王延熙豁然抬眼, 脸上带着金句。 小轩士笑了起来, 你该谢谢我才是。 你那低贱的娘, 与三爷白日宣迎, 暗中苟且, 也要上门做妾。 我成全了她, 如今也成全她的女儿, 继承她的衣钵。 大理四卿乃正二品大员, 虽人到中年, 却风流倜傥, 相貌堂堂, 且手握实权, 做她的妾室都算是抬举你。 这些日子, 你便安心待在院中, 等秋围过后, 便一顶小轿抬过去。 小轩士高高在上地撇着她, 嘴角全是嘲讽。 吕氏, 你毁了我一生, 让我成为王家的笑柄, 如今你的女儿, 也别想好过。 你与三爷恩爱, 你风光无限, 让我守了数年火寡, 被夫君厌恶, 被旁人嘲笑。 如今你们的女儿, 就得受千百倍的折磨, 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小轩士扭头吩咐身旁的嬷嬷, 将这件人给我看住, 在赵大人来接之前, 不许她踏出院子半步。 那嬷嬷连忙应声。 小轩士看着王妍熙一脸的绝望, 脸上才有了三分笑意, 起身离去。 屋中下人都退了出去, 那鄙视, 不屑, 嘲讽, 各类的目光, 让王妍熙屈辱至极, 羞于贱人。 小姐, 她的丫鬟连忙走上前扶起她, 哭得满脸失泪。 大理寺卿, 王妍熙狠狠地闭上眼睛, 那是圣经出名的爱瑟之人, 小妾通房数不胜数, 年岁怕事比祖父小不了多少。 小姐, 咱们去寻老夫人, 寻表小姐, 总归能想到办法的, 那大理寺亲孙女, 都快与您一般大, 这大夫人, 分明是故意作诫您啊。 王妍熙没有言语, 她拿帕子擦掉嘴角血迹, 眼中是前所未有的恨意, 泛着悠悠冷光。 哪怕死, 她都不会做小轩式的垫脚石。 第186章奇迹 与王妍熙说开后, 林清婉也不在闷在房中, 第二日便去了藏书楼, 却不曾想王老爷子比她更早。 祖父, 她走上前扶身行礼。 王老爷子正在自艺, 闻言瞥她一眼, 手指黑子, 问, 会下棋吗? 林清婉看向棋盘, 会点皮毛, 若是与祖父下, 只怕难挡三个回合。 她的奇迹只能撑聚过的去, 比起王老爷子还差得很远。 王老爷子哼笑一声, 没出息, 也不知你母亲怎么教你的, 十八般武艺, 冷是没一样能拿出手的。 林清婉别别嘴, 没吭声, 坐下来两局吧。 王老爷子放下最后一枚黑子, 呈鼎力之势。 我, 这奇迹, 怕是会扫祖父兴致。 林清婉站着不愿动, 自己的奇迹如何, 他是知道的, 对付内宅女子绰绰有余, 可与祖父对弈, 那是以卵基石。 他的自尊心, 经不住祖父多次打击。 王老爷子抬头看着他, 沉声道, 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 就要虚心学习, 以弥补短缺。 而不是, 在这里妄自菲薄, 以后嫁了人, 岂不是惹人笑话。 林清婉捶着头, 滴滴应了一声, 祖父教训的是, 无声叹口气, 林清婉走过去坐下, 重新将白黑二子捡起放入奇连中, 二人对一起来, 藏书楼内竟得落针可闻。 王老爷子几番看向他, 从刚开始的无比嫌弃到后来的满意。 林清婉只觉得, 脑子都快转冒烟了, 很想停下来歇歇, 他从起先的一柱相不道, 坚持到半个时辰才露败事, 每一步都走得担惊竭律。 王老爷子最后一子落下, 你又输了? 是。 听出林清婉的有气无力, 王老爷子顿时不满, 就这点毅力, 怪不得你一事无成。 林清婉瞬间坐直了身子, 乖乖听讯。 王老爷子, 你不要以为后宅女子就可以什么都不懂, 这世上没人会喜欢一个草包, 尤其是才华横溢的男子, 他们对妻子的要求只会更高, 若你们眼界才是无法相通, 那便不可能真正携手同行。 林清婉撇撇嘴, 有一技之长也是为取悦自己, 又不是为男人学的。 王老爷子愣了一瞬, 随即笑开, 你倒是想法新奇, 可即便是为了自己不丢人, 我也没见你有个什么拿。 得出手的东西, 那一手字, 简直是不堪入目。 林清婉低着头不说话了, 在江南, 没哪家的贵女会学习四书五经, 琴棋书画也是略知皮毛, 仅限于能听懂, 能看懂而已, 对上自家这太师祖父, 简直灾难。 这链子, 没别的窍门, 关键就在于勤奋, 上次你大表哥不是给你送了不少字帖, 你有空练练, 等下次再见, 给我看看有没有进步。 林清婉, 是, 字还是有必要练练的, 毕竟太丑, 连家书都不好意思写。 从来到圣经, 除却家中与二哥时常书信来往, 他连一封都不曾写过, 不是不担心, 而是怕母亲看不懂。 二人接着下棋, 直到日落西山, 王老爷子才放过他。 听你外祖母说, 你大舅母给你寻了一位先生, 过几日想请到府上来。 林清婉点头, 之前在祖母房中时听大舅母提及, 只是据说是宫里出来的, 能不能请来还不一定。 王老爷子哼笑一声, 请来英识没问题的, 不过, 一定得用心跟他学, 若是能将他的本事学会, 对你以后有大用。 是, 林清婉有些漫不经心, 宫里出来的最擅长的英识礼仪规矩, 诗词歌赋一类, 毕竟考女官也是要才学的, 可于他却用处不大, 毕竟他又不嫁皇室。 王老爷子站起身准备下楼, 壮若无疑问了一句, 那个大丫头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林清婉, 早晨我让丫鬟去问过, 说是今日不太舒服。 王老爷子猝猝眉, 却也没多说什么, 只扔下一句, 明日继续, 就走了。 藏书楼只剩下林清婉, 与他的丫鬟两人, 林清婉瞬间泄了力气, 满脸的疲累, 宁香连忙上前扶住他。 这一日, 简直比干一日活还累。 宁香忍不住偷笑, 老太爷让小姐明日继续, 您今日可要早早休息, 养足精神才行。 第二日时, 林清婉磨磨叽叽地着实不想去, 不明白, 祖父怎会对他这个小女子的奇迹这般上心。 若是他, 对上自己这样的臭骑篓子, 肯定早就没了耐心。 宁香, 小姐, 今日可还要问问表小姐。 林清婉点头, 过去问问吧。 宁香应声出了门, 林清婉在走廊处等着, 不一会儿便见宁香折回, 不由醋眉, 表姐可还是身子不舒服。 宁香点头, 林清婉有些疑惑, 前日不还好好的, 怎的说病就病了。 你可问过是怎么回事, 严不严重。 宁香摇头, 奴婢也不知道, 是表小姐院中的丫鬟说的, 奴婢都没见到表小姐。 林清婉皱起眉, 总觉得有些奇怪, 片刻后道, 即使不舒服, 咱们晚上便去探望一番。 主仆二人往藏书楼去, 王老爷子还是比他们先到。 又是下了一日的棋, 林清婉坐的腿都抹了, 斟酌着开口。 祖父, 明日二哥就下考场了, 我想去接他。 王老爷子瞥他一眼, 怎会不知他的小心思? 行, 那便后日, 再练棋。 林清婉垂下头, 轻叹口气, 奄奄地硬下。 此时, 他不由希望大舅母能快些江先生请进府中, 不是他不想学, 而是对这样起早贪黑的学习量, 着实有些吃不消。 王老爷子站在藏书楼前, 看着林清婉离去的背影, 嘴角带笑。 看管藏书楼的老者笑道, 便是以前教导大公子时, 老太爷也不曾这般上心过。 王老爷子笑笑, 淮阳王府的老王爷性情古怪, 清高孤傲, 不易相处, 却是个罕见的奇痴, 若能得他认可, 也能省去不少麻烦。 第187章 戳膜 请秀哥。 林清婉累得浑身酸疼, 宁香给他揉着肩膀。 小姐, 要不咱们明日再去探望表小姐吧, 您今日好好谢谢。 不了, 路程不远,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你去背鞋里, 咱们过去瞧瞧。 宁香应声去准备。 林清婉补充道, 你去厨房叫上宁霜一起。 王妍熙在三房的近况她略知一些, 也不知小萱是有没有给她清服衣。 秋季的晚风已经带着凉意, 宁香怕她着凉又给她系了件披风, 主仆几人挑着灯笼往三房走去。 月和在前面带路, 一路七拐八绕往最靠西侧的小院走去, 最后停在了一个小木门前。 月和侧身让开, 小姐, 就是这了。 借着阴阴火光能看清周围场景, 这地方, 简直可称荒芜, 便是普通丫鬟住的地方都要比这墙上几分, 小木门破败得不成样子, 上方连的牌匾都没有, 怎像是小姐住的地方。 知道王妍熙日子难过, 却不曾想到, 竟艰难至此。 林清婉冲宁香使个眼色, 宁香立即走上前扣门, 敲了足足半炷香才终于有了动静。 什么人, 深更半夜的, 敲什么敲。 一个老婆子的呵斥声, 夹杂着拖拉的脚步声临近。 谁啊, 没看到院里, 熄了灯, 已经休息了吗? 不搭理你, 还一个劲地敲, 没眼色的东西。 宁香面色一沉, 欲开口呵斥, 却被林清婉制止, 示意她不要说话, 接着敲。 宁香抿住嘴, 又咚咚咚地敲了起来, 这一举动显然激怒了里头的婆子。 别敲了, 你是听不懂人话, 还是怎么着? 伴随着她哼哧哼哧地怒骂, 木门从里面打开。 是不是厨房的, 不是告诉你们, 她今日不吃饭吗? 怎地记不住还是怎么着? 木门打开, 露出一张大胖脸, 正横着眉毛, 撸起袖子, 一副要干价的姿态。 林清婉垂眼看向那婆子的脚, 一双绣花鞋, 此时正随意地踢踏着, 裤脚挽起, 应是刚从床上起来。 如今, 不过刚过晚饭的点, 嬷嬷就已经上她休息了。 林清婉轻声开口, 脸上带笑。 胖嬷嬷看着她挣了几息, 随即又打量起她的衣着, 眼皮狠狠跳了跳。 姑娘是。 月和走上前, 这位是府上表小姐, 听说大小姐病了, 专程来探望大小姐的。 那胖嬷嬷不可见的撇撇嘴, 却是连忙行李, 老奴见过表小姐。 她眼珠不住地转着, 笑着解释, 表小姐见谅, 时是我家小姐一向睡得走。 老奴还以为是厨房的莲香, 怕耽误了小姐休息。 这一集, 嘴上就没个把门的, 着实不指示表小姐过来, 对不住。 嘴上说着告罪的话, 腰杆却挺得很直, 且眼角眉梢透着不屑。 宁香立即来了火, 既是知道我家小姐身份, 还不速速让开, 给你家小姐禀报。 胖嬷嬷眸光微冷, 脸上笑容又深了几分。 实在对不住, 表小姐, 我家小姐睡得早, 且不惜有人打扰。 不如, 您过段日子再来。 老奴也是为表小姐着想, 毕竟我家小姐身子不爽力, 若是再过了病气给表小姐, 岂不是老奴的罪过? 话罗又扯着嗓子, 朝院里喊了一声, 御草, 死丫头, 你磨蹭什么呢? 还不赶紧出来? 来了。 她声音落, 立即有人接口, 不一会儿, 院中又跑出一个小丫鬟, 脸上带着巨异, 问道, 嬷嬷, 您换奴婢可是有何吩咐? 那小心翼翼的模样, 仿佛胖嬷嬷才是主子。 你去厨房跑一趟, 看让莲香留的饭在不在, 提回来, 以防小姐半夜醒来肚子呃。 那小丫鬟明显冷了一会儿, 接触到嬷嬷撇过来的眼神, 立即点头, 嬷嬷放心, 奴婢这就去。 说完就往外跑去, 林青丸挑眉看着那胖嬷嬷, 与小丫鬟的眼神交汇。 月和突然走上前低声道, 小姐, 既然表小姐已经睡下了, 不如咱们就先回去, 等明月再来。 林青丸扭头看向月和, 见她眼神闪烁, 微微摇头, 沉嬷片刻后点头, 行吧, 既是表姐不舒服, 那我便不打扰了。 胖嬷嬷嘴角擒着笑, 敷衍的浮浮声道, 表小姐慢走, 老奴就不送您了。 林青丸转身, 主仆几人顺着来时的人回去。 回到锦绣阁, 宁香忍不住问道, 月和, 你瞧见那嬷嬷趾高气昂, 目中无人的态度没, 便是表小姐也不会这般对小姐。 她一个奴才, 简直想上天了。 你为何拦着小姐不让发作, 咱们就该寻表小姐说到说到才是。 月和抿着嘴, 看向林青丸。 林青丸眉间带着忧虑, 宁霜则安静立于一旁, 沉默不语。 小姐, 奴婢并非是让您受那老婆子的气, 而是, 奴婢觉得她有些不妥。 林青丸皱起眉, 表姐性子温和, 身旁人也行事有度, 那嬷嬷却是有几分泼辣。 月和点头, 去厨房的路在南边, 那叫玉草的丫鬟, 却是往东面去的。 那个方向是三夫人的住处。 林青丸微正, 抬眼看向月和。 月和, 想必是大小姐又被三夫人进了族, 以往这样的事实有发生。 也是后来大小姐每日去老夫人那成婚定上, 三夫人这才收敛些。 这几日, 因着与小姐一同读书, 表小姐多日不曾去远行堂落过面了。 怕是三夫人又借此机会教训大小姐呢。 三夫人不是个好相语的, 奴婢怕小姐沾了晦气, 才自作主张劝小姐莫要再管。 林青丸沉默片刻, 问道, 你方才说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难道三舅舅不管吗? 就任由表姐被小薰师戳磨? 月和有些犹豫。 这, 奴婢到府上时日短, 只听人说三爷与三夫人关系不清后, 除非逢年过节, 否则三爷基本不回府上, 也管不上这些。 不过小姐不用担心, 三夫人虽搓磨表小姐, 可却是不敢伤人性命的, 过不了多久, 就会将人放出来了。 她也怕老夫人突然问起, 又斥责她。 第188章陈鹿 宁香叹息接口, 以往只听说大户人家的述出过的不如奴才, 还以为是夸大其词。 林青丸沉默半赏后, 微微点头, 她的身份便是想管, 也是不可能, 无非自取其辱, 倒不如有机会在外祖母面前提上几句。 月和劝道, 小姐, 三房的事便是大夫人, 也是不怎么过问的。 您就别记挂了, 累了一日, 早些歇下吧。 林青丸起身走向庄台, 宁香连忙上前给她卸下拆环, 看着庄霞中的白玉簪, 林青丸突然想到了沈家。 沈家敬竹圣经, 应是举家搬迁, 打算扎根在此的于情于理, 她该去拜见一番, 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亲姑母, 可这心里着实排斥的景, 更不知该以何种态度与那人相处。 叹口气, 她吩咐宁香道, 这两日, 沈家应会抵达圣经。 你让允峰注意这些, 小姐打算去沈家拜访, 林青丸起身上了床榻, 于情于理都该去拜见的, 何况咱们还住在外祖母府上, 若是不去, 反倒连累王家被挑离。 至于沈默, 能避则避。 林香点头, 成, 奴婢明日就去循运峰。 一日, 林青丸收拾妥当后去远新堂请安, 刚至院门口, 就能听到里面王老夫人的笑声, 不禁有些纳闷。 表小姐, 于嬷嬷正端着茶水, 准备进屋。 林青丸笑着走上前, 可是得外祖母煮的花茶。 正是, 金哥二公子也在, 您先请。 林青丸点头, 回身后, 眸中却闪过异样。 王景洪, 她不是整日忙着花天酒地吗? 怎地有空大清早来远新堂, 着实稀奇。 屋里, 王景洪坐在王老夫人下手, 亮眼的红色锦袍, 正懒散地歪在椅子上, 与王老夫人说着什么, 逗得王老夫人哈哈大笑。 外祖母, 二表哥, 林青丸扶身行礼, 王老夫人这才注意到她, 忙擦了擦笑出的眼泪, 招手让她过去。 王景洪也稍稍抬头看向她, 脸上带着似笑非笑, 那双细长的眼眸自带风流, 瞧谁都带着三分情意。 林青丸冲她淡淡汗手, 随即走到了王老夫人身边。 王老夫人笑道, 我就知道, 你今日会过来, 才特地将你二表哥请来。 你大表哥今日有事, 其他几个我又实在不放心, 待会就让你二表哥与你一同去接一个。 林青丸惊讶一瞬, 随后乖巧的英试又转身看向王景洪, 如此就麻烦二表哥了。 王景洪眉稍挑着, 在她视线看过来时展颜一笑, 一家人表妹不用客气。 林青丸扯扯嘴角, 点头称是。 王老夫人, 别看你二表哥瞧着不着调, 其实是细心周到不过的, 有他在, 比你大表哥跟着还安全。 林青丸听闻有些诧异, 不曾想外祖母竟对王景洪评价这么高, 他微微偏头看去, 却见下手的男子正垂头把玩着茶杯, 脸上笑意淡了极许。 这样的顽固公子, 放在哪家, 应都是招人闲的存在。 可在王家, 外祖母疼爱他, 却是不比王景虚少, 着实奇怪。 于嬷嬷给几人添上茶, 王老夫人道, 晚姐儿, 尝尝外祖母这花茶如何, 老生喝了十数年, 连带着于嬷嬷的茶艺都提升不少。 林青婉笑着接过, 抿了一口, 片刻后道, 茶不错, 这水, 差了些。 王老夫人与王景虹齐齐看向他, 前者是惊讶, 后者是意味深长。 王老夫人看向于嬷嬷, 随后又品了一口, 倒是与往日没甚区别。 于嬷嬷问道, 表小姐, 这煮茶的水都是干净的, 老奴也是煮了很长时间的。 林青婉笑笑, 我也喜爱花茶, 等会儿, 我让人给外祖母送下来。 您尝尝味道如何, 不过我的花茶, 却是要配上陈璐才可。 说着, 她又拿起了桌上茶盏, 道, 包括祖母的花茶, 用陈璐煮开后再用。 味道上也会多一丝清甜, 肯定要好喝一些。 于嬷嬷, 表小姐说的这法子, 以前倒是用过, 前几年大小姐常会采集, 陈璐给老夫人泡茶, 可效果比起这普通的水, 总觉得香茶不大。 王老夫人微微点头。 林青婉, 那是因为于嬷嬷用的少, 每日就煮上一盏, 全部用陈璐, 不要掺杂普通的水。 陈璐最好是在花草上采摘, 味道肯定会不一样。 王老夫人笑道, 全部用陈璐倒是个费时费力的活。 成, 明日我便让于嬷嬷采些试试。 于嬷嬷笑着应下。 林青婉却道, 倒是不用麻烦于嬷嬷, 我在江南时时常会早起采集, 并且知道什么花上的陈璐味道最好。 不若明日我与表姐一起, 采来给外祖母尝尝。 王老夫人摇头, 怎能麻烦你们, 大早上别沾了含茄。 我这一把老骨头了, 喝不喝都成。 林青婉走上前抱住王老夫人的手, 罕见的撒娇道, 怎么会是麻烦? 祖母, 你肯让我们尽心, 便是对我们最大的疼宠。 说着她又低声道, 我还想再偷一日来, 不想被外祖父揪去下棋。 王老夫人闻言笑称她一眼, 你外祖父都是为你好, 你个小没良心的。 我当然知道, 可外祖父太厉害了, 和她下棋, 我脑子都快转不动了, 您就让我再歇一日吧。 她轻晃着王老夫人的手臂, 这般撒娇, 便是与王氏也不曾有过的。 王老夫人心都化了, 立即点头, 成。 不过不能一日, 就一个上午, 下午你还乖乖地去藏书楼, 许你外祖父学下棋去。 林青婉立即答应, 我今日要忙, 那表姐那边, 就劳烦于嬷嬷去通知一声了。 王老夫人笑意淡了些, 不着痕迹地撇过于嬷嬷, 心里一动。 林青婉抓着王老夫人的手臂紧了紧, 王老夫人低声一叹, 成。 放心吧, 晚上我让于嬷嬷过去看看。 林青婉长松口气, 不曾想到外祖母这般敏感, 轻易就猜到了其中曲折。 又坐了一会儿, 林青婉与王景洪芳起身告辞, 准备出府。 人走远, 于嬷嬷才叹道, 看来是三夫人又搓磨大小姐了。 王老夫人眉头紧皱, 只怕不只是搓磨, 若是小事, 他也不会拘着人, 连婉丫头都见不着。 你晚间过去瞧瞧。 敲打敲打三房, 别整日没事的瞎折腾。 于嬷嬷连忙硬下。 府门外, 林青婉看着眼前这辆十分张扬的紫红色马车, 嘴角微抽。 二表哥, 就一辆马车吗? 王景洪单手背后, 似笑非笑, 祖母让我保护你, 我们自然要乘坐一辆马车。 这理由, 十分充分, 可林青婉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嫌弃他的马车。 王景洪似乎看出他的心思, 不由挑眉道, 这可是本公子的专属马车, 连沙帘上都坠了珍珠, 尊贵又奢华, 可是耗费了我所有的私房钱打造而成。 林青婉眼皮跳了跳, 他还能说什么, 只得不情不愿地夸了一句, 走过去上车。 第189章 奢华马车 撩开车帘的刹那, 林青婉直接愣住了, 入幕式琳琅满目的奢华物件, 连坐垫都是金线所秀, 小岸上搁置的琉璃盏在阳光下泛着波光, 晃得人睁不开眼。 身后传来王景洪的得意倾笑, 怎么, 是贝爷的阔绰看傻眼了吗? 林青婉嘴角微抽, 这不是阔绰, 这是童秀。 他抿着嘴上车, 眸中闪过嫌弃, 便是爆发户也不会这般装扮马车, 真是又土又丑, 处处透着主人的低俗品味。 王景洪上车后, 就歪在了软榻上, 懒洋洋的模样浑似眉骨头一般。 林青婉垂头看着脚下踩的绣金银线鸳鸳细水融毯, 整张脸都轻了, 这简直是暴殿天物啊, 谁教他融毯上绣花的? 仿佛看出他的心思, 王景洪笑道, 怎么样, 是不是很美? 那上面的鸳鸳细水, 可是圣经最有名的绣娘绣的。 林青婉小嘴精明, 不言语, 绣鸳鸳细水? 这人该不会连绣娘都不放过吧? 不然哪家的正经女子会绣这东西送给男子? 你为何要在容坦绣这个? 林青婉实在忍不住好奇问道, 王景洪单手撑头, 狭长的毛子斜泥着他, 自然是因为我容貌俊俏, 魅力太大, 那绣娘以此表露对我的私慕之情。 林青婉, 她为何要问? 林青婉再次闭上嘴不说话了, 王景洪却是不想放过他, 带着风情的毛子肆意在他身上打量, 看得林青婉坐立不安, 有些脑溢。 二表哥, 我可是有哪里不对? 王景洪挑挑眉, 摇头? 没有。 林青婉冷哼一声, 想扭头看向车外, 车帘上坠的磕磕珍珠, 却很是碍事, 不时发出碰撞的声响。 无奈, 她只得放下车帘, 重新端坐, 见对面男人依旧瞅着他, 不由恼火。 二表哥, 你是世家子弟, 如此奢华恐怕不妥。 你就不怕引人注意, 被人揣测王家贪贿? 王景洪眼眸一眨, 不怕呀, 我这马车可是载过无数姑娘的, 自然不能寒酸, 怎么? 莫不是表妹想举报我? 林青婉被噎得张口无言, 简直无语至极, 干脆垂下头, 不与真人说话。 车厢沉默片刻, 王景洪连起浪荡, 壮若无意问道, 三房那丫头怎么了? 林青婉一愣, 脱口出道, 你怎么知道? 哼, 王景洪讽刺一笑, 三房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王家上下谁不知晓? 倒是你, 不过与她数日相交, 就敢在祖母面前屡次试探, 替她说话, 当真是胆子不小。 林青婉惊讶于王景洪的洞察力, 却是没有接话。 她的确不知, 外祖母对三房究竟是怎样的态度, 虽不敢直言, 只得徐徐善斗, 慢慢试探。 王景洪, 若是今日利用祖母的是旁人, 怕是早就癌训了。 祖母与三房的姨太太有仇, 而且仇怨很深, 所以,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祖母心善, 可不代表会对三房的人深以援手, 能容他们居住府上, 已是莫大的良善。 林青婉豁然抬眼看着王景洪, 她一直都知晓, 外祖母对三房很是漠视, 却不知里面有这样的渊源。 可, 外祖母对表姐并不苛刻, 王景洪打断她的话道, 可也仅限于此, 给她条生路, 也不过是, 看在她是女儿身的份上, 可怜她而已。 你要是不想自寻麻烦, 就别管。 知道了, 多谢二表哥提醒。 林青婉垂头硬下, 心里想的却是, 外祖母既然已经答应了, 定是会过问的, 哪怕只是搭个话, 小宣誓也会收敛几分。 马车晃晃悠悠停在考场门前, 这条街上已经聚集了不少马车, 说是人山人海也不为过, 纷纷一脸期待的候在门口。 王景洪吩咐车夫将马车停在了原来的位置, 依旧正应着酒楼门口。 林青婉忽然想起什么, 看向王景洪问, 二表哥, 今日九楼二楼上, 还有人吗? 王景洪眯着的眼睛睁开, 看向窗口的位置, 隔着沙帘, 他的目光仿佛能穿透车窗, 那一瞬间的灵力, 让林青婉心惊。 他真的是一个顽固, 林青婉对这句话深表怀疑。 不过片刻, 王景洪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 脸上带着昔日的不羁笑意, 想知道, 聊起车帘看看不就知道了。 林青婉, 真是废话。 他不说, 他也不再问, 只是偌大的车厢坐着他们两个人实不自在, 也没有能打发时间的东西, 林青婉只得盯着脚尖发呆。 想不想下去玩? 王景洪突然问道, 林青婉眸中一亮, 随即又暗淡下来, 不用。 与他同进同出, 只怕会被人诟病, 这是其一。 更重要的是, 他不想被人看见他是从这辆马车下来的, 太丢人。 就像这会儿, 他们虽未露面, 可从马车停下开始, 就不断被路过的人笑话说嘴。 第190章 危险 成, 那你就老是坐在这等吧。 若是在被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盯上, 可与我无关。 王景洪懒懒起身, 准备下车。 林青婉一惊, 连忙开口。 二表哥, 你去哪儿? 对面酒楼里吃些东西, 总不能干做这几个时辰不是? 几个时辰? 林青婉愣住, 不是说五十出考场吗? 怎必要等几个时辰? 王景洪跳下马车, 嘴角带笑, 谁说的五十出考场? 我有说过吗? 林青婉? 既然要等那么久, 那你在府中时怎么不说? 王景洪, 往年秋为一日便可, 今年却是足足延长至三日, 我一个浪荡子, 又不在朝为官, 哪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出考场, 若是晚了, 岂不是还会挨你埋怨? 倒不如在这等着, 反正有吃有喝的, 总比闷在府中强。 他说着, 就背手往酒楼去,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地方最是人多眼杂, 若真被人盯上出了事, 我可是不负责的。 林青婉抿着嘴, 有些纠结, 外面又传来允风的声音。 小姐, 要不还是随二公子进酒楼吧? 属下总觉得, 今日有人跟踪咱们。 林青婉又是一惊, 连忙挑开车帘看向允风。 你确定? 允风看向人群的某个方向, 眸光灵力, 八九不离十。 而且从小姐出府时, 就已经跟着了, 属下怕有个万一, 咱们还是跟着二公子吧。 林青婉叹口气, 指得不情不愿地下了车, 毕竟比起被人笑话, 还是命更重要。 二楼雅间里, 王景洪临窗而坐, 正是先前沈默与周英所在的那间。 听到身后脚步声, 他嘴角轻勾, 不曾回头问道, 不是不下来吗? 怎的又改变主意了, 是怕被那些人绑架吗? 你果真知道? 林青婉走到他面前, 猝着眉。 你既是知道, 为何不提醒我? 王景洪整个身子都窝在椅子上, 手指九斩, 也许是房中太闷, 他脸上已带些熏红。 我为何要提醒你? 林青婉脸上一红, 不自在地坐下, 声音低了几分, 外祖母让你护着我, 再者, 我们还是表兄妹, 出声提醒一句, 不过分吧? 王景洪一杯接一杯地灌酒, 可我已经叫过你了, 是你不愿意跟我一起。 那么, 即便出什么事, 也不管我的事, 我是答应了祖母护你, 可你不听我的, 我能怎么办? 林青婉噎住, 不知该怎么接下去, 半晌后才道, 你说得对, 毕竟二表哥护我是出于情义, 不管, 他也没资格指责什么。 王景洪余光瞥他一眼, 眸底划过笑意, 随之饮下杯中酒, 又将空杯递至身旁少女眼前, 倒酒。 林青婉看着眼前的酒盏, 有些不可思议, 随后不渝地皱起眉, 二表哥, 你可以换你的小丝进来。 他们此刻并排而坐, 落在楼下的人眼里, 仿佛一对友情人, 以招人非议, 怎可再做出倒酒这般亲密的举动。 王景洪伸出的手并未收回, 他歪着头轻笑, 怎么? 表妹难道不想知道跟踪你的, 都是些什么人? 林青婉心中一动, 扭头看他, 王景洪抬着下巴, 冲他示意着酒壶, 笑得玩味。 垂下眼睫, 林青婉伸手拿起桌上酒壶, 替他针满。 王景洪这方满意, 又是仰头喝得一滴不剩。 我不知他们是哪个府上的, 但那几人从表弟进考场那日, 便蹲守王家附近, 今日也是, 瞧见你出府跟上来, 我才知道, 是冲你来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 便是你身边那个侍卫都能解决的。 林青婉醋没? 你看不出他们来路? 王景洪折了一声, 扭头看着他, 我又不是神仙, 他们身上又没写字,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来路? 他们是冲你来的? 你得罪过什么人, 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白霞那杯酒, 林青婉暗自赋斐, 又略略在脑中过一遍, 片刻后肯定道, 在圣经, 我从未得罪过王家以外的什么人? 即使蹲守府门口, 定不会是王家的人, 可圣经里, 他自打来了之后, 几乎没出过门, 怎会得罪人? 王景洪耸耸肩, 那就不知道了, 若是害怕, 你可以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不过仅限今日, 以后我可是不管的。 林青婉, 我好歹是你表妹啊。 不过看着人放浪不羁的姿态, 定是不在意这所谓的血脉亲情的, 林青婉垂下头想着那些人的来历, 一时没有说话。 会不会是沈家的人? 林青婉有些怀疑, 可沈家除了沈默, 其余都还在路上。 难不成是沈默? 可他应不会做出这么无聊的事情, 且听王景洪的意思, 那些人很是草包, 沈默的秉性, 怎会用这样的人? 他一时有些愁眉不展, 王景洪目光落到他身上, 吃笑道, 若是不顺心, 除掉便是有何纠结的? 林青婉, 我又不会武功, 且身边并无真正可用之人。 如何除? 他带着一丝西记, 盼望着人大发善心能帮帮忙, 王景洪却是又躺了回去, 那就让他们跟着, 不挡吃不挡喝的。 咚咚咚, 气氛正闷时, 雅间门突然被敲响, 王景洪懒懒开口, 进来。 二公子, 他的小丝急不走进来, 脸上带着着急, 趴在他耳边不知说了什么, 王景洪的脸色逐渐沉下来, 最后竟是拍案而起。 突然的巨响, 吓得林青婉一击灵, 最抬眼古怪地看着气怒, 非常的王景洪。 王景洪皱着没问他, 我有事要去趟青楼? 你可要跟我一起。 林青婉眨眨眼, 果断摇头, 不去。 虽又想到楼下那些麻烦, 他也连忙起身。 二表哥, 是出什么事了吗? 第191章雅间风波。 王景洪正重点头, 爷的香吼被人抢了去, 也要去抢回来。 你若是不愿去, 就乖乖待在酒楼别动, 等我回来。 说完转身走了, 留下一脸呆滞的林青婉正在原地。 守在门口的允风快步进来, 见林青婉发呆, 不由问道, 小姐, 二公子他, 不用管他。 林青婉挥挥手, 允风又退了出去。 林青婉回到窗前, 再次向人群看去, 人山人海中, 都忙着向考场门口探望, 根本就无人注意到他。 不禁想起外祖母对王景洪的信任, 外祖母不会说假话。 王景洪竟然敢撇下他走, 也许是笃定他不会有事。 他就那么趴在窗台上, 眺望着考场的方向, 直到午时, 依旧没等到他的二哥, 却意外地撇见他不愿见的人。 楼下, 两辆马车晃晃悠悠停下, 接连走下两名男子, 那熟悉的紫金锦袍, 让他豁然捏紧手中锦帕, 面上带了三分清冷。 虽听王景徐提起那日酒楼上的人是他, 可不曾见过并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如今他就在眼前, 他心中静涌上无尽烦闷, 再无别的情绪。 仿佛是有所感觉, 楼下的沈默豁然抬眼, 看向二楼的窗口。 林青婉一惊, 连忙缩回身子, 站起身往后退去。 沈默皱皱眉, 那人虽躲得极快, 可那抹淡青色衣袖, 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那样的颜色, 应是女子。 周英一走上台阶, 回头却见他依旧站在原地, 盯着楼上看, 不由问道, 沈兄, 怎么了? 沈默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 摇摇头, 没什么。 话落抬脚进酒楼。 小二, 还是上次的那个哑间, 在上些酒水。 周英身边的侍卫, 拎着钱袋递给殿小二。 殿小二瞧见周英, 又见他的侍卫一派煞气, 不由白了脸。 这位公子, 真是对不住, 之前的那间哑间已经有人了, 要不晓得给您准备其他哑间吧。 周英挑挑眉, 他的侍卫却是猛然上前一步, 沉声道, 我家主子就要先前那间, 有人也得给腾出来, 快去。 周英冲那侍卫点点头, 侍卫又从怀中掏出一定银子, 扔在小二身上, 这银子算是给那位客官的赔罪, 让他换肩房。 小二接着那银子, 手指头抖得厉害, 苦着脸道, 公子, 是不是小的不给您感人? 而是, 而是那雅间的客人, 小的也得罪不起啊。 要不您行行好, 换一间吧。 王家的顽裤, 那可是个狠角色, 混账起来什么事都敢做, 他怎么敢惹? 眼前这几位虽也不是善茶, 可好歹是能说理的主。 得罪不起? 你得罪不起楼上的那位, 就有胆子得罪我家公子。 你知道我家公子是什么人吗? 那侍卫沉着脸, 抬手就要拎起小二教训, 却被沈默制止。 想到方才看到的那抹淡青色衣袖, 沈默转向周应道, 殿下, 既然是咱们来晚了, 那便换肩房吧。 周应挑着眉, 沈兄, 你想看家人, 除了那间雅间, 可是没有临床的位置了。 沈默促起眉, 一时没有言语。 周应单手背后, 脸上再笑, 却掩不住周身的高高在上, 既是你不敢得罪, 那本公子也不为难你。 楼上的是哪家的公子, 我亲自派人上去就是。 除非是他那两位皇兄弟, 可那两位如今正极的火烧眉毛, 怕是没那精力出来闲逛才是。 小二抚平被侍卫抓起的衣领, 往后退几步, 小声道, 是, 是, 王家的二公子。 王家? 沈默与周应, 齐齐醋眉。 周应问道, 哪个王家? 可是王老太师府上的。 小二忙不迭点头, 正是, 若非是那个魂不令的玩意, 他早就上去寻人商量了。 那人的确是个混账玩意。 周应诞生开口, 并非是怕他, 而是王家虽今非昔比, 可意义非凡, 若是可以寻得王老太师帮助, 在朝堂上的威望必定事半功倍。 他不仅有些犹豫, 可比起王家一个顽固, 自然是沈默的助力更为重要。 沈默看向二楼的方向, 眸中有暗芒划过, 心间颤动, 袖中的手也紧握成拳, 半赏后轻声开口。 殿下, 既是王家的公子, 怎好驱赶骄恶, 不如上去打个招呼。 周应松口气, 阳唇一笑, 沈兄说的是, 二人越过殿小二直接往楼上去, 殿小二却是傻了眼, 半赏都没回过神。 殿下, 那位公子是皇家人, 不长眼的东西。 侍卫冷声斥一句, 随即跟上。 楼上的允风早已听到楼下发生的事情, 连忙进屋。 报林青晚。 林青晚眉头紧皱, 如今, 便是走都来不及, 又不想对上那二人, 心中烦闷, 不由将王景红暗骂一通, 早知如此, 他还不如待在马车里。 咚咚咚, 房门被敲响。 王公子, 我家二殿下在此, 想与公子喝杯酒。 这话说的傲气, 分明是等着里面人出来见李赢嫁。 允风不动, 看着林青晚, 等他拿主意。 门外的侍卫听不到回应, 面上不由沉了几分, 门敲得更加用力。 王公子可在里面, 我家殿下要与你喝杯酒, 还不出。 他话未说完, 雅间门吱鸦一声响, 从里面打开, 走出一名侍卫。 允风随手关上门, 这一举动, 令周英不悦地皱起眉。 沈默却在看到允风时, 眼中波光流转, 袖中的手反复收紧, 唇角扬起, 果然是他, 那么清冷的颜色, 只有他会喜欢。 周英的侍卫沉着脸, 想出声教训允风, 是何意? 王公子莫不是不欢迎本皇子, 他声音微冷, 脸上也带了三分怒意。 允风撇过一旁的沈默, 拱手行李, 二皇子, 沈公子。 并非王公子不见, 而是王公子不在雅间。 周英一正, 随即眯起眼。 允风神色自若, 无丝毫惬意, 我家表公子有事走了, 并不在雅间。 若二皇子有事寻他, 可改到青楼。 里面的是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规格女子, 又只身一人。 不方便见二皇子与沈公子两位外男, 还请二皇子谅解。 周英文言, 脸色缓和几分。 竟是去了青楼, 这倒是那顽固的作风。 且妙龄女子与两位外男共处一室, 的确与人姑娘生育有损, 人家不见, 也是情理之中。 他又看向紧闭的雅间门, 转而问道, 你家小姐, 是何人? 他记得, 王家小一辈中并无女眷。 第192章九楼 允风促起眉, 这句问得着实突兀, 他未答话, 而是看向一旁的沈默。 沈默唇角微钩, 刚欲开口, 楼梯口处一阵响动, 一道低沉男声, 碎然响起。 二皇子, 如今局势与你大吉, 你不待在府上用心谋划, 却还有雅信出府喝酒游玩, 敲姑娘房门, 为人名讳。 周英脸色微变, 转身看了过去。 周牧一袭暗黑色锦袍, 身后跟着庶民黑甲卫, 缓缓走近。 他唇边带着冷宁, 似笑非笑。 二皇子究竟是无心高位, 与世无争, 还是? 堂弟。 周英慌忙截断他的话, 微微汗手。 今日秋为结束, 我只是出府转转, 朝中事宜皆有父皇做主, 圣上眼明星亮, 我怎敢动歪心思。 周牧眼帘微锤, 淡淡看着周英, 二皇子高风亮节, 即使不曾有过心思, 那我必定如实禀告皇上, 以嘉奖您的淡薄明智。 周英脸色一白, 丝毫不怀疑周牧的话作假, 毕竟比起他们这些兄弟, 父皇反倒更器重堂弟。 父皇是一步一步杀上皇位的, 最看重的就是铁骨血性。 他曾在朝堂上公然说过, 不想当君王的皇子, 永不可能成为明君。 他怎敢让周牧这话传出, 那无疑是断了他夺嫡之路。 周英豁然一笑, 堂弟说笑了, 我今日出府, 本就是想关注秋为, 看有没有才学出众的, 能为国效力。 周牧点点头, 所以二皇子今日, 是想先朝廷一步, 拉拢财亲过人的学子, 收尾己用。 堂弟。 周英声音提高, 面上难看, 却在周牧看向他时, 又压下了火气。 哥哥我只是到处走走而已, 堂弟就别抓着, 我不放了。 对周牧, 无论是他, 还是老大, 老三, 都可谓避之不及, 多年来又惊又惧, 尤其是老大与老三, 简直是那二人的童年噩梦。 他们用尽心思拉拢, 不仅不能拉近关系, 反倒会被坑一把污泥。 如今他们三人早已放弃这尊温神, 反正淮阳王府中立, 只效忠皇上, 他们也不怕周牧会与自己为敌。 往日周牧对他虽不假词色, 可基本的礼仪还是有的, 今日突然如此针对, 却是前所未有的, 着实让周英措手不及。 二皇子言重, 皇上即将秋为一切事宜, 交由我管辖, 我自是要尽心尽力才是。 周牧诞声说完, 撇向一旁沈墨, 二人四目相对, 萧嫣无声而起。 周英这才看出几分意味, 眸中划过诧异, 他暗中拉拉沈墨衣袖, 转而冲周牧道, 堂弟, 我与沈兄就是闲来无事想喝杯酒, 即使你有公务在身, 就不请你了, 先行告辞。 华洛转身离开, 沈墨却一时未动, 周英轻叹口气, 出声提醒, 沈兄, 咱们换家酒楼吧。 沈墨收回视线, 又看眼紧闭的房门, 缓缓点头。 二人出了酒楼, 周英见沈墨脸色依旧阴沉, 伸手拍拍他的肩膀, 不用担心, 他与那女子, 不可能的, 带你在朝中站稳脚跟, 将婚事提上日程旧事, 华洋王府再有权势, 也不能做出夺人妻之事。 沈墨吐出一口浊气, 滴滴应了一声。 周英, 沈兄, 沈家根基虽不在圣经, 可底蕴在哪? 想在圣经拔尖, 也不过时间问题, 依你的身份, 便是娶皇家郡主都可, 又何必执着于家族衰败的凌家女, 失你身份。 沈墨笑笑, 没有接话。 青梅竹马, 数十年情义, 怎是轻易能舍弃的。 周英看他沉默, 便知他坚持, 无奈摇头。 你啊, 当真是执拗, 如今你大可不必与周牧硬碰硬, 凌家女的身份连你都匹配不上, 更何况皇室亲王, 你就放心好了。 沈墨没接这话, 转而问道, 周世子手握黑甲位, 虽全是中天, 可因不致让几位皇子忌惮至此。 可如今我看着圣经局势, 他倒是有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之势。 周英面上一顿, 苦笑起来, 依律法, 他为臣, 我们为君, 可论实力与恩宠, 我们却比他差得很远。 所以, 无论是我, 还是那两位兄弟, 对他都敬而远之。 整个朝堂皆是如此。 对他, 眼热又拉拢不得, 厌恶又不可得罪, 都因三年前父皇登基时的一句话。 沈默促眉看向周英, 周英也停下脚步, 目光悠悠看着远方, 周牧哲, 深得振兴, 若出身宫廷, 必为圣君。 沈默瞳孔微缩, 闪过震惊之色。 周英一笑, 父皇不止一次可惜, 他出自亲王府, 而非他亲子, 否则怕是早已测处, 哪还有我们兄弟三人什么事? 他们忌惮他, 朝堂百官也忌惮他, 所有人都紧盯着他, 可他掌权几年, 却也愣是无人挑出他的丝毫错处。 无论是黑甲卫, 还是淮阳王府, 都谨守本分, 从不涉及朝堂党派之争, 更不与任何一派有亲密走动, 干净地让人无从下手。 良久, 沈默轻吃出声, 可这世上所有东西都盛极必衰, 无上恩宠, 只风光一时, 繁华落尽之时, 怕也是困于淋雨。 周英笑笑, 不置可否, 今日的百般千智, 与锦小甚微, 以及在他手下折损的颜面, 身为皇子, 他岂会甘心。 无论是他还是另两位兄弟, 不管谁登机, 淮阳王府都必定惨烈收场。 九楼里, 林青晚听到周牧声音响起, 便已起身走至门口, 听着他咄咄逼人, 令二皇子无言以对, 不禁仰起唇角, 直至人走远房门被敲响, 才回过神来。 周牧看着紧闭的房门, 嘴角似有肆无勾气, 人走了, 开门。 林青晚想都没想, 直接道, 门又没锁, 你进来就是。 允风垂下眼帘, 侧身让开。 周牧淡淡挑眉, 眸中家带一丝愉悦, 推门进去。 林青晚已端坐在窗前, 娇俏的小脸带着些许飞红, 瞧着考场外的人山人海。 你不是受皇命守在考场吗? 怎得有空到这来? 周牧缓步走至他身后,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不打反问。 方才门外的可不止二皇子一人, 还有你那朝思暮想的沈家郎君。 你那般在意他, 怎得舍得拒之门外了? 林青晚皱起眉, 心中有些不渝, 声音也带了三分不快。 第193章喝酒。 周世子是来故意埋态我的吗? 他与沈默之间的纠葛, 这人应是最清楚的才是。 周牧淡盼勤着笑, 走过去坐在他身侧的位置, 你与他青梅竹马数年, 自视感情深厚非寻常可比, 虽觉得惊讶而已。 他余光瞥着身旁少女的神色, 伸手倒酒地手紧了几分。 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过屡屡推敲, 周世子出身皇室, 才更是明白权势当前时, 亲亲爱爱有多不值钱。 比起当初, 他也不那么在意, 可数年的交付还是让林青晚心中难受, 唇角意上苦笑。 周牧的好心情瞬间扑灭, 眉眼带上冷宁, 淡淡收回视线, 没有接话, 他垂眼晃动着手中酒盏, 晶莹的酒水洒在他的指尖, 烈酒还未下毒, 身上怡然酒气。 那些人是神府的, 已经都处理掉了, 你不必再担心。 林青晚闻言扭过头看他, 眸中带着惊讶。 你如何得知的? 便是他也是今日才知道的。 他瞧着周牧, 眼中不由戴上怀疑。 周牧引进酒水, 量身开口, 不要多想, 本世子可没有派人跟踪你。 我知道, 林青晚撇撇嘴, 继续往楼下看去, 我只是有些奇怪。 问问而已, 周世子惯来冷情, 心非手狠, 我怎会自作多情? 他看上他, 他是怎么都不信的, 无非是闲来无事逗他玩罢。 周牧闻言俊脸阴沉几分, 他盯着手中酒盏, 目光幽暗晦涩, 凉酒, 才偏头, 看向一旁少女, 不禁有些咬牙切齿。 真是蠢得不能再蠢, 心黑手狠。 他缓缓, 从口中吐出这几个字, 面上竟勾起几分笑意。 林青晚面上一将, 扭头对上男人的笑脸, 只觉得浑身凉嗖嗖的, 冷气直钻头顶。 他第一次知晓, 原来笑容也能那么可怕。 周牧闻借着他, 身子向后仰去, 在你眼里, 原来竟是如此评价本世子的。 林青晚咽咽口水, 扯出一抹笑意。 我的意思是, 周世子位高权重, 形势利落果敢。 你统领黑甲位, 自然要有几分手段, 不然如何令他们服从, 为国尽忠。 他眼神清澈, 说完还冲周牧坚定地点点头, 示意自己没撒谎。 周牧看着他, 呼得一笑, 随后垂下眼睫, 笑容越来越深, 直笑得林青晚心里发怵。 就见那人拍几下扶手, 竟输得起身朝他走来。 林青晚脸都白了, 下意识地往后缩去。 我只是夸赞你几句而已, 又没说什么令你不开心的话。 你, 你这是做什么? 周牧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右手突然抬起, 吓得林青晚险些失声喊救命, 却见他手往后扬去, 一道掌风刮过, 窗户齐齐应声关上。 林青晚吐出一口气, 心口依旧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周牧上前两步, 豁然弯腰, 双臂撑住原以扶手, 眼眸眯起, 既然你认为我那么有手段, 且心黑手狠, 那, 你怕我吗? 男人眼睛直直盯着他, 令林青晚必无可避, 轻烈的龙弦香萦绕鼻尖, 夹杂着男人的呼吸, 让他心慌不已。 还有那周身的冷冽气息, 仿佛寒冬腊月的冷风般扑面而来, 冻得他浑身轻颤。 林青晚迅速垂下眼睫, 身子往后仰去, 怕, 也不算太怕。 比起在江南时, 如今对他的巨异已小了很多, 只要他不发火, 他还是有胆子与他呛上几句的。 周牧似乎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林青晚醋眉偏过头, 声音带着色意, 周世子, 我毕竟是有婚约之人, 与您共处一室已是不妥, 还请周世子注意分寸, 尊重于我。 周牧谋底一案, 见家人面红耳赤, 已生脑溢, 才不紧不慢地起身, 再次立于窗前。 窗户被他挥手打开, 林青晚看着他的背影, 挺拔修长, 却仿佛透着重说不清的荒芜, 冷气蔓延。 这种想法只是一瞬, 林青晚摇摇头, 重新端坐身子, 他那样的人, 怎会有失落的情绪, 定是他想多了。 气氛有些沉闷, 二人谁都不开口, 纷纷沉默着。 足足一炷香后, 窗前的人才终于动了, 他转身走向暗机, 竟直接拎起酒壶, 往口中灌去。 动作行云流水, 潇洒至极, 本该是粗俗的动作, 却与那一身金贵, 丝毫不违和。 林青晚看着他不停地灌着酒, 神情是初次相见时的冰冷无情, 男人眯着眼睛看向远方, 眉头因烈酒的辛辣微微皱起。 林青晚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除却一望无际的蓝天, 什么都没有, 他又回头看向周牧。 这才发现, 他眼中的恍惚, 看似远观, 其实是近看, 是透过那一片清明, 解心中难评。 男人有心事, 能喝酒解忧, 可女子, 却只能压在心里, 任他烂掉没掉, 再化为污水, 积累至无法承受, 逐渐面目全非。 很快, 周牧的酒壶见了底, 他抬手扔至桌上, 又吩咐林霄拿酒。 林青晚忍不住温声开口, 你, 当心喝醉, 如今秋围还未正式结束, 你还有功务在身, 别误了正式。 周牧脸上带着酒气的朦胧, 眼神却依旧清明, 见少女担忧, 他缓缓而笑, 放心, 我自有分寸, 今日时事使然, 酒不醉人, 人自醉。 何意? 林青晚有些迷糊, 可看周牧那不醉不休的模样, 不由担心起自己, 和一个醉酒之人共处一世, 他可没那胆量。 并非担忧他酒品, 而是二皇子与沈默肯定知道, 他与周牧共处, 若是传出去, 他的名声可就没了。 他站起身想告辞, 周世子, 我? 可话刚出口, 便被周牧打断, 你不用担心, 你二表哥早在一炷香前回到酒楼, 本世子是与他同意, 酒量不加醉酒, 与你声名无碍。 林青晚听的云里雾里, 二表哥去青楼并未归来, 他怎说? 心中一动, 他看着周牧, 本想问什么, 却最终咽了回去, 重新坐下。 第194章摄局 林小很快将酒送了进来, 周牧抓过酒壶, 如方才一样直接往口中盗去。 林小并未离去, 反而犹豫地看向林青晚。 这时有正事要禀, 林青晚起身本想避开, 却听周牧道, 但说无妨, 他不必避讳。 涉及朝政, 林小难免谨慎, 如今听主子这般说, 自视应下。 他拱拱手, 低声道, 主子, 考场政大人派人来问, 要准备收卷了, 你还过去否? 周牧眸光一宁, 量身开口, 告诉他, 本世子忙着喝酒, 没功夫过去, 让他自己做主。 林小硬下离开, 周牧再次立于窗前, 不停地灌着酒, 林青晚瞧着他, 虽觉奇怪, 可也并未问什么。 能让他抛下公物, 想必是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他就坐在他身后, 无声地陪着, 见他一连灌下三四壶烈酒, 这才满身酒气地回到园椅上。 林青晚见他脚步有些虚浮, 不由问道, 可还好, 周牧略略抬眼, 灌来冷清的眸子, 带了一丝朦胧瞧着他, 几壶烈酒而已, 自是无碍的。 正因是烈酒, 你如此喝法, 才更是伤身, 容易灼伤脾胃胃, 我让殿小二给你弄碗醒酒汤来。 林青晚站起身, 要往外走去, 右手却突然被攥住, 一股大力带着他往后倒去。 周牧将人圈在怀里, 容颜不再是以往的难以接近, 眼底竟带了三分迷离, 浓浓的酒气扑面来, 不知是羞的还是熏的, 令林青晚脸上发烫, 浑身都热得厉害。 如今这间雅间, 不知有多少人在盯着。 你出去, 给我叫醒酒汤, 名声不想要了。 他声音很轻, 唇角甚至带着柔柔笑意, 几度令林青晚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腰上的大手再次收紧, 男人的酒气与侵略气息近在咫尺, 他的心口紧挨着他的背, 他甚至能听到他强而有力的心跳声。 林青晚这才反应过来, 二人举动得不妥, 他竟然被他拉坐在腿上, 两人的身子紧挨在一起, 姿势轻密又暧昧, 他心口跳得厉害, 连忙起身想躲开。 别动。 周慕的声音带了三分暗雅, 不仅没放, 拥着他的手反而更紧几分。 直修的林青晚面红耳赤, 心中发恼, 周慕, 你放手。 气急得他直呼他名讳, 可这人却不接话, 只手臂的力道任他怎么都拉不开。 他气得恨不能打他, 可心里着实又没那胆量, 林青晚攥起粉拳, 气恨不已地回头看他, 道口的训斥瞬间被掖住, 这人竟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长长的睫毛在眼下垂下一道暗影, 脸上带着酒气的微红, 他眉宇宁起, 仿佛带着化不开的愁色, 唇角抿着, 安静又无害, 与清醒时的冷冽天壤之别。 均匀的呼吸声似有若无, 林青晚看着他, 心中一脚仿佛被什么东西勾了一下, 令他心间一颤, 猛然回神, 他迅速收回目光看向别处, 无害之争, 秋为事宜, 连番的事情合在一起, 他定是忙碌了许久。 雅间静谜无比, 时间就那么一点一滴过去, 直至两个时辰后, 门外再次传来响动。 主子, 是林霄的声音。 林青晚心下一慌, 连忙去推周牧。 周牧皱着眉缓缓睁眼, 原本清朗的眸子, 带着刚睡醒的心疯, 脸上依旧带着醉意, 任谁见到, 也是一位无害的俊美公子, 怎会相信这是东汉朝官, 又敬又畏的淮阳王柿子。 林霄许你, 还不快松手。 林青晚低声推着他的手, 头恨不得垂到地上去。 周牧哑声轻恩, 不仅不曾松开, 反而又趴在他肩上长呼口气, 眉间尽是疲惫, 紧闭上眼睛又睁开, 就在林青晚忍无可忍时, 才终于松开手。 林青晚忙不迭起身, 许事做得太久, 脚有些发麻, 一沾地就软得不行, 往地上歪去。 周牧眼急手快, 连忙将人拽住, 小心些。 林青晚气得不行, 狠狠地瞪他。 周牧嘴角擒着笑, 出声唤林霄进来, 惊得林青晚连忙连起神色, 端坐回园椅上。 林霄很快进来, 走到周牧面前禀报, 主子, 不出您所料, 郑元果然动手了, 他派人靠近酒楼, 确认您当真醉酒后, 联合副考官顾胜, 偷换了三名考生卷子。 周牧眉眼带着冷冽, 手指轻敲着桌面, 换得谁的? 林霄看眼一旁的林青晚, 才到都是才华出众, 且出身一般的, 封城的原家, 淮化将军府的遗孤, 还有林家二公子。 林青晚闻言金著, 扭头看向林霄, 周牧眯起眼, 轻驰出声, 他们倒是会挑人。 不管是原家, 还是淮化将军府, 都是当年支持皇上的家族, 在霍乱那年, 死于武王刀下。 后来皇上登基, 虽对这两家遗孤颇为照顾, 可毕竟举目无亲, 无人可依, 被人欺负也是常事, 却剩在那二人争气, 颇具才子之名。 郑元敢唤他二人试卷, 无非是欺负他们朝中无人, 根本出击不到卷宗, 便是不中, 也无法得知原因。 至于林轩义, 林家落魄, 各大世家避之不及, 谁会对他一个破落户上心? 不过比起另两人, 还是有些危险的, 毕竟林家背后还有沈家。 周牧, 林轩义的卷子换给了谁? 林霄咧嘴, 郑元的亲侄子, 郑周。 哼, 怪不得他甘愿冒险。 周牧轻吃出声, 缓缓起身。 林霄一笑, 林二公子是楚阳先生都赞誉之人, 尽是吉地是肯定的, 郑元为保他侄子能高中, 选林二公子, 是最稳妥的。 周牧脸上是一贯的冰冷, 沉生吩咐, 将一干涉事人等全部抓起来, 压据大理寺候审, 告诉徐政华, 这些人本世子要亲自审, 让他将人给我看住了, 不须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否则, 当心他大理寺清的乌纱帽不保。 林霄郑重硬下, 急匆匆离去。 林清婉, 知道他有所企图, 却不曾想进视他设的局。 他站起身看着周牧, 我二表哥。 周牧回身看他, 被林峰打昏了, 正躺在隔壁睡觉。 林清婉, 那他的青楼知己, 也是你找人动的手脚。 周牧笑笑, 不知可否。 林清婉叹口气, 合着他们表兄妹, 今日是给人当法子的。 不过想到考场的凶险, 他心中并无不悦, 反而庆幸。 我二哥的事, 谢谢你。 他向他郑重拂身一礼。 二哥寒窗苦读数年, 若因小人而悔, 致死不为之, 该何其可悲。 第195章, 生气了。 皇上即派我整顿科举风气, 这便是我的职责所在。 周牧眼中带着阴晕醉意, 声音暗哑。 林清婉垂下眼睫, 不管如何, 还是要谢谢你。 二哥于他来说, 是仅次于王室, 在轻不过之人, 所有人都笃定他定能高中, 若就此落榜, 他该如何承受。 周牧看着他, 酒意上头, 竟有几分恍惚。 方才二人亲近的画面浮现眼前, 让他有些气血上冲, 呼吸都急促几分。 林清婉看出他的不适, 缓缓走上前, 你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不舒服? 便是酒鬼也不会如他那般喝酒, 半个时辰不到, 数壶酒水下肚, 任铁人也会灼伤疲胃。 周牧看着那人缓缓走近, 田静的容颜, 透着温婉气韵, 让他有再次青懒入怀的冲动。 无碍, 他突然转过身去, 背对着他, 这一动作, 令林清婉愣在原地。 他突然面上火热, 不禁有些羞脑, 他怎么就尚赶着关心他了? 想到方才被他固在怀中的几个时辰, 他更加生气, 酒气上头拿他开涮, 如今酒醒了, 又恢复生人物尽之态, 着实, 可恨。 他捏着帕子的手钻的清白, 长呼口气, 才压下怒意。 周世子, 既是没什么事, 那名女便先行告辞。 不等那人有所回应, 林清婉忍着气往门口走去。 周牧促起眉, 这方抬眼, 看向用力推门的少女, 那气冲冲的模样, 令她茫然不解。 门是从里面拉开的, 你那样推, 是打不开的。 她走上前本, 想帮她打开, 不想去挨了她一记白眼。 周世子尊贵, 您女怎敢劳您开门? 周牧拉门的手顿住, 就在林清婉, 也伸手拉门时突然一推, 又重重将门合上。 林清婉气得咬牙, 扭头看她, 周世子, 您究竟想做什么? 周牧促眉, 我什么都不做, 倒是你怎么了? 方才还温柔小意地关心她, 怎地眨眼, 功夫就变了脸, 实属令周牧不明就里。 我不怎么? 考场里还有一阴事宜, 等着周世子去处理。 如今时辰也不早了, 我就不耽误您公事了, 回马车上等我二哥。 林清婉努力维持面上浅笑, 声音却带着显而易见的赌气, 她又不是她招之则来, 挥之则去的玩物。 高兴时斗一斗, 不高兴时不屑一顾, 连敷衍都懒得搭理。 周牧眉头凝成了结, 总觉得她话音不对, 可又想不明白, 哪里有问题。 我, 可是有什么地方, 让你不高兴吗? 她侧头问她, 眉头紧锁, 神色带了三分, 不明所以, 可落在林清婉眼中, 便是带着冰冷的不耐烦。 她垂下头, 后退一步, 名女不敢, 周世子严重。 周牧拧着眉, 想了一圈, 也没想明白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这才放下心来。 考场那边的确还有些事情, 等我处理, 即使你不想待在这儿, 就去马车上等会, 你二哥也该出来了。 林清婉闻言看她一眼, 帕子都快绞碎了, 勉强扯出笑一点点头。 周牧眉头松缓些, 伸手拉开房门, 你二表哥就在隔壁, 叫醒他与你一起吧, 别让有心人传出闲话。 若他们同进同出, 肯定要被盯着酒楼的那些人诟病, 此时, 王景洪的陪同就显得至关重要起来。 林清婉心中不快散了些许, 抬头瞧她一眼, 又迅速垂下, 诞声应响。 隔壁雅间, 林峰立在窗前, 紧盯着地上被五花大绑, 处于昏睡的红衣男人。 房门被推开, 林峰警惕抬头, 看到来人方卸下防备, 拱手行礼, 主子。 周末看眼地上的男人, 冲林峰使了个眼色。 林峰立即走上前, 伸手掐向王景洪的人中, 不过片刻, 地上人发出一声痛呼, 悠悠转醒。 王景洪眨眨眼, 好半场才反应过来, 立时大叫出声, 你是什么人, 竟敢绑架小爷。 你知不知道, 小爷是什么人, 你不想活了? 林峰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瞥他一眼, 直接无视, 王景洪被捆得动弹不得, 在地上来回翻滚, 还不放开小爷, 该死的绑匪, 等小爷脱困飞弄死你不可。 林峰丸嘴角抽搐, 走上前给他松绑, 便低声交代, 二表哥, 别骂了, 是周世子的人绑了你, 不过并无恶意, 我待会再给你解释。 王景洪闻言瞪着眼, 扯掉绳子后, 立马站起身往后看去, 却已空空如也。 连林峰丸也没看到, 那主仆二人是何时离去的。 该死的。 王景洪滴滴咒骂一句, 轻拍着身上灰尘与绑出的褶皱。 林青婉却瞧着他, 待他折腾完才问道, 二表哥能敏锐地, 察觉到有人跟踪我, 因是有些功夫在身的, 怎会这么容易, 就被抓了。 王景洪面上一将, 有些善善, 我是会些功夫, 可那三角猫, 怎么能和周牧那些, 上过战场的手下相比, 何况, 何况那还是个, 娇滴滴的美人, 我惯来怜香西域, 怎会舍得下狠手。 第196章美人 林青婉眼中, 孤仪散去, 嘴角戴上不耐, 看来二表哥被抓, 也是甘之如頤, 你该庆幸, 抓你的, 并非真的穷恶绑匪, 否则, 你就要在地下, 怜香西域了。 他看着王景洪的狼狈, 再提不起丝毫同情, 转身离去。 你说得也对, 看来以后, 我得改改这毛病, 别乃日死, 与牡丹花下, 多不知晓。 王景洪脸上挂上风流笑意, 跟了出去, 不过, 我倒是真想, 再见见那美人, 那周木道, 也是个仁义的, 明白我的爱好, 专门派了个娇姑娘来, 若当真能一亲方则, 便是再被捆一次, 也值得。 若非他走在大街上, 人来人往, 林青婉真的很想翻个白眼, 亏他之前, 还想过这人有可能另有乾坤, 如今看来的确是个花花公子, 且爱色到无可救药。 回到马车上, 王景洪随后而至, 带着风情的眼烧挑起, 表妹, 你不是说, 要与我解释, 周世子绑我一事? 林青婉扯扯嘴角, 二表哥, 一心念着美人, 我以为你不在意这个呢? 这, 自是要问清楚的, 毕竟有关性命, 再者, 知己知彼, 我才有可能再见家人不是。 林青婉突然抬眼看着他, 缓缓而笑, 二表哥, 出入风花场月数年, 知己无数, 竟对一个, 对你意图不轨之人念念不忘, 连我都不由好奇, 周世子的那名手下, 究竟是何等国色之姿? 王景洪身子往后仰去, 拧嘴思索, 嗯, 其实吧, 国色之姿倒谈不上, 我看过的美人, 比他更美得比比皆是, 可却无一人有他身上那种, 清冷绝尘的气质, 就犹如一朵不染鲜尘的白脸, 让我忍不住想亲手染上淤泥, 林青婉眉头促起, 看着王景洪的眼神戴上不渝, 二表哥说得挺富失忆, 其实就是想祸害人家罢了。 王景洪不置可否地笑笑, 这是男人的天性, 哪个风流公子, 不想慵懒世间不一的美人入怀, 温柔的, 泼辣的, 妖魅的, 清冷的, 这各有各的滋味, 你是永远不会懂的。 林青婉捏紧帕子, 心中气愤, 若非维持所谓贵女礼仪, 他定出手给他一巴掌。 你不是想拥美人入怀, 你只是享受俘获他们芳心的过程而已, 然后将那些清高婉如明月之人拉下高谈, 成为与你一般的俗人, 这样的结果, 让你很有成就感对吗? 王景洪看着他, 笑意缓缓凝制。 从不强迫任何一位女子, 她们可都是自怨, 并且对我屈之若鹜, 纠缠不休。 二表哥以此为荣, 林青婉轻痴一声, 若你一生不得欲心肩上的良人, 你可一直这般潇洒放纵。 若你不幸遇到了, 那么今日你所认为的荣誉, 他日就会成为你的追悔莫及。 王景洪眼中笑意散去, 盯着对面浅浅而笑的少女, 久久未动。 林青婉, 对了, 作为今日二表哥陪我出府的报酬, 我再提醒你一句, 你在那女子身上看到的清冷气质, 兴许不是不染仙尘, 而是久经战场, 从尸山血海中锤炼出的杀气与狠力, 你追逐美人之际, 也要当心险, 可别丢了命, 不值当。 说完, 林青婉再不理会他, 物字闭上眼睛装睡, 与这种人, 属实是话不投羁伴居多。 王景红脸上不羁笑意缓缓退去, 半嗓才从少女身上收回目光, 他盯着自己的掌心一动不动, 不知在思索什么。 一刻钟后, 外面突然传来响动, 是匆匆而过的马蹄, 还有求饶喊冤声。 林青婉睁开眼睛, 掀起车帘一脚往外看去, 只瞧见数十名的黑甲位, 压着五六个官员, 绝尘而去的身影。 周末走了, 应是事情解决了, 哥哥英也该出来了。 比起与这花萝卜在一处, 也被下车。 他刚走一步, 衣裙便被人拉住, 王景红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周末刚收拾了一批官员, 外面正是乱的时候, 且正加背靠皇后。 他们奈何不得周末, 却知晓今日你与周末共处一室, 未必不会拿你这小丫头撒撒气, 你若执意要下车, 我也不拦你, 不过你可要想清楚。 王景红松手再次仰躺回去, 林青婉的脚步却顿在哪, 半嗓后又折了回来。 若那官员是背靠皇后, 那这人山人海中定是有大皇子的人在。 若他们怀疑自己与王景红配合周末设局, 那可是大大的不妙。 他这才明白周末为何先行离去, 应是怕给他们惹麻烦。 而王景红那一身的狼狈, 任后只要全推于是周末破使, 他们就能摆脱怀疑。 可如今, 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林青婉再次看向王景红, 隐隐怀疑, 周末选他, 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是出了名不学无数的草包。 二公子, 车外响起允风的剑里声, 林青婉收起思绪, 忙往外看去。 三日不曾洗澡静面, 原本清朗俊逸的公子也带了三分狼狈。 林轩逸将手中包裹递给允风, 上车后就开始打量林青婉, 见他毫发无伤, 才微松口气。 你没事就好。 林青婉轻笑, 二哥劳累三日, 可是神志都混沌了。 我一直待在家中, 自是没事的。 倒是你, 这三日可是消磨不少, 眼下近视乌青, 瞧着就疲惫得很。 林轩逸挣了脸色, 你休要打混, 考场出事。 我听说周世子与二表哥喝醉了酒, 就有所疑虑, 又见黑甲卫, 强行抓捕了几位考官, 这才确信你们被人利用。 我想着你, 肯定会来接我。 因也在其中, 一直担心得不行。 被无视良久的王景洪诞生开口, 表弟, 被利用的人是我。 你难道不是, 应该先关心关心我吗? 林轩逸, 这才反应过来还有他在, 拱手一礼道, 只要明日澄清, 今日之局与你无关, 想是那些人找不到二表哥头上。 可清婉, 毕竟是女儿身, 我怕对她名声不妥。 王景洪笑笑, 放心, 她不会连累表妹的。 几人一路交谈着, 马车晃晃悠悠, 回到王府。 看来表妹当真是疼你这个哥哥, 这一路东拉西扯, 竟是都不曾问过你, 高中有无把握。 三人并排进府, 王景洪语带调侃, 声音却有思不易察觉的怅然。 林清婉冲林轩逸一笑, 因为我相信一二哥之才定能高中, 便是不忠, 那也没关系, 三年后再考就是。 林轩逸面上松缓, 笑得宠溺, 走进垂花门, 那里正猴着一名小厮。 二公子, 表小姐, 表少爷, 老太爷在藏书楼等候多时, 吩咐奴才等表少爷回府, 便立即请过去见他。 第197章麻烦, 林轩逸点头, 有劳, 我这就过去。 王景洪笑着说, 祖父对表弟可是真上心, 能否高中, 立即知晓。 林轩逸冲他拱拱手, 二表哥, 我先走一步。 话落又对林清婉一笑, 这才随那小厮走了。 林轩逸一走, 林清婉也立即告辞, 二表哥, 多谢今日相互, 我就不打扰你了, 先回内院。 王景洪挑眉一笑, 没有接话, 单手负后朝相反的方向离去。 锦绣隔脸。 林清婉一回来, 就命宁香背水沐浴, 因晕雾气中, 他靠在浴桶上闭着双眼, 心中一阵烦躁。 酒楼雅间, 他与周牧的亲密举止来回在眼前晃荡, 令他烦不胜烦。 他一向最重规矩不过, 怎会做出如此出格之举? 何况, 他毕竟还有沈家这门婚事在身, 那人竟丝毫不顾, 尾时太过轻调。 月和给他撒上花瓣, 见自家小姐面色沉沉, 关心问道, 小姐, 您可是有什么不识啊? 林清婉摇头? 没有。 他长呼口气, 问道, 今日于嬷嬷可曾去过三房, 结果如何? 去过, 表小姐院中的下人不敢拦, 就禀报了三夫人, 三夫人承诺明日会让表小姐去远新堂, 给老夫人采摘陈露。 林清婉醋没睁开眼, 依你对三夫人的了解, 觉得她有这般好说话。 月和摇头, 三夫人资诸必较, 性情很利, 对下人也是动辄打骂, 不少三房的下人暗暗诉苦, 肯定不是好相遇的。 不过, 这次毕竟是老夫人出面, 她肯定会有所收敛, 毕竟她儿子的前程可是都攥在老夫人手中的。 林清婉点点头, 一刻钟后, 她穿上中衣从沐浴间走出, 月和收拾着她今日穿过的衣裙, 却敏锐地闻到一股酒气。 她扭头看向软榻上的小姐, 由一半上, 终是没问什么。 林清婉窝在软榻上发呆, 神情时而休闹, 时而纠结, 不多时便见月和端着碗走了进来。 林清婉闻到味道, 小姐,这是奴婢亲手熬的醒酒汤, 没让任何人知晓, 您趁热喝了, 省得明日头疼。 不必, 我并未喝酒。 月和办事向来细心周到, 她才会放心将衣物交给她处理。 月和正住, 小姐, 您并未喝酒。 林清婉抬头见月和呆呆的模样, 无奈一探, 实在不想再多费口舌, 伸手接过一饮而尽。 月和这才放下心, 那您先些话, 等晚饭时, 奴婢再换您。 林清婉点点头, 可心里记挂着事便一直强撑着眉睡。 又过半课中, 宁香挑脸进来, 满脸笑容。 小姐, 二公子身边人来报, 老太爷与二公子聊过, 称二公子高中有望, 公子让您不必挂念。 林清婉缓缓笑开, 外祖父身为太师, 既他说有望, 那定是八九不离十了。 心中愁思放下, 他这才睡了过去。 一日清晨, 他还在睡梦中, 就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似是宁香与人发生了争吵。 林清婉揉着眉心起身, 守在房中的月和连忙走了过来, 给他更衣。 外面怎么回事? 宁香在和谁争吵? 月和面上不快, 说话都带了三分气, 是表小姐身边的嬷嬷。 一早表小姐便过来寻宁, 要一同去远心堂, 那嬷嬷进门就开始挑刺, 话里话歪的几对人, 宁香气不过, 就和他呛了几句, 那嬷嬷泼辣, 立即就嚷嚷开, 一副要打人的。 模样, 林清婉皱皱眉, 表姐呢? 表小姐在外面, 可她根本就镇不住那嬷嬷, 奴婢瞧着, 那嬷嬷八成是三夫人的人, 派来监视表小姐的。 更衣梳洗过后, 屋外依旧吵得厉害, 林清婉面上沉沉, 打开门直接走了出去, 正巧那嬷嬷正掐着腰冲宁香吐口水。 呸, 你算了什么东西, 一个外来的贱蹄子, 也敢在王家张狂, 多管闲事, 当心掉坑里淹死。 宁香气急, 可她毕竟年幼, 怎么可能骂得过, 这年过半百的烟渣婆子。 月和尘这脸, 话虽是骂宁香吧, 可又怎不是暗指她家小姐多管三房闲事? 放肆, 我家小姐的规格, 岂是你这老启婆能撒野的地方? 那嬷嬷不屑地撇撇嘴, 抬眼瞧见门口的林清婉, 也只是冷了片刻, 随即漫不经心地吃笑。 你家小姐的规格, 那也是王家的地盘, 归根究底表小姐姓的士林, 可不是王。 你, 宁香指着她, 气得手都哆嗦了, 老夫人疼宠我家小姐, 你怎敢如此放肆, 我这就去寻老夫人禀报, 你等着挨板子吧。 那嬷嬷闻言面上一遍, 随即又撇向台阶之上的林清婉, 笑道, 老夫人本就不喜管理府中数物, 表小姐麻烦她老一次, 难不成, 还能试试跑去告状。 老夫人对三房的不喜人静皆知, 林清婉却公然向着王妍熙说话, 老夫人心里, 指不定已经厌弃了她。 林清婉看着那嬷嬷, 脸上突然站开一抹笑, 你说的是, 外祖母年纪大了, 的确不能总打扰她老人家, 既是如此, 那便交由外祖父处理吧, 正巧今下午我要陪她老下棋。 话落, 林清婉一回手, 扣住她, 先押进杂物房, 下午随我一同带去藏书楼。 那嬷嬷脸色一白, 老太爷是外男, 怎会插手内宅事务? 表小姐若是要罚, 也该交由王家的当家大夫人才是。 锦绣阁中所有丫鬟都扑了上去, 将那嬷嬷按在了地上。 林清婉冷冷看着她, 大舅母是忙, 有府中树物要打理, 这等小事, 不过是顺口在外祖父面前提上一句罢了, 就不用麻烦大舅母了, 带下去。 老奴是王家的奴才, 表小姐没资格教训, 她拼命地挣扎叫喊, 堵上她的嘴。 林清婉面露蜂色, 来王家数月, 这还是她第一次发火。 宁香立即将一个丫鬟手中的抹布夺去, 塞进了那磨磨口中, 拉去了杂物间。 王妍西面上都是愧意, 走上前对林清婉深深服礼, 表妹, 对不住, 是我管教不严, 给你添麻烦了。 林清婉这才看向王妍西, 不过几日便已瘦了一圈, 那张轻力的小脸上净是疲惫, 眼下的乌青虽破了厚厚的粉, 可还是显而易见。 表姐不必自责, 你只是噱头, 今日之事, 与你无关。 是她得罪了三房, 二房, 还有大舅母, 这是联合起来给自己难堪的。 便是外祖母插手, 也最多处置掉那个奴才, 轻而喜的脸面, 还是不能下的。 之后, 大舅母再从中转还, 那奴才最多受些皮肉之苦而已。 而她, 亦不想外祖母难做, 她正在日渐衰老, 往后生活还要仰仗大房, 二房怎能因她生闲戏。 林清婉面色阴沉, 最生气的是大舅母李氏, 她分明已经将话说得很清楚了, 她为何还是要找他麻烦。 第198章陈鹿 今日这般家枪带棒的羞辱, 是想让她无言再继续待在王家, 迫使她离开吗? 王妍夕垂下头, 总归事情是因我而起, 我知晓表妹三番两次前去探望, 连同今日能被放出来都是你的功劳。 林清婉走下台阶, 我不过是顺嘴一提而已, 归根究底, 还是外祖母仁善, 时辰不早, 咱们这边过去吧。 王妍夕本想说什么, 可最终又验了回去, 看得她的婢女着急不已。 来到远星堂, 王老夫人刚用过早饭, 她先是拉过林清婉, 询问一番昨日之事。 林清婉挑着能说的说了一遍, 闭口不提, 她与周牧共处一室, 只说, 她一直与王景洪待在一处, 别的并不知晓。 王老夫人这才放下心来, 我想着, 你与周世子还算相识, 且又有你祖父的几分面子在, 便是利用咱们府上, 也会顾及到你的名声。 外祖母说的是, 林清婉笑着, 反正有二表哥洗白, 她是不怕的。 王老夫人点点头, 这才看向一旁的王妍希, 见她不过短短几日, 就被措磨成这副模样, 不由轻叹一声。 这些日子, 你便帮我收集沉露吧。 王妍希双眼一热, 妍希谢祖母怜惜。 王老夫人撇开头, 淡淡应声, 并未问及她被小轩是折磨的缘由。 嫡母对数子庶女, 讲究的都是一个良心, 碰上心底硬的, 想折腾你, 有的是办法, 让你生不如死。 林清婉笑着开口, 外祖母, 那我们就去给您采集沉露了。 今日来得有点晚, 也不知道花园那边还有没有。 王老夫人摆手, 下肚的东西而已, 有没有都成, 你们去吧。 二人一同扶身后, 退出远心堂, 往后花园去。 片刻后, 有一个小丫鬟匆匆进来, 趴在王老夫人耳边, 不知说了什么。 王老夫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狠狠地拍在岸上。 他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老神还没死呢。 于嬷嬷自是听到那丫鬟的禀报, 脸色也很是不好看, 却还是连忙劝道, 老夫人, 事情还未清楚, 您先别生气。 王老夫人气愤难消, 胸口直起伏, 老两家的本就是个糊涂的, 与三房的沆瀣一气, 倒不奇怪。 可理事, 这次着实让我太失望了。 于嬷嬷给她顺着背, 并没有替大夫人说好话。 和府上下都知晓, 大公子对表小姐, 是一厢情愿, 且多次背剧, 大夫人就算有气, 也该教训自己儿子才是, 寻一个姑娘家麻烦算什么本事。 老夫人, 表小姐既是不曾在您面前提及, 想必定有她的打算, 那婆子不是还扣在锦绣阁吗? 不如您就睁只眼, 闭只眼, 交给表小姐处理吧。 王老夫人面上温和几分, 轻轻叹息, 李氏宇宣是我的亲儿媳, 她这是怕我难做, 不想婆媳生了闲邪。 这亲不亲, 办事就能看出来, 那两人是丝毫不曾顾忌我的感受, 连手逼我。 不过是认为法不择重, 我不能撕破脸皮, 重罚他们, 才有恃无恐。 而婉姐受了委屈, 还要遮遮掩掩, 是怕我得罪了他们, 老无所依, 被他们搏带, 终究还得是亲外孙女啊。 于嬷嬷叹口气, 没再接话。 林清婉带着王妍熙, 在后花园中转了一圈, 告诉她, 哪种花上的沉露用来泡茶, 味道更清香甘甜。 娇阳当空时, 才拿着挤满沉露的小瓶, 折回远心堂。 王妍夫人起得早, 到这个时辰, 都要小气一会儿。 二人将东西交给余嬷嬷后离去。 走廊岔口, 林清婉开口邀请, 今下午我要去藏书楼 与外祖妇学下棋, 表姐可要一起。 王妍熙眼中闪过惊喜, 有疑问道, 方便吗? 会不会打扰到你? 若是可以, 她是一百个不愿回三房。 第199章对弈 不会, 王妍熙立即点头, 那就多谢表妹了。 如今已到午时, 不如就留我这用饭吧, 待会我们直接去藏书楼。 王妍熙大放一笑, 我也正有此意, 那就讨扰表妹了。 林清婉转头吩咐宁香去厨房打个招呼, 姐妹二人一同回了锦绣阁, 月合给二人上茶。 王妍熙亲敏一口, 眼眸发亮, 表妹这花茶, 可是比起祖母那的还要可口几分, 可是江南智的。 林清婉摇摇头, 以前在家中是无聊, 常与我家堂姐捣过这些, 自己喝喝罢了。 表妹自己做的? 王妍熙举着茶杯, 很是讶异。 你若是喜欢, 待会让人给你代谢, 闹着玩的东西。 王妍熙轻叹, 表妹当真是个妙人, 让我叹福。 听说江南女子都喜欢花茶, 不知江南男子品味是否也是如此。 林清婉醋没? 这个, 我不经常出门, 倒是没怎么注意过。 不过人之喜好, 各有不同嘛。 我大哥偏爱普尔生茶, 硬起醇厚的口感, 和时间成花的独特味道和香气。 而我二哥, 就只喝得惯我做的花茶, 尤其是冬日冷梅所致。 王妍熙尖染上微红, 垂下头清咬下唇。 表妹的手艺, 比起外面的茶楼也是不差的, 林二公子自然喜欢。 就是不知表妹的冷梅花茶可还有。 我, 想尝尝。 林清婉摇头, 我家堂姐也喜欢这种花茶。 我知这茶的手艺远不如她。 后来, 她嫁人了, 之后, 每年做的基本都不多。 我这个都给二哥送去了。 那就多谢表妹了。 王妍熙紧钻着帕子, 压制住心中喜悦。 听表妹提起你家堂姐, 有这般风情雅致的女子, 应也是为端庄闲尽的大家闺秀。 林清婉嘴角笑意顿住, 扮上后缓缓点头, 她的确很好。 气氛沉静下来, 不多时, 宁香带了厨房的人进来摆饭。 八菜两汤, 比起以往的规格多加了两道。 王妍熙看着桌上荤素搭配, 热气腾腾的饭菜, 在某种闪过苦涩, 捏着帕子坐下。 表姐便当是自己院子, 随意写, 我就不让你了。 二人一同动快, 都守着规矩, 一顿饭吃得安静无比。 林清婉吃饱就有些饭困, 可有王妍熙在, 她也不好敬无小气。 二人又坐了一会儿, 去了藏书楼。 藏书楼二楼, 林清婉刚不上台阶, 就听上面传来洛奇的声音, 不由笑道, 外祖父, 您还真是个奇吃啊, 这么早, 该不会是连午饭都没用吧。 王老爷子抬头瞥他一眼, 诞生开口, 你不是不愿意来吗? 怎么, 理由用完了? 他落下一子, 对面的人手执棋子, 却久久未动, 王老爷子也不催促, 只垂头盯着棋盘。 林清婉面色窘迫, 刚想开口, 就瞧见了王老爷子对面 端坐着的王景须, 嘴角笑意淡了下来。 大表哥, 大哥, 二人一同扶身, 王景须只见棋子滑落, 连忙起身回礼, 互相打过招呼, 林清婉静止走到王老爷子身边坐下。 王景须名景纯, 重新捡起白棋落子, 却是节节败退, 不过一炷香不到, 就被王老爷子吞得一子不胜。 他起身拱手, 祖父, 孙儿输了, 王老爷子没说话, 物字捡着棋盘上的棋子, 将白黑二子全部归位。 王老爷子看向林清婉道, 与你表哥下一局, 指点了你两日, 也让老夫看看你的棋艺有没有进步。 林清婉看掩王景须, 点头答应下来, 王老爷子起身让开位置, 林清婉盘腿坐下, 将黑白二子置于棋盘上。 大表哥先请, 王景须脸上带着温和笑意, 伸手拿过黑子, 置于身前。 弟子, 表妹先骂。 他袖中手紧钻, 面上神色不显。 林清婉拿过白子, 直起一子, 落于中风。 王老爷子挑挑眉, 看向了对面的孙子。 王景须只是一顿, 也随即跟上, 二人你来我往那下了起来。 王景须指手不攻, 而林清婉则全然不顾胜负, 出手利落, 截断王景须所有退路, 不留一丝可敬之位。 王景须脸色逐渐苍白, 直起的手放着清白, 王老爷子心下叹息, 一举其被这二人吓成这样, 也是见所未见。 楼下传来响动, 一个小丫鬟走了上来, 逐一行过礼后, 他看向王景须。 大公子, 平昌侯府的公子小姐来府上做客, 大夫人让奴婢请您过去招待。 王景须手中棋子捏紧, 面上温和褪去, 染上冷冰。 大表哥, 既是大舅母有事寻你, 那这举其便做爸爸。 林清婉将白子逐一捡起, 放回其连中。 小丫鬟害怕地又唤了一声, 大公子, 大夫人吩咐, 让您快些, 侯府的公子与小姐正等在外院门口。 王景须扔下棋子, 豁然起身, 冲王老爷子拱攻守后, 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 小丫鬟忙不迭跟上, 林清婉面色平静, 扭头看向王老爷子, 外祖父, 咱们继续吧。 王老爷子瞥他一眼, 坐于对面的位置, 你倒是心狠, 这一步步, 是一点生机都不留。 林清婉笑而不语, 一直默默看着的王延熙, 走到林清婉身旁坐下, 王老爷子看他一眼, 问, 身体好了。 王延熙受宠若惊地点头, 老祖父挂念, 都好了。 嗯, 既是来了, 就好好看着学吧。 是。 芳华院中, 李氏再三询问, 得知王景须已经陪着侯府的公子小姐, 去了后花园, 才微微放下心来。 李某某, 你命厨房的人做几样可口的点心, 待会让人送过去, 就说是须根特意嘱咐厨房给宋小姐做的。 李某某笑着点头, 刚才奴才瞧着宋小姐, 那一身气度与风采, 可真是百里挑一。 李氏也很是满意, 她母亲出自清流世家, 教养上自是没得挑的, 且进度有退, 家世优渥, 相貌也好, 若是能配须根, 可真是一件大喜事。 这下夫人终于可以放心了, 有宋小姐这般优秀的女子比较者, 想是大公子, 也不会再执着于表小姐了。 世间男子都喜爱貌美, 条件好的姑娘, 若有白玉, 谁还会肯要带有瑕疵的珍珠呢? 李氏笑笑, 但愿如此吧。 第二百章, 平昌侯府。 若能与平昌侯府结成亲家, 那么须根的官图就会平顺许多。 大夫人, 门口走进一个丫鬟, 手中捏着一张纸发。 这是夫人娘家嫂嫂 派人送来的。 李氏盲伸手接过, 打开看过之后, 脸上荡开笑意。 那位嬷嬷答应来府上当先生了。 李嬷嬷, 你去库房备些礼, 咱们稍后去拜访。 李嬷嬷笑着应下, 挥手让那小丫鬟退了下去。 夫人, 今早上的事, 怕是老夫人那边已经知道了, 心里不定怎么责怪您呢? 您既是已经得罪, 又何必再操表小姐的心, 为她奔波, 没得吃力不讨好。 李氏笑意淡下来, 捏着指法反复对折, 她毕竟是原娘的女儿, 是大爷的亲外生女, 若是没有虚根的事, 我是怎么也不会这样待她。 且我早上敲打她一番, 是担心侯府的小姐过来, 她会做什么不该做的, 却没想真的将她如何。 毕竟是婆母的心头肉, 只要别缠着虚根, 我也是乐意为她谋算的。 李嬷嬷一叹, 夫人仁慈, 可那婆子, 如今可还压在锦绣阁呢。 表小姐说是让老太爷做主, 今日却没真的带去藏书楼。 李氏失笑, 不过吓唬吓唬二房罢了, 父亲是个文人, 又整日堆在诗书里, 岂会乐意管这闲事。 再者, 有今日, 还有明日, 她总不能次次麻烦父亲, 她心里有张承着, 没你想得那么蠢。 李氏抬眼看向院外, 悠悠一叹, 其实, 我是真的挺喜欢她的, 锦绣中暗藏乾坤, 且聪慧通达, 又有手段, 只可惜, 她没有一个好的出身。 李嬷嬷点头, 厚道, 那老奴就去库房, 准备待会要送的礼。 嗯, 宫里出来的人, 眼睛上会高线, 你挑贵重些的, 别让人觉得, 咱们清淡。 是, 比起前两日有些进步, 不过比起那些精通奇异之人, 只能说, 刚摸上边而已。 王老爷子起身活动活动筋骨, 话虽是夸赞, 却含着打击。 林清婉苦着脸, 外祖父, 其, 只是闲来无事, 陶冶性情而已。 我又不参加比赛, 只要不是两眼一抹黑就是, 作何与那些精通奇异的人相比。 王老爷子白他一眼, 正是因为你这种不求上进的想法, 才会养成如今这样的百事无成, 诸般才艺, 无一样能拿得出手。 未免被打击得体无完肤, 林清婉抿住嘴, 不说话了。 今日就到这吧, 明日继续。 王老爷子单手付后, 率先离去。 冥香。 冥香连忙上前扶着他起身, 坐了一下午, 林清婉下半身都是麻的。 王延熙也在一旁扶着他, 你不长久坐, 刚开始定是不习惯的, 怎地也不禀明祖父, 活动活动筋骨。 林清婉缓了好一阵, 才逐渐能走路。 祖父说, 下棋要凝身静气, 不可分神, 我怕他又嫌弃我。 不过, 我看外祖父那般气定神闲, 怕是坐上一整日也不会不舒服。 王延熙摇头, 我没学过这个, 倒是不曾见过别人如何。 走出藏书楼, 二人往内院去, 却在垂花拱门处遇到了送客出府的王景虚。 二人齐齐扶身, 大表哥, 大哥。 王景虚袖中守护的钻井, 清朗俊腻的容颜紧绷起来。 王公子, 这两位是。 王景虚身旁站着的水红色衣裙的艳丽姑娘, 开口问道。 王景虚垂下眼睫, 侧身介绍, 这位是我表妹, 姑姑家的女儿, 林清婉。 那位是我三叔家的堂妹。 话落又向林清婉与王颜西介绍身旁少女, 这位是平昌侯府的宋小姐。 水红色衣裙的姑娘笑着扶身, 二位妹妹好。 林清婉二人回礼, 小姐好。 宋明家又回身指向另一侧的轻袍男子, 这位是我哥哥, 宋明华。 宋公子。 两位小姐莫多礼。 宋明华避讳着男女大房, 从林清婉二人出现就低着头, 此时也是眼眸下垂, 不曾多看一眼。 林清婉看此人眉眼周正, 应是个正派之人。 林清婉脸上带着得体的笑, 大表哥要送贵客, 我们就不打扰了, 先走一步。 王景旭看着他, 没有说话。 宋小姐, 宋公子, 告辞。 林清婉冲二人打过招呼, 静止离开。 王燕熙几次偷去他, 见他魂雾一丝不快, 才放下心来。 府上极少会有人来做客, 平昌侯府的侯爷又身在吏部, 大伯母此时请人来府上, 怕是想与大表哥则妻。 而平昌侯府答应让公子与府上小姐来王家, 怕也是满意这门亲似的, 恐已是八九不离十。 嗯…… 林清婉但应一声, 面上平静。 王燕熙抿着嘴, 斟酌着道, 论里该是大伯母带大哥上门才是, 如今却是平昌侯府的过来。 想来, 应是大哥不愿见吧? 他想提醒林清婉, 若是他真的有心, 如今应该是还有机会的。 大舅母请人过来, 应是有事情, 若真是相看, 大表哥肯定是要过平昌侯府去的, 如今不过是闲聊而已, 了解多想了。 林清婉清淡开口, 平昌侯府便是满意这门亲, 也不会让家中女儿上门相看, 想来应是李氏与平昌侯府的夫人心照不宣, 窗户只没捅破, 想让二人接触一番。 可王燕熙的话, 被人听去, 倒成了王景须, 为了他不愿相看, 传到芳华院中, 不知又要生怎样风波。 表妹说的是, 是我考虑不周, 自己嘴快。 二人已走至走廊岔口, 林清婉道, 那我便先回去了, 明日我要去藏书楼, 采集陈鹿, 就要麻烦表姐了。 若是你无事, 也可到藏书楼寻我。 王燕熙垂下眼睫硬下, 勉强扯着嘴角。 二人告别, 他往三房走去, 脸色很是苍白。 玉和偷去掩他的神色, 小声抱怨, 明明小姐才是王家的女儿, 却是连表小姐的一半待遇都比不上, 表小姐是八菜两汤, 去做丫鬟的活计, 伺候老夫人, 还被他们不冷不热地对待。 王燕熙秀中手豁然钻紧, 停住脚步冷冷撇向身旁丫鬟。 玉和一裂, 连忙垂下头, 吓得心口直跳。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家小姐, 露出如此神情。 这是我的命。 他声音很轻, 似斥责玉和, 又似提醒自己, 还带着几分讽刺。